小秦谈了两年的男友 不料到了即将结婚的时候 他连八千八彩礼都不愿意出 甚至还要求将小秦买的房子写他母亲的名字 于是转身就跟男友分手 直接闪嫁给了对门老头的孙子 谁知他竟然是隐藏的首富 林峰 房子我也出了二十万 为什么要写你母亲的名字 哪怕写你的名字也好啊 难道说现在还没结婚 你们就已经在开始谋划以后的事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 房子写谁的名字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们过好日子就行了呀 毕竟买个房子 把他们半辈子的积蓄都掏空了 你干嘛要和老人家计较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会算计的人呢 你说家里买了房没钱给彩礼 我让你给八千八意思下就行了 你给我讲价讲到一千八百 你说房子首付差钱 我把所有积蓄都拿来买房 现在你又要在房产证上写你母亲的名字 他们还要搬来一起住 还让我辞了工作在家照顾他们 这不等于我拿全部家当 给自己找了个全职保姆吗 小秦 你别这么说 相信我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我马上就要升职了 以后我赚钱养你 我喜欢你 我是真心想和你结婚的 我一直都在为了你努力 别说了 彩礼钱你也不要给我了 你把买房子的二十万还给我 我不想跟你结婚了 我们分手吧 你是认真的吗 我们都谈了两年了 现在就因为房子的事 你要跟我分手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物质了 随便你什么说我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把钱还给我 不然我们法庭上见 小秦说完就离开了 去看望住自己对面的张爷爷 小秦 你来了 前几天您说 家里卫生间水管漏水 正好今天有空来帮您看看 张爷爷 您家里来客人了 张大爷 我等一下还有事 为了不耽误我们的时间 我就实话实说 你家孙子都没有房子 以后结了婚 难道都挤在这种破房子 如果想和我结婚也行 最起码要在市中心 买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另外再加六十八万彩礼 这些基本的条件 能做到再来和我谈 吴小姐 我看你是误会了 好像我还没说过 要和你结婚 你这条件我也不稀罕 都三十了 连房子都没有 你长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 你这脸真是白长了 那你可以走了 小秦 让你看笑话了 来过来坐 这是我大孙子张楚 前几天刚从国外回来 我就想着叫朋友家的姑娘 过来见个面认识一下 没想到会是这样 小秦 你小时候和张楚一起玩过 还记得吗 有一点印象 小楚 你还记得小秦吗 不记得 爷爷 以后别再给我找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家里了 张爷爷 既然您孙子在家水管就不用我修了 那我先回去了 小秦 你先别急着走 告诉爷爷 你今天不是去男朋友家谈婚事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谈得怎么样了 没谈成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是因为什么没谈成呢 说来话长 不说这事了 张爷爷 张楚回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改天我再来看你吧 小秦真的分手了吗 那以后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和好 真的分了 以后我也不会跟他和好了 不跟他和好 这真是太好了 我的孙媳妇又着落了 小楚 你赶紧给我出来 小秦 你看我孙子怎么样 我觉得挺不错的 你觉得不错那真是太好了 小秦 其实爷爷呢 一直就非常希望你来当我孙媳妇 只可惜你有了男朋友 这臭小子又一直在国外没回来 我就没跟你提起 这次刚好你分手了 小楚也回来了 这说明你们的缘分来了 你们俩很合适 你们俩结婚吧 爷爷 这是你别瞎操心了 你住口 你自己多大岁数了心里不明白 别的姑娘也就罢了 但小秦是个好姑娘 难得现在这个好机会 我就想着让她当我的孙媳妇 小秦 我这孙子什么都好 就是情商低了点 人目睹了点 别的还是很不错的 只要你同意 什么条件你尽管开口 你不用管这小子的意见 我跟你说 张楚现在是 爷爷 这种事你别掺和了 还是我们自己谈吧 我算是看出来了 爷爷是真的喜欢这个女孩 我再不阻止她 等一下把我老底都给说出来了 那好 你们的事我就不掺和了 你们自己谈 你给我好好表现 加个微信吧 我今天还有其他事 明天约个时间再谈 张爷爷的好意小情 实在不知道怎么拒绝 但婚姻大事不能二戏 这张楚也算是帮她解了围 于是就跟张楚加了微信 张爷爷 没事我就先走了 去吧去吧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 刚才那姓吴的姑娘 也是您介绍的 您为什么不跟她说我的身份 您要是说了 孙媳妇不就有了 吴小姐是张爷爷 以前岂有的孙女 岂有说自己孙女有多好多好 所以今儿借这个机会 就叫她过来看看 但是这姑娘一进门 就各种挑三拣四 张爷爷实在是喜欢不起来 因此张楚介绍 自己一穷二白的时候 并没阻止 小秦不一样 吴小姐跟她比不了 她跟吴小姐哪里不一样 小秦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是个不错的女孩 我早就想介绍给你 现在你公司都搬回国内了 自己好好把握 早点把婚结了 演了却爷爷的这桩心愿 别让我死不瞑目 爷爷 您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听你的还不行 哼 你看爷爷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活几年 这是你自己看着办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爷爷 就把小秦给我娶回来 这些年要不是他经常来看我 我死在屋里 可能都没人知道 晚上你约个时间 咱们谈谈 晚上我在家 你随时都可以过来 你好舅舅 小秦啊 你表哥过段时间就要结婚了 要去市里买套新房子 所以要把你住的这套卖了 不是舅舅不让你住 我明白 我在找房子了 找到了马上就搬出去 太不好意思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 舅舅你这房子打算卖多少钱 这房子比较急着卖 别人最多出六十万 小秦小时候父母离异 谁也不想管他 是外婆把他一手带大 这个房子 承载着他二十多年的回忆 如果有钱就可以买下这套房子 不知怎么 他突然想起张爷爷的话 心里微微一动 进来吧 你好 你想聊些什么 今天你也听到我爷爷说的话了 现在正式介绍下 我叫张楚 父母离异 这些年和母亲在国外生活 他在国外结了婚 短时间不会回国 我还有个弟弟是跟着我父亲的 他们不在敏偿 我回来是因为我爷爷 他年纪大了 我得陪他 你还需要了解什么 可以直接问 你现在回国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没工作 有一部车 没有房子 暂时住在爷爷这里 我爷爷很喜欢你 那你的想法呢 要是因为张爷爷的话 其实你没必要听他的 也不完全是 婚姻对于我来说不是必需品 和谁结婚都一样 主要是让老人家开心 我爷爷说的对 反正你不必考虑我的意见 主要是看你的意见 你也不需要马上做决定 可以慢慢考虑 拒绝或答应都行 那你有存款吗 存款不多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不会饿着你 那我也介绍下自己吧 我叫小秦 今年二十七岁 外婆走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跟父母十几年都没联系 现在在华盛科技上班 工资六千多 谈过一次恋爱 华盛科技 你有什么要求 张爷爷说财礼 我说了算 要想买下这房子 林峰欠我二十万 加上我身上还有一点存款 只能这样了 我要三十万财礼 财礼你要自己出 不能让张爷爷出 行的话我们就去领证 你很需要钱吗 你要是觉得太多 二十万也行 但是不能低于二十万 三十万也不是很离谱 我可以介绍 那你有什么嫁妆吗 嫁妆就是这房子 你可以住这里 也可以加上你的名字 这房子离张爷爷近 照顾他也方便 小秦以前没有像过亲 却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这哪里像是在相亲 简直就跟谈判一样 可只有买了这套房子 他才能继续在这里住 所以他的财礼很关键 那行 三十万我出 加我名字就不必了 你要是不宽裕的话 给二十万就行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什么时候去领证 这么快 既然谈好了 早晚都得领 刚好这两天我有空 就早点把证领了吧 小秦沉默了片刻 看他那么爽快 自己也不好磨叽 那好 等你钱转过来 我马上跟你去领证 谈好之后 张楚就离开了 回到了爷爷家里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这就是你看中的女孩 当然了 怎么了 谈好了 张楚也没过多解释 心想这女孩心思深得很 跟爷爷口中的好女孩差得远 不过看爷爷这么开心 花三十万能让爷爷开心 倒是无所谓 结婚这事 您先不要大肆声张 我不想太麻烦 什么意思 结婚不得白酒席 让亲戚朋友过来喝喜酒 结婚关键是领证 酒席以后办也可以 最起码你也得让我了解他 熟悉他 如果现在办了酒席 万一以后合不来分手 他也不好再嫁人 你说呢 你这臭小子 还没结婚就想分手的事 万事都有可能 你喜欢他不代表我也喜欢他 再说了我是说万一 你也别想太多了 那行 你们先接触培养感情 酒席以后再说 你银行卡号发给我 下午三点带上户口本名证据件 小秦怎么也想不到 就这样就决定了他的未来 好 小秦 你哪有凌峰在外面找你 小秦 我们好好谈谈 别生气了好吗 你想谈什么 我们的事 昨晚跟我父母商量好了 房子只写我的名字 他们也同意了 我们之间 你觉得是写谁的名字的问题吗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的就是你的 你就别为了这点小事而计较 这是你态度的问题 多亏了你父母让我看清了你 你快点把钱还给我 我们已经结束了 小秦 你闹够了没有 非得跟我计较这点小事 有意思吗 难道你就没想过 跟我好好过日子 你说的没错 你应该懂得分手是什么意思 请你别来打扰我了 小秦 你别这样 是我错了 房子的事我们在商量 你别跟我分手 我不能没有你 不好意思 我要结婚了 已经约好下午去领证 以后你别来找我了 省得让人误会 小秦的话 林峰根本不信 他这么保守的人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和别人领证 我知道你在说七话 你也要顾及下我父母 别让我为难 他们养大我 也不容易 我真的想和你在一起 这样吧 我回去再跟我父母争取一下 房子加上你的名字 这样总行了吧 不必了 我没有说气话 我彩礼都收了 你不信拉倒 我最后说一遍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别来打扰我了 小秦说完就走了 他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回头了 既然张楚的钱都收了 就应该想着过好接下来的日子 中午下班后 跟主管请了下午的假后 就赶着回家拿户口 到民政局的时候 看见张楚在一辆宝马车旁打电话 我现在有事 晚点再谈 你迟到了 不好意思 回去拿户口本了 那走吧 速战速决 小秦愣了一下 看了眼他这辆车 以前林峰想买这款车 所以他还算了解 这车价格得七八十万 你开这么好的车啊 这车是我车库里最便宜的车了 贷款买的 他和张楚之间没什么感情基础 说白了就是交易 自然该问的还得问清楚 你贷了多少 一个月要还多少 你放心 没多少 我自己还 以后生活开销我也会给你 那你还有其他的债务吗 没有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就进去领账 领完证后 小秦头脑一片空白 没想到 他就这么把自己嫁出去了 我先走了 有事打电话给我 小秦看张楚这么冷漠 又看了手里的结婚证 有些担忧今后该怎么相处 回到家后 他准备做顿丰盛的晚餐 就去通知张爷爷晚上一起吃饭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终于了却了爷爷的心愿 爷爷 张楚他喜欢吃什么 你随便做 别管他 他不挑食 那我回去做饭了 以后就在爷爷这里做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 别分你的我的 小秦想想也对 张爷爷腿脚不好 走来走去也不方便 那行 以后就在你这边做饭好了 自从外婆去世后 小秦就把张爷爷当做自己的亲人 经常做点吃的去看望他 张爷爷赞赏的看了小秦 眼眶也有几分湿润 他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女 臭小子你在干嘛 我在公司开会 这都几点了 你还开会 你今天什么日子 你是不是忘了 今天不是周一吗 你 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 你开啥子会 给你半个小时 你不回来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张总 您今天结婚啊 怎么没通知我们 今天先到这时 明天继续 小张 把早上那辆最便宜的车开过来 以后不用你接送了 张总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你别开除我啊 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 赶紧去 哇 今天菜好风尚 今天日子不是特殊吗 小秦 委屈你了 结婚这么仓促 什么都没办 不委屈 结婚主要是两个人过日子 其他的都是表面形式 再说了就算办了酒席 我也没有多少亲人来参加 张爷爷心疼的看了小秦一眼 以后爷爷和小楚都是你的亲人 你在外面大胆把腰板挺直来 小秦心中留过一丝暖意 他对这段未知的婚姻有什么忐忑 无论将来如何 他至少有了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爷爷 不像林峰的母亲 第一次去他家 不但给他下马威 吃完饭还叫他去收拾 给一百块的红包 在林峰面前说给一千 爷爷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工作的事忙完了吗 还在找 爷爷 他刚从国外回来 找工作应该容易 应该找几家公司对比下 才确定去哪里上班 反正你已经结婚了 我也不管你工作的事了 小楚想测试小秦的人品 反正我信得过小秦的人品 不怕小楚测试 吃完饭后 小秦收拾好碗筷就去了厨房洗碗 还不去帮忙洗碗 真当他是保姆 快去 我来帮你 不用马上就好了 这是小秦的手机响 一看是林峰打来的 下意识看了眼张主 不接吗 是推销电话 小秦说完就把他拉黑了 他还是不接你电话吗 他竟然把我拉黑了 那怎么办 他不会真要去告咱们 我也不知道 烦死了 别烦了 那小秦我一直看他不顺眼 等你真和他结了婚这日子指不定得过成什么样 再说了 那钱是他自愿拿出来的 我们又没逼他 这套房子一百多万 他出二十万就想加上名字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你别看他比较文静 他的脾气很绝 你想说一不二 我看他是在威胁你 他不接你电话就别管他了 让他几天 说不定他就回来找你了 这张卡你拿着 以后每个月我会打六千块里面 帮生活费 不够你可以说 不用这么多 我们三个人花销三千就够了 而且你工作都还没找到 我自己也有工作 之前我跟你说了 生活开销我会负责 我还轮不到你一个女人来养我 难道他给六千生活费 要我在家当全职 按你说的也可以 但我不能辞职 我要继续上班 随你 这是你的自由 这房子有三个房间 你要睡哪个房间 我睡你隔壁这间 他不和我睡一起 那真是太好了 还有不该打的歪主意不要打 我们暂时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准 谁对你打歪主意啊 早餐我做好了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等一下给爷爷送过去 我要赶公交车 来不及了 好 我跟你一起下去买点东西 那边有小卖部 我知道 小卿 你为什么把我拉黑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别来找我了 你别生气了好吗 我给你道歉 凌峰 我已经结婚了 别来打扰我 这时凌峰才注意到 小卿旁边的张楚 这个男人无论是身材和颜值 完全碾压他 难道是他 没错 就是他 我不信 你肯定随便找个人来骗我 凌峰一看这男人气质很不一般 什么可能看得上小卿 张楚没兴趣看他们在这里 上眼于情未了 刚要走就被凌峰叫住了 你别走 你们真结婚了 真的怎样 假的又怎样 小卿 你就找这样的人 你没看出来 他不喜欢你吗 那你喜欢我吗 你别再来找我了 我是怕你被骗了 他是怎样的人 你了解他吗 他是怎样的人 不用你操心 到此为止吧 我上班要迟到了 哼 要不是因为那二十万 我才不会再来找你 朋友 你知道小卿 是怎样的人吗 哦 什么样的人 我们谈了两年 这几天商量结婚的事 因为房产正写谁的名字闹崩了 我父母买的房子 他竟然要求写他的名字 还要二十万彩礼 我拿不出来 他就要和我分手 这样的女人 你居然敢和他结婚 我不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 你背着别人说他的坏话 可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迟早会后悔的 小卿匆忙赶到公司 发现气氛不对 到处打扫得很干净 你们在干嘛 昨天下午主管说今天有重要的客户要来 你昨天下午刚好请假 是什么客户 这么隆重 好像是国外的企业 他们的总裁刚从国外回来 要在国内发展业务 要跟咱们公司合作 我听说他就是上次要收购我们的公司美城 这次是来谈入股的事 不管是收购和入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还真有关系 如果被收购 我们要面临下岗 要是入股收不定会涨工资 舅舅 小琴啊 这房子和别人说好了 等我们回去就办过户手续 你要提前把房子找好 舅舅 这房子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你也在这住了几十年 你舍得卖吗 你表哥要结婚了 只能卖了给他买婚房 这房子我想买 能不能卖给我 什么 你要买 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家迟早要嫁出去 买房子不是浪费钱吗 你就卖给我吧 我给你全款 再说了以后逢年过节你们回来 也可以在这里住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我记得你谈了个男朋友 是不是他给的 你别乱花人家的钱 不然到时候说不清楚 我明白 我没花他的钱 那好 房子等下个月回来面谈 好的谢谢舅舅 通完电话后 小琴就把林峰从黑名单拉出来 给他发了消息 快把钱还给我 别逼我起诉你 停 走 一起去看看 那个客户来了 又年轻又帅 是吗 你就不好奇他长得有多帅吗 我一个已婚妇女有什么可好奇的 再说家里那个已经是非常帅了 那个什么客户还能有张处好看 我本以为客户是那种老头 原来那么年轻 早知道我就去接待他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 要是能加个微信就好了 王婷 你醒醒吧 这种高富帅是不会缺女朋友的 他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们 你就让我做做梦不行吗 好了好了 出去上班吧 小琴说完就走了出去 经过会议事实 看到几个女同事往里面偷看 她也往里面看了下 但这个角度看不到什么 只能看到一个背影 看背影确实年轻 小琴隐约间 觉得这个背影好像有点熟悉 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你们没事干嘛 张总 对于你的加入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不过股权分配问题还得商量一下 张楚淡淡地看着对面的董事长 面无表情说道 我之所以选择你们 是因为你们公司刚好在闽长 我的条件和意向合同里写得很清楚 股权分配我的底线是60% 没什么好商量的 张楚这话一出 对面董事长和总经理下出一身冷汗 这明摆着要是谭不拢 他会强硬收购公司 张总 万事好商量 我们双方各退一步 柱子你再加一成 股权我跟他们再商量 这样我跟董事会也好交代 杨总 我注资入股 不是对你们公司的股票感兴趣 而是贵公司的产品打动了我 合作后公司的利润 远比现在你们公司的利润多得多 不过现在我看也没必要了 张楚说完准备离开 就被杨总叫住了 我看得出来 张总是诚心合作 股权的是三天内给你答复 好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张楚说完就走出了会议室 没走几步 忽然看见小琴正低着头看文件 她的内心有了一丝波动 杨总看张楚走着走着不动了 也下意识地抬头 顺着张楚的目光看去 她是行政部的 负责后勤和档案资料的 张楚也没说什么 直接朝电梯口走去 这时刚好小琴也看到了张楚 张楚什么会在这里 应该是来找工作的吧 这时也是下班的时候 同事王婷叫她一起吃饭 你在发什么呆 走吃饭去 好 走 俩人刚走出公司门口就碰到了凌峰 你男朋友可真好 大中午的来接你 她不是我男朋友了 什么 小琴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小琴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你们去吃吧 凌峰几乎哀求地看着她 希望她能给自己一点面子 小琴沉默了片刻 想着她还欠自己的二十万没还 趁这个机会叫她把钱还了 走吧 上车 这是谁的车 凌峰神色有些不自然 她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上个月订的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谁知道你 小琴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 你不是跟我说买房没钱副首付吗 叫我拿二十万副首付 买了房嫌你母亲的名字 又赶在结婚前买辆车 属于你婚前财产吧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 小琴你说什么呢 这车买了你也可以开啊 谢你一个星期内把钱还我 不然就等着收律师函吧 小琴你别这样 先上车再说好吗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有这时间 不如想想办法把钱还我 小琴说完转身就走了 想起和凌峰分手后 每次见面都能刷新对她的认知 被她一闹下午上班都没什么心思 一到五点就下班回家了 在小区超市买了菜回家的时候 张楚的车从她前面开了过去 停在前面 张楚 张楚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是张楚第一次近距离打量小琴 她居然没有化妆 浓密的眉毛是天生的 纤长的睫毛也是天生的 如果不仔细看 就像是画上去的一样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张楚回过神 主动接过小琴手里的菜 给我吧 我今天看到你了 你在哪里看见我了 在我们公司啊 你是不是去找工作 嗯 找工作 我们公司待遇还是挺好的 你要面试什么职位 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你不用帮我打听了 今天面试没通过 不会吧 你不是海龟吗 连出事都没通过 没通过很正常 专业不对口 你学什么专业的 金融 小琴愣了一下 我们公司是软件的 她学金融的什么会到做软件的公司面试呢 金融跟软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别灰心 以你的学历一定会找个适合你的工作 现在她晚上都在张爷爷家里做饭 吃完饭就回自己屋 真是太方便了 张爷爷看见小琴走了 张楚关在以前的卧室不知道在干什么 直接推门进去 张楚正在开视频会议 就没理会老爷子 你都已经是结婚的人了 还待在我这干什么 说完张爷爷就去收拾张楚的衣物 爷爷 你先放着 等我开完会我自己收 你已经成家了 要开会上你家去 这不是我的家吗 这是我的家 这次张楚回来想陪老人家安度晚年 真不知道小琴给爷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 连最统自己的爷爷都无法交流 好了 我现在就过去 哼 这还差不多 你这是 张楚沉着脸 直接进了卧室 真是莫名其妙 是谁惹了她 脸这么臭 王婷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为什么他们看我眼神怪怪的 刚才凌峰妈妈来了 什么 她来干嘛 说了些什么 小琴 凌峰在我印象里觉得人挺好的 你干嘛要跟她分手 两个人合得来 何必在意身外之物 听了王婷的话 小琴这才明白 肯定是凌峰妈妈说了她坏话 所以这些同事都对她冷眼相看 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于是王婷就跟小琴说了刚才的事 原来凌峰妈妈早上很早就来小琴公司 我家小峰什么会摊上这种女人 她说要在城里买房 我们就把乡下房子卖了 就在城里买了房 还嫌弃我们脏 不跟我们一起住 这也就算了 还要求一个月内拿出二十万当彩礼 拿不出来就分手 你们说说 这不要了我们的命吗 我儿子小峰那么喜欢她 为了结婚低声下气地求她 遭她无情地拒绝 现在我儿子吃不下睡不着 都生病了 你们帮我叫她出来 我想当面求求她 我们不是不给她二十万彩礼 只求能多给一段时间 大姨 她现在还没来上班 等会她来了我们帮你转告她 你先回去 你在这里会影响我们工作 小琴听完这些 压住心中的怒气 她竟然无耻到这地步 为了不还我的二十万 连脸都不要了 还想用舆论逼我嫁给她 这样就不用还钱了 如果我不嫁给她 那我就成了贤贫爱富的人 让我在公司身败名裂 他们真是无耻 小琴你进来一下 郑主管 有什么事吗 小琴 你的家事应该私下解决 不要带到公司来 这样影响不好 她这是颠倒黑白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事情怎么样我不想知道 我不希望有下次 这是要使客户碰到了成何体统 你自己回去处理 要是处理不好 就等处理好了再来上班 好 我明白了 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晚上有个应酬 杨总安排你和王婷去接待客户 地址我会发给你 你早点去安排 好的 我知道了 下午六点 小琴和王婷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王婷显得有些激动 小琴 晚上的应酬就是昨天来的那位客户 杨总安排我们来接待 这说明我们是这公司最漂亮的 为什么不能是工作能力最强的 那应该找郑主管啊 其实杨总这次特意安排他们 纯粹就是那天张楚多看了小琴两眼 谈业务吗 自然是要投其所好 等到七点多的时候 杨总的车才来 杨总 客户还没来吗 在路上马上就来了 小琴 来了来了 这客户真的很帅 我绝对没骗你 小琴被他说的也有点好奇 这客户帅成什么样 能让王婷那么激动 怎么不是他 杨总也有点诧异 怎么来的不是张楚 杨总你好 我是DK的副总蒋桓 张总叫我来跟贵公司洽谈 杨总你好 里边请 你什么了客户来了 你反而不高兴了 这个不是昨天那个客户 这位副总已经很帅了 还年轻有为 你竟然还嫌弃 走吧进去 王婷没了开始的热情 出去拿酒的时候就趁机跑了 小琴没办法 只能一个人拿着酒给他们倒酒 走到蒋桓身边的时候 蒋桓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小琴一留神 酒直接洒在蒋桓身上 小琴你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我帮你擦 没事 我自己来 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 公司要你何用 是我唐突了 吓到杨总的员工 实在是抱歉 难得蒋桓这么宽宏大量 小琴 下次注意点 别再这么蛮状了 好的谢谢杨总 谢谢蒋总 行了 你下去吧 这里我们自己来 小琴这才如是重负地离开了 他不知道的是 蒋桓出了酒店后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跟那位杨总喝酒真没意思 蒋桓笑了笑 对着张楚说 我见到你老婆了 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干 好好 我只是很好奇 能跟你结婚的女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过看样子你不太满意你老婆 你为何还要跟她结婚呢 张楚瞪了他一眼 回去了 我刚来你就要走 话不投机 你这家伙 第二天小琴去公司上班 发现同事见了他纷纷躲开 凌峰妈妈的那番话已经在公司里传开了 小琴长得漂亮 有喜欢他的男生 也有嫉妒他的女生 趁这个机会自然要踩上一脚 在洗手间都能听到他们的意味 二十万财力其实也不多 他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这还不过分 凌峰那么喜欢他 还嫌弃他母亲当 依我看他就是舍不得凌峰对他的好 还想要钱 我也觉得是这样 凌峰不但长得帅 而且人也不错 还是个潜力股 他太心急了 好歹结婚钱装一下啊 几个人正说着 小琴走了进来 他们尴尬地笑了下 灰溜溜地走了 小琴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响着 凌峰不是想要这二十万 我偏不让他如愿 他拿出手机 在通讯录里找到了一个躺了很久的电话号码 是小琴吗 黄学长是我 你居然会给我打电话 好惊喜 你肯定是有事找我 学长 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律师吧 是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嗯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想当面咨询你一些问题 没问题 晚上我就有时间 要不就晚上 好 我等下地址发给你 晚上见 他毫不犹豫拿出二十万给凌峰买房 没想到凌峰会因为这笔钱对他步步紧逼 将丑恶嘴脸暴露无疑 快下班的时候 小琴给张楚发了个微信 晚上我有事 不回去做饭了 你跟爷爷自己弄点吃的吧 张楚七点多才忙完 看到了小琴发来的消息 排车回家的路上 不经一转头 看见了旁边咖啡厅里的小琴 张楚看见小琴和一个男的面对面坐着 不知道谈些什么 还时不时冲他笑 这就是他说的有事 张楚看到这画面 顿时心情莫名其妙有些烦躁 虽然还没有感情 好歹已经和他领了证 名义上是自己的妻子 学长 麻烦你了 不麻烦 这是我的职业 即使我们不认识 我也会帮你 小琴和黄华是大学同学 当时黄华对小琴比较好 大家就起哄他俩在一起 毕业后都投入工作了 就没有联系了 还是得谢谢你 你这些证据挺完整的 即使打官司 你也会赢 只是没想到你会准备得这么充分 这得多亏了学长你 每次看你朋友圈 分享的那些案例 我都受益肥浅 我以为你就随便点点赞 你居然真看了 就想着这些知识以后 也许能用上 想不到真用上了 看来我也没白发 对了 你是有何穷 下个月结婚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 那学长你呢 我还早呢 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 你这么优秀 会没女朋友吗 工作忙没时间找 十一点多了 我送你回去吧 那就谢谢学长了 别跟我客气 回到小区下车之后 小秦跟黄华挥手道别 谢谢学长 这么晚送我回来 等这事解决之后 我请你吃饭 黄华微笑道 好啊 那我就去下你这顿饭了 他们俩的互动 刚好被搂上窗户边的张楚看见 他冷笑一声 转身回到客厅沙发坐下 而小秦一进门 便看见张楚坐在沙发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觉察到了气氛有点微妙 张楚身上发出来的气息 显然不太对劲 你还没休息啊 还早睡不着 实在不好意思 我去见了一个朋友谈点事 谈得有点晚了 你去见谁跟我有啥关系 小秦愣了一下 感觉气氛有点不对 继续问道 你吃饭了吗 没有 我给你发的微信你没看吗 没有 爷爷不会也没吃吧 张楚没回他的话 一张冷峻的脸越发冷酷 我给你做碗面吧 爷爷这个点应该也睡了 我就不去喊他了 小秦默默地进了厨房 做了碗鸡蛋面 快吃吧 张楚悠悠地盯着他 好像要把他看透 盯得小秦全身有点发麻 在想今天好像没惹到他吧 再不吃 一会面坨了 张楚这才收回视线 低头看了那碗面 就吃了起来 好吃吗 李白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 可还是把整碗面都吃光了 你不喜欢吃面 以后我做别的给你吃 你赶紧去睡吧 明天还得找工作 小秦拿着碗进了厨房 张楚盯着厨房的方向 神色有几分松动 其实他晚饭已经吃过了 不知刚刚为何要说没吃 老张出来玩啊 回来这么久了 每次喊你都不出来 你那公司有什么好忙的 你在哪 酒吧 你来我给你发位置 你都已经结婚了 这么晚还在外面 你问的可真奇怪 结婚了为什么不能在外面 我是结婚又不是坐牢 张楚沉默了一下 还在琢磨对方的话 你到底来不来啊 你这么晚出去 你老婆呢 在家呗 你问的有点奇怪 哦 我明白了 你家老爷子又催婚了是吧 你过来 我给你传授婚姻的相处之道 让你提前学习一下 不用了 你玩你的 张楚面无表情地挂了电话 一抬头看见小晴从房间走了出来 他看了眼张楚 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张楚 我有件事和你说 什么事 我舅舅过几天要回来了 小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们 然后呢 这个房子是我舅舅的 不是我的 小晴说完低下头 星一横说道 之前是我骗了你 对不起 小晴说完静静地等着他说话 可等了很久 他也不说话 他抬起头 不解地看着张楚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要我说什么 你不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张楚的反应有点让小晴意外 他继续问道 他们本来要把这房子卖掉给我表哥结婚 我很想把这房子买下来 但是钱不够 所以才向你要了三十万彩礼 张楚一愣 心想原来是这样 小晴也豁出去吧 都说到这份上了 就全部坦白了 我本来想着等房子买下来 加上你的名字 但是钱一直不够 过几天他们也要回来了 所以跟你说一下 你要是觉得我骗了你 生气的话 彩礼钱就当是我借的 以后慢慢还你 张楚沉默了一会才开口 所以你跟我结婚 是为了买这房子 小晴硬着头皮 点了点头 就算是吧 你要是生气的话 离婚也行 你的意思是 谁给你三十万 你和谁结婚都行 我 或许吧 在你眼里 这房子比婚姻更重要 小晴越听越不对劲 看着他冷淡的脸 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不是也这么说的吗 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这句话直接把张楚顶住了 刚开始谈的时候 张楚说过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所以小晴才决定跟他领证 这样至少他不会有愧疚感 此时张楚也反应过来了 自己问的什么脑残问题 他神色不自然地说 对 我是说过 所以我们各取所需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这些 那这彩礼钱呢 给你的彩礼就是你的 你怎么处置和我无关 小晴暗暗地松了口气 话是这样说 到时候我把这房子买下来 就把你名字写上去 我也不占你便宜 随便你 小晴看他脸色确实没有生气 壮着胆又说道 还有件事 说 这房子还是我舅舅的 他们回来要住在这里 你现在住的房间 是我表哥的 那我住另一间 那是我舅舅住的房间 张楚一愣 他抬起头 神色莫测地盯着小晴 那我 你去张爷爷家住吧 说完气氛突然他静下来 张楚的脸也跟着沉了下来 他居然要赶我走 本来张楚也没打算在这里住 但这话从小晴嘴里说出 他莫名地有些不爽 张楚突然诡异一笑 笑得小晴有点头皮发麻 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夫妻 这 我知道 知道你还让我去爷爷家住 那没多余的房间了呀 小晴脑子一下没拐弯 说完他就后悔了 张楚突然站起来 朝房间走去 小晴意识到不妙 他赶紧跟过去 发现张楚正在收拾东西 对不起 我刚才脑抽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只是不知道和舅舅说这些事 张楚收好东西 走出了卧室 小晴跟在他后面 暗自懊恼 自己都胡说些什么 他还想跟张楚解释 他已经拿着他的东西 去了小晴的卧室 小晴呆呆地站在门口 想要的解释说不出口了 张楚转头看着他 我可以住在这房间吗 可 可以 小晴意识到了什么 脸一下就红了 从他决定领证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不过张楚自己 不和他住一个屋 这几天他也习惯了 一直没往那方面去想 我 我帮你收拾行李吧 张楚戏谑地看着他 好啊 小晴假装忙碌地 帮他收拾行李 张楚看了他很久 最后还是走了出去 我出去一趟 张楚这一走 接下来几天都没回来过 小晴心里也忐忑不安 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晚上讲的话 伤害了他 还是因为彩礼的事 他心里在生气 他也不敢和张爷爷说 但是张楚几天没回来吃饭 张爷爷自然也知道 张楚好几天没回来 我这就打电话 叫他回来 爷爷 你别给他打电话了 他可能在忙 哼 在忙他也得回来 你们才结婚几天 他就不回家 那以后还不翻天 小晴见张爷爷 执意要打 也有点着急 爷爷 他有跟我说 这几天在忙 忙完就回来 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张爷爷愣了下 他是这样跟你说的 是啊 爷爷 我们没有闹矛盾 你就放心吧 那行 爷爷相信你 不过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一定要告诉爷爷 爷爷给你做主 小晴心中一暖 好 我知道了 有爷爷在 他不敢欺负我的 张爷爷这才和颜悦色的笑了笑 那好 我们快吃饭吧 张楚因为公司 从国外搬回来不久 所以这几天都在公司里忙 那天晚上小晴说的那些 他并没有生气 张总和化身科技已经谈好了 这是合同你看一下 张楚接过文件就仔细看了起来 张总 你都好几天都没回去了吧 嗯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六 什么 星期六 助理看了他一眼 张总结婚公司都传开了 看他几天都没回家 这不像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啊 这合同没什么问题 就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好的 高续进程我派人跟紧一下 看你几天都没怎么休息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张楚点了点头 星想也该回去了 不然又要挨爷爷埋怨 对了 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 杨总让我通知你去参加股东大会 地点和时间我等下发给你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张楚开车回到小区 快走到楼下的时候就看到了小晴和林峰 林峰用一张银行卡甩在小晴眼上 他喊小晴出来还钱 没想到用这种方式 不就二十万吗 你竟然找律师起诉 我算是看明白你了 你就是个贱货 把卡捡起了 你说什么 我让你把卡捡起了 拿到我手里才算还钱 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清告 我们交往两年 你装得像个无欲无求的猎女 结果呢 刚跟我分手 转身就跟别的男人结婚 以前还说要跟我过一辈子 现在想想都想吐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还说感情不能用钱衡量 你现在不是看他有辆破车和他结婚吗 还在这里跟我装什么装 林峰在公司 正在竞争财务主管的职位 如果再不还钱 这件事闹大 主管的职位就彻底跟他无缘 而小晴等他骂完了 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 林峰被打得愣了一下 张楚刚要走过来 也愣住了 你竟敢打我 小晴冷冷地看着他说 林峰 两年的付出 在你眼里 既然是这样不堪入目 你挨这一巴掌 算是轻的了 现在我很感谢 你带我去见你母亲 她说的那些话 才让我醒悟过来 才没有继续 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还有 当初你说 要和我有个家 买房子钱不够 所以我拿出了二十万 结果 你们机关算尽 房产证写你母亲的名字 想尽办法 把我排除在外 现在 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 最没有资格生气的人 是你 林峰从惊恶中回过神 刚要将一巴掌打回去 就被张楚的手瞒住了 原来你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张楚低沉的嗓音传来 小晴也回过神来 她诧异地看着面前 这个男人 没想到她居然回来了 放开我 你叫林峰是吧 你接二连三地来 骚扰我老婆 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和人身安全 我会起诉你 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你敢起诉我 我还要起诉你们呢 你们在一起了 还来骗婚 你们就是骗子 林峰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和她 是在跟你分手后才领证的 你不要血口喷人 刚分手就领证 你当我是傻子吗 小晴一愣 刚分手就跟别人领证 说出去确实不太好听 你确实是个傻子 你骂谁 我不是骂你 我是在夸你 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你 你们这对狗东西 咱们走着瞧 说完 林峰灰溜溜地走了 小晴转头看向张楚 神色有些复杂 谢谢你 下次她再来骚扰你 记得报警 说完 两人就回去了 小晴看张楚一回家 就拿出笔记本办公 心想她这几天没回来 不知道是干什么去了 于是就试探地问 你找到工作了吗 找到了 是什么工作啊 张楚刚要开 门外就传来了门铃声 舅舅 舅妈 表哥你们回来了 表妹 很久不见 表哥想死你了 行了 赶紧进去 舅妈摇篮 一直都不待见小晴 听说她有钱买房啊 现在特别热情 小晴 这是你表嫂 她叫卉卉 小晴视线 这才落在卉卉脸上 长得又高又漂亮 难怪舅舅一家迫不及带回来举办婚礼 表哥王辉 初中文凭 能找到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真是祖文貌清烟了 表嫂你好 你好 大家进屋后 看到沙发上的张楚都愣住了 这是 舅舅 这是 这是 小晴看了眼神色如常的张楚 不好意思地说 她是我老公 什么 这跟你给我发的照片一点都不一样 不是 她是对门张爷爷的孙子张楚 你们小时候玩过 你忘了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她呀 张楚 我是王辉 小时候咱俩一个小学 还记得吗 张楚拧着眉 看了王辉一眼 我只记得小时候 你把我堵在箱子里 逼我给你写作业 还有这事 哎呀 那是小时候不懂事 不过你小子也真算 说好的帮我写作业 结果你把作业本交给我吧 害我被打了一顿 此时 舅妈摇篮也想起来了 结果话说 你打小我就觉得你这孩子有出息 现在长得这么帅 小楚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财务 既然你们回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需求 你别走呀 你跟我表妹结婚了 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 是啊是啊 等一下一起吃饭吧 张楚本想拒绝 转头看见小秦直勾勾地盯着她 沉默了一会才说 我没走 我回屋 他们忙着聊天 却没注意 卉卉一直盯着张楚 小秦看见卉卉的目光 她蹴了下眉 也没说什么 她就去了舅舅的房间 谈买房子的事 你看你现在都结婚了 舅舅不赞同你买房子 现在年轻人有钱都去市中心买房 你倒好还想买老房子 外婆常说 树叶都有根 人更不能忘本 而且我住这里习惯了 觉得这里挺好的 等以后条件好了 再去市里买 你自己考虑清楚 你要跟小楚商量好 别到时候因为这是闹矛盾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 商量好了那就好 我卡里有三十万 先给你转 过几天全部给你 至于林峰卡里的钱 她不能动 要叫林峰自己转账 如果取了她卡里的钱 说不定她又会起什么幺蛾子 而里面的对话 被站在门外的惠惠 听得清清楚楚 张楚刚好从屋里出来拿水 把她偷听的事抓个正着 不过张楚只是看了她一眼 惠惠像有种被看穿的感觉 朝张楚走过去 听王辉说你叫张楚 张楚没理会她 拿完水转身就走 惠惠又追上去 其实我和王辉才谈了半年多 张楚停住脚步 转身看了她一眼 然后呢 你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我对王辉还不太了解 我就是对你们小时候的事 有点兴趣 就想听你对王辉的看法 这个女人借着了解王辉的理由 来接近我 不知是何用意 问我 你找错人了 你应该去问她父母 她父母肯定只会说好话 我看你比较正直 应该不会骗我 你要是对她的人品 还有疑问 大可以跟她分手 你背后打听她的人品 看来你并不是真心和她在一起 惠惠一问 刚要说话 这时小秦走了出来 看俩人在说话 好奇地问 你们在聊些什么 张楚没说话 直接回了卧室 没说什么 就是问她和王辉小时候的事 张楚和王辉小时候 都没怎么玩过 表哥是个调皮捣蛋的野孩子 而张楚是三好学生 他们小时候 根本玩不到一块曲 她正要说呢 你就走出来了 是吗 是不是说表哥小时候 欺负她的事 我也不知道 表妹 要不你跟我说下王辉小时候是怎样的人 她小时候很调皮 不过人挺好的 对身边的人都很不错 也很讲义气 心直口快 我看得出来 她是很喜欢你的 是啊 我也觉得她比较重职 有时也挺可爱的 就和她在一起了 小秦听卉卉这么说 对她越发好感 王辉要啥没啥 而卉卉不仅长得漂亮 还是个大学生 她能喜欢表哥 小秦也是打心底高兴 表嫂 你也是闽城人吗 是啊 我父母都在闽城 我父亲在一家外起当运营总监 我母亲在艺术大学当教授 这么厉害啊 听到这里 她突然有点对王辉担心了起来 也没有了 他们在厉害和我也没关系 他们也知道我和王辉的事 等抽个时间大家见个面 这时王辉和舅妈买菜回来了 表妹 你想吃啥 今晚我给你露一手 我都行 你现在这么厉害了 都会做饭了 那当然了 你等着 很快王辉就做好了饭菜 表妹 快去向张爷爷过来一起吃饭 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是啊 她还是一个人住宝 快去叫她过来 这时张楚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看见小秦 我去叫 张楚来叫门的时候 张爷爷以为她又想跑回来 沉着脸 刚要关门 张楚无语地说 我是来叫你去吃饭的 吃饭 是小秦舅舅一家回来了吧 我在客厅里就听到了 是 那好 看看去 张爷爷是爱热闹的 她一来屋里更热闹了 张爷爷 你还认得我吗 张爷爷叹了她一眼 你是小灰 是不是 想不到你记性还这么好 我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我女朋友叫灰灰 张爷爷好 不错不错 我记得你小时候可调皮得很 时间过得真快 你都要结婚了 对了张爷爷 我记得你认识很多教授 卉卉的母亲在那个什么学校当教授 说不定你认识她呢 是吗 那卉卉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卉卉的脸色微变了一下 勉强笑着说 爷爷 你应该不认识 她是前两年才平上去的 小秦听到这话 不由地看了卉卉一眼 而张爷爷也没有继续问 这样啊 那好吧 来来吃饭吧 话题转移后 卉卉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吃完饭后 张楚先回了房间 小秦想到 现在她跟自己住一个房间 硬着头皮 也回了卧室 张楚正在电脑桌前处理公物 想着等会 可能要睡同一张床 脸颊不由的红了 张楚看了她一眼 心里微微一动 但想到她跟林峰谈了两年 眼神又暗了下来 你先睡 我还要工作 小秦暗自松了口气 麻溜的钻进被窝 可她睡不着 房间里 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 没过多久 隔壁传来会会的声音 王辉两人 这动静太大了 小秦抓起被子 捂住整个脑袋 而张楚听到声音 也没有心情工作 拿着笔记本电脑就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 小秦看张楚也没回来 小秦就去了林峰家 找她还钱的事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是不是想找我和好 告诉你 不可能了 小秦懒得和她扯 直接把卡扔给她 这卡我还给你 我不收你这张卡 你直接把钱转给我 林峰愣了愣 随即怒道 你破事什么这么多 你以为你是谁啊 好像觉得全世界都想算进 别人我放心 唯独你我不放心 谢你今天把钱转给我 不然到时候上法庭 就不是二十万的事了 你 要不是小区有监控 她真想给小秦一巴掌 小秦懒得和她废话 说完就直接走了 小秦想起 昨晚表哥和惠惠 动静太大 现在只想把房子买下来 赶紧让他们出去买房 而现在钱还差几万块 于是她就去了 上次咨询的信贷公司 工作人员给她 介绍了几份贷款套餐 小秦听完 就去了银行打印流水和征信 她在自动操作机操作时 蒋桓刚好进来办业务 她好奇地向小秦走了过去 秦小姐 小秦被吓了一跳 转身一看 原来是蒋总 你来这里办事吗 这样 你这是 我 我也是来办点事 蒋桓看到了 她在打印流水和手里的征信 已经知道她要干什么 和她试一下就离开了 小秦见她离开 这才松了口气 打印完资料 就去了信贷公司 蒋桓办完业务 直接去了公司 去了总裁办公室 看见了张楚正坐在沙发上睡觉 你昨晚去哪里了 竟然在这里睡觉 是不是被老婆赶出来了 张楚缓了一会儿 抬头瞥了眼蒋桓 你来这里干什么 蒋桓上下打量着她 而后说道 我刚才去银行 你猜我看到谁了 没兴趣 是小秦 张楚微微一顿 你好像对她很感兴趣 那当然了 能拿下你的女人 还能把你赶出来睡这里 我就更感兴趣了 你要是闲着没事干 那就回国外去 那边很多事等着你去做 你知错了 张楚没有搭理她 我看见她在银行 弄信贷材料 你是不是没给人家生活费 竟然还要老婆去贷款 难怪会被赶出来 你说什么 贷款 是啊 都已经是当丈夫的人了 还这么失败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还不笑掉大牙 张楚若有所思的看着蒋桓 想着自己已经给了她三十万买房 也给了生活费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小秦花钱也不是大手大脚的人 她为什么要贷款 难道是给 张总 在想什么呢 张楚却突然站起来 直接就走了 张楚开着车 又经过了上次那家咖啡厅 鬼使神差的转头一看 竟然又看到了上次一样的画面 小秦和黄华坐在相同的位置 小秦这次约黄华出来 是关于林峰的事 顺便让她看一下贷款合同 学长这份贷款合同有问题吗 你都已经签了 有问题也没用了 你就应该叫上我一起去 我只是不想太麻烦你 不过这到底有什么问题 于是黄华就将合同上不合理的地方 带她讲解 小秦听完黄华的讲解 瞪大了眼睛说 如果我按时还款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吧 是 可万一还不上呢 小秦释然了 幸好只贷五万 自己应该能还上 要是贷十万 还真不一定能还上 那贷五万我拿到手 能有多少 那得看对方的良心了 扣去各种费用 能到手四万就非常不错了 小秦第一次贷款 这些根本不懂 又着急着想把房子买下来 才会上当 以后要贷款 要去正规的银行 别去找民间小贷 很多人都会吃亏上当 说正事 林峰的事情 你要私下解决 还是走私法程序 他应该有找过你吧 嗯 他拿了张卡给我 我还回去了 叫他直接转账 这就对了 所以你不打算走程序 他要是把钱还了 就没必要走程序 我也不想把事闹大 上次林峰母亲去公司说他坏话 他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 所以他也不想把事闹大 那也行 到时候他还钱了 可别忘了你还欠我一顿饭哦 我不会忘的 小秦话还没有说完 抬头一看 居然看到了张楚 张楚一转身 和小秦四目相对 小秦愣了一下 黄华也顺着小秦的目光看去 你认识吗 小秦用行动回答了他 张楚 张楚瞥了他一眼 你怎么在这里 张楚又瞥了眼黄华 虽然没什么表情 可还是让小秦有点心虚 这是我学长黄华 是一名律师 接着又给猛逼中的黄华介绍 他 他是张楚 也是我 小秦突然有些说不出口 张楚没捎轻条 等着他说下去 他是你男朋友 不 不是 他是我老公 小秦咬着牙说道 而黄华更懵了 不是还在解决男朋友的事 这老公这怎么情况 而张楚没有反驳 看来是真的 黄华眼中露出一丝忧伤 这样呀 学长 这是说来话长 有机会再和你说 小秦也是怕黄华误会 为了跟张楚结婚 才和凌峰打官司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黄华走后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那个 你来这里是办事吗 是的 你也是在这里办事 啊 是的 小秦说完就急忙 把桌子上的合同拿起来 你拿的是什么 没 没什么 张楚淡淡地看着小秦 一副兴尸问罪的模样 虽然我们是因为某些因素 成为夫妻 但毕竟是夫妻 你不会瞒着我在外面 签下很多债务吧 小秦微微一乱 他低着头 像做错事的学生似的 那个 对不起 张楚盯着他没说话 而小秦老实地把合同递给他 我确实在外面带了款 不过你放心 这个钱不会让你还 我自己会还 张楚看了几眼合同 就将合同扔回桌上 小秦偷看了他一眼 居然没生气 这倒是出乎小秦的意料 要是换了林峰 只怕早就跳起来骂他啥 你带这些钱干什么 小秦见他没生气 松了一口气 之前我不是和你说 要买舅舅的房子吗 但是还差十万块 所以我就想去贷款 不过只贷到这么点 你很想要那套房子 除了那是我外婆留下的房子之外 我也想有个自己的家 市里的房子买不起 老房子也不错啊 他知道张楚对自己没感觉 万一以后离婚 起码自己还能有个住的地方 虽然这钱不让你还 但我还款的钱 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要是不高兴的话 小秦一时半刻 也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只能说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我能做到尽量做 什么都可以 嗯 他紧张地看着张楚 希望他不要提什么过分的条件 早餐不要煮鸡蛋 啊 就这条件 鸡蛋我不喜欢吃 早餐不要再煮鸡蛋了 还有做饭的时候 不要加香菜和芹菜 就 就这些吗 想到了再告诉你 小秦呆呆地看着他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问题 你要办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一起回去吧 啊 你不是来办事的吗 他迟到了 不等了 两人回到家后 王辉一家正准备出门 你们回来了 我们要去见慧慧的父母 正好一起去 这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小楚不是有车吗 我们可以坐他的车去 省得打车 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 小秦为难地看了下张楚 知道他不喜欢那种场合 舅妈 可是他的车 坐不了这么多人啊 有事 要不把车借给我们 你表哥会开 他带我们去 这 张楚车子借我 回来给你车子游 加满怎么样 哇 开这么好的车 贷款买的 他们走后 张楚就拿出电脑办公 谢谢你 谢我干嘛 谢谢你把车借给我表哥 张楚没说话 低着头继续办公 而小秦则出去买菜做饭 他果断把香菜和芹菜 加入了黑名单 晚上吃饭的时候 张爷爷突然聊起了慧慧 我觉得 那个慧慧跟王辉 一点都不般配 爷爷 为什么这么说 爷爷见过的人 比你们吃饭都要多 对方人什么样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听了这话 张楚抬头看了小秦一眼 那爷爷觉得 惧慧是个怎样的人 张爷爷只是撇了撇嘴 没说话 嫌弃之意很明显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小秦收到了林峰的转账二十万 和黄华确认没问题后 才彻底放下心来 张楚看 小秦拿着手机一直在聊天 就故意找个话题问他 你表哥一家 什么还没回来 他们可能在谈结婚的事 应该会晚点吧 再等一会 还没回来的话 我打电话问问 到了十一点多的时候 小秦刚要打电话问王辉 没想到王辉的电话 先打过来 大妹 玩肚子了 撞车了 怎么会这样 你们有没有受伤 小秦和张楚 赶到现场的时候 只有王辉跟舅舅在 而舅妈和惠惠不在 有没有受伤 只有惠惠和我妈 受了点擦伤 已经去医院检查了 就是 王辉心虚的看了眼张楚 张楚没什么反应 他来到车前看了下 车跟一辆兵力的撞上了 这下完了得赔很多钱 那是什么车很贵吗 三百多万你说贵不贵 张楚会不会打死我 不至于 他打死你 不得坐牢吗 定责了吗 还没有 我喝了点酒 估计选 你喝酒开什么车 别说那么大声 我也想不到 他的车会突然冲出来 很快 交警来到了现场 这车谁开的 王辉慌乱之下 指向张楚 他 他开的 张楚转过身 看了眼王辉 不是我开的 王辉愣住了 张楚是不是傻 酒驾的话 他这车可要被拖走了 到底是谁开的 你们最好老实交代 要是敢隐瞒 推卸责任 后果更严重 是 是我开的 来吹一下 好啊 你居然喝酒开车 车是谁的 车是我的 这车能万借吗 现在他酒驾 这车我们要拖走 暂扣半年 还要赔偿 对方车辆的损失 你要记住 车子不能随便借 我知道了 给你添麻烦了 你去和对方车主协调下 肇事者我们要带回去协助调查 这可怎么办 你表哥不会的坐牢吧 他毕竟是酒驾 会被拘留 而对方车主 刚才一直接电话 这回打完电话 气势汹汹 来到张楚面前 你看看 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 你知不知道 我要去签一个 很重要的合同 现在好了 损失几百万 你们要赔我 张楚面不改色 听他说完 转身对小秦说 你们先回去 这里交给我 你一个人可以吗 没问题 小秦看张楚那么淡定 也就没有那么担心了 舅舅 那我们先回去吧 我跟你说话呢 这是你打算什么解决 你想要怎么解决 要私了 还是要公了 我哪有时间跟你去公了 你没有时间 可以派个人来处理 我他妈的派谁来处理 你是不是傻 车子都被拖走了 还这么淡定 消消气 我来处理 原来张楚接到消息时 就被蒋欢打了电话 这位大哥 这是我老板 事情我来替他处理 你想怎么处理 直接跟我说就行 这是交给你了 车钥匙给我 我叫小赵来接你吧 车你开走了 我等一下怎么办 钥匙 对方车主一看 车居然是库里男 刚才气焰消失了 自己的员工 开库里男 老板竟然开得破宝马 属实有点梦幻 小秦和舅舅 去医院看了下 舅妈和惠惠 两人受点了擦伤 包扎下就回去了 这个车应该得赔不少钱 小秦 你叫小楚赔偿的单据 都拿回来 赔多少咱们得赔给他 但车子被拖走了 我们确实也没办法了 哎呀 我们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干什么 小楚几十万的车 都买得起 还会差这么点钱 是吧小秦 小秦低着头没有说话 你看你在我们家住 这么多年 我们也没说什么 也没说你房租 这要是租出去 好歹也有十几万了吧 你说这些干什么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再说了小灰就要结婚呢 你有多少钱赔 胳膊肘往外拐 最后一句声音虽然不大 小秦还是听到了 和舅舅聊了会之后 就回了自己房间 他也睡不着 再担心张楚处理的怎么样了 正想着张楚就回来了 你回来了 事情怎么处理 私了赔十五万 那么多 嗯 现在问题是我车被拖走了 怎么去上班 对不起 早知道就不让你借车了 现在说 之前没用 要解决问题 张楚之前说过 这车是贷款买的 要是再冒出一辆新车 小秦肯定会怀您 他现在最头疼的是 有车没法开 对方要十五万 没得商量吗 他本来要三十万 最后商谈为十五万 就算公僚走保险 也要十万左右 小秦想起舅妈说的话 开始犯愁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和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已经给我舅舅五十万买房子的钱 还差他十万 我去跟他商量一下 五十万卖给我们 赔的钱就不让他们还了 我贷款的几万 到时候去买辆电动车 我可以天天送你去上班 行不行 不行的话 等我以后挣了钱再还你 电动车 对啊 电动车多好 跑得快又不堵车 然后就是房子的事 算下来 房子里出了四十万 我们可以去做个公证或者协议 万一离婚的话 张楚看着他小嘴说个不停 其实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听到了离婚两个字 突然就打断了他说话 你算得这么清楚 是为了离婚做准备吗 我只是怕你吃亏 听了这话 张楚的眉头才稍微舒展了几分 只要你舅舅他们同意 我没有意见 真的吗 真的 小秦总算松了口气 忽然觉得他脾气真好 车被拖走了也不生气 谢谢你 对了 陪车主的十五万够吗 够了 我找朋友借了点 你朋友真好 你放心 我会跟你一起还的 张楚突然觉得 小秦是不是傻 刚才说房子 他出了四十万 现在又要和他一起还钱 想着不让他吃亏 却情愿自己吃亏 早点休息吧 明天早上还得委屈你 挤下公交车 下班后 我再去看看电动车 他能理解张楚 他毕竟是海归 多少还是要点面子 不然也不会去贷款买车 现在让他挤公交车 确实委屈他了 你睡吧 张楚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房间 小秦以为他是因为车的事郁闷 也就没有管他 早上小秦醒来 发现张楚闭着眼睛在沙发上 难道他在沙发上睡了一晚 小秦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他轻手轻脚地去楼下买早餐 回来后张楚也醒了 来吃早餐了 你在外面买的 来不及坐了 不过这家店挺干净的 你放心吃 晚上下班我提前准备 明天给你坐 你尝一下 这家店开了十多年 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 经常去他们家吃 生意特别好 每次去晚了 这个蟹黄包就没了 张楚吃着包子 听他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 而小秦现在面对张楚 似乎也没有那么拘谨了 愿意跟他分享一些琐事 然而新奇的是 张楚竟没有觉得厌分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最讨厌别人说废话 好吃吗 还行 那你多吃点 吃完我们就走 公交路线我已经查好了 去你公司坐168公交 坐实站就到你们公司对面了 吃完早餐后 他们就出门到公交站等车 他和张楚不是同一路公交 等了一会 张楚的公交先来 你快上去 不然等会挤不上了 张楚看着车里密密麻麻的人 猝了下眉头 我等下一班 等会人更多 你别磨蹭了 快上去 张楚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没一会车已经开走了 小秦无奈的叹了口气 只能等下一班了 希望你能挤上去 小秦看着他阴沉的脸 莫名觉得有点好笑 但他不敢笑 毕竟是他表哥 害他车被拖走了 我的车来了 我先走了 你自己在这里等啊 张楚看着小秦 轻而易举的挤上去 冲他挥手再见时 露出了他明媚的笑容 突然觉得有点恍惚 第一次见起公交 挤得这么开心的人 又想到一个女孩 挤在那么多人群里 张楚眉头又拧了起来 张总 你怎么在这里等啊 小秦来到公司 林峰的事似乎已经过了 公司里的人很少提起这件事 王婷 你在想什么 这是销售部的采购清单 你去处理一下 我在想那个客户 我感觉我失恋了 失恋也得把工作做完 我都失恋了 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 我真不知该说你什么 你就见过人家一次 连名字都不知道 这算哪门子的失恋呀 下午下班的时候 小秦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买了一辆 二手电动车 买完车之后 他就前往张楚的公司 DK集团 准备接他下班 张楚原来在这么大的公司上班啊 他拿出手机 就给张楚发了消息 我到了 你快下班了吗 张楚接到消息时 直接懵了 他竟然真的来接他下班 他没理会这条消息 没过一会儿 小秦又给他打了电话 你怎么不接你老婆电话 蒋欢走到窗户往下看 还真看到了电动车上的小秦 张总 你老婆来接你下班了 你还不敢紧锁 闭嘴 再晚点公司的人都下班了 到时候大家都会看见 你老婆骑电动车来接你下班 小秦看 给他打电话没接 应该再忙 就把车停在了不显眼的位置 并拍了照发给他 我在这里等你 忙完了来找我 没想到这条消息发过去 却很快就回复了 不用等我 你先回去 我再加班 你要加很晚吗 我等你吧 会很晚 你先回去 小秦只能骑着小电路回去 在路上买了菜 去爷爷家做饭 吃完饭就回去了 一进屋 就听见舅舅和舅妈 在讨论车子的事 小秦 你过来 怎么了 舅妈 今天我们去看你表哥了 拘留15天罚款2000 舅妈 你也别太当心 15天很快就回来了 昨晚的事处理好了吗 赔了多少钱 赔了15万 舅舅舅妈 你们能不能分担一些吗 什么 要赔那么多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我工资不高 张厨也才找到工作 15万 我们也实在拿不出来了 你们想想办法找朋友借点 我们尽量吧 但是我们想买这房子还差十万 舅妈为难的看了小秦一眼 小秦也猜到舅妈不想赔钱 60万房钱也想要 你看张厨的车都被拖走了 你们应该也要分担一点 舅妈还在犹豫 要不这样 赔偿的钱你们出十万 我们再凑个五万赔给车主 这样跟张厨也有个交代 小秦 这是咱们在商量商量 张厨这不还没回来吗 舅妈 这车是我的就算了 车毕竟是张厨的 况且我和他才结婚几天 我为你们着想 你们也应该替我想想 是啊 毕竟是小灰开的车 咱们也得替小秦想想 要不你把钱还给小秦 咱们把房子卖给之前那个买家 小秦一乐 没想到舅妈会这样说 这算盘打得可真好 把钱还给小秦 让小秦去赔钱 他再把房子卖给别人 一点也不亏 舅妈 你的意思是把房子卖给别人 然后你再拿出来还钱吗 你不是还差十万吗 我们现在也缺钱 只能把房子卖给别人 是啊 我现在没那么多钱 你要是急着卖的话 那就卖给别人吧 那头车主也催得急 你们把钱赔给他 我和张厨再去看别的房子 你难道不想要这房子 想啊 可是钱没那么多没办法啊 我想买这老房子 主要是老房子便宜 我要是向舅妈有钱 就直接去市里买了 你这丫头 咱们现在都缺钱 这可怎么办呀 要不这样吧 你把房子五十万卖给我 那十万就当是赔车主的钱 剩下的五万 我和张厨凑凑 这样我们也不伤感情 我对张厨也有个交代 舅妈还在犹豫 她是一分钱都不想赔 此时卉卉听到了 走了出来说 小钱这个方法 我觉得不错 毕竟都是一家人 虽然亲兄弟您算账 但有时候 还是要互相理解一下 你说的也是 卉卉家里条件好 舅妈很看重这个儿媳妇 自然要在她面前 表现的大度一点 那好吧 就按你说的 这房子五十万卖给你 赔车主的钱 我们可就不管了 小秦暗自松了口气 感激的看了眼惠惠 那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找个时间 去把房子过户了 什么时候都行 房子的事情总算谈妥了 小秦也松了一口气 张厨果然加班很晚 因为她一晚上都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 小秦刚要去上班 却看见张厨回来了 张厨 你这是下班 还是 张厨看了眼小秦 又看了眼电动车 我回来找爷爷 那你等一下 还要去公司吗 我送你啊 我下午去公司 你不用等我 哦 我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 那我中午来接你吧 不用 小秦直勾勾地看着张厨 神情有几分失落 你是不是因为车子的事在生气 为什么这么说 那你是不是嫌弃坐电动车 张厨没说话 她确实很嫌弃 可是我现在只能买得起电动车 你要是怕丢脸的话 那你去坐地铁吧 小秦要接送她 只是对她有所愧疚 想要补偿她 但没想到她会觉得丢人 张厨见她失落的样子 鬼使神差的开口 我确实是有事 要不你等我一会儿 说完她就后悔了 不知道自己心软什么 而小秦却喜笑颜开 好啊 那我等你 小秦赶紧下车 把后座擦了一遍 等着张厨下来 没过多久 张厨就下来了 你把头盔戴上安全 而且路上也没人知道你是谁 你就不会觉得丢人了 上来啊 小秦看向张厨 显然有些不情愿 但在小秦的注视下 还是坐了上去 你坐稳点啊 小秦在等红灯的时候 给她打气 你看 路上这么多电动车 没人注意到你的 张厨没说话 小秦 小秦一看 原来是公司的潘连 潘经理 这么巧 是啊 潘连视线落在张厨身上 可是戴着头盔 看不到她的脸 是你男朋友吗 看着不像之前那个 林峰以前经常去她公司 所以很多人都见过她 她不是我男朋友 是我老公 老公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几天 潘连再次看了下张厨 眼神带了几分轻面 一个男人居然要自己的老婆 骑电动车接送 活成这样真是没水了 小秦的眼光真是太差劲了 小秦看到潘连轻蔑的目光 心中有不悦 好在绿灯亮了 潘经理 我们先走了 说完小秦 就开着车往DK方向走 放心吧 她没看到你的脸 车子开到上坡的时候 车子突然加速 张厨惯性的往后咬去 她急忙抓住小秦的腰 小秦也紧张得身子都僵硬了 张厨也感觉到她的紧张 心想这实在是不像 谈了两年男友的人 后面车子平稳了 她的手也没放下来 而且突然不凡赶坐电动车了 还有几百米到的时候 竟然堵车了 旁边的车里坐着蒋欢 她拍了下张厨的肩膀 张厨面无表情 转头看她 看见蒋欢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还拿出手机拍照 蒋欢正想着 如何发挥这张照片时 张厨一伸手 就把她手机抢走了 喂 我手机 小秦听到声音 回头一看 蒋总 秦小姐 你什么在这里 小秦心想 蒋欢可能也在这里上班 为了不给张厨丢脸 便解释说 我送朋友来上班 朋友啊 是这位朋友吗 是啊 你这位朋友抢了我手机 他在DK上班是吧 看着有点眼熟 小秦有点疑惑 张厨抢人家手机干什么 人家蒋欢可是副总 可别把人给得罪了 张厨也没说话 直接把手机扔回蒋欢车里 我这里下车 自己走过去就行 还有几百米呢 没事 来得及 那好吧 我就先走了 你走过去也行 正好锻炼身体 小秦走后 张厨立马坐上蒋欢的车 而小秦上班却迟到了 小秦 你干什么去了 居然迟到了二十分钟 不好意思 路上堵车了 郑主管你就体谅一下小秦 他送老公上班 这一来一回可不就耽误时间了 攀怜这话听起来是在帮小秦 而实际上把他的老底都借了 小秦上次不帮他改工嫁条 现在他一直怀恨在心 小秦 你和林峰结婚了 小秦你送老公上班 你是啥送的 你买车了 怎么时候结的婚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众人七嘴八舌 问的小秦 不知如何回答 行了 现在上班时间 好好上班 小秦 你的私生活本来与我无关 但是 我不希望看到你因为私生活而影响上班 你好自为之 我知道了 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郑主管说完就走了 潘连也赶紧跟着走 老潘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来和你说说小秦这个事 他什么了 早上他骑电动车送老公上班 然后迟到了是吧 然后呢 你想说什么 你看他偷偷结婚 为了送老公上班都能迟到 你没发现有问题吗 你有话直说 别管弯抹脚 那我就直说了 这女人结婚后 下一步肯定要孩子 以后他肯定会经常请假迟到 他难道不会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 在考勤上坐手脚 他应该不是那种人 他是不是那种人 我给你说两个人 你去查一下他们上个月的考勤 我明白了 你是跟他有过节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我知道你说的考勤 这些事大家心里都清楚 你没必要拿出来说 难道你没找过他做这些事 再说了大家钻公司请假制度的空子 早就不是秘密了 一个月才两个小时 公司也不会去管这些 你现在拿这些出来说事 显然你和他有过节吧 好吧 老郑我们认识这么久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我就是看他不爽 一个小小的行政 你部门也不缺他一个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有什么过节 但是我没有理由开除他 你如果想出气 我可以把他调到你的部门 你自己看着办 好 你就把他调到我的部门 其他的你不用管了 小秦也知道 因为考勤的事 潘连已经怀恨在心 潘连进郑主管办公室这么久 肯定跟他有关 果然要下班的时候 郑主管找他 郑主管 你找我 小秦啊 你也知道现在公司不景气 上面说我们部门人太多了 那郑主管的意思呢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部门活不多 两个人就够了 但是你们跟了我这么久 让谁走我都不舍 所以我和其他的部门商量了下 分一些人去其他部门 那你打算把我调到哪个部门 销售部那边挺缺人的 那就销售部吧 你觉得如何 郑主管说的第一句话 小秦就已经猜到了 不是开除他 就是要把他调给攀连 我听从你的安排 销售部虽然没那么清闲 但是只要你业绩好 工资也很可观 所以你也别气馁 年轻人多学点东西也挺不错的 我知道了 我肯定不辜负郑主管的期望 好了 你可以去收拾一下 明天就去销售部报道 小秦转身 就离开了办公室 他知道是攀连在搞鬼 他想过离职 但这样正中攀连下怀 所以他选择服从 他倒要看看 攀连能对他做些什么 想到这里 他叹了口气 骑着电动车前往张楚公司 到了公司楼下 他就给张楚发了消息 我到了 马上 我车子停在你公司对面 你走过来就行 这里你公司的人看不到 张楚看着这条消息 神色有些微妙 这好像跟偷情一样 今天这么早就要下班 快六点了 还早 蒋欢惊呆了 这可不像工作狂说的话 以前你会说 才六点就下班 蒋欢将张楚上下打量一番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老实交代 是不是老婆来接你了 张楚没有搭理他 直接就走了 张楚一出公司 就看见不远处 小秦戴着头盔在电动车旁 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 好像一个特务 小秦 你来了 头盔给你 走吧 张楚再次将手放在他腰上 果不其然 他身子紧张的又僵硬了 小秦没有表现出来 跟往常一样 他以为张楚没发现 而DK公司内 几个高层 听说老板文件处理 一半就跑了 纷纷到窗户往下看 他们的张总 DK的总裁 一个身价几千亿的男人 坐在一个女人的电动车后面 他什么就做得那么自然 你知道什么 这叫浪漫 我真好奇 咱们总裁夫人长怎么样子 蒋总肯定知道 你去问他 你们站窗户干嘛 想集体跳楼吗 蒋总 快给我们看看 总裁夫人长什么样 你们都是公司的高管 在每个部门都能呼风唤雨 现在毫无形象 在这聊八卦 让你们的员工 看到了成和体统 在路上 张楚泰然自若坐在后面 你晚上想吃什么 都可以 现在去菜市场 可能已经关门了 超室友就是比较贵 那就别麻烦了 随便找个地方吃 外面吃很贵的 吃一顿一两百 都够买几天的菜了 现在咱们都欠着债 能省就省点吧 我有优惠券快过期了 小芹听到震话 把车停在路边 看向张楚 是哪一家 闽城玉石 小芹拿出手机查了下 距离倒是不远 人均要五百多 这也太贵了 我有九百多的优惠券 你哪来的这么多优惠券 快走吧 去晚了就关门了 张楚一边催他 一边拿手机 偷偷在操作什么 地方优惠券是不能一次性使用的 张楚盯了他几秒 他哪有什么优惠券 不过是随口忽悠他的 他家的优惠券 要在系统上查 才能查到 这样啊 那好吧 那么多优惠券不用 也可惜了 到了餐厅后 你好 我们查下那个优惠券 服务员愣了一下 诧异的看着小芹 优惠券 不好意思 小姐我们 服务员话还没说完 张楚瞬间把手机屏幕给他看 这是手机号 你看一下 服务员在电脑上输入那个手机号 黑金会员 黑金会员 是他们店里的最高级会员 是不是还有900多的优惠券 服务员茫然的看着张楚 好像也懂了他的意思 对对 不止900多 还有一千多呢 小芹也惊呆了 那还有多久过期呢 还有一年 他一边说 一边偷瞄张楚 看他眉头促起 赶紧改口 不过那900多只有一天了 这话说完 张楚眉头舒展了 服务员松了一口气 心想这有钱人 真难伺候 幸好你说了 不然这优惠券就浪费了 张楚点了点头 这是他头一次请吃饭这么难 那我们找个地方做吧 好 原来这就是高级餐厅 贵有贵的道理 以前我去过一家餐厅 代金券各种限制 嗯 那你多吃点 免得浪费代金券 这当然了 免费的 不吃白不吃 等一下再给爷爷打包一份 好 对了 这个代金券 消费多少送多少 消费一千送五百 这样的话 这里其实也不算很贵 小芹说着话 旁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 房子和彩礼 这些都是次要的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合得来 不必在意那些身外之物 小芹寻着声音望去 竟然是林峰 她对面坐着一个时髦的女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两个人合得来最重要 我这次来相亲 是应付我父母的 本来不抱任何希望 现在看来 也不是没有希望 是吗 那我们可以试着先接触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出来相亲呢 跟你一样 也是为了应付家里人 张楚看见小芹的目光 转头看去 原来是她的前男友在相亲 你以前有没有谈过女朋友 我谈过两次 大学一次 毕业后因为异地 最后无疾而终 第二个不提也罢 是不方便说吗 也不是不能说 只能怪我没能力 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原来是这样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三观很重要 我只是个普通人 只希望能和自己心爱的人 相亲相爱过一辈子 你可能会觉得我没出息吧 怎么会呢 人的一生没有什么 比安婉更重要 而且你也很不错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财务主管 以后肯定会更厉害 小芹听到这些话 差点吐了 她什么能睁眼说瞎话呢 要不是她了解林峰 差点就信了 你这看人的眼光真差见 听了张楚这话 她有点难受 的确她看人的眼光太糟糕了 而那边的林峰 此时也看到了小芹 脸色突变 怎么了 她就是我说的第二人 女人看了眼小芹 又看了下张楚 这个男人可比林峰帅多了 难怪会嫌弃林峰 过去打个招呼吧 算了吧不要打扰她了 其实她是心虚 怕小芹把她牢底给接了 但是女人几经向小芹走过去 你好啊 你是 我是林峰的女朋友 听说你是她前任 过来问候你一下 这女人叫李燕 家里是开连锁酒店的 妥妥的富二代 所以她这次相亲 根本不在乎对方的条件 而是找个自己能掌控的 而林峰看起来就很好掌控 你没必要问候我 我和林峰一点关系都没有 分手了也可以做朋友呀 李燕看了眼张楚 啊这是你男朋友啊 不好意思 我没注意到 张楚淡淡的看着她表演 小芹也没理她 这位帅哥 你是做什么的 听林峰说她的钱 女友因为钱和她分手 看来你应该很有钱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 算了 我们走吧 为什么要走 你怕什么 受害人是你 难不成你心里还有她 林峰心虚的很 她故作受伤的说 别说这些了 这位小姐 我和林峰已经分手 况且我现在也结婚了 你不用在这里针对我 如果你很喜欢她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结婚了 对 所以你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你 李燕从小养尊处优 从来没人敢这样对她 这时走过来一个男人 老楚 你果然在这里 我就说你借我的 张楚给了她一个眼神 让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你的朋友吗 嗯 她叫许天 家里收废品 许天懵了 她家什么时候变成收废品 这时候 李燕轻蔑的笑一声 好像是在说物以类举 你谁啊 笑啥呀 林峰 咱们走吧 许天一脸的莫名其妙 转头问张楚 这两人是不是你朋友 这么阴阳怪气的 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 哦 不是朋友 那就是仇人了 那也不至于 她是我 小秦看了眼张楚 看她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才说 她是我前男友 这样啊 许天很快就反应过来 蹬大双眼 看了眼小秦 又看了眼张楚 老楚 你竟然跟女生出来吃饭了 五介少下 她叫小秦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俩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 赶紧离开 嘿嘿 你有什么权利赶我走 我不走 我可是来吃饭的 小秦看了眼张楚 看来她是不想让朋友知道她结婚了 老楚 你回来这么久都不找我 在忙啥呢 找工作 什么 许天是一个富二代 从张楚找她借会员 又说她是收废品的 现在又说找工作 不难猜出她的意图 许天不由地多看了小秦几眼 小秦察觉到她的视线 不解的问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我有点吃撑了 你都没吃几口呢 我等会还要去收废品 吃太饱了 不好干活 那你平时是不是很辛苦 那肯定的 我可不像张楚国外回来的海归 我只能干点苦力活 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都是为了赚钱 其实不管做什么都辛苦 对的对的 还是嫂子会体贴人 这声嫂子 让小秦脸一红 她赶紧转移话题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和她从高中到大学 都是同学 只不过她大学只读了一年 就出国了 你不知道吗 小秦愣了一下 张楚很小就走了 她以为张楚很小 就在国外生活 不知道 那以前什么没见你回来过啊 你俩原来认识啊 我们小时候是邻居 原来如此 青梅竹马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老楚你也真是的 谈恋爱了 也不让我们知道 难怪你回来 也不跟我们联系 啥时候咱们搁几个再聚聚啊 再说吧 张楚实在不想和许天待下去了 她的每句话都让张楚捏一把汗 就怕哪一句话说漏嘴了 于是就叫了服务员买单 总共一千二 扣到带金券还剩六百带金券 请问还需要其他的吗 服务员的话 让小秦和许天都愣了 带金券是什么 这家店什么时候有带金券了 再帮我们点一份豆腐和那个丸子 打包带走 好的 先生请稍等 什么有那么多带金券 不知道 许天挠了挠头 他实在没搞懂 张楚在玩什么花样 菜打包好后 他们便走了 张楚拿着打包好的饭菜 拿去了爷爷家里 爷爷 吃饭了 小楚啊 你爸给我打电话了 你先吃饭吧 你真不回去看一下 没什么好看的 哎 当年他是犯了错 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毕竟也是你父亲呀 错误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老爷子看着张楚一眼 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孙子 说来说去 还是我的错 你先吃饭吧 一会凉了 我吃不下 当年你爸26岁 正是青春年少时候 他追求自由 追求至高无上的爱情 我觉得他不务正业 才逼得他娶妻生子 后来就娶了你母亲 你母亲性格也好强 两人生活在一起 一直闹矛盾 当时我才意识到 我可能做错了 但是孩子都生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 他们常年不回家 一回家就吵 所以我就带着你 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在这里隐姓埋名 过点清静的日子 在你八岁的时候 他们离婚了 你母亲就把你带走了 小楚啊 我看你都三十了 还没结婚 爷爷怕你受到父母的影响 对婚姻失去希望 好好的 你说这些干什么 爷爷年纪大了 有些话不说 怕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你又在说胡话了 你也别当心 人都有这么一天 爷爷只想告诉你 不是所有的婚姻 都是失败的 婚姻要两个人互相维持 如果只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 再好的感情 也会消磨殆尽的 小芹是个好女孩 你别瞒人家太久 不然以后有你后悔的 张楚默默的听着 没有说话 你爸和你不一样 他想去追求至高无上的爱情 而你呢 压根就不相信爱情 所以爷爷只能逼你结婚了 但凡你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爷爷是不会管你的 张楚越听越不对劲 你到底想说什么 老爷子沉默了一会 你和小芹 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 跟我说了这么多 你就想问这个 对呀 难道结婚到现在 一点都没进展 不知道 张楚瞥了下眉 他确实不知道 怎样才算进展 什么叫不知道 就是你俩亲手了没有 亲了没 爷爷 张楚生气的打断他说话 你早点休息吧 饿了就把饭热下 我先走了 你别走呀 你还没跟我说 你俩现在什么情况 老爷子在后面喊 张楚头也不回就走了 而张楚回到小芹家里 他们正在商量 房子过户的事 张楚你回来了 房子过户的事 我们商量好了 周五去过户 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张楚现在头脑里 都是爷爷的话 心不在焉的点了下头 我先回屋了 小芹看她情绪有点失常 连忙跟着进了卧室 张楚你什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爷爷跟你说了什么 没有 没事就好 那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你说 就是我考虑了下 房子过户时 还是写你名字吧 毕竟你钱出的多 我出的少 我有个居住权就可以了 房子还是你的 张楚愣了下 不解的看着小芹 不用了 写你名字就行 这什么能行 你出了那么多钱 写我名字 怕你吃亏 张楚听到这话 觉得好笑 你跟我结婚 是怎么想的 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 就是 就是买房啊 房子买完之后呢 这 小芹被问住了 当时结婚 确实是为了买房 都没有去想后面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但是都听你的 你看 你犹豫了 你明明有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要听我的呢 我就想听听你内心 最真实的想法 就是以后的想法 小芹沉默了一会 才磕磕巴巴的开口 其实 我没有想过这些 我这个人 没有什么大志向 只想着有个家 有个住的地方 不会去想长远的事 只想过好眼下的每一天 我也不知道 你心中的配偶 是怎样的女生 也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 我现在能做的事 要是将来 双方在利益上 有什么纠纷 我可以提前预防将来产生纠纷的准备 小芹看了下张楚 她没有什么表情 就继续说道 也许你会觉得我没出息 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张楚 我明白 我们在有些观念上不一样 在你面前 我甚至可能处于劣势 所以我把这段婚姻的选择权 交到你手里 因为在你身上 我挑不出什么毛病 也没想过离婚这方面 要是你觉得 我们不合适 离婚我也 也没有意见 这些就是 我所有的想法 张楚听完小芹的话 笑了下 虽然很淡 但可以看出 她是发自内心的 说得不错 你这不是挺有想法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 小芹听到张芹夸自己 脸都红了 其实我的想法 和你差不多 也没有往离婚 那方面去想 小芹愣了一下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对择偶的标准是什么 不过按我理解 这个应该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双方要是对另一半 加上条条框框 那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了 那就变成了商品 这不是我的初衷 也不符合 我对另一半的观念 小芹很诧异张楚说出这些话 结婚这么久了 两人头一次这么认真谈话 同时也很震撼 张楚的这番话 不是在找配偶 是找一个契合自己的灵魂伴侣 看来在国外待过的 就是不一样呀 其实我有件事想问你 你说 什么事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我有些事瞒着你 你会怎么样 小芹一时半会 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要看你隐瞒了怎么事 还要看到时候 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现在说这些 是不是有点早 嗯 有点早 张楚的话 像是一有所指 她也主动转移了话题 好了 现在说回房子的事 你说 既然目前我们都没有离婚的想法 咱们之间 有些账就不要算得那么清楚 这房子是你想买的 那就写你的名字 啊 这什么可以 所以 我们双方在没有离婚想法之前 还是按正常的夫妻相处 你也不必顾及我会不会吃亏 因为夫妻之间 没有谁吃亏这种说法 况且作为丈夫 赚钱给妻子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小芹听了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如果在婚姻中 无论任何一方 有了私心 有了占便宜吃亏这种想法 无论这段婚姻如何 都不会长远的 嗯 你说的没错 最后我想说 咱们的婚姻是平等的 谁都有决定权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喜欢的人 随时都可以离婚 反之亦然 我明白了 那好 那在我们没有离婚之前 就按正常的婚姻相处 好啊 你都这样说了 我也没意见 那房产证就写我的名字了 嗯 你需要用钱的地方随时和我说 小秦想不到张楚平时沉默寡言 今晚会说这么多 你刚才这么严肃和我说话 吓死我了 不过和你聊的这么多 我也受益匪浅 也很开心 是吗 是啊 你的话让我知道了 不一样的婚姻观 以及对配偶的观念 也让我了解到 不是所有的男人 自私自利 都会权衡利弊 张楚没说话 从他瞒着小秦的身份开始 就已经在权衡利弊了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休息吧 小秦看了眼他的电脑 又看了眼张楚 你晚上还要加班吗 张楚微微一论 他察觉到小秦眼中的紧张和忐忑 晚上不加班 早点休息 小秦脸色一僵 好 那我先去洗澡了 说完 他红的脸陶也似的跑出了房间 小秦回到房间后 我也去洗澡了 小秦假装镇定的说 你快去吧 张楚来到浴室 刚好碰到惠惠走了出来 张楚刚要进去 就被惠惠叫住了 等等 你这手表一千多万 表妹夫 是不是高仿的 张楚眼神变了下 散发着几分危险的气息 你还懂这些 懂些皮毛 所以是真货还是高仿的 你觉得我能带得起真货 说的也是 如果你买得起真货 也不至于住这里 那你这身衣服 难道也是高仿的 你家里不是很富裕 真假看不出来 贝贝微微一愣 我肯定能看得出来 只不过是随口问完而已 张楚没理他 直接就走了 惠惠盯着浴室的门 嘴角笑意也没了 他心里有些疑惑 张楚说自己带着高仿 为何没有一点心虚 哪有人会承认自己带假货 这个张楚 真是处处透着奇怪 而小芹躺在被窝里 对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 心跳的特别快 又很紧张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张楚进来了 站在床边 我可以上来吗 小芹红着脸 故作镇定的说 可 可以 张楚一下就上去了 躺在小芹身边 两人规规矩矩的躺着 小芹更是一动都不敢动 半小时候 小芹实在扛不住 沉沉的睡了过去 而张楚毫无睡意 眼睛盯着天花板入神 此时 小芹翻了个身 紧紧抱住了她 把她当成了抱枕 她这是忍不住要出手了吗 亏我对她还有几分好感 张楚没有动 想看她耍什么花样 但过了两个小时 小芹还是没动静 她竟然睡着了 早上小芹醒来的时候 张楚已经不在了 小芹愣了一下 昨晚我居然睡着了 她甩了下头 赶紧起床做饭 做好早餐后 张楚晨跑也回来了 两人安静的吃饭 谁也没说话 小芹看张楚脸色如常 也很配合她 当什么都没发生 吃完饭后 她送了张楚去上班 自己回了华盛 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销售部 小芹 你这是要搬到哪里去啊 我被调去销售部 肯定是攀怜故意的 你去了就不怕被她整死 死不了 大不了把我整出公司 反正你自己小心点 嗯 谢谢你提醒 对了 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小芹有些为难 想了一会才开口 假如一对新婚夫妇 老公躺老婆身边 她什么都没做 这说明什么 你说的不会是你老公吧 我 我就随便问问 要真是这样 我可提醒你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两人又是夫妻 躺在一起不为所动 只有两种可能 哪两种 王婷看了下旁边没人 在小芹耳边小声的说 要么喜欢男人 要么不行 小芹被王婷的话吓了一跳 不 不会吧 应该是不喜欢吧 这跟喜欢没多大关系 反正我是不信 你的问题有点严重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小芹拿着东西 前往销售部 心里在想着王婷说的话 张楚看着也不像不行 难道她真的喜欢 这个想法 小芹也没多大失落 毕竟两人还没什么感情 不过她不得不重新审视张楚 小芹正想着 潘连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你怎么这么迟才来 潘总 我搬东西去了 我没有迟到 我跟你讲下我们部门的规矩 每天要提前20分钟来开早会 要是迟到也是要扣全请的 好的 我明白了 那我坐哪个地方 你就坐这里 既然来了我的部门 就要遵守部门的规矩 别给我犯错 好 我明白了 说完 小芹就将东西放在桌上 打开电脑 电脑竟然是坏的 小芹知道这是潘连使坏 她也没生气 潘总 这电脑坏了 没办法工作 你刚来事情就这么多 坏了自己想办法 咱们是科技公司 要是电脑都修不好 你还上什么班 潘连看她是搞行政的 肯定不懂电脑 所以故意为难她 如果我自己修的话 潘总不会说我破坏公司财产吧 你要是能修好就不算 如果你修不好 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好 潘连看她淡定的模样 心里不禁犯嘀咕 难道这话评真懂电脑 而潘连不知道的是 小芹来华盛面试的时候 应聘的是工程部 不过公司看重她的形象 直接让她去了行政部 在潘连惊讶的眼神中 小芹已经把电脑修好了 潘总 电脑修好了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潘连心里本来就憋口气 这下更严重了 从桌子上面拿来一叠文件 扔给小芹 公司准备策划一款项目 你根据这份资料写份报告给我 好的 我给你一个星期 要是这份报告没有完成 或者有误 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后果你应该知道 知道了 潘连看她平静的脸色 有种一拳 打到棉花上的感觉 气得扭头就走 这潘连也够狠的 小芹刚来对公司的产品和业务 都不熟悉 就给她一份运营这么重要的任务 一旦有失误 就不是开除这么简单了 看来王婷说的没错 她不仅要让我离开华盛 还真想把我往死里整 小芹叹了口气 静下心来 把资料仔细看了一遍 看不懂的 就去问了旁边的同事 你好 潘总给了我一份资料 能不能请教你几个问题 小芹说完 看了眼对方的公牌 夏禅 夏禅看了她一眼 又看了她手中的文件 什么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了解 这份项目资料 我听过这个项目 这是不是小岩在负责吗 怎么给你了 是潘总给我的 那你需要问什么 就是这份资料的风险评估 和市场调研 数据准确吗 夏禅还算可以 小芹问的问题 都很耐心的回答 小芹没接触过运营这块 她把资料看了几遍 都无从下手 下班后 她来到张楚公司楼下 给她发消息 我在你公司对面了 老地方等你 没过多久 张楚就来了 这是什么 哦 这是公司的资料 我帮你拿 好啊 那谢谢你 张楚拿了文件 就坐了上去 看了眼文件上面写着 产品计划 她蹴了下眉 你不是行政部的 怎么跟产品计划 扯上关系 哎 这个说来话长 于是小芹就将攀连公报私仇的事 跟张楚吐槽了起来 等吐槽完也到家了 她叹了口气说 你说她好歹也是部门经理 格局那么小 就因为一点小事 把我弄到她部门去 不过这样也好 在她的打压下 我还能学到更多东西 张楚一边听她说话 一边随意的看了下资料 我现在要去买菜 你要一起去 还是自己回去 张楚正在看她的资料 头也没抬 多可以 小芹看她看得那么专注 好奇的问 你对这个也感兴趣吗 嗯 这策划写的真垃圾 你不是财务吗 怎么还懂策划 张楚抬头看着小芹 略懂一二 真的吗 那你还敢说策划写的垃圾 确实垃圾 那你说说垃圾的地方在哪里 全部都是垃圾 张楚看到小芹脸色不对劲 难道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的 如果是我写的 肯定更垃圾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才拿回来研究 算了 我去买菜了 张楚看着她闷闷不乐的样子说 这份策划写的太敷衍了 市场调研不够全面 运营策划也不够全面 以及竞争风险和市场风险 也没有准确的评估 小芹愣了一下 至少在这份策划上 看不到一点回报预期的点 所以垃圾 小芹盯着她一会 才惊讶地反应过来 原来你真的懂呀 那要怎么写才能通过呢 于是张楚很认真地给她讲了 这份策划的问题 以及如何做市场调研 小芹听的是心服口服 而小芹更不知道的是 张楚平时在公司的时候 从来不会在策划上浪费时间 只要不行地 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不可能这么耐心给对方讲解 所以也导致了 这份策划这么久了 没有通过 潘连才把这个麻烦扔给小芹 小芹经过张楚的讲解和点拔 瞬间也豁然开朗 我大概明白 要从哪方面入手了 现在仔细看 这份策划真的垃圾 你真厉害 不愧是海龟 行了 去买菜吧 这是张楚第一次来菜市场 她盯着小芹穿梭在菜市场的深夜 不禁有点恍惚 她原本接触的是 光鲜亮丽城市大厦的世界 而这里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世界 看她为了几毛钱 跟老板讨价还价的模样 无法理解 但她很开心 因为她省了几毛钱 张楚无法确定小芹是否幸福 但这一刻 她看起来是幸福的 买完菜后 今天买菜花了68块 够咱们吃三天了 是不是比点外卖更省钱 看她笑着 和她炫耀省钱的秘诀 眼里都是光 嗯 回去吧 他们刚要回去 忽然一辆破烂的车停在他们前面 老楚 嫂子好啊 张楚一看是许天 脸色微微依沉 转眼看到她开废品车时 脸色才好了点 原来是你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收废品 没想到会遇到你们 张楚没想到 当时随口一说 她就投入角色了 你们买菜是要回去做饭吗 正好我还没吃 嫂子 介不介意我去蹭顿饭 张楚刚要开口拒绝 可以啊 我正要回去做饭 你跟着我们走就行 好啊 好啊 很快就到了楼下 张楚 我先上去做饭 你和你同学一起上来 好 许天停好车后 高兴的走到张楚面前 见她冷嗖嗖的眼神 老楚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你是不是有病 那还不是你说我收废品的 你还好意思说我 我要是开辆法拉利的来 你能乐意吗 老楚我告诉你 你最好对我客气点 不然我就跟嫂子拆穿你 不过话说回来 你干嘛要对她隐瞒身份呢 你是要找纯粹的爱情吗 张楚一愣 看了眼许天 我又说错啥了 刚开始 她是担心小秦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 她不想让这种女人占便宜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接触 虽然还不全面了解 但隐约感觉跟自己想的有些出入 而许天刚才的话 让她想起了菜市场买菜的画面 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 如果此刻和她坦白 她要么满心欢喜 证实她爱慕虚荣 要么虽不会怪她隐瞒 但肯定会跟她拉开距离 她也不可能再用电动车 接她上下班 也不会再听到那些叙叙叨叨的琐事 想到这里 张楚愣了一下 难道我真的喜欢她接送我上下班 喜欢她说那些废话了 这怎么可能 你在想啥呢 没事 走吧 上去 老楚回来这么久 这是头一次和你一起在家吃饭 你小伙子人不错 爷爷很好奇 你是怎么和小楚 这个闷葫芦玩到一块去的 我跟她同个宿舍的 不过爷爷你可能说错了 老楚哪里是闷葫芦 她口才好着呢 当初很多女生跟她表白 都被她说哭了 嫂子手艺不错 这菜都是家的味道 小秦一愣 倒不是许天夸她 而是很多女生跟张楚表白 她试探地问 那么多女生跟她表白 难道都被拒绝了 是啊 要不是你们结婚了 说真的 我还以为她是喜欢男人的 小秦心里咯噔一下 她心里清楚 她跟张楚结婚 并不是因为爱情 但她还是不愿意相信 张楚喜欢男人 那她是不是和男生关系会好点 是的 我不就是吗 要是换成女生对她这样 她早就把人骂哭了 小秦听完 瞬间食物索然无味 嫂子 你怎么不吃啊 小秦急忙回过神 吃着呢 你们多吃点 嫂子做菜真好吃 以后我可以尝来吗 可以啊 你喜欢的话 随时都可以来 吃完饭后 小秦回了自己房间 拿出电脑 开始整理文件资料 九点多张楚 才从外面回来 你坐吧 张楚看了她一眼 就坐下来准备办公 张楚 我有件事想和你聊聊 你说吧 就是 昨天你不是说 我们不管谁有了喜欢的人 都可以结束这段婚姻吗 张楚一愣 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霾 冷冷地看着小秦 你有喜欢的人了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了喜欢的人 一定要告诉我 张楚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这是自然 那我就放心了 反正你记住 我这个人思想很先进 接受能力也不错 所以你不要因为某种原因而瞒我 不管你有什么打算 我们都可以商量 张楚听了这些话 总觉得她话里有话 猜不透她想要表达什么 沉思了一会 才不确定地问 你是不是在担心 我瞒着你和别人在一起 小秦神色有些尴尬 差不多吧 反正我不反对 你跟别人在一起 前提是你不要瞒我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突然间你为什么说这个 就随便说说嘛 我去洗澡了 小秦知道 张楚大概率喜欢男人 整个人也放松了不少 在他面前 也没有扭扭捏捏了 穿着睡衣 坐在床上看资料 追剧 玩手机 也不再紧张 张楚也发现了 这个微妙的变化 但她不知道 到底自己错过了 什么重要信息 小秦看会手机 不一会就睡着了 半夜她有感觉 张楚也上来睡了 但她也只是 短暂地惊了一下 便放下心继续睡了 张楚对她 确实没什么想法 小秦觉得自己 可能多了一个姐妹 早上小秦起来 做早餐 张楚也掐着脸 在她做好早餐后回来了 吃完早餐后 小秦送她去了公司 小秦没急着走 在旁边偷偷观察她 张楚快要进门的时候 蒋欢出现在她后面 很熟练地伸出手 掐在了张楚的腰 张楚将她甩开了 蒋欢又把手勾住了她肩膀 两人交头接耳 不知道再说点什么 小秦瞪大了双眼 一颗星瞬间跌落谷底 完了 她果然性取向有问题 恐怕和那个蒋总 还有说不清的关系 小秦感觉自己三观 受到了冲击 浑浑噩噩上了电动车 也不知道是怎么去的公司 潘云说要提前20分钟到部门 小秦还是迟到了几分钟 但她来了 其他人也还没来 等人到齐之后 你们是什么回事 老师迟到 把我的话当耳边疯了吗 潘总 我家比较远 路上又很堵 别给我找借口 你不会早点出门 你看小秦 人家要送老公上班 都比你们早 潘云又在接小秦的底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她有个穷老公 每天要接送上下班 不是吧 小秦 你老公连部车都没有 小秦尴尬的笑了下 没有回答下馋的话 她自己不知道路吗 为什么要你送她上下班 这你就不懂了 人家感情好接送下怎么了 那要送也是老公送老婆 换成是我 我才不会让她送 她也丢人了 潘连剑嘲讽的差不多了 这才挺断众人的讨论 好了 都别说了 现在我们开会 我们公司已经和DK达成了合作 具体我就不说了 到时候那边会派人过来 对我们公司进行调整 所以在业务和职务方面会有些变动 小秦听到DK的名字 不由地想起了张楚 又想起了在公司门口看到的画面 我们这部门变动会是最大的 如果考核不达标都会被清理 尤其是上班摸鱼 连开会都走神的人 自己注意点 别到时候被清出公司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潘连说这话的时候是看着小秦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说完几个同事纷纷上前拍马屁 潘连也很受用 到时候他成了总监 背靠DK这棵大树 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而且还能分到公司股权 小秦 这个市场调研你帮我做一下 我刚来很多事都不熟悉 等我手头的工作做完就帮你做 算了 我自己做 如果你急的话 我先帮你做 不过我不熟悉 做不好可别怪我 算了 做不好我还得重新做 你忙你的 我自己来 要不我帮你一起做 正好可以跟你学习一下 那行 我说你帮我记录 好 不得不说 夏禅还是有两把刷子 对大部分数据了解很充分 下班的时候 夏禅在等他男朋友来接他 今天累死我了 小秦 你晚上先哭点 把那些数据整理一下 明天给我 好 这次小秦没推辞 当夏禅的时候 他自己那份调研也做得差不多了 不错 我看好你 谢谢前辈 大家都是同事 别客气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电动车还在那边 我自己回去就行 我这才想起 你要去接你老公 小秦微微一笑 这很简单呀 我跟你一起去接你老公 反正晚上我也没事 不用 真的不用 谢谢你 禅禅 在聊什么呢 这是我的新同事 今天我带了他一天 很聪明 你越来越厉害了 都能带新同事了 小秦 这是我男朋友苏杰 在DK上班 DK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跟我们公司合作的外国集团 不是叫外国集团 叫跨国集团 他们公司总部搬来敏城才半年 挖了不少公司的精英 苏杰就是被挖过去的 下禅虽然只是简单的介绍 但语气里掩饰不住几分炫耀的味道 你男朋友真厉害 那你老公在哪里上班 小秦低着头 不好意思的开口 也是在DK 不过肯定不能和你男朋友比 苏杰诧异的说 能进DK上班的都很厉害 他是在哪个部门的 好像是财务吧 财务 那我应该认识 我经常去财务报销 他叫什么名字 小秦也有些意外 说不定苏杰真能认识 他叫张楚 张楚 没听过 财务人很多 我跟财务总监比较熟 我明天帮你去问一下 不用不用 他只是个小职员 才入职几天 你不认识 很正常 大家能一起共事就是缘分 你要是有机会 就多照顾下他老公啊 我是策划部的 跟他不在一个部门 不过能关照得到的 我肯定会 行了 小秦你真不要我们送吗 那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你们的好意 真不用 那我们走了 拜拜 小秦骑着电动车 去了张楚公司 给他发了消息 我在开会 要晚点 小秦有些疑惑 苏杰都下班了 他还在开会 难道财务部事情比较多 等到七点多的时候 张楚才下来 小秦笑着把头盔递给他 他熟练的戴上 也坐在了座位后面 张楚握住他的腰 小秦好像已经习惯了 没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几天 小秦忙着做方案 周四终于把产品报告写出来了 他把文件交给潘连 然后跟他请了假 明天周五 你干嘛请假 家里有事 小秦明天要去给房子过户 只有早点把房子过户了 他才能安心 有事可以周末去办呀 干嘛要占用上班时间 你别以为这份策划报告写出来 就安事大吉了 要是通过不了 你还得重写 我明白 可是我明天真的有事 要是哥哥都像你都有事 那还要不要上班了 不批 出去 潘连把小秦调过来 就是为了整他 给他请假 简直是笑话 小秦走后 潘连就拿起策划看了起来 看完后 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 小秦这么短时间 能做出这么好的策划 于是他打开电脑 全部抄录了一遍 把小秦签名的提案 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然后将自己抄录的打印出来 签了自己的名字 直接拿去了产品部 吴总 上次你提的那份策划 我重新做了产品计划 你看一下 吴总接过文件看了起来 不是跟你说 不用管这个项目吗 我觉得你上次说的对 单机游戏现在市场很大 所以重新做了份提案 吴总不知道 看到了什么 突然很兴奋 你这份策划案写的 可不是普通的单机游戏 这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们现在和DK合作 完全可以请他们公司帮忙 潘连松了口气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小潘 你这份策划案做得不错 看来你很用心在做这份策划 潘连听到吴总的夸奖 高兴的同时 也对小晴多了几分忌惮 这份策划写得非常好 不过小潘 你还得辛苦下 将游戏的玩法 写个详细的策划 尽快交上来 我知道了吴总 小晴交完策划案后 基本就没有事做了 就将公司的产品资料看了遍 看到潘连从旁边走过 也没有找他 而夏禅早上一起来 就让苏杰去打听小晴的老公 因为自己的男朋友 跟小晴的老公 在同一个公司 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女人妈 总会有莫名其妙的攀比心 谁不希望自己方方面面胜过别人呢 苏杰来到公司财务部 装作不经意地问 出那组长 你们部门有个叫张楚的吗 我有个朋友说 他老公在我们公司财务上班 托我问问 财务部没有人叫张楚的 你问的该不会是咱们公司总裁的 杀 苏杰听到这话 像是落下一块石头 砸在他心底 咱们总裁不是叫Cedric 那是他的英文名 你该不会不知道咱们总裁的中文名吧 苏杰确实不知道总裁的中文名 不过咱们总裁没听过已经结婚了 你可能记错了 他说才录职几天 前几天有一批通过比试 而昨天面试刷下去了一批应聘者 现在同名的很多 可能你朋友的老公就是其中一个 应该是这样 我回去再问问 苏杰回到公位 就给夏禅发去了打探到的消息 夏禅看到了张楚面试被刷下去的消息时 对小秦开始同情起来 小秦 我男朋友刚才去财务部问了 然后呢 见到我老公了吗 你听了别伤心啊 苏杰说财务部没有你老公名字 说你老公昨天面试被刷下去了 小秦愣了一下 被刷下去了 嗯 他们公司很严格 特别是财务这块 你老公比试过了 可惜面试没过 夏禅说的有鼻子有眼 自己对男朋友越发爱慕了 这是都能查到 而小秦却突然有点担心起张楚来 他在国外留过学 怎么可能会没通过呢 早上我还送他去上班 难道是面子问题 不敢告诉我 没事 苏杰人卖广 到时候叫他给你老公介绍一份工作 小秦勉强笑了下 谢谢你啊 咱们是同事 别客气 小秦心不在焉的上完班 下班后就去了DK 刚准备发消息时 刚好看见张楚在公司外面看手机 原来张楚是出去见完客户 刚从停车场出来 算好了 小秦这个点应该到了 而这个举动更让小秦误会了 小秦觉得张楚被刷下来 爱于面子没告诉他 假装还在DK上班 小秦突然有些心疼他 他假装不知道 还是照常发消息给他 张楚看到消息后 也朝他走了过来 小秦深深地注视他 穿着西装革履 没想到也和大树人一样 有着无法言说的压力 他突然想到了 昨天蒋总对张楚的举动 会不会是因为 张楚拒绝了蒋总的骚扰 所以故意把他刷下来了 小秦叹了口气 走到他面前突然抱住了他 张楚整个人都愣住了 小秦抱了一会后 随即放开张楚 给了他一个微笑 我们回家吧 张楚这才回过神 今天你怎么了 没事啊 你上班辛苦了 走回家 我给你做好吃的 小秦将头盔递给他 扬起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现在情绪肯定很失落 要好好安慰他 张楚蹴了下眉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 看不懂这个女人了 小秦重新去菜市场 买了不少好菜 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老爷子以为有什么好事情 趁张楚去洗手间的时候 小秦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 晚餐做得这么丰盛 小秦 看向洗手间的方向 小声地说 爷爷 我听说张楚面试的时候 被刷下来了 所以你和他说话 别太严肃 以免他心情更不好 老爷子刚吃了一口菜 听了这话 直接喷出来 爷爷 你没事吧 老爷子脸都憋红了 缓了一会才问道 我没事 你听谁说的 我的一个同事 他男朋友在张楚公司上班 他去问的 老爷子神色有点古怪 哦 是这样呀 那爷爷知道了 这件事咱俩知道就行了 千万不要说出来 以免打击他 老爷子强忍着笑意 连忙点点头 嗯 好好 咱俩不告诉他 小秦叹了口气 不过爷爷你也别太担心 他那么优秀 肯定能找个好工作 再说了我现在也有工作 我的工资也能够养活咱们 嗯 小秦你真是个好孩子 张楚出来后 小秦很识趣的没有讨论这个话题 陪老爷子聊了一会就回去了 而张楚刚要一起回去 就被老爷子叫住了 小楚 你等一下 张楚停住脚步 转身看了下老爷子 你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 张楚走了回去 坐在他旁边 有什么事 小楚 你什么时候去见你爸 你要是不去见他 他可能就要来找你了 你和小秦结婚 不想让他知道你的身份 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已经结婚 但是你爸要是来了 肯定要见自己的儿媳妇 到时候看你怎么圆长 张楚本来要拒绝 但是听了后面的话 突然沉默了下来 他毕竟是你父亲 去见一见吧 你总不可能一辈子都不见他 我知道了 我会抽个时间去见他 这就对了 老爷子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 但不知想到了什么 他感叹道 小秦是个好女孩 你可要好好把握 爷爷 你总在我面前夸他 你到底看中他哪个地方 我说了你也不会信 你自己慢慢感受吧 你知道他今晚晚餐 为什么做这么丰盛 为什么 因为他听到同事的老公 说你找工作被刷下来 才做了这么丰盛的晚餐安慰你 还提醒我不要跟你说这件事 人家要养着你呢 张楚嘴角抽搐 他总算明白了 难怪今天一见面就给他一个拥抱 还说回家做好吃的 张楚还以为是他策划案通过 想给自己庆祝 行 我知道了 我先过去了 老爷子哈哈大笑 你这个臭小子 之前赶你都不过去 现在这么自觉了 有进步 张楚一愣 略有所思的片刻 然后就走了 小秦回去后 刚好卉卉也回来了 手里提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今天逛街真是累死我了 卉卉 你这买的什么 买了几件衣服 买了那么多 不会很贵吧 不是很贵 一件才两千多 这些加起来不得几万块 卉卉你哪来那么多钱 当然是我父母给的 怎么了 喂 没事 挺不错的 摇篮叹了口气 虽然心里不爽 却也不敢说什么 谁叫卉卉是大学生 自己儿子又没出息 都三十了 还没结婚 屌妹 屌嫂什么了 你帮我个忙 把这些东西拿到我屋里去 我要出去一下 这么晚了 你还要出去啊 这才几点了 夜生活不才刚刚开始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带你认识几个朋友 小秦听他去的地方 有些不对劲 你这是要去哪里 酒吧 你不会没去过吧 小秦愣了一下 他还真没去过 酒吧可热闹了 走吧 一起去 小秦连忙拒绝 此时刚好张楚走了出来 你自己去 我不去 卉卉瞄了眼张楚 你是不是怕你老公 小秦没说话 我有点事 要出去几天 说完张楚就走了 女人就要活得精彩一点 怕什么老公的 小秦听了 有点不大对劲 卉卉和表哥都快结婚了 况且表哥还在看守所 他怎么有心情去酒吧呢 表嫂 表哥是不是也喜欢去酒吧 他一般只去两晚室 KTV 这是他的爱好 我俩互不干涉 原来是这样 虽然说 互相尊重对方的爱好 是没错 但小秦还是觉得怪怪的 我要走了呀 你帮我把东西拿进去啊 之后几天 小秦一直写游戏策划案 想请假去过户 攀连就是不批 直到王辉出来 房子也没过户 儿子 儿子 你在里面有没有吃苦 妈 我没事 这不是好好的吗 会会呢 在睡觉呢 你别去打扰他 我知道了 表妹 等我洗完澡 咱们去吃大餐 叫上张楚 我得给他道歉 他出差了 可能还要几天才能回来 小秦也不知道 张楚是去出差了 还是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走了三天都没回来 连消息都没发一个 这张楚可以啊 这么忙 早知道那时候 我也好好读书 现在知道后悔了 当初那么打你 你都不肯好好读书 现在后悔有啥用 这时小秦的手机 收到了一条信息 原来是上次贷款下来了 到手三万二 虽然小秦早有准备 但还是有点难受 除了要还五万本金 还有利息 算下来真的亏大了 儿子 你以前跟会会在一起 他是不是晚上 也经常跑出去 怎么 他又出去了 你不在家这段时间 他经常跑出去 都是半夜回来 有时整晚都没回来 我和你爸都担心 他已经答应过我 不再去酒吧 他又骗我 你可别跟他闹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肯定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的工资卡都在他手里 平时拿点零花钱 还得看他脸色呢 小秦看他生气的样子 张了嘴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得出来 表哥很喜欢会会 那你就跟他好好谈谈 别争吵 家和万事兴 这时会会走了出来 你们干嘛呢 吵死了 还让不让人睡觉 我刚从看守所回来 你一点都不关心 还嫌我们吵 不就进个看守所 又不是坐牢 有什么好关心的 会会说完又进屋去睡了 而姚兰瞬间脸色也不好看 你们什么时候去看房子啊 看好了赶紧搬过去住吧 之前看了两套袋装修的 我明天再去看一下 就是不知道钱够不够 首付要多少 总价三百多万 首付要九十万左右 这么多啊 再借点吧 要是买毛批房 也没钱装修 会会加不出点吗 我们可是给了他二十八万彩礼 这不太好吧 钱都给人家了 哪好意思叫他拿出来买房 你别想了 你觉得会会会拿出来吗 咱们自己想办法吧 你就当老好人吧 到时候那么多房贷 咱老两口还得挣钱还 妈 房贷我自己想办法 你们就别操心了 你是我儿子 我能不操心 会会一分钱不出 房产证还得写他名字 你要跟你爸一样 不就是个名字吗 反正都是我们住 既然答应他了 就得讲信用 小秦默默的听着 也没说话 之前觉得是表哥高攀了 但现在看来 表哥人不错 比起林峰 简直吊打 反观会会 在他心里大打折扣 吃完饭后 小秦在屋里写策划案 突然想起了张楚 这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也不知道去哪了 就拿出手机 给他发了条消息 你在干嘛 张楚收到消息时 正在大别墅的客厅里 他拿出手机 给小秦回了消息 在吗 坐在他对面的是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坐在他旁边的 则是他的父亲 张康 还有他的继母 还有二十几年 没见过的弟弟 张超 张康不希望张楚回去 所以就把这位 郭小姐请了过来 想撮合他们 结果张楚对人家 爱理不理 郭小姐觉得气氛 有点尴尬 直接站起来 要不今天就这样吧 咱们加个微信 回头聊 小楚和郭小姐 加个微信吧 互相了解了解 张楚抬头看了 郭小姐一眼 不用了 一会我就回敏城 这时继母韩凤说话了 这么急啊 好不容易回来 就多住几天吧 你们这么多人陪他 也不差我一个 你这话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我要走了 赶飞机来不及了 你 张康生气的 站起来就要发走 被韩凤拦住 他好歹也回来了 你再凶他 他以后不回来了怎么办 真 我不稀罕 张楚听到这话 很快就走了出去 弟弟张超追了出去 哥 你等一下 张楚转身看了眼张超 张超今年也25岁了 初次见面 觉得有点不自在 哥 妈自信你好吗 她很好 已经结婚了 那她现在在哪里 张超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我 在法国 那么远 那她有没有生妹妹或弟弟 一个妹妹 张超眼神有点黯淡 她还记得当年母亲离开时 她拼命追都没追上 那这些年她有没有提起我 张楚见她失落的样子 神色有几分恍惚 有 张超听了眼睛亮了起来 那她还会回来吗 我也不知道 你是要回敏城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我也想去看爷爷 要去你自己去 张楚态度很淡漠 这让张超很受伤 那好吧 你录像小心点 张楚沉默片刻 但还是走了 他们之间除了血缘关系 说是陌生人也不为过 张楚是半夜回来的 小晴睡得迷迷糊糊 也没理她 第二天早上起床 小晴意外发现 张楚今天居然没去晨跑 还躺在床上 她睡得挺沉的 长得一张英俊的脸 让小晴有点嫉妒 但想到她可能喜欢男人 不禁惋惜地看了口气 今天周末 舅舅一家很早就去看房子了 而张楚吃完早餐也走了 屋里只剩小晴一人 到下午的时候 舅舅一家才回来 舅舅 你们房子太好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是房子不合心意吗 惠惠想要那四房两厅的 我们没那么多钱就没谈好 小晴 你能不能借点钱给舅吗 小晴微微一愣 无奈地说 舅妈 我真的没钱 我要是有钱 早就把这房子买了 那你买房的五十万哪来的 你工作没几年 应该也存不到那么多钱吧 我肯定存不了那么多钱 买房的钱是张楚出的 那你就跟张楚讲 借我们点 等以后有钱了再还你 小晴心想 他工作都还没找到 他怎么可能有钱 舅妈 他也没有钱 他不但买了车 又出钱买这个房子 怎么可能会没钱 小晴 咱们这么亲的人 你不帮忙 就没人帮我们了 你总不能嫁人了 就胳膊肘往外拐吧 小晴一愣 舅妈每次有事找他 就跟他谈亲情 然而 每当触及到他利益的时候 就翻脸不认人 这也不是小晴第一次 领略到他的善变 小晴压下心中的情绪 张楚真的没钱 如果有钱 早就去市区买房了 也不至于挤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傻了 不但交通方便 而且周围什么都有 物价也比是里面便宜 这时张楚刚好回来了 小楚啊 怎么了 舅妈和你商量个事 张楚看了眼小晴 他神色有些为难 便猜到了几分 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吧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直接说了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去看房子 可是钱不够 所以想找你借点 再说了 我们以前是邻居 你跟小辉又是发小 现在又是一家人 这个忙你应该得帮一下吧 张楚沉默了下 这多少 听到这话 小晴惊讶了下 看了眼张楚 虽然知道他好面子 但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不多 我们首付差三十万 你要是没有那么多 借我们二十万就行 三十万 你们差那么多 为什么要买那么好的房子 姚兰被问得愣住了 啊 我们本来想买个二手房 两百多万的 首付就够了 但是卉卉不肯 你也知道 卉卉是大学生 家庭条件也很好 能嫁到咱们家 总不能让他受委屈 张楚静静地听着 嘴角扬起一丝淡笑 这丝淡笑 带着几分讥讽的味道 你说的也是 可惜我也不能为力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你没钱还买那么贵的车 我的车还被扣着 每个月还要还车贷 上次陪人家十几万 你既然说是一家人 我就没找你要 我觉得已经对得起 一家人三个字了 小晴终于松口气了 他还真怕张楚爱面子 答应借钱 所以你为什么以为我有钱不借给你呢 这话把摇篮堵得哑口无言 都叫你别找人家借钱了 你就只会当老好人 我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 什么叫老好人 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说了 你不听 现在还来怪我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 王辉说话了 你们就别吵了 我找卉卉再商量下 要是他不肯 那这婚就不结了 王辉现在也很烦躁 他不怪卉卉 他只怪自己没本事 结婚连个房都买不起 这什么行呢 你跟卉卉谈了一年 现在说不结就不结 以后你上拿找这么优秀的女人 摇篮看中卉卉是大学生 他们一家都没上过大学 要不卉卉去酒吧 他早就闹起来了 怎么还差那么多钱 去哪找 贷款吧 这房子还在咱手里 拿着房子去贷款 应该能耐下来 小秦听了这话 一口气就上来了 舅妈 这房子不是已经卖给我了吗 摇篮瞪了小秦一眼 你的不就是我们的 只是拿去抵押而已 又不是卖了 而且这房子还是你的 再说了 你表哥对你那么好 那么照顾你 你不应该帮他吗 我 小秦像是吞了黄连 有苦说不出 王辉对他确实不错 但摇篮理所当然的态度 令他很生气 贷款下来我们自己还 房子不会跑的你放心 小秦不想和他说话了 站起身 我考虑一下 说完直接就走了 你这孩子 有什么可考虑的 白让你住那么多年 摇篮说话声音虽然不大 但小秦还是听到了 他走到小区外面 鼻子发酸 他强忍着那股想哭的冲动 你不想抵押吗 张楚不知何时也跟了出来 小秦擦了眼角的泪水 转头看了眼张楚 他还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这世上好像没有任何事情 能引起他的情绪波动 我们走走吧 张楚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父母离异 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幸福 都不想带我这个脱油瓶 他们重男轻女 从没给给我好脸色 我站在他们中间 看着他们往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了 他们回都没有回头 越走越远 最后彻底消失不见了 我在他们租的房间里 饿了两天 最后是外公外婆找到我 把我带来这里 外公外婆对我很好 他们不重男轻女 舅舅和我妈关系很好 所以对我也不错 舅妈那时候比现在还势利 不过那时有外婆和舅舅护着 她也不敢明目张胆磕待我 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偷偷骂我 我小的时候很努力的 想要融入这个家庭 每天放学回来 除了做作业 还要洗衣服 做饭 直到舅妈他们出去打工了 外婆逼着表哥帮忙做家务 我的日子好过了很多 后来外公走了 舅妈他们回来 想要外公留下的遗产 这件事让外婆和他们闹了矛盾 外婆要离开的时候 把一张存折给了我 说他走了我就没有亲人了 说女孩子手里要有钱才有底气 才不会受人欺负 存折里有二十万 我和舅舅一人十万 而舅妈还怀疑外婆另外给我钱 各种试探 后来没有试探出来才作罢 他对我的态度是在我上了大学才改变 所以你和你舅妈关系一直不太好 张楚突然问道 是不太好 但我们之间还有舅舅和表哥 我一直记得 我小时候舅舅还经常偷偷给我零花钱 所以关系再不好 也不能闹翻 而这次表哥结婚 按理说我也不能不管 我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 所以现在特别烦 张楚看着小琴的脸 眼角有些放红 一直在强忍着眼泪 忍不住的说 你别伤心 天塌下来有我在 小琴听了这话 望着眼前这个男人 心中流过一股暖意 这种感觉很奇妙 你烦的是没有办法 不管你表哥 而你舅妈从没替你着想 总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让你付出 你烦的是你从没融入过他们这个家庭 你这不是烦 是伤心 难过 小琴微微一正 因为张楚说对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小琴呆呆地看着他 他确实没主意了 如果不帮显得他很自私 如果帮了又觉得对不起自己 很简单 你把买房子的钱拿回来 让他们自己去贷款 小琴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直接和他们翻脸吗 要是你舍不得这份亲情 那你就妥协帮他们 不过你要想好后果 以你舅妈的心子 房子以你名义去贷款 如果他们将来房贷还不上 那这笔钱就只能你来还 这些小琴也想过 到时候你们还是要翻脸 而你还不上贷款 不但要损失那五十万 连这套房子也没了 小琴错愕得张大嘴 这的确是很严重的后果 那我就回去要回那五十万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即使抽身 别到时候钱没有 房子也没有 照样也会翻脸 小琴张了下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渴望有个家 可没人愿意给他家 他默默地低下头 沉默了一会 那我们就得离开这里 我们要住哪里 是住爷爷家里 还是去租房子住 张楚看了他一眼 我可以跟爷爷商量下 让他把房子卖了 我们去市里买套房子 这样不好吧 小琴觉得张爷爷那房子住了那么久 早就有感情了 他有可能会答应 但对他老人家不公平 如果不是小琴迫不得已 他也不想放弃这套房子 这样挺好啊 我们住一起 也方便照顾他 再说了你和他们翻脸了 住在他们对面 抬头不见低头见 岂不是很尴尬 张楚说的也对 他光是想到那场景就头疼 舅妈就算了 可是该什么面对舅舅和表哥 那就和爷爷商量下 但是别勉强啊 张楚点了点头 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理由搬家 这么难得的机会 说什么也要搬出去 要不是老爷子不好交代 他不可能每天都回去 和那几个乌烟瘴气的人住一起 那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那我现在就回去和爷爷商量 说完 张楚站起身就要走 好像很迫不及待的样子 张楚 我们还是从长记忆吧 张楚转身看着小琴 不解的问 你还没决定 要不还是等我跟他们解决了再说吧 我还没有跟舅妈说呢 那你去找你舅妈 我去找爷爷 这不冲突 说完 张楚就走了 而小琴回到家 刚要找舅妈说清楚 听到他们在讨论房子的事 舅舅不同意 舅妈把他骂了一顿 还有你王辉 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啊 你也在这当老好人 你有本事就自己拿钱去买房 你们父子就是白眼狼 都不懂得谁跟你们是一家的 妈 你别生气 咱们做人要实事求是 你看小琴已经给我们五十万了 那这房子就已经是他的了 你现在要用人家的房子去贷款 这不相当于五十万送你了 这要是传出去 让别人怎么看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你已经三十一了 你这婚还结不结 但凡你有出息 我能拿这房子去贷款吗 王辉听了有些生气 站起身说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同意 大不了这婚我不结了 我也不去占表妹的便宜 你 你 你这个臭小子 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反正我是没出息 大不了我一辈子都不结婚又怎么了 你不结婚 你想让我们家断后 你以后老了怎么办 妈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这么封建 你到底是为了你的面子 还是为了我好 姚兰愣了一下 我当然是为了你好 难不成我会害你 你要是真为了我好 就别逼我结婚 买那么贵的房子 这辈子都得去还房贷 还有你们 这辈子都得打工挣钱 何苦呢 我不管 你必须得给我结婚 即使不跟卉卉结婚 你也得找个大学生回来 姚兰也是爱面子的人 前两天才出去跟人炫耀自己有个大学生的儿媳妇 而且还长得漂亮 孝顺 妈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你好歹也看看你儿子的条件啊 我不管 你要是找不到 就别认我这个吗 他们吵得厉害 都没注意小秦回来了 等他们安静了 小秦才走了过来 姚兰一看见他 马上喜笑颜开 小秦你回来了 方自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 我 小秦看了眼王辉 想起王辉刚才替他说话 一时又开不了口 你就别考虑了 你刚才也听到了 你表哥为了你还跟我吵架呢 他宁愿不结婚 也不愿拿你的房子去贷款 难道你真的忍心你表哥打光棍吗 姚兰一直不断的劝说 小秦完全插不上话 妈 你能不能别欺负小秦啊 你给我住口 我怎么时候欺负小秦了 我这不是在跟他商量吗 你这不是在商量 你这是在逼他 王辉说完 拉着小秦 表妹 你跟我走 别理我妈 臭小子 你给我站住 王辉也不在理他 拉着小秦就走了出去 王辉一言不发 拉着小秦来到楼下 表妹 你别理我妈 我坑谁也不能坑你 听了王辉的话 小秦鼻子有点酸 你如果不结婚的话 惠惠怎么办 你难道不爱她了 小秦此刻也分不清 惠惠是否喜欢王辉 王辉处处她着想 而反观惠惠 根本没站在王辉角度 替她着想 表哥 要不你再找惠惠商量 其实两个人过日子 没必要去执着一些身外职务 你以为我没和她商量 早上我好话说尽 她一点都听不进去 我现在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王辉的话充满了无奈和酸楚 到了这个时候 她越发恨自己没出息 那她家住哪里 我去找她谈谈 我说的话她都不听 你去找她能管用 现在也没其他好办法 就试一下吧 难道你真的不认父母 那好 我把她家地址发给你 她要是态度坚决 你就直接回来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小秦其实就是想看 惠惠对王辉的态度 是否真的喜欢她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和她在一起 按理说 惠惠的母亲是大学教授 而惠惠回来后 每天都住在表哥家 也不回家 难道会不管自己的女儿吗 小秦越想越奇怪 王辉给她发了地扯后 她就直奔惠惠住的小区 路上给张楚发了消息 说明了情况 而张楚跟老爷子 说了事情之后 老爷子也是很气愤 这算哪门子的亲戚 这样欺负人 不用商量 直接搬去市里住 老爷子自己在市中心 有两套大平层 张楚回来也买了套别墅 只不过这房子太贵了 真要搬过去 小秦会起一心 这时张楚看到了 小秦发来的消息 不禁蹴了下眉 老爷子看她神色不对 便问 怎么了 她去找惠惠了 老爷子也愣了下 她不是应该回去 找她舅舅舅妈说清楚 怎么跑去找惠惠了 她应该是心软了 老爷子看着张楚 变换莫测的神色 忍不住笑了 怎么了 你在担心小秦 怎么可能 我去看看 行 你赶紧去吧 别再让她在外面吃亏了 张楚点了下点 给小秦打了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 我快到了 怎么了 你和爷爷商量好了吗 商量好了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和你一起去 说完张楚就挂了电话 不给小秦拒绝的机会 小秦盯着挂断的手机蒙了一会 才将地车发给了张楚 她看着前方的路 心里忐忑不安 不是怕怎么和惠惠开口 而是怕表哥的爱付诸东流 就在胡思乱想时 来到了小区门口 按着地址 找到了五栋十三楼 小秦敲了好几分钟的门 但是没人 这时隔壁邻居走了过来 你找谁呀 我找我朋友 请问你知道他去哪里吗 你是要找这里的租户 还是房东 房东还在外地呢 小秦心里咯噔一下 我找租户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租的房子 上多月租的 不过都没来住过 这房东叫我帮他看呢 这租户就交了个押金 就没来过 不会吧 有什么不会的 这房东早上还跟我打电话呢 他把密码都换了 小秦听了也没多问 直接走了 走到小区门口 他就给王辉打了电话 你给我的地址是正确的吗 怎么了 是正确的呀 那我晚点回来 再和你说吧 小秦不知道该如何跟王辉说 看来这个惠惠多半是骗子 如果他母亲真的是大学教授 他怎么可能每天跑去酒吧 也有可能连他的大学身份都是假的 正想着 张楚就到了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没有 张楚 那个惠惠很可能是个骗子 我还没有证据 也不是很确定 如果你找的地方没问题 那他百分百就是骗子了 那我要什么跟表哥说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他要是知道了真相 也许事情就变简单了呢 小秦想想也是 要是舅妈知道 惠惠是骗子 他就不会逼表哥结婚 也就不用买那么贵的房子 也就不用撕破脸了 还是要找到惠惠确认才行 他拿了表哥的二十几万彩礼 他要是跑了 这钱不就打水漂了 去哪里找 他喜欢去酒吧 那我们就去酒吧找 张楚无奈地叹了口气 以小秦和王辉的关系 小秦不可能不管他 张楚知道劝不了他 于是他们就顺便找了家餐厅吃饭 坐等着晚上酒吧开门 大小酒吧有很多 我们难道要一个一个找 不用 找小区附近的酒吧就行 按照惠惠平时的路线 应该不会离小区太远 你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他和表哥只是吵架 他没地方住 说不定还会回去找表哥 等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就去了小区附近 最大的一家酒吧 小秦头一次来酒吧 显得有些不自在 张楚点了两瓶酒 他们就坐在角落等着了 你点那么多酒干嘛 当然是喝了 总不能坐这里干等吧 说的也是 小秦好奇的端起一杯酒 喝了一口 有点苦 你少喝点 张楚忍不住提醒他 小秦冲他笑了下 没事 这酒喝着不辣嗓子 张楚扯了下嘴角 没说话 渐渐的 小秦越喝越上头 不知道是酒精上来了 还是气氛导致的原因 张楚紧抿着唇 直勾勾的盯着他 你看着我干什么 喝酒啊 说完 一杯直接喝下去 我们是来找人的 嗯 我知道 我们总不能坐这里干等吧 小秦拿他的话来赌他 张楚一时静无言以对 他看了四周 也没看到惠惠出现 人没找到 但小秦好像喝多了 张楚看了下手表 已经快十一点了 看来惠惠是不会来了 就算来了也没用 小秦已经喝成这样 幸好自己跟来了 要是让他自己在这里喝 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事 走 回去了 张楚扶起他 他软绵绵靠在张楚身上 看来是走不动了 张楚只好打电话给小赵 叫他开车过来接 张总 去哪 张楚看了眼小秦 去酒店 来到酒店后 小秦已经沉沉的睡着了 张楚着他睡眼 神色有些恍惚 第二天小秦醒来 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他迷离呼呼接起电话 颇有些不耐烦 谁呀 小秦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打算来上班了是吧 听到潘连的声音 小秦马上清醒了 看了下时间 十点了 完了 今天周一 我忘记去上班了 对不起 潘总 我 小秦一时间找不到理由 总不能说 昨晚喝多了吧 我什么我 你不来上班 也不请假 你当公司是你家的 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你干脆就别来了 潘总 实在对不起 我马上就来 小秦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没事喝那么多酒干嘛 这都几点了 你来有什么用 直接算你矿工 小秦刚要说话 潘连已经挂了电话 张楚正在窗户边 用手机安排公司事务 并叫小赵送两套衣服过来 听见声音朝他走过来 你肚子饿不饿 张楚忽然出声 把小秦吓了一跳 四处打量着房间 这是哪里 酒店 张楚解释说 你喝多了 我怕你回去影响别人 哦 他又检查了自己衣服 完整穿在身上 对于这个举动 他暗暗地谴责了自己 他一个喜欢男人的人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时门铃响了 张楚起身就去开门 原来是小赵衣服送来了 张楚将女士衣服 放在他旁边 把衣服换了 张楚自己 也进了洗手间换衣服 小秦看着旁边的衣服 头脑有些猛 也没多想就换上了 很快张楚换好衣服出来了 走吧 直接去公司了 哦 好 两人在酒店吃了点早餐 小秦就打车去了公司 到了公司还没坐下 夏禅好奇地问 你早上去哪里了 早上有事耽误了 小秦将手里的袋子 放在旁边 就去开电脑了 夏禅看到购物袋上的字 诧一道 哇 小奶 小秦你是不是发财了 小秦听了 转头看了一眼袋子上的英文 还真是香奈儿 就一个袋子而已 我是用来装旧衣服的 怎么可能是真的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 但他还是隐约有些不安 张楚不会真的买了名牌 夏禅拿起袋子看了眼 一股酒味 你说的也是 夏禅又扯了下小秦手腕 你看 看什么 你身上的衣服 和潘总身上的衣服 一模一样 小秦愣了一下 看了眼自己的衣服 又看了眼潘连的衣服 竟然真的是一样了 这都能撞衫 而潘连看到小秦身上的衣服 脸色也沉了下来 他没想到 自己找别人代购的衣服 竟然和最讨厌的人撞衫了 小秦 你来下办公室 进去后 潘连懒散地坐在椅子上 将小秦从上到下打了凉了下 这衣服跟他穿的 真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潘连不相信 小秦能买得起这件衣服 他找别人代购 最便宜的都要六万八 小秦 你早上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矿工 潘连开始发难了 我早上有事耽误了 真的不好意思 你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 扣的是你的工资 我叫你来是有别的事交给你 你要依据上次的产品计划 写份详细的游戏玩法给我 你什么时候能交给我 其实这份策划案 小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上次写的产品计划 潘连没找他麻烦 这不像他的作风 所以这次小秦并没有将策划案 轻易交给潘连 我星期四给你 我星期三就要 你必须给我写出来 潘连看着小秦 态度很强硬 好像提醒他 写不出来就总然 我尽量给你 不过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 我调到你这个部门 工资还是按原来行政部的一万吗 你在行政部工资有一万 是啊 加上全勤差不多一万 那我们部门工资可没有那么高 我明白 咱们部门是拿提成的 底薪少点 我也是可以理解 你之前在行政部是负责算底薪的 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部门新人的底薪吧 我当然知道 我在公司两年了 当时公司招我进行政部 现在是潘总 你把我调过来 我应该不算新人吧 小秦的话意思很明显 潘连如果把他工资压得很低 他就会去找人事 潘连沉默了下 才不甘心的说 是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 不能按新人算 你先去写策划 这是我要和副总商量下 那没事 我就先下去了 等一下 潘连叫住他 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衣服 你这衣服不错 在哪里买的 小秦就知道 他肯定会问 就把想好的话说了出来 我在路边摊买的 才六十多块 好像和潘总撞衫了 潘总这衣服 肯定很贵吧 潘连听了价格 脸色果然好了很多 以后别去路边摊买了 质量差 做工也不好 主要是你穿出去 跟别人撞衫了 多尴尬 我知道了 这件衣服 我以后不会再穿了 行了 去干活吧 策划案尽早交上来 潘连几次提到策划案 小秦觉得有点蹊跷 但没说破 硬了下就走了出去 来到工位上 夏禅就凑了上来 潘总找你 是不是问衣服的事 不是 是工作的事 我认识潘连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以为我会信吗 他心眼小得很 连夏禅都说他小心眼 看来不止小秦一人 受他压迫 听说今天DK那边的人要来 潘总今天 好不容易精心打扮了一番 结果被你撞衫了 真是笑死我了 小秦诧异地问 来了吗 本来说好的上午来 不知道啥回事 上午没来 应该是计划有变吧 那边派人是来视察工作的 还是来上班的 上次听潘总说派人来整顿 应该是顾问之类的吧 小秦对其他的事也不感兴趣 他现在只关心自己的工资 他在公司写了一下午的策划 潘连要他星期三交上去 但他今天就写完了 只不过他暂时没打算交给潘连 小秦今天是打车来的 所以没办法去接张储 给他发了个消息 就回家了 让他意外的是 一回家就看到了惠惠 只不过屋里的气氛 有些紧张 惠惠手里提着行李箱 被摇篮拦住了 你既然要和小灰分手 我不拦你 但我们给你的彩礼 必须退回来 我跟他谈了一年 难道还不止那二十几半 我的青春损失费 你们不用赔吗 哎呀你这姑呢 我们可没要求 你跟小灰一起住啊 当时回来的时候 也是你要跟着来 我们家住的是不是 再说了你的青春是青春 那我的儿子的青春 就不是青春了 你这拿了彩礼就要走 真把我们当冤大头了 他能跟我比 他一个破仓管 能找到我这样的女朋友 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谈了这么久 那是他的福气 你还好意思找我还彩礼 姚兰也忍了很久 现在撕破脸了 他也不再灌着惠惠了 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这时王辉打断了他们 行了你们都别吵了 儿子 王辉不给姚兰说话的机会 妈 这是我和惠惠的事 你让我们自己解决可以吗 你要跟他什么解决 你看他是想好好谈的样子吗 他拿着行李都要走了 王辉看了眼惠惠 他还是那副高傲的模样 好像自己很抢手 离开了王辉也会找个更好的 而王辉也没说什么 从姚兰手里拿回行李箱 交给了惠惠 你走吧 这时姚兰不淡定了 儿子 你疯了吗 那可是二十多万啊 是我们的血汗钱 你要挣多久才能挣到 你什么能胳膊肘往外拐 让他走吧 那些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们 此时王辉也很烦躁 而惠惠看到王辉落寞的模样 神色也有几分复杂 他想要说什么 但扯了下嘴角就走了 小秦见他走了 看了眼王辉 飞快地追了出去 惠惠 惠惠停住脚步 转身看着他 什么事 昨天我去你家找你了 惠惠脸色一变 找就找呗 我都已经搬走了 你是压根没住在那里 还是真的搬走了 惠惠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就被掩饰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应该心里清楚 要是我现在去报警 你觉得还能走得了吗 惠惠眼中生起一股怒气 那你去吧 二十多万是王辉自己给我的分手费 你去报警也没用 表哥给你的是彩礼钱 是基于你要和他结婚才给你的 而你从始至终都在欺骗他 所以你会被当时骗子被抓起来 表哥让你走 是因为他一直都很喜欢你 要是他知道了你一直在欺骗他 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地把钱给你 所以呢 我就想问问你 你为什么要骗他呢 谁要他傻 惠惠 你就为了这么点钱 出卖了自己 觉得值得吗 有什么不值得 你每天工作上班 不也是冲赖自己 我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再说了 我也付出了呀 只是付出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你也没资格在这里教育我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我没想要教育你 王辉是我表哥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骗他感情 还要骗钱 此时惠惠也有些不耐烦了 不就是钱吗 你如果也缺钱 我分十万给你 你就当不知道 这样可以吧 不可能 你把钱还给我表哥 我就当不知道 就当你们分手了 不然我就去报警 你是不是有毛病 难道我跟了他一年 什么也没得到 你一年没上班 全靠我表哥养着 他工资卡都给你了 还点你买了那么多东西 他对你 比他对自己的父母还要好 你还想要什么 那又怎样 这些事情谁都能做到 王辉他什么都没有 他只能付出这些低成本的东西 小琴 我告诉你 一个男人对你好不算什么 要是他有钱还对你好 那才是真正的喜欢你 没钱的好 那就是一文不值 小琴听了这些话 被赌得竟然无言以对 你的这番话 我不想辩驳 但不能成为你骗人的理由 你要是一开始 就想和他在一起 那二十几万彩礼 你拿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你的问题是 你一开始就在骗他 那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你要是要和表哥分手 就得把钱还给他 这是不可能 你想都别想 卉卉说完 转身就要走 被小琴拦住了 你真的不怕我报警 卉卉有恃无恐的看着小琴 我随便你 让开 我没时间陪你玩 你 小琴 这是我和王辉的事 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小琴没说话 心想 这是确实轮不到自己做主 只能把事情告诉王辉 让王辉自己来处理 你烦不烦了 快给我让开 小琴愣了下 还是侧开身 让他走了 卉卉走到小区门口时 突然看见 张楚从一辆麦巴赫上 卉卉瞪大了眼睛 急忙躲在一边仔细观察 是麦巴赫没错 而且还是司机下来 亲自帮张楚开门 怎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豪车回来 而且司机还对他毕恭毕敬的 张总慢走 明天我要来接你吗 等通知 说完 张楚就朝小区走来 此时的卉卉十分的震惊 他想到了上次 张楚手腕上的手表 他说是高仿的 但看见今天一幕 肯定是真的 卉卉想要离开 这座城市的想法 动摇了 如果张楚真是有钱人 那他要是走了 岂不是亏大了 想到这 等张楚走了过来 他才走了出来 张楚 张楚脚步一顿 卉卉就绕到他前面去了 你下巴脸 张楚看了他一眼 越过卉卉直接往前走 我和你打招呼 你怎么不理我 张楚没理会他 直接就走了 卉卉看着他的背影 心想一个没钱的人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气质 原来都是装的 想到这里 卉卉加快脚步 回到了王辉家里 但是张楚没有回王辉家里 而是去了爷爷那里 小秦这边 正在跟王辉说卉卉的事 王辉听了心情很低落 而且很生气 他不敢相信 跟自己谈了这么久的女朋友 竟然是那种人 这时看到卉卉回来了 王辉愣了下 随即露出一抹怒容 东西不是都拿走了 你还回来干嘛 卉卉对于他的怒容 也并不在意 因为这并不妨碍他演戏 等王辉骂完 卉卉一把抱住了王辉 你这个混蛋 卉卉的这一番操作 反倒将王辉整蒙了 他嘴里剩下的话 说不出来了 你 你这是干嘛 我走了你都不来 挡留一下吗 王辉脑子一片空白 啊 小秦也猛了 这卉卉是要唱美出 我那么喜欢你 怎么可能和你分手 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个态度而已 结果我走了你都不留一下 王辉 你是不喜欢我了吗 说完 卉卉放开王辉 深情地注视着他 王辉愣了一回 警惕地说 二十几万我都不打算要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我们可没钱再给你了 我在你眼里 难道是这样的人吗 王辉被问住了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我其实根本就没想过要和你分手 我想买那套房子 也只是想看看你的态度而已 而不是让你来劝我委屈一下 你要是说你以后会努力争取买大房子 我都不会生气 你知道吗 卉卉说得头头是道 王辉听得一脸猛逼 过了一会 王辉露出一个欣喜的笑容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如果不是真的 那我还回来干嘛 不过我刚才要和你分手 让我看清了你妈的态度 我好伤心 不知道以后结婚了 我的日子会 刚从厨房出来的姚兰 听了这话 脸色变了下 这次他没有上去辩论 而是选择静观其变 那二十多万 可是他们劳两口的血汗钱 你拿走了他当然会生气了 再说了他生气也是想让你留下来 并没有别的意思 是吗 是啊 卉卉你能回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不过 王辉脸色不太自然的 看了眼小晴 你是什么时候搬家的 卉卉看了眼小晴 走到小晴旁边坐了下来 小晴 对不起 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气话 希望你别放在心上 卉卉语气态度十分诚恳 像是真心和小晴道歉 啊 没事 不过你的事 我已经跟表哥说了 你自己跟他解释吧 卉卉叹了口气 低下头做出一副 欲哭无泪的模样 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 黄辉看他的模样 也心软了 走到卉卉旁边坐下安慰他 没事你说吧 只要是我能接受的 我都不会怪你 于是 卉卉就讲了他刚编的故事 原来他是江城人 是江城很远很偏僻的一个小山村 小时候 家里重男轻女 是母亲偷偷攒钱给他读书 后来他考上大学 父亲不让他去上大学 想让他出去赚钱 供弟弟读书 于是他假装答应 自己跑出去 打了两个月的零工 凑了学费 自己就去上了大学 和家里人联系过 他之所以跟王辉在一起 是因为王辉对他好 他怕王辉家里 嫌弃他是从山里出来的 所以就租了个父母来演戏 卉卉讲的这些话真假参半 可他讲的有声有色 让人听了都忍不住动容 尤其是王辉 听了卉卉的遭遇后 眼睛已经红了 你这个傻瓜 这有什么 我爱你还来不及 怎么会嫌弃你 你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爱你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卉卉看了眼姚兰 此时 姚兰的脸色也不自然了 因为愧疚 刚才对卉卉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傻孩子 刚才阿姨说话重了点 初衷也是舍不得你 不想让你离开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 卉卉挤出一丝感动的笑 你说的是真的吗 傻孩子 当然了 不过这房子的事 阿姨 其实房子对我来说并不在乎 只要大家能开开心心住在一起 别的都只是生爱之物 说到这 卉卉话音一转 我很希望我们一家人可以住在一起 住在这个房子里也可以 卉卉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诧异了 她出去一趟 像换个人似的 那你的意思是 要不我们就住在这里吧 小秦 你也跟我们一起住 不觉得很热闹吗 小秦听了一愣 当初跟张楚结婚要彩礼 去贷款 就是为了让他们买房 早点搬出去 现在卉卉要求她一起住 这什么可以 况且买房的钱都给了 相当于他们住在小秦的房里 我觉得很好 但是你们住这里就好了 舅妈要不你把我买房的钱还给我 我们搬出去住 摇篮一听 小秦要钱 瞬间就不乐意了 你这孩子 卉卉都说了跟你一起住着 我觉得很好 到时候我和你舅舅出去打工 就你们年轻人住这里多热闹 那这房子算谁的 当然是你的 卉卉这么体贴 你就让他们在这里住 到时候赚到钱了 他们也会搬出去的 这样一来 我和你舅舅也轻松不少 再说了你从小住我们这里 二十多年我们不是也没说什么 小秦一时哑然 只要摇篮搬出这句话 他就无话可说 这时 张楚回来了 听见这话 他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了 他都和老爷子商量好了买房 现在又闹这一出 小秦 出来一下 小秦跟着张楚来到门外 现在什么情况 你刚才也听到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房子让给他们住 咱们搬出去住 搬哪里去啊 是去租房子吗 咱们现在都还欠着债 房租一年可是一笔大开销 张楚刚要开口说想办法买房子 听到小秦说租房子三个字 倒嘴的话咽了回去 许天有多的房子 让他便宜租给我们 小秦微微一正 许天有多的房 他不是 小秦转念一想 或许许天不是那种 推三轮车收废品的 很有可能是成刀工厂里的那些废品 那样的话应该很赚钱 有多的房子才说得过去 这样不好吧 就算是朋友 他便宜租给我们 那一年下来也要不少钱 张楚似乎没有听见小秦说的话 而是一边发消息 一边说 等见面了再说 啊 我说了半天 他竟然一句没听进去 他这是有多不想和表哥住一块 不过他既然决定了 只能随他了 毕竟这是事我弄出来的 张楚速度很快 许天来得也快 许天试得爱热闹的 尤其是张楚这出戏 演得他有点上瘾了 不管以后张楚跟小秦如何交代 先言爽了再说 走 我带你们去看房子 于是他们就坐上了许天开来的车 老楚 你们对房子有什么要求 没有 没有要求 那我就随便带你们看来啊 小秦听了两人对话 不由有些疑惑 你有很多房子吗 许天愣了愣 随即笑着说 没有很多 就几套而已 几套而已 小秦突然对收废品这个职业 有了新的认知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那你们收废品的有没有招人 许天愣住了 啥 你要来 不是 是我表哥 哦 这样啊 招人招人 他什么时候来 我也不知道 我得去问下 我表哥要是去的话 工资一个月有多少 这话把许天问住了 他没收过废品 根本就不知道 但这不妨碍他瞎编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做 一般不招人 不过嫂子开口了 那肯定不能亏待自己人 你看一万怎么样 小秦听了吓一跳 这么高 高吗 许天看了眼张楚 看他面无表情 也不给他提示 只能自己发挥了 这还行吧 也不算很高 我们自己赚的可比这个多多了 哦 好吧 很快许天就他们带到了一座小区的其中一套房子 这个小区交通便利 周围的设施也很齐全 离市区也很近 小秦知道这个地方 房价虽然比市里便宜 但也要两万多一平 这套房子四十两厅 装修好的 老楚 嫂子你们看怎么样 小秦挺喜欢的 就是不知道房租要多少 他现在每个月要还贷款 压力也是很大 多少钱 你看着给 你想给多少都行 张楚看了眼小秦 你觉得呢 我没租过这么好的房子 我也不知道 哎呀 我跟老楚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给我两百五亿子家就行了 物业水电你们自己交 小秦听了惊讶的张大了嘴巴 这也太少了 这样不好吧 我又不靠这个赚钱 你们不租房子也是空着 水电物业每个月一样交 租给你们 我还能省一笔钱 小秦有些迟疑 话是这么说 这也太低了 你再加点吧 不然我们住着也不安心 许天看了眼张楚 那就加点 那就加一点吧 三百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楚 咱们不愧是老朋友 这都能想到一块去 小秦完全插不上话 张楚假装拉他到旁边和他商量 我看差不多 三百的房租 再加上物业水电 每个月也要上签了 可是这个房子在这个地段 又是四房两厅 我查了下最少六千起步 没事 他不缺这点钱 再说了你的那个房子 现在不也是让王辉他们排住吗 这价格太低了 我就怕以后发生什么矛盾 许天有家人吧 他不用回去和家人商量吗 张楚给了他安抚的眼神 没事的 他既然能给我们住 说明他心里有数 真的吗 那当然了 你也不要想太多 你想想看 除了房租 每个月也要生活费 也要花不少钱 小秦咬了咬唇 说的也是啊 张楚现在不知道找到了工作没有 要是一直找不到工作 那么压力就全在他身上了 这时许天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怎么样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要是嫌贵 我可以再给你们少点 这房子是许天家里的产业 张楚看中了肯定是要买下的 况且对于张楚身家几千亿的大户来说 一套房子而已 就是白送给他 也不是不可以 不 不用少了 三百就三百吧 那要签合同吗 不用 签什么合同 咱们什么关系 你们随便住 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小秦有些尴尬 他看了眼张楚 他一点都没反应 那就这样吧 我们明天就搬过来 你把密码告诉我 好 密码我发你手机 这密码是一礼拜一换 到时候你下个系统 就不用每次都问我 行 那就这么定了 这房子就给你们住了 嫂子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个饭 要的 肯定要请你吃饭 正好也到饭点了 那就现在吧 好 我先去开车 我知道有家店很好吃 我带你们去 说完许天就走了 你这个朋友人真好 张楚扯了下嘴角 没有说话 心里暗暗想 他这分明是唯恐天下不乱 大概是想着看自己笑话 许天带着他们 去了一家五星级餐厅 小秦光看着这建筑 不禁摸了下自己口袋 这肯定不便宜 他们找了位置坐下后 许天噼里啪啪点了一堆 小秦大概算了下 大概要两万多 心想自己那么点钱 今天可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许天这个人话 不是一般的多 一个人叽叽喳喳的 说得不停 张楚也没搭理他 小秦不忍看他冷场 时不时附和几句 这时许天忽然 看见门口的时候 脸色一变 急忙钻进了桌子底下 许天 你什么了 去 别说话 小秦顿时懵了 他看了眼张楚 张楚扬了扬下巴 示意他往后看 小秦转过头 看见门口进来几个女人 其中一个他见过是李燕 走在前头的是一个 穿气袍的女人 而李燕和另一个女人 跟在他后面 这两人好像是他压坏一样 脸上带着几分讨好的笑 小秦不理解 为什么许天看见 他们会怕得躲起来 他是谁啊 张楚没说话 能让许天怕成这样的 除了他老婆还能有谁 许天在家里 连他老爹都不怕 唯独就怕他老婆 等那几个女人上楼后 许天才从桌底下出来 为了缓解尴尬 他笑着说 刚才东西掉下面了 可真难找 小秦扯了下嘴角 这么牵强的理由谁信 不过他没有拆穿它 咱们赶紧吃 吃完我还要回去收肺品呢 许天说完 像很久没吃过饭一样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吃了一会 许天就走了 菜市虽然多 但分量少 根本吃不饱 你是不是没吃饱 再点几分吧 小秦不好意思地说 别点了 我没那么多钱 回去下面条吧 张楚扯了纸嘴角 他还能说什么 吃完小秦叫服务员结账时 服务员却说账已经结了 小秦有点诧异 看了眼张楚 是许天结的账吗 应该是 你的朋友挺好的 说得让我们请客 他却偷偷把账结了 还把房子这么便宜租给我们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没什么过意不去的 走吧 回去了 两人回去的时候 小秦要给爷爷下面条 老爷子说已经吃过了 老爷子也趁机问了房子的事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准备哪里买房 我们准备出去租房子 房子已经看好了 你跟我们一起去住吧 老爷子怪异地看了眼张楚 不是说好了去买房吗 爷爷 这件事怪我 于是小秦就将事情大概说了下 老爷子听完也沉默了 这是他也不好评价 这样也好 我看那个惠惠也不是个 委屈求全的主 应该也住不了多久 就会逼着去市里买房 你们出去租房子也好 省得天天跟他们一家唱戏 爷爷听着也闹心 小秦没想到老爷子这么明示力 也松了口气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不一样的 爷爷你跟我们一起去住 那边离这里比较远 这样省得我们来回跑 也方便照顾你 好 爷爷住哪里都可以 你们要什么时候搬 张楚说明天就搬 但我想等周末 明天搬太急了 那你们看着商量吧 我就不收拾了 到时候跟你们过去就行 和老爷子确定后 他们就回去了 回去后 王辉和惠惠还没睡 正在沙发上聊天 我对住的地方没什么要求 我就是喜欢热闹 我也喜欢热闹 表妹你回来得正好 惠惠刚跟我商量 要给家里添点家具 你有什么建议 小秦有些为难的说 表哥我们准备搬出去住 这话一出 王辉和惠惠都愣住了 惠惠有些急了 你们搬出去干什么呀 人多了住着不方便 你们结了婚 新婚燕耳的 比较适合两个人世界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还什么新婚燕耳的 你们就别搬走了 大家住在一起多热闹啊 是啊 表妹一起住呗 你搬出去都花那么多钱干嘛 小秦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再说下去好像在嫌弃他们 住在一起大家都不方便 还是分开住得好 惠惠脸色越来越难看 就差上去拉张处了 哪有什么不方便的 小秦也不知道 惠惠为什么这么激动 之前闹着要去市里买大房子 又因为彩礼的事 跟王辉闹分手 现在又改变主意 房子不买了 还要跟大家住在一起 小秦真看不懂惠惠的心思 为什么要在一起住 你给个理由 我 惠惠哪里说得出理由 她就是想知道张处的身份 想知道她有没有钱 想知道她为什么装穷 说不出来 那我们回房间了 惠惠看着他们回房间 气得直跺脚 他们要是搬走了 那她住在这里就没意义 惠惠 他们要搬走就搬走嘛 你干嘛要生气 我会努力挣钱的 你放心 到时候我们就去市里面买房 惠惠瞪了她一眼 扭头就回了房间 房辉愣了下 越来越摸不着头脑 不懂惠惠到底为什么生气 张处回到卧室就拿出电脑办公 小秦有点奇怪 她不是没工作吗 怎么一回来就办公 她发现除了惠惠外 对张处也有了种看不透的感觉 张处抬头看见小秦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看得她有些发毛 怎么了 你 你在忙什么 忙工作的事 怎么了 哦 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还行 小秦也不好抛根问底了 她换了个说法 那明天我还是继续接送你上班吧 随你 好吧 小秦也没再说下去 心想也许下馋信息有误 张处并没有被刷下去也说不定 半夜张处去洗手间的时候 碰到了惠惠 原来惠惠静悄悄地在沙发上坐着 她不信张处不出来去洗手间 张处 张处眼里闪过一丝厌恶 不打算理她 抬脚就进入洗手间 我要跟你聊聊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等张处上完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惠惠又挡住了她 你到底想干嘛 惠惠笑眯眯地看着张处 我就是有点事想问你 说 张处语气不善 强大的气场让惠惠色缩了下 我看见你从奈巴喝下来了 张处听到这话 神色才有了几分波动 然后呢 所以你是装的 是不是 张处没有接话 惠惠有些生气了 你就不怕我告诉小秦吗 你想说就说 如果你想用这件事来威胁我 那你的算盘打错了 惠惠愣了愣 张处居然不按套路出牌 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说谎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张处懒得和她废话 越过她就回屋了 第二天一早 小秦骑上自己的电动车 载着张处去上班 而惠惠今天也起得格外早 等小秦他们去上班 溜进小秦的房间 想找点有用的信息 翻了半天 终于在沙发旁找到一张 全是英文的纸张 上面的单词她很多不认识 她拿出手机扫描翻译 是DK国外某公司的设备维护信息 她用手机查到 这是国外一家科技公司 又查到了该公司 最近投了100亿美元研发的项目 惠惠惊呆了 这张细致的维修单 张处怎么会有的呢 她感觉自己快要接近真相了 张处的身份非常的不简单 如果阻止不了他们搬走 那就得想办法 从张处身上捞点好处才行 于是 惠惠直接去了DK集团 张处早上刚开完会 就接到前台打来的电话 前台说有个女的来找她 而且是预约好的 张处不记得自己预约了什么女人 叫什么名字 她说自己叫惠惠 张处见眉宁起 这女人竟然找到公司来了 她刚想叫前台把人打发走 但想到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了 要是把她赶走 她出去乱说 就会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带她到会议室 好的 前台带着惠惠来到会议室 张处把她晾在会议室大半天 最后惠惠受不了要发作的时候 张处才来见她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惠惠直勾勾地看着张处 她本身就长得帅 现在又有身份加持 更加觉得帅气逼人 不说我走了 张处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过会小情要来接她下班了 惠惠急忙回过神 别 别啊 我找你有事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其实我就是想问你 你这么厉害的身份 为什么要隐瞒 不对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要和小情结婚 她长得又不是很漂亮 是为了寻找真爱吗 张处淡淡地看着她 并没接话 我很好奇 以你的身份 为什么会选中小情呢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说那我就去告诉小情 张处额头清金报气 要是我去告诉小情 你这寻找真爱的目的 是不是就失败了 求会 会会愣了下 强装镇静 你说什么 秋辉是你的真名吧 你在和王辉之前 总共谈了八任 最短的二十天 最长的半年 你跟王辉应该是时间最长的 在大学期间 你脚踏几条船 骗取男友钱财 让他们给你买包包 手机等 大三那年 你跟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张处每说一句话 会会脸色就苍大一份 你跟他半年后 男人的原配找上学校 你当众被揭穿 你脚踏几条船也随之败露 被学校劝退之后 你去了会所上班 行了 你别再说了 会会脸色苍白 他没想到张处竟然把他的底细 查得这么清楚 他现在只有害怕 他原本天真的认为 张处跟他同住一个屋檐下 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自己可以随便拿捏的感觉 你是什么知道的 想查一个人很简单 那么现在言归正传 你找我还有什么事 张处面无表情地看着会会 要不是会会来纠缠他 他根本就不想管这件事 而会会脸色很难看 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甚至都忘了自己来的目的 我其实就只想让你 给我安排个工作而已 如果你想工作 自己去投简历 按流程走 我这里没有走后门这一说 尤其这个人还是会会 除非脑子有病 要不绝不会安排 这样的女人来公司上班 别安排一个工作都不行吗 不行 张处拒绝得很干脆 那我就 会会说到一半 话又咽了回去 他已经没有能威胁张处的东西了 反而是张处捏着他的把柄 现在你可以走了 张处也不想和他废话 站起身就走 会会挡住他去路 装作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看着他 张处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来找你 但是你能不能别拆穿我呀 让开 你答应我 我就让开 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 张处本来就没兴趣 如果不是会会找上门 他不可能跟他讲那么多废话 你说话要算数 你再不让开 后果自负 会会被他的气质吓了一跳 连忙地让开 你说的话 可不许反悔 张处里都没理他就走了 早知道张处这么难搞 他就不会找上门 这下好了 什么都没捞着 反而吃了一鼻子灰 小秦今天没办法准时下班 因为DK派人来整顿他们的销售部 由于业务混乱 员工这也做 那也做 导致工作效率非常低 所以现在分成了三个部门 销售 策划和运营 小秦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 还在苦苦地搬东西 潘连还沉浸在做三个部门总监的美梦里 在旁边指手画脚指挥大家搬东西 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DK派来的人 正在杨总办公室讨论职位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管理和能力一样重要 身为管理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不能什么都不懂 杨总你说呢 你说的也对 但是潘连在公司做了这么多年 他还是有能力的 前两天他还做了个游戏策划 江总还是相当满意啊 那就让他去做策划部的经理 为什么要让他管理三个部门呢 这是因为这三块业务他都很熟悉 有经验 但这是我们张总的意思 杨总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罚声现在是DK控 连杨总这个总裁都能随时录掉 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潘连 杨总一听是张总的意思 惊了一下 既然是张总的意思 那我照办就是了 这边小琴也办差不多了 一看时间快九点了 赶紧给张楚发消息 张楚 我刚忙完公司的事 都怪那个DK老板 他闲着没事 就不能找个女孩谈恋爱 干嘛盯着我们公司不放 害得我搬了一天的东西 累死我了 小琴刚发完消息 潘连就走了过来 今天大家辛苦了 晚上咱们部门聚个餐吃个饭 毕竟大家共事了这么久 以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你们有家属的也可以带家属来 地址我已经发群里了 也可以带家属啊 那真是太好了 当然可以带 你们要带家属的赶紧打电话 速度要快点 不然晚了餐厅要关门了 潘连说完 看见小琴没有行动 小琴 你什么不给你老公打电话 小琴扯了下嘴角 勉强微笑说 我家里还有事 我就不去了吧 你可别扫大家的信 都这个点了能有什么事 你看其他人都喊了家属 你赶紧打电话叫你老公过来 小琴张了张嘴 想拒绝 但看到周围的人都朝他看了过来 大家纷纷劝他把老公叫来 你老公长那么帅你担心什么 就算要担心 也是其他人担心 潘连这话无疑引起了所有人的公分 什么叫该其他人担心 难道他们家属就那么见不得人 于是大家都纷纷好奇 这小琴的老公到底长得有多帅 能让潘总说出这种话来 要是长得不帅 他们可就要嘲笑了 对啊 小琴我都没见过你老公长啥样呢 你赶紧叫你老公过来让我们尝尝宴 小琴知道潘连并不是真心想让张楚来聚餐 就是想看笑话而已 到时候说不准要当面嘲讽张楚一番 他可能还没下班呢 我还是不叫了 这都几点了还没下班 他干什么的 下长狐疑地问 他老公不是面试被刷下来了吗 难道又找到了工作 这事潘连有些不耐烦了 行了行了 别磨磨蹭蹭的 小琴你赶紧给你老公打电话 小琴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潘连已经带着其他人走了 潘连找行政部要了几辆车 小琴也被下馋拉上了车 打开手机看了下 之前给张楚发的消息还没回 想了想 他还是给张楚又发了条消息 我们部门要聚餐 我现在和他们一起去饭店 你要是没吃饭就一块来吧 发完这条消息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他们都带了家属 你愿意来就来 不愿意来可以不来 小琴也不想贸然叫他来 给人家看笑话 反正来不来看他自己了 张楚收到这条消息时 正在老爷子家里学做饭 做了几次都失败了 老爷子在旁边看得直摇头 你个混小子 不会做就不要做 简直就是浪费粮食 老爷子心疼地看着 垃圾桶里的残渣 就在这时 张楚的手机响了 他看到第一条消息的时候 他的额头忍不住冒出几条黑线 小琴对他的抱怨这么深 万一被他知道身份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看完全部消息后 他本想要已读不回 但看了眼左上角的时间 眉头不禁蹴了下 张楚想起了那天他喝醉的模样 于是他就给小琴打去了电话 你们要去哪里吃饭 就在我公司对面隔一条街 怎么了 张楚顿了下 又问道 几点回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应该不会太晚 你回去了吗 可以带家属 嗯 你把地址发给我 晚点我去接你 张楚不打算去参加 这个无聊的聚会 但是他可以等小琴去玩去接他 这样就不用担心 他喝酒会出什么事 好 小琴说完就把地址发给了张楚 下馋全程都在肩着耳朵偷听 小琴 你老公来吗 应该会来 他其实不太希望张楚来 他忧心忡忡地收起手机 望着前方的路 无奈地叹了口气 很快车就来到了饭店 他们包了个大包厢 小琴坐下后 部门的人就开始聊天了 小鹏 你老公是开超市的 晚上这顿叫你老公请客 别别别 要今天也得小曾请客 人家可是富二代 哪里轮得到我们 叫小曾的女生就坐在小琴旁边 他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话 很快大家的家属都陆陆续续来了 见人来得差不多了 潘连看见小琴和小曾两人 你们两个的家属呢 怎么还没来 他这几天不在敏城 来不了 这么巧 太可惜了 我还以为今天能见到你男朋友呢 是啊 就是这么巧我也没办法 小琴 那你呢 你不是说你老公会来吗 他可能有事不来了 不用等他了 小琴想起张楚刚才说要来接他 应该只是来接他 不会参加聚会 他也放心了 看这个架势 小琴真担心他来了能不能全身而退 就你们俩的对象神秘 那就不等了 大家可以开始吃了 酒过三巡 男人们都有点喝大了 就开始天南地北的吹牛 也有聊生意的 苏杰反倒是插不上话 但很快就聊到了DK 毕竟华盛被DK入股 大家还是比较关心以后的动向 DK的势头很猛啊 他们搬到闽城来 咱们闽城的电子科技又崛起了 夏禅 你的对象不是在DK上班吗 是 不过我也才去没多久 那也很厉害了 听说DK招人要求很苛刻 从别的公司挖了很多人才过去 哥们 那你是被挖过去的还是自己去的 是DK打电话叫我去聊一聊 我也想不到会成功入职 苏杰话一出 明显就是被挖过去的 大家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DK在国内刚刚起步 将来走上正轨 那就是元老级别 工资也会水涨船高 这时 小曾忽然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来了 我出去接一下 这么迟才来 我们都快吃完了 你快去吧 而在饭店门外 张楚正站在饭店门口 一辆法拉利急迟而来 要不是张楚反应够快 就会被撞上了 兄弟 你站这里干嘛 要不是我车记好 你恐怕已经 言虎言语没有一点关切 更多的是带着几分轻蔑 张楚冷眼看着他 我喜欢 张楚的口气 让言虎有些不爽了 你喜欢什么 喜欢被撞 张楚不打算理他 无视了这个男人 言虎气笑了 傻帽 你说什么 傻帽啊 你听不懂吗 果然是傻帽 张楚平淡地看着他 言虎更生气了 刚想再挑衅两句 突然小腹一痛 他都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撞到了自己车上 你刚才说什么 言虎长这么大 从来还没有人敢对他动手 张楚那一脚 把他的面子都踢没了 言虎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挥起拳头朝张楚砸去 什么 我去你 话还没说完 又被踢了一脚 言虎再次撞在车上 被车身反弹着 摔在地上 疼得半天都爬不起来 这动静引来了不少人 言虎气疯了 爬起来冲上去要和张楚拼命 结果又是挨一振奉 这人谁啊 这么牛 这个人胆子太大了 居然敢打他 被打的叫言虎 家里特别有钱 这时候小曾出来了 看见言虎被打得这么狼狈 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言少 你没事吧 言虎打不过张楚 就把气撒在了小曾身上 你这找的什么破地方 对不起 言少 对不起 有什么用 让老子这么丢人 你给我滚 以后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言少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滚开 言虎说完又看向张楚 小子 你给我等着 说完 他钻进车里 横冲直撞地开走 门口的动静闹得太大 连小秦他们在包厢里都知道 他们出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言虎开车离开的画面 小秦看到张楚 心里一惊 难道是他刚才和那个富二代在闹事 他赶紧跑到张楚身边 你有没有事 这怎么回事 张楚看了他一眼 给了小秦一个安抚的眼神 没事 不用担心 小曾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小曾低着头 没什么表情 我没事 谢谢潘总关心 我先走了 聚餐的钱我回去再转给你 说完小曾直接就走了 大家都知道小曾有个富二代男朋友 却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相处的 而夏禅眼情一转 落在张楚脸上 他想象不过小秦老公能有多帅 现在见到本人 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也太帅了吧 小秦 这就是你老公 夏禅一出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张楚就像猴子一样被他们围观 他的长相连攀连都未知惊叹 而在一旁的苏杰看到张楚时 整个人脸色都变了 包死 什么 夏禅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叫什么 张楚皱了下眉 微不可见地摇了下头 接受到张楚警告的眼神 苏杰吓得一哆嗦 我游戏里的boss刷了 我约好了人一起打 苏杰硬着头皮解释 他看了眼张楚的脸色 果然好了很多 苏杰迅速把之前的事过了一遍 初见小秦的时候 小秦都不知道自己老公是干什么的 现在张楚又在这里 连部车都没开 很明显是故意要隐瞒身份 苏杰暗自庆幸 差点就丢了工作 你就知道玩游戏 这时攀连走了过来 你就是小秦的老公啊 很早就听小秦提起你 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 刚才为什么不进去呢 张楚淡漠地看了他一眼 没兴趣 攀连愣了下 心里暗骂了句 但他脸上还是挂着笑脸 看来你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不过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你好像和小曾的男友打起来了 他自找的 你可气好大 他可是敏城首富的侄子 这事可能很难善了 你可得小心点 张楚瞪了他一眼 没有理他 去完了吗 小秦木讷地点点头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攀连那具首富的侄子 张楚真是闯了多大的祸呀 那就回去吧 张楚说完 就拉着小秦走了 众人看见他们走后 全都面面相取 这哪来的二愣子 正常 现在的年轻人都天不怕地不怕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他们都在秀自己的阅历 唯独苏杰白着脸一言不发 灿灿 咱们也走吧 夏长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他还是了解自己的男友 觉得他有点不对劲 上车后 夏长犹豫了一会才问 阿杰 那个张楚你是不是认识 你叹什么气 你快点说啊 我告诉你 你可别出去乱说 苏杰看了他一眼 满脸的警告 夏长听了 一下子也紧张起来 你说 他是我老板 夏长顿时瞪大了眼睛 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他是DK的总裁 也是我老板 听明白了吗 苏杰不由地拔高了音量 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的老板会伴助吃老虎 夏长长大了嘴 半天也说不出话 心里有羡慕 极度 震惊 你没和我开玩笑吧 苏杰没好气地说 我跟你开玩笑干什么 这总是有什么好开玩笑的 苏杰的话 击碎了夏长的心理防线 呆呆看着前方的路 小秦的老公 竟然是你老板 是啊 我也想不到 这是你千万别说出去 特别是你那个同事小秦 你要是说出去 我的工作有可能都保不住 为什么 他那么牛逼的身份 为何还要藏着掖着 我哪知道他是什么想的 反正你别乱说就行了 你就当什么也不知道 懂吗 诶 而另一边 小秦担忧地看着张楚 他急得不行 张楚什么还这么淡定 张楚 那个富二代会不会找你麻烦啊 要不我们报警吧 这种人咱们惹不起 没事 别担心 可是 我还是怕他找你麻烦 你别想那么多 我留了证据 他不敢找我麻烦 张楚信口胡周地安抚小秦 不过这件事他还是要去处理下 他不怕掩湖找他 而只怕找自己身边人 比如小秦 想到这 他突然开口 你有没有喝酒 没有 那你先回去 我有点事要去办 这么晚你要上哪去 我约了人 你先回去吧 张楚盯着小秦走了 这才给许天打电话 老楚 什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找你有事 你出来一趟 晚上不行了 刘倩回来了 我 你懂的 许天说话有点不好意思 他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 刘倩是许天老婆 两人只妇为婚 而刘倩是工作狂 女强人 刘家就他一个女儿 刘家的公司都是刘倩在打理 关键是刘倩对许天一点都不感冒 他心里只有事业 更是不搭理许天 可偏偏这样 许天怕他怕得要死 一点都不敢侮逆他 你不来我就上你家了 来来来 你赶紧来 这可把许天乐坏了 他巴不得张楚来 如果是别的猪棚狗友 他还会犹豫 但张楚不一样 他是个正经的男人 刘倩不会对他反感 张楚挂了电话后 直接打车去许天家 老楚 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非得这么大晚上的来找我 听到张楚要来 杨倩也出来了 老楚 这是我老婆刘倩 老婆 她就是张楚 平时我有跟你提过 我们是同学 上学那会关系可好了 刘倩看了张楚一眼 没什么表情 朝张楚点了下头 张楚也礼貌性的点了下头 你俩不会是兄妹吧 这表情和气质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老楚 我算是明白了 我为什么乐意跟你玩 这下我找到原因了 原来你和我老婆这么像 许天是个话牢 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刘倩眉梢蹙了下 显然有些不耐烦 张总这么晚上门 是有什么事吗 有点事 有个叫阎虎的 你们应该认识 他呀 他是我表弟 怎么了 你这么晚过来 就是为了找他 是 我马上打电话叫他过来 而阎虎此时正在叫几个狗腿子 商量报复张楚的事 表哥 我们真是心有灵犀 我正想找你呢 你就给我打电话 少给我废话 你马上给我滚来我这里 许天说完就挂了电话 他不是在和阎虎商量 而是在通知他 阎虎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了张楚 你个啥帽 你还敢来这里 阎虎的怒气升到顶点 他直接朝张楚走过去 被许天拦下了 表哥 你干嘛拦我 这小子今晚惹了我 我还在找他 他现在自己找上门来了 许天没心一跳 回头看了眼张楚 又看了眼阎虎 心想看来两人矛盾不小啊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许天也严肃起来了 张楚是自己的好兄弟 而阎虎是姑妈的儿子 姑妈跟老爹关系又很好 不管得罪哪边都麻烦 就是晚上我去吃饭的时候 于是阎虎就将事情说了一点 说张楚没事找事 还揍了他一顿 就这事 许天听完也松了口气 以为是什么深仇大恨 原来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什么就叫这事 表哥你到底是哪头的 我都被他打了 你还说就这事 你这不是好好的站这里吗 不对 他什么会在这里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哥们 以前的大学同学 而且你知道人家什么身份吗 你赶紧道个歉 这是就算完了 别等老楚再收拾你 什么身份 DK老板 DK你估计没听过 但京城张家你该知道吧 京城张家 阎虎信信地看向张楚 他什么也没想到 在一个破饭店门口 都能踢到一块铁板 刚才阎绍让我等着 我想了下 还是自己上门来比较好 有事现在解决 避免以后麻烦 许天见张楚语气冰冷 连忙说 这能有啥事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改天让这小子请你喝酒怎么样 看在许天的面子上 我就饶你这次 下次再敢出言不训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张楚扔下这句话后 便迈步离开了 刘谦看着他俩就心烦 也上楼去了 阎虎 我告诉你 老楚不是你能得罪的人 你要是把他惹急了 他就算杀了你 也没人敢给你出头 阎虎低着头 我知道了 知道了就好 老楚他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黑带四段了 现在只会更强 一个打你几个都没问题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得罪老楚 你就别在这个家待着了 趁早断绝关系 也免得给我爸惹麻烦 阎虎神色惶恐 他有惊天 完全依靠家里 自己要是再去招惹张楚 自己就会被移出家族 想到这里 阎虎是真的怕了 绝对不会了 以后他就是我亲哥 小秦在家里等了很久 也不知道张楚去哪里了 张楚打的是个富二代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万一找他麻烦怎么办 正想着 张楚回来了 他仔细打量着张楚 见他没有受伤的痕迹 才暗自松了口气 你怎么还没睡 这不是在等你吗 我还以为 不是和你说了别担心 张楚说完就去洗澡了 洗完回到卧室 小秦还是没睡 直勾勾地看着张楚 而张楚明显感觉到 小秦对于他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抗拒 哪怕张楚躺在床上 他也能安然入睡 张楚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抽个时间把东西收拾一下 咱们周末就搬过去 小秦点了点头 他有些担心地问 那个富二代的事 怎么办啊 张楚瞥见小秦眼底的担忧 心里忽然有那么点微妙 他生出一丝试探的心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顺其自然吧 小秦狐疑地看着他 顺其自然还这么淡定 你就不怕他找你麻烦吗 怕 你怕吗 我肯定怕啊 说不定 他以后就缠上我了 怎么办 张楚饶有兴趣地看着小秦 缠上你的话 会怎么样 这个可不好说 有可能丢了小命 也有可能少胳膊缺腿 说不定也会连累到你 小秦被他的话吓得脸一白 这 不能报警吗 他现在还没对我怎么样 报警有什么用 再说了如果报警 那也是我打了他 听张楚这么一说 小秦也没法子了 就顺势躺了下来 睡觉吧 张楚盯着他 眸光闪了闪 他这就被吓傻了 那下一步是不是该提离婚了 有时候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能测出一个人的本性 大男临头个自飞 也是人之常情 这一晚 张楚莫名其妙地失眠了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 小秦醒来的时候 又恢复了往常的模样 他做了早餐 笑着叫张楚吃饭 张楚顿了下 心里孤疑 但并没说什么 王辉今天破天荒起了个大早 你们在吃饭啊 表哥 今天你怎么起这么早 我还没睡呢 为什么 你昨晚干嘛去了 还不是筹婚礼的事 这结婚太麻烦了 卉卉说要把买房子的钱 拿出来办婚礼 她邀请很多朋友 不能在朋友面前丢脸 小秦已经不想再参与他们的事了 借车的事和买房子的事 已经弄得他里外不是人了 所以什么都不管才是最好的 试完早餐 小秦照常送张楚去上班 小秦来到公司 新部门今天没什么事做 小曾安静的坐在那边 好像昨晚的事没发生过一样 小秦犹豫了下 但还是走了过去 到现在他才知道 小曾全名叫曾田 小曾 曾田抬头看向小秦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小秦犹豫了下 就是昨晚的事 我想见见你男朋友 替我家那位给他道歉 昨晚那是你老公 是的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我帮不了你 他已经不理我了 这 小秦没想到 这是会连累到小曾 但转念一想 就因为这事就不理小曾 那炎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你能给我他的电话号码吗 我自己给他打电话 我可以给你 但你能不能让他 别不理我 这 你要是答应我 我就给你 小秦不理解 看曾田自冷的模样 不像那种贪慕虚荣的人 为何还想和那个 恶劣的男人在一起 我也是去找他道歉的 他什么可能听我劝 曾田低下了头 似乎不打算理会小秦 小秦见他这样 有些急了 毕竟只有小曾 才能联系上炎虎 那我试试吧 不过我不能保证能成功 真的 我老公打人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我只能答应帮你劝劝 我知道 那你就试试吧 小曾说完 就把电话发给了小秦 不管能不能成 还是先谢谢你 小秦拿到电话后 等中午下班的时候 在洗手间给炎虎拨去了电话 炎虎昨晚喝的有点多 直接睡在许天家了 现在还在睡 哪有空接电话 小秦打第二个电话时 炎虎火气瞬间上来 拿起电话就骂 你是不是有病 你烦不烦啊 再打老子就死你 炎少你好 我叫小秦 是昨晚打了你的那个人家属 我关你事 炎虎话没说完 被张楚踹得胸口又疼了 他揉了揉问道 你是张楚什么家属 路过客厅的许天听见这话 他搜的跑了过来 贴着炎虎坐下 削尖了耳朵去听电话里的声音 我是他老婆 炎虎抬头看了下许天 你干嘛 许天给他做了个虚的手势 而小秦以为他在问自己 便解释道 我就是想替他给你道个歉 你有什么条件也可以提 只要我能接受的 炎虎听了这话 觉得自己是不是睡糊涂 昨晚张楚刚上门警告 他老婆为什么还来给他道歉 这时许天抢过他手机 直接给挂了 你干嘛挂我电话 你没清楚有什么不对劲吗 有什么不对劲呢 张楚他老婆 不知道张楚身份 你没清楚了 听出什么 你这智商随了谁啊 好好说话 你要实在侮辱我 我就去告诉舅舅 许天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便耐心跟他讲了来龙去脉 炎虎听了半天才似懂非懂 我明白了 张楚在玩角色扮演 我平时也喜欢 我喜欢扮演送快递的 修水管的 许天彻底服了 这时小秦电话又打过来了 我竟还是不接 接啊 别露线了 不然张楚会揍死你 小秦是吧 是的 昨晚的事真的很对不起 希望你能原谅 哈哈 这下轮到小秦萌啊 刚才还那么凶 这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原谅他了吗 爹 我原谅他了 你别给我打电话了 小秦满脑子的问号 他是叹性的问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条件 什么条件 这当然是你说了算 那你就唱个歌来听听 小秦不确定的问 只是唱歌吗 你想跳舞也行 许天听了差点动手揍他了 这小子胆子真大 但是蠢 小秦有些为难的说 唱歌我会一点 跳舞我不会 你定个地方吧 啥 严虎随口戏言一句 他竟然让他定地方 你定地方啊 我 我只唱歌啊 严虎向许天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这让他什么回 让张楚老婆陪他唱歌 这不得被打死 小秦吐出一口气 像豁出去似的 你地方定好了 就给我打电话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严虎傻眼了 他呆呆地望着许天 表哥 现在怎么办 我要是跟他去唱歌 张楚会不会打死我 许天挑了挑眉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有可能哦 严虎脱离般地软倒在沙发上 欲哭无泪 经过一夜的反思 让他对张楚产生了恐惧 他在闽城全靠许家罩着 张楚跟他又是好朋友 况且张楚的实力背景远超许家 呀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逝去还是直接不理他 你肯定得去啊 戏就要演全套 万一让小秦起疑 你说后果严重不 这确实严重 所以你不但要去 而且还要演得像一点 到时候你再给张楚通风报信 让他知道 你帮他隐瞒身份了 你帮他解决了一个麻烦 他就不会怪你了 严虎听了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还是表哥你厉害 张楚的电话你发给我 行了行了 你赶紧给人家订个地方吧 严虎立马拿出手机 找人订了一个两版式KTV 专门唱歌的地方 然后就把地址发给了小秦 小秦看了KTV的名字 查了下是普通单纯唱歌的 他暗自松了口气 这是只能背着张楚 要是被他知道了 张楚拉不下脸 从而不让他来 曾田一直观察小秦的脸 见他明显放松后 便来到他的身边 怎么样 联系上了 他 小秦犹豫了下 便决定告诉他实话 他约我去唱歌 到时候我帮你说说 曾田目光闪了一下 他叫你去唱歌 怎么了 曾田的眼神有些微妙 他最清楚严虎的为人 约女生去唱歌或酒吧 多半不安好心 没什么 你确定要去吗 我已经答应他了 你放心 我不会忘了你的事 曾田没有说话 尽管小秦已经结了婚 但没人能在眼虎的公式下逃掉 小秦疑惑地看了眼曾田 怎么了 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没有 如果你喝酒的话 自己注意点 小秦突然心里忐忑起来 难道眼虎会玩那恶劣手段 小秦下班后 就去了眼虎指定的KTV 他紧握着手机 把曾田的手机号 设置成了急救电话 一旦有问题 他就立马拨出去 这是他们商量好的 而眼虎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见小秦来了 立马站起来 朝小秦露出一个羡慕的笑 这么快就来了 坐坐坐 小秦紧张地看着他 颜绍 我是不是陪你唱歌了 这不再追究这件事 当然了 我这个人说意不忘 我说的话你放心 你赶紧唱 唱完赶紧走 那你想听什么歌 你随便 小秦觉得这人有点怪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怪 于是小秦握着话筒 坐在内干唱 而眼虎一直低头玩手机 并没有理他 小秦也搞不懂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小秦唱完一首就停了下来 颜绍 你唱完了 嗯 行 那你走吧 小秦还是不太放心 那张楚的事 什么张楚 眼虎一脸茫然 过一会又突然想起 没事了 你快走 赶紧走 眼虎刚说完话 小秦电话响了 是张楚打来的 小秦心里一惊 自己不是已经给他发消息说有事 不能去接他 小秦看了下眼虎 觉得这个时候接电话是不是不太好 眼虎扬了扬下巴 你看我干嘛 赶紧接电话 小秦神色怪异 可张楚的电话 他不得不接 喂 你在哪 张楚的语气虽然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但小秦能听出来 他今天的声音透着几分冰冷 我 我 小秦瞄了一眼眼眼虎 眼虎正眼巴巴地盯着他 小秦深吸一口道 我在KTV 哪个KTV 蓝天 小秦刚说完 张楚就挂断了电话 挂电话的速度 让小秦有些隐隐不安 怎么样 张楚来了吗 什么 小秦惊讶地看着眼虎 你怎么知道张楚会来 我不知道啊 我就随便问问 小秦愁怅地叹了口气 事情比想象中的更顺利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 颜绍 我还有件事 什么事 是关于小曾的事 小曾 谁是小曾 小秦看他漫不经心的态度 心想难道他连自己女朋友的名字都忘了 就是曾田 他和我是同事 曾田 是他 怎么了 他说你不理他了 所以托我来问问你 颜绍你喜欢他吗 小秦觉得自己问了句废话 眼虎连人家名字都记不清 怎么可能会喜欢 我喜欢得多了去了 他算什么 那你还愿意跟他和好吗 什么和不和好的 他又愿意就来呗 小秦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不知道该说什么 估计这种人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曾田的话已经传到了 小秦不想跟他再继续这个话题 那颜绍还要唱歌吗 不唱 就咱俩干唱没意思 唱歌是他提的 地方也是他定的 现在又说没意思 他是不是在耍我 小秦正想着 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张楚出现在门口 他面如寒霜 仿佛包厢里的温度都低了几分 张楚看到小秦和颜虎两人坐的距离很远 脸色稍微松了几分 而颜虎看到张楚好像看到救星一样 我妾 你总算来了 小秦眼皮一跳 颜虎这反应 看着有点不对劲 唱得开心吗 颜虎脖子一僵 他再笨也能听出张楚话里的威胁之意 还行 是他自己在唱 我没唱 这话说完 张楚脸色更沉了 颜虎连忙解释 算了 看你老抛唱歌这么好听的份上 咱们之间的那月就一笔勾销了 我就先撤了 说完颜虎像做贼心虚一样越过张楚 灰溜溜地跑了 小秦张了张嘴 他心里有疑惑 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来这里做什么 当张楚知道小秦找颜虎赔礼道歉 还约他唱歌时 他的脑子像是被棍子砸了一样 想起昨晚对他说的话 还有对他的误解 他不是吓傻了 而是暗自计划找颜虎道歉 如果昨晚我没有提前去找颜虎 颜虎不知道我的身份 那今天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这个傻女人 有事就不懂得和我商量一下吗 想到这里 张楚心里是又后怕又生气 小秦也没有注意到张楚的心理变化 我怕他以后找你麻烦 就想着把这件事解决了 不过你放心 我觉得颜虎也不像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张楚直勾勾地盯着小秦 看到小秦真诚地望着自己 眼里没有任何的怀疑 全是坦然 没来由的 心里堵了一下 为什么 啊 张楚神色复杂地重复说 为什么要偷偷帮我 小秦低下头 不好意思地说 我这不是怕你拉不下面子吗 我这人脸皮厚 道个歉又不会少块肉 因为我怕你知道了就不让我来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他不是那么好说话 对你做些过分的事 你该怎么办 不会的 我设置了求救电话 再说了他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跟他鱼死网破 张楚听到这话气笑了 你和他鱼死网破 你确定不是在你自己单方面吃亏 到时候事情就会变得更严重了 你要怎么办 小秦一愣 脸色有些发白 对不起 我 我没想那么多 是我太冲动了 因为昨晚的话确实吓到他了 他怕张楚要是缺胳膊少腿 他可就真的万死难辞其咎了 张楚也沉默了 他突然意识到 事情好像往他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 张楚你怎么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不该瞒着你来找炎虎 张楚回过神 无声地叹了口气 不用道歉 该道歉的应该是我才对 不 你做得又没错 我们不惹事 但也不能怕事 如果那个炎虎 让这家里有钱有事打你 你也不能站着不动让他打呀 说到这 小秦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楚 认真的说 所以你一点都没做错 张楚扯了下嘴角 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 小秦 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我和炎虎是一样的人 你会怎么样 张楚试探地问出这句话 小秦愣了下 好像没听懂张楚的意思 你和他才不一样呢 他就是一个嚣张跋扈的富二代 但你不一样 你是一个正直优秀的人 你流过学 有真材实学 又低调有礼貌 跟他怎么会一样呢 张楚听到这些 神色更加凝重复杂 我是说如果 我就是炎虎那样的 仗着家里有钱 而嚣张跋扈的富二代呢 小秦嘴角地笑淡了几分 呆呆地看着张楚 你干嘛好端端地说这些 随便问问 你就当我没说过吧 走吧 回去 小秦盯着他的背影 不知为何 感觉他看起来有些落寞 连忙追了上去 张楚 没有什么如果 这人是怎么样的 他就是怎么样的 要是真的有如果 你是那样的人 我们可能也不会结婚的 张楚脚步一顿 直勾勾地看着小秦 为什么 小秦笑了笑 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因为你看不上我呀 像炎虎他们那种富二代 怎么可能会和不熟悉的人结婚呢 要结也是门当户对 这世上有几个贫民灰姑娘 能攀上高知的 就算有 豪门的生活 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 张楚愣了下 说实话 最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没看上小秦 哪怕昨晚 小秦的表现在 他心里的印象一落千丈 虽然现实 但也是事实 所以他没有反驳小秦 好了 我们回去吧 那个炎虎 应该不会找我们麻烦了 小秦说完 很自然地挽起了张楚的胳膊 张楚现在在他眼里 就是个姐妹 张楚瞥了眼小秦挽着自己的手 心情有几分微妙 两人在回去的路上 小秦又忍不住 问起他工作的事 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还行 你怎么老是问这个问题 哦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要是工作不顺心的话 可以考虑换个工作 不用 我工作很顺心 那好吧 小秦扯了下嘴角 也不再多说 或许下馋的消息真的有误 即使他在要面子 也不可能死守DK和西北风吧 他们回去的时候 已经十点多了 张楚带着去了张爷爷家 张爷爷还没睡 正守着一桌子菜等他们 小秦有点过意不去 张楚去找他 害得张爷爷这么晚了 还在等自己 爷爷对不起 都怪我 害你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说那些干什么 快吃吧 吃完早点回去休息 小秦回去洗刷后 坐在床上拿出手机 想看群里有什么工作消息 却看到一个好友申请 犹豫了下点了通过 点开朋友圈看了下 竟然是掩虎 他犹豫着要不要问候下 张楚洗完早进来 看他拿着手机一脸纠结 怎么了 哦 那个炎虎夹我了 奇怪他为什么夹我 删了 小秦不解地看着张楚 为什么 也许他有事找我 小秦恍惚想起 炎虎在KTV有点不对劲 现在他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炎虎好像有点怕张楚 他能有什么事 小秦忽然瞥见张楚穿着睡衣 那完美的身材和英俊的脸 可惜了 他只喜欢男人 想到这儿 不禁叹了口气 听到小秦叹气 张楚不淡定了 深邃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他 叹什么气 小秦回过神 不管他是不是喜欢男人 可他毕竟是男人 没 没什么 赶紧睡觉吧 小秦说完钻进被窝 被过身部去看他 但在张楚眼里 小秦这个动作很明显是在嫌弃他 他和林峰那种东西都能谈两年 他居然好意思嫌弃我 我难道比不上林峰那种货色 张楚越想越气 最后转身走出了卧室 剧烈的关门声把小秦吓得一咕噜爬起来 茫然地看着门口 他这是生气了吗 为什么 让小秦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起床吃早餐的时候 也没发现张楚 于是就拿出手机给张楚拨去了电话 什么事 张楚的语气有些冷漠 你还回来吃早餐吗 不了 我已经在公司了 张楚说完意识到了自己有点小家子气 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公司有点急事 你自己吃吧 好吧 那你下次不在家里吃早餐的时候 给我发个消息 我都快迟到了 抱歉 没关系 那我先不和你说了 小秦说完挂了电话就去上班了 小秦吃完早餐来到公司后 小曾就上来问昨晚KTV的事 其实他早就做好心理准备 小秦怎么可能说服阎虎呢 只怕现在他们两人的关系都有些不清不楚 小曾 你真的喜欢阎虎吗 喜欢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他 啊 这 我没那么傻 像阎虎这样的人 对他动心就只有死路一条 那你 我就是喜欢他的钱 仅此而已 小曾的话让小秦有些惊讶 他的长相确实漂亮 又很冷清 很难把他跟拜金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怎么了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没 我只是没想到你回答得这么坦然 这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小曾有些诧异 看小秦的眼神 明显柔和了许多 你真的这么想 嗯 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别的意思 昨晚阎虎说了些难听的话 你这么说我倒放心了 我能猜到 你就直接告诉我 他是否还愿意跟我交往就可以了 他说你要愿意的话 他无所谓 这样吗 那我知道了 谢谢 小曾似乎想到了什么 压低了声音说 对了 有件事我提醒你一下 什么事 潘总不是让你写策划案 你小心点 别替他人做嫁衣 我知道了 谢谢你提醒 不用 就当我还你人情了 小曾说完回到了自己的宫位 小秦拿起策划案 他早就猜到这其中有猫腻 既然潘连这么想要 那不妨送他个大礼 小秦刚想到这 潘连忽然走了过来 小秦 策划案写完了没有 这都几天了 小秦愣了下 随即将那份策划递给了潘连 写好了 潘总请过目 潘连接过策划案看了下 又看了眼小秦 好 我看看 还有部门分组名单已经发群里了 你记得查看 这个分组对潘连影响不大 他还沉浸在管理三个部门的美梦中 小秦开电脑查看分组名单 自己被分到策划部 同组的还有曾田 夏禅 还有两个别的部门调过来的 部门都在议论这次变革跟DK有关 小秦突然有些好奇 这DK什么来头 这么多人吹嘘 这次夏禅走了过来 小秦 你老公长得真善啊 什么时候再带出来给我们看看 小秦不解的看了眼夏禅 心想他不是有男朋友 但嘴上还是笑着说 他不喜欢各种聚会 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叫他出来和大家吃个饭 小秦这模棱两可的话 夏禅听了心里有些不悦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张楚的身份 故意装不知道和张楚演戏呢 不然怎么把人藏得这么紧 没看出来小秦心机还挺深 如果是这样 张楚对我来说岂不是手到前来 好啊 那就周末吧 我把苏杰一起喊来 咱们一起吃饭 周末不行 我们要搬家 没有时间 夏禅眼睛一亮 你们要搬家啊 我和苏杰可以来帮你啊 叫苏杰把车开过来 这 这不太好吧 他和夏禅没认识几天 之前做策划夏禅都没这么热情 现在居然要帮他搬家 有什么不太好的 你看我们是同事 苏杰和张楚也是同事 我们多有缘分啊 你不是说张楚被DK刷下来了吗 没有 之前苏杰的消息有误 张楚根本没有被刷下来 而是去了另一个部门 是吗 那他去了哪个部门 夏禅眨了下眼睛 满口胡舟的说 他去了秘书办 小秦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一下 秘书办 那不是给总裁当秘书 他又想起那天在门口 看见蒋欢对他动手动脚 该不会被钱规则了 张楚不会那么没骨气吧 小秦脑子有些乱 他敷衍夏禅几句 就没有和他继续聊了 攀连那边好像出了什么意外 导致今天没人来安排工作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夏禅走了过来 要跟小秦一起下班 小秦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不顺路吧 你不是要去DK接你老公 我去接我男朋友 这不就顺路了 这样啊 那好吧 他们到了DK楼下 夏禅就给苏杰打个电话 我到DK楼下 你下班了没有 下班了 下班了 那张楚呢 他下班了没有 他估计还没有 总裁办那层楼天天晚上加班 可能没那么快 苏杰说着 就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见到小秦愣了一下 你跟同事一起来的 是啊 我想他来接老公 那我干脆也来接你 那就谢谢你了 苏杰看了眼小秦 又看了眼电动车 神色有些一言难尽 公司都在传总裁坐电动车 竟然是真的 这有钱人真会玩 小秦给张楚发完消息后 看向苏杰 那你们先走吧 我自己在这等张楚 没关系 我们回去也没什么事 陪你一起等会吧 夏禅笑得落落大方 小秦也善善地笑了下 夏禅到底想干嘛 难道就是为了看帅哥 他男朋友还在呢 看别的帅哥合适吗 没过一会 张楚也走了出来 身边还跟着蒋欢 小秦看到他和蒋欢 在一起愣了下 而张楚看到苏杰和夏禅 也愣了下 他们都有不同的疑惑 苏杰也一样 我在这里 老板不会以为 我想拿他的身份威胁 升职加薪吧 蒋欢看到小秦笑得很灿烂 他拍了拍张楚的肩膀 我先走了 你路上小心 小秦咬了咬牙 蒋欢这是在挑衅自己 还是在嘲讽自己 蝉蝉 我们也走吧 夏禅好不容易见到张楚 没肯轻易离开 站在原地不动 只勾勾盯着张楚走过来 这是你同事 小秦还没来得及说话 夏禅就抢先一步说 是啊 我和小秦是同事 前天我们才见过 你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张楚瞥了他一眼 虽然夏禅伪装得很好 但对于月人无数的张楚而言 他眼底藏着的东西 根本逃不过张楚的眼睛 是吗 张楚又看了眼苏杰 他看苏杰的眼神 有几分意味不明 苏杰脸色白了下 蝉蝉 我们赶紧走吧 你不是要吃火锅 等下晚了就没位置了 夏禅瞪了他一眼 心里暗骂了句 但脸上还是笑眯眯地对张楚说 那我们就先走了 等周末我们来帮你们搬家 夏禅说完就跟苏杰走了 张楚看着他们的背影 搬家 小秦急忙解释 我说我们要搬家 他硬说要来帮我们 他那么热情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张楚冷笑一声 笑意带着几分讥竅 是挺热情的 小秦没注意张楚的冷笑 自顾自地把头盔递给他 这不挺好的 说明我在公司人员好 刚好他们也有车 他们想帮就帮呗 到时候请他们吃顿饭就好了 张楚也没有说什么 他觉得小秦这女人有点缺心眼 或者是太单纯了 对面是人是鬼都分不清 不过看他那么高兴 张楚也没有戳穿 只要下馋不做伤害小秦的事 就当他多个朋友 小秦载着他去菜市场 买了够吃几天的菜 张楚突然发现了 小秦一直用的手机支付 你怎么不用我给你的那张卡支付 我微信里有零钱 用完了再说 你把手机给我 小秦横大方的就把手机递给他 张楚又拿出自己的手机 不知道在操作什么 几分钟后 张楚把手机还给了小秦 小秦接过手机 发现微信多绑了一张卡 这是你的卡 张楚点了点头 名字不一样 你是怎么绑上去的 亲情卡 以后你买东西用这张卡就行了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不麻烦 你用就是了 之前我就说过 生活费我出 我不喜欢被女人养着 张楚板着脸 一副不可抗拒的模样 小秦扯了下嘴角 这家伙 毛病又犯了 对了 看你刚才和蒋总在一起 你在他手下做事还顺利吗 还行 小秦发现每次问他这个问题 他都回答这两个字 他有没有为难你 没有 你问这个干嘛 张楚也发现了 他最近好像很关心他的工作 我听苏杰说 你被调到秘书办去了 那肯定是给蒋总做事 在老板手底下干活 压力应该很大吧 张楚自顾自的说了句 原来是这样 什么 张楚回过神说 没什么 蒋总人不错 没什么压力 工资开的也很高 你不用太担心 张楚这样说 小秦就更担心了 其实蒋总挺帅的 有钱又有能力 张楚蹴了下眉 听不明白小秦的意思 你觉得他不错 是挺不错的 你觉得呢 确实不错 除了有时候嘴有点碎 他竟然也觉得蒋欢不错 小秦越想越觉得 他们两人很般配 小秦忍不住叹了口气 看来我们短暂的婚姻 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 虽然相处没有多久 小秦却莫名觉得有点失落 张楚注视着他失落的神色 有点不好的预感 他不会是看上蒋欢了 后悔结婚了 张楚脸色一点点沉下来 两人都有着自己的猜想 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 小秦又小心翼翼地问 那我们还搬家吗 张楚听到这话 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什么意思啊 没 没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小秦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 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不过想想也是 要不是张楚喜欢男人 他这么优秀 怎么可能轮到和他结婚 行了 回去了 张楚连电动车都不坐了 转身就走 小秦愣了愣 他什么又生气了 他赶紧骑电动车追上去 张楚 你怎么了 张楚板着脸 也不看小秦 没事 锻炼身体 哦 那你把菜给我吧 我回去做饭 张楚额头轻轻跳了跳 他将菜递给小秦 小秦一溜烟就走了 张楚盯着小秦远去的背影 嘴角扯了扯 他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在生什么鬼气 但是心里莫名其妙堵得慌 张楚回去后 老爷子看他脸色不好 笑眯眯凑到他身边 回头看了眼 在厨房做饭的小秦 怎么了 跟小秦吵架了 张楚扭过头 没有 老爷子笑得神秘莫测 你可不要骗爷爷 爷爷活了这么大岁数 我吃过的盐都 比你走过的路多 你瞒不了我的 想当年 老爷子也是商场上的风云人物 月人无数 张楚这小子 在他面前还是嫩了点 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张楚没说话 主要是自己都不知道 生的哪门子气 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我不知道 是吗 那你是为什么生气 不知道 你这臭小子 老爷子气得差点一拐杖扔过去 这时正好小秦做好饭出来了 吃饭了 老爷子收回拐杖 换上一副笑脸 来了来了 三个人坐在桌上 气氛有些诡异 老爷子眼睛在两人之间来回瞄 小秦他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只看出张楚一个人不对劲 老爷子装作不经意地问 小秦啊 今天有什么事情跟爷爷分享啊 小秦顿了下 没有啊 这时他突然想起来 哦 有一件事 张楚被调到秘书办去 这算不算好事啊 秘书办 老爷子怪异地看了眼张楚 是吗 哈哈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小楚好好干 争取早日升职加薪 让我和小秦跟你沾沾光 这话小秦听起来很正常 但是张楚听起来就有点阴阳怪气了 张楚忽然站起身 我吃饱了 我去公司一趟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小秦不解地看着他 又看了眼老爷子 爷爷 我怎么感觉张楚今天好奇怪 老爷子煞有介事地点下头 你也看出来了 嗯 那你们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清楚 我就问了一句要不要搬家 他就莫名其妙地生气了 就这样 嗯 老爷子沉吟着分析了一会才说 他应该是想跟你过二人世界 以为你不想搬了才生气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吃饭吧 他这脾气就这样 你别担心 到明天他就消气了 真的吗 当然了 他是我亲孙子 我能不了解吗 其实老爷子也觉得奇怪 张楚很少有情绪外泄的时候 肯定小秦有别的事惹他了 但这是件好事 小秦能牵动他的情绪 这说明他已经在意小秦了 想到这 老爷子的笑意更深了 另一边 张楚没有去公司 而是约了许天去酒吧 老楚 你什么了 不高兴啊 很明显吗 明显 你那脸都快搭了到地上了 张楚叹了口气 拿起酒喝了一口 瞬间整理了情绪 恢复了往日的淡漠 老楚 你是因为言虎的事 还是跟嫂子闹不愉快了 没有 许天 你平时跟刘谦是什么相处的 许天眼睛一亮 脸上燃起了八卦之心 就那样相处呗 你不是都看见了 严虎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这提我说啊 他跟婊嫂在一起的时候 就跟猫根耗子待在一起一样 滚滚 喝你的酒去 真是事实啊 你自己怂还怪我 咱们整个闽城 谁不知道你怕老泡 你住口吧 说老楚的事呢 你滚原点 楚哥 我最了解女人 你问我 别问那个气管言 有多了解 楚哥 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 我马上给你解决 张楚故意地看了眼影 老楚 你可要三思啊 听了她的话 别到时候鸡飞蛋打 表哥 这哪有你的发言钱 难道你比我还懂女人 你先说说看 砸钱 你看我就说了吧 严虎又给张楚出了不少馊主意 如果真那么简单 直接亮出身份不就好了 没有感情基础 那是说散就散的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玩 大哥 我可是貌似背着刘倩来的 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那你想怎样 怎么着你也得送我回去 帮我打个掩护 张楚静静看着她 眼神有几分嫌弃 你别这么看我 我看你今晚这样 离过上我的日子不远了 你放心 在我身上 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是吗 走着瞧呗 你赶紧送我回去 最后还是张楚送了她回去 刘倩看是张楚送她回去 倒也没说什么 麻烦你了张先生 没事 照顾好她 那我就不送你了 刘倩等张楚走后 还装 许天一将 睁开眼 老婆 我 我错了 你不用道歉 你想干嘛都可以 没必要和我解释 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 许天一听他不冷不热的语气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你对我那也不感兴趣 这也不感兴趣 那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 当然是为了联姻 难道是因为爱情 就算是联姻 我们结婚三年了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 那你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就对我有感情了 我 许天 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让你受委屈 你随时可以提离婚 父母那边我来解决 老婆我错了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你对我好点好不好 我不想跟你离婚 许天 你觉得我不理你 你就跑出去喝酒 想以此来引起我的注意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不管我理不理你 都不会做这样的事 你在婚姻中 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那我以后不去了 随便你 我睡觉了 小秦还在家里等着张楚 心想他这么晚了跑去公司 难道是去找蒋花 正想着张楚回来了 他来到床边 一下抱住了小秦 小秦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 醋了下眉 你怎么了 张楚抱了一会 才放开小秦 没事 他看了眼小秦 他眼底一片淡然 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就是许天说的 看女人对你有没有感觉 抱他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许天这个方法 不管用 小秦感觉到他眼中的失望 不由开始疑惑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张楚深深地看着他 没有 只是喝得有点多 你怎么还没睡 我睡不着 再等你 你是不是出去陪蒋总应酬了 再次从小秦嘴里 听到蒋总二字 张楚心情瞬间跌到了极致 为什么一定是蒋总 我就不能和别人应酬吗 哦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见过蒋欢几次 我也记不清了 可能有四五次吧 怎么了 四五次 那你觉得他好在哪里 我觉得都挺好的 长得帅 有能力又有钱 无可挑剔啊 无可挑剔 张楚瞬间气炸了 看到小秦眼里的欣赏后 张楚突然来了剧 可惜他不喜欢女的 张楚想直接了断他的念想 不料小秦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小秦听到这话 心想他难道要坦白了吗 但等了很久 张楚都没有说话 不由叹了口气 你喝多了 快点睡吧 不然明天上班就起不来了 小秦背对着张楚 心情也很复杂 在床上辗转大半宿 结果没过多久 隔壁表哥又出现了动静 果然这个家是有必要搬的 搬之前必须先把房子过火 省得时间久了 舅妈不认账 旁边的张楚也醒了 听到声音 眼角微微抽搐 下了床直接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 小秦收到了张楚的消息 说他提前去了公司 小秦去公司找潘连请假时 看到了人事调动通告 曾田成了他们策划部的组长 这让小秦很高兴 请假就不用去找潘连了 小曾组长 恭喜你升职了 一个组长而已 有什么好恭喜的 说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 明天我有事 想请假 你把请假条给我签字就行了 太好了 谢谢曾组长 不用谢 曾组长听着不习惯 你还是叫我小曾吧 这不太好吧 毕竟在公司 我还是叫你曾组长吧 随你 下午下班的时候 小秦去接张楚 夏禅又要跟他一起去 小秦也没有拒绝 不过是顺带一程而已 BK公司内 蒋欢拿着文件进来 看见张楚盯着电脑发呆 忍不住笑道 张总 你老婆来接你了 你还不下班 平时你工作从没走神 今天却在发呆 你有点不对劲 张楚回过神 看了眼蒋欢 想起小秦对他的夸赞 现在越看这张脸越讨厌 就这 还无可挑剔 什么破眼光 蒋欢觉察到他眼中散发出的杀气 你 你干嘛这样看我 我可什么都没说 只是好心提醒你 找我什么事 差点忘了正事 这是华盛那边职位调动名单 本来不想拿给你看 但是这管理者的名单里 没有小秦的名字 你不让他当个经理啥的 怎么连个组长都不给他 我不插手他们内部的事 哪有你这样当老公的 张楚一顿 抬头看向蒋欢 那我应该怎么当 你对人家隐瞒身份 明面上不给帮助就算了 好歹暗地里替他某点好处吧 你说你 你什么都不做 人家要你这个老公来干嘛 如果以后他知道了你的身份 你什么都没为他做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张楚直勾勾盯着蒋欢 盯着蒋欢有些发毛 你了解他吗 你别吓我 你老婆我了解他干嘛 你不了解他 又怎么知道他想要我的帮助 还有 他刚掉过去 如果给他的组长 你觉得其他人会扶他 这不是给他找麻烦吗 如果他有实力 他自己会往上爬 不需要我的帮助 你说的对 但有时候工作和感情是两码事 这人要是在感情上 和工作保持一样的理性 估计这感情也走不长远 当然 你要是对人家没感情 那就当我没说这话 张楚没说话 他眉头微醋 看着手里的名单 若有所思 蒋欢见张楚没说话 转身就要走 你好像很懂 你说什么 你对感情这种事 很懂 还行 也不是特别懂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张楚看蒋欢一副 想听八卦的模样 又加上小情对他的夸赞 想说的话又收回去了 没事 你可以走了 小情在下面等了很久 等得夏禅都不好意思 继续赖下去了 又等了几分钟 张楚才走出来 熟练的接过头盔 熟练的坐上去 张楚坐在后面 突然想起了蒋欢说的话 小情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人事变动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听那个谁说的 哦 是苏杰说的吧 嗯 我就知道肯定是夏禅告诉他的 那你想不想当组长 升职加薪谁都想 不过就算想也没那个本事 我现在还在学习策划 你如果想的话 我有办法 这句话说完 电动车一个急刹车 小情转过头 眼睛直勾勾看着张楚 你别乱来啊 我就算想 我也要凭自己的实力 要是没那个实力 就算当了经理 那也是绣花枕头 我也没脸坐那个位置 小情知道 他说的办法肯定是去找蒋欢 蒋欢身为DK副总 肯定有那个实力 为了我自己升职加薪 让张楚去被人前规则 要真这样 我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我就随便说说 你吓死我了 我工作我会努力的 你不用替我操心 肯定不会饿着你 这话不该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 小情的目光真切又灼热 张楚突然无法直视她的眼神 她有种莫名的心虚和负罪感 觉得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也显得她隐瞒身份的决定 卑劣而幼稚 明明在不久前 她还怀疑小情是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她在相处越久 她坦白的话越说不出口 我知道了 小情一回去就和舅舅说了房子过户的事 舅妈今天不在 明天才能回来 这时卉卉从屋里出来 看到小情和张楚愣了一下 尤其是看到张楚的目光 她眼神有几分闪躲 小情你什么时候有空了 有什么事吗 我想让你陪我去看婚纱 酒店 这样啊 你们结婚的日子定了没有 定好了 下个月十八 应该来得及吧 这个月就要结束了 要不明天你陪我去 明天不行 我要去过户 过户 那就后天吧 卉卉不明白 小情为何这么执着这破房子 之前要不是为了跟张楚住一个房 这房子她一点都看不上 这次纯属把她带沟里去了 所以要在婚礼上大办一场 不能亏待自己 后天是周末 那后天我陪你去 好 那我先走了 小情忍不住问她 卉卉 你都要结婚了 这么晚还要出去 要结婚就不能出去吗 你这老年人思想 黄婚回来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我晚点回来 卉卉说完就走了 小情叹了口气 她又转头看向卧室 张楚每次回来 不是关在房间就是在爷爷那边 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忙 正想着王辉回来了 表哥 你这是干嘛去了 表妹结个婚太累了 这辈子再也不结了 辉辉呢 她出去了 说要晚点回来 她肯定又跑去酒吧了 我去找她 表哥 你累了一天了 先好好休息 你们都快结婚了 别结外生枝 这个女人什么都不管 还整天要求这个那个 我天天在外面跑 累得跟狗一样 她居然还跑去酒吧 我真的是 表哥 你等她回来再谈吧 你这样去也无济于事啊 我还是去找她吧 这么晚她在那地方也不安全 那你别跟她吵 放心 我不跟她吵 我找到她就回来 小秦回到屋里 张楚戴着耳机正在开视频会议 小秦无意间瞄了下 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但看见了几个外国人 他赶紧往旁边靠了靠 避免被摄像头拍到 但还是被视频里的几个人看到了 几个人瞪大了眼睛 老板卧室里竟然有个女人 这回你们还开不开 小秦看了她一眼 她刚刚说的不是英语 好像是法语 她忽然觉得张楚被调当秘书办 不一定是被潜规则 就上床睡觉了 差不多凌晨一点左右 被外面的声音吵醒 张楚依然在电脑前忙着 小秦一走出卧室 就看见王辉拉着会会回来 你烦死了 能不能别管我 你都跟别人抱在一起了 还不让我管 不就拥抱一下 又没做别的 你至于吗 秋会 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你跑去酒吧喝酒也就算了 你还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你觉得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只是拥抱一下 你能不能别小提大做 我小提大做 我天天在外面跑上跑下 你跑去跟别的男人喝酒 难道这婚是我自己结的吗 行了王辉 你别再嚷嚷了 就我这条件 我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比你好得一大把 我跟你结婚 是看得起你 是你祖坟冒清烟 既然你不相信我 你还跟我结婚干嘛 卉卉一直说的不停 王辉插不上话 他愤愤地盯着卉卉 额头清惊抱起 你够了 你当初答应我不去酒吧 结果呢 你拿了财力要跟我分手 我也同意了是不是 结果你又跑回来 跟我说是在试探我 秋会 我当傻子了 王辉的怒火 把卉卉酒进去了一大半 清醒后 他也不跟王辉吵了 直接哭了起来 王辉愣了下 满腔怒火好像被浇灭 手足无措不知道要说什么 最后才憋出几个字 你哭什么 王辉 我出去喝酒是我不顿 但我更难过的是你不信任我 你 你都喝别的抱在一起 我还怎么信你 我都说了 我们只是朋友间的拥抱而已 王辉你扭心自问 你要钱没钱 要房子没房子 我还愿意嫁给你 我图什么 王辉神色不太自然 没错 这是她的死穴 而卉卉决定跟王辉结婚 是因为张楚这个富豪的存在 凭着小秦和王辉的关系 等到张楚身份曝光 到时小秦没理由不帮王辉 到时即使不能大富大贵 也能一事无忧 王辉 我们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我们这个婚还必要结吗 你 王辉 你就告诉我 这婚你还想不想结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好好想想吧 其实晚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与我 我想托他给你安排个工作 所以我才去的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会会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我给你道歉 那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那今晚的事就过了 我们就当没发生过好不好 好 小秦见两人没打起来 就回了卧室 一转头就看见张楚 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你什么时候站在这里 他们吵架的时候 他们吵架 我总觉得有点奇怪 却又说不上来 因为你表哥被卉卉洗脑了 小秦不解的看着张楚 什么意思 那个卉卉 一直有意无意在贬定你表哥 让你表哥自卑 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那么卉卉所有的行为 就变得合情合理 小秦听了似懂非懂 哦 没有利益的冲突 永远都是最和平的 卉卉将你表哥贬到一定程度 他自己就会给自己洗脑 觉得自己这么差劲了 卉卉可以直接离开 为什么还要做对不起他的事 这下小秦听懂了 想起以前 林峰在没有利益冲突时 对他很好 后面涉及到房子 立马翻脸 那卉卉他图什么 小秦和王辉有同样的疑惑 既然卉卉可以选择更好的 为什么还要和王辉结婚 又不将王辉放在心上 张楚深深地看着小秦 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 你很关心你表哥 嗯 表哥对我挺好的 小时候要不是他 我不知道要被多少小孩欺负 我记得有一次 小区里有个孩子 骂我是没爹娘的野孩子 表哥冲上去 就把他揍得鼻青脸肿 还跟他说我不是野孩子 我有外公外婆 还有表哥 有很多家人 好了 早点休息 你明天不是还有事要做 小秦这才回过神 明天要去过户 是得早点休息 第二天早上 小秦醒来张楚已经走了 舅舅 舅妈呢 还没回来吗 已经在车上了 估计还要等一会 哦 过了一会 王辉也起床了 无精打采地走了过来 表妹 你今天放假吗 没 今天我请假 等舅妈回来去过户 啊 小辉 你妈现在不在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了 王辉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没有 别瞎想 你要是真想结婚 就不会这么闷闷不乐了 我跟她婚纱照都拍好了 酒店也订了 酒水订金也给了 怎么能不结 父母的钱都搭进去了 她现在和会会结婚 已经不是感情的问题了 而是牵扯到很多利益的东西 对了表哥 上次会会说你们去见的亲家是租来的 那她真正的父母你见过吗 没见过 那你们结婚 她父母会来吗 会会说她家在山沟宫 太远了来不了 这 结婚这么大的事 再远也该来啊 到时候再说 不行我就去接他们 你知道她老家在哪里吗 我知道 她身份证我看过 到时候去打听就知道了 那趁现在有时间 你早点把他们接过来 咱们亲家也好见个面 行 我有空就抽个时间去 你一个人去行吗 我陪你去吧 那行 到时候我找个周末 咱俩一起去 话刚说完 会会就出来了 直接坐在沙发上刷手机看去 他们也就不再讨论这个话题 接近中午的时候 姚兰回来了 小琴今天没上班 小琴专门请假等你回来呢 房产正放哪了 咱们今天去把房子给过户了吧 姚兰听了脸色有些不太自然 这么着急 小琴一看她这反应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急忙说 本来早就应该去过户的 只是没请到假 今天好不容易请到假了 就赶紧过户了吧 可是房产正没在我这 小琴额头一跳 她尽可能让自己冷静 那在谁呢 前几天不是跟你说了要抵押贷款吗 我就把房产正拿去估值了 小琴脑子嗡的一声 整个人都傻了 不可知心的看着姚兰 连舅舅都看不下去了 你 你这个人 房子拿去抵押 你怎么没告诉我 这房子有我的一半 我想怎么样还要问你的意见 这房子现在是小琴的 什么你的一半 你什么意思 我这么做是为了水啊 你们两父子都喜欢当老好人 有本事拿钱出来去买房子啊 但凡你们有点出息 我至于这样吗 原来姚兰还是想去市里买房 如果房子一过户 那就是小琴的了 所以趁着房子没过户 就先拿去抵押了 然后去市里买房 房子只有自己的 住着才安心 小琴突然觉得很累 舅妈 你把五十万还给我吧 这房子我不要了 姚兰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呢 贷款的钱我们自己还 又不要你还 房子还是你的 只是拿去抵押而已 又不是卖了 舅妈 房产证上写的还是你们的名字 这房子哪里是我的 要是你们还不上钱 这房子被银行收回 那我的五十万呢 能还上的 怎么可能还不上 那等你们还上 五十万再给你 小琴本来看在舅舅和表哥的面上 一再忍让 可换来的却是姚兰的得寸进食 而姚兰听了脸色一遍 沉着脸说 小琴 我们养了你二十年 你现在翅膀硬了 跟我们这么见外了是吧 舅妈 很感谢你们让我住了二十年 那一个月一千算 二十年二十四万 后去撞车赔别人的十五万 你退给我四十万就可以了 你 话说到这份上 姚兰也找不到其他的借口来讨价还价了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可以把钱还给你 但是只能退你二十六万 你自己说的二十年二十四万 那么五十万就剩二十六万了 小琴已经无力和她争论了 这时候 卉卉突然发话了 哎呀阿姨 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我都已经委屈求全 住你这个破地方 你还要那么多钱干嘛 你赶紧把钱还给人家吧 小琴诧异的看了眼卉卉 没想到卉卉居然会帮她说话 你 你不想去市里住新房子吗 想了 可我也得为你们着想 我也不忍看你们那么劳累 其实住哪里都一样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这 姚兰也很意外 卉卉之前死活都要买房 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 好了 你快把钱还给小琴 我觉得住这里也挺好的 姚兰被卉卉说得有点心动 她迟疑了一下 你想好了住这里 早就想好了 要不我怎么可能还在这里 是啊妈 卉卉都这么说了 你赶紧把钱还给表妹 姚兰看了眼小琴 卉卉和王辉都这么说了 现在也没理由继续拿着小琴的钱 好吧 真不知道谁跟你们是一家的 姚兰说完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小琴也觉得好笑 要钱的时候是一家人 现在撕破脸了 又觉得她是个外人 小琴 是舅舅对不住你 这不关舅舅的事 很快 姚兰就把卡拿了出来 递给小琴 你给的五十万都在这卡里 你自己去查一下 你自己说的只要四十万 到时候记得转回来十万 谢谢舅妈 既然你不买这房子了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搬出去 姚兰现在也不装了 直接就赶人 我明天就搬出去 这个家明显是姚兰说了算 王辉和舅舅都怕她 小琴觉得继续待在这里 也不合适了 她借口和舅舅说 公司有事就走了出去 王辉见状要追出去 被惠惠拦住了 我去 小琴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惠惠喊她 惠惠 刚才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明天我还要你陪我去看婚纱呢 惠惠脸上很开心 自己帮了小琴这么大的忙 好歹也是个人情 以后她迟早是要还的 明天我要搬家 你要是不急的话 我后天陪你去 好 那就后天吧 不过话说回来 阿姨这是做得太不地道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脾气真好 要是我早就报警了 小琴没说话 她不想走到那一步 至少还有舅舅和表哥是向着她的 好了 你也别太难过了 人就是这样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钱才是真的 这世上有90%的烦恼都是因为钱 还有10%是因为钱不够 小琴愣了下 看了眼惠惠 一个人的好与坏 一定跟她的经历有关 不知道惠惠经历过什么 才会说出这种话 可能吧 惠惠也没有和她多聊 说一会就回去了 小琴今天好不容易请了假 心情却被弄得非常不好 很早就骑着电动车去了张楚公司 到了公司楼下后 小琴就给张楚发了消息 张楚很快就出来了 你今天不是没上班吗 没上班就不能来接你吗 说完小琴拿出那张卡递给张楚 这个是我给舅舅买房子的钱 我要回来了 你拿着 张楚看着那张卡 就已经猜到了大半 那我们就去买房子 小琴愣了一下 她还想着买房子 难道她没想过要离婚 怎么了 你是担心钱不够 不是 我 我是担心如果买了房 以后你遇到了喜欢的人 这个你不用担心 不管以后谁有了喜欢的人 谁提离婚 房子就归对方 我们可以签协议 张楚并不是为了房子 而是只有这么说 小琴才会接受 这样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这钱是你的 你出了这么多钱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这是你给我的彩礼钱 那也是你的 你见过有人离婚 还把彩礼要回去的吗 我见过啊 张楚被堵的说不出话来 走吧 回去了 不管买不买房 我们明天还是得先搬家 张楚醋了醋没 你舅妈赶你走了 小琴微微一正 她是怎么知道的 没有 我们不是说好了明天要搬家吗 再说了 我也不想继续跟他们挤在一起而已 晚上小琴也没有回舅舅那边 而是直接去了张爷爷家里 等吃过饭后 小琴硬着头皮说 爷爷 今晚我们能不能在你这里住一晚啊 老爷子愣了一下 官妾的问 怎么了 和你舅舅家闹矛盾了 没有 就是明天要搬家了 不想再去打扰他们了 这个说辞明显站不住脚 既然小琴不想说 老爷子也不问了 当然可以 爷爷的家不就是你们的家吗 想住随时都可以住 小楚的房间一直给你们留着 老爷子也是人精 明明有两间空房 偏说一间给他们留着 就想看看他们两人什么反应 看到两人没反应后 看来平时是住在一起的 老爷子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来离自己抱重孙的愿望不远了 爷爷 那我先去收拾了 去吧 老爷子转头看了张楚一眼 看这小子前仰天生闷气的反应 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对小琴有意思了 他可能还以为自己得病了 老爷子想着想着 最后忍不住笑出来 张楚一看老爷子不怀好意的笑 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老爷子也意识到自己得意忘形了 瞪了张楚一眼 看什么看 还不去睡觉 明天还要搬家呢 张楚扯了扯嘴角 起身就去洗澡回了卧室 小琴正准备睡觉 张楚盯着小琴身上的睡衣 他猴杰无意识地滚动了一下 脑子里闪过一股邪念 他平时自控力非常强 但现在 他的自制力在一点点崩塌 你不睡觉站那里干嘛 睡不着 站一会 张楚随口编了句 这个人好奇怪啊 睡不着为什么要站着 那你还要继续站吗 或许吧 你别站了 上来我们聊聊天 说不定就睡着了 张楚沉默了片刻 我还是站着吧 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嗯 算是吧 那你可以跟我说吗 我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这时张楚才坐在床上 算了 睡觉吧 你能睡着了 嗯 那赶紧睡吧 明天还要搬家 睡不着也要闭着眼睛休息一下 现在小琴对他可放心了 潜意识里把他当成了姐妹 不一会就睡着了 片刻后 他习惯性翻了个身 又把张楚当成了抱着 张楚鬼使神差的抬手 也抱住了他 他闭着眼睛 尽量想些公司的事 他想到的是蒋欢 小琴说蒋欢无可挑剔的话 以及蒋欢那张欠揍的脸 挺管用的 暧昧的念头变成了一肚子火 反正都睡不着 这是张楚有史以来 度过最艰难的一个晚上 在他眼里没有感情的结合 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第二天夏禅和苏杰很早就来了 要帮小琴搬家 小琴 你东西多不多啊 我们这个车能装下不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已经叫了搬家公司一次性就拉走了 也行 坐 上去帮你一起搬 小琴带着夏禅上楼 进屋看见只有舅舅和舅妈在 摇篮露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假笑 小琴来搬东西啊 对 这段时间麻烦舅妈了 有什么可麻烦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女人嫁了人啊 就是泼出去的水了 以后记得经常回来看舅妈啊 小琴扯了下嘴角 微微一笑 那我先去收拾东西了 需要我们帮忙吗 不用了 我东西不多 有了夏禅和苏杰的帮忙 很快就帮完了 小琴临走前 回头看了眼舅舅 摇篮已经回房间了 舅舅 那我先走了 舅舅眼中带着几分愧疚 行 路上小心 有空就回来看看 我知道 又不远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这是闹的 小琴 你不会怪我吧 哪里会 舅舅照顾了我那么多年 我感谢还来不及 怎么会怪舅舅呢 舅妈说的也对 我已经结婚了 再和你们一起住也不合适 人 舅舅 那我走了 你和舅妈要多保重身体 去吧 小琴张了张嘴 还是转身离开了这个生活二十年的家 来到楼下 张楚那边张爷爷的东西比较少 也都搬下来了 搬家公司车也到了 张楚和小琴坐在了苏杰的车里 车子离开小区 小琴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失落 小琴一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现在开始 这里已经不属于他了 苏杰开车也很紧张 头一次离自己的老板这么紧 夏禅也时不时往后看 但一直找不到说话的机会 小琴 中午我们在哪吃饭 你们要是不嫌弃 我在家给你们做怎么样 那太好了 正好尝尝你的手艺 那行 一会搬完 我就去买菜做饭 好啊 很快车子就到了他们要搬的小区 他们正搬着 许天来了 老楚 嫂子 你们搬家都不叫我 真是太见外了 你怎么来了 老楚是我好哥们 你们搬家我肯定要来啊 不过幸好赶上了 来 我帮你们 有了他们的帮忙 没有多久就搬完了 这时正好中午 小琴得去买菜 毕竟这么多人等着吃饭 我跟你一块去 小琴也没拒绝 就跟夏禅一起下楼了 小琴 你怎么会想起搬家呢 小琴也不好意思说发生的那些家事 因为人多了住不方便 还是搬出来比较好 也是 那你们这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 是租的 就是刚才来的那个人的 他便宜租给我们的 一个月才收我们三百房租 夏禅愣了下 他没想到房子是租的 看来小琴还真不知道张楚的身份 张楚真不打算告诉他吗 这样啊 这里的房子可不便宜 看来你们和那位朋友关系是真的好 而在屋里 三个男人加个老爷子 四人面面相去 许天看了眼苏杰 这谁 苏杰知道许天叫老板叫老楚 身份肯定不简单 你好 我叫苏杰 是DK海外部的三组组长 也是张总的员工 许天诧异的看了眼张楚 看来你这位员工是优秀员工啊 都跑来帮你搬家了 不是 是我女朋友和张总的夫人是同事 我就是来打杂的 原来如此 不错 小伙子有前途 起码现在你家张总记住你了 好好干 升职加薪是迟早的事 许总言重了 好好工作是我们的本分 基于升职加薪是要靠自己的实力说话 我们公司可没有靠关系这一说法 很好 看来你能坐在这里是有道理的 张楚一直没说话 但这也表示张楚接受了苏杰的话 老楚 这房子你是搬进来了 你真的打算租房子住吧 张楚看了眼老爷子 你问他 老爷子瞪了张楚一眼 你自己的事 自己解决 问我干什么 我老头子才不下掺和 要不是你非得隐瞒身份 害得我一把年纪还要陪你演戏 我已经很对不起小琴了 还想让我继续演 我可不干 张楚扯了下嘴角 沉默了下 多少钱 我估计你也不想搬来搬去 这样吧 等小琴回来 我跟他讲 便宜卖给你们 怎么样 他不会同意的 为啥 他不想占你便宜 这话一出 老爷子忍不住笑了 这么快就了解小琴的性格了 不错呀 张楚瞪了老爷子一眼 那就得老爷子出马了 老爷子 你一开口 这事不就解决了 老爷子没好气的说 你们这一个两个蛋 怎么老把主意打到我这老头身上 谁让你有话语权呢 为了你孙子的幸福 你就委屈一下吧 小楚 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什么时候和小琴坦白 你小心别玩拖了 到时候别怪爷爷没提醒你 我知道了 老爷子还是有些担忧 现在不说 以后可就晚了 老爷子看着小琴长大的 对他的为人最清楚不过 以后他俩感情水到渠成 他要是知道真相 恐怕连他这个老头子都不搭理了 老爷子越想越气 黑着脸回了自己房间 小琴买菜回来后 有了下馋的帮忙 饭很快就好了 太好了 今天又有口福了 上次吃了嫂子做的菜 我一直念念不忘到现在 今天又可以吃到嫂子的手艺了 今天我一定要多吃点 你尽管吃 爷爷腻 在屋里 我去叫他 老爷子正在和张楚他爸打电话 张楚一进门就听到了 他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么多年你不闻不问 现在打起他结婚的主意来了 哪有你这样当爹的 行了 别给我讲这些 我还不知道你 你公司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想让他联姻 哼 我是你老子 你想什么我还不清楚 你一个混蛋 你现在还怪起我来了 你自己不检点 还好意思怪我 滚滚滚 老子不想跟你说话 老爷子气得一把就挂了电话 一转身就看见了张楚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进来 他说什么 没事 反正你和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你不用管 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听到你说他公司出问题了 不是出问题了 他看上一个项目 他公司没这个技术 就想跟人家联姻 这臭小子 原来是这样 出去吃饭吧 就等你了 你们吃吧 我吃不下 吃不下也去吃点 大家都在等你 而且今天第一次搬家 你不出去 等一下小秦又会多想 老爷子愣了下 提起小秦 他又开始犯愁 小楚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怎么想的 你要瞒他到什么时候 你先吃个饭再说这个问题 你呀 哎 老爷子叹了口气 他也拿张楚没办法 现在这个情况 老爷子也解不开这个问题了 老爷子 你能喝酒吗 我怎么不能喝 你别看我这把年纪了 真要喝起来 你们这些人加起来都喝不过我 真的假的 爷爷 那我敬你一杯 苏杰也真信了老爷子的话 站起来就要给老爷子倒酒 却被张楚拦住了 他不能喝酒 苏杰看了眼张楚 干笑一声 给张楚倒了酒 你这臭小子 别太过分了呀 这么大好的日子 你们喝酒 却不让我喝 你身体怎么样 你心里不清楚 我清楚得很 你给我让开 张楚拿开手 拎起果祭给老爷子倒了一杯 老爷子瞪了张楚一眼 你这臭小子 张楚无视了老爷子的怒气 又给小秦倒了杯果汁 你也不能喝酒 我能喝酒啊 为什么不能喝 而且下午也没事 喝点咋了 张楚没给他商量余地 已经给他倒上了果汁 今天是老楚搬家的好日子 大家干一个 苏杰连忙捧着酒杯 挨个跟他们碰杯 那卑微的模样 看得下沉一肚子火 平时说出去自己男朋友年薪百万 还是公司高管 结果在这里 跟狗腿子没啥区别 嫂子 这房子你还满意吗 很满意 这时还得好好谢谢你 上次说请你吃饭 结果你把账偷偷结了 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 今天你可要多吃点 当然当然 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我是想说 既然你说这房子不错 我也听老楚说要买房子 那干脆这套卖给你们好了 这房子我们买不起啊 许天给老爷子递了眼色 让他赶紧发挥 可老爷子不理他 他只能主动找老爷子说话 爷爷 你觉得呢 你喜欢这房子吗 老爷子瞪了他一眼 喜欢 你直接送给爷爷好了 真的吗 爷爷只要你开口 我就直接送你了 老爷子噎了一下 虽然许天在笑 但老爷子和张楚都知道 这小子不是在开玩笑 怎么样啊你们 我可以给你们打折的 反正这房子我留着也没用 卖了还能换点钱 老爷子已经被赶鸭子上架了 不配合也不行了 你要卖多少钱 五百万咯 不行 太贵了 便宜一点 许天故作为难地说 要不二百五十万 二百五十万也不行 没那么多钱 老爷子态度强硬 小秦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怕老爷子说话太重了 把许天给得罪了 他看了眼张楚 张楚假装没看见 拿起筷子给他加了菜 爷爷 你就直接说吧 你的预算是多少 一百二十万 你 你这也太夸张了 这房子的地段 网上能查到价格的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 你和小楚是好朋友 你给他有情价 难道你想反悔 这也差太多了 好歹你也再加个一万 行 那就加一万 你这小伙子 跟一个老人家奖价 你也好意思 爷爷 我这算奖价吗 那就说好了一百二十一万 吃完饭咱们就签合同 你可不许反悔 放心 咱们什么关系 我能反悔吗 那你打算分期还是全款 你看我们像能全款的样子吗 当然是分期 好 等会我打电话叫人做个公证 然后签合同 没问题 吃饭吧 老爷子郁闷地继续吃饭 而一旁的小秦和夏禅已经愣住了 刚刚他们是在说买房子的事吗 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五百万砍到一百二十一万 房子就这么定下来了 夏禅也惊呆了 为了买个房子 不让小秦起疑 这么多人在这里演戏 她的面也太好了吧 吃饭啊 愣着干什么 夏禅这才回过神 她来的目的就是在张楚面前露脸 只有经常见面 才能表现自己 让张楚看到自己优秀的一面 小秦此时也回过神了 她小声地问张楚 刚才爷爷是把房子买下来了吗 张楚也小声地恩了一声 别担心 她有钱 可是 快吃饭吧 等一下饭凉了 张楚直接打断了她说话 小秦坠坠不安地吃了这顿饭 没过多久 许天找的律师来了 他们几个就去了房间 把小秦留在了外面 小秦望着房间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谈些什么 小秦 你真幸福啊 小秦苦笑一声 在外人面前她确实很幸福 但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她和张楚是怎么回事 你说他们会不会在房子上写你的名字 最好不要写我的名字才好 为什么 我什么都没出 怎么能写我的名字 夏禅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小秦不知道张楚的身份 那小秦就真的是那种不爱钱的女人了 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怎么会什么都没做 你天天照顾她吗 做饭洗衣服 打扫家务 这不是也为这个家出猎了 所以这个房子应该也有你的一份 如果你真的不要 万一离婚了 你什么都没有 岂不是亏大了 这些我不在乎 两个人一起过日子 计较这些干什么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没必要去算计这些 你这样迟早会后悔的 夏禅还在试图劝说 但小秦根本听不进去 她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房子不要写她的名字 正想着 他们出来了 嫂子 你手艺真好 下次我还要来蹭饭哦 好啊 你随时都可以来 行 那我记下了 我先走了 许天走了 夏禅和苏杰也不好再继续留在这里 说了生也走了 小秦紧张地看了眼爷爷 爷爷 这房子 小秦 这房子爷爷已经买下来了 你们结婚 爷爷也没什么给你们 而且婚礼也没办 心里对你也很过意不惧 所以这房子就当爷爷送给你们 名字写谁的 你和小楚俩自己商量 爷爷 怎么能让你花费 其实我和张楚早就商量好了 不用你出钱的 我知道你们孝顺 刚才小楚也劝我 是这样的 爷爷只给了首付的钱 贷款你们自己还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啊 小秦也松了口气 只付首付那还好 对啊 爷爷只能拿得出首付 所以名字你俩自己商量 我知道了 那我先去休息了 你们慢慢商量 哎 老了就是瞌睡多 老爷子说完 就灰溜溜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还是按照之前说的 写两人的名字吧 谁提离婚 房子就归对方 你觉得怎么样 小秦有些犹豫 你给我的四十万 我已经拿出来了 所以你也出了钱 你真的不想要这房子吗 啊 四十万都付了首付吗 没 还留了二十万 这二十万你自己留着 拿去花都可以 那就存着吧 以后还房贷用 房贷不多 不用存着 你随便用 那什么时候去过户呢 这个得看许天什么时候有时间 如果你放心 我去办就可以 要是你不放心 你跟我一起去 我当然放心了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我不管了 小秦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张楚给他的感觉很靠谱 那种安心的感觉 小秦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和张爷爷都是好人 就是估计张爷爷也不知道自己的孙子性取向的问题吧 房子的事总算解决了 小秦下午没什么事 张楚也出去了 就他一个人在家收拾屋子 到晚上的时候 王辉和惠惠来了 表妹 恭喜你啊 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 你搬了新家 我们好歹也送个礼啥的 来就来了 还送什么礼 这房子不错啊 跟上次我们看的差不多 等我有钱了也在你隔壁买一套 那你要加油哦 那必须的 那老房子以后留给我爸妈养老 我肯定是要搬出来的 王辉看到小秦的房子 整个人充满了斗志 正说着 张楚回来了 表妹夫 今天周六 你跑哪去了 怎么把我表妹一个人留在家里 张楚看了王辉一眼 又看了卉卉一眼 卉卉尴尬的笑了一下 错开张楚的目光 出去办点事 我回来拿个东西 还得出去一趟 哦 好 张楚回屋里拿了个什么东西 果然又出门了 这当财务这么忙吗 他现在不是财务 是总裁秘书 突 卉卉刚喝了一口茶 差点喷出来 小秦和王辉齐刷刷朝他看过去 没事 就是听到一个男人当秘书 有点好笑 小秦心想 男秘书也没那么奇怪吧 他今晚还回来吗 要不直接住在这里得了 省得明天再过来 人家今天刚搬进来 我们住这里也不好 等下次吧 好吧 那我们先走吧 明天再过来 卉卉也怕万一惹毛了张楚 把他黑历史全部抖出来 小秦整理东西也累了 洗了澡就回屋睡着了 而张楚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他下意识地就要进入小秦的房间 突然想起昨晚小秦穿睡衣的画面 顿时一股邪火冲了上来 他有点烦躁 他感觉自己在小秦面前 引以为傲的自控力正在迅速消失 他怕万一控制不住 就彻底沦陷了 最关键是 小秦睡觉不老实 老把他当抱枕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张楚在门外犹豫了很久 最后转身去了另一个卧室 第二天卉卉跟王辉很早就来找小秦 帮他去挑婚纱 小秦 这声音把小秦吓一跳 转身看去竟然是阎虎 真的是你啊 你们在这里干嘛 高阶吗 阎虎像是见了多年的朋友一样 把小秦整懵了 小秦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自己跟他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是 是啊 表妹 这位是 我叫阎虎 闽城首富是我舅舅 你是小秦什么人 我是他表哥 表妹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厉害的人 小秦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不觉得和阎虎认识 那是 能认识我的没几个 卉卉在一旁偷偷观察阎虎 看得出这人真实的富二代 立马笑嘻嘻开口 阎少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卉卉 你是 她是我未婚妻 下个月要结婚了 再挑婚纱呢 这样了 小秦扯了嘴角 赶紧转移话题 阎少 你是在逛街吗 阎 随便逛逛 对了你们挑婚纱挑好了没有 卉卉忽然打起了阎虎的主意 阎少见多识广 你的眼光肯定比我们强 不如帮我们参考参考 阎虎这人不禁夸 听卉卉这么说 立马就膨胀起来 那必须的 我认识一个设计婚纱的 我叫他过来帮你设计 小秦急着说 别麻烦了 我们 卉卉立刻打断小秦的话 那真是太好了 阎少认识的人一定很厉害 你和小秦关系这么好 他会不会给我们优惠 阎虎听了不乐意了 又什么会 他给我班师还敢收钱 你给他讲下要求 就到我送你的 阎虎这招借花献佛 算是完明白了 他只要跟小秦打好关系 等于跟张楚打好关系了 通往顶层社会的门就打开了 是真的吗 那太谢谢阎少了 卉卉已经看出来了 阎虎喜欢夸 那就捧着他 到时候直接薅个婚礼出来 多大点事 阎虎说完就给设计师打去了电话 让他们去隔壁的咖啡厅等着 小秦坐在咖啡厅里 心里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阎虎到底要干嘛 阎虎在和王辉聊天 知道王辉是小秦表哥 还算比较客气 知道王辉没有工作 还要给他介绍工作 他让王辉去催债公司上班 王辉一听工资高 竟然心动了 还问什么时候能去上班 表哥 你这结婚的事还没搞定 急着上什么班 我知道 先确定一下 我小时候看电视 那些催债公司的打售很牛 我想去体验一把 正说着阎虎叫的设计师来了 阎绍你说有个朋友要定做婚纱 不知是哪位 你跟他们说吧 于是卉卉就跟设计师 说起了对婚纱的要求 那好 你加我微信 你把你的体重 身高 三维发给我 好啊好啊 卉卉赶紧拿出手机 跟他加了微信 他眼珠子一转 阎绍 我也加你吧 加呗 卉卉按带住心里的欢喜 把阎虎也加上了 那江绍 我先走了 去吧去吧 既然婚纱的事解决了 那我也先回去了 我还要去买菜做饭 行啊 那你先走吧 卉卉现在满脑子 想着怎么耗阎虎的羊毛 也没空管小琴 小琴走后 阎虎刚准备要走 被卉卉叫住了 那个阎绍 还要干啥 你和小琴关系那么好 我们下个月结婚 你会来吗 阎虎本来对这是不感兴趣 但一想到张楚 到时候再说 我有空就来 那太好了 不过我们都是普通人 以阎绍的身份 希望到时候别嫌弃 没事 又不是我结婚 我不介意 说完阎虎也走吧 那我们也回去吧 对了 车队酒店那些 你先不要操心了 为什么 我都联系好了 你找的那个车队 都是些什么呀 咱们预算不够啊 没事 这不是有现成的吗 哪来的 刚才那个阎虎啊 他肯定认识很多富二代 车子肯定多 到时候整个豪华车队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他不是小琴的朋友吗 四手五入也算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之间帮个忙 有什么不好的 那人家肯帮忙吗 这事你就别管 交给我就行了 走吧回去了 酒店你也别管了 省下来的钱 就买些好点的烟酒 定好点的酒席 听见没 好 卉卉要去找阎虎 王辉心里有点别扭 但碍于卉卉实在必得 她也知道自己劝不了 小琴走后就去买菜回家做饭 今天是他们搬来的第二天 也是一家人真正坐在新房子里一起吃饭 老爷子很开心 饭也多吃了半碗 吃完饭后 小琴就主动收拾碗筷 老爷子不高兴了 他瞪了张楚一眼 你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张楚愣了愣 那我应该做什么 人家买菜做饭 你不该帮忙收拾碗筷吗 怎么着 真把老婆当庸人了 张楚扯了下嘴角 往厨房看了一眼 他不让我帮忙 不让你帮你就不做了 这是不是你家 难道这些家务你不该做吗 张楚没法反驳 准 别跟我说请什么庸人 你自己耀眼的 我们现在没条件请庸人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做家务 真的是一天天的不像个男人 张楚眉头一鸣 满脑子的问号 我就做个家务 怎么就不是男人了 看什么看 还不快去 张楚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就开始收拾 正好小琴出来了 你干嘛 拿去倒了呀 还有那么多没吃完 你倒了干嘛 你旁边坐着 我来收 说着小琴拿着保鲜膜 把剩菜封好 放进了冰箱 张楚愣愣的站在那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些菜都是我们自己吃 又不糟 明天热一下还能吃 咱们现在要还房贷 能省就省点 张楚看了眼老爷子 老爷子扬了下头 好像在说他活该 随后就回屋了 小琴也看出了他的抗拒 你放心 这剩菜我明天带去公司吃 不给你吃 明天晚上重新给你做 你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是故意多做点 准备明天带去公司的 我给你算下 我中午在外面吃 最便宜也要二十元 如果我省下来 一个月能省几百块 一年几千块 就是我们一个月的房贷 张楚盯着他不断开河的嘴唇 忽然想起他因为几毛钱 跟人讨价还价的模样 他无法形容这种感觉 但他却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生活二字的含义 小琴说着说着 看见张楚盯着自己发呆 他也默默地住嘴了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识快了 小琴有点紧张 这让他想起了 以前陪林峰跟他朋友聚会 服务员问要不要带金券 小琴想着是林峰请客 就要了两百的带金券 结果被林峰骂了一顿 说丢他的脸 之后就再也没有带他出去了 可能是觉得小琴上不得台面 而现在张楚的沉默 让他心里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 在张楚面前 小琴一直都有些自卑 他长得帅 学历高又是海归 而自己只是普通二本 工作一般 家庭背景也不好 这时张楚也回过神 不会 我觉得你说的对 下次你多做点 我也带饭去公司 小琴愣了愣 他错愕地看着张楚 你 你说什么 不能让你一个人省钱 夫妻应该共患难 帮我也多做一份 再说公司点的餐 也确实不好吃 虽然张楚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他说得很认真 小琴能感受到他的真诚 他眼眶莫名的一酸 轻轻地抱住了张楚 张楚身子顿时僵住 一动都不敢动 小琴看着他 努力挤出一点笑容 好啊 那我明天多做点 嗯 你先去睡觉吧 小琴点了下头 转身回了卧室 他擦了下眼角的泪痕 心里五味杂沉 原来和人凭好的人一起生活 真的会少很多矛盾 张楚真的是个很优秀的男人 而张楚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因为忙着开会 国内和国外有时差 所以他处理国外事情 时间都是在晚上 他当才一直在想生活两个字 导致他一直走神 视频里的人喊了他好几次 张楚回过神 突然问了个与工作无关的问题 你们平时下班后 都做些什么 视频里的人都愣了下 有的人说购物 看电视 遛狗 和朋友聚会等等 张楚低着头听他们分享 那你们赚了钱 都做些什么 当然是买东西 买喜欢的东西 约会 是处理理由 plus 你怎么会 让我这些问题 没事了 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人工 你聊的这些 这个项目张楚一直在跟进 他本打算等国内的公司安定之后 就出国定着这个项目 结果回国后 老爷子给他找了个老婆 如果现在出国 他不知道要怎么跟小琴解释 想到这里 张楚就有点头疼 这时老爷子进来了 一脸严肃地瞪着他 爷爷 你这么晚还没睡 你也知道这么晚了 什么工作比睡觉还重要 我马上就睡了 张楚皱了皱眉 他发现 和这老头住一起 就像是家里装了个监控似的 你要是马上睡 就把电脑关了 老爷子处在那里 大有他不睡觉就不走的样子 张楚无奈地关了电脑 走了出去 老爷子盯着他进了另一个卧室 你等一下 又怎么了 你为什么进这个房间 张楚微微一顿 马上就解释 我加班完 怕打扰到小琴 就睡这个屋了 那从现在开始 你晚上十二点前 必须给我去睡觉 干什么 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加班到深夜 我就不陪你演了 张楚扯了扯嘴角 知道了 他也怕老爷子拆穿 现在都已经演到这个份上了 要是拆穿了 事情怕是收不了场 他不知道小琴知道后 两人之间会变成怎么样 他不想打破这份平淡 他甚至有个大胆想法 永远不告诉小琴 他就和小琴过一辈子平淡又普通的生活 一想到这 他莫名的烦躁 为什么要往一辈子上去想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他开始害怕的 去另一个卧室睡觉的想法泡汤了 他只能进入小琴的房间 小琴睡得正香 并没觉察张楚上来 他也习惯了 而且潜意识也觉得 张楚躺在身边也不会干什么 他宽心了 只是苦了身为男人的张楚 小琴又习惯性翻身把他当抱枕 张楚实在受不了 就拿了个枕头塞到他和小琴两人之间 第二天小琴醒来 他看着怀里的抱枕愣了很久 是张楚拿的 想想又不对 之前没有多余的房间 张楚才迫不得已和他睡一个屋 现在有多的房间 张楚为啥还要来跟他睡一个屋 小琴想不通 也不去想了 赶紧起来做早餐 老爷子起得比较早 他正在喂鸟 那只鸟是老爷子养的 是一只鹦鹉 养了好几年就是不说话 这时张楚晨跑回来了 一回来就听见老爷子的声音 爷爷给你找个老婆好不好 你说好 爷爷就给你找 给你找个老婆 你再给爷爷生几个小鹦鹉 哎 爷爷这么大年纪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小鹦鹉 老爷子虽然在和鹦鹉说话 但张楚觉得 老爷子这话是在对他说的 小琴听见老爷子的话 他突然说道 爷爷 说不定你给他买个老婆 他就能说话了呢 哈哈 老爷子瞅了眼张楚 意有所指的说 那我给他找个老婆 他能不能给我生小鹦鹉啊 应该能吧 我也不太懂 我看玄 这只鸟就是个耸包 他哪生的下来小鹦鹉 一点男人样都没有 别人家的鹦鹉都生两胎了 就算给他买个老婆都白大 不 张楚刚喝嘴里的豆浆直接喷出来 你慢点喝 有点烫 张楚呛了很久 才缓过进来 他要是再听不懂老爷子的寒沙摄影 他就白活了 小琴你看看 像小楚这副德行 要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迟早会饿死 张楚额头清净跳了跳 他看向老爷子 沉声道 差不多行啊 赶紧吃吧 老爷子瞪了张楚一眼 你就知道吃 还不如一只鸟 老爷子今天看来是吃火药了 张楚吃完早餐就走了 小琴也跟着送张楚去公司 小琴到了公司后 今天周一开早会的竟然是增田 而不是攀练 我们部门已经不归攀经理馆了 他现在管销售部 所以以后策划部的事 暂时由我全权负责 你们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就行 现在我给大家分配工作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做好本份工作 增田看了小琴一眼 将一份资料递给他 我看你之前那份游戏策划案做得不错 VR这块的策划你就继续做 好 因为与DK合作 可以借用DK的资源和渠道 所以VR现在是公司主要发展项目 增田这明显是要栽培小琴 不少人都有些眼红 散会后 小琴仔细看了增田给的资料 还真是公司重点项目 因为最终的策划案 是要拿到DK去终审的 小琴正跃跃欲试的时候 忽然副总的助理打来了电话 让他去一趟办公室 副总为什么会找他 小琴想到了什么 他不敢耽误 立马去了副总办公室 果然攀练也在 桌上还摆着他之前做的策划案 小琴看到策划案 心里已经有数了 吴总 你找我吗 潘总说这份策划案是你写的 小琴将策划案拿起来看了下 这上面签的是潘总的名字 怎么可能是我做的呢 潘连脸色一变 他看到小琴那么淡定 心里就已经清楚 被小琴摆了一刀 小琴 你敢说这份策划案不是你写的 小琴沉默了片刻 将策划案放回去 好吧 你说是我写的 那就是我写的 你 潘总 我都承认了是我做的 你还希望我怎么说 不过我想问下这份策划案 哪里出问题了 你别在这装模作样 策划案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好了 别吵了 谭经理 这策划案写的是你名字 我只认名字 你之前的提案写的挺不错的 为什么这个策划案会犯这种错误 潘连愣住了 他现在是百口莫辩 这策划案里面 一半的玩法 和另外一个公司的游戏一模一样 潘连前面是抢了小琴的功劳 现在这个锅也只能自己背了 对不起吴总 我重新改 改 你以为只是改这么简单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这份策划 导致DK现在对我们公司 所有的产品都要重审了 潘总啊 你让公司损失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潘连脸色苍白 他试图辩解 这个策划案真的是小琴做的 谁做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这策划案是你交上来的 写的你的名字 损失了几千万 经过上面开会决定 你这件事解决完之前 销售部精美的位置 暂时让小昌代理 你下去和他交接一下吧 潘连脸色大变 吴总 你这是要开除我 行了 你俩都下去吧 出了办公室后 潘连再也忍不住了 恶狠狠瞪着小琴 小琴 我们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为什么给我下这么大的套 小琴平静地看着他 潘总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做的策划案是写我的名字 怎么会变成你的名字呢 算你狠 平时看你文文静静的 没想到心机这么深 算了 我认灾 但是你记住了 有些事做了 迟早都是要还的 潘经理 你把我调到销售部以后 对我做的那些事 可没有想过手下留情啊 你有今天这个结果 不都是潘经理自找的吗 你好 你给我等着 这一天上班 小琴心不在焉的 心里也很烦 快下班的时候 他忽然收到了张楚发来的消息 我在你公司楼下 小琴有些意外 张楚居然会来公司找他 下班后 他在公司斜对面看到了张楚 戴着头盔 旁边有一辆黑色的电动车 张楚 你这车哪来的 张楚看了他一眼 把头盔递给小琴 买的 我不是有意料 你还买干什么 你那辆太粉了 我其实不合适 你拿去卖了吧 你是说以后换你来送我 你送我去公司 他们笑话我 张楚一直都是那一副表情 小琴也看不出来 他是否在开玩笑 你也买了菜 小琴惊讶地发现 他居然连菜都买好了 我们直接可以回家 张楚 你今天怎么了 又是买电动车 又是买菜的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张楚瞥了他一眼 我怕自己一个人生活会饿死 小琴这下听出来了 原来是在和爷爷赌气 走吧 回家 回到家 老爷子正沙发上哼的小调 爷爷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买这么多菜 这可是张楚买的 老爷子阴凉怪气地瞅了眼张楚 哟 是吗 满满的都是嘲讽 张楚不想和老爷子拌嘴 转身就去了厨房 小琴不太理解 为啥爷爷对张楚意见这么大 而这只有老爷子和张楚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琴来到厨房 张楚正在切菜 我来吧 爷爷好像心情不太好 你要不要去和他聊聊 不用 他过几天就好了 哦 你们是怎么了 没怎么 张楚切好菜就出去了 不是找爷爷聊天 而是去了洗手间洗自己的衣服 顺便把小琴的衣服也洗了 老爷子看着他晾衣服的背影 板着的脸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才像个家的样子 比起在空旷的大别墅里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这样的生活才更充实安稳 吃完饭后 张楚在工作 老爷子就在旁边盯着 有这么双监控室的眼睛盯着 张楚工作也是心不在焉 不到十点 他就关了电脑 休息了 不在家会班吗 张楚额头轻轻跳了跳 您在这我怎么加班 哦 照你这意思 我要不在这 你还是要加班到半夜 哎 算了 我懒得管你 我告诉你 身体是你自己的 人生也是你自己的 等你到了我 这年纪就会知道 除了生活必须的那部分钱 剩下的都是多余的 老爷子处着拐杖 站起身又说 而你年轻错过的 等你老了再多钱 都买不回来的 说完 老爷子处着拐杖 走了出去 张楚盯着他勾楼的背景 仿佛看到了 岁数划过的痕迹 你今晚这么早就要睡吗 小秦觉察到 他眉宇间的惆怅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没事 你肯定有事 只是不想说而已 小秦不知想到了什么 走到张楚身边坐下 是不是爷爷跟你说了些什么 张楚转头看着小秦 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他想抱重孙 小秦愣住了 他盯着张楚看了半傻 突然明白过来了 张楚原来是因为 这件事犯愁啊 他生不了 所以无法满足爷爷的心愿 那可真是为难他了 我理解你 什么 小秦隐晦地问了一句 那你有想过和爷爷坦白吗 张楚眉头猝了起来 他到底在说什么 坦白什么 就是 就是你生不了的事 你为什么说我生不了 小秦不太好意思地说 你 你喜欢男人 你怎么生 张楚彻底愣住了 他注视着小秦 脸上的淡定已经有些破裂 而小秦还一脸认真的样子 不像是在开玩笑 你从哪里听来的 小秦看到张楚错愕的表情 知道自己肯定猜对了 他继续安慰张楚 没事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也不会看不起你的 爱情不分性别吗 我不是 这又没什么好丢人的 你不用解释 我能理解你 张楚额头青筋狂跳 不等小秦说完 他忽然抓住小秦 深邃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他 需要我给你证明吗 张楚盯着他那双平静成名的毛子 不信两个字就差没写上脸上 如果现在把他就地正法 他肯定会被吓到 如果非要为了证明自己 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 那应该很痛苦 小秦看得出他在纠结 心想果然如此 张楚长须一回气 放开小秦再解释了一遍 我不是 小秦也不忍心戳穿他 嗯 我相信了 张楚扯了扯嘴角 一看就知道他在敷衍 算了 那就休息吧 你也不要烦了 实在不行的话 你可以去领养一个 张楚气笑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从哪里听到我喜欢男人 这你就别管了 小秦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不是 我知道了呀 你不用强调 这是张楚第一次想骂人 现在解释不清了 除非向他证明 但他显然没那个意思 为了证明自己而去伤害他 他做不到 张楚惆怅地叹了口气 睡觉吧 小秦突然有些心疼他 两人躺在床上 心思各异 反正都睡不着了 张楚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离谱 要是小秦坚持认为他喜欢男人 两人就会陷入一个怪圈 他对他不来电 他无法碰他 小秦则是因为公司的事烦恼 他忽然翻了身 看着张楚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就是我跟潘总的事 于是小秦大致把事情跟张楚说了 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做得是不是不太好 张楚此时也冷静了 不会 这是你生存的技能 他为了报复你 把你调到他部门 还抢夺你的功劳 如果你不反击 他就会得寸进尺 真的吗 当然 有些公司之间的竞争 比这个更加残酷 其实在职场上 太善良的人往往都会变成最平庸的那种人 最后别人只会说他没出息 不会夸他们善良 小秦听他这么说 心里也好受了点 以前我 我一个国外朋友 他大学毕业和朋友开了个小游戏公司 做了一款很不错的游戏 但上线没几天 就被一家大公司卡死了 没有渠道壳上 后来 那家大公司直接抄袭他的游戏 三个月盈利两亿美元 而他们却连饭都吃不上 差点跳牢 那些大公司还会这样呀 现在玩的就是资本 有钱才是老大 你没实力没钱 东西做得再好 最后也是给别人做嫁衣 公司这样 职场也一样 所以你做得很对 没有必要为此而愧疚 小秦盯着张楚 他眼里藏着故事 虽然看不懂 但他能感受到 这些话都是张楚推心致富的话 那你那个朋友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学聪明了 产品没有做得太好 就卡着那条平级线 否则没背景没实力 就会被人吃掉 他慢慢积累自己的实力 终于拿到与大公司合作的机会 然后呢 他被那家大公司压榨了两年 他卧心长胆 得到重用 他们那个小团队 借着大公司的资源 也混成了大公司 他的人一点一点渗透大公司 开始引导他们内斗 股票大跌 大公司从内部开始瓦解 等到大公司的上层 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他的人已经掌控了 大公司的核心部门 大公司已经无力回天了 那大公司是不是破产了 嗯 被他们说够了 你这个朋友太厉害了 张楚意味不明地笑了下 是吗 大家都这么夸他 要是他从那次跌倒后 就放弃了 你会觉得他厉害吗 小秦沉默了一回 心中留过一丝暖意 原来他说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安慰他 明白了 谢谢你 睡觉吧 嗯 第二天吃完早餐后 张楚把小秦送到公司 自己才去了DK 来上班的员工 路过停车场发现 总裁专用的停车位上 停电一辆格格不入的电动车 蒋欢看见了 立马叫保安询问 那谁的电动车 停在咱们张总的车位上 那是老板的电动车 什么 你说这是张总的车 是啊 是啊 蒋欢忍不住笑了 这家伙越来越会玩了 小秦一进公司 就听到攀连辞职的消息 大家纷纷议论他好好的为什么辞职 只有下场没有说话 他觉得肯定是张楚在背后帮小秦 他往小秦看了一眼 心里更加羡慕了 他运气真好 竟遇上了这么优秀的男人 接近中午的时候 小秦接到了王辉的电话 他决定这周周末 去接慧慧的父母过来 表哥 你有没有跟慧慧说 说什么 说去他老家 接他父母的事啊 我提了他父母的事 他说太远了 老人家跑来跑去不方便 就不让他们来了 那你还要去 你就不怕他知道了生气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你说我跟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连他老家在呢 父母长啥样都不知道 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小秦也觉得王辉担心是有道理的 那行 你路线查好了没有 两天时间应该能回来吧 我查好了 我们坐周五晚上的飞机 在他们县城住一晚 第二天坐大巴去他老家 三个小时就到 你放心 时间够了 不会耽误你上班 那好 那就这么定了 你把你身份证发给我 我给你买机票 小秦挂了电话 就把身份证给王辉发了过去 下班的时候 张楚准时来接他下班 小秦就趁机跟他说了这件事 去慧慧老家 嗯 我和表哥一起去 你一个女的 去那种山沟沟的地方 不安全 你怎么知道慧慧老家在山沟沟里 再说了有表哥在 能有什么事 张楚巍巍一正 随口搪塞说 之前他不是自己说的吗 哦 好像是说过 让王辉自己去 你还是别去了 我已经答应他了 而且票也买好了 哎呀 你就别担心了 难道表哥还能把我卖了 我相信你表哥的人品 但我不相信他的智商 我是担心 你俩都被卖了 这怎么可能 他好歹也是三十岁的人了 张楚也不和他扯了 直接拿出手机 点开订票软件 哪个航班 什么 你也要去 你不希望我去吗 这句话把小秦直接堵住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哪个航班 哦 周五晚上八点二十分那一班 小秦看着他订了票 这才后知后觉 自己要跟张楚去远门了 接下来几天没发生什么事 倒是慧慧跟严虎聊得火热 严虎认识张楚 因此对小秦爱乌及乌 所以慧慧跟他聊天时 总是提起张楚 说张楚跟王辉关系很好 以前又是同学又是邻居 这成功让严虎对话题有了兴趣 聊着聊着 慧慧就把话题引到了婚礼上 张楚说要帮我们联系车队和酒店来着 不过他最近很忙 没时间去办这件事 他能忙啥 我明白了 他肯定是不方便出面 这种小事交给我 我来帮你们办 慧慧喜出望外 那真是太好了 严少人卖广 认识的人也多 能得到你的帮忙 真是太感谢你了 酒店老板看你的面子 肯定也会给我们打折 你说这话 看不起谁呢 我订的东西需要打折吗 直接给你们免费 我等一下找人去安排 你们等着瞧 婚礼保证乱下你们 严虎说完这话突然觉得不对劲 婚纱 酒店 车队全部都让他包了 他自己结婚都没这么操心过 却又想不明白哪里不对劲 许天一回来看他愁眉苦脸的模样 就忍不住打去他 虎哥这又是和哪个妹妹分手了 严虎放下手机 抬头看着许天 表哥 你有看到张楚 可得好好夸我 我可是帮他好几个大忙了 哦 你帮他什么 我爸妈叫我多和张楚打好关系 所以我给他老婆的表哥 订了酒店还有婚纱 还整了豪华车队 保证他们备有面子 你说这事不是大吗 许天眼皮一跳 老楚和王辉的关系 似乎没好到这地步吧 这小子 该不会被谁忽悠了吧 是老楚叫你办的吗 不是 是那的什么惠惠 哎呀反正他们都是一家人 这种穷亲戚帮下他们也是应该的 许天瞪了严虎一眼 你干嘛这样看我 这次我可没办杂 许天无语了 没事 你帮了他这么大忙 还是你自己跟他说吧 我就不帮你传达了 我肯定要说 但你也得帮我说 让他改变对我的意向 许天已经不想和他说话了 怕和严虎待久了会影响他的智商 再说了这是张楚也不会怪严虎 所以就随严虎去折腾算了 很快就到了周五 小秦到点下班 他和王辉商量好了 下班就直接去机场 刚要给张楚打电话 张楚就给他发了消息 我在老地方 小秦来到马路对面 却没看到张楚的电动车 只看到一辆他不认识的小车 和站在旁边的司机 你打车来的吗 嗯 电动车进不了机场 所以打了个车 小秦也打过车 但眼前这辆车像新的一样 看着有点豪华 不禁小声问他 你是不是叫的豪华专车 张楚偏头看了他一眼 嗯 专车可贵了 我有优惠劝 旁边的小赵愣住了 老板居然还知道 有优惠劝这种东西 看来没少下功夫啊 走吧上车 他们到了县城后 张楚很早就去租了辆车 直接前往卉卉的老家 大哥 请问一下邱卉卉家在哪里 邱卉卉 是邱卉吧 是邱马子家是不是 是的 我是邱卉的男朋友 我和他要结婚了 我是来接他父母去参加婚礼 男人一听 也开始八卦起来 小卉出息了 找了个城里的男朋友 我跟你们说 这邱马子造孽 怎么回事 这邱马子前两年就病死了 可他的儿子和女儿一个都没回来 为什么 要我说 也怪他自个儿 年轻的时候生了个宝贝儿子 喜欢的不得了 砸锅卖铁的供儿子读书 女儿想上学 他偏不让 让女儿干农活 五六岁的小姑娘 背着贝勒去地里搬玉米 挖红术 干得慢了还要挨骂挨打 儿子就被他养得好吃懒做 虽然后面读书读出来了 可去外地上大学 就再也没回来过 邱马子的媳妇还稍微好点 他看女儿想读书 就偷摸着攒钱 给女儿攒了学费 可惜没上两年 就被邱马子从学校抓回来 继续逼着他干活 那女儿也争气 捡着哥哥不要的书 自己偷摸学 后面拿着妈妈攒下的钱 去了隔壁镇上读初中 后面听说考上一个不错的高中 邱马子这才放下成见 同意他继续读书了 谁晓得 女儿出去上大学了 也学他哥哥一样 不回来了 邱马子去世都联系不上俩人 离死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 可他只知道哭儿女不孝 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现在就剩下灰灰的母亲 孤零零地守着老房子 他儿子去年回来 说要买学区房 让那母亲把存款借给他 等买了房子就把他接成里去养老 可这不孝子 拿了钱就没音讯了 他儿子怎么能这样 简直是畜生 哪个小的哦 那邱俊就是个天生没良心的 小慧也是 他妈对他那么好 也不说回来看一眼 小秦听完沉默了 难怪慧慧现在总想在人前露出光鲜亮丽的一面 用自认为最耀眼的一面 来掩饰内心的伤疤 切断与过往不堪的联系 他家在哪里 那边转过去就是了 王辉面色沉重 不知道他是在气愤 还是在心疼慧慧的过去 走吧 去慧慧家 你是秋慧的母亲吗 你们是哪个 我是慧慧的男朋友 我们要结婚了 来接你的 是慧慧叫你来的吗 王辉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对啊 是慧慧叫我们来的 你跟我们走吧 以后我和慧慧给你养老 妇人直勾勾的盯着王辉 大概是想到了过去的种种 想忍住眼泪 可怎么也忍不住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然我们这么大老远 跑来干嘛呢 这天都快黑了 您和我们走吧 我 我去了多丢人了 怎么会呢 您可是慧慧的母亲 如果我们结婚 没有父母的祝福 就不完整了 小秦有些诧异 在他印象里 王辉一直都是有点混蛋的 没想到他也会说出 这么温柔的话来 那我收拾一下 张楚一直没开口说话 小秦也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好像这些事情 无法触动他 他从头到尾 都是那副淡然的表情 没有便挪 几人下山后 张楚直接开车去了县城 今晚只能住在酒店 小秦和张楚 很早就躺在了床上 因为明天要早起 小秦今天听了太多的负面消息 一时无法入睡 你睡不着吗 是啊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没有 你也别想太多 人格有命 还是你会安慰人 我说的是实话 这世上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不是一帆风顺 都会有坎坷和不堪回首的过往 或许那些坎坷在外人看来 可怜又可悲 但自己身处其中 其实并没有那样的感觉 小秦愣了愣 他每次说起这种大道理来 总是一套套的 让他哑口无言 你与其一去同情他 倒不如想想 王辉把他接回闽城后 要面对的事 辉辉这么多年没回过家 他显然是不想再与过去有联系 也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过去 表哥现在自作主张 把他母亲带去闽城 卉卉会怎么样 还有舅妈那边 肯定也不会平静 算了 睡觉 第二天一早 张楚把租的车还回去 订了最近的航班 就这么带着卉卉的母亲 回到了闽城 王辉知道了卉卉的过去 他心里也踏实了 同时也很心疼卉卉 他本想着把卉卉母亲带回去 但一想到自己的母亲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只能先安排住酒店 表妹 我先回去带卉卉来见他母亲 你先不要走 跟我一起见证 他们母女相认的催泪场面吧 小秦扯了扯嘴角 看来王辉还是不了解卉卉 真的会是母女相认的催泪场面吗 王辉怀着兴奋的心情 就回家去接卉卉 走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卉卉虽然狐疑 但万万没想不到 他会把自己母亲接过来 在酒店门口看到小秦和张楚时 他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 你要带我见谁 你见到就知道了 保证是个大惊喜 说完他们就进了房间 卉卉见到母亲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死死盯着母亲 脸上沙那间血色退尽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苍白 卉卉呀 卉卉机械般的转头看向王辉 王辉脸上还挂着笑容 好像在跟他邀功一样 你什么意思 你不认什么 这可是你母亲呀 我还不吓 你干嘛这样 卉卉情绪逐渐有些失控 谁让你自作主张把他带过来的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做特别伟大 是不是觉得我会对你感激涕零 不是啊 我就是 你是什么呀 你什么都不是 你装什么深情 你以为把他接过来我就会感谢你吗 你真是自作多情 你对你妈怎么就没这么伤心 你吼什么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是你母亲 十月怀胎把你生下来的亲妈 亲妈又怎么样 那也和你没关系 谁允许你把他接过来的 你这么孝顺 那你自己认他当妈好了 王辉整个人都傻了 难以置信的看着卉卉 卉卉 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是你妈妈啊 你现在能站在这里 全都是他卖鸡蛋卖玉米 一点点偷偷攒下来的钱送你去读书 你上这么多年的书 就学会六亲不认了吗 我六亲不认 从小到大 他没有在乎过我吗 有把我当成女儿过吗 我站在这里 那是因为我自己争气 我自己努力 他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如果当初我没考上重点高中 你觉得靠他那卖鸡蛋的几个钱 我能站在这里吗 我初中 高中 所有的学费 全都是靠的助学金和奖学金 他那点钱 还不够给邱骏买一个玩具的 笑死了 一句亲妈就想绑架我 他们对邱骏那么好 怎么还来找我呀 他们不是应该在邱骏的大别墅里享福吗 王辉被卉卉堵得哑口无言 他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看了看那头愧就自责的妇人 卉卉啊 是妈对不起你 妈没文化 也赚不来钱 听了你爸一辈子的话 我晓得女娃子不认识字要吃亏的 妈也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 我也想让你读书 可妈没那个本事啊 妇人哭着说出了多年的心酸和无奈 她几乎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办法 想让卉卉去读书 她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卉卉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她看到张楚面无表情的脸 那种难堪 羞耻 无地自容 全都一拥而上 她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从此消失在这世上 卉卉 这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至少 你母亲心里一直牵挂着你 她有她的无奈 她也曾想尽办法让你走出那个地方 你们之间有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不是你不回去 不认她 你的过去就不存在了 她会一直在 在你的心底最深处 一辈子缠绕着你 你永远都无法真正地做你自己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改变不了你的过去 只会让你越走越远 让你变得越来越虚伪 活得越来越累 你懂什么 你经历过我的人生吗 你们这些人 永远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们只会站在圣人的角度来指责别人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 你又怎么知道我没经历过 是 我可能没有你年幼时过得那么辛苦 但我被父母抛弃的时候 也不会比你好受多少 但起码 我敢面对自己的过去 我也愿意接受自己的过去 如果我妈能这么对我 我拼了命也要出人头地 带她过上好日子 逃离那个困住她一辈子的地方 而不是怨恨她没出息 对她不闻不问 甚至与她断绝关系 你也说了是如果 如果我是你 我能过得像你这么幸福 我一样也可以像你这么说 但这世上没有如果 我也不是你 你也不是我 你永远没有资格说我 你有机会像她这样幸福 她这不过是最平常人的生活 在你眼里却是幸福 卉卉 说到底 是你没有守住自己的本心 被大城市的世界迷了眼 卉卉诧异地看向张楚 因为这句话直接点中了卉卉的死穴 好了 现在也不晚了 我以后会努力赚钱 让你和阿姨都过上好日子 我们也可以平平淡淡的 幸福地过完这一辈子啊 卉卉看着王辉 她眼神有些复杂 母亲的出现 揭开了她所有的面具和伪装 小秦看到卉卉脸色已经停复下来 心想她们母女相认只是时间问题了 要不我们先去吃饭吧 正好带阿姨尝尝我们闽城的美食 对啊 我都忘了 我们都还没吃饭 我去找个好的饭店 张楚 你之前那个什么餐厅 不是还有带金券没用完吗 咱们去那边吧 张楚看到小秦这么阴气 也没拒绝 嗯 我打电话定位置 卉卉 我刚才说话有点重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说的也不轻 算扯平了吧 不过我真心觉得你很厉害 在那样的环境下 年纪那么小 都能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你不应该为此自卑 你应该为此自豪啊 将来你生孩子 就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你是如何靠自己 一步步和命运抗争 从那种山沟沟里走出来的 如何有了现在幸福的生活 多励志啊 小秦这话说的真诚 也是发自内心的 会会有些动容啊 她想到上大学后的事 现在她心中充满悔恨和自卑 那些才是她真正见不得人的事 是啊 我也觉得厉害 要是换了我 我可能就直接躺平了 王辉的话成功把卉卉逗笑了 但也只是笑了一下 莫大的沉重 又将她脸上的笑意压了下去 定好了 我们走吧 阿姨 我们去吃饭了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眼 惠惠 走吧 张楚带着几人来到餐厅 订了包厢 刚要上楼的时候 碰到了林峰和李燕 好巧啊 咱们又见面了 是挺巧的 能让一让吗 你这态度也太不友好了 你和林峰虽然已经分手了 难道就不能做朋友吗 反正你也结婚了 早应该是华了吧 李小姐没听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李燕脸色变了变 她有些生气 她目光一转 落在张楚的身上 你这件高仿的西装 还挺逼真的 应该是你老婆买给你的吧 张楚神色淡淡 是她买给我的 但是我很喜欢 就算她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我也喜欢 李燕被掖住 半天找不到话来反击 你和小琴还真是般配啊 这么有默契 难怪她刚和林峰分手 就跟你结婚了 她不扔垃圾 怎么能轮得到你去抢 你 小琴没有发挥的余地 她暗暗发笑 回头得和张楚请教下 别说了 我们走吧 李燕转头就把气撒到林峰身上 你就知道走 这么怂 难怪你会被甩 林峰怒火也上来了 但强忍着不敢发作 麻烦让一让 要吵就下面吵 不要挡着别人的路 这小琴嫌弃林峰没钱 和她分手才跟你结婚 我看你也没有多有钱嘛 怎么 装不下去了 怕丢人了 小琴刚想说话 又被张楚抢了先 那她应该好好反省下 自己为什么这把年纪了没钱 你愿意接济她是你的事 凭什么要求所有的女人 都要为她的贫穷买单 至于我有没有钱 跟你没有半包钱关系 我又看不上你 你一个大男人 跟我一个女人吵架 真是没品 害不害骚啊你 张楚嘴角一挑 少有的露出几分讥讽来 正因为我是个男人 所以我才只是跟你说话 而没有动手打你 明白了吗 李燕被气得面红耳赤 她瞪着雷尺张楚半天说不出话 下头难 难怪你俩会凑成一对 说完李燕负气地走了 而林峰走的时候 满眼怒火瞪了小情依 林峰其实对李燕的性格很厌恶 但是李燕有钱 她只能先哄着 小燕别生气了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 你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在那里站了半天 一句话都不敢说 你怎么这么怂啊 眼睁睁看着我被那个张楚欺负 那你希望我跟泼妇一样 在那种地方跟别人吵架吗 李燕愣了一下 突然答不上来了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不会吵架 但我肯定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刚才那个张楚敢动手 我肯定会和他拼命 我刚才要是和他吵 我也吵不过他那个碎嘴皮子 那我们岂不是更丢人 李燕听了这话火气也消了不少 那你也不能看着我跟他吵呀 我不是叫你走了吗 是你自己上头了 你什么身份 犯得着和那种人吵吗 吵赢了还好说 吵不赢你看多丢人 不行 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那就想其他的办法报复回去 这种小打小闹没有意义 李燕心中一动 和林峰对视了一眼 小秦等人来到包厢 点了不少菜 朱菊从来没吃过 也没看过这些东西 打心底高兴 自己女儿能过得这么好 她一个劲地给女儿夹菜 惠惠脸上很不自然 好了别夹了 吃不完 王辉倒是会来试 把自己的碗递过去 阿姨 您给我夹 我吃得多 以后我也是你们儿子 您可得一碗水当瓶啊 朱菊连忙给王辉夹菜 惠惠不由地多看了王辉两眼 她那颗冰冷的心 突然跳动了一下 王辉觉察到她的视线 傻傻一笑 惠惠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说的不对吗 我们结了婚 你妈妈不就是我妈妈 惠惠抿了抿唇 低头吃饭 掩饰自己的不自然 吃完饭后 惠惠送朱菊回了酒店 表妹 这次真的麻烦你们了 表哥 你不能一直让阿姨住酒店吧 舅妈那边 你是不是得回去说说 我回去说说吧 不管怎么样 他们也得见面啊 嗯 回去好好和舅妈说 我知道 到岔路口他们就分开了 张楚 这两天你花了多少钱 没算 你算一下 算这个干嘛 我把钱给你啊 我表哥的事本来不该麻烦你的 但是你这又买票 又订酒店租车的 没等小琴说完 张楚就打断了他 要算那也是你表哥来和我算 你给我钱 那这钱算是你的还是我的 小琴噎了一下 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张楚盯着小琴的脸 忽然想起他到现在还以为他喜欢男人 这女人 不会还想着离婚的事吧 小琴 我希望你记住 我才是你结婚证上的合法嫁人 你不要每次都算得这么清楚 一口一个你表哥 那我算什么 小琴愣了愣 他抬头看向张楚 对上他深邃的目光 他好像有点生气 难道他吃醋了 转念一眼 又不可能 他又不喜欢女人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 在我们没离婚之前 所有的财产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你给我之类的话了 知道了 小琴垂下头 心中有了几分愧疚 而张楚看他失落的样子 又忍不住说 这次花了八千吧 嗯 如果王辉要给钱 叫他给八千 哦 这时张楚的手机响了 一看是国外的号码 连忙走到一边去接电话 宝贝 在国内怎么样啊 这么久都不给妈咪打电话 是不是把妈咪给忘了 没有忘 是我的事情太多了 什么事忙得连妈咪都忘了 给你找了个儿媳妇 儿子 已经婚了 嗯 呜呜呜 这真是太好了 妈咪还以为你是个疟呢 张楚额头青筋爆跳 小琴以为她喜欢男人就算了 连她亲妈都这么认为 看来她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有没有照片 发给妈咪看看 长得漂亮不漂亮 有没有妈咪漂亮 做什么的 多大了 你在哪里找的 说来话长 不行我等不及了 快打开视频 让我看看儿媳妇 她不在 不在 什么叫不在 我说她在她就在 你给我把视频打开 你这样会吓到她 哇 这么关心你老婆 看来是真爱了 怎么办 我哥想看了 妈咪保证不吓她 你快打开视频 真的 当然了 你快点 急死我了 妈咪求你了 让我看一眼 张楚的性格一真很孤僻 她母亲知道是自己的原因 让张楚很反感和女性接触 她真怕 怕自己儿子不会结婚 怕她孤独终老 现在她居然结婚了 这让她这个当妈的太激动了 好 那你说连点 张楚说完 挂了电话 打开视频 朝小晴走了过去 你电话打完了呀 嗯 我妈给我打电话 哦 你们这么快就不聊了 张楚直勾勾盯着小晴 她想看你 小晴愣住 下意识往后看一下 在哪里 话刚说完 张楚就把手机放在她面前 一个中年女人出现在她面前 给她打招呼 儿媳妇 你好啊 阿姨好 你叫我什么 阿姨 你都和小楚结婚了 还叫我阿姨 啊 小晴一时也叫不出口 好了 跟你开玩笑的 等下次见面 你再当着我面叫我 小晴松了口气 好的 小楚 你也真是的 结婚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 让我好伤心 乖乖儿媳妇 你叫什么名字呀 阿姨 我叫小晴 小晴 你真棒啊 能拿下我们小楚 你都不知道 阿姨都快以为她喜欢男人了 是你拯救了她 你也是阿姨的救世主 张楚意识到事态不对劲 直接掐断了视频 要是亲妈这一说 她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小晴善善地看了她一眼 看来她家里人都还不知道 她是真喜欢男人 张楚一看她眼神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不是 嗯 张楚深吸一口气 她后悔了 不该打这个视频 现在让原本说不清的她 更是雪上加霜 张楚郁闷地走了 小晴看着她落寞的背影 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赶紧追了上去 张楚没走几步 又收到母亲沈妮的消息 我下个星期回国 张楚脚步突然停下 你怎么了 没事 她面上镇定 心里已经乱了 沈妮一来 事情可能就更乱了 爷爷 我们回来了 老爷子正在逗她养的鹦鹉 笼子里有两只鹦鹉 老爷子真的给小五买了个女朋友 事情都办好了 嗯 差不多了 老爷子视线一转 看向张楚 臭小子 你过来 张楚看着老爷子手里的两只鹦鹉 他已经猜到大半了 我还有点事要出去 回来再说 你来不来 张楚只好无奈地走了过去 老爷子顿时喜笑颜开 他指着心买的鹦鹉 我这琢磨一天了 想给他起个名字 我选了几个名字 还没想好 你帮我选一个 你说 赵孙 小孙 孙孙 哪个好 都不好 那你说该叫什么 叫老顽固吧 撒 老爷子脸刷得就沉了下来 哎呦 张楚目光一变 赶紧去扶他 你怎么了 哎呦 我早晚要被你气死 张楚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不知道该怎么跟老爷子解释 老爷子见他没反应 又瞧他凝重的神色 天天板着脸 我欠你钱了 张楚看了眼客厅 见小琴在厨房做饭 这才说 爷爷 不是我不想满足你的心愿 是我无能为力 老爷子文言也不装了 他也意识到什么 咋了 是小琴不愿意呀 他把我当 当什么 张楚扯了扯嘴角 有点说不出口 你说呀 他把我当成喜欢男人 老爷子冷不丁听见这话 想到这小子没谈过女朋友 他也鬼使神差问了句 那你是吗 张楚气笑了 你看我笑吗 老爷子从上到下将张楚打量了下 看不出来 算了 你跟他说清楚不就行了 他不信 老爷子没忍住也笑了 他不信 然后你就没表示了 还要什么表示 你真是个鱼目脑袋呀 你可以追他呀 向人家证明了 你会不会追女孩子 你要是把你工作的心思 放一点在学习怎么追求女孩子上 我早报上重孙了 老爷子不可思议瞪着张楚 臭小子 你不会要我一个老头子 来教你怎么追女孩子吧 张楚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哎 你和你爸 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一个太花心 一个死不开窍 晚上吃完饭后 小秦收到王辉的消息 问这两天花了多少钱 小秦就跟张楚说了王辉的事 要不要啊 张楚看了眼他纠结的脸 也猜到了他在纠结什么 几千块而已 算了吧 下次叫他请你吃饭 真不要啊 你要是开得了口 你就找他要 小秦善善一笑 他要是开得了口 就不会来问他了 那好吧 让他请我们吃顿大餐 说完拿起手机给王辉回复 小秦再次感叹 张楚虽然看起来冷冰冰 但性格真好 也很会照顾他人的感受 那行 反正我还欠你两万块 等我发财了一起还你 王辉发语音时 刚好被姚兰听到了 你欠水两万块钱呢 我欠表妹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看这次续集阿姨 钱都是张楚出的 我要还钱给他们都不要 多好的人了 你别对表妹那么刻薄啊 咱们好歹是一家人 你就知道表妹 我这当妈的还能对不起你 还有我和卉卉结婚 全靠了表妹的那个朋友 省了好多钱 你要再去为难她 叫我咋做人呀 她哪认识这么多有钱的朋友 人家张楚是海冠 表妹又是大学生 人脉肯定比我们广啊 妈你说说你 现在你跟他们闹枪了 是不是亏大了 那我还不是为了你 算了不说这个了 妈 我把卉卉的母亲接过来了 你们要不要见个命啊 这样啊 你怎么不把人带回来 亲家母来了 那肯定要见的 不过 阿姨她情况有点特殊 有什么特殊的 王辉犹豫的看了眼卧室 卉卉今天回来 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没出来 于是王辉将朱菊的情况 大致说了下 你说你是不是傻 人家卉卉都不认她 你还上甘子把人接过来 你要给她养老吗 你真是气死我了 妈 你这叫什么话 那好歹也是惠惠的亲吗 总不能不管吧 你也晓得那是惠惠的亲吗 又不是你亲吗 我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谎 我就问你 你接过来干什么 她住哪里 吃喝拉撒谁照顾 我问你 你现在一个月才几个钱 你还买不买房子 生不生孩子 孩子以后上不上学 自己那么点工资 还给自己找个忙 你好伟大哦 王辉被说得哑口无言 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没钱 那你说怎么办嘛 人都接来了 等你们结完混 就让她自己回去 她在山里住了那么多年 不也没事 用不着你操心 这 你自己掂量掂量 身上那点钱 还能不能负担得起一个老人 你去给她当儿子 你自己爹妈都不要了 你们我不是还想拿我们老两口的钱 去养别人的吗 今天我把话放在这 你要是不让那个老太婆回去 你就跟他们家过去 别认我这个吗 我不配当你吗 妈 你这不是在逼我吗 我就逼你了咋的 我跟你爸这么多年省吃俭用 所有钱都拿出来给你讨媳妇 你倒好 先是向着你的表妹 现在又向着别人的吗 你还说我的不是 说我刻薄 说我没人情味 我上辈子欠你的是不是 摇兰的话每个字都在戳王辉的心窝子 她低垂着头 说不出话来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王辉顿时也没了主意 只能去找小情商量 表哥 你这么晚了怎么跑过来了 表妹 人活着怎么这么难啊 表哥 出什么事了 哎 我只是觉得有点累 来你这里清静下 是朱阿姨的事吗 我跟我妈说了 她差点跟我断绝关系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是知道 就不会到你这里来了 表妹 你给我出出主意吧 我该怎么办 那你有没有和卉卉商量 这是我怎么和她商量 商量把她送回去 这 小秦也迟疑了 刚好看到张楚出来 急忙叫住她 张楚 这事该怎么办 张楚在王辉对面坐了下来 又是那种熟悉的大佬坐姿 如果你不想把人送回去 只有两个办法 送养老院 或者送她儿子那里去 送去养老院 老人家怎么想我们 而且养老院一年也不便宜 那就送她儿子那里 她儿子没人性 去了能好过吗 儿子有善养父母的义务 更何况朱居夫妇待她不薄 她没有理由不养她 那她不养怎么办 起诉她 这不更麻烦 有没有更省事点的办法 有 什么办法 你给她买套房子 给你父母再买套房子 请个保姆 什么事都解决了 王辉脸一下垮了下来 那还不如送养老院呢 张楚静静地看着她 也不说话 王辉被她看得有点心虚 那 那送邱俊较去能保证对她好吗 找个律师送她去 如果邱俊不接收 就让她把拿住局的钱要回来 表哥 我觉得这样可以 我认识个律师 我问问她吧 小秦拿起手机就给黄华发了个 赞吗 一个红色的感叹号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小秦傻了 黄华什么时候把她删了 咋了 忘记名字了 小秦善善地抬起头 尴尬地冲王辉笑了下 她把我删了 张楚意味不明地看着小秦 嘴角微不可查地往上扬了扬 可能是武山 你重新添加一下试试 小秦觉得也有可能 她刚想发送好友申请的时候 张楚突然说话了 我也认识个律师 小秦动作一顿 抬头看向张楚 你也认识律师啊 太好了 你和她熟吗 她厉不厉害 很熟 她是多个公司的法律顾问 最擅长处理经济纠纷 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多厉害的人 张楚噎了下 没等她想好怎么编 王辉主动开口替她解围 你这不是废话吗 人家留学回来的 又是学金融的 认识律师很奇怪吗 小秦不好意思地笑了下 说得也是 明天我联系她 朱菊的事就让她去处理吧 时间不早了 你该回去了 王辉本想再这住一晚 没想到张楚这么直白地赶她 转念一想 这两口子刚搬新家 又是新婚燕儿的 我懂我懂 那我先回去了 张楚 这么厉害的律师 会不会很贵 不便宜 那是有多不便宜 按时间收费 一个小时多少钱 如果是朱菊这种的家庭纠纷 没有特定要求的话 一万左右 还不一定愿意接 这么贵 你有没有考虑下我表哥的钱包 反正她不管选哪种 都要花钱 最省钱的方法 就是把住具送回去 哎 这是闹的 明天我去找她打折 还能打折 熟人 小秦忍不住开玩笑说 那能不能打到九块九呢 张楚居然认真在思考 我尽量 小秦呆呆地盯着张楚 难道她听不懂 什么是玩笑话吗 很晚了 我要去睡觉了 你要一起吗 张楚深呼吸了一下 扯了下嘴角 你先睡吧 好的晚安 第二天 张楚照常送小秦去上班 早上我发现房间里多了张沙发 是你搬进去的吗 嗯 你是准备要睡那个沙发吗 嗯 小秦沉默了下 才小声开口 是不是我睡觉不老实 跟你没关系 我睡不怪软床 那你可以去另一个房间呀 爷爷不让 小秦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爷爷想抱重孙 肯定不会让他分房睡 他宁愿睡沙发 也不愿为了完成老人家的任务 而做出欺骗我和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他如果不喜欢男人的话 一定会是个很优秀的丈夫 想到这 小秦遗憾地叹了口气 张楚 谢谢你 谢我干嘛 谢谢你没有骗我 张楚一个急刹车停在路边 怎么了 张楚沉默了一会 如果我骗了你呢 神 什么 张楚回过头 对上他的目光 神色不明地说 如果我真的骗了你呢 小秦愣住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感觉离张楚好远 犹豫了片刻才开口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可以想想 啊 我想知道答案 张楚说完 重新启动了电动车 将他送到了公司对面 过马路小心一点 小秦没有急着下车 突然说了句 我可能会崩溃吧 张楚背脊微微一僵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的呀 不是让我想想吗 不过你干嘛 要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你不是没有骗我吗 小秦以为他问的是 喜欢男人这事 而张楚半天才反应过来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指的是 是什么 别的事 什么事啊 随便什么 他连兴趣向这么隐秘的事 我都知道了 难道还有比这个 更过分的事 小秦想到这 一颗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那就永远不要让我知道 欺骗不可怕 可怕的是真相出船那天 张楚张了张嘴 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知道了 那我先去上班了 你路上慢点 嗯 张楚来到公司后 他让蒋欢把周慧推到下午 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佳 你怎么还不结婚 张楚突然偏头问他 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不结婚 以前你从来不会跟我讨论这个话题 我还记得某人说过 只有脑子有病的人才会结婚 我可是一直记着呢 这话是张楚以前说的 张总 你好像很烦恼的样子 是婚姻中的事吗 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 滚 蒋欢走后 他就打开电脑查询怎么追女孩子 老婆认为我喜欢男人怎么办 结果查来查去 没一个靠谱的 正查着他收到了小秦发来的消息 原来是王辉找小秦问律师的事 张楚这才意识到 自己都在干些什么丢人现眼的事 他退出电脑 打了个电话出去 并约了王辉在咖啡馆见面 你好 我叫杨剑 先生怎么称呼 你好 我叫王辉 大致的情况 张兄在路上已经和我说过 你这边有什么要求吗 最好是让那个邱骏对他妈妈好点 心甘情愿地赡养老人 别让老人家在那边遭罪了 我知道了 你有办法吗 帮委托人解决问题 是我的职责所在 没有办法 也得想办法啊 那还真是麻烦你了 哦还有件事 就是阿姨还不知道我找了律师 也不知道我会把他送回邱骏那里去 我怕说了之后 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不想让老人家伤心事吧 想让他的儿子主动来接老人 要是不行的话 把他送过去也行 但是最好先提醒和邱骏那边说好 好 我都记下了 还有别的要求吗 你怎么收费 不收费 那多不好意思 你是张兄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的朋友 朋友之间帮忙还谈什么钱 说的也是 还是张楚厉害啊 人脉广阔 两人又谈了几句 王辉就走了 你打算怎么解决 法律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本性 但是利益可以 有些人不是合奖道理 就是合奖条件 看来你已经有打算了 你也说了这是小案子 随便吧 你自己和王辉沟通就好 张楚下午回公司开了会 提前下班 去了小秦公司 等他下班 张楚 张楚回头看了他一眼 送你的 送我的礼物吗 嗯 我能打开吗 当然可以 小秦迫不及待地打开 他很期待 张楚能送他什么礼物 打开一看 试剧口红 怎么了 不喜欢这个 我看你平时也涂口红 张楚开始怀疑网上那些攻略了 没 挺喜欢的 小秦勉强挤出一个笑 他不是不喜欢口红 但是这个死亡扒鼻粉 他再怎么喜欢 喜欢你笑得这么假 那个 这个色号我没见过 所以有点 小秦便不下去了 我看你那些口红全都是一个色 这个颜色不一样 你涂起来应该好看 是吗 谢谢你啊 上车吧 小秦任命般将口红揣兜 戴上头盔 郁闷地揪着张楚的衣服 张楚暗自加大油门 电动车一下搜地冲了出去 惊得小秦一把抱住他的腰 整个人都贴在了他背上 你慢点啊 张楚假装没听见他的话 小秦一路恍恍惚惚 等到电动车停下来后 他发现不对 这里是商场 你是不是走错了 没错 我买了电影票 张楚说着 缓慢地骑着电动车 想进停车场 却被蓝丹拦住了 你干什么 当然是进去停车 停车场收费的 你不知道吗 我有书不给钱吗 你找试试吧 你看这里面哪有电动车 开走 别捣乱啊 算了 去别的地方停吧 张楚沉默了会 骑着电动车就要退出去 忽然后面有辆车开过来 小秦回头看了下 微微一愣 竟然是凌峰 凌峰看小秦的眼神 也充满了讥讽 就好像在说小秦找的什么穷鬼 没车就算了 还骑个破电动车来这里丢人现眼 你们把车退点 不然我们倒不出去 你们也进不去了 不行 后面有车 我也倒不出去 凌峰就是不想倒车 想看小秦和张楚在这里丢脸 你先下来 张楚又对保安说 我进去掉个头 保安看了看后面堵的车 犹豫了下 也只能让他进去掉头了 你先进去等我 张楚嘱咐了小秦一声 就开着电动车进了停车场 小秦往商场里走 想去门口等张楚 又碰到了凌峰 小秦 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是跟你打个招呼 我以为你离开我能过得有多好 怎么找了个还不如我的 小秦错了错没 他怎么不比你好 我觉得他比你好一万倍 这么好怎么还让你坐电动车 刚才丢脸没丢够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凌峰看周围没人 他才说 小秦 我知道你肯定后悔了 是不是嘴硬不承认 没关系 我不会笑话你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你的 我们谈了两年 怎么样也比你那个刚认识的张楚感情多吧 那男人除了有张脸能看 还喜欢装 有什么优点 小秦越听心里的火气越大 他盯着面前这个男人 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认识过他 然后呢 好吧 小秦 你也别否认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还有我 虽然你结婚了 而且我马上也要结婚了 小秦越听越不对劲 果然 下一秒就从他嘴里听到了震碎三观的话 我知道你想要钱 等我结婚了 李燕是独生女 以后他们家的产业都是我的 到时候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你跟那个穷鬼离婚 我们重新在一起 小秦震惊地盯着他 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谈过两年的男人 别说二十万 就是两百万我也能给你 小秦现在已经开始怀疑 自己当初是怎么瞎眼 被他给骗了的 其实这段时间和他相处下来 我还是更喜欢你 小秦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李燕知道你是这样想的吗 提起李燕 林峰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我又不傻 怎么可能让他知道 你放心 我也不会让他知道的 小秦相信我 我是真的喜欢你 林峰话没说完 小秦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把他打懵了 林峰 我这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太让我恶心了 林峰强压着怒气 小秦 你敢打我 我给你脸了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想怎么过是你的事 但请你不要来恶心我 你装什么 你为了二十万就跟我分手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怎么 又想要牌坊 又想要钱 像你这种人 一毛钱都不值 你从来不花我的钱 出去吃饭 还要跟我AA 一身的破底摊货 没有谁比你更便宜了 小秦呆呆地站在原地 当林峰那张面具被撕开后 露出了丑陋的真容 他现在唯一能够庆幸的 就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如果当初真的听了他的谗言 婚前和他 现在他只会用 更下流的话来羞辱他 你也别装了 我还不知道你 装得人畜无害 不喜欢钱 你不就是以为我是个钱力骨 想在我身上赌一把 等着坐享其成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看上你 因为你廉价知道吗 林峰还要张嘴的时候 小秦再次抬起手 被林峰打开 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小秦因为没站稳 摔倒在地 林峰刚要开口说话 就被张楚撩倒在地 哪只手推的 是他自己摔倒的 不说也行 我就当你脑子有问题 张楚也不跟他废话 扔着拳头往他脸上打 一拳又一拳 林峰被打得当场昏过去 叫声都没发出来 此时小秦也回过神来 别 别打了 张楚沉着脸 一言不发 张楚 求你了别打了 张楚看到小秦眼中迎着水雾 满脸的祈求 你在担心他 我不是担心他 我是担心你 我不想你坐牢 张楚这才停住 他当要说点什么 忽然身后传来李燕的惊叫声 你 你杀人了 李小姐 他只是晕过去了 李燕听见林峰没挂 很快就镇定下来了 别跟我说这些 你们自己跟警察说去 李燕拿出手机刚要报警 警笛声就响了起来 怎么办 要不我们跑吧 没事 别担心 林峰先被送去了医院 而小秦和张楚被带去警局做笔录 小秦做完笔录在外面等着 张楚还没出来 这时蒋欢和许天也赶来了 蒋总 你怎么来了 这么大的事能不来吗 那个林峰呢 伤得啥样了 我也不知道 在医院呢 我打电话问下 说完许天就去旁边打电话了 你笔录做完了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主要是小秦在这里 有些事不好处理 不用了 我要在这里等他 这么久还没出来 会不会有事 没事 不用担心 大人而已 况且是林峰有错在先 两人正说着 张楚出来了 怎么样啊 你先回去吧 我要在这里等林峰的伤情鉴定出来 那我在这里陪你 张楚看了他一眼 盯着他坚定的毛子 沉默了片刻 我没事 你先回去 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 我现在哪有心情上班 我已经跟曾田请假了 张楚看了眼蒋欢 想叫蒋欢送 但想到小秦之前对他的夸赞 张楚又将目光放在了旁边的许天身上 许天打完电话走了过来 结果还没出来 不过应该快了 你先帮我送小秦回去 好 嫂子咱们走吧 张楚我不回去 我陪你在这等结果出来 这件事是我引起的 不管怎么说 都应该由我承担 放心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下手有分寸 你回去吧 有结果了 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嫂子咱们走吧 你在这里也没用 这蒋欢不是在这里吗 小秦看了眼张楚 又看了眼蒋欢 一个冷峻 一个斯文 简直绝配 她的心又失落了 那好 我就先回去了 小秦转过身 落寞地走了 蒋欢蹴了蹴眉 不禁有些好笑 她那眼神 怎么感觉像是在祝福你 希望你早日进去 张楚也蹴起了眉 她看到的是失落 她失落什么 张楚携了眼蒋欢 蒋欢一脸的莫名其妙 大哥 我没惹你吧 你现在马上订机票 去国外订十六项目 现在 就现在 蒋欢被逗笑了 你别闹了 你们夫妻感情不合 别整天拿我撒起 我又没惹你 你看 我收到你的消息就赶过来了 你这么对我就有点过分了 张楚轻斥一声 懒得搭理她 这边小秦坐在车里 一直沉默 嫂子 你别担心 老楚不会有事的 李燕家有钱 我怕她 许天不懈地笑了声 语气也带着几分轻蔑 她家有钱 不就开个破连锁酒店吗 再有钱 能有钱到哪里去 小秦微微一正 转头看向许天 你怎么知道 他们家开连锁酒店 许天愣了下 随口搪色说 之前遇到她 无意中听她装逼 就知道了 哦 小秦到家的时候 老爷子在沙发上睡着了 爷爷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 小楚呢 小秦抿了抿唇 神色复杂 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她不想让老爷子担心 爷爷你回屋去睡吧 在这里会着凉的 小秦 你脸啥了 被谁打了 哦 我不小心摔倒了 老爷子沉下脸 他活了这么大岁数 谁说谎还能看不出来 小秦 和爷爷说实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爷爷我 说实话 此刻的老爷子 和以往慈祥和蔼的形象不一样 他现在严肃 威严 那种天塌下来 都有我给你撑腰的架势 让他不禁眼眶发酸 小秦活了这么多年 除了外公外婆在的时候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过 这种家人的温暖了 小秦沉默了片刻 就将事情大概说了下 隐瞒了林峰骂他的话 哼 真是岂有此理 老爷子捏着拐杖 在地面狠狠跺了一下 无形中流露出几分上位者的霸气 张楚这小子 干得好 小秦愣了下 老爷子不担心张楚的处境 还在夸奖张楚 小秦 你这脸去上点药吧 然后好好休息 别的是你不用操心 那张楚他 你不用管他 他一个大男人 要是连这一点事都处理不好 还需要你来替他操心 那还要他来干什么 听爷爷的话 你进去睡觉 什么都不用想 小秦不由感叹 这老爷子心可真大呀 难道他一点都不关心张楚会怎么样 许天送完小秦回来时 连忙问 怎么样 那个林峰挂了没 看看你这富二代丑陋的顽固嘴脸 动不动就挂啊挂的 一天不惹事就浑身不自在 我虽然是富二代 但我不属于顽固好吧 我好歹在公司也有股份有实权的 好好好 有实权 你厉害 那你去医院把林峰弄挂吧 你 许天说不过讲还 索性就不理他了 老楚 你这边怎么说 林峰现在还不能挂 这就对了 林峰现在要是挂了 这事就麻烦了 至少也得等这阵风升过去再说 这林峰要是醒了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起诉啊 上诉什么的 也是麻烦 这事简单 让你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表弟去办吧 行吧 那就让他去吧 这家伙最爱凑热闹了 许天说完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 我去 这么晚了 不跟你们聊了 我走了 说完一溜烟地跑了 我们也回去吧 蒋欢正了正 你不是说不回去吗 张楚说完就坐上了蒋欢的车 你那辆电动车还挺商场吧 要不要给你拉回去 闭嘴 吵死了 蒋欢挑了挑眉 他看得出来 一个林峰还不至于让他烦成这样 多半还是夫妻感情不和 车子到了小区后 你倒回去 把电动车拉回来 你肯定是故意的 刚才问你要不要拉回来 你让我闭嘴 现在又让我去给你拉电动车 我说张楚 你究竟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敌意 好像我抢了你老婆似的 话一说完 张楚一个冷眼甩了过去 蒋欢一愣 不是 这什么眼神 他不会真的以为我要抢他老婆 蒋欢还没想明白 张楚已经下车了 小秦一直在沙发上没睡 他睡不着 不断看着手机 怕错过张楚发来的消息 正当他发愁的时候 张楚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小秦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你怎么还没睡 我睡不着 张楚低头看了眼他脸颊 好像没那么红了 还疼吗 不疼了 那就好 刚才爷爷一直在等我们回来 才睡下没多久 你喜数的动静小点 洗完了我们进屋说 好 两人洗漱完回屋后 这件事怎么解决的 检查结果出来了 轻伤 让我们私下调解 什么 轻 轻伤 小秦想起了凌峰被打得头破血流 牙齿都掉了几颗 居然只是轻伤 嗯 真是不可思议 我说了我有分寸 好吧 早点睡吧 很晚了 小秦看了眼张楚 又看了眼沙发 你真的要睡沙发吗 嗯 凌峰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 醒来没看到李燕 倒是看到了眼虎 你 你 你什么呀 知道我是谁吗 想不起来 连我你都不认识 看来是白活了 我叫眼虎 眼虎知道不 凌峰这才想起来 艰难地点了下头 你小子真牛啊 居然敢去 惹我楚歌 不想混了是吧 楚歌 对 打你的那个 那是我好兄弟 眼虎突然想起 许天的嘱咐 不能暴露张楚的身份 我好兄弟的小弟 我好兄弟现在非常生气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吧 凌峰脑子有点乱了 一个好兄弟的小弟 还能让眼虎亲自来找他 我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我不管 但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我现在都躺着动不了 要给你什么说法 就在这时 李燕和凌峰的母亲来了 这什么破医院 她都伤成这样了 居然是轻伤 就这种水平 怎么还没倒闭 要不咱们换个医院 什么换呢 你看她现在那样 动都动不了 别等下挂在半路 你给我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张楚为什么会打你 李燕不关心她的伤 反而先开口质问她 凌峰疼得根本回答不了她的话 凌峰母亲苗平看着心疼 小声劝李燕 小燕 她都疼成这样了 赶紧喊医生来吧 有什么话等她好点了再问 李燕冷哼了一声 心里憋着火 瞅着凌峰那模样 她更心烦了 你之前不是说了大话 要是张楚动手 你拼了命要保护我 现在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真是窝囊 凌峰听到李燕的话也很窝固 火气牵扯到伤口 疼得她死去活来 而严虎在旁边被他们无视了 你去把医生喊过来 多喊几个 再给她检查下 我不信了 这鬼样子是轻伤 李燕昨晚还想着 要怎么起诉小秦他们 怎么让他们倾家荡产 怎么让让张楚去做黑屋 现在好了 一个轻伤 这口气只能白白往肚里吞 算了 我自己去 严虎看了眼床上 快疼昏过去的凌峰 感觉没办法跟她继续谈了 凌峰 你给我记住 你要是敢打那些不该打的主意 我让你走不出敏城 严虎说完转身就走了 严虎回去就把自己的处理结果 跟许天说了 许天知道她一向不靠谱 没想到她会这么不靠谱 去警告凌峰有什么用 很明显李燕才是关键 许天也懒得骂她了 也没打算让她再去找李燕 于是许天就给张楚发了消息 李燕会想尽办法 在伤情鉴定报告上下功夫 张楚看了眼消息 并没理会 小秦还没起床 就她和老爷子在客厅坐着 这时张楚电话响了 张修 我刚才见过邱骏了 嗯 怎么说 我给他送个结婚请柬 他会准时来参加王辉的婚礼 于是杨剑就给张楚说了她的计划 好 这是你安排 张楚本来是不想管这些闲事 但如果不管 王辉又要找小秦 这时小秦也起床了 爷爷 你们早餐吃了吗 还没有 那 那我去做吧 别做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什么事啊 看电影 他怎么还记着这事啊 昨天就是去看电影 结果看到安全局去了 这电影就真的非看不可吗 老爷子撇着嘴 发出一声冷笑 张楚无视了她的嘲讽 来到小秦身边 拉起她的手就往外走 你等等 爷爷还没吃早餐呢 张楚好像没听见一样 一直把她拽到了门口才放开 你等我先洗个脸吧 我都还没洗脸呢 那你去洗脸 我在外面等你 小秦再次回到老爷子身边说道 爷爷 我洗完脸就下去给您买点早餐吧 不用 等会爷爷充点芝麻糊就行 你跟那小子去吧 这能行吗 你赶紧去吧 这小子要是有什么半途没做完的事 会一直记在心里 那好吧 两人来到小区外面 旁边停着一辆车 上去吧 这车哪来的 张楚随口说道 公司的 借来开一天 咱们是不是得先去医院啊 去医院干什么 不是还要和林峰协调吗 她今天应该醒了 没事 看完电影再去 电影院里人不多 就几个人 小秦还在想张楚 为什么要买爱情电影来看 等电影播放的时候 她才知道想多了 竟然是动画片 小秦好想问 为什么买这部电影 但是她忍住了 因为她感觉张楚心情不太好 张楚也没法告诉小秦 自己也被骗了 两人看完默默走出电影院 气氛有些凝重 小秦不想伤她的心 就开口安慰她 电影挺好看的 是吗 嗯 那几只小动物很可爱 张楚不说话了 从昨天惦记到现在 现实却给了她重重的一击 成功浪费两个小时 感情不仅没有升温 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尴尬了 走 去吃饭吧 好 吃完饭我们去医院吧 我去就行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她拒绝得很干脆 没有给小秦商量的机会 张楚找了家人比较多的餐厅 迎脸再次翻车 你也喜欢吃火锅啊 小秦有些惊讶 她老早就想吃火锅了 就是没时间 张楚看了眼周围的餐桌 果然都是火锅 她又看了眼小秦 发现她在笑 眼神中隐约含着期待 嗯 太好了 之前我做饭的时候 放了辣椒的菜你都不吃 还以为你不爱吃辣呢 锅底我们点的中辣还是特辣 你喜欢就好 那就点个中辣吧 太辣了被胃不好 这顿火锅吃完 张楚的脸已经白得惨无血色了 这是她有生以来 吃得最痛苦的一顿 小秦也注意到了 她担忧地问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脸这么白 没事 火锅吃热了而已 你自己先打车回去 我去医院 你真的没事吗 小秦感觉她随时都会倒下去一样 真没事 张楚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你先回去 小秦被她推着上了车 而张楚坐在车上 那张冷峻的脸上 终于绷不住了 显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她直奔医院而去 她不是去找林峰 而是去挂急诊 小秦坐在出租车上 放心不下张楚刚才煞白的脸 听她说话都像是强挺的样子 小秦拿出手机给张楚打电话 可她电话竟然关机了 她只能发消息给阎虎要了许天的电话 喂 你是 许天 我是小秦 嫂子 是你啊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 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也没什么事 我刚刚打张楚电话打不通 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她在一起 没有啊 我现在在公司呢 她今天没去上班 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刚才还在一起 她说要去医院和林峰协调 她不让我去 我以为她跟你在一起 所以想问下你 我没和她在一起 不过你不要担心 等一下我忙完了去看一下 那麻烦你了 不麻烦 她是我好兄弟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现在有点忙 先不和你说了 小秦盯着被挂断的电话 低头沉默了下来 她不禁在想 张楚的事从来都没跟她说过 反倒是她的事一次次麻烦她 先是王辉的事 害她的车子被拖走 现在无怨无悔 跟她骑电动车上班 这次也是因为她和林峰的事 让她惹上了麻烦 而她从来没说过她的不是 一句抱怨的话没说过 他们都算不上真正的夫妻 但张楚所做的 比大多数真正的丈夫都要好 想到这 小秦心里乱糟糟的 很矛盾 自卑的同时 又遗憾张楚喜欢男人 许天忙完事后 她动用了强大的人脉关系 查了医院监控找到了张楚 老楚 你手机不是有电吗 怎么打不通 你给我打电话了 说到这 她从兜里拿出了另一部手机 果然关机了 你咋回事 嫂子跟我说你去找林峰了 咋还跑这输液来了 张楚收起手机 瞥了她一眼 吃了顿火锅 还是中辣的 你娘 我微辣都受不了 你居然敢点中辣 你是要挑战极限 突破自我吗 小秦点的 她不知道你有胃病 她不知道 你来找我干嘛 老楚啊 你完了呀 什么意思啊 晚上咱俩也吃火锅去 滚出去 你看你看 你是不是完了 张楚愣了愣 也反应过来许天的意思了 她神色有些复杂 是吧 我让你去吃火锅 你让我滚 小秦让你去吃火锅 你把自己吃进医院 哎 这可咋整 是啊 张楚不禁看了口气 许天笑容也淡了 她不解地看着张楚 怎么了 这不是好事吗 你俩秦色和鸣 你爱她 她爱你 多好啊 张楚不想再聊这个话题 书完夜后走出书夜厅 你要去哪里 是不是去找林峰 是 两人来到林峰病房 李燕和苗萍都在 苗萍忙着伺候林峰 李燕则是在一旁冷眼旁观 你居然还敢来 你把林峰打成这样 我没去找你麻烦 你倒是先找来了 你这么想告我 那看来 我过来也是多余了 你别嚣张 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我告诉你张楚 我不把你送进黑屋 我是不罢休 张楚淡淡地注视着她 你想把我送进去很简单 李燕愣了下 没反应过来她这句话的意思 张楚抬了台下巴 示意她看床上的林峰 你现在把她弄挂 然后嫁祸给我就行了 你说什么 这家伙是来讲和的吗 还是来挑衅的 许天还是低估了张楚 她怎么可能主动去跟人和解 尤其是打了小情的人 让她和林峰和解 简直不可能 我说话从来不说第二遍 小燕 冷静点 苗萍过来劝架 被李燕一把推开 她让我弄怪你儿子 你居然还让我冷静 你心可真够大的呀 林峰摊上你这样的妈 也真是倒霉 苗萍被她一推 一个没站稳坐在了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床上的林峰只能瞪着眼睛 咬牙切齿地喊 李燕 没你的事 你好好躺着 把我妈拉起来 自己不会起来吗 摔一跤又不会怎么样 这话把林峰气得不行 李燕也不管地上的苗萍 张楚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不干什么 来问候一下 说完 张楚双手插兜 转身走了出去 李燕被她的态度和语气激怒了 跑过去拦住了张楚的去路 你站住 有事吗 你真不怕我告你 你去呀 好 你等着 嗯 我等着 李燕气得一张脸通红 又找不到话来对她 让开 我就不让 有本事你像打林峰那样打我呀 张楚一把将她推开 李燕被她一推差点摔倒 等她稳住身体 张楚已经走了 李燕转身看到苗萍还在地上坐着 也意识到不对劲 喂 你没事吧 小燕 我站不起来了 你扶我一把 李燕猝了猝眉 她伸出手 将张玉拉了起来 能站着吗 没事 可能闪了一下 林峰在床上急得不行 你带我妈去检查下 你就知道她 刚才张楚差弹打我 怎么没见你说话 林峰被她堵得说不出话来 她气得整个脑袋都在疼 小秦在家等了几个小时 许天才给她发消息 跟她说张楚已经去公司了 小秦又问了她林峰的事 差不多了 别担心 小秦刚想放下手机 许天忽然给她打了电话过来 嫂子 其实也不该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 但想了想还是跟你说一声 什么 老楚下午在医院里输液呢 啊 什么 她怎么了 她有胃病 还挺严重的 吃不得辣 小秦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莫大的愧疚感如潮水袭来 几乎快要将她淹没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你 就是老楚这性子吧 哎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 我不说 她肯定也不说 我怕下回你俩再去吃顿火锅 她就得进抢救室了 她担心你愧疚 刚才分开前还特意嘱咐我 别跟你提这事呢 我这寻思 不说也不是回事啊 嫂子 我说了你听着就好 别跟她讲啊 不然我就得遭殃了 小秦心里堵得慌 她张了张嘴 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嫂子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小秦这才回过神 连忙说 我知道了 我记住了 我不会去问她的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这也没什么 老楚这棵铁树开花了 我打心底里也替她高兴 但是呢 她没谈过恋爱 有时候挺直的 你就多担带点 还有 要是以后你发现 她有什么骗了你的 你一定要相信她 绝对不是存心欺骗你的 反正 她很喜欢你的 我说的是真的 不是忽悠你啊 她真的很在意你 在意到可能 她自己都没察觉到 许天噼里啪啦说了一堆 还特意强调了 好几遍张楚喜欢她 小秦愣了愣 对许天这话抱有怀疑的态度 可她不是 小秦说到一半又顿着 她不清楚许天 知不知道张楚喜欢男人 她不是啥 嫂子你就别掉我胃口啊 我跟你说了 你能答应我不告诉别人 不去问张楚吗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肯定得答应你 快说吧 她有什么小秘密 她喜欢男人啊 电话里沉默了 而且沉默了很长时间 这让小秦一颗心也提了起来 你答应了我的 不会去问她 不 许天实在没憋住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 小秦有些急了 你别笑 你先答应我 嫂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老楚告诉你的吗 不是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我不知道 我就是感觉 感觉是吧 那她是哪些行为 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呢 许天听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也就没有继续问下去 嫂子 她没谈过恋爱你知道吧 知道 没谈过恋爱的意思 就是没有跟任何人谈过恋爱 包括男人 这么说你能懂吗 小秦 醋了醋眉 似懂非懂地嗡了一声 所以她什么会喜欢男人呢 这句话 让小秦的心狠狠地跳了一下 并且越跳越快 她手机都快拿不稳了 你 你确定吗 我和她认识多少年了 她是不是喜欢男人 我还不清楚吗 嫂子 你这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小秦有些手足无措 我 就这么说吧 她这么优秀的条件 如果真的喜欢男人 她总不能一次恋爱都没谈过吧 就算是喜欢男人也该谈的呀 小秦沉默了 许天的话很有说服力 嫂子 你说呢 我 我不知道 你可以好好想想 我说的对不对 反正我以我的人格 给你保证 她不是 与许天通完电话后 小秦坐立难安 这么多天 她都把张楚当姐妹 俩人毫不顾忌地睡在一起 现在想想 她都无地自容 尤其许天那句 她很喜欢你 让小秦心跳加速 她拿起手机 想给张楚发消息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能收回手机 出去买菜 买完菜回来 在小区外面碰到了张楚 张 张楚 你回来了 嗯 你去买菜了 张楚还是和往常一样 跟她说话 但小秦心态却不一样了 和张楚说话有点紧张 嗯 是啊 你怎么了 有心事 没 没有 我在想晚上要煮什么 张楚看了眼她手里的菜 又看向小秦 你菜都买了 还不知道晚上煮什么 张楚将她手里的菜拎过来 又问她 是不是你表哥的事 不是 你别问了 张楚心里一斗丛生 她开始怀疑下午自己不在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但她没问 走吧 回去了 回去后 小秦直接就进了厨房做饭 老爷子瞅见了小秦的不自然 她怪异的看了眼张楚 今天你们看了什么电影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影 老爷子以为她在说气话 脸一旧垮了下来 你以为我喜欢听 不说拉倒 张楚无奈的说 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电影 老爷子看张楚说的真诚 她也拧起了眉 是正经电影吗 电影院难道还有不正经电影 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老爷子看了眼小秦 小秦啊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啊 爷爷怎么了 哦 也没什么 就是这菜有点咸了 小秦愣了下 加了一块豆腐尝了下 对不起 我盐放多了 我重新做吧 不用那么麻烦了 点外卖吧 小秦故作镇定点了下头 哦 好 那我把这些收拾下 说完就手忙脚乱的 把桌上的饭菜都端进厨房去 老爷子见状实在是忍无可忍 他再次问张楚 你俩到底怎么了 张楚扯了扯嘴角 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你还有什么事知道的 我早晚得被你给气死 张楚懒得和老爷子扯 拿出手机点外卖 这时小秦从厨房走了出来 小秦啊 爷爷明天就回去住了 小秦下意识看了眼张楚 怎么了爷爷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不是 我本来也没打算在这里常住 这是你俩的婚房 还是要给你们留点私人空间 小秦听到婚房 不由想起了一些事 脸一下又红了起来 还有旧事 我怕我继续留在这里 迟早被人给气死了 小秦又看了眼张楚 张楚也觉得莫名其妙 爷爷 你别赌气啊 你自己一个人住 很不方便 爷爷没有赌气 这里的人我都不认识 天天闷在屋里也不习惯 以后爷爷爷想你了 就时不时过来看你 住几天 或者你想爷爷了 就来看爷爷 反正又不远 小秦见他态度坚定 也不像是在赌气的样子 也就不再强流了 那好吧 爷爷你想过来随时都可以 反正密码你也知道 这时外卖到了 外卖员上不来 张楚只能下去拿 小秦啊 小楚这小子 在感情这块确实有点不开窍 但人还是个很好的人 有担当 你跟他在一起好好相处 爷爷不会害你的 嗯 爷爷 我知道了 嗯 你们也相处了这么久 他的人品你应该也有些了解了 他不开窍那是可以学的 等时间久了 他就什么都懂了 所以你们要好好过日子 小秦心虚地应了一声 好 老爷子以为小秦 还在介意张楚喜欢男人这事 就语重心长地说 小秦 小楚是个正常男人 你相信爷爷的吧 爷爷不会害你 你看你认识爷爷这么久了 爷爷像是那种没天良的人吗 小秦愣了下 爷爷 你别这么说 我相信你 那就好 我之所以跟过来跟你们一起住 因为当时看这小子 对你爱答不理的 我放心不下才跟过来一起住的 不过我现在不担心了 小楚心里已经有了你 爷爷该做的也都做了 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磨合了 小秦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张楚拿着外卖也回来了 吃完饭后 小秦看见张楚在冰箱里拿水喝 你 等等 怎么了 喝热水吧 小秦把他手里的水拿回冰箱 去厨房拿了个杯子 接了杯温水递给他 张楚狐疑地看着他 你怎么了 小秦心虚 不敢看他的脸 大晚上的喝冰水对身体不好 既然回国了 就入香随俗吧 好 小秦被他盯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去洗澡了 小秦刚要走 电话响了 一看是王辉打的 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表妹 你睡了没 睡了你赶紧起来 快来我这里 王辉的语气有些着急 这么晚喊他去 肯定没好事 怎么了表哥 你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 我明天还得上班呢 我真的服了我妈了 电话里不好说 你自己过来看吧 到底什么了 是不是会回那边出状况了 我妈 我妈把你母亲喊回来了 小秦脑子里嗡的一声 像是有一道雷霆从天而降 将他击得呆若木鸡 你 你说什么 最后小秦还是去了 张楚不放心他一个人打车 便开车把他送过去 表哥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喊你母亲过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真的是 王辉其实也很心虚 他老想着让姚兰和小秦和好 便跟姚兰说了富二代掩虎看在小秦面上 把王辉和惠惠的婚礼都包了 又说小秦买了房子 比之前他们看的还贵 还有张楚在DK跨国公司工作 姚兰便借着王辉结婚为由 把小秦的母亲喊来参加婚礼 表妹 我妈她什么都不懂 她就是觉得你现在过得好了 把你母亲喊回来 让她当着你面后悔 小秦听了王辉的话 脑子都是晕的 她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母亲长什么样 表哥 我不想上去了 你来都来了 就上去见一下 你要是不上去 按照我妈那性子 明天肯定带着你母亲上你公司找你 王辉的话 无疑是给小秦脑袋上来了一半 她感觉天都要塌了 既然来了 总是要面对 我陪你上去 小秦回头看了眼张楚 她淡定的模样 给了小秦心里一点勇气 犹豫了片刻 才跟着王辉上去 他们进屋后 小秦低着头 没敢看自己所谓的母亲 小秦 你还在生舅妈的气啊 舅妈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 你家人别生了和气 阿霞啊 这就是小秦 你看现在长得多漂亮 我跟你说阿霞 小秦很争气啊 上大学的学费都是自己挣的呢 现在也在大公司里上班 工资一个月也有一万左右呢 还有这小伙子 他就是小秦的老公张楚 那更不得了 人家在国外留过学 现在在跨国公司给副总当助理 听说年薪能全款在市中心买一套房子 阿霞你好有福气啊 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 我做梦都会孝心 摇篮扯了扯小秦的胳膊 小秦你看一眼你母亲啊 妈你少说两句 小秦抿了抿唇 终于抬头看向沙发 舅舅旁边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 她已经不认识这个女人 小秦 小秦看着她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因为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个女人 小秦 过去啊 你们这么久没见 你们好好聊聊 现在面也见过了 那就这样吧 我明天还要上班 就先走了 摇篮一把抓住小秦 低声说 你跟我来 舅舅舅妈 你们要说什么 小秦 你母亲回来了 难道你没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我不认识她 你这孩子 本来我是想让她回来看看你现在过得好 好让你出口气 但是 你母亲这些年也过得不好 她过得好不好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啊 她现在那个老公啊 人不行 好赌成性 把女儿的学费都拿去赌了 输光了不说 回来还打老婆孩子呢 外面那个就是你妹妹 小学就读了五年级 到现在都还没读书 这次回来的路费 都是我跟你舅舅店的 那是她自己选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阿霞也是 这么多年了 她愣是没说过 也不和家里联系 当初你外婆外公去世 给她打那么多电话都不回来 当时我和你舅舅还骂她是个没良心的 这次回来我们才知道 她是没有路费回不来 那这次她是怎么回来的 是前几天 她突然跟你舅舅打电话说活不下去了 她那个老公 跟人赌钱 跟人家打起来了 把人打了 人也进去了 你母亲拿不出钱赔人家医药费 那些人就三天两头去 下护你母亲和你妹妹 阿霞那个老公 六万就要把你妹妹 卖给人家当媳妇 你母亲走投无路了 才给你舅舅打电话 摇篮之所以叫小晴来 就是不想管这摊子事 想把王霞母女丢给小晴 那和我也没关系 小晴态度坚决 她已经给张楚添了很多麻烦 她不想再因为自己这边 乱七八糟的事麻烦张楚 你这孩子 那好歹也是生你的母亲 你要是不管她 传出去别人要戳你几两骨的 随便他们怎么想 既然当初他们选择抛弃我 就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凭什么要我为他们的选择买单 摇篮愣了下 她也不知道怎么劝了 舅舅神色复杂看了眼小晴 小晴 其实有很多事我都没跟你说 说了怕你乱想 小晴心里一沉 她转头看向舅舅 当年是你母亲找你外公外婆 叫他们照看你 外公外婆看不得你受苦 就把你接过来了 前面几年还打了生活费 她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你 你 你说什么 有些事我们也不好说 你母亲是自私 当时怕带着你不好嫁人 才不要你的 这也确实做得不对 但她心里还是关心你的 你小时候那些新衣服 都是你母亲给你寄的 舅舅的话 彻底把小晴的心打乱了 舅舅 你不是说是你买的吗 我哪能买的了什么衣服 都是你母亲寄的 当时她又嫁人了 还想把你接过去 我还问你要不要去找妈妈 你跟我说她都不要你了 你也不要她 小晴沉默了 她还从舅舅口中得知 王霞第二任丈夫还不错 那个老公不能生育 王霞就有了把小晴接过去的想法 可惜好景不长 丈夫因为车间发生事故 人没了 厂里赔了六十万 然后就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这个丈夫长得好看 又会花言巧语 两人就结婚了 结婚后 丈夫就原形毕露 有手好闲 好吃懒做 每天都在外面赌钱 她骗王霞出去做生意 六十万全部拿出去赌的金光 后来才知道 她就是跟王霞手里的六十万去的 那时候王霞已经怀了孩子 为了孩子她忍了 导致了她十几年的悲惨人生 直到这次 丈夫要卖掉女儿 她再也忍不下去了 才给舅舅打了电话 小晴听完王霞的事 她说不出话 小晴从屋里出来后 走到王霞面前 看了她一眼 又看了她身边的小女孩 小言叫姐姐 姐姐 小晴抿了抿唇 她拿出手机来对王霞说 你把卡号给我 我先给你转六千块 你自己找个地方住 小晴现在也没有钱 六千块是上个月发的工资 卡里的钱有张储的份 她不能动 小晴啊 你母亲是来投奔你的 你就给她六千块 你让她去哪里啊 去哪里都行 等下个月我发了工资 我会再给你转钱 赚多少明天再说 以后我们就算两清了 小晴 我自己会去找工作 我不需要你给我钱 就是你妹妹才上五年级 我 你说 我想让你有空给她补补课 等明年我给她找个学校 你放心 我不花你钱 小晴看了眼小言 这个年纪初中都毕业了 我承认我以前是对不住你 我也很自私 没有资格要求你帮忙 但你看看小言 这是王霞的手机响了 王霞脸都白了 阿霞你早不接啊 是不是你老公打来的 王霞拿出手机 一看来电显示 直接挂了电话 姑姑 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报过警 她拿小言威胁我 这算什么男人了 小晴 这是到底怎么办啊 你母亲来都来了 他们可能还没吃饭呢 要不你带他们出去吃点 我 小晴下意识看了眼张楚 张楚看到小晴纠结的脸色 也看出了她的为难 走吧 我也饿了 刚刚听了母亲的事情 小晴没掉眼泪 唯独张楚这句话 让她眼眶发酸 在车上 小晴没说话 王霞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开口了 那个你叫张 张楚 甜好的 小晴有福气 能找到你这样的好老公 张楚默了默 看了眼身边的小晴 开口说道 能和小晴结婚 是我的福气 也得谢谢你生了个这么好的女儿 让我遇上了 王霞露出一丝苦笑 伯母 我给你们订了酒店 等会吃完饭 我送你们过去 不用这么麻烦 我身上还有点钱 我自己去找住的地方就可以了 没关系 已经订了 这么晚你还带着个孩子 在外面也不方便 来 那谢谢你了小楚 张楚带他们吃完饭后 就把他们送去了酒店 到了酒店后 张楚亲自去前台开好房 把王霞他们安排好了 才走了出去 都安排好了 我们也回去吧 你订这么贵的酒店 就几百块而已 没事的 小晴突然转身看向张楚 眼中闪烁着挣扎的光芒 张楚 要不我们离婚吧 张楚盯着小晴看了好几秒 他才不确定地开口 你说什么 小晴咬了咬牙 他转过头 不敢去看张楚的眼神 我说我们 小晴 张楚一口打断他 为什么 我不想拖累你了 就这点小事 你就觉得拖累我 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这么没用吗 连这点小事都承受不了吗 我 小晴心里堵得慌 我只是觉得 你太优秀了 你应该找个更好的闲内住 而不是像我这样 人生一败涂地的人 张楚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 会这样认为 可事实摆在眼前 张楚 我知道 我们刚结婚不久 你或许对我有几分新鲜感 你现在可以忍受我身边的一切 但是时间久了呢 以后或许还会有更多麻烦 你迟早会厌烦的 那时候 我们之间 就只剩一臂的支离破碎了 你知道吗 每次你帮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是第二个临风 我觉得自己特别卑鄙 因为想要买房子 骗了你 结果房子没有买 反而让事情变得一团糟 不断地把你牵连进来 我 我不是一个好人 我自己的事都处理不好 怎么过好两人的日子 张楚安静地听他说完 拉着小晴的手 将他拽进了怀里 老头没和你说过吗 夫妻之间 就应该互相扶持 如果遇到一点小事就退缩 那才是对婚姻真正的胁毒 这是小晴第一次感受到 他的怀抱特别温暖 我看到的 是你一直在帮助我 我没有对你起到任何作用 那是我应该做的 有没有对我起到作用 不是你说了算 你每天给我洗衣 做饭 照顾我 跟我一起去上班 对我来说 就是最大的帮助 至于其他的 我自己都能解决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张楚 张楚不给小晴说话的机会 你不要试图说服我 我说了 你的这些事对我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事 如果你坚持要跟我离婚 我只会觉得自己很无能 小晴 你觉得我无能吗 你怎么会无能呢 是你太优秀了 我配不上你 这对你来说我就优秀了吗 我什么都还没做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张楚差点就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但看到小晴自卑愧疚的眼神 他没说出来 说出来恐怕马上吓跑他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这么久了 你给我感觉 不像是结了婚的夫妻 也不像是一个家庭 更像是两个室友 你对我太客气了 客气的 我感觉我们连朋友都不是 可领证的时候 你不是说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小晴反应过来还在他怀里 他忙正开退后了一步 对不起 张楚刚刚缓和的脸色 听到这三个字 脸又迅速沉了下来 你还是要离婚 之前我以为你喜欢男人 所以很多事都没放在心上 现在我知道你不是了 你前途无量 你的未来充满了光明 我跟不上你的脚步 张楚被他说的火气都上来了 虽然知道他是因为家庭原因 造成这样自卑敏感缺爱的性格 我们先回去 回去再跟你说 两人回去后 冷静下来了吗 小晴小鸡啄米试地点了点头 现在还有话要说吗 没有 那就去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班 小晴低着头 越过他飞快地进了屋 今晚张楚没有进屋睡 小晴自己在床上翻了半宿 一直失眠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 张楚晨跑回来 他四处都找不到小晴 只看到了桌上做好的饭菜 老爷子收拾好行李来到餐桌 别找了 已经去上班了 什么时候走的 你问我 老爷子一看就知道他们闹别扭 他也懒得问 反正老爷子心里明白了 这小子动心了 这是他们张家祖传的 愿准一样东西就死活不会放手 老爷子吃完早餐 张楚开车把他送回去了 小晴今天上班也没心情 因为王霞的事一直在发愁 酒店住一晚上几百块 不能让张楚一直垫着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都要解决 到了下班的时候 他还是决定去一趟王霞住的酒店 走之前他给张楚发了消息 让他不用来接他 晚饭自己解决 而张楚看到这条消息 额头青筋抱起 刚好蒋欢正在给他汇报几个项目进展 一眼看到张楚连垮了下来 怎么了张总 是项目进展没达到预期 还是产品的测试数据没达标 张楚豁然站起身 没理会蒋欢 直接走了出去 王霞看到小晴的到来 他又惊喜又局促 小晴 你怎么来了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想在这里租个房子 找个工作 准备跟小颜在这边生活 你放心 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我肯定不会赖着你 那你打算找什么工作 我做服装的手艺还没丢 昨晚看见那边有几家服装厂 就是不知道岁数大了能不能进 那你也得先租个房子 再去找工作 而且 小晴想起了昨晚打给王霞的那个电话 那个男人 会不会来找你 应该找不到 他不知道我去哪里了 我给你租个房子 我再给你转六千块钱 应该够你们用到发工资了 厂里工资应该也有个三四千 你省着点 给小颜交学费和你们生活应该差不多了 王霞强忍着泪水 没有说话 他何尝听不出小晴的每一句话 都在和他撇清关系 而他又没资格说什么 当年你们离婚 现在后悔吗 小晴忍不住问他 后悔也回不去了 小晴 你知道吗 每次他打小颜的时候 我都会庆幸 没有把你带过去 当年我没有把你带走 是我对不起你 但现在看 我没有后悔 小晴一时哑口无言 虽然他没有带走自己是值得庆幸的事 但这也不是能够原谅他的理由 可当时 你并不知道 自己会变成现在这样不是吗 我懂 我说了我不会赖着你 你现在过得这么好 有个那么体贴你的好老公 我也不想因为我这点是毁掉了你 小晴不想再聊下去吧 他过来只是想知道王霞以后的打算 但是小晴 补课的事 我要上班 哪有时间给他补课 那怎么办 跟我去打工 人家也不要啊 小晴 你也是女孩子 应该知道读书对女孩子有多重要 如果你没有读书上大学 你也遇不到小楚这样的男人 小晴嘴角有些苦涩 就算读书上大学 也遇不到张楚这样的男人 全靠张爷爷 让他捡了个宝 他和张楚不在同一个围堵 直到王霞的出现 更让他意识到自己和张楚之间的差距 也对这段婚姻充满了不安 小晴 小晴回过神 压下心中的情绪 我答应给他补课 不过我周末才有时间 但我不能向你保证 他能学多少 你答应就行 不管能学多少 学多少算多少 只要有书读 多学点知识 上个中砖也好 那我先走了 等找到房子再来找你 好 你回去慢点 小晴走出酒店 刚准备走 那俩熟悉的电动车飞驰而来 一个漂亮的飘椅 稳稳停在他面前 张楚下了车来到小晴的面前 小晴下意识就想走 却被张楚一把抓住 你躲什么 小晴心虚的低下头 我 我没躲 你没躲 现在连饭都不给我做了 你这是要对我冷暴力吗 我 我没有 那你是想干什么 我是觉得 我们都应该冷静下 好好考虑以后的事 然后再谈离 小晴 你要我说几遍 就因为几个亲戚 你就觉得拖累我了 你把你家爸妈 七大姑八大姨 都给我叫过来 我照样也养得起 我连你祖坟 都能给你相经编 小晴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张楚 分不清他是在讽刺 还是在说气话 刚好旁边路过两个人 听见这话忍不住笑出来 被人取笑了 小晴脸上也有几分发烫 他不敢再多说了 怕这个男人嘴里 再说出什么 惊天地气鬼神的话来 张楚 别在这里说了 我们先回去吧 张楚这时也稍微冷静了点 刚才确实是急了 两人回去后 小晴没有看见老爷子 张楚跟他说老头回去了 我饿了 小晴愣了下 那我去做饭 你吃面吗 你做什么都吃 小晴嗡了一声 就去厨房做了两碗面出来 两人安静地吃饭 明天我去给他找房子 嗯 等他找到工作安顿下来了 我就不管他了 随便你 还有我答应给小颜补课 不过只是周末 平时不来 哦 小晴咬了咬唇 他看张楚好像还在生气 小晴也不敢再提离婚两个字 你想找什么样的房子 我也不知道 等会我上手机找找 两人吃完面条后 小晴把碗收进了厨房 出来后 张楚 我们聊一聊吧 张楚偏着头看他 离婚的是免提 不是 我就是想问你 咱们现在这个房子 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啊 还有物业费要交多少 张楚愣了下 五六千吧 物业费一年六千 我交过了 哦 那你工资一个月现在是多少 不知道 张楚说完觉得不合适 又说了句 我工资卡不是早就交给你了 小晴这才想起来 刚结婚的时候 张楚好像是给了他一张卡来着 什么 那是你的工资卡啊 嗯 就算你工资卡在我这里 难道你工资多少都不知道 张楚犹豫着看了看他 试探性的开口 你猜 三万或五万 差不多吧 三万八 小晴松了口气 这差距不算特别大 自己努努力应该也能达到这个工资 张楚看了他一眼 他已经拿出手机再算了 我算了一下 现在我们两个的工资 加起来将近五万 不过我的工资以后还会涨的 你的工作要不要请客啥的 不用 那算下来 我们现在一个月开销将近一万 那你的贷款是不是没算 张楚好心提醒他 啊 张楚盯着他纠结的模样 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不过起码现在他算的是两人的账 好歹没分开算了 咱们还有两部电动车要养 啊 电动车需要养吗 讲到车 小晴才想起来 哦对 还有你那辆车 你不是贷款买的吗 每个月要还多少 六千 张楚随口瞎编 哦 等你拿回来了 得保养 油费 还有保险费 小晴已经不会算了 他直接算了个大概 所以咱们每个月要花接近两万左右 嗯 还能剩下三万 养两个孩子够了 小晴听到孩子 他脸又开始发烫 不过还是很认真的告诉张楚 两个不够 张楚一本正经地点了下头 那就生五个 小晴扯了下嘴角 他又羞又气地瞪了张楚一眼 我说的是三万养两的孩子不够 跟你开玩笑的 张楚确实想马上造几个孩子出来 但他们现在 还没到那个地步 他更希望这种事 是建立在感情之上 而不是欲望之上 就像小晴昨晚说的 他也怕自己现在没搞清楚 对他是什么情感 他勇于挑战任何事 但从不敢去挑战人性这个东西 包括对自己 既然是他坚持不离婚 那他就不想成为小晴口中那样的人 他需要对这段婚姻负责 对他负责 那你今晚睡哪里 睡沙发 当然 如果你邀请我 我也不介意到床上睡 小晴扯了下嘴角 这话他能听明白 他是把主动权交给自己了 邀请意味着什么 小晴心里也很清楚 爷爷都走了 你为什么还要睡那个沙发 我喜欢 我去洗澡了 小晴刚站起来就看到张楚从兜里拿出烟 小晴又坐了回去 直勾勾盯着他 张楚微微一愣 看了看手里的烟 又看了眼小晴 小晴想起了许天的话 你以后可以不抽吗 张楚表情有些古怪 这不是让他戒烟吗 只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抽烟 晚上不喝冰箱里的冰水 我 我就不跟你提礼 最后一个字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张楚便把手上的那包烟 连带着打火机 都丢进了垃圾桶里 好 我答应你 第二天小晴去上班 他一进公司就被曾田喊了进去 小晴 交给你的策划好了没有 我会尽快交上来的 我看你最近上班都心不在焉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会尽量做好工作 那行 我叫你来是还有另一件事 就是DK和我们这边合作了个项目 和这个项目的相关部门 都要派一个人去学习 我看来看去 感觉就只有你比较合适 要不你去吧 DK研发的都是高端项目 能过去学习 当然很好 不过我能行吗 当然行 你听我安排就对了 这次去DK学习大概要半个月 你先准备下吧 等上面通知 估计也就这两天了 你先把手头的草案给我 好 那我这两天就把草案给你 另外 DK那个项目有资料吗 暂时还没有 等一下我把你名字报上去 明天应该就能拿到了 好的 那我先去忙了 下班的时候张楚准时来接他 我要去看房子 我带你去 先去酒店叫他们一起去 他们住的地方 自己去看比较好 你随便租个差不多的就行 你妈不会有意见 小晴听见妈这个字眼 她心里有几分抗拒 差不多的是什么样的 我约了个中介 我带你去看看 他们走了没多远 张楚一个急刹车 被前面一辆豪车给挡住了去路 怎么回事 小晴刚问完 车上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 张先生 不好意思 刚才没有注意到 没有吓到你吧 小晴看了一眼这个女人 有几分面熟 她又往车里瞄了眼 副驾驶上坐着她更熟悉的人许天 许天抬手疯狂地挡着自己的脸 但还是被小晴认出来了 许天为什么会在好车里 这个女人为什么喊张楚张先生 突然间 一大堆疑惑涌入小晴的脑海 而刘倩比她更疑惑 张楚为什么会骑个电动车 张楚脸色也不好了 没事 没事就好 刚才我光顾着和许天说话了 没注意到 幸好没事 被点名的许天想躲也躲不了 赶紧从车上下来 老楚 好巧哈哈 她虽然在笑 但是笑得比哭还要难看 这下可要怎么解释 那我们先走了 说完张楚从另一侧开走了 刘倩等张楚车子开远了 这才看向许天 那个老婆 你请我解释 好 你解释吧 许天突然语色了 被老婆盯着 她一时间也不知从何说起 我这也是为了配合老楚 刚才坐在她后面那个是她老婆 她还不知道老楚的身份 所以我就 你们合起伙来欺骗小姑娘 老婆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 啥叫欺骗啊 这也是为了老楚的幸福生活着想 再说了他们都结婚了 这不存在欺骗吧 人家就是个普通的小女生 老楚不是怕她自卑吗 要是她一自卑 觉得自己和老楚差距太大了 被她的身份给吓到了 是不是就要离婚了 她一闹离婚 老楚又得花时间去哄 到时候倒霉的还不是我 所以啊 这事的慢慢来 急不得 要循序渐进 你看现在老楚从一个财物 已经变成了副总的助理了 是不是有突破了 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 我对天发誓 绝对没骗你 那你呢 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 我就是老楚的普通大学同学 现在是收废品的 刘欺怪异地瞥了她一眼 许天红着脸解释 这不怪我 是老楚给我安排的 算了 随便你们 这次你爸六十大寿 你先好好想想怎么办吧 中介带着两人来到一座小区 小秦光是看到这座小区的外貌 富丽堂皇 就觉得事情不简单 哥 就是这里 今天带你们看的这个小区 不管是交通还是生活设施都很完善 小秦在张楚耳边低声说 这就是你说的差不多 嗯 这里是郊外 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而且交通方便 离我们住的地方也近 你不是要给小颜补课 太远了她怎么会去 这个小区仪式一厅的很少 刚好有人搬走了 这里很好出租的 你们不租 明天可能就有人租了 这里仪式一厅的多少钱啊 每个月两千五 季度付 押金一个月 已经很便宜了 小秦犹豫的看着张楚 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看吧 便宜的地方安全没保障 环境也不好 他们要是出点什么事 你是不是也不放心 可是你也考虑下她的工资 租这么贵的房子 她每个月交完房租还能剩多少 张楚目不转睛的看着她 她明明在担心对方 但还是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承认 要不问问她自己的意见吧 好 小秦刚想给王霞打电话 发现自己没有她的电话 打电话问下你表哥 于是小秦给王辉打了电话 表哥 你知道 王霞在哪里 我妈喊她来帮忙 现在在婚宴酒店这里 你要过来吗 小秦这才想起来 王辉离结婚好像没几天了 这么早就开始布置了吗 是啊 那个盈乎把这酒店定了六天 所以就早点来布置了 你们也过来看一下吧 等会咱们一起吃饭 王辉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他们去酒店了 表哥叫我们也去 你想去吗 那就去看看吧 反正晚上我们也没什么事 于是 张楚再次骑着电动车 带她去了酒店 张楚把车停在路边 朝着酒店走去 对了张楚 你和刚才开豪车 那位女士是认识吗 嗯 客户 哦 那许天呢 他们两人 不知道 可能是她找的富婆 张楚随口胡周说 神 什么 你不是说过她结婚了吗 那我也不清楚了 你有遇到可以问问她 算了吧 小秦想起许天 见到他们很尴尬的样子 拼命想把自己藏起来 估计也是不想 别人知道她这个秘密 他们聊着 没注意后面 有辆车停了下来 他们怎么在这里 你去查一下 妈 表妹和张楚来了 别忙了 我们去吃饭吧 摇篮网这边一看 立马喜笑颜开的迎了上来 哎哟 你俩终于来了 都等你们半天了 走走走吃饭去 今天咱们一家人聚齐了 好好地吃个饭 那什么 消除啊 怎么不叫你爷爷一起来 她不方便 这样啊 那好吧 咱们一起去吃饭 以前的事就不提了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 而这边 李燕坐在酒店的大堂里 听着刚才司机回来汇报 他表哥结婚 是 应该就是这几天 这么了小姐 这家酒店是李燕家的 他正愁没地方找小秦他们麻烦了 这不就送上门来了 没事 结婚这么大的事 那我肯定得送他们一个大礼才行 林峰这事还没完 李燕找了好几个律师 这两天他盘算着 怎么才能让张楚他们多赔点钱 最好赔得他们倾家荡产 离婚什么的 现在看来不用了 小姐 你要把他们赶出去吗 赶出去 现在赶出去太便宜他们了 就算要赶 也得等他们结婚那天赶出去呀 这样会影响到我们酒店的声誉 老爷爷会生气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着急 我有的是办法 吃完饭后 姚兰一家子打车走了 就剩小秦他们这一家 站在餐馆外面的街上 小秦 那我们也走了 这里去酒店有十多公里 你们怎么回去 没事 我们走过去就好了 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 是想问问你对房子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 能有个地方暂时住着就谢天谢地了 小楚 小秦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确定没要求 如果租的太贵了 以后你交房租没问题吧 是 也不用租那么贵的 五六百块的就行了 只要能住人就行 知道了 说完 一辆车飞驰而来停在路边 给你们打的车 上去吧 这 真不用 车都来了 你不坐难道 让我们扛着电动车坐吗 这话让王霞身体一讲 小秦的话很温和 但王霞听着心里堵得慌 那就谢谢你们了 王霞说完就跟小颜上了车 看着车子远去 小秦才叹了口气 张楚盯着她的眼睛 认真地说 其实你不用这样 什么 做不来坏人 就不要做 张楚目光深邃 盯着她的时候 好似能洞穿人心 我 好了 别想了 我们回家吧 房子的事你别操心了 交给我就行 不用 我自己找就好了 别耽误你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还是说 你还是没把我当成嫁人 嫁人这两个字 让小秦的心跳加快 她盯着张楚的眼睛 突然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也得上班吗 提起上班 小秦想起了学习的事 对了 今天我们组长跟我说 要安排我去你们公司交流学习新项目 而且大半个月的时间呢 这段时间你就不用送我去华盛了 咱们可以一起去上班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算同事了 张楚听见这话 她脸色僵了一下 你说什么 就是要去你公司学习 不是有个新合作的项目吗 你不知道啊 张楚目光闪了闪 大概知道 你不高兴吗 高兴 小秦觉得张楚很奇怪 高兴不高兴脸上都不显露出来 倒是生气的时候很明显 什么时候 还没确定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下周 张楚若有所思的点了下头 知道了 回家吧 回去后 张楚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小秦只能回屋里睡觉 第二天去公司 曾田拿了一份资料给他 小秦 这个资料你看看 你的名字我报上去了 已经通过了 下周一去DK报道 好的组长 你手里的工作下班前交给我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曾田吩咐完了并没有走 他欲言又止 像是有话要说 组长 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 听说你表哥要结婚了 小秦有些意外 你怎么知道 我看眼虎朋友圈发的 所以问了下 小秦看他那表情 心里多少猜到几分 哦 这样啊 组长你也来参加婚礼吧 我表哥正愁闹 那么大个酒店都做不满 他还想找点群众演员呢 行 那你把时间地点发给我 到时候我有时间就去 好啊 我等下发给你 下禅见两人有说有笑 也凑了过来 你俩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哦 我表哥结婚 我邀请组长去参加婚礼凑人数呢 还有这种好事 这不得带我一个 行 想去都可以去 那我去了 你表哥不会说什么吧 你去给他送份子钱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说的也是 而另一边张楚凭着他的超能力 成功和中介 把房子价格谈到六百块 当然剩下的都是他付的 这是蒋欢第三次进来 看着张楚盯着电脑发呆 张总 会还要开吗 推到明天 明天周六 那就推到周一 蒋欢不由感叹 果然啊 女人只会影响工作的效率 恋爱谈不得啊 张楚忽然抬头看向他 我这就走 你站住 张总请吩咐 小青她下周要来我们公司 跟华盛合作的那个项目 你拿给我看一下 蒋欢瞬间了然 原来你是在为这件事发愁啊 怎么说 你不就是怕他来了以后 知道你身份吗 这很简单 让他们公司换个人不就可以了 张楚迷了迷眼 给了他一个危险的眼神 是有点难搞 这样 你吩咐下去 把那个项目所有相关人员 都安排到后面那栋楼 那你有没有考虑 小青要是找你怎么办 公司的人看到你俩一起走 这八卦只早传到他耳朵里 张楚的眉头又猝了起来 不就是这件事把他愁的 要不 你干脆跟他坦白 俗话说 抗拒从眼 坦白从宽是不是 行了 你先去安排我说的事 张楚不想和他废话 这好不容易感情才稳定了那么一点 要是坦白 这风险也太大了 小青这边稍微加了点半 总算是把手里的工作都完成了 他拿起手机看了下 张楚今天居然还没给他发消息 刚想给他发消息时 许天打来了电话 喂 许天 嫂子好 哈哈 那个 那个你和老楚没事吧 没事啊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没事就好 这不是昨天差点撞到你们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所以打电话问问 哦 没事 不是都没碰上吗 你不用太担心 嗯 听你这么说 我就不担心了 那我就挂了 等等 咋了 嫂子 也没什么 就是我感觉你人挺好的 对朋友好 对家庭应该也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张楚交朋友的眼光也不错 嫂子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这好端端的 为什么夸我 整得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小秦扯了扯嘴角 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很明显 许天难道没听懂 我就是突然感慨一下 你和张楚是好朋友 他那么优秀 你肯定也很优秀 哈哈哈哈 嫂子你快别夸了 我要飘了真的 小秦沉默了 许天见他沉默 也不禁有些胡语 咋了嫂子 没事 我随便说说 先这样吧 我挂了 许天感觉不对 他盯着电话看了半天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这时刘倩走了出来 这是宾客名单 你看看 有没有漏的 有的话你加上去 哦 许天立马低头 认真的看了起来 在第一页就看到了张楚的名字 他又想起了小秦的话 老婆 你说一个女人 突然夸一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刘倩动作一顿 他上下将许天打量了一番 他对你有意思 怎么可能 人家都结婚了 许天看到刘倩冷漠的眼神 急忙解释 哎呀 就是张楚的老婆 刚才说我是个好男人 还说我顾家 夸了我一堆 我还没整明白 刘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过了会儿才说 你在外面有女人了 这什么跟什么呀 你可以去问了你的好兄弟张楚 刘倩说完就走了 但他这句话 却让许天醍醐灌顶 瞬间瞪大了眼睛 我去 这个老楚 又给我造什么谣了 你今天也加班了呀 嗯 你手里拿的就是你说的项目资料 嗯 不过资料只是个大概 具体的要到了你们公司才知道 先上来吧 小秦坐上去后 他苦笑着说 组长让我一个刚来的新人 去接触这种项目 他的心也真够大的 既然让你去 那就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知道 就是这种项目以前没接触过 所以有点担心 不用担心 这个项目也是在研究阶段 包括DK的人 也是在寻找突破 是吗 嗯 其他的技术都还能克服 主要是这个交互 涉及到的东西很多 你这个当助理的 知道的还挺多的 我知道的还有更多 真的吗 那你还知道些什么 商业机密 小秦扯了扯嘴角 晚上不要买菜了 我们出去吃 为什么要出去吃 出去吃顿饭 还非得要个理由吗 张楚说着 还是给了他一个理由 我涨工资了 真的呀 涨了多少 养你够了 听见这话 小秦脸上一热 他有些恍惚 仔细想想两人相处的细节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就这样了 有种恋爱的雏形 却又没有真正向对方表达过心意 张楚将他带到一家包厢餐厅 你要吃什么 你看着点吧 张楚迅速点完餐 抬头看向小秦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张楚沉吟片刻 他从兜里摸出个金丝绒的盒子来 他将盒子打开 里面安静地躺着一枚钻紧 小秦的手无意识钻紧了裤子 紧张地看着对面的男人 小秦 虽然我们结婚有些草率和仓促 但该有的东西也应该要有 结婚证 还有戒指 小秦突然不知道怎么接话 就是心跳越来越快 你打算让我一直这么尴尬地举着吗 小秦回过神 连忙伸出手去接盒子 啊 谢 谢谢 他还没碰到盒子 张楚拿出戒指套在他的无名纸上 张楚手掌的温度令他恍惚 让小秦觉得这一切有些不太真实 想说点什么活跃气氛 憋了半天 才憋出一句 很贵吧 张楚微微一愣 不是很贵 三千而已 小秦有些诧异 这么漂亮的钻戒才三千 那你的呢 张楚又愣住了 忘了 哪有买婚戒就买一只的 小秦不说婚戒 他都没想起自己送的是婚戒 没事 明天我再去买一个 小秦惊奇地发现带着很合适 你怎么知道我手指的尺寸 我凉了 什么时候 你睡着的时候 我 你放心 我只凉了尺寸 没乱摸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就好 我想问 我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丑 还行 张楚还想说点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 拿出手机一看 是妈妈沈妮打来的 看到这个来电显示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见她犹豫不决的模样 小秦有些疑惑 你怎么不接 那我去接个电话 你去吧 张楚拿着手机走到旁边接了电话 小楚 你为什么这么迟接我电话 是不爱我了吗 张楚额头跳了跳 您又想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要来见我儿媳妇吗 我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明天早上记得带上我的儿媳妇 来机场接我 小楚你怎么不说话 我来你不高兴吗 你要是不希望我来 那妈咪现在就回去 果然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以后我再也不是你最爱的人了 呜呜呜 张楚听她说了一堆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行了 我知道了 航班号发给我 好的呢 我等一下就发给你了 楚楚 你要记得带媳妇来哦 明天周六没上班 你不要给我找借口 不然妈咪饶不了你 说完 沈妮趴地挂了电话 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张楚回到包厢 在位置上坐了下来 陷入了沉默 你怎么了 小秦看出来她有话要说 但是又迟迟没说出口 你要说什么 张楚扯了扯嘴角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说 我妈明天早上到闽长 小秦一愣 故作镇定笑了下 那不是好事吗 你确定 难道还有其他人 谁知道呢 小秦一回去就冲进卧室 在衣柜里把自己的衣服扒了出来 你这是干嘛 要收拾东西连夜跑步吗 张楚不知何时站在旁边 不是 我在找衣服 想着明天该穿哪件衣服去见你母亲 你随便穿都行 这能行吗 毕竟是头一次见你母亲 你不是已经见过了 你觉得她是那种只看外表的人吗 阿姨说话的时候很随和 想必也不是那种人 不过这是印象的问题 我不想穿得太寒酸 站你身边 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那就穿上次我给你买的那一套 那我就穿那一套 嗯 第二天两人来到街机口 随着时间越来越近 小秦也越发紧张 张楚 我很紧张 张楚听见这话 转头拉住她的手 别紧张 她不吃人 小秦善善地笑了下 她的掌心很热 给了她几分安慰 出来了 小秦往出口看去 看到沈妮朝出口走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沈妮一看到张楚 笑着朝两人走来 直接抱住了小秦 终于见到你了 我的好儿媳妇 嗯 阿姨好 沈妮放开了她 笑容满面地盯着小秦 你叫我什么 我记得上次 我们在视频里说什么来着 小秦张了张嘴 憋了半天喊不出那个字 好了好了逗你的 看板你愁的 真可爱 你比视频里还要漂亮 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化妆了 没有啊 天呐 你没有化妆皮肤竟然这么好 我好羡慕 快告诉我你是怎么保养的 我没有保养 应该是我平时睡得比较早 你说的对 早睡早起 就是最好的美容秘诀 我平时也睡得很早 十二点就睡了 妈 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个人 对哦 还忘了有个人 来小秦 这是小楚妹妹 中文名叫纠言 本来就我一个人来 她非要跟着来看嫂嫂 嫂子你好 你好 小秦 你快和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 怎么结婚的 我 乖乖儿媳妇 你快说说 你是怎么拿下她的 沈妮看出她的为难 立即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我 我懂了 应该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妈 你得先去见爷爷 张楚主动带过了这个话题 沈妮愣了下 她脸色有那么一丝的不自然 她现在身体还好吗 她现在自己住 而且和那边没怎么联系 身体还行 那就先去看看她吧 他们到了楼下 刚好碰到了摇篮 小秦 你们回来了 这两位是 哈喽 我是小楚的妈妈 你是小秦的母亲吗 沈妮听张楚说过 小秦救助老爷子对面 所以她下意识 就联想到了这层关系 我不是 我是小秦的就吗 不过小秦打小在我们家长大 和亲妈也差不多了 这么说我们还是亲家了呢 真的吗 那你们人也太好了 把小秦养得这么大 我也应该谢谢你们呢 摇篮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 那这不是应该的吗 都是一家人 小秦这孩子可怜 从小没爹没梦 要是我们不管 那就没有人管了 沈妮听到小秦的声势 她稍微愣了下 不过小秦命好 嫁给你家张楚 这不前几天她妈妈也回来了 这可算是苦境干来了 这样啊 那还真是 这些年真是辛苦亲家了 不辛苦 我看亲家你也有事要忙 要不你就先去忙吧 我们也上去了 那行 有空上我家坐坐 爸 我来看你了 好久不见 回来了 爸 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 我知道您这边什么都不缺 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心意 还请您老不要嫌弃 好 你们有心了 老爷子看了秋颜一眼 这个就是你的孩子 对 她是我女儿 叫秋颜 爷爷好 嗯 好孩子 老爷子随即又感叹道 时间过得真快 沈妮敏纯微笑 忽然又想到什么 小楚公司帮回国内这么久 现在怎么样了 她什么也不和我说 这话一出 老爷子脖子一僵 她下意识地和张楚对视了一眼 两人余光都往小秦那边飘 哎呀 那个你们中午就在这吃饭吧 小秦啊 要不你先去买菜 这眼瞅着快十一点了 小秦回国神 好 那我去买菜了 你们慢慢聊 小秦疑惑地看了眼张楚 倒是没说什么 转身便走了出去 你们这是 沈妮自然看得出 老爷子是故意支开小秦的 老爷子叹了口气 有些恨铁不承当地瞪了眼张楚 你自己问他 我这老头一把年纪了 还要来折腾我 沈妮认真地看着张楚 小楚 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小秦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沈妮有些疑惑 我没听懂 这臭小子 我好心给他找个媳妇 他自己疑神疑鬼 觉得别人别有用心 不让我说的是干什么的 现在好了 收不了场了 活该呀 沈妮这才听懂了他们的话 原来这样 小楚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呢 没那么简单 小秦这孩子家庭不太好 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 这要是突然说了 他可能确实会受不了 沈妮若有所思 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妈 我出去玩一下 你别走太远 我知道 老爷子也有点尴尬 他本身是好心 现在整得他里外不是人 他直接接过这个话题 小妮 你那位没和你一块回来 他有工作 走不开 这样啊 哎 你们现在都搬到国外去定居了 以后应该回来的时间也少了吧 怎么会呢 只要有空随时都可以回来 哦 那你回来小超应该不知道吧 你们有没有通知他 老爷子一句话又把话题聊死了 也是 二十年了 就算见面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去买菜 张楚开车来到菜市场 刚好小秦买完菜出来 小秦 小秦愣了一下 墨地转身 看见张楚站在他身后 走 上车 小秦频频侧头 看向张楚的侧脸 几次欲言又止 张楚没看他 但也知道他有话想问 你是想问公司的事 没 你不想说可以不说 没什么不想说的 我以前就在DK工作 这次也是跟公司一起回国 是这样啊 嗯 那你之前还骗我说找工作 车里安静了一会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当时我们都不了解对方 而且也不是出于本意结婚 我之前也骗了你说房子是我的 我们就扯平了吧 张楚神色依然凝重 他没有接话 车子到了楼下 小秦想去开车门 发现车门锁着 他不解的回头看了眼张楚 你怎么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 小秦没想到他问这个问题 愣了好一会儿才说 你很好 有多好 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男人都要好 真的 嗯 张楚盯着他看了几秒 冷不丁说了句 那你愿意跟我谈个恋爱吗 张楚又一句话把小秦问猛了 不 我们不是都结婚了 那不一样 你也说了 最开始结婚都不是我们的本意 所以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从头 是谈恋爱吗 不 是表白 张楚说这话的时候 一脸的严肃 给小秦有种上班开会的感觉 小秦 你愿意和我谈恋爱吗 愿意的吧 小秦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愿意的吧 为什么要加个把 你如果不愿意可以直说 我没有强迫你的意思 小秦心跳得很快 几乎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我没有不愿意 那就是愿意了 小秦低下了头 嗯 两人回去后 小秦就去厨房里做饭 张楚主动进去帮他 看见没 嗯 不错 所以说呀 这男人成了家 自己就会变了 那也要看是什么男人 小妮 当初是我对不住你 难为你还愿意回来看我这老头 爸 不用说这些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当初我和张康之间都有问题 不关您的事 而且这些年我过得也挺好的 不提了 你能过得好 我就放心了 哇 小秦你手艺这么好 阿姨光是看着都很有食欲 小秦笑了笑 秋妍呢 出去玩了 这丫头不会迷路了吧 我给她打个电话 沈妮刚要打电话 秋妍就回来了 跟她一起来的还有许天 哈哈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好久没吃到嫂子做的饭了 我这光是闻着胃都流口水了 你还真是来的巧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我刚才路过这里 结果一眼就看到了秋妍 我还以为是自己认错了 阿姨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还真是狗鼻子啊 我们今天刚到 你就闻着未来了 嘿 你这没礼貌的丫头 几年没见长歪了 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你才长歪了 我哥在那呢 你才不是我哥 沈阿姨 几年没见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而且还更年轻了 沈妮被她逗笑 真的吗 你是红阿姨开心的吧 当然是真的了 不信您问他们 我说的可是句句实话 哈哈 你这个小家伙 这么久没见 嘴还是这么甜 小楚你要跟人家好好学学 张楚没吭声 她忙着给小秦加菜 阿姨 您可别为难她了 她要是学会了 嫂子可就该担心了 小秦听到这话微微一愣 不知怎么 她又想到了许天和那个富婆的事 你还支持她的好兄弟 什么都帮着她说话 我以为阿姨出国了 我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了 直到吃了嫂子做的菜 我有感觉回到那时候上学 那你多吃点 嫂子 我不会客气的 你们也快点吃 不然一会儿都被我吃光了 你是家里没给你饭吃吗 跟饿死鬼头她一样的 老秦 你这妹妹 你赶紧好好管管 我跟你说 从刚才见面到现在 她刺我好几回了 我招谁惹谁了 哼 你看看她还哼 秋妍 好好吃饭 不然明天我就把你送回去了 秋妍瞥见母亲眼中的警告 这才低下头吃饭 吃完饭后 许天跟老爷子聊了会就离开了 她下了楼 往自己车走去 秋妍挡住了她的去路 你挡我干什么 让开 秋妍就死死盯着她 也不说话 许天看到她眼中的愤怒 醋了醋眉 心里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自己哪里得罪她了 我现在有事 没工夫陪你玩 快让开 说完她往车门走 又被秋妍挡住了 我去 你到底要干什么 哼 来一来 你说说 我哪惹你了大小姐 你为什么偷偷结婚了 谁跟你说我是偷偷结的婚 我光明正大 许天话还没说完 就被秋妍踢了一脚 哎呀我去 你是不是疯了 我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天听她那句话有点心虚 逃跑式的躲进自己车里 谁知道秋妍也跟着追上来 我的姑奶奶 我真的有事 你别缠着我行吗 你急着去干嘛 见你老婆吗 我爸马上要过生日 我得去筹备东西啊 那你带我去 你别闹了大小姐 如果你不带我去 我就告诉我哥 你骚扰我 许天被她逗乐了 好啊 你现在就去 你看她信不信 谁让你结婚的 你以为我跟你哥一样 行了 你个小丫头懂什么 赶紧下去 是不是你父母逼你结婚的 你问这些干嘛 你喜欢你老婆吗 你们生孩子了没有 秋妍三连问 问得许天额头冷汗直冒 姐 我叫你姐行吗 你放过我行不行 我求你了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结婚是我自愿的 没有任何人逼我 我俩感情很好 而且今年准备要孩子 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吗 秋妍直勾勾地盯着她 片刻后 撇着嘴哭了起来 许天头都大了 她仔细想了想 这几年自己几乎没怎么和她联系 她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 哎呀 别哭了大小姐 你下车行吗 你会跟你媳妇离婚吗 肯定不会 为什么啊 你不是说要等我长大的吗 你这个骗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 你竟然都忘了 你先冷静下 别哭了 你说你缠着我这么个老大叔干什么 别再执迷不悟了 这样下去会害了你的 你以后也会后悔 听见没 秋妍一个劲流着泪 也不吭声 你赶紧下去吧 不下去我给你哥打电话了 秋妍沉默着 不说话 也不下去 许天也没耐心了 她拿出手机就要给张楚打电话 秋妍这才自己下车了 等到她一下车 许天一脚油门踩下去逃之夭夭 秋妍一转身 发现张楚和小晴站在身后 她心虚的低下头 转身就要走 站住 张楚走到她面前 沉默了片刻 你嫂子想带你去逛逛 你跟她去吧 秋妍点了下头 小晴给了张楚一个安心的眼神 便挽起秋妍的胳膊走了 这下小晴总算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小姑娘情窦初开 看上许天了 嫂子 我是不是很坏啊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明明我先认识她的 秋妍 感情这个东西 是不分先来后到 我知道啊 如果我和她一样大 那她娶的是不是就是我了 这个小晴没办法回答 她沉默了一会 你相信缘分吗 不知道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 说人在出生前 这一生的剧本都已经定好了 所以你错过的 都是为了今后遇到更好的 所以一定后面 还有你值得等待的人合适 我不相信这些 我只知道人的命运 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小晴心里咯噔一下 听这话的意思 她还是没打算放弃 秋妍 你 你喜欢她什么 小时候 她天天来我们家 在我很小的时候 哥哥不爱理我 是她天天抱着我出去玩 给我买好多东西 许天家是闽城的 在下城读书室住校 后来就干脆住在张楚家了 有时候父母出去了 让张楚带秋妍 张楚就直接扔给许天 后面秋妍还问 许天喜欢什么样的老婆 许天说自己不讨老婆 一个人多自在 秋妍就说 那等她长大了 让许天娶自己好了 许天当时开玩笑说 等你长大了再说 秋妍就把这句话 放在了心上 后来沈妮看到了她的日记 写的都是 许天的点点滴滴 他们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夜搬家 搬到了海的对面去了 嫂子 你现在还觉得 我是因为年纪小 不懂事吗 你很懂事 我相信你现在是个大人了 所以一个成熟的大人 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情 成熟的大人 要学会考虑自己说的话 做的事会不会对别人造成困扰和伤害 真正的长大 其实就是克制 这世上会有很多 我们都得不到的东西 年龄越大 要取舍的东西就会越多 我们能做的 就是克制自己 不要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秋妍眼泪煽然而下 她艰难地看着小晴 几番挣扎 她才挤出几个字 可我还是放不下 小晴愣住了 她在这说了半天 她居然一句都没听进去 嫂子 你别讨厌我 我会努力克制的 小晴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走吧 我带你去逛逛 小晴他们回来后 沈妮把自己的礼物都拿了出来 小晴 这些都是阿姨给你买的礼物 阿姨 太多了 你自己留着吧 这里面有化妆品 首饰 你挑自己喜欢的袋 谢谢阿姨 算了不给你了 还叫我阿姨 我 沈妮看她憋红了脸 也喊不出那个字 算了 给你给你 欠赵啊 一件礼物喊一声 下回补上 小晴没看到张楚的礼物 下意识看了眼张楚 小楚 你想不想要礼物 免了 不需要 你看你明明很想要 嘴上却说着不要 小楚你这样不行哦 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 张楚说完起身去了书房 她生气了 怎么办小晴 你帮阿姨哄哄吧 她没有生气吧 听我的 她就是生气了 你帮我哄哄 拜托了 好吧 张楚抬头看着小晴走来 她不着痕迹地关了电脑的页面 怎么了 那个 阿姨说你生气了 叫我来哄哄你 我看起来像生气吗 我不知道啊 那你打算怎么哄我 这话把小晴问住了 她盯着张楚看了一回 不知道 不如我给你提个建议 嗯 你说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好 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张楚拉住她胳膊 将她拽了过去 小晴眼睛陡然瞪大 这才反应过来 她要干嘛 可以吗 小晴紧抿着唇 脸越来越红 她不敢看张楚的眼睛 只是僵硬地点了点头 你不是要红我吗 这意思不是让自己主动吗 小晴暗暗深吸一口气 心意横凑了上去 但张楚却往后躲了躲 小晴又羞又气 准备起身要走的时候 她却凑了上来 两人都是头一次 多少有点生疏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剧烈的关门声 小晴吓得站起来 我出去看看 说完 飞快地逃出书房 阿姨 怎么了 没事 邱炎那丫头跑出去了 你们睡 不用管我们 小晴转身看向跟出来的张楚 邱炎不会有事吧 要不我们也出去找找 我去就行了 你别瞎跑 第二天早上小晴起来的时候 沈妮和邱炎都已经回来了 我去做早餐 你们要吃什么 不用麻烦了 我们点外卖了 啊 小晴 我们住在你这里 不用这么客气 再说我们也不是来麻烦你的 所以吃饭这些你不用管我们 我们自己解决 可是你们大佬远来 沈妮打断她 好了 听我的 好不好 那好吧 真可爱 没一会儿 张楚把早餐拿了上来 对了 昨天我和小晴的舅妈约好了 今天去他们家 等会儿一块去吧 正好我也去见见小晴的妈妈 他们家有多少人 我去买点礼物 小晴本想劝阻 却被张楚拉住了手腕 六个人 那吃完早餐 我们就先去商场 在车上 沈妮不知又想到什么 等一下你们两人自己去随便逛逛 我和丘颜去买就好 就这么定了 嗯 小晴听见沈妮的话 心中莫名堵得慌 去的这个商场价格她心里清楚 沈妮故意支开她 怕她会觉得东西太贵 从而拉开自己和他们的距离 到了地方后 沈妮拉着丘颜去了商场 张楚和小晴坐在车上 别想太多了 小晴微微一正 转头看了她一眼 她总能猜到自己想什么 我没想 我妈很喜欢你 张楚看她失落的样子 突然又说道 我已经戒烟三天了 晚上也没有喝冰水 小晴看她严肃的表情 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不断地涌上眼眶 我知道了 他们买好礼物后 就去了摇篮家 哎呀 亲家来了 刚好大家都在呢 亲家 这是我给你们买的礼物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礼物 看着大包小包的 小灰还不快过来帮忙拿着 也不知道你们都喜欢什么 所以就随便买点 希望不要嫌弃啊 不嫌弃不嫌弃 你瞧瞧你们穿的 跟我们穿的 那送的礼物我们还不敢收呢 沈妮扫了一眼屋内 一眼就看到了王霞 摇篮察觉到沈妮的眼神 立即介绍 亲家 这就是小琴的妈妈 前几天才刚回来 你们认识一下吧 你好亲家 第一次见面 还请多多指教 不敢不敢 你是张楚的妈妈吧 是的 我也是昨天刚回来 不过昨天你们没有在 所以今天过来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 王霞看着沈妮的谈吐 脸上有些不自然 不会 早就听说你们一家人在国外 看来在国外生活就是不一样 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吗 沈妮话风一转 我听说你和小琴都二十年没见过面了 你也是出国去了吗 王霞面对这句询问 感到无地自容 他连和沈妮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没 我没出国 没出国啊 那怎么没回来看看呢 这句话一出 就颇有些兴师问罪的味道 摇篮又上来打着圆场 庆家 你是有所不知啊 阿霞这些年也过不好 想回来却回不来啊 这样啊 那庆家还真是辛苦了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 正好买了几盒恶椒 回头拿去吃啊 恶椒啊 我听说好贵的 不贵 也没多少钱 庆家别不好意思 哎呀 还是小琴有福气啊 看见你这个婆婆这么和善 我也就放心了 那是 我就这么一个儿媳妇 要使不对她好点 万一跑了怎么办 是吧 这沈妮看着和善 说话加枪带棒的 这明显是来给小琴出气的 小琴心中也有些动容 她不由得多看了眼沈妮 回去的路上 小琴一直都在沉默 张楚时不时转头看她 这时许天打来了电话 老楚 邱颜在旁边吗 在 怎么了 在啊 你别出声啊 我昨晚回去一宿都没睡好 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声 你这个妹妹不对劲啊 你知道吗 张楚没说话 她自然是知道的 你都不知道 昨天她跑我车上又哭又闹的 还问我为什么结婚 为什么不等她长大娶她 我去她是疯了吗 还是得了什么病 要不你带她去看一下 都吓死我了 还有别的事吗 有 有 我爸不是要过生日了吗 他听说阿姨回来了 跟我是千叮宁万嘱咐的 一定要把阿姨请来 你说你一家人都来了 总不能把嫂子一个人丢家里吧 所以我跟你说一声 你自己好好想想办法 还有啊 这次你可别重色轻友 为了老婆让我在我爸面前不好交代 你不来可以 但阿姨一定得来知道不 什么时候 下个礼拜三 好 这件事除了小秦 还有邱颜也是个麻烦 小丑 什么事啊 回去再说 回去后 小秦带着邱颜去买菜 张楚这才把事情跟沈妮说了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邱颜还 早知道就不该把他带来 我就说嘛 他非得缠着我回国 那现在怎么办 容我想想 要不然带他去算了 第二天小秦一大早就起来做早餐 结果桌上早餐又买好了 今天我要去DK 我们可以一起去 这样你就不用多跑一趟 张楚沉默了片刻 好 今天周一 你们要去哪啊 去张楚的公司 公司派我去他们公司学习呢 沈妮看了张楚一眼 她选择离开 不参与这个话题 她怕自己忍不住会暴露张楚的真实情况 快吃吧 一会去公司 好 两人到了DK楼下 你去公司大厅等你的同事吧 我去停车 小秦进入大厅后 其他部门都安排去了后面那栋楼 而小秦是策划部的在主楼 这把DK主事人犯难了 上头吩咐 不允许华盛的人进主楼 你等会 我打电话问问 张总 张楚正在看文件 头也不抬 通知下去开会 蒋欢瞟了眼那堆乱七八糟的文件 不用想 全都是不通过的 这开会又有人要挨骂了 那个开会的事先不及 有件事我得向你汇报 你说 那个 有个话上来的策划 老邓哪边不知道怎么安排 因为策划部在主楼 你拿个主意吧 策划 是的 就是你老婆小秦 张楚若有所思的沉默着 让他们去 去哪 该去哪就去哪 去策划部 你可想好了 策划部就在你楼下 去安排吧 另外通知他们开会 好的 蒋欢赶紧跑了出去 给老邓回了电话 张楚叹了口气 安排小秦去策划部 不用想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策划总监忙着开会 听他是华盛来的 就把小秦安排到了六组去了 你做那吧 好的 谢谢 小陈 他叫小秦 是华盛安排过来学习的 这段时间你带着他吧 小陈看了眼小秦 好 小秦是吧 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 因为这个项目还在研发阶段 那我现在要干点什么 没看见吗 都在滑水呢 小秦看了一下 果然有的人在聊天 有的人在追剧 这样吧 我给你看看最近做的策划吧 虽然只是随便做来测试的 但大致方向没有错 好 谢谢 小秦接过他递过来的策划 就认真看了起来 这事旁边有人说话了 我去 咱们老师又在骂人了 真的吗 真的啊 群里消息你没看吗 报表有个错别字 笑死我了 不知道是哪个人才 还犯这种低级错误 估计是下面人做的 他们领导没仔细看就交上去了 我觉得这个领导腰被骂惨了 确实好笑 还是头一次有人因为这个被骂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咱们老板是不是跟他老婆吵架了 虽然这是个低级错误 但也没必要拿到周会上来说吧 谁知道呢 不是说有人看到过他老婆来公司吗 你们谁见过吗 没有啊 我现在连老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我倒是知道一点 之前老板他老婆来公司接他 还骑个电动车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从哪听来的 就吃饭的时候听他们说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这事也说不准 有时候从这个人嘴里传到另外一个人嘴里就不一样了 说的也是 我跟我妈说我在外企工作 现在村里的人都说我嫁到外国去了 这也太离谱了 不过说真的 我已经听到好几个人说张总老婆骑小店驴来接他了 我觉得不可能是空穴来封吧 听到张总二字 小琴的手抖了下 不小心把策划案的指撕破了 小陈察觉到他的一样 看了眼那份被他扯坏的资料 小琴 你怎么了 小琴回过神 对不起 我把策划案撕坏了 没事 这个已经没什么用了 坏了就坏了吧 小陈看到小琴的脸色苍白 有些担忧 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知道张总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英文名 都不知道吗 估计没几个人知道 因为他签字都是用英文名 而且我们还是听副总喊他张总 我们才知道老板姓张 小琴咽了咽唾沫 又艰难的开口 那你知道张楚吗 张楚 小陈醋了醋眉 仔细想了想 不知道 难道我们张总名字叫张楚 小琴扯了扯嘴角 勉强挤出一个笑 没 我随便问问 你没事吧 是不是不舒服 嗯 突然有点不舒服 此刻小琴头脑一片空白 他拿出手机 想给张楚发消息 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中午下班的时候 张楚给他发了消息 我现在在忙 给你点了外卖 你自己下去拿 张楚等了很久 也没等到他回复 外卖在前台对面的玻璃房里 好 张楚眼皮一跳 以前小琴回复没这么冷淡过 该不会是他发现了什么 直到快下班的时候 张楚又给他发消息 我要加班 你等我 小琴还是指挥了的好 张楚太阳穴突突直跳 这肯定是出问题了 张楚想了一会儿 一条命令发了下去 下班后 他们要锁门 小琴只能在走廊上等 等了快三个小时 张楚才给他打电话 喂 你在哪 小琴抿了抿唇 他轻轻吐出一口气 让自己声音听起来正常点 我在25楼 好 来电梯这里 小琴来到电梯口 张楚看出了他脸色的不正常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有点饿 张楚嗡了一声 两人进了电梯 下了地下停车场 电梯出来后 小琴愣住了 摆在他眼前的 有很多电动车 他惊讶的张大嘴 转头看向张楚 这 这是你们公司的车 怎么了 小琴现在很猛 你们公司的人 都骑电动车上班吗 嗯 我们老板说电动车环保 提倡大家骑电动车 电动车环保 我也不知道 老板这么说的 小琴心里仍然有许多的疑惑 他又问道 你知道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知道 叫什么 张超 小琴彻底愣在原地 他想起张楚很多次问他 要是发现他欺骗自己会怎么样 虽然刚才张楚的解释 让他怀疑的天庭有些清闲 可他还是不敢完全相信张楚 小琴 你怎么了 小琴回过神 哦 没事 我在办公室听他们聊天 他们喊公司的老板张总 我以为 你以为是我 小琴抿着唇没说话 是吗 小琴抬起头 对上她的视线 那是你吗 是我的话 你打算怎么办 这话让小琴心里秃了一下 小琴 你是觉得老板这个身份 很见不得人吗 你在害怕什么 我不是觉得见不得人 我只是 是什么 你不也在回避我的问题吗 你老是假设 假设什么 还是在试探什么 张楚也沉默了 地下车库安静的可怕 两人一时间谁也没说话 两久 张楚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刚准备开口 蒋欢走了出来 张助理 你们还不回去 在这干什么 小琴转头看了眼蒋欢 又看了眼张楚 我们在讨论张总是谁 张总 她这几天可忙了 老婆天天缠着她 连工作都没时间做 这不现在还在加班吗 你什么也学起张总来了 人家张总都还没下班 你就跟着老婆跑了 张楚瞥了她一眼 算了 不打扰你们约会了 我走了 蒋欢说完 就骑着一辆和张楚一样的电动车走了 小琴缓缓收回视线 看了眼张楚 你真的不是老板 张楚淡淡的看着她 我是 如果张楚刚才承认 小琴还会信 但是现在 她明显是在赌气 对不起 我刚才话说中了 张楚转身就走 我说是你又不信 小琴赶紧追了上去 对不起吗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怀疑你的 路上 小琴主动抱住了她 过有几分讨好的意味 张楚低头看了眼腰间的手 她神色有些复杂 要不我们去饭店吃饭 叫阿姨她们一起 打包回去吃吧 好 她们回去的时候 沈妮在沙发上追剧 秋妍在房间里玩着手机 小琴 小琴你们下班了 阿姨你们吃饭了没有 沈妮一眼瞄到张楚手里的外卖 你们都买好了 好幸福哦 小琴 今天上班怎么样啊 还行 还行 沈妮看了眼小琴 两人没闹别扭 那看来是没什么问题了 小琴 你今天去小楚公司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 没有啊 公司里能有什么好玩的 就是有没有听到什么八卦之类的事 快和阿姨讲讲 也没有什么 就是听她们说了点老板的八卦 张楚身形一僵 她们公司老板 和张楚一个姓 而且她们老板还让大家骑电动车上班 说电动车环保 一个姓 那么巧啊 那她们老板叫什么 叫张超 沈妮愣了一下 脸色突变 视线扫过张楚 带着几分要打人的愤怒 小琴也看到了她脸色的变化 阿姨 那个张超你认识吗 沈妮脸色变得怅然起来 认识 好久没见过了 是张楚的老板吗 沈妮不想骗人 但又不能直接戳穿张楚 所以她选择避而不打 你们去吃饭吧 我突然想起来 晚饭已经吃过了 我先睡觉去了 小琴狐疑的醋了醋眉 她不清楚沈妮为什么听到张超二字反应这么大 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渊源 走吧 我们去吃饭 晚上小琴躺在床上斩斩难眠 脑海里全是今天的事 那颗怀疑的种子并没有消失 只是她不敢去深想 她怕越想 那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最后万一真的只是自己在胡思乱想 那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她想了想还是选择去相信张楚 这边张楚进了沈妮的房间 你进来干嘛 看得出来 沈妮现在心情很不好 对不起 算了 反正过几天我就走了 不用说这些 我可能真的错了 沈妮抬头瞥了她一眼 傲备 我早就说过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所以与其想着如何后悔 不如想想 如何将伤害降到最低 张楚眉头紧锁 她深深地看了眼沈妮 好了 没事了 你回去吧 早点休息 张楚扯了扯嘴角 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走出了沈妮的卧室 王辉的婚礼在周六举行 今天周五 小琴和张楚约好了 下班就去王辉结婚的酒店 表妹 这是惠惠的哥哥 你好 你好你好 真不错啊 惠惠现在有出息了 看样子比我们过得好多了 这时 姚兰也走了过来跟邱俊打招呼 你这小伙子 人长得真精神啊 不愧是姐弟 瞧瞧张得多像 亲家母好 您看着也是年轻啊 妹夫不说我还以为你是她姐姐呢 你这小伙子 别拿我开玩笑了 姚兰话音一转 那个邱俊啊 这次你是来接亲家母回去的吧 邱俊愣了下 她下意识看了眼那边毫无存在感的猪局 对的既然来了就顺便接回去嘛 我妈辛苦了一辈子把我们养大 现在我这边也差不多稳定下来了 是该把她接过去想想福了 对了嘛 都说养儿养女房老 这亲家可算是苦境干来了哦 儿子女儿都有出息 没有没有 还是惠惠比我好点 惠惠有些意外 邱俊居然会说出这话 真是不可思议 就连小琴也有些惊讶 她默默地退出这几人的聊天 走到张楚旁边 张楚 你那个律师跟邱俊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他不会是威胁了邱俊吧 这样的话 就算他真把老人接过去 也不会好过的 好了 别想那么多 不管怎么样事情也算解决了 嗯 我就是问问 张楚 明天咱们随多少钱啊 你们那边的习俗我不懂 我们这边近亲的话 一般都是五百 但我和表哥的关系 五百好像有点少了 那就随五千吧 我现在没带这么多钱 要不然我现在去取吧 红包也忘记买了 小琴转身就要走 等一下 怎么了 张楚拿出个大红包 递给小琴 拿去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前两天 你数一下 小琴接过红包 数了一下 居然有一万 你包了一万啊 你要是觉得多了 就拿五千出来 要不算了吧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 张楚也不工作了 起身靠近小琴 行了 就随一万吧 反正你老公能赚钱 小琴听到这话脸红了下 她推了下张楚 走开 你要让我走哪 张楚不仅没有走开 反而更靠近了她 你说 我是不是你老公 小琴偏头躲开她 哎呀你别闹了 张楚握住她的手 将她拽了过来 说 是不是 小琴耳朵又开始发烫 她扯了两下没扯动 小声地说了句 是 是什么 是老公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再说一遍 小琴瞪了她一眼 你 你别太过分了 张楚仰起嘴角 低声道 你要是不说 我还有更过分的 小琴咬了咬唇 红着脸 老公 再喊一遍 小琴受不了 把张楚堆开 加你的班去吧 第二天小琴很早就起床 她看见张楚坐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也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沉思 她洗漱后就去了王辉家帮忙 中午十二点 婚礼准时举行 小琴也忙完了 她坐在位置上 等着婚礼进行 增田和夏禅也早早地就来了 这两人东张西望 似乎在找什么人 小琴 就你一个人吗 对呀 怎么了 呃 没事 小琴也点开张楚的微信 给她发消息 问她醒了没有 但是她没有回复 这时会场上忽然一片哗然 小琴抬头看向台上的时候 她也狠狠地震惊了 台上大屏幕上的婚纱照忽然变了 变成了惠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合照 而且照片尺度还挺大的 小琴叔弟站起来 朝后台跑去 将优盘收好 把屏幕关了 又跑了出来 此刻现场已经乱套了 姚兰现在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她这个脾气哪里忍得了 立马冲到台上去质问惠惠 惠惠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你跟别的男人拍的 你居然给我们家小灰戴绿帽子 惠惠此刻站在台上 像石雕一样 她苍白着脸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说啊 这些男人是谁 你为什么要给小灰戴绿帽子 惠惠紧攥着拳头 她闭上眼 整个人摇摇欲坠 说话间 一个男人走上台上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男人与屏幕上的 其中一个一模一样 你是谁 你跟惠惠什么关系 我是 惠惠的前男友 不对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任的男友 秋惠 当初你说你喜欢我 想嫁给我 你说你怀了我的孩子 我把我父母的棺材本都拿给你了 可是你呢 你拿了钱 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两年了 我找了你两年了 我的儿子呢 我不认识你 你滚了 你滚 你不认识我 我手机里现在还有我俩的照片 你敢说不认识我 我俩一起去医院产检的单子 我也留着 要不要我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惠惠身子一抖 退了两步 几乎快要站不稳了 可王辉没有去扶她 看她的眼神全都是复杂 还有无尽的失望 好啊 你这个女人 你居然还生过孩子 我没有 我没生 那我孩子呢 我 你打了是不是 男人又对王辉说 兄弟 我告诉你吧 这个女人是个骗子 她谈了不知道多少男朋友 我不过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她就专门盯着我们这些学历不高 没什么见识的人骗 你有可能是她收手了 找你这个老实人接盘 够了 你闭嘴 这是邱俊说话了 惠惠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王辉脸色一片煞白 她呆呆地看向惠惠 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 这些都是真的 莉莉眼眶一红 假的 这些都是假的 我没有 我没做过 你没做过 那人家怎么找上门来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亏我们一家人还把你当个宝贝 真是家门不幸啊 我好好的人家 怎么摊上你这样一个女人 惠惠想逃离这里 但是男人死活不放她走 你别跑啊 我还联系了你几个男朋友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你以为你跑这么远 我就找不到你了 惠惠一听 一张脸面如死灰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戏看呢 李燕一脸得意出现在婚礼现场 小秦 还真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呢 你表哥识人不经娶了这么个女人 你也是啊 找了个只会装大尾巴郎的老公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我家酒店 我听说有人闹事就来看看呀 没想到是你们呢 李燕环视了一圈 你老公呢 他怎么躲起来了 不过没关系 找你也是一样 说着 李燕拿出一个文件 递给小秦 把林峰的医药费结一下吧 这些天他住院的费用 以及耽误的工作 都给换算成钱了 总共是58万 现金还是刷卡 后续的治疗费用 后面再慢慢找你药 小秦脸色一白 他接过李燕手里的文件 看了几页 用的医疗器械 还有药都是最贵的 怎么了呀 有本事打人 没本事赔钱呢 我还没叫律师打官司呢 不过是叫你们赔点医药费 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小秦突然说不出话来 李燕是故意的 视频的是 还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男人 是不是也是他安排的 我以为你们盯这么大个酒店 手里有不少钱呢 不会是打肿脸充胖子吧 一旁的夏禅听见这话都惊呆了 你在胡说什么 张楚的身份 怎么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 李燕瞥了他一眼 我胡说嘛 那就拿钱出来吧 小秦不是甩了钱男友 找了个有钱的老公 既然这么有钱 这区区五十八万 不会拿不出来吧 这些药都是你们自己 私自让医院用的 没有提前通知我们 我们并不知情 我拒绝 人命关天的是 你们自己躲起来 我们不让医院用药 难不成让他等卦吗 小秦语色 他并不懂这方面的法律问题 而且张楚确实打了临风 他捏着文件夹 也不知如何处理 而就在这时 门口又传来一道暴躁的声音 妈的 一个破坏 你怎么闹出这么多事 严虎风风火火地跑进来 身后还有杨剑 见到他来 李燕的脸色变了下 心想这位二世祖怎么来了 小秦 什么幸福啊 我听说有人在婚礼上造谣 小秦看着他暴怒的脸 也有些紧张 他点点头 将兜里的优盘拿出来递给严虎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严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冲着李燕问 是不是你搞得滚 李燕一愣 怎么可能 我也是刚到呢 严少你可别冤枉好人 调监控吧 U盘拿去验指纹 看看都有谁碰过这个U盘 验U盘有什么用啊 人家前男友都找过来了 这事一看就是真的呀 李小姐 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 在大庭广众传播他人不雅 视频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 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方小姐懂了吗 严虎指着台上那位前男友 听见没小子 你还在上面站着 等着警察来抓你呢 男人腿一软 他飞快地从台上跑下来 跟杨剑说道 那个不是我做的啊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 你就是什么 男人刚要开口 就被李燕打断了 你就是个猪 既然你什么都没做 你怕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敢不说实话 你 你们谁啊 李燕想不通 为什么严虎会来管小琴的事 心想难道小琴跟他有一腿 严少 你了解小琴这个人吗 管你什么事 小琴以前谈了个男朋友 谈了两年 嫌人家穷把人甩了 现在又找了个 以为人家有钱 急急忙忙就把正领了 现在我来找他要钱 他老公都躲着不敢 你给老子闭嘴 一天八八八 你老母鸡啊 杀 李燕彻底愣住了 还从来没人这样骂过他 但他也不敢反击回去 你说这件事不是你做的 但是这优盘里的却有你的照片 这么私密的照片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我 我不知道 那这照片是你拍的吗 不是我 我没拍 既然你没拍 那这些照片就是假的了 如果这些照片是假的 那是倾可就更严重了 男人求助般看向李燕 心想他不是说没问题吗 如果你现在坦白的话 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如果让他查出来 后果会比你想象的更严重 杨健无意间拍了 阎虎的马屁 阎虎下巴都撬到天上去了 没错 是女人扫的什么东西啊 老子随便一句话 就能让他这破酒店开不下去 你自豪老实交代 要不然叫你走不出这里 李小姐 对阎虎的身份 想必你更清楚吧 混账玩意 这时 张楚进来了 跟他旁边的是一位中年男子 爸 李燕话音刚落 男人上来便给了他一巴掌 爸 你疯了 是你疯了 你这个败家玩意 你跑来这里闹什么 看来我平时真是太纵容你 让你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我 我哪有闹 我只是 住口 快跟他们道歉 什么 道歉 你让我给谁道歉 给这里的所有人道歉 做梦 我绝不可能给他们道歉 李晨这气的 抬手又是一巴掌 爸 你真打我 打的就是你 我怎么救养了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东西 我再问你一遍 你倒不道歉 你要是不道歉 我今天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李燕浑身一震 李总 我看这件事还是走司法程序吧 万一李小姐真是冤枉的呢 杨律师 这件事是我管教无方 让这个孽女将好好的婚礼闹成这样 这样 让她给大家道个歉 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育她 杨剑看了眼张楚 张楚压根没看她 显然这件事是不打算善了 你拉倒吧 我好不容易了与众人一魂 你这个女儿却给我搅黄了 你道个歉就完事了 那言少想怎样 要么你打杀她 要么就跟杨律师说的 给她送牢里去 对 还有这个男的 那个不关我的事啊 都是这个女人做的 那照片是她找我要的 她还给了三十万 让我来大闹婚礼 都是她 都是她干的 你你你 你这是要气死我啊 很好 事情已经很简单明了 我看不用查了 我已经报警了 李晨腿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好了 这场婚礼看来 也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 大家都散了吧 一会儿警察要来了 小秦看了眼张楚 张楚对上她的视线 读懂了她的意思 拉着她便去了 远一点的角落 张楚 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和那个李总 一块进来 我刚才来的时候遇到她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这样不是更好吗 以后李燕 就不敢来找你麻烦了 也是 刚才她给了我一个文件 全是林峰住院所花费的钱 她要五十八万 这钱我们要给吗 你现在拿给她 你看她还敢不敢要 小秦一愣 转头看向李燕 李燕呆呆地站着 而李晨对着 阎虎一个劲说好话 阎虎往小秦这边指了指 不知道说了什么 李晨也往这边看了下 赶紧往小秦这边走了过来 二雷 实在是抱歉 在我们酒店发生这样的事 我在这里给你们道个歉 今天造成的所有损失 我一定加倍赔偿 说着李晨从怀里摸出一张支票 递给小秦 这里是两百万 就当是赔偿你们的精神损失费 小秦听到两百万 瞬间瞪大了眼睛 她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那么多钱 这时姚兰不知道啥时候过来了 她抢着话说 这个李总是吧 今天是我儿子的婚礼 她的婚礼被缴黄了 该赔偿的也得给我啊 是 是吗 是啊 没看见我儿媳妇都跑了 你是不是知道啊 现在娶个媳妇要花很多钱 这又是彩礼 又是买房的 我们这前前后后 可是花了两三百万呢 这样啊 李晨一听面露喜色 因为姚兰是她的突破口 她立马又拿出一张支票 那实在是对不住 我在家两百万 总共是四百万 这位妇人 您看这件事 姚兰一听 嘴角的笑都快脸到脑后跟了 四百万啊 没事没事 多大点事 这件事就 她一边说一边就要去接支票 还没接住 就被张楚抢先接了过去 姚兰笑容一僵 看向张楚 小楚 你这什么意思 张楚瞥了眼支票上的数字 将支票撕成了两半 你 舅妈气得瞪大眼睛 四百万就这么被她撕了 李总 关于王辉婚礼的事 你们可以自己撕下协商 但我们不打算撕掉 爷 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错了 是两家人 你这孩子 我们怎么就不是一家人了 小秦打小在我们家 吃我们的住我们的 把她养这么大 现在你们自己成了家 就翻脸不认人了 不是已经算清楚了 生 什么 二十年 一个月一千 二十年二十四万 舅妈 你不会这么见我妈 这是张楚第一次喊她舅妈 但这两个字 加带着无尽的讽刺 那又怎么样 养育之恩能用钱来算吗 人家养孩子养大了 还得拿钱孝敬父母呢 她给点钱不是应该的吗 你养过她吗 我 我怎么就没养过 她生日是几号 姚兰答不上 她几岁上的高中 高中学费多少 大学学费多少 生活费你给了多少 你算一下 我把钱给你 张楚几句话将姚兰赌得哑口无言 小秦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些话是她一直想说 但是碍于舅舅和表哥的面子 一直没能说出口 僵持这么会儿 警察已经来了 几位 那这是真的没得商量吗 能商量能商量 你把钱给我 这是我儿子的婚礼 我说了算 警察那里我去说 我们不介意 小秦猝了猝眉 他看了眼张楚 我们走吧 说完 张楚拉起小秦的手就走了 李晨一看也松了口气 那我们先处理这件事 回头再商量赔偿的问题怎么样 姚兰连忙点头答应下来 杨健见张楚走了 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 拉着眼虎也走了 张楚将小秦塞到车里 关上车门又走回去跟门口的杨健会合 楚哥 你这老婆的亲戚是不是有病啊 怎么帮着别人呢 人家杨律师都白跑一趟了 来的时候咱俩还商量 给李燕多争取几年 淡定 这本来就是人家的事 要不是因为捣乱的是李燕 张兄都不会管这件事 那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 李晨全国有好几家连锁酒店 我不信他每个酒店都能管理到位 不行 我要离你远点 你这家伙太硬了 杨健没理会他 而是看向张楚 张兄 你觉得呢 后续李晨可能还会来找你们求情 如果你已经决定不和解 那我现在就可以去着手办这件事 去吧 张楚说完就朝车子走去 你们说了什么 跟他们道了个谢 哦 是该道谢 不过阎虎为什么要这样帮我们了 之前你不是还打了他 因为我长得帅 小秦扯了扯嘴角 他又不是三岁小孩 怎么会相信这么奇葩的理由 张楚一光扫了他一眼 重新说 他有个限量版的游戏机坏了 我给他修好了 是这样吗 嗯 小秦刚准备说话 张楚忽然刹车 怎么了 小秦问完 抬头就看见前面的广场上围了不少人 大家都仰头往天上看 小秦也跟着往天上看 看到顶楼上站着个人影 虽然看不见脸 但他却看到那人穿着白色的婚纱 那是卉卉吗 不清楚 张楚说完就把车从旁边往广场里开 小秦伸长脖子往天楼上看 还真像卉卉 他急忙拿出手机给王辉打电话 表哥 你现在在哪里 我刚出酒店呢 怎么了 出事了 卉卉先在世贸商城的楼上 要跳楼呢 什么 哎呀你快来吧 晚了他就真跳下去了 表妹 你先帮我稳住他 我马上过来 你要上哪去 妈 卉卉要跳楼了 我的过去啊 姚兰愣了下 但很快又镇定下来 他要跳就跳呗 又没人逼他跳 跳了更好 省得他以后缠着你不肯离婚 姚兰的话让王辉难以置信 妈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姚兰跟李晨要了一百五十万 事情算是解决了 有了这一百五十万 姚兰就打算给王辉重新找个媳妇 我就是说实话 你 王辉不想跟他扯 转身就跑了 你这个臭小子 竟会给自己找事 卉卉 卉卉脚步一顿 他转头朝小晴看了过来 你冷静点 不要做傻事 小晴试图靠近他 你别过来 卉卉淡淡地看着他 眼中一片死灰 与当初小晴第一次见他的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卉卉 表哥马上就赶来了 他很在乎你的 你不要想不开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时间一久 所有人都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事 以后你和表哥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小晴 你不懂 你不会懂的 你不是我 我也不是你 小晴看着卉卉绝望的眼神 脑海里闪过头一次跟他见面 那时候虽然戴着面具 但他自信 骄傲 至少活成自己期望的样子 但是现在 小晴只看到他不想活了 是真的不想活了 我从小就害怕被别人看不起 嘲笑和鄙夷 所以我拼了命地伪装自己 我也想和大家一样 融入这个世界 被周围的人接纳 我很成功 我也很满意自己塑造的形象 张楚说的对 我迷失了自己 但我并没有后悔 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所以小晴 你能明白那种 那种信念崩塌 世界崩塌的绝望吗 小晴回答不上来 她没有经历过 确实体会不到 卉卉现在所承受的痛苦 你能明白 那种内心深处 最害怕的是 最见不得人的秘密 被公知于众的绝望了 就像做了个梦 梦醒了 就什么都没了 卉卉你不要这样想 你是你自己 你永远都不是别人眼中的你 为什么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 别人议论你 讨厌你 这些根本就不重要 你不会损失什么 也不会得到什么 你要为自己而活啊 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三言两语 拿自己的性命去买单 不值得啊 卉卉深深地看着她 沉默着没有说话 表哥那么爱你 你就不能替她想想吗 你不为自己 你为了她活下去行吗 不行 我这个人很自私 我不为了任何人活 我也不是为了别人的三言两语而去 我是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我不想这样活着 比我戴着面具还要累 这个世界 我真的受够了 这时秋军不知道从哪里冲了过来 我说卉卉啊 你要不跳就赶紧下来 你之前在外面骗钱不是挺厉害的 现在这是干嘛 这点委屈就受不了 拿出你在外面骗钱的厚脸皮来 咱照样活得好好的 小秦愣了愣 他末地看向秋军 秋军 你以为你能比我好到哪里去 你以为 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 就算是变成一条狗 也能跪在地上 对路过的人摇尾起怜 狗言惨喘地活下去 秋军脸色一变 你说什么 你自己做的事还不让人说了 我明白了 你这又是什么骗人的手段是吧 我去同情 然后大家就把这件事忘了 惠惠 收手吧 少干点这种缺德事 惠惠不和他争辩 他又看了眼小秦 最后转过身去 秋军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惠惠 不要啊 小秦牙子欲裂 几乎是连滚带爬冲过去 他拼了命地去抓惠惠 却什么也没抓到 秋军更是在惠惠跳下去的瞬间 愣在原地 脸色煞白 与此同时 王辉也冲了上来 他大喊着惠惠的名字 可放眼看去 楼顶却没有惠惠的身影 小秦看着前面的秋军 视线有些模糊 这下你满意了吗 秋军有些发抖 他哆嗦着嘴唇 我 我 我没想到他真会跳啊 话刚说完 王辉的拳头一下又一下 砸在秋军身上 你这个混蛋 你当了什么哥哥 你怎么不去跳 你这样的人才是最不配活在世上 王辉此刻已经愤怒到失去了理智 几乎是用尽了浑身力气 砸在胡俊身上 表哥 楼下铺了救生气垫 哦 我们去医院 也许惠惠还能救过来 此时王辉哭得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一样 真的吗 我们去看看吧 他们两人下来后 张楚在下面 他开着车子 将两人送到了医院 来到医院 惠惠还在里面抢救 朱菊从兜里摸出一张银行卡来 拿给了王辉 王辉茫然地抬头看着他 本来想叫阿姨 但不知想到什么 他又改口叫了声 妈 你这是做什么 我这里头还有一万块 你 你救救惠惠 王辉看着老人祈求的眼神 他鼻尖一酸 你留着吧 不管怎么说 我跟惠惠也是领了症的 我不会不管他 两人正说着 抢救室的门忽然开了 医生走了出来 医生 他 他怎么样 实在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但是楼层太高 所以还请节哀 他已经怀孕三周了 王辉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甚至在想 惠惠如果知道自己怀孕了 还会不会这么决绝地跳下去 小琴看到王辉那副崩溃的模样 他隐约地猜到 惠惠嘴上说着自私 可在王辉这里 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这时舅舅也来了 人 这孩子有什么想不开的 表哥 别难过了 节哀顺变 表妹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出社会早 十几岁就出去打工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 仗着自己长得好看 然后我就不知天高地厚 去追了几个条件优秀的女生 然后他们都说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们打量我的眼神 后面我就认清了 自己的条件和身份 直到遇到了惠惠 长得漂亮 身材好 学历又高 那是我头一次正儿八经谈恋爱 所以一颗心都扑在惠惠身上 尽管她在骗我 但那段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光 王辉说到最后已经气不成声 她看着小琴 表妹 惠惠没有了 她没有了 表哥 往前看吧 你再伤心 惠惠也不会回来了 我知道 我就是觉得 她这么狠心 一句话都不给我留 就这么走了 或许 她不是不想留 她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压垮惠惠的 并非只是那些公之于众的往事 还有对王辉的愧疚 小琴陪着王辉他们 一直等到晚上 亲自看着惠惠被送去胡话 妈 以后我养你 孩子 你说啥胡话吗 我没说胡话 现在惠惠走了 邱俊也不会管你了 你就留在这里吧 我还是想回去 城里头住不惯 都在那个地方住了一辈子了 妈 小辉呀 我就不在这里给你们添麻烦了 老家那个家 还是要有个人守着的 王辉张了张嘴 看到老人家眼中的坚决 她也不知该说什么 过了一会 她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个是之前给惠惠的猜离钱 现在拿给你收着 不要不要 你自己留着 我自己还有钱 王辉看她不收 就干脆不劝了 想着到时候等猪局走 她再想办法给她 表妹 张楚 谢谢你们 这段时间麻烦你们太多了 等我回去 我就把之前跟你借的钱还给你 没事不着急 我们现在也用不上 那我们就先带惠惠回去了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 小秦抬头看了看张楚 走吧 回去了 两人回家后 老爷子也听到这事 傍晚就过来了 这么晚才回来 嗯 爷爷现在这么晚了 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算了没地方 一会儿让小楚送我回去 爸 有地方 这几天我都合秋颜睡 那间房还空着 小楚也累了一天了 就别让她跑来跑去 那好吧 好好的婚礼闹成这样 唉那丫头气性也是烈 说跳就跳了 现在怎么样 事情都处理完了吗 都处理好了 小秦说完 就收到一条转账消息 王辉给她多打了两万过来 小秦赶忙去房间给王辉打电话过去 表妹 你别担心 我不会殉情的 你回家了没有 没有 回去干嘛 我不回去 那你还回去吗 不知道 再说吧 表哥 表妹 你别担心了 我不会有事 就是不想回去 没想跟她断绝关系 不是 我是说你怎么给我多赚了两万啊 你收着呗 你帮我那么多忙 你自己不也得用钱 这也是我爸的意思 他说你现在有自己的一家人 不能让你难做 表妹啊 你跟张楚可疊好好的 别因为点小事闹矛盾啥的 你看这人生命多短暂 听见这话 小秦心中微微触动 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好了 我挂了 这时张楚进来了 没事吧 我表哥刚刚给我多赚了两万块钱 我想怎么把多的退给他呢 他给你转卡里 就说明不想你退回 如果你退回去 他会觉得你见外 是这样吗 你总是这样 分得太清楚了 会把真正想对你好的人推开 这样吸引来的人 都是那些想占便宜的人 小秦浑身一僵 大概是张楚戳中了他内心 让他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先洗漱吧 好好睡一觉 今晚张楚没加班 他回了卧室 在他的专属沙发坐着 小秦习惯性地蒙头睡觉 但是睡得并不安稳 一直在坐着惠惠跳下去的噩梦 在梦里仍然没有抓到 小秦猛然惊醒 做噩梦了 小秦转头看去 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自己身边 他忽然挪着身子 往他身边靠了靠 然后抱住了他 张楚微微一正 低头看着他 我现在一闭上眼 就会梦到惠惠 在梦里我好几次都可以抓住他的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你往好地想想 那对他来说 或许是解脱呢 我睡不着了 现在才两点 不要去想 快睡吧 小秦突然仰起头 看向张楚的脸 鬼使神差的开口 那你上来睡吧 你确定 小秦放开他 转过身 随便你 别反悔 你发烧了 没一会儿 张楚拿着体温计进来 量一下 小秦接过体温计放在夜下 他抿着唇 无辜地看着他 对不起 张楚听见这话没好气地笑了 说什么胡话 他自己就发烧了 我也不想 几分钟后 张楚让他拿出体温计 三十九度 吃了 好好睡一觉 明天烧就退了 要是今晚没退烧 明天我送你去医院 睡不着 睡不着也要睡 小秦翻了个身 又翻过来 热 热也要盖着 小秦折腾大半宿 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噩梦不断 第二天早上醒来 小秦转头看到张楚靠在床上 好像睡着了 他忽然觉得有点愧疚 张楚昨晚估计都没怎么睡吧 张楚 张楚这才睁开眼 站起身看他 量一下 没过一会儿 张楚看了体温计 三十八度 还有点烧 走吧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我不是已经退烧了吗 还三十八点五度 还烧着呢 走吧 小秦坐在副驾 看着他一脸严肃的模样 心里有些触动 除了外公外婆 小秦还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病 被人这样紧张过 张楚趁着等红灯的时间 转头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难受 没有 那是饿了吗 没有 马上到了 张楚 小秦突然喊他 怎么了 谢谢你 秀什么 谢谢你娶我 张楚神色依然淡定 你是烧糊涂了 小秦忍不住笑了一声 可能吧 两人都不再说话 张楚把他送去医院 看完医生后 还是要输液 小秦坐在书页听书页 张楚就在旁边陪着他 小秦抬头看着他 想起刚才张楚穿梭在人群挂号脚费 都是他完成 这种有依靠的感觉很幸福 之前他还担心自己会拖累张楚 想过离婚的念头 但是现在 有一颗叫自私的心 在悄然萌芽 正想着张楚电话响了 喂 张总你好 我是李晨 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张楚立即站了起来 我出去一下 好 李总 什么事 也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昨天婚礼的事 实在是抱歉 我想带着小女登门道歉 不知道张总什么时候有空 没空 小燕的事我已经都了解了 您和她之间的过节 不是因为婚礼 而是因为那个叫林峰的男人吧 错了 林峰对我来说 什么都不是 是你的女儿自己找事 李总 你这位女儿 该好好管教了 是是是 昨天我就狠狠地教育了她一番 她要不说 我都不知道她找了这么个东西 那么多好男人放着不险 偏偏 李晨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张楚打断了 李总 这是你的家事 我不感兴趣 不好意思张总 我就是想说 那个林峰我看着也不爽 您若是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们这一回 林峰交给我来处理如何 李总这算盘打的真相 你去处理林峰 是为了向我赔礼道歉 还是为了你女儿 你自己心里清楚 林峰我自己会处理 当然了 李总若是想自己处理 我也不拦着 至于登门道歉就免了 我希望以后不会再接到你的电话 更不希望你去找我的太太 说完 张楚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 完全没给李晨说话的机会 听到张楚不留情面的话 李晨扭头愤愤地瞪了眼 自己不争气的女儿 爸 那个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还能说什么 你以为你爸的面子有多大 你一天天的 到处给我惹是生非 现在好了 我们全家都等着嘎吧 李晨之前一直说张楚装逼 没想到人家是真牛逼 现在他想到自己说的那些话 都恨不得找块豆腐壮嘎 那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问我 我问谁 我辛苦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有点家底 全毁在你这个败家子手里了 真是家门不幸 生了你这么个东西 骂得李晨也不敢还嘴 毕竟他已经知道 自己闯了多大的火 别人去巴结张楚还来不及 他倒好 三翻两头去挑衅别人 还跑去大闹他老婆表哥的婚礼 害得新娘子跳楼 你现在马上和那个林峰划清界限 再让我发现你和他有来往 我打断你的腿 李晨原来挺喜欢林峰的 但是后面他被张楚打得不敢还手的时候 那点喜欢就烟消云散了 他之所以没和林峰分手 是想借着林峰这个油桶 找小秦他们的麻烦 爸 你放心 我自己闯的祸 我自己承担 你承担 你拿什么承担 我去找张楚道歉 他不原谅我 我就跪下 跪到他原谅为止 你去跪下 你那膝盖值几个钱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去跪这人家都不一定拿正眼看 李晨的话 让李晨意识到 自己家和张楚的差距在哪里了 简直是云尼之别 你听好了 别再去找他 他刚才在电话里说了 不希望你去找他老婆 你别再给我添乱了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我去找找关系看 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机会 你别给我乱跑 这边张楚打完电话回来 神色颇有几分严肃 张楚 要不你去忙吧 我自己在这里就行了 没事 我不忙 我就是怕你无聊 要不你玩玩游戏什么的 我不玩游戏 那你看剧 我也不看剧 那你看什么 看报表 小晴突然明白了 原来他不是无聊 是他这个人本身就无聊 张楚 那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没有 哎呀 我说真的 你不可能一点兴趣爱好都没有吧 就是你喜欢做什么 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张楚拧着没沉思的片刻 赚钱算吗 也算 除了这个呢 就是上班之外的事情 比较喜欢做的事 锻炼 这个不错 还有吗 没有了 果然是个无聊的人 小晴想投其所好都不行 张楚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神色微动 看电影 小晴眼睛一亮 看电影啊 这个好 那等出新电影了 我们就去看吧 好 回家后 小晴被张楚拉回卧室 逼着他卧床休息 小晴有些无奈 他不是很想躺在床上 只是个感冒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病 明天你就别去上班了 我帮你请假 不是 我 不等小晴说完 张楚就出去打电话 给他请假了 没一会儿 张楚给他请完假回来了 请好了 请了三天 什么 三 三天 嗯 你好好休息 我今天就能好 不用请那么多天的 而且我是去学习的 又不是去上班的 你现在去也没什么可学的 但是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没事 我和蒋总打过招呼了 这样啊 看来你和蒋总关系很好 差不多吧 你安心在家好好休息 嗯 你要忙就去忙吧 张楚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确定他没有什么异样后 才离开了卧室 张楚来到老爷子家里 屋里除了老爷子外 还有两个人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 另外一个便是李晨 爷爷 你来了 这个是温爷爷 以前在你二爷爷手底下做事的 现在退休了 张楚看了眼老头 微微汗手 算是打过招呼 这就是张老的孙子 果然是一表人才 听说他现在自己创业 看来你们张家真是出人才啊 哪里哪里 都是年轻人下折腾 现在这些年轻人 个个一身反骨 不服家里管 这话听起来是在指责 实际上是在告诉对方 这事自己帮不了 还得看他们自己和张楚商量 是啊 哪像我们以前 家里人怎么安排 咱们就按照家里的意愿做 走他们铺好的路 少了很多的乐趣啊 这话再理 这不现在老了 趁着还有点时间 就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张老说的不错 以前我还想着什么时候回京都 再拜访下张老你 要不是小陈来找我 我都还不知道张老你也在闽城 那可真是歪打正兆了 老头子我正愁闲在家无聊 以后咱们可以长剧剧了 这是必须的 这小陈今天不来找我 我都不知道他和小楚发生了些小摩擦 不过也幸好啊 小楚是张老的孙子 我还能出面求个情 这要是换了别的人 我这张老脸估计都没人买账啊 瞧你这话说的 你温老的面子 谁敢不给 老爷子说完 故作严肃地看了眼张楚 小楚啊 你和这位小陈到底发生了什么 平时你不听我这个爷爷的话就算了 今儿这事 你可必须得卖你温爷爷一个面子 老爷子说的平时不听话 也就意味着 现在张楚也可以不听自己的话 温老的面子自然是要给 只不过 不知道 现在还来不得来接 李晨脸色一变 神什么意思 没什么 既然我爷爷都发话了 那便就此做爸爸 李晨还想说点什么 张楚已经站起来了 爷爷 小秦他今天生病 我就先回去了 听到小秦生病 老爷子也紧张了起来 严不严重啊 昨晚发烧 去医院说了点滴 今天好了很多 那你赶紧回去吧 生病了身边得有人照顾 张楚恩了一声 便朝外走了出去 刚才小楚的话 是什么意思 这小子心私藏的身 别说你 我都不知道啊 那今天真是打扰张老了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改日再来灯门拜访 这是哪里话 我这老头整日闲在家 正愁着没人跟我说话呢 要不吃个晚饭再走 不了不了 还是下次吧 刚好我回去还有点事 这样啊 那我可就不留你了 温老啊 这次真的谢谢您了 你也别谢我太早 那小子之前说那句话 这事恐怕没那么容易解决 为什么啊 刚才他不是都已经松口了 那不过是口头上的说辞 亏你还是个声音 这点话都听不懂 难怪你也就只能混到这个地步了 温老说的是 是我愚钝了 还请温老指点 刚才张楚说那句话 确实是给了面子 但是他提前说了这句话 就相当于再说 他已经动手了 现在停下或许来不及了 李晨似懂非懂 停下 怎么还会来不及呢 那你觉得他是真的想停吗 这话一出 李晨才瞬间恍然大悟 意思就是 张楚根本就没打算停手 温老 您可得救我啊 放心吧 既然他愿意给这个面子 那肯定不会做得太过 只是 你肯定会有一定的随时 这得靠你自己收着了 我明白了 不过还是多谢温老 您能在张老面前说上话 就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 我能说上什么话 今天能坐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几十年前 我帮过他一次 就这么一次 就让你这点事给浪费了 李晨看着温老坐车离开 李晨这才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 这是他手机响了 李总出事了 快说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好几家酒店都被举报了 说什么须开发票 私下交易 还有安全问题等等 已经有人来调查了 李晨腿一软 细查下去搞不好得进小黑屋 你确定吗 确定 人都来了 好几家酒店都有人去了 还在调查中 你先别急 马上联系那些酒店的经理 问问他们 到底有没有这些事 好 我问问 李晨想到温老的话 心里暗自祈祷着 这张楚不要把他整太狠 至少给他留条活路 张楚回家路上顺道买了点菜就回家了 小楚 小琴今天生病了 你买这些菜回来谁来做啊 我来 宝贝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 妈咪怎么不知道 现在 我的宝贝 你是在逗我吗 我逗你有钱吗 要不咱们点外卖吧 妈咪一把年纪了 就不要让我这个老人家遭罪了好吗 小琴生病了 不能吃外卖 沈妮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表情十分的夸张 哇 让我看看 这么温柔体贴 又优秀的儿子是谁家的 沈妮抬头看着张楚 哦天哪 居然是我的宝贝儿子 行了 你出去吧 那好吧 那就让你展示一下 沈妮说完 就去了小琴卧室 阿姨 怎么了 阿姨来你这里躲一下 啊 小楚啊 她居然在做饭 而且是现学现做 我觉得为了我们的小命着想 不如先点个外卖吧 我去做吧 反正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哎呀 你就让她做嘛 反正早晚都得学 别去打击她的积极性 沈妮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 开始给她传授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小琴 我跟你说 这男人呀 就是要夸她 你夸她的优点 会比你指责她的缺点效果好一万倍 小琴促眉想了想 她好像到目前为止 还没发现张楚身上的缺点 除了在外面对别人的态度有点不好 我记住了 还有呢 还有啊 你得奖励她呀 就比如今天她做饭这么难吃 但是她行动了对吧 所以再难吃你也要奖励她 激励她 这样 等她学会了做饭 以后的饭不就她包了吗 可是我还没吃到呢 不用吃到 我自己生的儿子我还不知道吗 绝对难吃 我的意思是啊 为了保险起见 又在不伤她的积极性的情况下 我们偷偷点个外卖吃了吧 到时候随便应付几口就好了 这不太好吧 你懂什么呀 这夫妻之间啊 和谈恋爱可不一样 不是你爱我我爱你就够了 你得会经营呀 但是这个经营呢 也是有诀窍的 你付出的东西 你得让她看到 你要是默默无闻地为这个家付出 看不到的付出 那就不叫付出 那叫自我感动 时间久了 她就会觉得理所当然 而你呢 时间久了 就会觉得自己累啊 为什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她视而不见 又不帮帮你 你一抱怨 自说多了 这矛盾是不是就出来了 沈妮看见她晕乎乎的模样 无奈叹了口气 好好学吧 日子还长着呢 这感情呢 再生后 你不去经营的话 随着时间久了也会淡的 沈妮又跟她说了许多 传授她在婚姻中的相处之道 其实也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但往往都是最容易忽略的东西 直到秋妍进来喊他们出去吃饭 沈妮才停止了她滔滔不绝的演讲 哇哦 没想到我宝贝第一次做饭就能做得这么漂亮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沈妮说完就加了一根青菜长了口 这白糖菜新炒的挺好 还没吃过甜的青菜呢 甜的 张楚发出灵魂疑问 她拿起筷子自己尝了一根 还真是甜的 小秦也赶紧喝了口鱼汤 她这是把味精当眼了 这味精鱼汤也好喝 甜土豆丝也好吃 点外卖吧 宝贝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除了盐放错了之外 其他的都没问题了 你已经打败了99%的新手了 对吧小秦 对的 我第一次做饭 水放少了 你都是生的呢 对吗 下次肯定就更完美了 最终这顿饭还是点了外卖 林峰在医院里住了这些天 用得要好 身体恢复得也快 林先生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还行 那这样的话 这星期的医药费该交了吧 林峰愣了下 她也突然想起来 李燕也有几天没来看自己了 她急忙问道 没有人缴吗 没有 之前是你女朋友缴费 但是这两天我们联系不上她 所以就只能来问林先生了 联系不上 那我问问 她可能在忙 好的 林峰拿起手机 就给李燕打去了电话 你干什么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小燕你怎么了 是不是心情不好 你说呢 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烦不烦呢 还不是因为你 现在我听到你的声音就来气 你别给我打电话了 听到没 小燕 你心情不好 我能理解 你不高兴就发泄出来吧 发泄出来就好了 你能理解 林峰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们分手了 听到没 为什么 为什么 问你钱你有趣 我挂了 你先别挂 医生说 药费欠了一个星期了 我 林峰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欠费了自己交啊 你一个大男人还要我给你交医药费 天呐 我真是眼瞎了 怎么会看上你这种男人 这句话彻底将林峰激怒了 这还不是你搞出来的事 你把我转到这个病房 用一些乱七八糟的药 现在欠了费 你就不管我了 你是小秦派来整我的吧 对 我就是要整你 我整嘎你 你去嘎吧 李彦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林峰盯着黑屏的电话 气得浑身发抖 林先生 问清楚了吗 这药费大概什么时候交 你急什么 我还能跑了吗 不就一个星期的药费 多少钱 也没多少 就是三万而已 林峰听到这个字数惊呆了 这一个星期救助了他一年的工资 过两天我就交 现在我躺在这里也没法去交 等我妈来了再说吧 好的没问题 不过林先生 那你还要继续住这个病房吗 还要用之前的药吗 如果用的话 每天的费用大概在一万八左右 我都好了 还住什么 我要出院 那行 出院的话要先把费用交轻 先给我转普通病房 好的没问题 中午苗平来送饭 林峰看着自己母亲苍老的脸 有些难以启齿 妈 你那里还有多少钱 儿子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缺钱了 不是 那个医生说 这个星期欠费十三万 李彦他跟我分手了 所以这钱 为啥呀 他为啥要跟你分手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妈我也不清楚 等我出院了去问他 咱们先把钱垫上吧 可是儿子 妈现在手里也没有这么多钱了 之前买房子 咱们可是把家底都拿出来了 哪还有钱了 一点都没有吗 能拿出来多少 也没多少了 回去凑凑 可能还能凑出两三万来 可咱们不是还要还房贷吗 你现在又没上班 万一要还不上房贷怎么办 苗平一番话将林峰打回县时 他突然想到李彦的话 难道是小晴在从中作梗 想到这 林峰立马给小晴打了个电话过去 他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妈 你手机给我一下 苗平连忙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他 为你好 小晴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跟李彦说了什么 怎么是你 不是我 你还想是谁 你到底和李彦说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和他说 你打电话就是为了问这个 你什么都没说 那他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肯定是你 你把上次在商场 我跟你说的话告诉了他对吗 我真没想到啊 小晴 你居然这么贱 你拆散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是见不得我好是吧 你心里真阴暗 林峰 你不要像狗一样到处咬行不行 李彦要和你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只能说明他醒悟了 看清楚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连分手都能怪到别人头上来 可见你真不配谈恋爱 和你结婚更没有好下场 李彦做得对 他不和你分手 我还真想找个时间 告诉他你的真面目呢 小晴 反正你也知道 我和李彦交往的目的了 我告诉你 你拆散我们 就等于断我财路 如果李彦不跟我和好 我能秒了你信不信 你是不是疯了 你们分手了关我什么事 对 我就是疯了 你娜的老公把我打进医院 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你现在又来作药 你觉得我能放过你 反正你看着办吧 要是李彦不跟我和好 我不仅要秒了你 我连你老公一块秒 小晴吓得立马挂了电话 顺带将这个电话也拉黑了 儿子 你可别乱来呀 妈可就你这一个儿子 千万不要去做犯法的事情 妈 我就是吓唬吓唬她 我怎么可能这么傻 她害怕了 才会去帮我找李彦说好话啊 那就好 那就好 你真是吓到我了 你先把我那个车卖了 把药费交了再说吧 好 卖了就卖了吧 等你和小彦结了婚 想要啥样的车没有 小晴在房间里 心里七上八下的 满脑子都是凌风威胁的话 这时手机传来震动 吓得差点把手机丢掉 拿起来一看 才发现是张楚打来的 喂张楚 在家吗 嗯 你下班回来注意安全 知道了 晚上出去吃吧 你叫上我妈他们 好 打完电话 小晴出去叫了沈妮他们 我不想去 你们去吧 晚上不吃也行 不吃怎么行呢 还是一块去吧 好了 你们去吧 阿姨就想在家里待着 那我给你们打包带回来 也行 快去吧 小晴上了车 跟张楚说了沈妮不来 便开始发呆 怎么了 有心事 小晴回过神 没有啊 我就是在家太无聊了 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了 嗯 小晴无聊地刷着手机 突然王辉给他发了条信息 是张图片 点开一看 是一座墓碑 上面贴着惠惠的照片 接着又发了好几条消息 王辉把朱菊送回了山上 临走时给了朱菊五万块钱 他直接从家里搬出去了 他现在就想找个人说话 但除了小晴不知道找谁 小晴从字里行间能看出王辉情绪很低落 他忍不住转头看向张楚 要不把我表哥叫上吧 他一直说想请我们吃饭呢 好 小晴心下意喜 他立即给王辉发消息 问他在哪里 王辉给他发了的位置 表哥 你们来了 想吃点啥 这里就有餐厅 我们都行 只要不辣的 听到他后半句 张楚眼神有几分微妙 他下意识多看了小晴两眼 那走吧 你说你搬出来了 那你现在住哪里呀 我租了个房子 过两天就去上班了 你不用担心我 表哥 你没有必要这样 我就是想出来自己 心静一段时间 不然我回家 他们老是唠叨 昨天我妈还喊我去相亲呢 你说这是正常人干的是吗 卉卉刚走没两天 他居然叫我去相亲 我都服了 不知道他是怕我孤独终老 还是担心自己没后 那这样也好 你是准备在闽城上班吗 不出去了 不出去了 工资都差不多 嗯 我从小到大都在闽城 觉得这里挺好的 刚到餐厅门口 张楚忽然接到的电话 他看了眼来电显示 你们先进去 我等会儿来 哥 我听说妈回来了 是真的吗 你听谁说的 你不用管是谁说的 反正我是知道了 我现在已经到闽城了 你们在哪里 你先自己给他打个电话 商量好了再说 别贸然跑过去 那他电话是多少 说起来也可悲 他连自己母亲的电话都没有 连张楚的电话 还是上次回去才存上的 这些年他爹把他管得很严 不允许他联系 几乎是断绝关系的状态 你在哪 我来找你 这头小秦和王辉点了菜 等了好久都没等到张楚进来 这小伙 跑哪去了 小秦拿出手机给他打了电话 你们吃 我临时有点事 吃完了给我发消息 我来接你 小秦来不及说话 张楚就已经挂了电话 张楚怎么了 他有点急事先走了 我们自己吃吧 这都晚上了 能有啥急事 不会是去见什么美女了吧 怎么可能 张楚哥 还记得我吗 你是谁 哥 他是冯娇 你肯定不记得了 这次我是瞒着爸 说要和冯娇出来旅游才来到这里的 还得靠他打掩护呢 不记得 张楚无情地说三个字 但是冯这个信他知道 老爷子和他们家关系很好 不记得很正常啊 你走的时候才六七岁 而且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认出你呢 张楚哥 路上的时候 小超就一直跟我说你的事 他说你特别优秀 他拿你当榜样呢 张楚没说话 只是眉头皱得很紧 你别瞎说啊 我没瞎说啊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这有什么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我对了 他还说你不太好相处的样子 不过我看你和小时候也没什么区别嘛 张楚无视了他的话 张楚哥 怎么不见你女朋友呢 这次张楚倒是说话了 他在吃饭 此话一出 冯娇嘴角的笑突然僵住 哥你有女朋友了 上次怎么没见你说 有什么好说的 原来是这样 难怪上次爸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 你那么反感 张超说完这句话 看了眼冯娇 不禁有些担忧起来 来之前张超就跟他说 让他和自己大哥凑一对得了 冯娇还没当回事呢 因为上次张楚回家 都知道他没谈过恋爱 冯娇还吐槽 说三十了没谈过恋爱 要么是长得丑 要么就是有啥问题 但他还是抱着好奇的心 跟张超一块来了 直到见到了本人 而且他还主动坐到了副驾驶 张超就知道 这冯娇怕是看上大哥了 那应该长得很漂亮吧 嗯 说得我都好奇了 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女生 能把我张楚哥拿下 你带我们去见见 有机会再说 真小气 舞得这么严实 怕我跟你抢呀 张楚又不说话了 哥 你是带我去见妈吧 你们订酒店了没有 没有啊 为什么要订酒店 大别墅住惯了的人 自然想到的是住张楚家里 怎么可能会去住酒店 我给你们订 哥 是不是妈不想见我 不是 那就是你不想让我见她 张楚一个刹车 把车停在了路边 有些事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 你在酒店先住下来 到时候我安排你们见面 你安排我们见面 我见自己的母亲 还要别人安排见面 哥 我是来探亲的 不是来探监的 小超你干嘛 他这样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啊 你看你 来的时候老夸你大哥有多好 怎么这会儿还说琪琪话来了 冯娇说完 又看了眼张楚 张楚哥 你和小超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可能不太了解他 他平时还是很好的 他只是想见阿姨一面 所以有些心急了 你别往心里去呀 你没回去过 你不知道小超 其实这些年也并不好过 那个张叔叔娶的阿姨 他 我不是要说他坏话啊 就是他们结婚后 小超和张叔叔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 现在张叔叔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自己那几个孩子身上 对小超几乎不怎么在意的 张康不喜欢张楚 因为他老是跟自己作对 沈妮更怕张楚跟着他 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事情出来 无奈之下 沈妮只能选择带走张楚 张楚突然拿出手机 开了免提给沈妮打去了电话 包包 你们吃完了 要给妈咪打包吗 随便就好了 你知道妈咪爱吃 张超来了 张楚打断他的话 而这句话也让电话那头像是摁了暂停键 声音戛然而止 两久 手机里才传来沈妮的声音 在哪里 南唐街 那 那他吃饭了没 张楚回头瞥了他一眼 你吃饭了吗 张超闷闷地说了两个字 没吃 你们先去定个位置 我现在过来 好 张楚挂了电话 抬眼对上张超的目光 你要吃什么 随便 张楚不是说要来接你吗 你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他发消息了 他忙完应该就过来了 这时 小秦看见曾田走了过来 手里牵着个四五岁的小孩 曾组长 这么巧啊 是啊 你怎么会在这 哦 我和我表哥刚才在那边吃饭 顺便来这里 小秦说着 视线忍不住低头看了眼那个小男孩 别说 眉眼和曾田真有几分相似 我儿子 晨晨 叫阿姨 阿姨好 你 你好 你好像很惊讶 是 是有点 没想到曾组长儿子都这么大了 我今年二十九岁 晨晨四岁 不是很正常的岁数吗 你也要早点生 不然年龄越大 生产就恢复得越慢 哦 好的 这不是掩虎的孩子 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我不想解释 我只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当然 我肯定不会说 那我先走了 曾组长慢走 曾田牵着小孩 一大一小离开了 小秦盯着曾田的背影 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表妹 你发什么怠呢 小秦回过神 没事 想工作上的事呢 你家张楚怎么还不来啊 这都快十点钟了 小秦赶紧拿出手机看了下 张楚还是没回他的消息 不知道他忙什么去了 要不然打个车我送你回去吧 不等他了 好 说完 他又给张楚发消息 说自己先打车回去了 张楚这会儿还在餐厅外面的车里 他收到小秦的消息 刚想打字回复 但是又不知道回什么 索性就不回了 张楚哥 在和女朋友发消息啊 冯娇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车窗外 你怎么出来了 他们母子相见 我在那干嘛呀 再说了 你都躲出来了 我这个外人更不能当电灯泡呀 张楚没回话 也没理会他 拿出自己的工作手机 开始查看文件 我能上你车坐会儿吗 你可以进餐厅 冯娇扯了扯嘴角 没好气的笑了 你这是干嘛呀 怕你女朋友误会啊 你知道就好 冯娇脸上的笑都有绷不住了 这男人真是油盐不尽 这也让他越发的好奇 到底是什么天仙能把他迷成这样 自己不过是上去坐会儿都被无情拒绝 那好吧 为了避免我张楚哥晚上回去跪键盘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师父你停一下 司机一个刹车停在路边 小秦趴在车窗上 往窗外看 他看到了张楚的车停在那边 小秦刚想说话 又看见餐厅里面出来个熟悉的人 出来的是沈妮和张超 沈阿姨 你们怎么聊了这么久啊 你怎么不去里面坐 跑到外面来 我以为你们很快就出来 这时张楚也下车了 走到他们面前 酒店订好了 我送你们过去 表妹 那不是张楚和你婆婆吗 你不下去和他们打招呼吗 小秦收回视线 脸色有些发白 师父 我们走吧 倒霉你咋了 为啥不去打招呼啊 他们肯定在谈事情 我去干什么 小秦有些心不在焉的 他想到沈妮说不跟他们出来吃饭 发消息张楚也不回 却出现在另一家餐厅 应该是和那两个人见面吧 如果张楚想让他见 就不会自己过来了 他回到家 洗了个热水澡 便早早地去床上躺着 沈妮晚上也没回来 和张超在酒店里彻夜长谈 到底是二十多年没见了 第二天小秦起床准备做早餐 张楚才回来 起这么早 嗯 平时都这个点 你吃早餐了吗 我刚准备去做呢 我来吧 不用 我来就行 你坐会儿吧 没事 张楚说完直接进了厨房 小秦不放心也跟了进去 你出去吧 我来坐 你真的可以吗 那你看着我坐 说完他撩起袖子 拿出几个鸡蛋 开始烧火做早餐了 小秦在一旁看着 很难想象 穿的这样西装革履的男人 会站在厨房里煎鸡蛋 他虽然动作不是很熟练 但步骤都没错 而且火候掌握得也还行 最关键的是 他居然会小秦都做不到的巅锅 这个操作震惊了小秦 他眼睛突然瞪大 开始怀疑他这一晚 是不是偷偷出去进修厨艺了 小秦还真没猜错 这三天 他的确偷偷出去进修了 尝尝 小秦呆滞地接过盘子 拿起筷子尝了尝 比他煎得好 好吃吗 好 好吃 你也太厉害了 这才第二次做饭 就做得这么好 那就好 张楚 你昨晚没回来 没事吧 张楚动作顿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正常 没事 小秦知道再问他也不会说了 便没有再问 等吃过早餐 小秦便坐他的车一块去公司 开发部那边还是没什么进展 我感觉我们都快失业了 怎么可能 你们都是单独挑选 出来成立的这个部门 精英人才 谁失业你们都不能失业啊 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真的很厉害 之前我看那些策划案 我都惊呆了 也还好吧 那些都是测试的 如果是正式版的话 会更加严苛 都做得这么好了 还要严格 主要是我们老板要求太高 可惜你们只待半个月 你要是能参与进来就知道了 两人正闲聊 小秦的手机又响了 他赶紧拿出来看了下 是个陌生号码 他下意识地想到了林峰 就直接挂了 谁知不到几秒钟 那电话又打了进来 最后没办法 还是接了电话 小秦你怕什么呢 连电话都不敢接了 我在上班 你别打了 不打可以 你来医院一趟 不然我天天换手机号给你打 你听过电话轰炸没 你晚上别想睡觉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都说了 你来医院一趟 我有话跟你说 你怕什么 小秦不想理会他 直接挂了电话 你男朋友啊 小秦有些心烦 随口说了句 前男友 分手地缠着你 看样子他很喜欢你啊 小秦扯了扯嘴角 不知道怎么会他这话 小秦见他不太想聊这个 便转移了话题 下班了 吃饭去 不去了 我不想吃 不吃饭下屋怎么上班 别为了一个前男友 和自己过不去啊 走吧 我知道有家该交饭很好吃 我带你去 小秦看他热情的模样 犹豫了下 还是答应了下来 此时张楚正在窗前打电话 他往下一看 就看到了小秦 他在和旁边的男人说话 走神的一瞬间 电话那端又传来 神匿的声音 小楚你到底听见没有 明天给我看好秀妍 等我参加完许先生的寿宴 后天就带他回去 张楚回过神 淡淡地嗡了一声 挂了 他挂了电话 直接给小秦打去了电话 喂 张楚 你吃饭了吗 正准备去吃呢 你回来公司 我给你点了外卖 你又给我点了外卖啊 嗯 你快回来 好吧 小秦挂了电话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眼小陈 不好意思啊 我老公给我点了外卖 我不能和你一块去吃了 小陈听到老公两个字 表情稍微有那么点均烈 似乎在想他刚才接那个前男友的电话 和这个老公之间的联系 没事 你去吧 嗯 不好意思 没事 小秦来到专门放外卖的房间找了一圈 愣是没找到张楚给他点的外卖 他只能打电话和张楚确认 你点的什么呀 我没找到 别人可能拿错了 你下停车场 我带你出去吃 小秦叹了口气 只能往电梯口走 这会儿下班高峰期 几个电梯都慢 正好最里边的电梯开了 他想也没想就跑了过去 身后一群刚进电梯的人 骑刷刷往他那边看 他进的是咱们老板的专用电梯吗 是啊 哪个部门的 这么牛皮 进公司的时候没人跟他说吗 说不定知道呢 总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 装作不知道去和老板偶遇 这是上个月刚发生过 有个美术部的 每回掐着点跑去和老板偶遇 就为了让老板记住他 想发展一下后续 结果他部门经理遭殃了 经理回去就把那女的开除了 所以小秦刚才跑进电梯的举动 才会让那些人震惊 在众人开始打赌 这次哪个部门经理会遭殃的时候 小秦已经进电梯了 而且发现张楚也在里面 这电梯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这是总经办专用电梯 这样啊 看来你在公司的地位不低呀 张楚垂眸盯着他 冷不盯说 因为我是老板 小秦愣了下 脸色有些不自然 你别老说这事 上次是我的错 我不该怀疑你 但是你也不至于总拿这话来算我呀 张楚直勾勾盯着他 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抬脚走出了电梯 你生气了 没有 那我们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 小秦说着 手机又响了 小秦拿出手机 果然还是刚才那个电话 他直接就挂断了 再抬头 便发现张楚正盯着他手机 推销电话 打好几次了 张楚并没有说什么 走吧 吃饭去 林先生 你的药费什么时候能交上呢 急什么 我人不是还在这里吗 我们也是按照规定办事呢 所以林先生打算什么时候交 你说个具体的时间 这样我也就不用每天来询问了 三天内给你 别再来找我了 好的 那我到后天再来 昨天林峰把自己车开到二手市场 结果每一家只能给巴烂 他气得把车开了回来 医院里也催着缴费 要是再不交就要直接起诉他 李燕也把他给拉黑了 现在他筹不到这么多钱 只能从小秦身上打主意了 但是他没想到小秦会变得这样绝情 哪里像以前那样 跟他在一块的时候都微微诺诺的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反驳 林峰想着决定出医院一趟 老公 现在有结果了吗 没有 你上次不是找了关系吗 怎么还没解决 那老头平时吹得自己多不可一世 亏我送了那么多礼 关键时刻一点用没有 那这可怎么办 只能等着 反正该做的都做了 现在只是停业调查而已 看张楚那边什么时候松口吧 你的意思是 他就这样一直卡着你了 那这要是拖下去 拖个一年半载 那咱们酒店可就完了 酒店完了总比进小黑屋强 一家人愁云满面的 都在心烦 这时外面有人摁门铃 李燕立即跑去开门 发现是林峰拎着水果站外边 你来干什么 林峰露出个自认为很温和的笑容 我来看看你 顺便拜访一下叔叔阿姨 谁稀罕你拜访 你赶紧滚 我现在看到你就烦 李燕反手就要关门 被林峰挡住 小燕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小秦和你说了什么 我可以解释的 你不要相信那个女人的话 她就是见不得我们好 李燕气笑了 她还没开口 李晨便从屋里出来了 手里不知从哪抓了个扫帕 二话不说便朝林峰砸了下去 就是你小子缠着我女儿是吧 你居然还敢来 来得正好 今天好话说是你 叔叔你这是干什么 林峰亮呛着跑远了两步 手里的水果也掉在地上 掉的满地都是 给我闭嘴 别给老子再这乱攀关系 我告诉你小子 你要是再敢来找我女儿 我打打你 叔叔 我和小燕是真心相爱的 你 你还敢说 李晨瞬间气炸了 她一个箭步冲上去 结果 她没注意到脚下 踩到了地上的苹果 脚一滑 整个人都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爸 林峰也吓得面无人色 呆呆地站在原地 惊恐地盯着地上的李晨 爸 你怎么了 李母听到声音也赶了出来 两人一块把李晨拉了起来 老公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啊 李晨缓了半天 才缓缓睁开眼皮 张了张嘴 半天没能说出话来 快叫救护车 李晨急忙拿出手机喊救护车 林峰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 现在这副场面 她已经绝望地意识到 自己和李晨估计是不可能了 她还是想挽救下 艰难地迈着步子朝两人走去 小燕 开车送叔叔去医院吧 林峰 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林峰一正 你给我滚 赶紧滚 听到没有 林峰张了张嘴 她一颗心沉了又沉 最后也只能转身离开 张楚和小秦吃完放回来 张楚刚回到办公室 就接到了许天的电话 李晨进医院了 说结果 瘫了 说是什么脊椎骨折 看做手术能不能恢复了 张楚听到这个消息 没有任何反应 这林峰真是做啊 这下就好玩了 李晨肯定不会放过她了 李晨要是瘫了 李晨也是个不成器的 她这点加业估计是保不住了 把林峰看好了 这两人都闹成这样了 还管她干嘛 看好戏就行了呀 防止她狗急跳墙 许天瞬间反应过来 要是林峰因为这件事 毁了前程和人生 保不齐会将怨气 撒在小秦身上 你说的对 我马上安排人看好她 只要她去打小秦主意 就随便他们怎么玩 嗯 对了 明天阿姨会来的吧 嗯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你这样搞得 我一点聊天的兴趣都没了 你怎么这么没意思啊 你和小秦也是这么聊天的吗 她不会憋疯吗 许天话还没说完 张楚就把电话挂了 李晨的确是瘫痪了 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 出来后就躺在了重症监护室 林峰吓得连忙跑回自己病房 她坐在床上直哆嗦 儿子 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又难受了 林峰脸色苍白 她抬起头看着苗品 妈 我完了 怎么了 林峰舔了舔嘴唇 她哆嗦着也说不出话来 想到在门外听到医生说的话 医生说 手术是成功了 但李晨年纪也不小了 想恢复的可能性很小 搞不好以后就只能躺在床上生活了 听到这话的时候 李晨和她母亲抱在一起 哭得气不成声 李晨不会放过她 就算李晨愿意放过她 李太太也不会放过她的 张楚下班后去了张超住的酒店 他们都坐在酒店大厅里 小超 本来我打算过完年才走的 但是现在出了点状况 所以不得不早点回去 你放心 我还会回来的 张超沉默没有说话 这几天我多陪陪你 好不好 张超还是沉默 沈妮有些无奈了 她求助般的看了眼张楚 让她想点办法 要不你们一起出国 张超微微一愣 虽然这话听着不太现实 也不像真心话 但她也有那么一瞬间的心动 你胡说什么 小超要是和我走了 张康还不追到国外砍了我 当初两人离婚的时候 闹得很难看 谁都不肯服输 张康放狠话 说让她走了就不要回来 更不要来打小超的主意 沈妮自然不服输 当即就表示 不会踏进京都一步 所以很多年了 她都没有去看过张超 要是我真想和你走呢 你愿意吗 沈妮正了正 神色也变得复杂起来 小超 你不要说胡话了 你跟我去国外干什么 我不想留在这里了 也不想看到 那家人虚伪的面孔 那你就更不能走了 张超不解地看着她 为什么 你要是走了 张康那些家业起无事 就全都握在了别人手里 这么多年你都忍过来了 你就这样拱手让给他们吗 张超眼皮跳了跳 做人 不能遇到困难就去逃避 你得学会去战胜困难 只有等你掌握真正的主动权 你才能随心所欲 做自己的事情 你想和我去国外 我当然没有意见 但是去了之后呢 和张康断绝来往嘛 那你这二十多年所受的苦 岂不是全都白费了 沈妮说的语重心长 张超紧绷的脸色 也一点点松动了下来 仔细想想 还真是有些不甘心 所以叫我来是干什么 沈妮看了张楚一眼 你不要跟我装算 我话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还装啥 张楚没有说话 她当然知道 从沈妮第一句话说出来 她就听出来了 沈妮是想让她帮张超 以沈妮要强的性子 在得知张超这些年在张家 张康对她不好 更加激起了她的好胜心 张康要走了她的儿子 却不好好对她 沈妮自然也不会让她好过 沈阿姨 我听说张楚哥有女朋友了 您见过没有 当然见过了 我们现在就住在一起呢 而且不是女朋友 他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真的吗 冯娇有几分诧异 还有几分震惊 不过脸上都没有表现出来 可惜都没听说 真遗憾 我连喜酒都没喝上 婚礼还没办呢 你能喝上的 等他们办婚礼的时候 让小楚通知你 好呀好呀 我来的时候听小超说 张楚哥都没谈过恋爱 现在突然就结婚了 这个嫂子是不是很漂亮呀 是漂亮 不过小娇 感情这种事可不能只看外表 你也是 你看你都快奔三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喜欢的吗 冯娇撇了撇嘴 我相信缘分 如果我连外表都不喜欢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缘分的 你这是歪理 就是呀 要是嫂子长得特丑的话 张楚哥还会有兴趣去了解 嫂子的内在吗 说完这话 冯娇抬头看向张楚 你说对吧张楚哥 张楚看也没看他 直接站了起来 既然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冯娇目光直勾勾盯着张楚 骑挺的背影 直到他消失 才收回目光 阿姨 什么时候有空带我和小超 去您家做客呀 小超好不容易来见您一趟 不能每次都在酒店见面吧 感觉偷偷摸摸的 好奇怪呀 阿姨不是不让你们去 只是有些不太方便 小超 你要是住不惯酒店 你可以去你爷爷那里 你爷爷好久没去看过他了吧 他那里有多的房间 张超点了下头 他不着痕迹地看了眼冯娇 说实话 他现在也有点担心 不太清楚冯娇心里想什么 总感觉他看上了张楚 但是又不太确定 阿姨 那我就不打扰您和小超叙旧了 我出去逛逛 你可别去太偏僻的地方 天又黑了不安全 知道了 谢谢阿姨关心 我有个同学在闽城 我去找他 不会有事的 这样啊 那你去吧 冯娇灿烂一笑 起身便走了 他走出酒店 正好看到张楚要上车 急忙追了上去 张楚哥 我很好奇 沈阿姨说你结婚了 可是没有办酒席 而且 他和你们住在一起 却连小超都不让去你们家 难道你这个婚姻 是有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 张楚眉头猝了猝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冯娇 而冯娇从张楚的反应来看 他觉得自己猜对了大半 怎么 若真有什么秘密 你打算用这个威胁我 怎么会呢 我就是问我而已 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的敌意 而且我也没做什么啊 我就是很好奇 就只是想见见嫂子而已 你越是藏着捂着 我就越是好奇了 太过好奇对你没什么好处 张楚说完就上了车 直接把车开走了 冯娇呆呆站在那里 他遇到了太多那种对他阿谀奉承的男人 也有装模作样客套的 反而像张楚这种不把他当回事的还没见过 所以张楚已经引起了他的兴趣 小秦这边 做了一桌的菜 在等着他们回来吃饭 嫂子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你饿了可以先吃 这时张楚也回来了 你回来得正好 吃饭了 张楚看了眼桌上还没动过的饭菜 眼神有几分微妙 你一直在等我 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 我也不知道你回不回来 所以就等了下 不过我们正准备吃呢 我可能没看到 下次我要是没回你就不用等我了 妈呢 她怎么又没回来呀 她有事 她能有什么事呀 又不上班 这都两天晚上没回来了 张楚没理他 小秦侧头看了眼张楚 她觉得张楚这两天有点不太对劲 但具体哪里不对劲 她也说不上来 饭后张楚去了书房 把自己关在里面 而小秦则回到房间 刚拿出手机 果然好几十条未接来电 全都是不同的号码 这林峰还真给她电话轰炸 她叹了口气 把手机扔在一旁 躺下睡觉 林峰等了很久 都没等到小秦的电话回过来 她现在已经不敢住在医院了 而是躲回了家里 门也不敢出 这时候外面有人在敲门 林峰你给我开门 是李燕的声音 林峰想到李晨的事情 她一颗心又提起来了 李燕在外面疯狂拍门 把屋里睡觉的苗萍都吵醒了 儿子 谁在敲门呢 是李燕 小燕来了呀 苗萍脸色一洗 立马跑去给李燕开门 妈 别开门 苗萍不解地看着她 为什么不开门 你不是还要跟她和好吗 现在小燕都主动找上门来 多好的机会呀 你等一下跟她说两句好话 女孩子都心软 你态度好点 她就会原谅你的 林峰了解李燕那个脾气 说好话她未必会原谅 但这件事迟早要面对 于是 林峰也就不再拦着苗萍 让她去开门了 苗萍一打开门 李燕就大步走了进来 她来到林峰面前 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林峰 你干的好事 你害得我爸瘫痪 你居然还敢躲起来 你上我家的时候不是很能说吗 你耸什么 林峰呆呆地看着李燕 那 那只是个意外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拎那些破水果来倒在地上 还说不是故意的 林峰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爸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要告你 找新闻报道你 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张丑陋的脸 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让你把小黑屋做穿 李燕这会儿又气又怒 她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不是因为林峰 她现在就不会变成这样 然而林峰听到这话的时候 眼中也燃起了怒火 你这也太过分了 我都说了 这只是意外 你爸自己摔倒的 你凭什么怪我头上来 你不来他会摔倒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分手了 你还死皮落脸的凑上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们一家人 就想着占别人的便宜 嘴巴说舍不得我 你是舍不得我们家的钱吧 我告诉你林峰 我们家的钱 就算是扔给乞丐 也不会给你这样的人一分 你给我等着吧 我会让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李燕发泄完 转身刚准备走 林峰满脑子都是李燕的话 她已经能想象到 若是李燕把她的事报到出去 自己会被骂成什么样 公司的人会怎么看自己 到时候自己的前途事业全都毁了 想到这 林峰一把抓住了李燕的胳膊 不行 你不能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你害了我爸 你难道还想我对你敢恩戴的吗 林峰 你给我等着 李燕企图挣脱她 林峰却抓着她不肯松手 你放开我 林峰抬起头 眼神也变得阴致了起来 不行 你不能这样做 你算什么东西 我就要这样做 你给我放开 你再不放开 我就报警了 李燕见她越捏越紧 她直接拿出手机报警 谁知林峰却一把 抢过她的手机 直接扔掉了 你敢扔我手机 你不能报警 也不能去告我 都这样了 你居然还妄想我放过你 小燕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以后我去照顾你爸 你爸就是我亲爸 我照顾他一辈子 好不好 你休想 放开我 你答应我 我就放了你 以后我会努力补偿你的 求救你了 我们和好好不好 林峰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和好 凭你那万把块的工资 还想补偿我 我根本不稀罕 你给我放开 李燕已经不想和她废话了 她挣扎着要震开林峰 几乎是手脚病用 两人扭在了一起 苗萍见两人闹成这样 赶忙上去拉架 你们不要冒了呀 小燕 咱们坐下来好好谈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非要冒得这么难看 李燕听见这话更是来气 她反手把苗萍推开 你滚啊 你们家没一个好东西 你不去拉你儿子拉我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苗萍被她这一推 又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里发出一声痛呼 林峰见状 瞬间红了眼 你竟敢推我妈 她抓着李燕的手狠狠一甩 李燕被她这样一甩 也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重重地摔在茶几上 林峰也懒得管她 飞快地冲上去把苗萍扶起来 妈 你没事吧 苗萍强忍着疼 没事儿子 妈没事 小燕 你干什么 林峰一回头 李燕拿着烟灰缸扎在她的头上 林峰 你就是个废物 你还敢推我 只会靠女人的窝囊废 妈宝南 你这种废物就不配活在世界上 李燕的话传进耳朵 不断刺激着林峰的神经 她猛地冲上去甩了她一巴掌 你给我闭嘴 李燕愣了一下 我跟你拼了 此时林峰也失去了理智 她冲上去 恶狠狠地掐住李燕的脖子 李燕想要说点什么 但是半个字都吐不出来 儿子你快放手 别做傻事啊 林峰此刻面怒争鸣 听不尽任何话 她满脑子都想得让李燕闭嘴 儿子 妈求你了 林峰听见自己母亲悲痛的哭声 她神色才逐渐冷静下来 这才松开手 李燕也昏倒在地 儿子 你糊涂啊 别愣着了 快把小燕扶到沙发上去 林峰没有动 她呆呆地看见苗萍 妈 不能让李燕告我 那你跟她好好说话呀 她不会听的 刚才你不是看到了吗 我说的好话还少了 我现在又差点把她 她醒了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儿子你听妈说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林峰看了看李燕 又看了看苗萍 妈 要不 苗萍瞪大眼睛 你要干什么 不如我们把她带远点 把她送人 苗萍听见这话浑身一震 她震惊地看着林峰 儿子 你怎么能生出这么疯狂的想法 妈 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 不然到时候李燕真把我弄到小黑屋去 你怎么办 可是这 妈别犹豫了 再犹豫你儿子这辈子就完了 听到林峰的哀求 苗萍的心也逐渐开始崩塌 眼神也变得坚定起来 可是你要把她送哪里去 也没有认识的人了 我们老家 山后不是有很多光棍吗 你随便找个人联系 他们会干的 苗萍听到她的计划 一双哭稿的老手都有些颤抖 我 我上哪联系去啊 就联系老家的 你打电话随便问问 总能找到的 苗萍沉默了会儿 也不再犹豫 立即回屋里去联系人了 还在昏迷中的李燕并不知道 自己因为来找林峰出气 会被送到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去 苗萍联系了老家的人 说的免费把李燕送过去 不要钱的事 他们当然不会拒绝 于是 林峰趁着天黑 连夜把李燕捆起来 放进自己的车里 幸好她的车还没卖 她还把李燕身上值钱的东西都取了下来 让苗萍拿去卖了 把自己欠医院的药费给交了 她连夜开车带李燕回了自己的老家 走得悄无声息 而她太慌了 以为走的是楼梯 摄像头拍不到 但她忘了 停车场也有摄像头 她刚把车开走 张楚这边就收到了停车场的监控 这家伙胆子还真是大 老楚你还真猜对了 她这么快就狗急跳墙了 咱们现在要不要报警 监控保存好 到时候有人报警 就把监控交给警方 第二天小秦跟往常一样起床 她本来打算起床做早餐 结果看见张楚已经做好了早餐 你昨晚是没睡吗 睡了 今天我不跟你去公司了 今天你不去上班吗 有别的事 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去 那倒不用 我骑电动车去就好了 我已经叫好车了 那好吧 吃过饭 小秦便收拾东西出门了 上车后她看到司机的脸 她觉得有些眼熟 司机大哥 我们是不是见过 小赵愣了愣 夫 美女你记性这么好吗 我想起来了 上次那个专车司机也是你吧 你还记得我吗 不 不记得了 我一天挖这么多人 哪里记得住 可是你上次开的不是这辆车吧 小赵暗自吸口气 故作镇定地说 很正常 这年头 谁家没得几辆车 小秦扯了扯嘴角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很快就到了DK公司 小秦到了公司也没什么事干 小陈也不像之前那么热情了 都不主动和她说话 小秦心想 应该是昨天和她出去吃饭 放了她鸽子的缘故 又想到张楚这两天的反常 她心里又莫名地堵得慌 下班的时候 她给张楚发了消息 问她晚上要不要回来吃饭 发完消息 小秦便自己回家了 回去后 她发现家里的三个人集体消失 小秦看着空空的房间 突然觉得有点不习惯了 她拿起手机看了下 张楚还是没回她消息 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 于是她坐车去了老爷子家里 小秦你怎么来了 阿姨和张楚他们今天没在家 所以我想着来看看您 张爷爷 这个就是张楚哥的老婆吗 老爷子脸色变得有些不正常 很是敷衍的恩了恩 这位是 你好啊嫂子 我叫冯娇 嫂子你长得真漂亮 难怪张楚哥不带给我看 老爷子自顾自地忙着 先是去了洗手间 把衣服丢进洗衣机 出来后又拿起扫把扫臂 爷爷 让我来吧 不用 你们聊 不用管我 小秦心里有些奇怪 张楚反常就算了 怎么老爷子今天也反常 嫂子 你现在在哪里上班啊 哦 我在华盛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没来过敏城 正在扫地的老爷子 背过身 偷偷拿出手机 给张楚打了个电话过去 哦 那你也是一直在国外 不是啦 我一直在京 冯娇话还没说完 那头老爷子捂着腰哀哟的叫了起来 哎哟 小秦一惊 她赶紧起身走过去 爷爷 您没事吧 老爷子扯了下嘴角 心虚的看了看别处 没事 就是年纪大了 闪着腰了 歇会就好 小秦担忧的看了她一眼 接过她手里的扫把 还是我来吧 您去歇着 年纪大了可不能乱来 老爷子看到小秦满目的担忧和对她的尊敬 张了嘴欲言又止 那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 这是我应该做的 年轻人就应该多做点 地上其实很干净 不知道老爷子在扫什么 但小秦还是扫了一遍 冯娇坐在沙发上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这女人看起来 并不像什么世家大小姐 无论是从弃制还是从穿着 都透着一股俗气和廉价 张楚怎么会娶这样一个女人 冯娇默默的看了会儿 嫂子 你和张楚哥结婚多久了啊 好像有几个月了吧 才几个月啊 是啊 那你老家是哪里的 就是本地的 我以前就住在爷爷家对面 对面啊 嗯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啊 那也太好了 这样就可以天天来找张爷爷玩了 和我一个老头有什么好玩的 当然有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要是我爷爷还在就好了 说到这 老爷子神色也变得惆怅起来 老爷子和冯老爷子是发小 可惜冯老爷子前年去世了 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张爷爷 我现在看到您 就会想到我爷爷了 他在的时候 最疼我了 他总是护着我 现在他不在了 我爸妈就天天逼着我结婚 想把我当商品一样卖掉 老爷子听到这话 也有些于心不忍 张爷爷 我可以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吗 我实在不想回去 一回去他们就会逼我结婚 不是爷爷不让你住 只是小叫你今年也不小了 就没个看得上的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现在我一个人多自由自在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陪张爷爷就可以陪着您 结了婚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嫂子 你不是结婚了吗 你说是不是啊 还好吧 看来嫂子现在和张楚歌感情还很好 正是你爱的时候呢 其实每个人追求的生活不一样 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过好了 结婚和不结婚只是一种选择 又不是人生的全部 只要是适合自己 都可以过得快乐啊 嫂子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 正说着 张楚进来了 张楚歌 张楚脸色阴沉 好像谁欠了他钱一样 他一言未发 他来到小秦身边 拉着他的手便往外走 你慢点 冯娇看到两人的互动 他目光闪了闪 看向老爷子 张爷爷 他们是闹矛盾了吗 我看张楚歌脸色不太好 夫妻之间小打小闹没事 把门关上吧 两人一同来到楼下 张楚 你怎么了呀 张楚脚步一顿 他沉默了片刻 没什么 你少和那个冯娇接触 他不是叫你哥吗 他跟我没任何关系 嘴长在他身上 他想怎么喊是他的事 小秦狐疑地看着他 感觉他有点紧张 他在紧张什么 好吧 可是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 我才来找爷爷的 你去哪里了 走上车 什么事啊这么急 我把秋颜落在游乐场了 什么 小秦更加疑惑了 他说的今天有事 就是和秋颜去游乐场 玩得连他消息都不回 张楚也没解释 拉着小秦上车了 今天是许天父亲的六十岁大寿 我的姑奶奶 你怎么来了 你终于出来了 不是 你来干嘛 我没干嘛 我就是想来参加宴会 你家保安不让我进去 你回去吧 算我求你了 你为什么邀请我妈妈 不邀请我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我等会跟你说行吗 你赶紧回去 秋颜没理他 直接朝别墅里面跑 你站住 你吼什么 许天耐着性子朝秋颜靠近 你别闹场妈 有什么事等宴会结束了 我们再说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进去 你是怕我把我们的事说出来吗 天呐 我们有什么事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我 这话把许天给问住 我让你进去可以 但是你不能乱来 乱来是指什么 就是不能造谣 我能造什么谣 你这个小丫头 你怎么这么气人 那你让不让我进去 进进进 但是要说好 你不能提起任何有关我俩的事 秋颜故作不懂地问 我俩什么事啊 算了 你进去吧 你别给我乱说话就行 不然我就把你拉黑 秋颜哼了一声 就走了进去 许天追着秋颜跑了进去 进去就发现这丫头跑得没影了 许天找了半天 才终于在后面的院里找到秋颜 他正拉着个庸人询问什么 许天的老婆是哪个 许天一听这话 吓得魂飞魄散 庸人为难地看了眼走来的许天 您问少爷吧 你想干什么呀 我说你到底有完没完 你非得跑到这种地方来闹吗 你凶什么呀 我哪有闹 是你做了亏心事才觉得我闹 是你自己心虚 我心虚什么 我是怕你给我造谣 你说你一天天的不学好 没事跑来我家来捣乱是吧 你不心虚怕什么造谣 你哪来这么多歪理 要不是看在你是老楚的妹妹 不然我 不然你要怎么样 你给我老实点 听到没 秋颜突然老实地点了下头 许天狐疑了一下 谁知下一秒 秋颜突然抱住她 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你 许天刚要说话 却发现秋颜得意往她身后看 许天突感大事不妙 一回头 果然 刘欠正面无表情地站在身后 老婆 你 你别误会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我相信你 这话一出 让许天和秋颜都愣住了 她居然相信许天 你为什么相信她 不相信她 难道要相信你 你 外面客人还等着 我先走了 说完 她转身离开 冷静地超乎寻常 许天却没来由的心慌 她撇下秋颜追上去 老婆 你真的相信我 刘欠淡淡地看着她 这重要吗 许天没反应过来她的话 而刘欠已经转身走了 这就是你们说的感情很好呀 许天本就心情不好 听到她这话 就更生气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根本就不在乎你 不喜欢你 你冲我 吼什么 是 就算她再不喜欢我 我也不可能会喜欢你 你明白吗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你知道就好 我现在不止讨厌你 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很烦 你难道看不出来 秋颜气鼓鼓地瞪着许天 而许天已经没有和她纠缠下去的心情 转身便要走 你不能走 你收回刚才那些话 秋颜 你都已经成年了 还这么幼稚 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 我说了讨厌你 就是讨厌 别在这里给我添乱了 你要是讨厌我 我 我就去你宴会上闹 许天也破冠破摔了 好啊你去 现在就去 最好闹大典 然后看你哥要怎么收场 许天说完 转身就走 秋颜也急了 她冲着许天的背影大喊 许天 你信不信 我撕给你看 许天头也不回 那你去啊 许天看见秋颜没追上来 她给张楚打了个电话 张楚这回还在游乐场找秋颜 她更不敢带小晴去许天家里 而许天这个时候正好打电话来 张楚没心跳了跳 她瞥了眼那边正在四处张望的小晴 接起了许天的电话 老楚你干嘛呢 你妹妹现在在我这里 我都快被她逼疯了 你快来把她带走行吗 她没做什么吧 你要是再不来 待会儿就不知道会做些什么了 我现在就过来 你赶紧的吧 这要是换了别人 我早让人把她丢出去了 张楚挂了电话找到小晴 你先回去 我去找秋颜 我跟你一块去吧 不用 这么晚了 你先回去休息 我很快就回来 小晴看到她不容拒绝的神色 只好妥协 那好吧 那你早点回来 嗯 我给你叫了车 你在这等会 应该很快就到了 张楚说完 转身就走了 小晴看着她匆忙的背影 不禁有些疑惑 她是不是知道秋颜在哪里啊 走得这么急 没一会张楚叫的车到了 是尾号255的秦小姐吗 怎么又是你啊 小赵也是一脸惊讶 这可真是太巧了 我也没想到是你啊 大哥 你又换了车啊 嗯 谁家没个几辆车呢 你这么有钱 为什么要出来开专车呢 我没钱啊 你家这么多车 怎么会没钱 这是我老板的车 跟我有啥关系 我就是个打工仔 这不趁着老板下班时间 开车赚点外快吗 小晴心中隐约觉得有些疑惑 三番两次都遇到她 尤其她还提到了 这些车都是她老板的 总感觉哪里不对 这边张楚来到许天家里 到处没找到人 问了保安才知道秋颜早就走了 老楚 你妹妹会不会回去了呀 张楚没说话 直接拿出手机给小晴打电话 为张楚 找到秋颜了吗 还没 她有没有回去 她还没有回来 她是不是迷路了呀 不清楚 我再找找 你早点睡 张楚说完就挂了电话 怎么样 回去了吗 没有 我去 这个点她会跑哪去了 电话也不接 消息也不回 她不会真的 许天说到一半愣住了 她想起刚才秋颜说的话 突然觉得背脊发麻 她和你说了什么 许天心虚地看了张楚一眼 她 她说要撕给我看 张楚沉默了 不是老楚 我以为她说气话呢 这丫头不会来真的吧 张楚没说话 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出去 帮我找个人 把明渊路这边的所有监控调出来 马上发给我 小晴在家里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一方面是担心秋颜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几天张楚他们 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她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还是哪里做错了 所以让他们开始逼着自己 把她排除在外了 让她有种坐在这个家里 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她拿起手机正想给张楚发消息时 突然有条验证消息 她点开看了下 对方备注是冯娇 小晴想了想 还是通过了她的好友申请 一通过冯娇就发了视频聊天过来 嫂子 晚上好 晚上好 你怎么还没睡 我睡不着 嫂子 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对了嫂子 我刚才去你对面家了 你以前是和你舅舅住在一起的吧 你别误会啊 我刚才出门丢垃圾的时候 刚好碰到你舅妈了 所以就打了个招呼 摇篮那个大嘴巴 冯娇一问 自然什么都说了 所以小晴的身份她基本都知道了 而张楚偏偏娶娶了她 冯娇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嗯 我之前一直住在那边 不过后来舅舅他们去外面打工没怎么回来 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住 那你也太厉害了 敢一个人住 那肯定有交男朋友吧 不然一个人多孤单啊 小晴听到这话 莫名有点不太舒服 是交了一个 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真好啊 我到现在都还没谈过恋爱呢 谈恋爱好玩吗 冯娇这些看似天真无心的问题 小晴总回答不上来 她忽然觉得 张楚今天让她不要和冯娇接触 可能是对的 谈恋爱不是玩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好玩是哪种好玩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可以试着自己去谈一下 好了 那嫂子你给我介绍一个 小晴有些聊不下去了 我没有认识的 等遇到了我再给你介绍吧 不过我现在有点困了 改天再聊吧 好 那嫂子晚安 小晴挂了视频 松了口气 直觉告诉她 这个冯娇不像是个简单的人 她又给张楚发了消息 问他人找到了没有 张楚收到消息 刚想回复她 我去 张楚手一顿 看向许天 怎么了 你自己看 张楚仔细一看 是邱炎发来的 大致就是邱炎说许天赴了她 她活着没意思 祝她和她老婆百年好合 以后记得去她坟头看看 老楚 她竟然来真的呀 疯了 真是疯了 沈妮也赶紧拿来手机看了看 她脸色骤然发白 她又气又担忧 这丫头 邱炎手机开机了 张楚则是直接找人追踪她的定位 他们开车找了过去 邱炎刚准备把酒往嘴里灌的时候 一辆车飞驰而来 稳稳地停在路边 她似乎知道是谁 许天大喊一声 直接冲了过去 冲过去的时候 还看到了地上有个药盒 你有病啊 沈妮看到药盒 吓得腿一软 幸好张超扶住她才没有摔下去 别愣着了 带她上车 许天这才后知后觉 抱着邱炎便往车上跑 我不上 放开我 到了医院后 张楚这才给小情回消息 说刚刚在开车 昏昏欲睡的小情 看到张楚的消息 立马打电话过去 喂 邱炎找到了吗 找到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不回来了 小情听到这几个字 一颗心瞬间沉了下去 你们都不回来了 小情沉默了一会 才小声开口 张楚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张楚打断了 先不说了 回去再告诉你 小情盯着挂断的电话 陷入了沉默 张楚挂了电话 看见刘倩也来了 怎么样了 不清楚 过去看看 张先生 张楚脚步一顿 转身看着她 这件事很抱歉 跟你没关系 我不知道那是你妹妹 在许家对她说的话 有些重了 你放心 我会和许天离婚 张楚促了促眉 你打算和她离婚 是单纯的善心大发 还是因为她是我妹妹 想成全她 可能都有 现在这世上 痴情的人太少了 这话你不应该跟我说 你应该去找许天 你要是因为邱炎是我妹妹 你才决定和许天离婚 我有理由怀疑 你是在挑拨离间 对不起 是我考虑不周 这件事我会和许天谈 张楚转身变走 走了两步又转头看了眼刘倩 你一直都是这样权衡利弊 什么意思 不管是婚姻 感情 还是利益 你所有权衡的点 似乎都偏向利益的一方 刘倩突然说不出话来 有些事 还是分开的好 张楚撇下这句话 头也不回的走了 刘倩在原地愣了好久 张楚说的没错 在得知邱炎是张楚妹妹的那一瞬间 她就在开始权衡利弊了 她不想和张楚对上 所以为了自己家族利益 决定放弃这段婚姻 怎么样医生 我女儿她 没事了 幸好送来得及时 再观察几天 要是没出现不良反应 就没问题了 邱炎被转到了病房 沈妮在里面守着 外头是三个大男人 既然邱炎没事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去吧 哥 之前在车上说的话 我给你道个歉 我没放得欣赏 但我搞不懂 你结婚就结婚了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为什么不让我去你家见吗 张楚神色莫测的看着她 扯了扯嘴角 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不说算了 反正我对你老婆没兴趣 你在这陪着吧 我先走了 不等张超开口 她已经转身离开了 张楚回到家 看见小秦呆呆在沙发上坐着 你没睡 小秦注视着她 迟迟没有开口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小秦收回视线 转头看向别处 没事 我刚起床 张楚抬手捧着小秦的脸 给她转了过来 视线落在她眼底的乌青上 你是不是生气了 她不说还好 一说小秦鼻尖突然泛酸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没有 邱炎在医院抢救 所以我才没回来 小秦愣了下 诧异地看向张楚 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于是张楚就把邱炎的事情 简单说了下 小秦听到她的解释 突然有些愧疚 这样啊 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误会什么 小秦不自在地别开视线 我以为你开始讨厌我了 张楚意味不明地扬了扬嘴角 我什么都还没捞着 上哪讨厌你去 小秦耳根子有些发疼 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捞着了就讨厌我了 我可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里意思 张楚愣了下 看着小秦生气的模样 是我用词不当 口不择言 是我的错 你别生气了 算了 不跟你计较 嗯 谢谢老婆不计较之安 小秦脸再次发疼 她猛地站起身 瞎叫什么 我去做饭了 张楚抓住她的手 将她拉了回来 小秦又坐了回去 这叫瞎叫吗 那我是你什么 哎呀 你一晚上没睡觉 你不困吗 别转移话题 等一下吃了饭 我去医院看看秋颜吧 这次转移话题很成功 张楚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好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觉 小秦不敢承认 自己胡思乱想了一晚上 怕张楚觉得她小心眼 睡了呀 可我没睡 你陪我睡会 行了一起去医院 可是我还没请假 我给你请 张楚说着 便拿出手机给蒋欢发了消息 请好了 我去做早餐 张楚说完自顾自地去了厨房 吃过饭 小秦随后去了卧室 往床上一躺 就这么睡着了 张楚洗了碗回来 就看见她躺在床上 睡得很沉 张楚一直手落在她的脸颊上 若有肆无地叹息了一声 事情从最开始的闹剧 演变到现在越来越超出掌控的地步 这是她没想到的 尤其是刚才她小心翼翼地问 是不是讨厌她的时候 张楚就觉得 真相她永远都说不出口了 因为她无法想象小秦知道后 所带来的后果 小秦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她出来的时候 张楚已经把饭做好了 做这么多菜啊 你尝尝看 小秦加了一只盐菊虾咬了口 怎么样 你太厉害了 太好吃了 张楚眼中闪过难以察觉的笑语 小秦又尝了红烧茄子和酸菜鱼 太好吃了 我都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菜 你好厉害 你就是个天才 小秦感动得都快掉眼泪了 沈妮说有奇迹发生 果然奇迹发生了 张楚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显然对于小秦的夸奖 她很受用 那以后我给你做 小秦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她上班那么忙 还要回来给她做饭 那她成什么了 那不用 偶尔做一两顿就好 好快吃吧 一会儿去医院 吃完饭后 张楚开车去了医院 张楚 你这个车是公司的 怎么能让你这么天天开出来啊 让 公司的车我说了算 这么厉害啊 小秦扎舌 不过想想也对 公司的车归行政部管理 行政部的顶头上司就是老板助理 那你的车呢 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来 不知道 开这个车也是一样 很快 两人来到医院 妈 你们来了 秋妍醒了吗 中午醒过一次 现在又睡着了 医生怎么说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洗胃的时候 可能伤了胃 得好好养一段时间 都怪我没把她看好 你能看一回 也看不住两回 这迟早的事 对了 许天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没有 下午她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过去 我走不开所以就没去 你要不要去一趟 好 我现在去一趟 小秦 你在这里帮忙照看一下 好 你去吧 张楚没有耽搁 直接离开了病房 杨家 在张楚还没来的时候 许天就已经挨了一晚上的骂了 亲家 光骂小天没用 你们不是同知张家那边了吗 他们到现在还没来 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我也不清楚 再等等看吧 应该会来 来了之后 他们要是坚决让小天负责呢 亲家想好怎么应对吗 徐勇沉默着 他也不知道 如果沈妮执意要让许天娶丘炎 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 毕竟沈妮那边的沈家 身份地位要比刘家高出不少 我负什么责啊 我根本就不喜欢她 难不成让我娶她 你不喜欢还去招惹人家 我说你招谁惹谁不好 偏偏去招惹她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我什么时候招惹她了 是她自己缠上来的 我真是比斗鹅还怨 你还敢狡辩 你要是没招惹人家 她会跑家里来 你这么大的人了 这么没担当 犯了错只会推卸责任 我是怎么教你的 反正让我娶丘炎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以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有得选 我为什么没得选 我也是个人 正当徐勇 还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保安说张楚来了 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出去寄人 许天郁闷地往外头走去 老楚 你可算是来了 你不知道我已经被他们鞭吃一天一夜了 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重要吗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 许天愣了下 我还能怎么想 说句不怕得罪你的话 我不喜欢丘炎 也压根就没想过娶她 而且也讨厌这种被架着走的感觉 你知道现在我爸 就是一个强头草 看见哪边肉肥就往哪边跑 只要你开口让我离婚娶你妹妹 她立马就能答应你信不信 我知道了 你知道啥了 你不会真要让我娶你妹妹吧 张楚没有理会她 禁止往里面走去 贤侄 可算是把你等来了 早就听说你和小天关系好 一直没机会见面 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真是惭愧 其实我也早该等门拜访的 可惜一直没时间 冒昧将贤侄请来 主要是说小天和你妹妹的事情 那丫头现在没事了吧 嗯 脱离危险了 那就好 等她好了 我们一定亲自上门赔礼道歉 伯父 其他的事先放一边 我想知道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自然是以你们这边的意见为主 张楚淡淡地看着她 感情的事 我不干预 我觉得 做家长的也最好不要干预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那你的意思是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件事我不干预 而且沈家也不会干预这件事 你们大可以放心 徐勇脸上严肃 心里却有些失望 那你妹妹呢 她已经是个成年人 你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后果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 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这 我已经说完了 你们是怎么想的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自然没有意义 那就没有别的事了 你们应该有家事要聊 那我就不打扰了 我送你 说着 许天跟着张楚一块走了出去 老楚 谢谢你啊 不亏我这段时间帮你打掩护 张楚脚步一顿 侧头看了她一眼 哎呀 我说错了 是帮你保守秘密 张楚这才收回视线 不过你妹妹那边怎么弄啊 我这边好解决 但是她 她这古风进我是真怕了 以前她不是这样的呀 人都会变的 是啊 变得太可怕了 我先走了 张楚走后 刘倩也出来了 我们换个地方聊 你想离婚吗 许天愣了下 你直接跟我说你的决定吧 不用在这里问来问去的 我尊重你的决定 这下换到刘倩愣住了 许天都做好了她说离婚的话了 可等了很久等来的却是沉默 她不解的看了眼刘倩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应该和你道个歉 啊 这啥意思 许天眼睛瞬间瞪大 结婚这么久了 她还是头一次听到刘倩道歉 我之前总是说你 但婚姻中 两人应该是平等的关系 而我只想到去要求你 却从来没要求过自己 所以 我应该和你道歉 这番话把许天整不会了 甚至还有点受宠若惊 张楚说的对 我的确不太会经营婚姻 习惯性的去权衡利弊 所以许天 你愿意接受我的道歉吗 许天呆呆地盯着她 我 我愿意 不过你不用道歉 我又没怪你 嗯 关于这段婚姻 最开始都不是我们的本意 就算分开也是合情合理 你如果真的喜欢那个女孩 我可以接受离婚的 许天刚才还在高兴 但听到这话 又是一盆凉水浇下来了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真的我可以发誓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喜欢她 你能不能别老实说离婚这种话 我相信你 我只是在提议 并没有说一定要离婚 你不离婚也可以 她那边我会处理好 你不用担心 你要相信我 别说离婚这种话就行了 好 许天看了眼她放低姿态的模样 心里稍稍有点膨胀起来 感觉这家庭地位瞬间就上来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规划早点生个孩子 才能彻底断掉那丫头的心思 刘谦了下 虽然神色有几分纠结 但还是不自然地应了声 好 许天有点不习惯了 那你回去跟爸妈疼说吧 我去烫医院 好 刘谦转变得太突然 许天一时有点不适应 她还是喜欢那个对她爱大不理的刘谦 你困了没 回去睡吧 我在这里守着就行 没事 我算了下时间 过两天就该回华盛了 干脆继续请假吧 反正去了也没什么事做 倒是你 白天那么忙 你先回去睡觉吧 张楚轻轻搂住小琴 我不困 许天那边聊得怎么样啊 感情这种事情 参与的人越读越乱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嗯 你说的对 我来的不是时候 小琴被这声音吓得赶紧退后两步 回头就看见许天站在身后 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 我怎么没声音 是你自己太投入了 老楚都看到我来了 你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一点点而已 对了秋颜醒了没 前面醒了刚才又睡着了 你们聊 我进去看看 小琴说完就走了进去了 你不在家来这里干什么 不想待在家 我都被骂了一晚上了 还回去找妈呀 对了 昨晚你跟刘倩说啥了 她今天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张楚没理会她 小琴刚进门 就看见秋颜瞪大眼睛盯着门口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啊 许天是不是在外面 小琴突然耿住 不知道该说在还是不在 我刚才听到声音了 你还是放不下吗 阿姨为了照顾你 她一天一夜没合眼 秋颜正了正 扭头看了眼在床边睡觉的沈妮 此时沈妮也醒过来了 你这傻孩子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好吗 秋颜闭上眼 眼泪夺胖而出 小琴看着沈妮对秋颜的疼爱 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 也有人这样疼爱她 她默默地退了出去 许天瞧见小琴失落的模样 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秋颜醒了 嗯 许天看了眼张楚 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你现在最好不要进去 为什么 既然要断了她的念想 就不要给她希望 张楚的话让许天醍醐灌顶 你说的对 那我先走了 你俩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许天说完就走了 旁边突然有人喊了声 哥 张楚脸色紧绷 抬头盯着走过来的张超 小琴诧异地打量张超 张超同样也在看她 你就是我哥的老婆吧 小琴回过神 你好 我叫小琴 你好 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张楚在旁边用力地咳了几声 两人的对话戛然而止 你怎么了 哥 你没事吧 可能是白天吹风感冒了 那去找医生看看吧 刚好现在还在医院 你陪我一块去 好 小宝 这里交给你了 突然被叫小明 张超有点不自然 好 我知道了 于是张楚去找了医生拿了点药 我们先回去吧 我有点困了 好 你感冒了怎么不早说啊 现在你能开车吗 要不咱们打个车吧 没事 只是感冒 又不是绝症 上次我感冒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到你这里就只是感冒了 那不一样 你那是发烧 而且我抵抗力比你强 小秦扯了下嘴角 不想反驳他的歪理 对了 你弟弟是叫张宝吗 小秦记得他说过有个弟弟的 是跟着父亲 可是他弟弟来了这么多天 都没让他见过面 你可以这么叫他 走吧回去 两人回去后 一番折腾下来 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了 而张楚居然去了书房 你不睡觉吗 我还有点事 要多久啊 张楚抬起头看到小秦满脸的担忧 好不做了 睡觉 感冒就该好好休息 工作哪有身体重要 小秦看到张楚这么辛苦 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他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赚钱养家 反观自己的工资 不禁暗自叹了口气 小秦一觉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他转头看了眼身边 张楚已经不在了 他立马翻身起床 这次他先去了厨房 果然看见张楚已经在做饭了 对不起 我睡过头了 我来吧我来吧 马上做好了 你出去吧 我 我真不是故意的 小秦真想找块豆腐撞一下 想起他发烧的时候 张楚为了他忙上忙下的 现在人家生病了 他却睡得跟猪一样 真是太过分了 张楚看着他愧疚的模样 你这是怎么了 我已经没事了 我睡过头了 没有照顾你 那就先吃饭 吃完了再照顾我 小秦愣了下 他刚想说什么 手机响了 打电话的是王侠 喂 小秦 我没有打扰你吧 没有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前几天找到工作了 之前跟你说的 给小燕补课的事 我知道了 你明天送来吧 今天下午行吗 我下午上班要一直上到晚上九点 前两天我把他带厂里去 但是今天主管不让了 等你下班了 我再把他送来 我不会耽误你上班的 那你直接送来吧 我今天没上班 真的啊 那太好了 谢谢你小秦 小秦没说话 只是觉得谢谢这两个字很讽刺 需要我去接吗 听到这话 小秦心中有些触动 不用 你好好休息吧 他自己会送过来的 小秦感觉 他这个女婿 比他这个当女儿的还要称职 好了 先吃饭吧 张楚现在厨艺很好 但小秦却没什么胃口 尤其是想到王侠 心里更堵得慌了 下午张楚想去医院 但是被小秦阻止了 让张楚在家好好休息 他去医院看看 秋妍今天气色好了很多 但情绪还很低落 今天好点了吗 好多了 那医生说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不知道 可能要住几天 秋妍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听不进去 但是我还是想说 不要再让大家为你担心了好吗 秋妍没有说话 你看看阿姨 为了你这两天 折腾得憔悴了很多 你难道不心疼吗 秋妍一副渲然欲气的模样 小秦不敢再说话了 怕她哭出来 这时沈妮从医生那里回来了 医生说再住三天 观察下就可以出院了 她一边说 一边走到秋妍身边 憋坏了吧 秋妍抬头看了眼沈妮 旋即哭了起来 对不起妈妈 是我太冲动了 让你担心了 沈妮听到这话 眼眶也一下子湿润了 傻孩子 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不只是妈妈担心 你爸爸还有你哥哥 你爸爸要是知道了该有多伤心 以后不管伤心还是难过 都不要用这种伤害自己 伤害亲人的方式来发泄 可以吗 秋妍用力地点点头 扑在沈妮怀里 嚎啕大哭起来 晓晴见状 也时序地走了出去 她在外面站了很久 沈妮才红着眼睛从里面出来 晓晴 这里不用你操心 回去吧 该做什么做什么 这里有我就够了 阿姨 你已经两天没有休息了 您回去休息吧 这里我来看着 不用了 我有休息 你不用担心 阿姨 晓晴 我得看着她 不然我不放心 那好吧 好了 快回去吧 因为秋妍 你们这两天也没休息好 嗯 那我就先走了 晚点再来 晓晴回到家 晓妍已经接了过来 可是晓晴无论问什么 她都不吭声 只点头或摇头 你会说话吗 晓妍点了下头 晓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种性格 只怕是去了学校也不好过 这时张楚走了出来 她一来 晓妍像是看到洪水猛兽似的 往沙发那边退了几步 与她拉开了距离 晓妍诧意地看了看晓妍 又看了看张楚 你别看我 我什么都没做 刚见到她就是这样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好像和她更加难交流 确实如此 我感觉我胜任不了这份差事 你觉得我能教得了她吗 这不是你答应下来的活吗 这还没开始就退缩了 我是没想到这么难交流啊 她除了点头和摇头 一句话都不说 这咋办 不如带她出去玩 去哪里 游乐场 你去过吗 我就上大学的时候去过一次 那就走吧 小妍 我们出去玩吧 去游乐场 小妍握住她的手 拉着她来到张楚身边 但她又往小妍身后躲了躲 小妍都没想到 她会怕张楚怕成这样 小妍 你不要怕 她是个很好的人 小妍没反应 低头盯着自己脚尖 小妍也放弃了 反正说啥都没用 我们走吧 这个点游乐场人不多 而且很多项目都打烊了 这是身后传来一道 不怎么受欢迎的声音 张楚哥 嫂子 小妍回头一看 果然是冯娇 你们也是来看音乐会的吗 什么音乐会 就是每周五晚上七点 会有明星来演唱 你们不知道吗 小妍愣了下 她还真不知道 这是你妹妹 嗯 得 你们长得都不像 是亲妹妹吗 不是亲妹妹 走吧 张楚打断两人的谈话 哦 那我们走了 冯娇站在原地 直勾勾盯着他们 你带小妍去玩 我给你们看东西 于是小妍带着小妍去玩了 这时冯娇又走了过来 张楚哥 你怎么不去玩 张楚瞥了她一眼 又收回视线 没理她 我听说嫂子小时候父母离婚 她父母抛弃她走了 前段时间她妈妈回来找她 这个妹妹就是她妈妈带回来的妹妹吧 张楚还是没理她 嫂子真是善良啊 父母都那么对她了 还对这个同母依父的妹妹那么好 张楚哥 你娶了个好老婆呢 这时张楚已经有了几分不耐烦了 不过 嫂子知道你的身份吗 张楚忽然转头看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啊 你怎么老是觉得我有所图谋 张楚冷眼盯着她 即使你结了婚 难道就不和女生交流吗 比如你公司的女员工 还有客户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的敌意呢 你错了 我对你没有敌意 只是不想看到你而已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冯娇强忍着怒意 直勾勾地盯着她 之前就觉得她长得帅 现在她冷漠的样子更帅了 可是我很想跟你做朋友怎么办 张楚眉头应你 我也想和嫂子做朋友呢 前两天我们还是平聊天 聊得很愉快 你最好给我离她原点 别怪我没提醒你 怎么了 你不想看见我 不代表嫂子也不想看见我啊 我对了 张叔叔好像还不知道你结婚了 要是他知道了肯定会很高兴 要是张康知道张楚娶了个这样的女人 只怕会想尽办法让他们离婚 张楚这里说不通 就会从小秦身上想办法 冯娇不甘示弱地望着张楚 搬出张康 就不信她不动容 果然 张楚脸色变了 她冷冷地盯着冯娇 冰冷的视线中 好似隐藏着几分杀气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说的不都是实话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都说了 就是想和你做朋友 放心 我不纠缠你 加个微信吗 不加 你 你真的不怕张叔叔知道 无所谓 我不介意两败俱伤 冯娇愣了下 她明白张楚的意思 如果她敢把这件事告诉张康 那她自然也别想好过 张楚能靠自己混到现在这个地步 可不是她这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 能逗得过呢 我开玩笑而已 说话别这么伤人 真不知道嫂子是怎么看上你的 张楚已经不打算理她 因为那边小秦已经走过来 嫂子 音乐会要开始了 要不要一起去看啊 小秦抬头看了眼张楚 你想去吗 想去就去 小秦低头问小言 小言直摇头 那我们就不去了 你自己去看吧 不好意思啊 没事啊 我本来就是来看音乐会的 顺便叫你们一声 你们不去那我就自己去 说完 冯娇转身走了 今天玩得开心吗 小言点点头 脸上的兴奋不像是作假 小秦看她对自己没那么疏远了 心中也不禁松了口气 看来要不了多久 她就能和自己说话了 他们回去已经快八点了 小秦随便做了点晚饭 等吃过饭 她还要去医院看看 就把小言和张楚留在了家里 她自己去了医院 而张楚和小言在屋里大眼瞪小眼 这些你都会吗 小言摇了摇头 那你想不想学 小言还是摇头 这个操作把张楚耿住了 她盯着小言 半天说不出下一句话 这时王霞打电话来 说自己下班了 马上过来接她 我给你送过去吧 不用不用 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们了 我自己来接就好 不麻烦 我现在就送过去 他们离得不远 几分钟就到了 王霞看着张楚 张了张嘴 几次欲言又止 似乎有话要说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谢谢你 不用谢 其实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小秦 可小言这个情况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理解 你也不用多想 小秦如果不在意你 她就不会答应你管小言 她需要点时间 真的吗 真的 如果不是看出 小秦对王霞还保留着希望 张楚也不会这么 尽心尽力地帮王霞 那真是太好了 是我对不起她 可是我又不知道 该怎么补偿她 而且她现在过得这么好 有你这样的好丈夫 我真不知道 我还能做些什么 张楚也没有跟她多说 快回去吧 我也走了 张楚说完转身上了车 直奔医院而去 小秦这回还在出租车上 王霞给她打了电话 表妹 有件事你知道了吗 什么事 你不说我哪知道 是不是舅妈又逼你相亲了 不是 我刚才看到一条新闻 是寻人启事 那个李燕失踪了 她家里人悬赏 一百万到处找她 小秦微微一正 是不是假的 你在哪里看到的 有盖章的 肯定是真的 我发给你看一下吧 好 你发过来我看看 小秦忽然想起 凌峰之前经常给她打骚扰电话 这几天好像没有打了 小秦挂了电话 点开王辉发来的链接 果然是李燕的寻人启事 而且还有警局的电话 看来李燕真的失踪了 小秦关掉手机 一抬头到了医院 她来到秋颜病房 还没进门 就在门口看到了张超和许天在聊天 你们也是来看秋颜的吗 是啊 想进去看看 但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进去呢 现在应该冷静下来了 想进去就进去吧 我就怕进去后 她又不冷静了 嫂子 张超忽然喊了她一声 小秦不解地看着她 张超张了张嘴 她看到了许天给她的眼色 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没事 我就是想问下大哥怎么没有来 哦 她不是感冒了吗 在家里休息呢 呃 张超不再说话 反而多看了眼小秦 那眼神有些意味不明 许天和张超刚才就在聊这件事 许天也把张楚和小秦的事大致说了下 对了小宝 你今天一天都在医院吗 是啊 我一直在医院 还有嫂子你 怎么了 小明我听着很不习惯 你可以叫我大明吗 可以啊 那你大明叫什么 我哥没和你说嘛 张超有些郁闷 难道自己在他老婆这里连名字都不配拥有 你是不是叫张宝 噗哈哈 许天在旁边没忍住笑出来 而张超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小宝是我的小明 我大明叫张超 小秦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 他心里突突直跳 张楚说过他的老板就叫张超 哪 哪个超 超越的超 此时小秦六神无主 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了嫂子 没事 这个名字挺好的 张超和许天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了小秦的反常 他们还在猛逼的时候 张楚来了 哥 张楚看了眼张超 又看了眼小秦 怎么了 嫂子听见张超的名字 好像很惊讶 许天隐晦地提醒张楚 张楚脸色变了扁 他又看了眼小秦 而小秦也看了他一眼 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可置信 还有震惊 张楚不着痕迹地收回视线 脸上仍是那副处变不惊的淡然 他名字跟我老板同音 惊讶很正常 张楚这话一出 许天和张超才瞬间恍然大悟 小秦也愣了下 我去 原来是这样 嫂子 你不会以为张超就是DK的老板吧 小秦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他突然有些无地自容 我 我哥都没和我讲过 要是知道嫂子会误会 我就不说了 不是 我 我就是惊讶 没有别的意思 小秦觉得自己没脸继续待下去了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说完 小秦仓皇地逃离了现场 哥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怎么没和我们说啊 没事 我也先走了 说完 他便追着小秦去了 张楚追上小秦 便看到他站在门口发呆 小秦 小秦回过神 转头看了张楚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你怎么出来了 张楚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不知该说什么 对不起啊 刚才我有点激动了 小秦觉得在许天他们面前 给张楚丢脸了 自己的反应 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跟舅妈一样 又八卦又没见识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你又没做错什么 干嘛要说对不起 因为我没和你说清楚 所以对不起 没事啊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之前不是说弟弟跟着父亲 很多年都没见过了 你应该也没想到他会来这里吧 不是 张楚打断他说话 却又沉默了 张楚以为 他从一个小财物 到现在的老板助理 他都能接受 慢慢来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可是事实上 再更上一步 小秦就接受不了 要是刚才我没来 你真把张超当成我的老板 你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过于疑神疑鬼 听到什么都往你身上想 看到什么都怀疑你 对你没有信任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随便问问而已 是这样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我并不在乎你是不是老板 有没有钱 我只是怕你骗我 我知道了 小秦点点头 拉住他的手 认真的看着张楚 你不要骗我好吗 张楚看着他闪烁着恳求的目光 他几番欲言又止 但是他不敢去读 去验证他的话 因为当初就因为一个王侠 就要和他离婚 我也跟你保证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怀疑你了 对不起 张楚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反手将他拉进怀里 语气不明地说 好了 别说了 我们要回去 还是在这里守着 小秦不想追问了 是真也好 假也好 他终有一天会知道 再追问下去 只会让两人变僵 不过这里这么多人 我们还是别去了 不然人多了反而添乱 张楚深深地注视着小秦 看着他脸上 努力维持的笑容 眼中闪过片刻的怅然 我们回去吧 两人上了车 王辉不断给小秦 发消息问李燕的事 还问林峰的电话 小秦直接给他回了个不知道 便收起了手机 对了张楚 我表哥跟我说 那个李燕失踪了 这是你知道吗 张楚手一顿 诧异地看向小秦 失踪了 是啊 我表哥今晚一直在问我 一百万的悬赏金呢 你也想要这一百万 我就随便说说 能拿到更好 拿不到也无所谓 一百万呢 行 回头我去问问 小秦惊讶地瞪大眼睛 你去哪里问 随便找人问问 林峰不是也失踪了吗 你怎么知道 张楚突然不说话了 他没想到 李家的人这么快就报警 还以为要等几天才会发现 而林峰在回来的半路上 接到了苗萍的电话 儿子 李燕他父母报警了 你还没回来吗 我在回来的路上了 明天就能到家 放心吧 已经处理好了 李燕的母亲来找过我了 我跟他说你出差了 他好像不太信 我这心里不踏实 你能不能把他带回来 他们又没证据 知道了又怎么样 没事的 你不用担心 还有李燕的车 还在咱们楼下停着呢 人家一查就查过来了 林峰听到这话 脸上突变 他心头狂跳不止 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他故作镇定地说 你别慌 现在还没找过来 说明还要点时间 我会把车处理好的 你要怎么处理 我有办法 你放心 林峰想得很简单 就算警察找过来了 没有证据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但李燕的车是个麻烦 还有他来的时候去了自己家里 之后没出来过 这也是个麻烦 林峰想到这些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觉得自己快要完了 但他还想再挣扎一下 说不定还有救呢 想到这里 他加快了速度 第二天周六 张楚去了医院 而小秦接到王霞的电话 下去接小颜 小秦 麻烦你了 小秦点了点头 谢谢你 不用 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 王霞说完就走了 你早饭吃了没 小颜摇摇头 又飞快地点了下头 家里有早餐 走 我们上去吃 然而没走几步 站着别动 这声音让小秦感到震惊 林峰竟然没有失踪 你想干什么 小颜抬头看了眼林峰 林峰察觉到她的视线 恶狠狠地瞪了小颜一眼 吓得她立马低下头 按我说的做 不然我嘎了你 小颜 你先去里面等我 小颜看了眼小秦 又看了眼她身后的男人 点了点头 就往里面跑去了 往前走 别停 小颜跑进去之后 便去找了保安 姑呢 怎么了 救 救人 救什么人 保安说着 快步往外走去 人在哪里 没看见啊 小颜有些慌张 最后视线落在一辆启动的小车上 姑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 救谁啊 人 车里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小颜仰头盯着保安 嘴一扁 眼泪大磕大磕地掉了下来 哎呦你别哭 你倒是说清楚啊 救什么人啊 有人拿刀捅她 她 她 贝贝 带走了 她是谁 姐姐 你先别急 我去查下监控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 咱们就报警好不好 这回小秦被迫坐在车上 上车的时候 林峰把她手机抢走了 林峰 你冷静点 你这是犯法的 林峰没理会她 自顾自地开着车 你和李燕分手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要是你放了我 我可以帮你去找李燕说好话 要是你对我做了犯法的事情 你和李燕就再无复合的可能了 她和我已经不可能了 什么 小秦的心又沉了一大姐 林峰 你本来是个很优秀的人 你可不能因为失恋了 就自毁前程 你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没必要搭上自己的一生 林峰还是没说话 这世上又不是只有李燕一个富婆 你也可以找别的呀 你给我闭嘴 林峰突然爆喊一声 吓得小秦不敢说话了 她看着车子还在城里 小秦突然站起来去抓林峰的方向盘 你停车 林峰一惊 赶紧把车子停在路边 你想答是不是 现在的林峰太可怕了 面目争鸣 凶神恶煞 是小秦从未见过的模样 你要是敢再捣乱 我立即把你弄干 林峰见小秦不敢乱动 重新把车开了出去 林峰把车开到她家小区 停在地下停车场 一个监控看不见的角落里 她扔了个袋子给小秦 把这个穿上 小秦打开一看 是李燕的衣服 别愣着 赶紧穿上 她居然让我换上李燕的衣服 她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李燕嘎了 想到这里 小秦瞬间头皮发麻 赶紧把衣服鞋子穿上 我换好了 然后呢 林峰扔给她一把车钥匙 去把外面那辆红色的车子开出去 可是我不会开车 小秦 你要是不想嘎 就老实的配合 要是再敢乱来 我就把你大谢八块 扔进盒里给李燕陪葬 你说什么 李燕她 对 李燕嘎了 你要是再不听话 下一个嘎的就是你 小秦浑身僵硬 她惊恐地盯着林峰 下车跟我走 林峰拉着她来到那辆红色的小车前 逼着小秦坐上去 林峰要处理李燕这辆车 所以让小秦穿上李燕的衣服假冒她 然后把车开出去 这样李燕失踪就和她没关系了 保安这边查了监控 看到了林峰很可疑 也第一时间报了警 还通知了小秦的家属张楚 张楚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在车上 今天秋妍出院 妈 你带秋妍打车回去 沈妮看到她脸上的紧张之色 怎么了 小秦被林峰带走了 林峰是谁 你们先下车 沈妮也反应过来 现在不是问林峰是谁的时候 赶紧拉着秋妍下了车 张楚一脚油门下去 车子直接冲了出去 林峰开车带着小秦来到了很远的郊外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 小秦 当初要不是你跟我分手 就没有现在的这些破事 我走到现在这一步 都是被你害的 你把我害惨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嘎了你 你要是嘎了我 那你也跑不了 你这么费尽心思把我带出来 不就是为了假冒李燕吗 看来你也不傻 你说吧 到底要我怎么做 小秦 要不然我们和好吧 你跟那个张楚离婚 我们重新在一起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 我清醒得很 你说我有什么不好的 你为什么不跟我和好 小秦觉得他是疯了 都已经到了这一步 他居然还能说出和好这种话 林峰 你不知道你嘎了人吗 我知道啊 所以呢 剩下的话小秦不敢说了 怕把林峰惹怒了 真把他嘎了 你真不跟我和好吗 林峰 到了现在 你觉得我们还能和好吗 小秦知道林峰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要跟小秦和好 也是另有目的 比如帮着他隐瞒李燕的事 不和好可以 那你就自己走回去 记住 是给我走回去 不然我就去嘎了你全家 林峰说完下车走了 他也把小秦的手机拿走了 还有车钥匙 车开到城南去了 那边可是荒山野岭 小秦不会出事吧 张楚满世界找小秦 因为报了警 他跟许天都去了警局看监控 派人出去找 张楚说完转身就出去了 开着车往城南去 而林峰此时正坐在出租车上 翻看着小秦的手机 密码是小秦的生日 太好猜了 他先点开小秦与张楚的聊天记录 里面都是些没营养的对话 什么晚上吃什么 晚上回来吗 你在哪里 我去了哪里之类的 谢 这两人的聊天跟公司同事差不多 而且连一条转账消息都没有 小秦到底看上张楚什么 林峰又点开他的余额 试着给自己转账 先是赚了一万 输入小秦生日竟然成功了 接着又赚了二十万 又成功了 这次是银行卡转账 而且还不限额 林峰懵了 接着他又赚了几笔 赚了快五百万 这才提示今日以转账金额已达到上限 只是今日限额 也就是说 这卡里还能转出来钱来 林峰想不通小秦哪来这么多钱 他拿着小秦的手机看来看去 终于看到了亲属卡的字样 他点进去 果然看见了绑了一张卡 亲属卡不是小秦的 难道是张楚的 林峰脑子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棒 张楚这么有钱 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 于是他拿起自己的手机收钱 可是他忘了这是网络转账 没点两下他手机就白屏了 弹出几行字 您的账号检测到违规行为 被限制登陆 林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他立马把自己和小秦的手机关机 揣进兜里 心里慌得一批 他觉得自己这次真的完了 你好乘客 到了 林峰回过神 连忙推开车门下车 飞快地往家里跑 妈 赶紧收拾东西 我们离开这里 你怎么了 一回来就这样慌慌张张的 妈 别问了 赶快收拾东西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儿子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 是不是被发现了 妈 别问了 我走就行 你不用走 反正不关你的事 这是进来几个穿制服的人 是林峰吗 我们怀疑你和一起失踪案有关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小秦走了很久 在路上脚崴了 也走不动了 都没看到有人烟的地方 他看着荒凉的马路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四处安静的可怕 这一刻他真的绝望了 两久 有辆车飞驰而来 又一个急刹车 稳稳停在他身边 他看到车里有个男人走下来 他大不留心地来到他面前 小秦 小秦呆呆地看着面前的人 他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动听的声音 你没事吧 小秦一头扑进张楚的怀里 紧紧抱着他的腰 好了 没事了 回去吧 你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去警局看了监控 就沿着这个方向找了 看来运气不错 张楚也没有问凌峰对他做了什么 就好像他只是走丢了 他把他找到了而已 那你怎么知道我不见了 小区保安给我打的电话 这次多亏了小颜男丫头 回去的路上很远 这一天小秦也折腾得累了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张楚把小秦抱着下车 小秦就醒了 醒了 谢谢你张楚 放下我 我自己能走 没事 张楚说着就往楼里走 已经到家了 你累不累 你放我下来吧 小秦看着他面无表情的脸 忽然喊了他一声 老公 谢谢你 张楚脸色有些怪异 这让小秦有些难为情 之前还逼着他喊老公 现在为什么听到老公两个字这个反应 张楚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往后看 小秦转头一看 一屋子的人 所有人都在看他 小秦脑子里嗡的一声 烧红了他整张脸 张楚把他放沙发上 看着他受伤的脚 你坐着别动 我去给你打水 小秦啊 你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的爷爷 让你们担心了 傻孩子 我们是一家人 担心你不是应该的吗 爸 既然小秦没事了 这么晚了 您也早点去休息吧 天都快亮了 等天亮了我就回去 爷爷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听妈的话 您赶紧去睡觉吧 我多大岁数 一晚上不睡 还能嘎了不成 爸 您不睡 小楚和小秦还要睡呢 难道让他们来 陪你等天亮吗 这话倒是对老爷子 起了作用 他看了眼小秦 想到刚才两人 另外的模样 那小秦 一会儿你们早点休息 爷爷就不打扰你们了 小超 你送我回去吧 好 那亲家 小秦 我们也先回去了 这里有房间 这都四五点了 你们怎么回去啊 就住这里吧 我 我们打个车就好了 不麻烦你们 明天不是周末吗 你把小颜带回去 过两个小时又送过来吗 沈匿见这家事 赶紧带着秋颜去睡觉 张厨也打了盆水出来 放在小秦的面前 刚准备给他拖鞋子 我自己来就行了 那你洗 我去买爹打酒 说着他就出门了 你们去睡吧 旁边那间屋 我睡沙发就行了 你是想让别人觉得 我苛待你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我就带小颜去睡了 王霞说完 便带着小颜去休息了 客厅只剩小秦的时候 他才松了一口气 习惯了不被人在乎的日子 突然这么多人围着他 关心他 他其实很不适应 小秦想着今天发生的事 仍然一阵后怕 等到张厨回来 张厨 我们赶紧报警吧 林峰把李燕给 他已经被抓了 别担心 那就好 张厨看见小秦的脚肿的厉害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没保护好你 和你没关系 如果不是你 我这会儿可能已经 嘎在荒郊野外了 这脚肿的厉害 我带你去医院吧 张厨开车带他去了医院 去拍了个片 结果是骨头错位了 这下好了 又得在家休养一个星期 回来的时候 已经早上六点了 张厨 你别忙了 去休息会儿吧 今天周末 你应该不上班吧 我不困 你也先别睡 吃了早餐再睡 张厨说着便出去做早餐了 小秦靠在床头 看着张厨的背影 心情有些复杂 他在想自己何德何能 能遇到他这样的好男人 林峰被抓了后 他那点胆子和智商 在警察几句盘问下 就口齿不清 各种漏洞百出 没多久就老实交代了 张厨来的时候 他正想尽脑汁的 如何把责任当了 好把苗萍摘出去 这家伙还是个孝子呢 都这样了 还护着他母亲 那边山里的人抓过来 一问就知道了 不知道他还在狡辩有什么用 不对 你跑来干啥 张厨瞥了他一眼 两人对视了下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无形中 却好像达成了某种协议 黄菊 这天都亮了 大家也都辛苦了 反正也问得差不多了 要不把监控关了下班吧 你这小子 反正凌峰交代了地址 他们已经派人去了 李燕刚到的那一晚上 整个村里都是他的惨叫和哭声 这顿打 打碎了他一身的傲骨 他终于老实了 也妥协了 这是他光鲜亮丽的人生中 最不堪 最黑暗的日子 他想跑 结果没跑多远 就被抓了回来 又被狠狠打了一顿 你还跑不跑 我不跑了 再也不跑了 我给你生儿子 你给我生儿子 生不出来儿子就打噶你 男人一边说 一边迫不及待地走过去 就在李燕万念俱灰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警笛声 李燕回到闽城 已经是第二天晚上 小秦是在新闻里看到的 他看了下时间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张楚怎么还没回来 于是就给他发了消息 张楚这时在警局 正和许天聊林峰的事 也真是难为你了 天天都往这跑 林峰现在看到你 都得下尿裤子 明天可以不用来了 给他争取个武器 这还用得着争取 这时李燕和他母亲走了出来了 李燕看到张楚 脸色变了变 他神色复杂 这几天的折磨也确实 把他身上的棱角都磨干净了 他脸上再也找不出 以往嚣张的气焰 张 张总 张楚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谁知李燕蹭地一下 跪在了张楚面前 张总 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 我不该看不起你 不该和你作对 都是我的错 李燕认错的态度很真诚 听起来也有些绝望 我有眼无珠 识人不清 现在落的这个下场 是我应得的 我想张总也应该解气了吧 我父母他们是无辜的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们酒店 李燕说完 恳求地望着张楚 酒店是李燕父亲一生的心血 李晨现在瘫痪在床 全都是因为他 他再不做点什么 也无言回去面对自己的父亲了 如果你们酒店没有问题 检查合格自然无需担心 张楚说完转身就走了 李燕没明白过来他这话的意思 只能求助般看向许天 而许天看他也确实可怜 也动了点恻隐之心 跟他解释道 张楚的意思是 只要你们酒店真的没问题 那这事就过去了 他 他这是放过我们了吗 差不多是这样 你们酒店应该没有那些违规的东西吧 没有没有 那不就行了 赶紧回去吧 张楚回去的路上才看到小秦发来的消息 你吃饭了没有 饭早吃过了 不过现在有点饿了 我想吃烧烤 好 张楚回去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 他们睡了 睡很久了 你还没吃饭吧 来一起吃 你吃吧 我不饿 不吃你还买这么多 我也吃不完啊 我以为秋妍他们还没睡 要不把他们含起来 不用了 他们也不吃这些 再说了秋妍的未现在也不能吃这个 那你也吃点吗 我一个人吃多没意思 张楚被他馋得没办法 犹犹豫豫地拿个鸡腿啃了一口 吃烧烤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咱们家有啤酒吗 张楚瞥了他一眼 你要喝酒 吃烧烤不喝啤酒就没有灵魂了 张楚想起他上次喝醉的模样 没心跳了跳 但还是起身去给他拿了两瓶啤酒来 你不能喝 为什么我不能喝 当然是因为你 小秦张嘴差点把他有胃病的事说出来 你明天要开车去上班 不要喝酒 你喝点白开水吧 张楚本来也没打算喝 他把手里的酒放了回去 小秦喝完一瓶 就感觉有点晕 剩一瓶他也不喝了 吃完了 你怎么不吃啊 你吃就行了 张楚说着就站起身收拾桌子 你不准备睡觉吗 我睡沙发 啊 你 我怕压到你的脚 你先睡吧 我去洗澡 张楚走后 小秦无聊拿出手机又刷到了李燕的新闻 还爆出她的照片和信息 尤其是李燕这种 千金小姐被卖到山里给别人做老婆的事 妥妥就成了流量密码 虽然小秦与李燕之间有仇 但看到这样的新闻 小秦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如果这个人不是李燕 是其他人呢 张楚一进来就看到他气呼呼的 你怎么了 是不是脚疼 不是 刚才刷到李燕的视频有点烦 没事了 我准备睡觉了 你真的不上来睡吗 你睡吧 说完刚要走就被小秦抓住了胳膊 张楚眉头陡然一拟 眉宇间多了几分痛苦的神色 被小秦看在了眼里 你是不是受伤了 没有 别多想 小秦一把撩起了她睡袍的袖子 小秦愣住了 她手臂上有一大片瘀青 小秦这才想起之前在医院 逼身给她震骨的时候 她就是拉着这只手来着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我手筋这么大 当时小秦也是疼拿了 做出的动作都是下意识反应 她自己也没想到能把张楚掐成这样 这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了 不关你的事 一点小伤而已 真的吗 真的 你别胡思万象了 早点睡吧 你真的不上来睡吗 张楚盯着她黑白分明的眼睛 和松垮的领口 她喉结微微滚动了下 不了 我去洗澡 你不是已经洗过了吗 小秦话还没说完 张楚已经出去了 而这个早洗的 小秦都睡着了 她一晚上都没进来 小秦 我们准备后天就回去了 不要太想我们哦 本来呢 还想和你多玩一段时间 现在就要走了 不过小秦 你们过年有没有规划去哪里 要是没有的话 来法国玩啊 法国啊 我不会说法语 也没去过 你不会说 小楚会说啊 有他在你怕什么 怎么样 要不要去 小秦迟疑了下 到时候再说吧 现在还没放假 我也不能确定 那好吧 到时候你要是决定来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们订机票 这时张楚下班回来了 你们聊 我去做饭 说完 她淡定的拎着菜进了厨房 看来我的猜测还是没有错 你瞧 她现在多勤快 她这么一说 小秦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们在这聊天 张楚下班回来还得给他们做饭 吃完饭后 小秦和沈妮聊到十点多才各自去休息 张楚 我不会真的要在家里躺一个星期吧 小秦有些惆怅 她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 想到被扣掉的工资 她心里一阵心疼 张楚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 她看了眼小秦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忘了件事 什么事 之前李延失踪的时候 李家不是发布了一百万的悬赏 钱在这里面 小秦诧异的瞪大眼睛 她接过张楚手里的卡 这里面有一百万吗 嗯 可是李延被找到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林峰之前绑架你 被抓住后 她就把事情交代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李延被找到 是你提供了线索 是这样吗 小秦手里捏着这张卡 仍然觉得有些不现实 她还没见过一百万长什么样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 还是你收着吧 给我干嘛 我拿着也没什么用 平时你还房贷 交水电费物业费啥的 都是你在交 所以这笔钱交给你处置吧 张楚抬手将那张卡推了回去 你收着 不然你给我 我就拿去乱花了 看你平时也不买什么东西 你能花到哪里去 你没听过 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句话吗 小秦怪异的看了他一眼 虽然这话有道理 可是他本身就很优秀 一百万 也不算很有钱吧 一百万可以点两百个模特了 等等 你怎么知道可以点两百个模特 还有 你为什么会第一个想到的是点模特 不是做别的 张楚突然答不上来 小秦在用一种探究的眼神看着他 上次掩虎带他去点的 虽然最后都给掩虎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 五千块一个 而且只是单纯的陪喝酒 小秦看到他沉思 一颗心也凉了半截 你点过啊 蒋欢点过 他跟我说的 小秦半信半疑的看着他 你和他关系那么好 他点了 你没点 他没老婆 我有老婆 我为什么要点 小秦的脸色一点点变红 又在胡说八道了 张楚忽然靠近他 注视着他的眼睛 难道你不是我老婆 小秦脸更红了 是 但是这和一百万有什么关系 确实没有 小秦对上他深邃的目光 一颗心扑通狂跳 张楚 你睡觉吗 睡 我去洗澡 明天带你去医院复查 说完 张楚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 张楚带着小秦去医院复查 医生又给他拍了片 恢复得不错 但还要休养一段时间 他现在担心自己请这么久的假 会不会被开除了 他拿出手机 想着怎么和曾田请假 结果王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喂表哥 你又怎么了 表妹 你有个同事是不是叫曾田了 是啊 他是我组长 你问他干什么 嗨 别提了 我这不是催债吗 催他身上去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同事欠的钱不少呢 等等 什么催债 你为什么会去催债 啊 我上班了 就在掩虎介绍的那个什么催债公司 不过和我想的不一样 小秦没想到 王辉居然真的会跑去催债公司上班 你 真不知道该什么说你 哎呀 你就别说我了 我哪里知道是这么个催法啊 这几天打电话打得我嘴皮子都起泡了 我本来想辞职的 但是辞职的一个月 不然要赔为月经 我就只能再坚持一个月了 那你刚刚说曾田欠了钱 他欠了多少 本金两百多万 而且他每个月还的钱都没强指够利息 有时候利息都还不上 你不说他是你组长吗 他咋这么穷啊 我也不太清楚 丑死我了 那现在你说我是找他要还是不找他要啊 我哪里知道 都让你不要去了你还去 你自己看着办吧 小秦没好气地挂了电话 怎么了 还不是我那个表哥 于是小秦就把刚才电话里的对话都跟他说了 他不是阎虎的女朋友吗 阎虎那么有钱 怎么还会让他欠债 你为什么会觉得阎虎有钱 他不是富二代吗 富二代怎么可能没钱 也得看是哪种富二代 阎虎头上有个大哥和大姐 可能相比普通人来说 他是有不少零花钱 但那点钱还不够他自己挥霍 哪来的钱给别人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当然是见过 那 曾田欠的钱 该不会是给阎虎了吧 如果你那位组长真有这么傻 就不会当上组长了 小秦不想八卦 但是现在王辉要摘要到自己上司身上去了 这要是弄不好 曾田变成下一个攀联来针对他就麻烦了 难道我想安安心心地上个班 就这么困难吗 想到这 小秦又拿起手机给曾田发消息 用请假的理由来试探下他的态度 但这条消息发出去就如同石沉大海 快到家的时候 他都没有回复 我感觉 我马上就要失业了 那就不要上了 再加完 再加完 那不得喝西北风吗 我的工资卡不是在你呢 你的工资还完房贷车贷还能剩几个钱啊 张楚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但凡他拿那张卡去查一下 都说不出这种话来 他还不如林峰呢 林峰都知道往自己卡里赚钱 都赚了五百万出去了 他还不知道那张卡里有多少钱 这女人心真够大 沈妮明天就要走了 她去看望老爷子和张超回来 发现邱颜不见了 孝清 邱颜呢 她不是和你出去了吗 她没有和我出去 她说不舒服要在家休息 这丫头又不见了 沈妮边说边拿出手机给邱颜打电话 邱颜你跑哪里去了 我在外面 你不用担心 那你要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用管我 我天黑之前肯定会回来的 而且明天我也会跟你一起走的 好吧 妈咪相信你 早点回来 我和小秦在家等你 好 小秦看到沈妮脸上的惆怅 心里也忍不住担心起来 这时小秦的手机响了 拿起一看 是曾田的回复 不好意思 上午太忙了没看手机 你伤得很严重吗 要是实在太严重了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吧 看到这条消息 小秦才松了口气 看来曾田没有介意这件事 现在不是太严重 但医生说最少还要一个星期才能走动 那你在家好好休息 到时候正好来参加公司年会 今年公司年会抽奖活动 礼物都不错 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小秦愣了愣 以往公司年会抽奖 最值钱的也就一张2000购物卡 大多数都是纸巾洗衣液 今年能有啥值钱的 有哪些礼物 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好像有辆车 大家都传得神护其神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还是宝马MLNL 曾组长 你确定吗 不过宝马Mini好像是女生开的车 咱们公司的男员工 其实比女员工多 那就不清楚了 刚才听到行政部的人在聊 说是已经去订车了 多半是真的吧 说实话我也纳闷 这车的型号还是杨总亲自指定的 太奇怪了 小秦本来还不太想去参加公司年会 但曾田这么一说 他又突然想去了 张楚前脚才和他说要给他买辆车 这会儿就知道了公司年中奖励有车 说不定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而这一边 秋妍已经来到了咖啡馆 秋妍约的只有许天 谁知道许天把刘倩一块带来了 秋妍你好 本来我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但是听说你明天要走了 所以我就擅作主张跟了过来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找我干什么 我主要是来和你道歉 之前在许家和你说的话 还有你进医院的事 我想多少和我有些关系 我理应当着你的面和你道个歉 刘倩看了眼许天 许天瞬间瞄懂她的意思 我去下洗手间 你们先聊 许天说着便走了出去 等许天走远 刘倩才开口 你很喜欢许天 喜欢有什么用 很抱歉 我虽然不了解你们之前的过往 但我和她结婚的时候 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也没有听过你们的事情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不会和她结婚 那现在你知道了 我让你和她离婚 你愿意吗 秋妍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 婚姻这种事情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就是不同意呗 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如果你非要我离婚的话 我也可以同意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件事光是我同意没有用 得许天也同意才行 不然就算我和她离了婚 你们也不会幸福 秋妍没有说话 而是选择了沉默 我相信你已经和她沟通过了 如果她同意的话 你也不会进医院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秋妍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我只是想和你道个歉 顺便聊聊天 没有别的意思 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但如果因为自己的喜欢 而伤害到周围的人 给别人造成了困扰 那这份喜欢就会变得 不那么被人赞同了 刘倩这话说得委婉 大致意思就是叫她不要搞破坏 我看得出来 许天对你还是比较喜欢的 大概是那种哥哥对妹妹的喜欢 但是如果你在做一些 让她为难的事情 我想她的这份喜欢 也会变成憎恶 你也不想你们连朋友都做不成吧 谁想和她做朋友 我又不缺朋友 是啊 如果能在一起 谁又愿意做朋友 如果你以后都能忍住不联系她 不去想她的话 不做朋友也是可以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说我以后还能继续联系她 我有什么理由阻止你联系她呢 可是 可是你不生气吗 这是你的行为 与她无关 我会相信她 如果她坚守不住自己本心 我没能留住她 那就是我的问题 修颜看刘倩的眼神越来越怪异 因为她分不清刘倩到底喜不喜欢许天 你跟许天是怎么认识的 相亲认识的 相亲 嗯 那你喜欢她吗 什么才叫喜欢 就像我这样 愿意为了她去私 那应该不喜欢吧 我不会为了她去私 随随便便为了一个男人去私 这是对自己不负责 也是对家人不负责 如果你为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男人去私 伤心的只有自己的亲人朋友 而那个男人一点也不会难过 难道你不会觉得不值吗 刘倩这句话点醒了秋颜 她脑海里闪过之前沈妮憔悴的脸 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担忧 心中莫名地生出一股愧疚 我说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想法 当然你回去也可以好好想一下 你这么年轻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赌气 因为这没有任何意义 你平时和许天也是这么说话吗 差不多吧 秋颜不想聊了 我要走了 而这时 许天也恰到好处地走了过来 你们聊完了 嗯 秋颜要回去 你送送她吧 刘倩的大方让秋颜和许天都有些不知所措 而秋颜也不客气 听到没 让你送我呢 走吧 今天怎么没有开你的废品车 开那玩意干什么 我又不去见小秦 哼 你们合伙骗我嫂子 看你们到时候怎么收场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你哥的事 再说了 我不配合老楚 难道你要我跟小秦说实话 要是这样的话 最后收不了场的才是我了 你这次回去要好好读书 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 不然到时候你要学历没学历 要钱 算了 你哥会养着你 反正你好好读书 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见识 等你大学毕业了你再回来看我 那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有多眼瞎了 许天为了劝她 真是费尽了苦心 把自己贬低到一无是处 到了 你下去吧 那你明天来送我吗 再说吧 我知道了 我走了 她嘴上说着走了 但人坐在车上没有动 你又想干嘛 你能抱我一下吗 行了 推开车门 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小秦看了眼在客厅里在看电视的小颜 我突然感觉自己才输学浅 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教学方法 送补习班去 送补习班要花很多钱的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这几天下班回来的时候 问了隔壁街的补习班 嗯 多少钱 一种是长期补习 相当于私教 大概六千块一个月 一个月六千 嗯 还行 反正马上要过年了 过完年开学 把她送学校去就行 问题是她这个成绩去不了学校啊 入学考试考个零分 哪个学校会要 私立学校 那学费加生活费不得花很多 私立学校其实也不贵 你那里不是还有一百万 小秦看到张楚真诚的眼神 心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小颜和她非亲非故的 在她身上花那么多钱 她真的一点意见都没有吗 张楚似乎看出她的想法 小秦 你要记住 这世上能花钱解决的问题 永远都不是问题 也永远不要因为钱而破坏了一些关系 有些东西比钱还更重要 那要是解决问题的钱不够呢 嗯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想必应该不会存在 虽然你工资很高 但你说这话也太绝对了吧 谁能保证一辈子没有个意外啥的 张楚也不跟她扯这件事 至少现在小颜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吧 嗯 那真的要把她送私立学校去啊 送吧 不然你也没时间教她 而且你也说自己财书学浅 更加浪费她的时间和你的时间 那行 什么时候送她去啊 明天吧 可我现在还走不了呢 我送她去 真的吗 真的 你出去坐着吧 别在这站着了 秀妍因为在许天那里受了挫 都不出来吃饭 小楚 上次我和你说的事 你别忘了 什么事 你弟的事 我知道了 你俩放假来法国玩 反正你们过年应该也没有地方去吧 到时再说吧 第二天 小秦送沈妮他们去了机场 突然就走了 感觉还有点舍不得呢 又不是见不到了 你要是想他们我们过年就去法国 算了吧 我也不太想去 人生地不熟的 我还真有点怕 有我在怕什么 那再说吧 对了 我听我们组长说 我们公司年会抽奖活动有汽车 我想去参加年会 你跟我一块去吧 张楚愣了下 我也可以去 可以带家属的 不对 那你们年会 会不会跟我们同一天 应该不会 那就没问题了 你去不去啊 张楚沉默了下 他去过他公司 是有人认识他的 小秦看他犹豫的样子 你要是没时间不去也行 不一定非得带家属 没事 我跟你去 那就说定了 嗯 两人正说着 突然看到许天王这边来了 你俩这是刚到 还是准备回去 我们准备回去了呀 你是来送阿姨他们的 是啊 本来不想来的 但是沈阿姨我不得送送嘛 结果我不知道他们的航班 他们已经走了吗 是啊 这回估计都上飞机了 哎 那算了 对了 那个林峰 判了个无期 他母亲也被判了五年 可能这就叫恶有恶报吧 老楚 以前大学咱们玩的游戏 这次有个城市大赛 要不要参加 冠军奖金二百万 许天道不是想要那两百万 他就想要个冠军而已 你如果参加 冠军不是守到秦来吗 小秦听到眼睛亮了一下 不去 那行 咱们回去吧 张楚 刚才许天说的城市大赛 你想去吗 不去 两百万呢 之前给你一百万你不要 现在又惦记着这个比赛两百万 你拿了钱要干什么 存起来啊 万一以后遇到突发情况什么的 需要花很多钱 咱们有备无患吗 再说了 以后养孩子也得花钱 张楚听到养孩子几个字 眼神变得微妙起来 你 想生孩子了 小秦被他这话问的脸更加的发疼 张楚沉默了下 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 张超 你走了吗 我还在路上 堵车呢 你们到机场了吗 你不用来了 他们已经走了 什么 和你说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有个游戏的城市赛你去参加 冠军两百万 赢了钱给我 小秦听到他这话 眼睛都瞪大了 他是这么不客气吗 我能说不去吗 不能 那我去吧 张楚把小秦送回家 就去了小区门口接小颜 他跟王霞说了送补习班的事 王霞大惊失色 连忙拒绝 这得花多少钱啊 还是不要了 那你以后就不要把他送来了 我们没时间帮你带孩子 这话说的有点重 王霞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但现在就只有这个办法 不要你出钱 送他去补习班 或者你自己上班带着他 王霞纠结了 他看了看小颜 心中天人交战 我一会还有个会 你想好了吗 来 那就按你说的来吧 这钱 钱你不用管 你答应就行 已经决定了是吗 张楚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来 那就这样吧 嗯 你跟我一块去 以后你就直接送他去补习班就行了 不用天天往这里送 好 接下来几天张楚都很忙 每天都很晚回来 回来还要做饭 吃完饭就去了书房 小秦看到他那么忙碌 而自己天天无所事事 他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等脚稍微好点了 他就主动地承担了家务的事 能保证张楚晚上回来能有饭吃 小秦躺在床上 看着手机上的日期 后天就是年会了 这时王辉又给他打了电话 表妹 你那个同事 他怎么了 他约我见面 还是去他家里 我 我 他不会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你是不是想多了 不是啊 我今天不是又给他打电话催款吗 他说让我去他家里聊 我擦 那你去吗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我怎么知道 你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啊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 你这个同事 人怎么样 我去了会不会被他嘎腰子 你这想法也太离谱了 这怎么可能 那谁知道 我在这里上几天班 听了好多奇怪的事 不会的 我觉得他人挺好 你要是不想去 就不要去了 那我就不去了 明天再说吧 这个工作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了 而且我妈天天催我相亲 太烦了我 小秦随便搪塞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起身下了床 他来到书房 张楚果然还在加班 怎么了 你今晚又要加几点啊 这几天张楚几乎都是两三点才睡 白天又一大早起床 小秦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张楚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 视线一到他脚踝上 你脚好了吗 小秦没反应过来 本能地开口 好了呀 小秦 你想和我过一辈子吗 小秦听到这话莫名地有些慌 你为什么问这样的话 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 难道你没想过和我过一辈子吗 我是说 或许将来会有很多未知的情况 是你我所不能把控的事 可能也会有许多艰难险阻 那时候 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吗 小秦望着他的眼睛 里面装着好多他看不懂的东西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后悔 你也说了是将来的事 将来都是未知的 为什么要为了一些未知不确定的事 而消耗现在的时间和精力 你说的对 第二天一早 张楚就去喊小秦吃早餐 小秦 起来吃早餐 小秦没理他 老婆 被窝里没有任何反应 张楚以为他出了什么事 立马将他被子掀开 刚掀开 小秦又把被子抢了回来 把自己蒙住了 别生气了 对不起 我错了 先把饭吃了再生气 好不好 小秦其实并没有生气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张楚 张楚刚想说话 他电话响了 拿出手机一看是蒋欢打来的 他出了卧室来到书房才接了电话 你最好有急事 张总 等你开会 还开不开了 不开 推迟到明天 得 这可是季度大会 确定要推到明天吗 我说推到明天 你听不懂 行 懂了懂了 您忙 不打扰了 对了 国外今年的技术大会 你去吗 到时候再说 挂了 张楚揣起手机 急转身 冷不丁看到小秦站在后面 正忧愿地盯着他 张楚神色一变 你 听到什么了 你说推到明天 什么推到明天 我说吃饭 哦 别忘了明天我们公司的年会 我中午去吃饭 不影响跟你去参加年会 哦 张楚上前拉住小秦的手 还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 我去洗漱了 虽然昨晚一宿没睡 但小秦一点也不困 他本来想去床上睡一会的 但张楚站在旁边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我怕你有什么需要 没事 你睡你的 有需要跟我说 可是你站这里我睡不着啊 那我躺着 小秦无语了 之前看他一本正经 整天都是高深莫测的模样 现在怎么看起来这么呆啊 我不睡了 小秦说着下床换了睡衣 去了客厅坐着 果不其然 张楚又跟了过来 在他身边坐了下了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我怕我走了 你会在家生气 我说了我没有生气 我不信 行 那我生气了 张楚往他身边靠了靠 别生气了 小秦刚想说话 忽然有人在按门铃 张楚起身去开门 是张超 手上还提着一个食盒 你来干嘛 你不是让我去参加城市大赛吗 我来找我的队友 在哪呢 你去找徐天 你都没跟我说是他 这个是冯娇做的糕点 我和爷爷都不爱吃这东西 嫂子 你尝尝 你来可以 但不要带这些垃圾过来 张超乱了下 他怪异地看了眼张楚 哥 人家冯娇坐了一天 你怎么说是垃圾 那你拿去吃了 算了 你们不吃我拿去扔了 我不告诉冯娇就好了 你们和冯娇都是朋友吗 他跟我是朋友 我哥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你看他那富贤气的样子 应该没把他当朋友 小秦看了眼张楚 他又恢复了那副高冷的模样 张楚在旁边站了一会 看小秦玩着手机 张超也和许天联系上了 就去了书房办公 直到中午十二点 张楚才走了出来 你们要不要吃饭 随便啊 我都行 张楚气笑着走了出去 没多久张楚拎着外卖回来了 一言不发地站在他们两人面前 怎么样 你通过许天的讨核了吗 通过了 那就可以去比赛了 嗯 反正最近我也没什么事 你放心 比赛要是赢了 钱都给你 不用 你自己留着 小秦看了眼张楚 之前以为他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是真的 等吃过饭 张超也没有继续留在这里 屋里又只剩下小秦和张楚了 两人现在的气氛有些微妙 气还没消吗 我都说了没生气 真的没生气 真的 你都不看我 还说没生气 小秦听到这话 立马转身看着他 这下信了吧 嗯 信了 昨晚我可能有点急 下次我注意 你别说了 好我不说了 你昨晚没睡觉 下午去睡觉吧 你不也没睡吗 你准备干什么去 你如果允许的话 我可以和你一起 如果只是休息的话 那可以允许你 那就休息吧 张楚说着便拉着小秦往卧室走 只是休息啊 知道了 小秦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九点了 他往旁边看了眼 张楚估计早就走了 他来到客厅 看到了张楚给他留的字条 上面写着 起床了记得吃早餐 我去上班了 下午两点回来接你 你的老公留 小秦看到最后这几个字 想到张楚面无表情 写这几个字的样子 没忍住笑了声 增田也给他发了消息 告诉他年会三点开始 还发了地址 张楚正准备开会 这是公司在闽城成立以来 第一次的季度大会 通知下去 等一下大家尽量说重点 只需汇报相关数据和重大事项 少卖弄话数 你这是急着要下班啊 越早结束越好 不能超过下午一点 下午两点张楚准时回去接小秦 他们年会在五星级酒店 包了个大会场 王婷站在门口迎接 王婷 好久不见啊 王婷盯着张楚发愣 好似没听到小秦的话 王婷 呃 好久不见 你怎么了 那个他 他 你什么跟他在一起 王婷以前见过张楚 他就幻想着和DK的张总谈恋爱 见过那一次后 就再也没见过 他伤心了好久 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见到 他是我老公 王婷不可置信地瞪着小秦 喉咙中卡着千言万语 却不知从何说起 特别是看到张楚警告的眼神 他哆嗦着嘴唇 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之前听说小秦的老公是个穷逼 还要小秦骑着电动车送他上班 可是 怎么变成这个人了 于是 王婷又鬼使神差地问了句 这是你哪一个老公啊 这话问得小秦一头雾水 什么叫哪个老公 我就这一个老公呀 啊 王婷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看到你老公 想到了我死去的初恋 真的吗 真的啊 王婷说着就哭了出来 他的男神居然是小秦的老公 那太不好意思了 让你伤心了 小秦看他哭得那么伤心 也信以为真了 没事 都过去了 那好吧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们就先进去了 嗯 王婷等他们走了以后 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不对啊 小秦的老公是DK的老板 怎么没听说过 小秦领着张楚 找到他部门所在的位置 王先生谢谢你啊 小秦听到王先生三个字 下意识地朝曾田看去 曾田挂了电话 撞上了小秦的视线 曾组长 你 曾田大带猜到了他要问什么 哦 我让你表哥帮我接下孩子 你和我表哥这么熟了呀 他天天找我催债 能不熟吗 曾田说得那么坦然 这让小秦对他多了几分敬佩 也对他产生了好奇 他身上应该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想不到你会欠那么多钱 欠钱不是很正常吗 你说的也是 我之前还为了买房子去贷款呢 对了 我表哥没有给你造成困扰吧 没有 他人不错 比其他的催债好多了 他应该是头一次做这种工作吧 嗯 是的 这种工作不适合他 对 我也觉得 之前我叫他来我家 把他吓坏了 这两天都不敢给我打电话了 你是故意吓他的吧 不是 我只是逗逗他而已 两人正聊着 夏禅和其他的同事陆陆续续都来了 张楚坐在那里太过显眼 不少女员工都往这边看 窃窃私语的说着什么 同族有个不待见小琴的 看他老公长的帅 心里更加不平衡 长得帅有什么用 肯定中看不中用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知道 这年头长得越帅的人越滑心 还不知道是几手货了 搞不好还有缺陷呢 小琴听到这话实在忍不了 原来你这么懂啊 可能是遇到过吧 我只是随口一说 又没说你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没紧张啊 我也是随口一问 看你懂得这么多 好奇而已 妹妹 你还年轻 以后你就会懂了 你说的对 我当你这个年龄 应该还有十年 是该多向前辈学习学习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有错吗 你不是比我大十岁吗 张楚不禁多看了小琴两眼 这小女人 居然学会了阴阳怪气 自己好像没教过她 可不是吗 年纪大了 比不得你们小年轻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想的都是怎么靠自己赚钱 哪里有那个心思谈恋爱 更不要说早早的结婚了 哦 那现在呢 你赚到钱了吗 你 上了这么多年的班 应该赚了很多钱吧 别说了 杨总来了 这次主持年会的是 行政部的政主管 他上台后 拿起话筒就开始了演讲 前面那些节目 跟小琴都没什么关系 他是冲着抽奖来的 于是他拿起手机 玩起了游戏 轮到杨总上台致辞的时候 各位同事们 他视线一转 忽然落在张楚的身上 笑容突然僵住 张总 张楚也愣了一下 他抬起头 对上杨总的视线 杨总这是看到熟人了吧 岂止是熟人啊 那可是我们公司 最重要的合作人 这谁安排的位置 怎么让张总坐那边去了 张楚听到这话 额头清惊抱起 杨总 张总是哪位 之前怎么没听您说过 要是早说了 肯定会安排位置的 我之前给他发了邀请函 他都没回复 现在居然偷摸着来 难道他是想考察我 想到这 他大不留心地下了台 朝着张楚走了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杨总 视线随着他的步伐移动 都想看看这位张总是谁 小秦满脸的狐疑 以为杨总走过来 是来抓完手机的 惊得小秦连忙收起了手机 眼看着杨总快要走到面前时 他手机响了 他拿起手机一看 脸色变了下 杨总 有什么指示 那边也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 是是是 我明白了 好的 好的 杨总视线一转 落在面前的女人身上 手机好玩吗 杨总 我没玩手机 开个年会就这么无聊吗 想玩手机可以回家去玩 杨总 我 那么多人玩手机 凭什么就盯着我不放啊 我什么我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部门的 就凭你现在这个态度 上班肯定也是在摸鱼 杨总 我刚才就回了个消息 真的没完 别再狡辩了 我回头会叫你们部门经理好好整顿 杨总丢下这句话 就往台上走了 这个女人 正是刚才和小秦针锋相对的女人 她面如死灰地坐在位置上发呆 好险啊 你游戏要输了 输了就输了 要是被逮到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杨总已经回到了台上 继续念自己的稿子 谁都没有在注意杨总嘴里那个张总是谁 接下来颁发优秀员工奖 念到名字的锦上台领奖 销售部汪平 技术部邓轮 策划部小秦 是在喊我吗 快上去吧 是在喊你 小秦一脸不可置信的上台 她想不通自己都请了十几天的假了 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名字 感谢这几位同事在这一年里 为公司做出的卓越贡献 现在有请杨总为优秀员工颁奖 现金十万元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不是说好的两千购物卡吗 公司今年这么大方 公司是不是发财了 我来公司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公司发超过五千块的奖励 难道是因为DK今年参股 让公司变得有格局了 早知道我就不请假了 杨总走到小秦面前 他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 继续努力 小秦接过奖金 我会的 多谢杨总 小秦拿到陈甸甸的现金时 两只手都在抖 他觉得自己受之有愧 他下来的时候 不少人都在看他 都在疑惑他做了什么突出贡献 配得上这十万块 他回到位置 把十万块往张楚怀里一塞 你干嘛给我 你的都大谢 你装着吧 张楚将钱揣进他衣服兜里 拿着吧 这是你应得的 小秦忧愿地看了眼张楚 我自己什么德性 我还不清楚吗 你可以问下你组长 曾组长 我这个优秀员工是怎么回事 我看他们不顺眼 就随便写了你名字 那提名理由是什么 帮公司解决了内部铸成 小秦想起来了 之前潘连让他写策划案这件事 导致潘连被开除 还赔了钱 曾组长 就这还能通过 跟你开玩笑的 我就随便写了个工作努力上进 我也不知道你能被选上 你吓死我了 小秦觉得这件事有些诡异 别胡思乱想了 你要相信自己 也要相信公司的眼光和决策 小秦看到张楚看他的眼神很坚定 还带着鼓励 自信心也跟着起来了 嗯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抽奖马上要开始了 说不定你还能抽到一等奖 哪有那么好的运气 我想都不敢想 这十万块已经是我的意外收获了 那可不一定 台上箱子已经摆好了 接着每个部门一个个上去抽奖 一等奖是宝马 价值三十万左右 二等奖是手表 价值二十万左右 三等奖是黄金 价值在十万左右 为了公平起见 前面抽了的纸条 后面又会重新倒进去 确保每个人抽奖几率是一样的 结果前面几个部门抽完奖 只有一人抽走了黄金 有的人就开始吐槽了 我都怀疑一等奖有没有放进去 但定点 宝马不过是噱头而已 这都是常规操作 看来今晚这辆宝马是开不走了 这要是有人能抽到宝马 我到底洗头给你们看 现在有请策划部的上来抽奖 一等奖和二等奖到现在都没被抽走 不会真的会被我们部门的人抽到吧 增田说完起身去抽奖了 小秦刚站起来就被张楚叫住了 你把十万现金给我 别跑丢了 小秦怪异的看了他一眼 刚才给你 你又推回来 小秦说着把钱拿了出来扔给张楚 便急忙的往台上跑 结果因为跑得太急 杨总不知从哪冒出来 和小秦撞在了一起 哎呦 杨总哎呦这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杨总 对不起 你是哪个部门的 这么冒冒失失 对不起 行了 去抽奖吧 哎 你们这些年轻人走路也不看着点 此时小秦也没了抽奖的心思 直接从箱子里面摸了个纸球 就剩你了 打开看看 小秦心不在焉地打开纸团 他突然瞪大了眼睛 一等奖 你不会真的抽中了一等奖吧 这时会堂一片安静 郑主管接过小秦手里的纸条看了看 杨总 真的是一等奖 是您亲手写的 杨总一脸淡定地走过去 接过郑主管手里的纸条看了下 是 这是我写的 杨总说着 又怪异地看了眼小秦 小秦被他看得头皮发麻 连忙解释 我 我就这么随手一抽 大家都看到的 我是从箱子里抽出来的 年轻人运气不错啊 就是下次走路要注意点 对不起杨总 恭喜这位员工啊 抽到了我们的一等奖 绑马猫料一辆 这时全场一片哗然 策划部的运气还真好 曾田也抽到二等奖 旁边的杨总也暗自松了口气 张楚花了那么多钱给他开年会 就为了哄他老婆高兴 所以才有了杨总出来参合一角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再让工作人员把箱子偷偷换了 换成了里面全部是一等奖 车就停在酒店外边 小秦拿了钥匙后 郑主管就带他去看了 小秦恭喜你 郑主管 这辆车真的是我的了 当然是你的了 那么多人看到你抽到的 公司想收回去也没道理啊 可是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 是你运气好 你应该高兴才对 那优秀员工的事 小秦想起之前郑主管把他调到潘连手底下 可不像是念旧情的样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其实我和潘连的关系没你想得那么好 当初我把你调走的时候 是因为他找到我 是想要我开除你 我不好搏了他的面子 才把你调过去 说句不好听的话 那时候他是个经理 我没必要为了你这么个员工得罪他对吧 是 道理我都明白 但是你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你 毕竟你是我招进来的 好了 总之恭喜你 以后好好加油 进去吧 小秦看着他的背影 也终于明白自己这个优秀员工是怎么来的了 优秀员工和张楚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张楚听到优秀员工有小秦的名字 才决定让杨总把购物卡换成十万现金 他最开始的目的 就是让小秦抽那辆车而已 可小秦不知道这些 他回去的时候又听到有人猜测他和杨总有一腿 小秦抬头看去 又是刚才那个女的 之前他跟潘连一位考秦的士气争执 第二天被调到销售部 去了没几天 潘连就被开除了 除了严总 谁有那么大的权力开除潘连 是啊 还有这次的优秀员工 怎么看都没他的份 结果他不仅选上了 奖金都变成了十万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十万的奖励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可杨总孩子都上出众了 真 一个刚来不到两年的新人 有本事搭上杨总 那也算是一种本事了 这时他们发现小秦在背后 也都不说话了 怎么不说了 接着说啊 我还没听够呢 开个玩笑而已 你别当真啊 所以我让你继续说啊 让我也开心一下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其实这也没什么 你要是没有这种事 你也用不着生气 照你的意思 只有这事是真的我才能生气了 你看你 钻什么牛角尖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姑娘 做人不要那么叫真 开个玩笑都开不起 那你去吃食好不好 你说什么 我开玩笑的 你干嘛那么叫真 再说了我叫你去 你又不会真的去 你生什么气 你觉得很好笑吗 我觉得挺好笑的 难道你不觉得好笑吗 别抱上大腿了就这么嚣张 真以为自己在公司可以横着走了 小心哪天人家原配找上门 别到时候工作保不住 连名声也臭了 这时张楚走了过来 怎么在这里 小秦不想张楚跟这群女人吵 没事 在聊天呢 是啊 在聊天呢 你就是小秦的老公吧 你老婆长得这么漂亮 你可得看好了 小心哪天跟人跑了 多谢你夸奖 不过我的建议是 你下次说话前先刷牙 我好心提醒你 你怎么 如果你实在太闲 可以去外面大街上把垃圾捡了 张楚没有继续跟他吵 拉着小秦就走了 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居然说我和杨总有一腿 杨总又不瞎 怎么会看得上我 张楚脚步一顿 意味不明地腻了他一眼 你是在说我瞎吗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杨总什么身份 我什么身份 他不可能为了这么点 是画了自己的名声啊 我又不是什么天仙 好了 别解释了 不必和那些人一般见识 带我去看看你的车 这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 这要是传开了 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到时候怕你会多想 而且还怎么在公司上班 不会的 怎么可能不会 你可不要小看谣言的威力 相信我 我说不会就是不会 你怎么知道不会 张楚从兜里摸出手机 点开一段录音 他之前在行政部的时候 就和杨总走得挺近的 你怎么时候录的 你出去看车的时候 所以杨总不会让这些谣言散播 这下放心了吧 那杨总要是找他们麻烦 这个谣言不就坐实了吗 你不知道造谣污蔑会判信吗 啊 上车 我帮你把车开回去 那你的车呢 我明天来开 年会还没结束我们就走了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没人注意你的 张楚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运气是不是太好了点 这话张楚没法接 他选择了沉默 对了 你有没有看过自己的心盘 看那个干什么 看自己的命格啊 以前我上大学那会 花了一百块找人看过 本来我是不信的 现在好像有点信了 怎么说 那个人说以后我会很有钱 还有呢 但钱都是我另一半的 好像是这样说的 说我结了婚以后就会转运啥的 那还挺准的 是吧 我现在也觉得挺准的 你看这短短几个月 就完成了我之前给自己定下的十年目标 什么目标 不告诉你 这时忽然有人给他发消息 小秦随手拿出手机看了下 有好几个人发 小秦 你跑哪去了 表妹 你们宁会怎么时候结束 帮我催下层田 孩子我哄不住了 小秦 你现在手头有宽裕的钱吗 我给小颜找了个学校 不用考试就可以上 但是要花点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小秦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不禁有些疑惑 于是就给王霞拨去了电话 小秦 你要借多少 两万就行 两万是学费 还是别的什么费用 还有 那个学校叫什么 你发给我看一下 小秦我 小秦敏锐地察觉到事情不对 你借钱 真的是为了小颜上学吗 是真的 那个学校是我同事介绍的 他儿子就在那个学校上学 学校名字我记不得了 等一下我问问发给你看吧 好 那你等一下发给我看看 小秦说完就挂了电话 张楚从他刚才的对话 基本能猜到是什么事 他看了眼小秦 倒是没说什么 快到家的时候 王霞又打来了电话 你直接把学校名字 发给我就行了 不是 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声 钱我已经借到了 小秦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了 你找谁借的 这个你就别管了 这么晚了你早点睡觉吧 不打扰你了 这次是王霞先挂了电话 小秦正正地看着手机 心里莫名堵得慌 小秦 怎么了 到家了 看你脸色不太好 你母亲找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刚才他找我借钱 说给小燕找了个学校 我就问了他学校名字 后面他就打电话说借到了 不知道他是真借到了 还是不想找我借了 我又不是不想借给他 只是怕他被骗了 好了 别纠结了 你俩一脉传承 狠不下心 又迈不过砍 那现在我要怎么办 这得问你了 如果你想管他 就去把事情问清楚 如果他真的需要就借给他 如果不想管他 他既然不找你了 那就当没这回事 算了 不管他了 那就下车吧 晚上还没吃饭 你不饿 到家后 张楚自己去厨房 他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出去 去查下 那个王霞怎么回事 王霞的出租屋里 王霞正把两万块钱 转给对面的男人 你现在可以走了吧 钱已经转给你了 萧刚看到钱到账后 他冲王霞一笑 行啊 人缘挺好的 两万块这么快就借到了 你不是答应我 拿了钱就放过我们 现在钱给你了 你可以走了吧 急什么 你是我老婆 我不总你能帮我怎样 你 萧刚能找到王霞 这是多亏了姚兰 他知道王霞的老家 找不到人 就直接去了王霞家 姚兰一看他凶狠的模样 立马就把王霞的住址告诉了他 这房子挺不错的 你还是有点本事 那你还想怎么样 什么想怎么样 你别以为跑来这里就万事大吉了 你是我妻子 夫妻住在一起不是天经地义吗 王霞 我告诉你 你想摆脱我 门都没有 刚才你叫那个小琪 应该就是你的另一个女儿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来的时候可是听你嫂子说了 你那女儿嫁了个有钱人 那女婿还是个什么大公司的高管 你怎么不找她多拿点钱 最起码也得要个三十两厅吧 住这一房一厅都寒沉 王霞一把抓住萧刚的胳膊 刚子 你别去找他们 求你了 萧刚听到他的话 反手一巴掌扇过去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商量吗 不去找他们 那我找谁要钱 你给我钱 我 我没有钱 你没钱那就找女儿女需要啊 听你嫂子说 他们几百万的房子说买就买 你去要跟一百来万也不过分吧 不行 他们不会给的 刚子别去找他们 你要钱 我想办法赚钱给你好不好 小秦他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庭 你不能去打扰他 你想办法赚钱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 卖都卖不出去 既然你这么害怕我去找你的女儿女婿 那你给我拿一百万出来 我就不去找他们了 我马上走怎么样 我去哪里给你拿一百万 既然你拿不出钱 又不肯去找你女儿 那我就把你两个女儿卖了怎么样 两个女儿加起来 卖个一百万应该不难 你 你说什么 行了 一个星期之内给我一百万 还有明天再给我拿五万块来 不然我弄赶你两个女儿 说完消灯转身走了出去 小秦坐在餐桌还没吃几口 王辉忽然打了电话过来 表哥 表妹 小姑她刚才跟我借了两万块钱 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刚才又问我还有钱没有 当时我爸想给她一点生活费 她都不肯要 现在怎么突然借这么多钱 我不知道 她刚刚又找你借了吗 我听出来她是想借钱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所以我这才给你打电话 主要是我现在手里也没多少钱 我怕她借的多 我也拿不出来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你们开年会的酒店外边 不是你们这年会开到几点啊 你那个上次有点过分啊 我给她打电话 现在电话都不接 她就不怕我给她儿子带去卖了 小秦汉言 曾田这是吃定王辉好欺负 把她当成免费的保姆了 我来找你吧 小秦说完挂了电话 正好她去找王辉 把王辖借的那两万块还了 你要出去 你先吃饭吧 不用管我 我去找我表哥 我顺便把钱还给他 可以还吗 还钱这种事 还是要和张楚商量一下的 我跟你一起去 车还在酒店 正好我去把车开回来 小秦想了想也行 不然明天她又得跑一趟 到了酒店门口 就看见王辉正带的孩子站在那里 我要妈妈 她电话都不接 我去拿给你找妈妈 表哥 表妹你们您会在哪个包厢 我带她去找岑田吧 不行 你这样带进去 别人都知道曾组长有儿子了 之前她特意嘱咐我 要帮她保密 这有啥好保密的 这不是她儿子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她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你别给我添乱 让我丢了工作 我现在可是她的催债人 她这么奴役我 你说这项话吗 那还不是你自己答应 帮她带孩子的吗 胡说 我只答应帮她接孩子 没说帮她带孩子 她自己说的 我帮她接了孩子就还钱的 结果她现在都不接我的电话 这女人真是太坏了 表妹你上班小心点 可别被她欺负了 小秦看着王辉 愤愤不平的眼神 心里已经了然 这个表哥还是太单纯了 她又低头看了眼小孩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成成 哦对 是叫曾成对吧 成成用力地点下头 你冷不冷 我不冷 小秦看着成成可爱的脸蛋 心中一片柔软 喜欢孩子 你敢捡自己生一个 别人那有什么好玩的 怪不得成成会哭着找妈妈 就冲你这态度 小孩会喜欢你才怪了 你很着急走吗 当然了 明天还要上班呢 那你把她交给我 我带她 你回去睡觉吧 这个是她借你的钱 还给你 王辉愣了下才反应过来 小秦嘴里的她指的是王辖 我现在也不着急花钱 不用这么快还 不管着不着急 该还的还是要还的 你收着吧 我现在也不需要用钱 还有要是她在找你借钱 你先给我打个电话 别说借就借了 表妹 你还在跟小姑赌气吗 没有 反正你听我的就行了 那好吧 那这小子就交给你了 我可要回去睡觉了 去吧去吧 王辉终于如释重负地 把孩子推给小秦就走了 要不我们去车上等 成成 我们去车上等妈妈好吗 好 成成 你爸爸呢 没有爸爸 那家里除了妈妈之外 还有什么人呢 比如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成成只有妈妈 都没有其他人 没有 那你上学 有没有被同学欺负 没有 小秦还想说点什么 忽然瞥见增田从酒店里出来 成成看到了推开车门就跑了过去 妈妈 小秦也赶紧跟了过去 曾组长我表哥他 我都知道了 你表哥跟我说了 谢谢你 没事 你跟成成都聊了些什么 也没聊什么 我也才刚接到他呢 哦 那我们回家了 好巧不巧 增田话刚说完 一辆法拉利飞驰而来 严虎从车上下来 嫂子 小秦还没想好怎么开口 严虎的视线又落在成成身上 你和楚哥孩子都这么大了 严虎的话过于炸裂 以至于让小秦忽略了他喊自己嫂子的事 这不是我的孩子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 那这是 他看了眼增田 是不是你弟弟 小秦不由替增田捏了把汗 他不会对严虎 也像和他那样坦诚的 不是 他是我儿子 杀 这话一出 小秦诧异地看向增田 我才不信 你跟我的时候还是个春呢 不是可以补的吗 就凭五月女巫术的经验 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 严虎说完低头看着成成 小东西 他是你什么人 成成听到他的话 直接走上去 踢了严虎一脚 坏蛋 成成这个举动 惹怒了严虎 他抬手就要去抓成成 却被增田拉到了身后 你什么意思 严绍对不起 成成年纪小不懂事 请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之前不是哭着求我要你 怎么着 现在是不是找到下家了 增田低着头 没有反驳他 严绍 你说话也太过分了 严虎刚想反驳 看见张楚朝这边过来 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说的是实话 你之前不是也见过他求我吗 对不起严绍 都是我的错 你要是生气的话可以冲我来 怎么了 严虎很怕张楚 他硬着头皮说 没怎么 遇到女朋友聊了会 而张楚并不想管闲事 既然人送到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小秦看了眼增田 这是他也不好参合 点了下头跟着张楚走了 严绍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 那我也先走了 你急什么 晚上去我的 那我也得送丞丞回去 他这是你的儿子 是 走 去你家看虎口本 严绍 要不我先把晨晨送回去 再拿虎口本给你看 你看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不让我去你家 我家太破了 怕委屈了严绍 上车 我不怕委屈 增田没办法 只能坐上车 严虎开着车 本来是按照导航走的 突然车头一转 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了 严绍 你这是要去哪里 去医院 看虎口本有啥用 做亲子鉴定去 增田脸色变了下 严虎一看他反应 就更乐了 你要不要老实交代 他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增田强压下心中的情绪 故作淡定地说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你这么在意这件事 不会真的爱上我了吧 这话说完 严虎一个刹车 把车停在路边 你烧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会来上你 你算杀完毅 你不配 那为什么你非要证实 诚诚是不是我的儿子 因为老子不喜欢 有儿子的妇女 你要是骗我 我饶不了你 是我骗了你 对不起 你以为人说对不起 就完事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严虎一事办会 还真没想到要怎么样 他气了半天 而增田就像团棉花似的 他更气了 鬼鬼鬼 K我下车 增田推开车门 带着诚诚毫不犹豫下了车 小秦这边 他也一直为增田担心 你很关心你那个上司 哎 我也没什么朋友 大学那些朋友 毕业后联系的也少了 工作后的同事 都是表面关系 增田和我虽然共事没多久 但他对我挺好的 别担心 严虎不会对他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 之前我还看到 严虎打了他一巴掌呢 严虎会看在你的面子上 所以不会为难他 我跟他又不熟 我哪来的面子 你在胡说什么 之前他帮你表哥丑办婚礼 不就是看你面子 啊 这是不是会会把严虎吹上天了 严虎耗面子才帮忙的吗 好了 别说了 你应该也饿了 想吃什么 我想吃烧烤 好 两人到了烧烤店 小秦点了几瓶啤酒和一些烤串 来 庆祝一下 我今天成了年会最大的赢家 我开车 不能喝 是哦 那你别喝了 老板麻烦拿瓶橙汁过来 来恭喜我 抽到一辆车还有十万的奖金 恭喜你 张楚喝了一口 小秦一下喝了一罐 你少喝点 没事我又不开车 也不知道小秦是太高兴了 还是太郁闷 桌上的串没吃几口 六罐啤酒全喝完了 我酒量还行吧 张楚看着他喝醉的模样 眉头促起 我还能再喝几罐 走 回家了 张楚扶着他往车子走去 张楚 嗯 怎么了 我好喜欢你 有多喜欢 非常喜欢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 那你有多喜欢 跟你一样 你不能跟我一样 为什么 我没有你优秀 我还穷 你比我少点好不好 小秦说的颠三倒四 说着说着 眼泪流了出来 我配不上你 总是麻烦你 我什么都做不了 一点都帮不上你 你是独一无二的 而我却是随时都可以被替换的 张楚擦了下他眼角的泪水 别哭 你对我来说已经很优秀了 我一点都不优秀 你很优秀 别哭了 不 好好好 不优秀 原来你也觉得我不优秀 小秦哭得更凶了 张楚这才反应过来 这女人是在耍酒疯 她现在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在想怎么让你变优秀 怎么变 那样就可以变优秀吗 嗯 你骗人 没骗你 张楚说这话的时候 偏偏一本正经 小秦现在脑子本就不在线 看到她这副样子 也信了 第二天小秦是被一道电话铃声吵醒的 她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去摸手机 但摸到了张楚的脸 她愣了下 猛然睁开眼 昨晚所有的一切 全部涌进脑海 也顾不上什么电话了 直接钻进被窝里 谁知道张楚也跟着钻进来 还记得吗 不记得 那你躲什么 我 我在找东西 找什么 我帮你找 找我的脸 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 小秦钻出被窝拿起手机一看 是张楚的 蒋总给你打电话 都十点半了 你上午还来吗 什么事 海外有个视频会议 是关于人工智能数据研讨 以及后期市场投入 你要是没时间 我就让他们推迟 或者你再加开 张楚连忙下床 走了出去 你连过来 我现在去开电脑 小秦看张楚出去了 也暗自松了口气 找到自己的手机看了下 刚才是曾田给他打的电话 他赶紧给曾田回了过去 对不起曾组长 我睡过头了 没事 今天放假 我是想问问你有时间吗 有时间 怎么了 那你下午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可以 那你把地址发我吧 小秦挂了电话 张楚又进来了 我中午没时间做饭 你看是点外卖还是怎么弄 小秦听到她没时间做饭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我来做就行 你快忙去吧 那行 小秦刚准备去做饭 发现小言一个人跑过来找她 小秦有些惊讶 你一个人来的 小言点点头 紧张地看着小秦 你不是在补习班上课吗 怎么来这里了 下课了 那你是走路过来的 小言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 没有 那你在这做会 我先去做饭 小言恩了一声 她抬头看了眼小秦 但欲言又止 出去吃饭了 你把衣服换了 吃饭和换衣服有什么关系 小言来了 张楚顿了顿 只能老实地去换衣服了 小言 来坐下吃饭 小言神色复杂地看着小秦 姐姐 小秦动作一顿 转身看向小言 你是在叫我吗 小言别扭地点点头 你小心一点 什么小心一点 那个人 小秦当要问那个人是谁 张楚从书房走了出来 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张楚端起饭就吃 看得出他着急回去上班 张楚 曾组长喊我下午陪他 我得出去一趟 嗯 需要我送你去吗 不用了 看你吃饭这么急 哪敢麻烦你 你的是比吃饭更重要 小秦愣了下 感动得同时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我自己打车去就行 不用你送 真的不用 你快吃吧 真不用 那行 吃完饭后 小秦把小言送到补习班门口对他说 这么远 你下次别一个人乱跑 你要是想去姐姐家的话 给我打个电话我来接你 你要是没手机 我给你买一部 小言摇了摇头 忽然拉住小秦的手 我不要手机 你小心那个人 哪个人 小秦看出了他的恐惧和紧张 没事 你别怕 慢慢说 肖刚 肖刚是谁 是你爸爸吗 他不是我爸爸 这显然是气话 但小秦已经确定了 他找过来了 小言点了点头 眼眶突然就红了 他拉着小秦的手 好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 你为什么会让我小心他 他是不是去你家说了什么 还是做了什么 于是肖炎就把昨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小秦 尤其是他说要卖掉他们的时候 小秦脸色也变了下 他这也太嚣张了 我可以直接报警 他不在 他没在你家 昨晚他就走了 不知道在哪里 小秦有些犯愁 他要是不在的话 怎么报警 我还是先问问律师再说吧 这里跟小县城不一样 他不敢乱来的 你别怕 先进去上课吧 肖炎犹豫了一下 转身进了教室 小秦也打了个车去增田约定的地方 在车上 他记起之前表哥结婚的时候 严虎和那个律师很熟 于是他跟严虎发了消息 要了杨建律师的电话 就给他打了过去 你好 杨律师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一些问题 怎么收费 八十元 这么便宜 张楚不是说他一小时要几千上万吗 秦小姐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 不过我不接离婚的官司 他不是不接 而是不敢接小秦的离婚案子 啊 不接啊 什么 难道真是离婚的 是啊 我想咨询一下 如果你不接的话 那就算了 我去找别人 等等 怎么了 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要离婚吗 因为家暴 家暴离婚的话 应该怎么取证 什么 家暴 小秦觉得奇怪 他好歹也是个大律师 听到家暴会如此震惊 真家暴啊 杨律师 我没跟你开玩笑 这家暴还能有假吗 这个 他为什么会家暴 我也不知道 你是替别人咨询 还是给自己咨询 姑娘 到了 哦 好的 小秦说完又对电话说 杨律师 我要手机付钱了 既然你不接这种官司的话 我再找找别人 不等杨剑开口 小秦就挂了电话 一下车 就看见曾田在商场门口 曾组长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不是抽了一块表吗 拿去退了还债 啊 就这事 主要是我一个人无聊 就喊你来做个伴 哦 这样啊 昨晚我听阎虎喊你嫂子 之前他还帮你表哥筹办婚礼 我很好奇 以前你们好像都不认识 小秦这才明白 原来这才是曾田叫他出来的目的 是啊 我和他也不是很熟 他可能和我表哥比较熟吧 我表哥这个工作还是他介绍的 原来是这样 没事 我只是随便问问 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怎么可能不紧张 我怕你误会我和阎虎之间有点什么 不会的 我跟阎虎之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好了进去吧 我看这表能退多少 说完他们一块进了商场 而在家里开会的张柱 也接到了杨健的电话 怎么是 张兄 给我两分钟时间 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你说 秦小姐刚才给我打电话 向我咨询离婚的事 这件事你知道吗 张柱冷不丁听到这句话 手抖了一下 眉头一拧 你是不是打错了 没打错 小秦不是你老婆吗 张柱沉默了 她想了下这几天的所有的事情 也没想到哪里出问题 会让小秦背着她咨询离婚的事 张兄 张柱已经不淡定了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是家暴 我也不确定 他说的是不是你 所以才打电话问你 家暴 张柱下意识想到昨晚的事 难道对他来说 那个算家暴 张兄 难道你 闭嘴 闭嘴 不是我 什么意思 他应该是帮别人问的 你打个电话给他 看他怎么说 好的 张柱挂了电话后 沉默了下 拿出手机拨落的号出去 张总 王霞那边盯的怎么样 王霞的老公找来了 两人昨晚在屋里待了两个多小时 萧刚离开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去 另外萧刚的资料已经发给你了 你注意查收 继续盯着他 明白 要采取什么行动吗 目前不用 盯着他就行 要是他敢打小琴的主意 你不必留钱 好的张总 商场里 小琴和曾田正在专柜退货 这位女士 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退 不喜欢 不好意思女士 本店无法办理退货 这昨天刚买的 为什么不能退 因为这属于特殊奢侈品 小票上也有写 一斤出售该不退货 在期天内不影响 二次销售的情况下 可以更换一次 曾组长 要不咱们走吧 真的不能退吗 抱歉女士 不能退 你可以看一下其他款式 曾田拿起盒子就走了 曾组长 怎么了 你生气了 没生气 我就是郁闷 抽到这么个东西 退又不能退 还是男士的 带又不能带 我拿来有什么用 他不是说七天内可以换吗 你可以换个女士的 我疯了 带二十万的表 但你身上的衣服也不便宜啊 假的 啊 这些牌子货 都是掩虎送的 我之前以为是真的 就拿去退 结果人家跟我说是高仿的 什么 盐虎这么大个富二代 还干这事 他这个富二代 有名无实 手里也没多少钱 不过也比我们有钱 只要他每个月能给我八万 送的东西真假 我无所谓 这么说的话 盐绍对你还是挺不错的 算了 我挂网上卖吧 曾田带着小秦去了奶茶店 坐下后 便拿出手机拍照 把手表挂在网上出售 嫂子 不等小秦开口 冯娇一点都不见外地坐了下来 你们是在逛商场吗 是啊 怎么没看见张楚歌和你一起来 他在上班 对 冯娇视线一转 落在桌上装表的盒子上 卡德亚 嫂子是你买的吗 说着他就把表拿了出来 男士的 你是准备买来送给张楚歌的吗 这不是我的 是我们曾组长的 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嫂子的 曾田看了冯娇一会儿 又看了眼小秦 略有所思的开口 这的确是我的 但我没想到我男朋友不喜欢 小秦听到这话满脑子的问号 曾田想干什么 这表好像是新出的 又是限量版的 你买这么贵的表给他 他还不喜欢 你男朋友怎么这样 这部小秦说他老公喜欢这款手表 所以就约他出来 正打算转给他 正商量价钱呢 小秦刚想说话 曾田给了他一个别说话的眼神 可是我没想到小秦这么穷 连一块表都买不起 所以我准备挂网上卖了 小秦再次无辜躺枪 神色复杂地看着曾田 嫂子 你差多少钱呀 要不我借给你吧 不用不用 这么贵 我就算借了钱也还不起 等一下我去买个高仿的送他就好了 你要买高仿的送给张楚歌啊 嗯 反正他也不懂 冯娇听到这话不经笑了 他不懂 小秦不知道怎么接话 嫂子 这表你真的不要啊 我不要 我买不起 那这样吧 这位曾小姐 你也别挂网上了 你直接卖给我好了 就当帮我嫂子一个忙 你确定要吗 买了可不能退的 你放心 这点小钱不至于 你打开你的收款账户吧 曾田拿出手机 打开自己的收款账户 转这个账号 冯娇拿出手机 爽快地给他转了钱 好了 转过去了 谢谢这位小姐 表你收好 小秦呆呆地看着两人 他看不明白曾田的操作 也没看明白冯娇什么意思 怎么突然把表买了 你买这块表 是准备送给男朋友吗 是啊 不过你放心 他要是不喜欢 我也不会找你退钱 那就好 你们还要继续逛吗 不了 我们准备回去了 那好吧 下次有机会再一起逛 冯娇说完就走了 小秦看着他天真无邪的笑容 心中有些触动 真是个善良又有钱的姑娘 小秦一回头 就看见曾田意味不明地看着自己 曾组长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你长点心吧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买这块表 你真的不知道 不是为了帮你的忙吗 你晚上回去看看 说不定这块表就出现在你老公手上了 啊 为什么 你还没听懂 没听懂 你不会真的以为 他只是为了帮忙才买的这块表吧 刚才他和你打招呼提到张楚的时候 他的反应就有点不对劲 后面我稍微试探一下 他就直接上钩了 这下小秦才回味过来了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你是说 他看上张楚了 你还算没傻到家 曾田这么一说 小秦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你自己注意点吧 这姑娘心机不浅 我知道了 谢谢曾组长 冯娇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又有钱 曾田还说他心机深 小秦瞬间感觉到成倍的压力砸了下来 不用谢 走吧 我要去接孩子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我刚才在商场遇到嫂子了 嫂子 你说的是小秦吗 是啊 我见他在商场看了这块表很久 他没钱买 应该是想送张楚歌 我就偷偷给他买下来了 你人还挺好的 那当然了 我乐于助人 人美心善 你拿去给张楚歌吧 就说是嫂子买的 你自己干嘛不去 他那么嫌弃我 我拿去不得被他丢垃圾桶 说的也是 但是我拿去要怎么说 直接说是你替小秦买的 这跟你送过去有什么区别 我不管 反正我给你了 你给小秦也好 拿去扔了也罢 随便你怎么处置 冯娇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超拿着手表一阵头疼 拿给小秦 他肯定不会收 最后他只能叫快递小哥送 让快递小哥带话 说是他老婆送的 而张楚收到快递的时候 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曾田在年会抽到的表 他想不通为什么这表会从曾田手里 载到自己手上 于是他跟华盛要了曾田的电话 直接拨了过去 你好 曾组长 我是张楚 是你呀 怎么是 也没什么事 你现在和小秦在一起吗 我们分开快半小时了 你联系不上他吗 那倒不是 我刚才收到个快递 是你年会抽到的同款表 我不认为这款表 在闽城有两只现货 你这么快就收到了 怎么说 于是曾田将事情的经过原封不动告诉了张楚 是你铭记的吗 不 是以小秦的名义 他倒是挺会的 当着小秦的面把这块表买下来 又以小秦的名义记给你 小秦如果回去看到这块表在你手里 很难不多想 我知道了 张楚挂了电话响了下 他打电话叫了快递 把表给蒋欢寄过去了 这边小秦才准备去坐公交回家 就接到了杨剑的电话 杨律师你好 秦小姐 忙完了吗 忙完了 怎么了 之前我们还没有聊完 你可以继续说 你不是不接离婚的官司吗 我可以接 但得看情况 小秦听到这话有些欣喜 我 我一个朋友 他被老公家暴很多年 他没有个女儿 他因为那个女儿忍了 前段时间 他老公想把女儿嫁了 但他女儿还没16岁 然后我朋友就带着女儿跑了 现在他那个老公又追过来了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不仅仅是离婚就能解决的 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来说 首先要考虑的是受害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如果强行离婚 很可能会激怒施暴者 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小秦听了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说了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想他们离婚的话 那很容易就能办到 不不 肯定还是要先保证人身安全 所以现在应该怎么做 我现在无法评估受害者的安全风险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让我当面和受害者谈谈吗 这 是不方便吗 那倒不是 我得先问问 了解 那你先和你朋友商量一下 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的 谢谢杨律师 小秦挂了电话 想起了父母离开的那天 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 正想着 张楚给他打来了电话 喂 张楚 你怎么了 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 没有 我在等公交车 你把定位发我 我去接你 你忙完了吗 忙完了 你先把定位发我 好 小秦刷了快二十分钟的手机 张楚的车才来 他急忙收起手机 起身走过去 拉开车门上车 你真没事 没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对了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们去买菜吧 今晚不做饭了 许天要请客 他为啥请客 可能是庆祝比赛队伍成立 这是小秦的手机响了 拿起一看居然是舅妈打来的 小秦你在哪里啊 你找我什么事 哎呀出事了 你快点来我家一趟 发生什么事了 你母亲电话关机了 你那个既父找不到他 就跑到我们家里来要人 真的是我们上拿给他找人去 小秦听到这话也愣了下 王霞不见了 那你报警啊 他又没干什么 报警有什么用 那他现在在你家干嘛 还能干什么 在跟你舅舅聊天呢 我给他打电话 小秦说完 直接挂断电话 给王霞打过去 打几次都是关机状态 怎么了 事到如今 他想瞒着张楚也瞒不住了 他迟早都会知道萧刚的存在 我就妈说萧刚找不到人去他们家了 结果张楚连萧刚是谁都没问 找不到人 难道你母亲和萧炎也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 先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于是张楚开着车 带着小秦去了租房和王霞上班的地方 结果都没找到 最后在公园里找到了他 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怎么在这里 萧炎看见小秦之后 像是看到救星一样 跑到小秦身边握住了他的手 萧炎的手很冰 这让小秦有些生气 你为什么带着小秦来这种地方 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你电话打不通 萧刚就找到舅舅家去了 他 他没有做什么吧 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出现 他就会一直缠着舅舅他们 或者来找我 你能先安理得躲在这里吗 听到这话 王霞脸色一点点变白 最后失声痛哭 小秦听到他的哭声 也是心烦意乱 王霞走的时候没留给他什么 现在回来 却给他带回来一堆的麻烦 我能怎么办 我现在只有去死 死了他就消停了 小秦身子一僵 又末地看向王霞 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给你叫个车 带他们先回去 我去你舅舅家看看 不要 你别去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没事 我就去看看 我不动手 不是动不动手的问题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你是我老婆 如果他来找你 我都得卷进来 事情迟早要解决 你相信我 张楚 好了你就放心吧 我叫杨健过来 正好让他和你母亲聊聊 张楚不给小秦说话的机会 转身便走了 小秦看了看消炎 又看了眼哭得伤心的王霞 突然间头痛不已 他想起张楚的家人 再想想自己这边的家人 就像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张楚上了车 给杨健打完电话 便前往摇篮家里 没一会儿 杨健忽然打了个电话过来 你出发了吗 出发了 你刚才叫我去找秦小姐 你打算要怎么解决 我还没有想好 什么叫没想好 一个小小的肖刚就把你拦住了 不是 我只是不想这么早解决他 你是想让那个王霞再吃点苦头 张楚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我看了你发给我的资料 肖刚不是喜欢赌吗 等他赌的时候一个举报他就进去了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肖刚好解决 我理解 要是按照你的意思 可就不好弄了 挂了 你早点过去 张楚来到小区 他不是先去摇篮家 而是去看老爷子 开门的不是老爷子 而是冯娇 张楚哥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是张爷爷留我在这里的 他老人家一个人多无聊啊 你又不来看他 我陪着他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张楚无视他的话 抬脚走了进去 你小子怎么来了 小秦没跟你一起来 他有事 老爷子听到小秦没来 一副不爱搭理张楚的样子 张楚转身就要走 等一下 又怎么了 来都来了这么急着走 坐下 张楚沉默了下 还是走过去坐下了 而冯娇好像是女主人一样 进了厨房洗水果 您怎么还留他在这里 小娇多好啊 整天帮我洗衣做饭 还陪着我这老头聊天 哪像你 半天蹦不出一个字来 你要是无聊 可以去我们那边住 我不去 我去干什么 当店登泡 你早点给我生个重孙 我再过去 你脑子里就只有重孙吗 那不然呢 我都这个岁数了 不想着抱重孙想什么 老爷子说到这里 忽然想起什么来 对了 你俩现在怎么样了 你不会这么久了 还没上岗吧 张楚有些聊不下去了 他站起身说 我先走了 反正你有人陪 应该也不需要我 你这臭小子 冯娇刚好端水果出来 看他要走 张楚哥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呀 张爷爷昨天还在念叨你呢 你就多陪他老人家说说话呗 我什么时候念叨他了 别胡说八道 张爷爷您就别口是心非了 不然一会儿张楚哥真走了 你又得自个儿生闷气了 你这丫头竟胡说八道 对对对 是我胡说八道 那张楚哥 你走吧 我不拦着你了 张楚于光瞥见老爷子的臭脸 知道冯娇说的是真的 刚要做出反应 外面传来吵闹声 你个小东西还敢对我动手 信不信老子把你头打飞 来来来 你过来把我头打飞 有种你别跑 王辉一回来 就好言相劝萧刚回去休息 结果这萧刚赖着不走 两人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 可萧刚没两下就被王辉打倒在地 萧刚只能灰溜溜跑出来 指着王辉放狠话 小子 我跟你说你完了 你把我打了 没隔二三十万 这事儿别想了 你等着律师函吧 不错 你居然还知道律师函 我以为你是个法盲呢 那你说 你打我小姑这事 你得判几年 你别胡说八道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他了 今天你打了我 这里监控可都有 你别想赖账 你给我等着 王辉追上来 吓得萧刚连连后退 推到老爷子门口 一转头看到张楚 他愣了一下 张楚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看我今天不打嘎他 这时摇篮追了出来 一把拉住王辉 小辉你干什么啊你 这是别人家的事 你去瞎掺和干什么 你给我回去 你放开我 他不是打人很厉害吗 来啊 我看看他能不能把我怎么样 摇篮急得不行 冲着门口的张楚直喊 哎呦张楚你来得正好 你赶紧把你这个岳父带走 别来我们家了 你们自己的家 是关上门解决不行吗 别来烦我们家了 妈 你 你给我闭嘴 快回去 摇篮说完 就把王辉拽了回去 萧刚看王辉走了 下意识看了眼旁边的张楚 这时冯娇也跟着走了出来 他打量着萧刚 眼中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嫌弃和鄙夷 你就是小秦的继父吗 是 是啊 你是谁 我啊 我是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 萧刚看了眼冯娇 又看了眼张楚 那你们怎么从一个无理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你胡说什么 萧刚是吧 借意不说话 萧刚正愁着怎么接触这个女婿 现在正好她自己送上门来 可以啊 张楚说着往楼下走 萧刚急忙跟了上去 冯娇站在门口 看着张楚那道修长的人影消失 她手指越捏越紧 她想不明白 张楚到底看上小秦什么 一个这样的继父 还有个那样的妈 她就那么喜欢收拾这些烂摊子吗 小娇 什么还不进去 张爷爷我在担心 那个男人看起来不好惹 他不会伤害张楚哥吧 再来两个都伤不到他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快进来吧 好 不过嫂子也太可怜了 怎么会摊上这样的家庭 是啊 不过没事 小楚会解决的 能嫁给张楚哥 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什么事都有张楚哥帮他 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找个老公不就是为了有个依靠吗 我还是觉得女生还是要独立一点 不能什么都靠男人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还没嫁出去 你呀 眼光不要那么高 从古至今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张楚哥和嫂子之间的差距太大 要是嫂子知道了身份 怕是走不了多远 老爷子没有说话 他怪异的看了下冯娇 楼下张楚淡淡的看见萧刚 你是小秦的老公 那也算是我的女婿了 听说你在大公司当助理 工资肯定很高吧 然后呢 真没想到 那娘们生个女儿还挺出息 嫁了你这么个厉害老公 你接着说 别停 我爱停 话说回来 你这么有钱 拿点钱出来给老张人花 是不是应该的 应该的 你要多少 不愧是当高管的 就是好面子 我还有一堆词儿没说呢 你那么有钱 那就随便拿个三五十万出来 再说了 你娶我女儿 你彩礼都还没给呢 我那么大的女儿嫁给你 你可不能太寒酸 要不说出去 你脸上也没面子 是吧 萧刚看张楚不说话 又自顾自的说 你就给个九十八万 对你来说不过分吗 嗯 一点都不过分 怎么也得给个九百八十万 萧刚脸上瞬间垮了下来 说了这么久 你是在逗我完事吧 张楚手里夹着银行卡 缓缓开口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萧刚瞪大了眼睛 下意识要抬手去拿卡 张楚手腕一转 将卡收了回去 你是在忽悠我吧 你这卡里根本没有一千万 有没有一千万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又没说要给你 你是不是在耍我 你现在才发现 萧刚抬手要一拳抡过去 但手到半空 就被张楚轻而易举地抓住了 他试图挣脱 却发现张楚手劲很大 捏得他手腕生疼 你竟敢这样对你老丈人 疼疼疼 谁给你的勇气 敢当我老丈人 你放开我 不然我就报警 好啊 需要帮忙吗 张楚拿出手机 当着他的面报警 萧刚瞪大眼睛 看他居然真的把号拨出去了 连忙叫唤 别别别 我开玩笑的 别报警 张楚瞥了他一眼 旋即松开手而后挂了电话 萧刚没想到这个女婿这么难搞 刚准备要跑 站住 你还想干嘛 你不是很想要钱吗 想啊 你又不给 万一我心情好 就给你了呢 你又想耍我是吧 不会 既然你说你是我老丈人 那你总得做点老丈人该做的事 不然我这钱为什么要给你 萧刚突然来了精神 他两眼放光地盯着张楚 那你要我做什么 比如 去帮你女儿教训一下 那些欺负她的人 谁 谁敢欺负我女儿 我去弄嘎她 他舅妈不就是吗 萧刚愣了下 就楼上那个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可没叫你去找她的麻烦 我不管 谁敢欺负我女儿 我不会让她好过 我现在就去找她 你也太冲动了 你这样找上去 别人还以识小秦教唆的 你这不是置他于不义吗 再说了 小秦心地善良 若他救妈出了事 他也会伤心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件事 这套老房子 是王霞的父母留下的 这样说起来 是不是也有你的一份 张楚的话让萧刚如梦初醒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这房子应该有我老婆的一份啊 这房子能值多少钱 一百万左右吧 那这么算的话 我岂不是可以分五十万 这我就不清楚了 萧刚赞赏地看了眼张楚 你不愧是我女婿 我女儿没嫁错人 如果你需要法律援助 可以随时联系 张楚说着给了她一张名片 萧刚接过名片 上面写的是杨健 听你这意思 就算是打光散 我也能分到这房子的一半 没错 萧刚笑得合不拢嘴了 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婿啊 张楚在萧刚还在 沾沾自喜的时候 她已经上车去接小情了 我觉得杨律师人挺好的 这么大老远过来 只收了我八十块 改天给她买点别的礼物 什么 她收了你八十块钱 是啊 是不是很便宜 她肯定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或者言少的面子上 给我打折了 张楚紧绷着一张脸 好像讨着失败了一样 你怎么了 好像心情不好 没事 对了 你去舅舅家怎么样了 那个人有没有为难你 没有 去晚了 她已经走了 哦 那就好 张楚把王霞先送回去 这才跟着小情回家 我要去洗漱了 要一起吗 不要 今晚我不洗了 好吧 那我去了 你明天还要上班 早点睡吧 张楚走后 她突然想起白天增田说的话 于是她在屋里到处寻找那块表 都没有发现那块表的踪迹 第二天小情起床时已经十点半 张楚已经做好早餐去上班了 小情吃完早餐 准备下午去公司上班 这时姚兰又打来了电话 小情 你敢请喊你母亲来管管那个肖刚行吗 她今天又上我们家闹事 她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昨天来要人 今天来要房子 怎么我们家是欠她的啊 小情愣了下 什么 要房子 是啊 今天她一进门就说这房子有她的份 我拍她是个什么东西 把肝子都打不着关系的人 还想来分房子 你说说她哪来的脸 小情想起之前 想买那房子的时候 摇篮给她折腾出一堆的事 还好那房子没买 不然现在被缠上的就是她了 小情你说话啊 你觉得这事她做的是不是不地道 小情压下心中的意样 随口敷衍道 嗯 我知道了 你跟你母亲说一声 实在不行你来劝劝她 她好歹也是你继父是吧 舅妈 我现在要去公司上班 晚点我找时间和她说说吧 那行 你赶紧的 这男的真是臭不要脸 小情赶紧挂了电话 出门坐公交车去公司 摇篮打完电话 回到屋里 看到肖当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她又给王辉打了电话 这肖当怕王辉 只有王辉回来才能制住她了 你打电话去了吧 没事 你当着我的面打也行 我已经问过律师了 这房子还真有我的份 这房子跟你有怎么关系 你还好意思来呀 怎么没关系 这是我老丈人留下来的遗产 而且他们也没有立衣主 这房子就应该平分 嗨音 还你老丈人 你把王辉喊过来 看他好不好意思来分这个房子 他一走二十年 一点音讯都没有 老郎口生病住院的时候 他在哪里 连去世的时候都没回来 现在好意思来分房子 也不怕遭报应 旁边的王庆听不下去了 你在说什么 你给我闭嘴 每次一遇到事情 你就出来装好人 你给你妹妹打电话 把她叫过来 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王庆有些烦 不想跟姚兰理论 把脸转到另一边 你不打我来打 姚兰说着就拿出手机打电话 王庆一把抢了她的手机 你给她打电话有什么用 这摆明了是萧刚来要的 她根本劝不动 你就别为难她了 姚兰又愤怒又不可置心 瞪着王庆 王庆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这房子你不要了是不是 那好 你把这房子给他们 我们出去睡大街行不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把小霞叫来也没用 小霞小霞 叫得这么亲热 王庆我算是看明白你了 你就是个白眼狼 你就知道向着别人 我才是那个外人 我走行了吧 摇篮气的转身回屋里收拾东西 王庆急忙追上去 两人门一关 又在屋里吵了起来 王辉回来的时候 就听见爸妈在屋里吵架 他一见萧当立马冲过去 你又来干什么 昨天挨打没挨够是吧 萧当还是有点怕王辉 他立即站起来 绕到茶几对边 你凶什么凶 我今天是来讲道理的 我看你就是虎脚蛮缠 你自己找不到人 逃我们这来闹什么 我今天不是来要人的 我是来要房子的 王辉愣了下 你是不是有备 你要什么房子 这你就不懂了 这房子是遗产 你姑跟你爸都有继承权 知道了吧 那和你也没有关系 你又不是我爷爷奶奶的子女 我不是 但是你小姑是啊 我是来帮她要的 你说这是我小姑的意思吗 那当然了 要不是她跟我说 我怎么会知道 这房子是你爷爷奶奶留下来的 王辉眉头紧紧拧在一起 他计算着要是把萧刚打跑了 回头他找人来打官司 房子说不定还真被分走了 王庆跟姚兰在屋里吵完了 最后还是王庆妥协 答应把王霞喊过来 王霞没上班 来得很快 小霞你来得正好 这个萧刚说是来帮你要房子 这是你知道不 王霞当然知道 昨晚回去的时候就遇到萧刚了 萧刚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拿一百万给他 要么帮他要房子 王庆看他沉默 脸色也不好看了 小霞这是真的吗 王辉也急了 如果真是王霞受益萧刚来要房子 那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小姑你说话呀 王霞也被逼得急了 对是我说的 这话一出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全都用各种各样的眼神看着他 好像他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一样 小霞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说说你 你走了这么多年 老老口临走前你都没回来 老爷子在一院住院三个院 我每日每夜是候他 我们都没有埋怨你一句 前段时间你一个电话 说你活不下去了 你哥更是让话不说给你车费 让你回来 还想方设法让你和女儿相认 现在你就这样对我们啊 最后一句可以说是灵魂质问 问了王霞抬不起头来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房子是他爸妈的 他有权利分房子 你们可不能到的绑架 要不然 你们把老两口从土里掏出来 问问他们这房子给谁 姚兰气急败坏的瞪了眼萧刚 这有你什么事 我再和王霞说话 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 好好好 你们说 反正我也不亏 我还巴不得王霞拿一百万来呢 大哥 嫂子 这事是我对不住你们 但是我现在没有工作 小颜还要上学 我 这么自私的借口 王霞有些说不下去了 可他也没其他的办法了 萧刚跟他保证过 要么拿到房子 要么拿到一百万 他就不纠缠他了 也不会再打两个女儿的主意 王庆你看看 这就是你当保释的妹妹 你那么帮他 他就这么回报你的 王庆这时也说不出话来了 他一直以为是萧刚逼他来的 没想到 王霞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跟你把话挑明了 这房子 我们是不可能分给你的 你要是非得要这房子 你就去打官司 看看这房子会不会判给你 王霞纠结地看了眼姚兰 余光接触到萧刚的眼神 事到如今 他也活出去了 再退缩只会更麻烦 爸妈应该还有存款吧 你们不能都拿了 我们不要房子也可以 给我们五十万 五十万 你还真敢要啊 那老蓝口子有点钱都拿给你养女儿了 倒走都没剩下几个钱 你还张口就要五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呢 做人要有点良心 没良心会遭天险 之前我还同情你 现在看来 你变成现在这样真的是活该啊 是老天有眼啊 王霞强忍着难堪 那就只有打官司了 打官司就打官司 我怕你啊 王辉猝了下眉 他走到姚兰面前 拉着他往外面走廊走去 你拉我出来干嘛 你不会跟你那个爹一样 胳膊肘往外拐吧 我怎么可能胳膊肘往外拐 但小姑不是咱们一家人吗 你老是这样 恨不得把一家人全都得罪光 你这个臭小子 你没看见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吗 他都没有把你当成一家人 你还把他当一家人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脑子是怎么长的 可他是表妹的母亲啊 表妹之前帮了我那么多 再说了 当初你要是把房子卖给表妹 还会有这些事吗 我那还不是为了你 你不要老拿这件事来说 李燕他爸不是给你一百五十万 你拿出五十万给他不行吗 不对 你还是给表妹好 免得他那个肌肤又拿去赌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那是留着给你娶老婆的钱 你真大方 还拿出五十万给他 我真想打你 这钱是怎么来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那可是两条人命 这钱本该给惠惠他母亲的 还有 就算是娶老婆 我也不会用这个钱 你你你 王辉一番话 差点把摇篮气得昏过去 你们在说什么呢 冯娇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 正一脸八卦的看着两人 还能说什么 家里有两个白眼狼狈 真是气死我了 是不是那个水又找上门来了 你们干嘛不报警呀 他现在是来要房子的 要什么房子 要我家的房子 还要跟我们打官司呢 姑难你说说 哪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这确实太不要脸了 要不我找个律师 帮你们咨询一下 真的吗 哎呦 你真是个好人呢 太谢谢你了 没事 这有什么 我认识很多律师 随便问问又不耽误事 好好好 太感谢了 你认识的律师一定很厉害 于是冯娇拿出手机 找了个比较熟悉的 直接把电话拨出去 冯小姐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居然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邓律师 你有空吗 我有个朋友遇到点麻烦 想咨询你一下 冯小姐找我 就算没空我也得有空啊 你朋友在你旁边吗 就在我旁边呢 让他和你说吧 好 冯娇将手机开启 免提递给姚兰 姚兰头一次和律师接触 不免有点紧张 那个律师 事情是这样的 于是姚兰 唧里呱啦地开始 遇到那些破事 屋里的萧刚也出来了 一出来就看见姚兰 在咨询律师 便黑着脸在旁边听 律师 我说完了 你说她是不是 不该来分这个房子 呃 我大致了解了 如果你说得实话 并且没有利益主的前提下 根据法律 对继承权的规定 按照继承顺序 以及赡养义务 和失联属实的话来看 她的确没有继承权 姚兰听到这话 瞬间松了口气 回头瞪了眼萧刚 怎么样 听到了吧 你们没有继承权 还想跟我讲房子 你胡说 我也问过律师了 他明明说我老婆有继承权 那头的邓律师 听了突然来的兴趣 哦 是哪位律师说的 叫养什么的 不过我现在就可以 给他打电话 那你给他打电话 我倒想听听他怎么说 打就打 萧刚说着 拿出手机开着免提 直接给杨健拨了电话 你好 杨律师你好 他们那边也找了个律师 说我没有胜算 你给他们说说 我怎么就没有胜算了 有胜算的 你别担心 这位律师 声音听着有点耳术 不知道怎么称呼 邓律师突然开口 杨健听到这声音 也愣了下 我是杨健 你是谁 我是邓彪 两部手机都沉默了 杨律师 你们认识啊 当然认识了 去年我们还在法庭上见过呢 去年那场金融官司 双方当事人都找了最厉害的律师 打了大半年 两人没少交锋 结果还是以邓彪败诉收场 杨大律师 所以说 你是接了这个案子吗 是啊 邓律师 不会你也接了 当然了 不然我们怎么会在这里隔空聊天呢 不过话说回来 你为什么会认为那位王侠 有着房子的继承权 血缘亲属在继承房产时 想有优先权 我当事人作为父母的亲生女儿 应当享有合理的继承权 他失联20年 这期间并未尽到赡养的义务和责任 但他失联20年并非本意 况且他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托付给父母抚养 女儿作为他的亲生骨肉 也参与了赡养义务 我当事人因为家庭婚姻状况和经济困难无法回家 不能因此否认他对家庭的责任 他嫁人之后将女儿交给外公外婆抚养 这是否意为他并未尽到母亲的义务 以及他对家庭责任的放弃 他以自己的方式关心他的女儿 为女儿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提供经济支持 确保女儿的幸福 这难道不足以证明他对赡养的责任吗 这两人在电话里隔空辩论 听得他们几人面面相去 感觉都很有道理 邓律师 现在我们在这里辩论没有意义 咱们法庭上见分晓 我也正有此意 杨健也懒得跟他客套 直接挂了电话 想想因为这么个小案子跟邓彪在法庭上辩论 他就觉得 这事又要闹笑话了 杨健想了想 还是给张楚打了个电话 张楚这会儿正在和蒋欢聊事情 杨健一个电话打断了两人对话 怎么了 你老婆那个舅妈 找了邓彪帮他打官司 张楚有些意外 姚兰怎么能找到邓彪 以邓彪的性子 这种官司 他看都不会看一眼 谁帮他找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不然他怎么可能接这种官司 现在他接了这官司 你的计划可能就要泡汤了 张楚计划打算下退姚兰 让他觉得官司赢不了 再加上肖刚的纠缠 让他自己受不了把房子卖给小秦 毕竟小秦对那套房子有执念 现在金邓彪这么一捣乱 那最后的结果 房子只能是王霞或者王庆的 和小秦没什么关系了 这官司不能输 那你只能从王霞那里 想办法把房子拿给小秦了 这事还得你去办 怎么说 你先收集肖刚家暴和赌博的证据 到时候法庭上把肖刚推出来 懂了吗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到时候把肖刚一起解决了 再打赢官司 让王霞拿到那套房子 这房子自然就是小秦的了 张总 你老婆家的这点事 现在已经冒得这么刺激了吗 两个大律师打官司争夺房产 这两人也不怕以后出门被同行笑话 而小秦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他好多天没来公司上班了 来到部门后 他突然感觉人好像少了 他走到曾田身边 曾组长 我现在做什么 曾田抬头看了他一眼 后天就放假了 你桌上有份明年的计划 你先看看吧 不着急做 好的 小秦又看了眼旁边 部门怎么就剩两个人了 其他人都请假了吗 有两个休假了 那个在年会上跟你吵架的辞职了 那个跟人造谣我和杨总有一腿 没想到居然辞职了 难道是杨总出手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最后两天也没什么事做 这次放假七天加五天年假 总共有十二天假期 他拿出手机给张楚发消息 问他过年有啥安排 没有 你有什么安排 我也没有 就是想问问你有啥计划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就把年假请了 有十二天的假期 去法国吗 张楚早就想去法国了 不是去看沈妮 而是博外好多事等着他处理 而且还有个技术交流会 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 可是我没有护照啊 交给我 张楚都这样说了 小秦也只好答应了 不过走了也好 省得看舅妈闹心 肖刚找他们要房子 这是肯定一时半会掰扯不完 小秦把年假条交给增添后 等到下班 就收拾东西回家了 回家后 张楚还没有回来 他就开始做饭 等到八点多张楚才回来 他看到餐桌上的饭菜 严肃一整天的脸色 终于柔和了不少 你什么时候放假 跟你同一天 小秦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我哪天放假 我可以请假 和你同一天放假 这么任性吗 必须的 我后天放假 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法国 护照应该要等很长时间吧 张楚这才想起正事 你一会儿把户口本 和身份证给我 等你放假了 大后天我们就走 这么急 晚一天吧 我们去给阿姨他们 买点礼物带过去 听你的 吃过饭 小秦进屋把证件 都拿了出来递给他 我出去一趟 晚点回来 你早点睡 小秦看他拿着 自己的证件出门 猜到他要做什么 你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明天再去也行啊 现在去找人 后天就能办下来 不然他们也要放假了 那你路上小心点 嗯 你把门锁好 张楚拿着他的证件 开车去了私人会所 在路上 杨健给他打了电话 我查到了 那个邓彪 是你朋友冯彪找的 张楚眉头微醋 但好像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不是冯彪就是张超 也只有这两个人了 你可以找下那个冯彪 让他喊邓彪放弃这个官司 不过以我跟邓彪之间的过节 让他放弃有点困难 我知道了 来到会所包厢 许天和另外一个中年男人 已经在里边坐着了 老楚 你是怎么说服你老婆和你出国的 你去吗 我去干嘛 随便说说 你还是别去了 张楚想到了秋颜 许天要是去了又得翻天 我明白了 去法国你不能陪着嫂子 你是想找个人陪着她吧 那还不简单 叫掩虎去啊 张楚面无表情 就好像在说他是傻子 那小子是有点不靠谱 算了 先把你老婆的护照办了吧 小秦躺在床上玩着游戏 冯娇给他发了消息 冯娇跟他说了今天肖刚去要房子的事 自己还帮他舅妈找了个律师 顺便吐槽小秦那个继父的坏话 小秦玩到十二点 张楚还没回来 就给他发了消息 等了一会 张楚没有回复 这才放下手机睡觉 张楚接近一点半才回来 回来后而是去书房处理手头上的工作 第二天小秦起床 他去书房一看 张楚还在电脑面前工作 张楚 你是没睡 还是刚起床 我刚起床 你今天还要上一天班 是啊 你怎么一大早就工作了 这两天是不是很忙 还好 小秦看他的脸色 感觉不像是刚起床的样子 我去做饭 吃完早餐 张楚开车送小秦去了公司 你昨晚是不是没睡觉 我睡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看着你像是没睡的样子 你要是没睡觉就别开车了 安全第一 别担心 快上班去吧 张楚今天是很多 他把后天的会议提到了今天 上午开了一上午的会 中午下班 终于抽空睡了个午觉 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下午快四点 讲欢第五次进来才醒了过来 你怎么不叫我 我怕你猝死 死不了 至少比你身体好 张楚中午没吃饭 胃开始疼了 你这身体叫比我好 我三天不吃饭都没事 到了下午五点的时候 他才下班去接小秦 你不是要买礼物吗 想买什么 我还不知道 不过要现在去买吗 现在就去 张楚把车开出去 去了市中心最大的购物商场 小秦看到这个华丽的商场 他有些饭处 咱们 咱们要在这里买吗 进去看看吧 这是一家卖衣服的店 小秦环视一圈 随手拿起衣服上的标签看了眼 一看两万八 吓得他直接放了回去 就这么个打底衫 居然要两万八 他都佩服自己 居然有勇气来这家店 你没看到喜欢的吗 咱们不是在给阿姨他们挑礼物吗 你也可以买 不了不了 我哪买得起 我送你 别乱花钱啊 咱们钱先存起来 不是还有房贷车贷吗 别乱花 其实我觉得 阿姨他们应该不缺这些衣服 而且这些国外也有 咱们可以买点国外没有的 你想买什么都可以 我们去市场上看看 那边有很多特产 行 都听你的 于是小秦拉着张楚 去了市场买了好多种酸菜和腌菜 干笋 还有腊肉香肠 小秦啊 你跟小楚两人买这么多啊 买来送人吗 小秦回头看去 是舅妈拉着王辉站在身后 是啊 买来送人的 哎呦 送人买这么多啊 不过送米奶奶 他们也用不了这些吧 姚兰知道小秦 没什么亲戚要走 只有他奶奶那边 小秦奶奶家 比他们家条件好 他奶奶六个儿子 小秦的亲爹排行老四 他那几个舅舅都很有钱 之前姚兰是想去巴结人家 结果人家压根不理他 他爷爷奶奶 孙子孙女众多 也根本看不上小秦 他爸又娶了老婆 生了一儿一女 怕自己老婆不高兴 也没给过他好脸色 如今将近十年 没有再去过 他那个父亲 也没有打过电话问候一声 把他遗忘的彻底 不是 我没打算去他们那边 你不去啊 那你买这么多东西 是要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和你似乎没什么关系 姚兰听了有些不爽 但爱于是张楚 他也不敢说什么 昨天我给你说的 让你劝劝王侠 你没给他说吗 你不知道昨天 他们两口子 都上门来跟我们要房子 小秦你说 要不是你在我们家住 哪里有你的今天 你妈来要房子这事做的就不对 那两个没良心没文化 你不能跟他们一样是吧 小秦听着这些话 心中的怒意也随之上来了 可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什么 之前你跟我算的账 二十年 二十四万 你这么快就忘了 姚兰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旁边的王辉也在拉他 让他别丢人了 我很感谢你和舅舅这些年的收留 你自己说的这些年值二十四万 我把钱给你们了 那我就不欠你们的了 他们要房子那是他们的事 和我没有关系 你这孩子 这说的什么话 咱们是一家人 我一直把你们当成一家人 是你没有把我当家人 当初我要买房子 钱给你们了 你打着家人的名义 要拿房子去贷款 因为我没有同意 你就跟我算账 二十年你跟我要了二十四万 小时候你带我走亲戚 带着我去苏昌 他们那里受尽白眼 收来的红包全都到了你手里 你还要我怎么样 既然你都已经把我们之间 这么多年的账都算清楚了 就不要再打着家人的名义 来绑架我了 行吗 小秦一连串话 把摇篮堵得哑口无言 你自己心里清楚 张楚 我们走吧 王辉扶娥叹气 摊上这样的妈 她家在中间也很恼火 没事吧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逻辑很清晰 嗯 很清晰 有我当年的风范 真的吗 那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这个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 好吧 小秦本来还想买点其他的 但是遇到摇篮 她已经没有心情再逛下去了 两人吃过饭回到家 小秦把那些土特产 整理好摆放在箱子里 张楚洗完澡又去书房加班 小秦想看看她是不是又要加通宵 她坐在沙发上 点开了游戏 没想到一点开游戏 张超拉她进了游戏房间 嫂子 你们是不是要去法国 是啊 你要不要去 肯定要去 你们什么时候的票 后天吧 后天啊 谢谢嫂子 宝宝 她是谁啊 小秦瞬间瞪大眼睛 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嗯 是我嫂子 亲嫂子嘛 是啊 小秦默默地不说话了 而这个女生全程在说话 小秦退出游戏后 看下时间已经两点了 张楚还在加班 她关了手机起身去书房叫她睡觉 第二天 小秦买了出国需要带的用体 必回到家 就接到了张超给她打电话 嫂子 明天出国是上午的航班 还是晚上的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直接问你哥 我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晚上我住你们家 你不是要和许天他们 去参加那个城市赛吗 那是年后的事了 而且前妻不需要到现场 能上号就行 那好 你过来吧 我去做饭 没多久 张楚下班回来了 张超也到了 你也要去法国 是 我行李都带过来了 你都要去国外过年了 不去看夏爷爷吗 你去接他过来吃饭 不要让我看到冯娇 他人挺好的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他 你觉得他好 那是你的事 你不要妨碍我讨厌他 快去 张超刚走两步 又被张楚叫住了 等一下 又怎么了 告诉冯娇 杨剑是我请的律师 张超应下之后 开车去了老爷子家 老爷子这会儿还在楼下和冯娇说话 张超的车开进去就看到了他和冯娇 爷爷 老爷子听到张超的声音 转身看着他 你这个臭小子 这几天跑哪里去了 张超神色有点愧疚 我在朋友那里 对了 哥叫我来接您去他家吃饭 老爷子听了有些不乐意了 他怎么不过来 还要我过去 张超犹豫着看了眼旁边的冯娇 而冯娇也很失去 张爷爷 我手机好像丢了 我回去找找 说完他就走了 到底什么事 是这样的 哥和嫂子要去法国过年 晚上想接您过去一起吃个饭 冯娇并没走远 张超说去法国过年被他听到了 要去就去 还吃什么饭 这么多年我老头子还不是一个人过年 这顿饭不吃也罢 老爷子生气了 他本以为今年有两个孙子来陪自己过年 结果两人都要走了 张超走了不说 还把小秦都带跑了 以往过年 好歹还有小秦来看他 爷爷您就去吃个饭吧 明天我们就走了 不去 老爷子抓着拐杖 气呼呼地往楼上走 爷爷 我们最多半个月就回来了 您便气坏了身体 哼 我身体好得很 用不着你们操心 赶紧走走走 全都走 爷爷你慢点 看着老爷子气冲冲进屋 张超拿出手机给张厨打电话说了这件事 爷爷不来吗 你看他像是要来的样子吗 要不你别去了 这话把张超惹恼了 为什么 你去和老婆去度假 你们是高兴了 凭什么不让我去 我大不了不和你们一起走 我自己走 张超说完 生气地挂了电话 小秦从厨房出来 便看到张楚一脸严肃的模样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你饭做好了吗 还没呢 还有两道菜 马上就好了 真没事吗 真的没事 你先去忙吧 张楚看着有几分心不在焉 还有些烦躁 虽然没表现出来 但小秦能感受到 张超这边连门都进不去 因为老爷子把门反锁了 他站在外面一直说好话 老爷子愣是不开门 这时冯娇走了过来 你怎么惹着张爷爷了 连门都不让你进 你就别添乱了 我烦着呢 有什么好烦的 我刚才都听到了 你们要去国外过年 把张爷爷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能高兴吗 他这么大把年纪 就希望有人陪着他 不过没事 我不准备回京城了 在这里陪张爷爷过年 我劝劝他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冯娇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 是不是你哥和你说了什么 怎么感觉你对我有意见 张超不自然地躲开冯娇的视线 怎么可能 对了 我哥叫我转告你 杨健是他请的律师 冯娇嘴角的笑容微微一僵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他就让我带了这句话 我还想问你俩什么情况呢 看来我是好心办坏事了 什么 于是冯娇简单地把事情和张超说了下 我以为你哥是讨厌那个肖刚的 嫂子和他舅舅家关系那么好 难道不应该帮着舅舅吗 他给肖刚找律师 我是真没想到 不过没事 我回头和邓彪说一声 让他退出这个官司就行了 听到冯娇的话 张超这才知道 原来还发生了这事 好了 你别担心 我去劝劝张爷爷吧 冯娇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 让张超刚才对他的态度有了几分愧疚 张爷爷您快开门吧 外面很冷 没一会儿 老爷子就把门打开了 看见张超还在 你还在这干什么 张爷爷您别生气 他们走了 不是还有我 我在这里陪你过年 老爷子闻言 诧异地看了眼冯娇 自从冯娇住到这里 几乎天天陪着他 说实话 老爷子心里不可能不敢动 你不回家吗 我回不回去都是一样的 而且我已经和家里打过招呼了 所以张爷爷 您先和小超一块去吃饭吧 都是一家人 别闹得不愉快呀 我去吃饭 那你呢 我 冯娇看了眼张超 勉强笑道 你们一家人吃饭 我就不去了吧 老爷子眉头不悦地皱了起来 行了你回去吧 和小楚那小子说我吃过了 爷爷 你 你什么你 赶紧走 别在这碍事 那你还生气吗 你话怎么这么多 少吃一顿又不会怎么样 行了 等你们回来再说吧 这大晚上别来折腾我老头子 小叫你进来 冯娇抬脚走了进去 张超看着冯娇 想说点什么 老爷子就把房门关上了 屋里冯娇还在劝老爷子 张爷爷 你为什么不去啊 你要是不去的话 他们这顿饭吃的可不安心了 唉 去干什么 你来爷爷这里做客 我跑去和他们吃饭 把你留在这里 这像什么话 我没关系的 老爷子也不傻 张超喊他吃饭是背着冯娇 显然是不想让冯娇去 他和冯娇虽然交情好 但和冯娇并没有亲到这个地步 所以冯娇留在这里一定另有所图 至于是什么 老爷子也不想多猜 在他心里 冯娇是个好姑娘 更希望他能有个好的归宿 爷爷我也懒得折腾 咱们俩自己吃 好 那我点外卖 冯娇点完外卖 又去屋里给邓彪打了个电话 冯小姐 这个官司我不会退出 这个案子以我目前所了解到的证据来看 姚兰不可能败诉 这是我打败养剑的唯一的机会 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这么小的官司 你就算赢了赚的钱都不够你买一张机票 你图什么呀 冯小姐 这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总之这个官司我不会放弃的 冯娇被他这话气得够呛 他还想劝劝邓彪 但邓彪已经挂了电话 这边张超回去 把刚才发生的事和张楚说了遍 你别对冯娇有这么大意见 难怪 张超不解的盯着张楚 难怪什么 难怪你在张家混成这样 你小时候没吃够亏 现在还上这种当 我觉得我应该考虑一下 该不该帮你 张楚这话让张超想起了自己的进步 那是个虚伪的女人 那个女人表面对他真的好得没话说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但他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你愿意相信他 那你就相信他 吃饭了 你们别聊了 吃过饭之后 张楚出门拿护照 你俩刚才聊什么 没什么 嫂子 你要不要打游戏 我带你上分 我看还是算了吧 怕你女朋友看到了会吃醋啊 怎么可能 我都和她说你是我嫂子了 你和我说说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玩游戏认识的 你真厉害啊 都没听过你有女朋友 我和她都没见过 不算女朋友吧 你没上班 为什么不去见她呢 我有点怕见光面 你看过她照片吗 看过 还跟她视频过 那你还怕什么 去见她啊 要是我和我哥一样有能力 我说不定就去见她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工作 怕见了她自卑 其实她要是真喜欢你的话 应该不会在意这些 张超瞥了她一眼 她也没法解释 只能敷衍说了句 嗯 我考虑考虑 张超不想聊下去了 她拿出手机 上线吧 今天带你上钻石 小秦也结束了话题 拿出手机打开了游戏 嫂子 宝宝 晚上好 哦 你好 你们在一起啊 小秦说话的时候 张超话筒也开着 让她听到了回音 我就在嫂子这里 原来是现实里的啊 游戏还没打完张楚就回来了 坐在小秦旁边 打完之后小秦也不玩了 我的护照拿到了吗 嗯 拿到了 你好厉害 居然一天就扮下来了 所以 那个宝宝是谁 张楚此话一出 张超不自在地站起身 我去睡觉了 说完张超就走了 宝宝 刚才那个 是张超在游戏里的女朋友 声音是不是很好听 你是跟她学的 什么 宝宝 你 你不喜欢我以后不学了 张超女朋友这么叫她 你也这样叫的话 我会以为你在喊她 啊 所以 你可以换个称呼 换成什么 比如 宝贝 小秦硬着脖子 注视着面前这个男人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 一本正经说这话的 你够了 你弟弟还在呢 他是你带来的 他自己要来 我还能不让吗 好了 洗澡睡觉去吧 明天要早起 因为张超今晚住在这 他还算老实 没有干别的 第二天 张超上了飞机就睡着了 而张楚在电脑上聊天 小秦无聊也玩着手机 这时张超的女朋友 加了他微信 小秦好奇地点开他朋友圈 看到朋友圈照片时 他惊呆了 照片里的人小秦很眼熟 照片的背景他更熟悉 是苏家爷爷的别墅 所以他可能是自己 某个堂妹或者堂姐 确认这点之后 小秦的手都开始有点抖了 嫂子 你是哪里人呀 小秦稳住心神 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闽城的 这么巧 我也是闽城的 可是我听宝宝说 他是京城人 这么说你是嫁到京城去的吗 小秦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随便敷衍了下 嗯 那得好了 我们不仅是老乡 说不定以后还能作伴呢 嗯 他又霹里啪啦发了一堆 小秦已经不想聊了 可能是因为父亲苏昌的关系 小秦对那边的人 都没什么好印象 而他倒是格外殷勤 甚至还有点笼络小秦的意思 因为通过这些年的聊天 他知道张超有钱 身份也不简单 是个很低调的富二代 所以 他不肯放过张超 这么大的金龟婿 现在 他想从这个嫂子入手 那你过年应该会回闽城吧 我放假也要回去 我们要不要见面啊 我请你吃饭 小秦不是很想和他见面 我过年不在闽城 那你回闽城的时候 再告诉我吧 嗯 我还不知道你真名叫什么呢 嫂子 我叫苏丽 你呢 小秦想了半傻 也想不起来 苏家那边姐妹太多了 他还真不知道 这个苏丽是哪个 小秦不想告诉他真名 就打了个 我叫王秦 两人又聊了会 小秦就睡着了 下机后 妈他们什么没来 他们不在这里 什么叫不在这里 你没告诉他我们要来 没有 你是准备给他个惊喜吗 不是 这里是巴黎 他在尼斯 张超和小秦一脑门的问号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尼斯 来这里干什么 这时有个年轻人过来和张超打招呼 年轻人看了小秦一眼 走吧 那人开车来到一栋住宅前 又和张超聊了话 并且还把车钥匙给了张超 他们说什么呢 我也听不太懂 你不是说你的法语正常交流没问题吗 可他们不是在正常交流啊 啊 什么叫不正常交流 他们应该在说什么项目 他叫我哥一会去什么地方 那你哥答应了吗 没有 他推到明天了 哦 那边张超聊完 转身来到两人面前 走吧 进去了 房间的奢华程度超出了小秦的预料 张 张超 这房子不会是你买的吧 哦 是刚才那个人的 他借我们住几天 是这样啊 你朋友人真好啊 张超拿出两袋现金 随手丢在桌上 你们要是出去 记得带现金 你 你朋友这么大方吗 拿这么多钱给你 没有 这是我提前叫他帮我换的 你自己存了多少钱啊 这是我过年的奖金 今年你拿了多少奖金 你猜 猜中了全给你 小秦顿时来了兴趣 他露出了一个笑容 真的 真的 那我想想 小秦大胆的猜了个数 六十万 张楚神色莫测的看着他 你确定吗 确定 你快说到底是多少 张楚一本正经的点了下头 你猜对了 小秦瞬间瞪大眼睛 真有这么多啊 嗯 回去我把钱给你 哎呀 不用给我 放我这和放你那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老婆管钱吗 这也不一定 一旁的张超看不下去了 你俩差不多醒了 还要不要吃饭 小秦这才反应过来 屋里还有第三个人 吃过饭 张楚带他逛了逛 之后去商场里买了些东西 就领着小秦回去了 接下来几天 张楚都是早出晚归 不知道忙什么 张超和小秦不是去附近逛 就是在家玩游戏 别老带在家里 既然来了就出去好好玩 我和张超两个文盲 能去哪里玩啊 今天出去我都提心吊胆的 真怕我俩丢了 我给你们找个导游 小秦愣了下 你今天又要出去啊 嗯 得去公司 帮我们张总处理点事情 你和你老板一个姓 你一说张总 我就感觉你在说你自己 那你就当是我吧 那我可就当真了 张楚没心一跳 他注视着小秦的眼睛 察觉到他有试探的意味 好 算了 你忙你的去吧 今天我不打算出门了 我现在两只脚都快断了 什么时候去阿姨家 后天 去沈妮家已经是七天后 他们开了两辆车来接 斯蒂尔开车带着秋颜和张超 张楚开车带着小秦和沈妮 小秦 你们这次准备完多久啊 小秦想了下 他只有十二天的假期 在巴黎待了七天 现在他只有五天时间了 四天吧 你们这么远过来 就完四天啊 因为要上班了 请假吧 上什么班 上一天班又没多少钱 小秦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干脆推到张楚头上了 看他安排吧 小楚 先看看情况 他可能在这里住不惯 当天晚上沈妮嘱咐小秦早点睡 第二天带他去住民景点玩 但小秦刚准备睡觉 张楚那边就接了个电话 老爷子住院了 得知这个消息 小秦再也没心思完了 张楚 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太晚了 我们坐明天一早的飞机回去 有说是为什么住院吗 张楚蹴着眉 语气有些不善 他跑去广场跨年 吹了冷风病倒了 那严重吗 不清楚 明天回去就知道了 别担心 这一晚 小秦睡不着 张楚也睡不着 他不确定老爷子 跑去跨年是因为赌气 还是受了逢交的教所 但不管怎么样 和他出国也有间接的关系 第二天天还没亮 三人便收拾东西回去了 到闽城的时候 是上午十点左右 必出机场直奔医院 爷爷 你没事吧 能有什么事 一个小感冒而已 你们不是在国外吗 怎么跑回来了 小秦看见老爷子说话声音还挺正常 也松了口气 我们不是听说您住院了 担心您就回来了吗 小秦一时有些愧疚 自己跑去完 却把老人家留在家里 这时医生走了进来 你们谁是家属 我们都是 先出来一下 别打扰病人休息 张楚沉默了下 跟着医生走了出去 病人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爷爷 老人家身体不太乐观 千万不能让他情绪激动了 你们平时要注意点 怎么说 虽然只是感冒 但是岁数摆在那里 身体各项机能都在退化 感冒一次就可能又发各种并发症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知道了 那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看着是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肯定比不上以前了 毕竟伤了元气 你们这些当后辈的 别总顾着忙工作赚钱 老人家的情绪也要抽空照顾下 小焦啊 你在这里守了这么久 快回去休息吧 他们三个都来了 你不用担心 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 要是有需要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去吧 冯娇一走出病房 就被张超拦住了 爷爷为什么会跑出去跨年 怎么了 你们不会以为是我 松恿张爷爷去的吧 我就是问下情况 你别多想 除夕晚上我们吃晚饭 他说家里太冷清 没有过年的味道 要出去走走 我就陪他去小区里走了一会儿 他听到有几个年轻人说广场跨年有很多人 还有节目表演 所以他也要跟着去看 你们也清楚张爷爷那个倔脾气 我劝都劝不动 只能陪他一起去了 第二天我去喊他吃饭 才知道他病了 要不是我及时送他来医院 张爷爷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们一回来就质问我 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张楚没什么表情 也没有说话 你别多想 我并没有质问你的意思 就是问你一下情况 换成你 你不会多想吗 算了 反正我就是个外人 你怀疑我也是应该的 我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 我先回去了 冯娇说完就离开了 哥 我感觉 是不是对冯娇有所误会 是不是误会 查一下就知道了 你 张楚说着 就拿出了手机打电话 把辉煌小区除夕晚上 六点之后全部监控调出来发给我 哥 你疑心这么重 你要是没事 就在这里陪爷爷 我回去一趟 张楚开车回到小区 他坐在车上 望着远处走神 没多久 有个男人拉开副驾的门坐了上去 张少 我把拍到老太爷的监控都调出来了 你看下 张楚接过平板 点开视频快速浏览起来 老爷子七点左右出门 在小区散步 冯娇陪在他身边 在转弯的地方 出来两个年轻人 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张楚点了暂停 把照片放大 把平板递给夜七 把这两个人找出来 爸 我马上去办 医院里 小秦还在和老爷子道歉 有什么好道歉的 没事嘛 不过你这丫头 和小楚结婚之后 就跟嫁出去的女儿一样 你自己算算 你结婚后 回来看过爷爷几次 对不起 爷爷 等您出院了 我去你那里住 或者你去我们那里住 我天天陪着您 爷爷跟你开玩笑的 爷爷只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 争取早点给爷爷生个重孙 爷爷 你说这个干嘛 那不然说什么 两口子结了婚 不就这点事吗 两人刚说着 老爷子的手机响了 爷爷 你的电话响了 帮我拿下 肯定又是拜年的 小秦把手机拿起来递给老爷子 来电显示是张康 而老爷子看到来电显示 脸瞬间垮了下来 但还是接听了电话 你打电话干什么 爸 听说您生病住院了 现在怎么样了 你听谁说的 您说硕年 这么大年纪了 非要跑出去自己住 这天长地远的 我就是想照顾也照顾不到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嫌弃您呢 就你那个地方 乌烟瘴气的 天天跟唱大戏一样 我要是还留在你那 这会儿可能就在骨灰河里了 而不是在医院 您这话说的 我这里怎么就乌烟瘴气了 是少了你吃穿 还是把你怎么了 您还是回来吧 岁数这么大在外面 我也不放心 我明天就派人去接您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 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清楚 实话告诉你 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别痴心妄想 爸 别把我想得那么不堪 我就是单纯地关心您 即使您不给我 该见得笑到我还是会尽 张康话还没说完 老爷子气得直接挂了电话 爷爷 千万别生气 你身体还没好呢 哎 没事 小秦在医院待了一下午 张楚还是没回来 嫂子 我在这陪着 你回去吧 那行 你在这看着 我回去给爷爷做饭 别那么麻烦 我点外卖吧 不行 爷爷生病着呢 怎么能点外卖 说完他给张楚打了个电话 我要回家做饭 你晚上要回来吃吗 你吃的话我就多做点 你自己先吃 别等我 那好吧 小秦狐疑地挂了电话 不知道大过年的 他在外面干什么 张楚挂了电话 看着面前的两个年轻人 你们两个 不是住在这小区的 是啊 找我们有什么事 那你们 除夕夜为什么会出现在小区里 的 就是有个女的 给我们一人三千块钱 她说想带他爷爷去跨年 但是又怕他爷爷不想去 就叫我们在他爷爷面前 说跨年有五龙沙的 老人家可能喜欢看五龙吧 张楚目光变了瞎 小时候就是老爷子 骗他去看龙 把他从京城带到闽城 就再也没回过京城 过了一会 张楚神色恢复了正常 转身往楼上走去 冯娇在屋里忽然听到敲门声 他整个人都惊了瞎 很快 他镇定下来 起身去开门 门里 还记得我们不 那天你给我们 醒了给我闭嘴 冯娇直接打断说话的那人 你们可以走了 听到张楚发话 两人灰溜溜地走了 张楚抬脚走进去 冯娇连退几步 退到屋内 你就没有想说的 哇 我之前听张爷爷聊起你 他提起你小时候 说你好骗 骗你来看龙 然后呢 然后说你和沈阿姨走的时候 走得很干脆 张爷爷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觉得骗了你 所以你心里讨厌他 抬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爷爷还说 他原本已经联系好了五龙 准备在你过生日的时候 带你去看 结果你走了 因此冯娇在得知跨年 会有五龙的时候 就抱着适时的心态 向老爷子透露这件事 没想到真的勾起了老爷子的回忆 他真的去了 还固执地在广场上 站了三个多小时 就等着十二点的五龙表演 还有吗 没了 我也是希望张爷爷 过年能高兴点 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真没想到他会生病 那你为什么要通过 别人的嘴告诉他 而不自己告诉他 我 因为你做贼心虚 而且你知道这个年纪的老人 在只有两度的天气下 吹三个小时的风 会发生什么 你不是没想到 而是你想得太周到 冯娇 我早就警告过你 要安分守己 可你骗不听 还敢把注意打到老爷子身上 你以为 你这样做 就能得到老爷子的认可 得到我的认可 发现你的善良 感念你的大安大德 觉得你才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 从而娶你是吗 张楚三言两语 把冯娇那点小心思全都抖了出来 让他的难堪一览无余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想怎么样 要是老爷子因为这件事出了问题 我想你父母也保不了你 冯娇微微一惊 我现在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冯娇心中意紧 他应该怎么做 无非是离开闽城 我知道了 你好自为之 张楚出了小区 驱车前往医院 路上夜七接了个电话 张少 刚得到消息 老爷那边准备派人来接太老爷 后座闭目养神的张楚 忽然睁开眼 什么时候 还不清楚 他只是有这个打算 张楚目光闪了闪 神色又变得复杂起来 小秦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爷爷您就别夸大了 这不过就是普通的粥而已 老爷子吃完粥 看见张楚进来 臭小子 你去哪了 医生有没有说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医生说还要再观察 你回去也没什么事 就在医院住着吧 老爷子听了不高兴了 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你赶紧的去把出院手续办了 我要回去 这哪里有比家里好 现在办不了 你把医生给我喊过来 你这个臭小子 怎么叫办不了 爷爷 今天已经这么晚了 明天再问下一声吧 不然现在回去多折腾呀 老爷子想想也对 那好吧 你们不要都守在这里 该睡觉的回去睡觉 都守在这里 好像在给我送中一样 爷爷 你又在胡说了 别大惊小怪的 爷爷身子好着呢 活个一百岁也没问题 没错 你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那当然了 我还等着抱重孙呢 老爷子看了眼张超 还有你 你也该加把劲了 听到没有 我才二十六岁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二十六岁还小啊 我出去吃饭了 哎 你们两兄弟 个个都不让人省心 老头都睡着了 你也回去睡觉吧 不用 你回去睡吧 我在这里看着 咱俩可以轮流着来 用不着轮流 明天老头肯定会坚持出院 我在想 是让他去我们那里 还是去他那里住 主要还是看爷爷的意愿 去哪里住我都可以 他不会去我们那里住 那我们就搬到爷爷家去住 不过冯娇在爷爷那里 咱们去会不会不太方便 他已经回去了 啊 他刚才还在医院 什么时候走的 明天 第二天老爷子坚持要出院 医生看他确实没有再复梢的征兆 也就同意了 老爷子一回家没看见冯娇 他狐疑的看了眼张超 小娇呢 我不知道 要不您打电话问问 老爷子到沙发坐下 还真拿出手机给冯娇打电话了 小娇啊 你上哪了 回来啥没看见你 爷爷我回京城了 昨晚家里打电话催我 所以我一早就走了 想着到家了再给你打电话 这样啊 那好吧 你现在到家了吗 放心吧张爷爷 我刚下飞机 现在正打车回家 两人又聊了一会 老爷子收起手机 盯着张楚 我去拿行李 拿什么行李 我们要搬过来在您这里住 爷爷 难道你不欢迎我们吗 老爷子笑了笑 怪称的瞪了小琴一眼 你这丫头 爷爷欢迎还来不及 就怕你们在这里住 到时候会嫌弃我这老头 怎么会呢 家有一老儒有一宝 而且爷爷这么有趣 比起我天天在家 看张楚加班更有意思 你这小嘴真是越来越甜了 跟谁学的 肯定不是小楚那小子 小琴刚要开口 就听到外面舅妈和一个女人的声音 四四 我们家到了 这房子是老了点 如果你想住新房子 咱们也买得起 姚兰又在给王辉介绍对象 不过王辉一早就跑出去躲了 四四进门后就开始打亮房子 眼中露出闪过嫌弃 能买是中心的房子吗 咱们又不差钱 当然能买 只要你和我家小辉好好过日子 一切都好说 老王 小辉是不是又跑出去了 你赶紧打电话叫他回来 四四看人不在 对他们家的印象更是一落千丈 他转身走出门外 这时张楚提着行李箱上来 四四以为是王辉 他瞬间瞪大眼睛 他还在想应该摆出什么表情的时候 张楚拎着行李进了对面房间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这不是王辉 姚兰看他在门外发呆 走过来往外头看了看 四四 你在看什么 我刚才看见有个男生进对面房间 阿姨 你认识吗 姚兰立马就想到了张超 是不是长得很俊俏那个 是啊 他是对面老头的孙子 好像比你还小两岁呢 那小伙子人不错 还是个单身 姚兰说着发现不对劲 再说下去把思思说到别人家去了 谁知思思听到单身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 单身 哎呀 其实我也不怎么熟悉 别在门外站着了 快进来坐啊 小灰马上就回来了 阿姨 你能不能帮我去隔壁说说 有什么好说的 那小子成天打游戏 不务正业 眼高手低 说了好多功能最后都谎了 你还是别打他主意了 姚兰怕自己媳妇跑了 开口就编排张超的坏话 张楚一进门就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和杨健打电话 官司法院已经受理 那边邓标是铁了心不肯推出 所以这个官司只能打到底 这几天萧刚有没有动静 萧刚去过几次摇篮家 一口说这是自己的房子 双方吵了起来 王辉又动手打萧刚 萧刚报警 还让王辉赔了几千块钱 张楚挂了电话 往窗下一看 正好看到王辉从小区外面回来 你这小子 一大早跑哪里去了 让人家四四等这么久 妈 我出去约会了 这一大早跟谁约 等等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去约会 你跟谁约会 当然是女朋友了 思思看到王辉本就不满意 再加上王辉这话 她立马没有了待下去的心情了 阿姨 我也约了人 我先走了 思思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你别走 摇篮话还没说完 思思就走了出去 来你跟我说爽 你女朋友在哪呢 你带回来给我瞧瞧 你都给我说没了 我带回来干什么 我是先回来比一下 看哪个好选哪个 你是故意气我的是不是 你要不信我现在就把她喊过来 那好 你现在就把她叫过来 你要是叫不来 今天老娘打断你的腿 王辉叹了口气 只能拿出手机 她正纠结找谁给自己演戏的时候 突然曾田给她发了消息 王辉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过去 王经理怎么了 这还款日期还没到呢 田田 工作的事就先放一边 我妈叫你来我家吃饭 王经理 是不是你母亲又在逼婚了 是啊 你这是要我帮你演戏 行不行 你把地址发给我 王辉这才松了口气 他立马把地址发给曾田 这下你满意了吧 你这个女朋友是做什么的 多大了 家里条件怎么样 你有没有她照片 哎呀就是和表妹一个公司的 表妹的上司 好像29岁吧 等会你见了就知道了 曾田来得很快 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 姚兰开门看到曾田的瞬间 眼睛都在放光 不过看着有点眼熟 阿姨新年好 新年好 快 快进来 你们也真是的 交往了也不告诉我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阿姨 我叫曾田 叫我小层就可以 好好小层 姚兰拉着曾田在沙发上坐下 她越看越满意 无论是长相还有气质 都比那个会会好 小层 你和我家小灰谈了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吧 才一个月啊 那你老家是哪里的 本地的 本地的 那也是说你在本地上的大学吧 那倒不是 我是在海市上的大学 不过我研究生考的闽城是大 姚兰听了眼睛瞪得像同龄 你还是研究生啊 是啊 不过说起来也惭愧 我考了两年才考上 那也很厉害了 我家小灰才上到初中呢 不过 他又没有跟你说 曾田瞥了眼那头的王辉 笑着说 说过了 那就好 不过小层 你是咋看上我家小灰的 可能是经历过会会的事 搞得摇篮有点阴影 怕又来第二个会会 他诚实 有责任心 很有担当 还善良 王辉听到这些话 没心直吐吐 既然你觉得小灰不错 那你俩打算啥时候结婚啊 妈 我跟他才谈了一个月 你现在说结婚的事 是不是太早了 谈一个月也不早啊 你看你表妹 人家都没谈就结婚 你看现在过得不也挺好的 不是 我 王辉使劲给曾田使眼色 而曾田假装没看见 阿姨说的有道理 但是 只要你早点和小灰结婚 你有啥条件直接说 想去市中心买房也没问题 还有彩礼什么的都不会少你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房子就不用买了 我自己有一套 不如换成钱当做彩礼 旁边王辉听了脸色都变了 他上去拉曾田的胳膊 你跟我出来 不是说好的演戏吗 你这什么意思 是我演得不好吗 你再这样演下去 咱俩就得去领证了 曾田忽然看了他一眼 眼中带着意味不明的笑意 那眼神看得王辉有些头皮发麻 王经理 你不想和我领证吗 领什么证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结婚 哦 你这是要替王妻守身如玉 这关你什么事 王辉说着 忽然想起来什么 不对啊 曾田 你该不会盯着我妈的钱吧 要不然呢 难道我要盯着你 你 那些钱留在你母亲手里 迟早会被她花掉 给其他女人也是给 给我还能有点作用 什么作用 当然是还债了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你放心 等我还清了债务 我会把钱还给你的 这样以后钱就到了你手里 然后你拿着这些钱 想替你王妻做什么都可以 你要真有本事 早把钱还完了 还用得着跑这里来骗财力 曾田听着他的话也不恼 因为利息太高了 每个月光利息都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哪还有时间去赚钱 那跟我也没有关系 我又没得到好处 怎么没有好处 你得到了一个老婆 还有个免费的儿子 王辉被他的不要脸赌的说不出话来 这辈子 我本来不打算结婚的 你欠了那么多钱 谁敢和你结婚 不是因为这个 我是怕成承受委屈 那现在你不怕了 不怕了 王辉再次等住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微妙 刚才我当着阿姨面夸你 并不是我随口胡周的 王辉觉得这个女人捉摸不透 感觉她每句话都是真的 即使她掺了假话也听不出来 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考虑 真的不考虑 真的 不过好像你做不了主 王辉现在极其后悔 后悔为什么要找曾田来演戏 现在感觉自己要掉进火坑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了 结婚呢 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 我可以向你承诺 只要你不提离婚 我绝不会主动离婚 并且给我多少钱 我会按照2%的利息还你 我们可以立字句 写借条 婚前协议也可以加上 如果我没有做到 我那套房子归你 王辉有点犹豫 曾田又乘胜追击 如果你和我结了婚 阿姨就不会再逼你相亲 你也可以交差了 之后我们互不干涉 和原来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 随时都可以和我离婚 曾田说的互不干涉 让王辉有点心动 那么互利互惠的合作 我不明白 你在犹豫什么 我怕你钱拿到了就跑了 我能跑哪里去 告诉你王辉 你觉得卉卉能做到的事 我会做不到吗 这话彻底把王辉征服了 曾田不管身材样貌 智商都远超惠惠 想清楚了吗 不 王辉还在纠结 好吧 看来你已经想好了 曾田主动帮他做了决定 挽起他的胳膊 拉着他回了屋 姚兰站在门口盯着两人 生怕王辉把曾田气走 现在看到两人和和气气的回来 他提着的心裁放下来了 小层 你俩跑那么远讨论啥呢 讨论彩礼的事 我们商量好了 房子不买了 王辉直接搬到我那里去住 将买房子的钱换成彩礼就行了 姚兰听到这话有点犹豫 万一这个小曾和惠惠一样 拿了钱跑路怎么办 阿姨 如果您不放心 可以把钱交给王辉 反正我们结了婚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那 那也行 小曾你做会 小辉你陪我去买菜 姚兰借口让王辉出去陪自己买菜 儿子 小曾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妈 都是真的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去问表妹 她跟表妹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姚兰心里有了主意 打算中午吃饭的时候 把小秦也喊来 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 顺便打听下增田底细 姚兰打电话的时候 小秦也刚起床 小秦 你表哥带了女朋友回来 中午来我这里吃饭 顺便你也见见 小秦一愣 什么 表哥找女朋友了 是啊 你应该认识呢 我饭菜就要做好了 你快过来吧 姚兰说完就挂了电话 小秦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于是他给王辉打了电话过去 表哥 怎么回事 王辉就把事情大致说了下 你过来吧 把戏做全了 我也好解脱 小秦并不是很想去 但王辉开口了 增田又是他上司 也算是朋友 怎么也得去一趟 小秦来到客厅 张楚和老爷子正在说话 小秦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哦 舅妈叫我去吃饭 张楚闻言 眉头微微猝起 小秦简单解说了一下 怎么回事 张楚 你要去吗 我不去了 你去吧 那好 我去看看 小秦 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菜都还没做完呢 哦 我就在对面 难怪这么快 是来给老爷子拜年吧 快进来 小秦一进屋 就看见王辉和增田 在沙发上坐着 一人坐一头 根本不像谈恋爱的样子 小秦 新年好 曾组长 新年好 摇篮看这架势 还真是认识的 他那颗悬着的心 才稍稍放下了 小秦你看 是不是我说你们认识 是啊 我都没想到 小秦做梦都没想到 这两人能坐在一块 真是太诡异了 张楚怎么没有一起来 他有事 走不开 那没事 下次记得叫他一起来 小秦不得不感叹 舅妈这健忘的技能 之前不管闹得有多不愉快 她只要有事的时候 都能装作什么没发生 表妹 你来坐 王辉说完 起身进屋去了 小秦走到增田身边坐下 小声地问他 曾组长 你是认真的吗 不认真 我坐在这里干什么 可是 你想好了吗 你是担心王辉配不上我 还是觉得我配不上王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掩虎那边 万一 只要我把债还清了 我就不需要他了 所以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小秦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你想好了就行 祝你们幸福 增田被他这话逗笑了 王辉没和你说清楚吗 你还祝我们幸福 那我要说啥 祝你们新年快乐 算了 随便你 表哥跟我说 你还了债就要去赚钱 你是打算辞职吗 有这个想法 所以你加油 这个位置给你留着 那你辞职后准备去做什么 暂时还不清楚 等我真的把债还清了再说吧 好吧 两人聊了会 姚兰叫小秦进了房间 问增田学历的事 小秦告诉姚兰怎么可以查到学历 等吃过饭后 小秦和增田走了之后 姚兰拉着王辉倒步之时 她逼着王辉去问增田证书编号 王辉一打开手机 就看到增田十分钟前 就把证书编号发过来了 看着这串数字 王辉心里执犯处 这女人太恐怖了 查的结果跟增田说的一样 的确是研究生毕业 儿子 你可真是捡到宝了 王辉抽了抽嘴角 如果告诉她曾填欠了多少钱 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高兴 对了 你见过她父母没有 王辉忘了这茬 她摇摇头 没见过 她不是本地的吗 你连她父母都没见过 姚兰又开始起义心了 我俩才谈一个月 哪有这么快见父母 抽空我去她家一趟就行了 嘣 这次不能再草率了 一定要弄清楚才行 免得像 王辉知道她后半句要说什么 及时打断她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小秦回到老爷子家 两人还坐在沙发上 她狐疑地问 你们吃饭了吗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所以你们吃饭了吗 没有 那我去给你们做饭吧 两人都没拒绝 小秦去了厨房 才知道这俩人为啥没吃饭了 食材没了 她只能出门去买菜了 小秦出门后 老爷子悠悠地叹了口气 你那个吧 怕我活不长了 老想把我接回去 你说说 我该回去还是不回去 这自然是看您自己的意愿 那我就不回去了 等着自己来吧 到时候发现你的小秘密 我看你怎么收场 张楚扯了扯嘴角 又陷入了沉默 那您是准备回去了 要不然怎么办 她就盯着我手里的这点股份 小楚 你回头去你一份转让合同 我把股份转让给你 到时候我回去 我倒要看看 她是不是真的想尽孝道 我不需要 你不要 我全给你爹 到时候他在公司一家独大 小超还拿什么争 虽然那个女人也生了张家的孩子 但老爷子从来没承认过那两个孩子 在他眼里 就只有这两兄弟 所以他手里的股份一直牢牢捏着 但是张超没有这个能力 要是把股份给了张超 只怕他守不住 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 老爷子思来想去 只有给张楚了 之前张楚也答应过沈黎 要帮张超在张家立足 你手里的股份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能买下你现在的公司不成问题 张楚公司现在市值好歹也有一千多亿 老爷子居然能这么轻松地说买下来 想必只会更多 那我把您股份卖了 是不是能把我公司再扩大两倍 老爷子听到这话 抓起手里的拐杖 指着张楚 你个小兔崽子 整天就知道气老子 我要是哪天嘎了 一定是被你气嘎的 张楚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到底答不答应 你要是不答应就算了 这是我绝不再提 我能不答应吗 那这事情你尽快去办 小秦买菜回来做好饭后 下午他就出去了 寻思着过年没在家陪老爷子 买点东西补上 路过广场看到了增田和王辉 还有成成 成成 要不要喝奶茶 成成垮着小脸 也不说话 显然还在和增田赌气 我看要不算了 你说的是 结婚的是吗 是啊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让成成受委屈 你看看他现在多委屈 可以啊 那你借给我的钱 可就没有保障了 王辉愣了愣 想说点什么 又说不出口 所以你想好不结婚了吗 谁结婚 严虎冷不丁冒出来 把两人都吓了一条 没事 是我和王辉结婚 严虎看向王辉 你不是结果婚了吧 我是结果婚了 但发生什么你不是知道吗 严虎并不记得王辉发生了什么 你老婆呢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想起来了 我费了那么大功夫给你们办婚礼 你老婆当天跳楼了 好小子 事情发生没多久 你怎么又和他走在一起 严少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这话把严虎问住了 他也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找人 还能干嘛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不打扰严少你找人了 增田说完 掀起程程往商场里面走 严虎愣在原地 一肚子的火又不知道往哪里宣泄 一转身就看到了小晴 他走到小晴身边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好上的 哦 应该是今天 什么玩意 就是今天 曾组长去我表哥家吃了饭 见了家长 连家长都见了 是啊 严虎听了 脸色更臭了 严少 你不会舍不得曾组长吧 我派 开什么古迹玩笑 我会舍不得他 像他这样的 我一招一大吧 哦 那就好 曾组长以后就能和我表哥好好过日子了 严虎邪逆着小晴 表情说不出是生气还是无语 今天是开工日 所以小晴很早就起了床 做好早餐本想去喊张楚 他已经走了出来 你起来的真准时 我刚把饭做好你就出来了 你今天有没有上班 张楚习以为常地搂住小晴 上班 你干嘛 怎么了 爷爷在呢 张楚微微一愣 老爷子正专注着逗鸟 好像没看到两人腻歪 但老爷子脸上的表情不对 他在笑 而且是嘲笑 他总不能嘲笑一只鸟吧 我今天上班 小晴看了眼他的脸色 有些想笑 但忍住了 快去刷牙洗脸 准备吃饭了 等张楚去了洗手间 小晴又去喊老爷子吃饭 爷爷 吃饭了 这时 老爷子拿出两个红包 小晴 这是爷爷给你们的新年红包 你收着 爷爷 这不是过晚年了吗 过了十五才算过晚 赶紧拿着吧 小晴也不好服了老爷子的好意 伸手将两个大红包收了过来 谢谢爷爷 爷爷 您这是包了多少红包啊 没多少 你收好 要是你给爷爷再添个重孙 爷爷再给你包个更大的 啊 这都能了到这话题 看来爷爷是太想要个重孙了 张楚送小晴上班的路上 张楚 这是爷爷给你的红包 你帮我收着 爷爷包的红包有点多 你打开看一下 小晴打开数了下 不经张大的嘴 八千八 这也太多了 爷爷年纪大了 没什么经济来源 还包这么大的红包 我觉得还是想办法还回去 你留着吧 他比你想象的有钱 那也是老人家养老的钱 用一点就少一点 我们还年轻 花了还能再挣 张楚听到这话 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 他的养老钱 可能比我还多 那肯定了 毕竟是爷爷一辈子的积蓄 你还有房贷车贷要还 肯定比你多啊 嗯 你说的对 对了 你什么时候去驾校把证考了 小晴都快忘了自己 还有辆车在停车场试挥 我看看吧 别看了 周末就可以去 好 小晴来到部门后 只有自己一个人来上班 他点开公司群才反应过来 总的假期17天 他继承了12天 不过已经来都来了 先上着吧 他拿出之前 增田给的策划看了起来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增田给他发了张照片 他点开照片瞬间惊呆了 是结婚证 还说晚上请吃饭 小晴赶紧给张楚发消息 让他晚上一起去吃饭 张楚没回 不过下班的时候 车已经在对面等着了 我发的消息 你有没有看 看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表哥居然和我的上司领证了 你的组长又不是傻子 这没什么奇怪的 小晴不由多看了张楚两眼 张楚很少夸人 但他有意无意地夸了增田好几次了 是啊 虽然只是假结婚 但曾组长是真的雷厉风行 说领证就领证 你觉得是假结婚吗 是啊 表哥和我说了是假结婚 那他为什么不和别人结婚 他欠了那么多钱 应该没人愿意的吧 张楚不想和他八卦了 你说的都对 小晴扯了下嘴角 每次他敷衍自己的时候 就是这句话 他们今天领证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结婚 这里咱们还是要送 你说要送多少啊 你上次送的多少 好像是一万吧 那你这次只能多不能少 要不这一万六全送了 可以 小晴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送这么多 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张楚大概也看出他的想法 没事 下次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收回来 小晴愣了下 也突然想起俩人没办过婚礼 小晴来到指定的餐厅 进去包厢后 只有王辉和曾田 还有澄澄 表哥 曾组长 舅妈他们没来吗 没有叫他们 为什么不叫他们 这不有哥澄澄吗 我妈要是看到了 不得把我杀了 更不要说哪些了 而且 她还要见曾田的父母 但 王辉话说了一半 看了眼曾田 我没有父母 小晴再次愣住 是不是和我一样 父母离婚了 不是离婚 是去世了 对不起 我宁愿他们是离婚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被人骗了 染上了瘾 背着我们借了很多钱 后来他越来越不受控制 还想偷偷卖房子 对我妈知道了 我妈要去报警 两人在路上争吵的时候 被车撞了 我爸当场没了 我妈高位节制 他在医院住了半年 为了不连累我 躲在医院的厕所里 结束了自己 曾组长 小晴刚想安慰他 曾田便打断了他 没事 不用安慰我 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所以 你才欠了那么多钱 差不多吧 一半是我妈治病欠的 一半是我爸欠的 王辉虽然已经知道了 再次听着还是忍不住唏嘘 他虽然天天幻想着发财 但又不是那么在意 惠惠当初分手 他没想过把财礼要回来 同样这次 他是知道曾田的情况后 才决定和他领证的 王辉的妈妈想见我父母 怕我是骗子 我现在也没有父母给他们见 所以干脆先请你们吃饭好了 是 他之前被骗过 有点心理阴影 我可以理解 要不 你也顾个父母 应付一下 本来我又有这个想法 但我还是觉得 希望他们可以接受真相和真实的我 因为撒了一个谎 就需要无数的谎来源 我爸就是这样 如果他最初就坦白 就不会有后来的结局 我不想这样 一直沉默的张楚 忽然抬眸看了他一眼 曾田察觉到他的视线 便笑着问 张先生是对我说的话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 你说得很对 没事 我回去好好给他做思想工作 可是还有个成成呢 这个 我试试 不对啊 咱们不是假结婚吗 成成你自己带着呗 曾田笑了一下 不以为意 吃完饭 小秦就把准备好的红包递给王辉 表哥 祝你们新婚快乐 王辉也不客气 接过来看了眼 可是你红包上写的新年快乐啊 不好意思 忘了换红包了 你也太懒了 我看看你包了多少 说着他把红包里的钱拿出来数了下 数完他一脸震惊 你俩是不是发财了 送这么多 我也没什么亲人 就表哥你对我最好了 我觉得这些还送少了呢 我们是假结婚 又不是真结婚 不用给 以后你们养孩子可费钱了 小秦不想聊这个话题 王辉不要 他又把红包给曾田 他可没和小秦客气 直接就收了 小秦 拜托你个事 什么事 我得和王辉去见他爸妈 所以 帮我看会成城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够了 可以啊 我就在你们对面 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好啊 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 这是谁的孩子 爷爷 这是我同事的 他有点事所以让我帮忙看会 这小家伙 长得真倔 有小超小时候的样子 那张楚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你看他现在什么样子 小时候就什么样子 小秦看了眼张楚 他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整个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还真是 张楚对这个话题没兴趣 直接去了自己的房间 看到了吧 哎 幸好你俩结婚了 不然我是真担心他孤独终老 那也不至于 他这么优秀 想结婚的时候 肯定很多女生都想嫁给他 那我是看不到了 老爷子看着身边乖巧的成成 突然想起什么 这孩子 不会就是你说的 和你表哥结婚的那个同事的孩子吧 嗯 就是他的 小孩子看着就是可爱呀 你俩啥时候 天一个给爷爷带带呀 小秦再次被老爷子堵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 小秦以为今天就只有自己来上班 没想到夏禅也来了 反正没事做 两人就开始聊了起来 小秦 你和你老公现在怎么样了 就和原来一样了 怎么了 这么长时间了 他就没有和你透露点什么 透露什么 夏禅欲言又止 没什么 小秦不解的看了看夏禅 他难道知道什么 另一头 张楚也收到消息 明天摇篮他们那个房子 要正式开厅打官司了 标前天就来了闽城 正在跟摇篮了解情况和收集证据 他是想影响风了 他以为这个案子是拿酒稳 所以坚决不肯放弃 所以你有胜算吗 这房子王庆有继承权 王霞也有 我可以帮王霞争取一半的权益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将房子分一半给王霞 这也能让姚兰大出血了 到时候你出面买下他这个房子 不过姚兰那个人 有点奇葩 他不一定会卖给你 嗯 张楚挂了电话 看了眼时间 差不多该去接小秦下班了 两人回去的时候 小秦看到了邓彪 不过他不认识邓彪 只看到他在敲舅妈家的门 邓彪听到脚步声看了眼张楚 觉得有点眼熟 但想不起来 刚才那个人 你认识吗 不认识 哦 他去找舅妈干什么 会不会是骗子 应该是你舅妈找的律师 小秦有些诧异 舅妈还会找律师 真的要打官司啊 谁知道 管那些做什么 晚上吃什么 你要吃什么 我来做 你去玩手机吧 我去做 你上班很辛苦 还是我来吧 两人互相抢着做饭 旁边老爷子都看不下去了 小秦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小秦连忙走过去 张楚就自然而然的去做饭了 你俩现在怎么还这样客气 做个饭都要争 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吗 什么叫就是你该做的 大家都能做 他要做就让他做 现在争这些也没用 要看时间长了的 吃饭期间 老爷子忽然开口 小秦 爷爷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了 小秦一愣 爷爷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趟老家 不过不用担心 那边有人 可是您身体还没好啊 早就好了 还不是你们 一天瞎担心 逼着我吃药 我不吃药也好好的 那你什么时候走 还没确定 等确定了我再告诉你们 张楚神色有几分凝重 但并没有开口说话 那要去多久啊 也不知道 好了 我就是这么一说 去不去还不一定的 所以别担心 吃饭吧 你不睡觉吗 我睡不着 爷爷说要走 也不说什么时候回来 别想了 他活了这么大岁数 自己心里有数 睡觉吧 可我还是不想睡 那我们做点别的 我去睡觉了 第二天张楚把小秦送到公司后 他直接去了法院 到了门口 杨剑和肖刚都在 你怎么来了 不用管我 我随便来看看 好吧 说完 几人一块走了进去 而小秦对这件事并不知情 昨天老爷子说要离开一段时间后 他就把打官司的事抛住脑后了 小秦 你昨晚没睡觉吗 感觉你都快睡着了 是啊 昨晚我才睡了两个小时 怎么了 是不是和你老公吵架了 不是 是因为别的事 真羡慕你 你们感情这么好 哪像我 你怎么了 夏长好像就等着他问 立马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的家事 小秦不懂 苏杰的父母也挺好的 给一百八十万的彩礼 就回个四十万车子做嫁妆 对方也没有意见 夏长还在絮絮叨叨地抱怨 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 最后小秦只能借口上厕所 结束了和他的对话 小秦刚到洗手间 王辉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表哥 什么事啊 小姑和我家今天不是打官司吗 结果出来了 我跟你说什么 小秦这才猛然想起这件事 怎么样 有点超出我的意料 小姑找的那个律师好厉害啊 他居然把肖刚这些年赌博的证据都找出来了 还有当初他骗小姑嫌啥的 然后呢 然后证明小姑是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回家 房子估价五十万 还估算了存款 要分小姑三十万 而且把肖刚也一块判了 判了两年 就是苦了摇篮 出来哭天强地 要给王辖三十万就像要了他命似的 但小秦听着不对劲 你怎么这么兴奋 我没有兴奋了 就是刚刚听那两个律师 打嘴仗的样子很热血澎湃 我觉得你应该来的 可惜了 没见到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你现在不是应该去安慰救妈妈 我安慰她干什么 当初她要是把房子卖给你 就什么事都没有 她非得占便宜 这次让她吸取点教训也好 小秦无法评价 只能保持沉默 好了我就跟你说下结果 也没别的事 这事闹到现在 小姑才是最大的赢家 张楚正在跟摇篮说房子的事 王辖也在 张楚说得很简单 给摇篮二十万 把房子卖给她 我那个房子五十万 你二十万就想买过去 你怎么不去抢呢 我的气还没消 你又来气我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三十万不要你的 我给你二十万把房子卖给我 你可以回去好好算这笔账 你并不亏 没错 你卖了房子 不仅不用拿三十万出来 还得到二十万 这不是很划算吗 说到这 杨剑看了眼王辖 王女士 你觉得呢 我怎么样都行 你们做主吧 王辖根本没想过要三十万 萧刚能被判了 他都已经谢天谢地了 不行 至少四十万 不然我不卖 四十万卖可以 那王辖的三十万照给 这样的话 你只能得到十万 那就五十万 那你还不是只能拿到二十万吗 我不卖给你 卖给别人行不行 随便你 张楚说完 转身朝停车场走去 小霞 你不会真的想要三十万吧 王辖愣了下 犹豫着看了眼身边的杨剑 姚女士 作为她的代理律师 这个官司我会一直跟到底 直到彻底结束 所以这三十万 不是你们任何一方说不要就不要的 这话纯属是吓唬他们两人 但姚兰真的就被唬住了 真是一群白眼狼 姚兰恶狠狠地瞪了眼王辖 也转身走了 这件事你不能松口知道吗 王辖不解地看着杨剑 反正你们现在已经闹翻了 你再去当好人也无济于事 而且现在张楚要买这个房子 你一旦妥协 就变相地把张楚和小青得罪了 到时候你两头都讨不到好 杨剑的话点醒了王辖 我明白了 杨剑刚准备走 转头就看见邓彪走过来 你怎么会接这种官司 你不是也接了吗 我接是因为你 那你呢 你接这个官司是为了什么 我自有我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那个男人 哪个男人 别和我装算 那个人叫张楚是吧 信张又让你这么上心 难道他是 邓律师 如果你实在太闲的话 建议回去多看几本书 一年不到书两次 说出去很丢人啊 杨律师 我在调查这些案子的时候 姚兰已经和我说了所有的事 再结合一些看司巧合的事 我基本已经确定她的身份了 怎么 你因为输给我 就想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 我还没那么无聊 还有 以后别叫我邓律师 我已经不是了 小秦下班一回来 就帮着张楚在厨房忙活 老爷子处着拐账 在沙发上笑眯眯地看着两人 小秦闲着无事 便来到沙发上陪老爷聊天 跟我这老头住一块 是不是很枯燥啊 不会啊 我们住在一起很开心啊 老头高深莫测地说笑着 是吗 我怎么感觉有些人不高兴呢 不会的 他也高兴的 只不过他不喜欢表达出来而已 这么快就向着他了 小秦脸一红 我就是实话实说 哈哈 这时外头突然有人敲门 是不是张超回来了 刚好张楚从厨房出来 便去开了门 门外站着摇篮 你们还真住在这里啊 有什么事 你不是要买房子吗 来找你商量商量 我白天的时候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决定好了 随时来找我 如果是说其他的 没有任何商量的必要 张楚的态度 让摇篮气得牙痒痒 你真是的 那没有钱 为啥非得计较这么点钱 你们不是已经买了房子 还买这个老房子干什么 这是我们的事 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卖还是不卖 小秦听到他们说话 也起身走了过去 你再加个十万怎么样 把房子卖了 我们要住哪里 你也得替我们想想啊 小秦听到这话 心中隐约升起了愤怒 当初你当我们走的时候 你有没有替我们想过 我们有没有地方住 他看了眼张楚 搞不懂为什么 现在又要去买这套房子 这房子我们不买了 你卖给别人吧 小秦说完 直接叫门关上 对于小秦的无礼 姚兰在外面气得跳脚 弟弟姑姑骂他 没良心翅膀硬了什么的 你为什么要买那个房子 张楚随口编了句 买了等拆迁 什么 拆迁 升值 张楚说的一本正经 如果直接说是给小秦买 他一定不会同意 怎么没听说要拆迁 你要是听说了 你舅妈就不会卖了 小秦想想也有道理 那你是在哪里得到的消息 什么时候拆 五年之内 真的假的 那要是不拆的话 不是白买了 不会的 就算不拆迁 放在这当个纪念也不亏 而姚兰回去后 也在琢磨着卖房子 他一咬牙 联系了中介 让中介明天来看房子 把房子卖给他们不是一样吗 非要折腾 我就不卖给他们 你看看他们那个态度 我还卖给他们 除非我脑子进水了 那房子卖了 我们去哪里住 咱们媳妇不是有房子吗 上他家住去 给那么多彩礼 在他家住咋了 反正现在彩礼还没给 到时候给彩礼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说这件事 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我可没脸去 要去你自己去 你爱去不去 不去你就去睡天桥 去当流浪汉 第二天增田跟小秦下班 两人走到公司门口 增田接了个电话 是王辉打来的 你带程程回去就行了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我现在真的怀疑 你跟我结婚 就是为了让我给你带孩子 之前你好歹还找点借口 现在领完证 你借口都不找了 直接把时间发给我 让我准时去接程程 他现在不也是你的孩子吗 这个 行了行了 挂了 增田挂了电话 转头看了眼小秦 小秦也在看他 曾组长 舅妈的彩礼给你了吗 没有 他说要等房子卖了 搬到我那里去再给我 这舅妈真是神操作 她怎么能这样 无所谓啊 她去帮我带孩子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知道程程了吗 现在还不知道 但迟早都会知道的 小秦古怪的看了眼曾田 看他这么自信的样子 搞不好还真能把舅妈搞定了 这时曾田叫的车到 我先走了 你赶紧过去吧 你老公在对面等你 目送曾田离开 小秦也朝马路对面走去 明天我带你去报考驾照 什么 考驾照 你有心事 也没什么 就是从组长今天让我带个实习生 他说在公司里 没有真正的朋友 尤其是同一个部门的人 大家都是竞争关系 所以没有几个会真心 十一代新人给自己增添对手 难道明天我要让他打杂吗 这看你自己 如果真正有能力的人 不会在意这些 那你觉得我有实力吗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你别说了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说的能力 不只是工作能力 你的心眼还得连连 什么心眼 张楚车也不开了 那我问你 你让新人给你做市场调研 做出来的结果不理想 你会怎么做 帮他纠正 要不你说我该怎么做 当然是夸他了 我没听懂 所以你还得练 好了回家 张楚也没有多说 发动车子回家 回家后 张楚去厨房做饭 小秦抢不过他 只好作罢 好像没有料酒了 我去买 结果一下楼就碰到了肖刚 肖刚 你不是 没错 肖刚的确是从看守所 跑出来复仇的 肖刚抬手就抓住他的衣领 你们都玩我是吧 小秦挣扎着想跑 肖刚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刀 抵在小秦背后 你别喊 喊出来老子就灭了你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老子跑出来就没打算活 你们喝起火来耍老子 我要把你全家灭光 跟我走 肖刚大摇大摆地带着他往前走 路过的人看到 都纷纷下得退避三射 胆子稍微大点的 躲在暗处报警 肖刚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 小秦 小秦听到了王霞的声音 他转头看去 王霞和硝烟都被抓了进来 你母亲可真心疼你啊 我那么打他 都不肯给你打电话 来 给你那个老公打电话 叫他过来 小秦钻紧手指 没有去接 你也要学你母亲 找打事吧 肖刚抡起拳头刚要砸下 外头响起了警笛声 肖刚 你本来只盼了两年 如果你现在灭了我们 你也活不了 去你的 你们都以为老子好欺负是吧 还只盼了两年 两年后王子出来照样要灭了你们 那我还等什么 快点 给你老公打电话 不然我现在就灭了你 小秦还是不肯打 肖刚你已经被包围了 你现在出来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别一时冲动后悔终生 肖刚翻找着张楚的电话 找到号码 还没打出去 外边就传来了张楚的声音 肖刚开门 张楚 不要进来 你们还真是情深意中啊 肖刚拿刀架在小秦脖子上 扯着他去开门 门一开 率先看到的是张楚一身寒气站在门口 而他身后 是树枝黑压压的枪 全都对准了他 想救你老婆是吧 你给我进来 小秦直勾勾地盯着他 眼中全是愧疚和自责 别进来 他倒了汽油 而张楚像是没听到他的话 迈开脚步走了进来 小秦健壮 眼泪夺胯而出 你别进来啊 你快出去 你给我闭嘴 我进来 你别动 把门关上 张楚反手将门甩上 他上前两步 和肖刚保持着一点距离 放了他 这件事与他无关 你可以冲我来 你急什么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你想怎么做 桌上的刀看见没 你先捅自己两刀 我就放了你老婆 不然我先灭他 张楚视线落在茶几上的刀 随后又看了眼肖刚 怎么 不敢啊 那你进来干什么 给你老婆收尸啊 张楚走到茶几前 俯身拿起了刀 别 不要 不要啊张楚 捅啊 你愣着干什么 信不信我灭了他 急什么 反正你也跑不掉 林 肖刚一时间竟然忘词了 不知道怎么骂 他最想灭的就是张楚 是不是我捅了自己 你就会放了他 做梦 你们全都得嘎 那我捅自己做什么 至少 给留一条命替他报仇 你说呢 你都捅几刀 说不定我高兴了 就把他放了 是吗 废话 你到底捅不捅 等肖刚快要不耐烦的时候 张楚忽然开口 好 我捅 而就在这时 王霞不知道什么时候挣脱了 用全身力量撞击在肖强身上 把肖刚撞开了好几步 而架在小秦脖子上的刀刃 也被拉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与此同时 张楚把手里的刀支了出去 精准地扎在了肖刚的肚子上 随后 他冲到小秦面前 将他接住 我是不是要拔了 别胡说八道 干不了 我送你去医院 张楚将他抱起来 飞快地朝门外走去 肖刚要追上去 王霞一把抱住他 肖刚 你收手吧 求你了 肖刚想要把王霞甩开 他不甘心就这样让张楚走掉了 他抓着刀朝王霞身上扎下去 与此同时 门外一声剧 肖刚倒下了 到医院后 小秦被送往急救室 张楚站在外边等 老爷子也赶了过来 他着急慌忙地问 怎么样了 小秦没事吧 应该没事 这个挨千刀的肖刚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在牢里好好改造 两年出来好好做人不行 非得走极端 没一会儿 许天还有杨剑王辉都来了 这都什么事啊 他现在已经嘎了 也算是解决了潜在威胁 这人脑子有病吧 活着不好吗 众人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 急救室的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怎么样 都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张楚这才松了口气 紧绷的神色缓和了几分 你们先回去吧 不用在这里守着 杨剑英下 拉着许天走了 王辉不肯走 要在这里等小秦醒来 小秦被转移到病房 这会儿还没醒 你赶紧去把你身上洗洗 张楚刚走出病房 忽然 他手机响了 看到来电显示 他眉头皱了一下 但还是接了电话 你没事吧 是张康的声音 谁告诉你的 别管谁告诉我的 儿子 你长本事了 为了个女人去以身设险 张楚想了下 这件事闹得大 大在律师警方上面 有人告诉张康了 看来你都知道了 哼 要不是发生这件事 你结婚的是准备 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可没有瞒你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这么跟我说话 那我应该怎么和你说话 别忘了 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联系过 现在摆出父亲的架子给谁看 那是我不联系吗 你回去问问你那个吗 哪次我打电话 他让你接过 沈妮真是把你交得好啊 交得你六亲不认 张楚不想和他聊这些 你打电话到底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不能打电话了 你非要这么说话 那我们没得聊了 行了 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 我问你 小超是不是在你那里 你可以打电话自己问他 你们两兄弟 还真是臭味相投 怎么 一个个都想造反 张超那么大的人了 你还管他去哪里 怎么了 是怕他不认你这个父亲 那你可真该好好反省一下 张楚 没别的事我挂了 张楚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反手掐断电话 走了出去 张楚 你送我回去 这里让小灰看着吧 你们去吧 这里交给我 醒了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张楚这才和老爷子走了出去 你爸都知道了 嗯 你怎么打算的 我不知道 那个混账东西 一向狂妄自大 恨不得把所有人 都掌控在自己手里 反正啊 我是姥姥 帮不上你们什么了 我就说吧 你迟早要和他对上的 我让你你的合同 你弄得怎么样了 再弄了 你尽快吧 不然到时候我一走 就您的小公司 张康随便动动手指 就能让你骨头扎都不剩 我没你想的那么弱 老爷子笑了 是是 你有本事 行了就到这吧 我打车回去 你回去好好照顾小琴 老爷子说完 就走了出去自己打车回家 张楚也转身回到病房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 你可以走了 我不走 表妹还没醒呢 等她醒了我再走 小琴是第二天中午醒的 小琴 张楚握住她的手 眼中流露出担忧的神色 感觉怎么样 疼 她想起了王霞 她呢 在另外一间病房 放心 她没有生命危险 小琴听到这话 也稍微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 我会答了呢 不要胡说八道 饿不饿 嗯 王辉听到两人说话 她也醒了 表妹你醒了 疼不疼 难不难受 小琴给了她一个 自行体会的眼神 那你们肯定饿了 我去给你们买饭 王辉说着 转身离开病房 张楚 对不起啊 因为我家的这些 是连累你了 别说对不起 该对不起的人是我才对 是我疏忽了 幸好你没事 小琴张了张嘴 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 这时王辉买了粥回来 张楚接过来 拿起勺咬了一勺 送到小琴嘴边 我自己来吧 你自己怎么来 张嘴 小琴看着她 不容置疑的态度 只能默默地吃了起来 表妹 你看起来没啥大事 那我就回去上班了 晚上再来看你 好 你路上慢点啊 王辉点下头 转身走了出去 张楚今天也没去公司 全程守着她 傍晚的时候 曾田和小琴带的 实习生蓝香也来了 曾组长 你们怎么来了 我去给你买吃的 张楚自觉地走了出去 王辉给我打电话说的 小蓝听到了 所以要跟着我一起来 小琴姐 你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 真是太惊险了 还好你没事 我也没什么大事 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给你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你先好好养伤 伤好了再去上班 我才上了三天班又请假 你这个是突发状况 无法避免的 不用想太多 好好养着吧 好 谢谢曾组长 谢什么 现在是下班时间 除去曾组长这个身份 我还是你表嫂呢 小琴姐 这病房是单间吗 这是VIP病房 一天好几千呢 蓝香错愕的张大嘴 这么贵 终一天我一个月工资啊 如果不是小琴张不了嘴 她也张大嘴了 几千啊 四五千吧 小琴姐 原来你是富婆啊 不是 我穷得很 我也没想到这病房这么贵 你穷 你老公有钱 怕什么 刚才出去那个就是小琴姐的老公吗 是啊 你老公好帅 还这么有钱 小琴姐你太幸福了吧 没有那么夸张 他不是有个弟弟吗 一样帅 小蓝要不要介绍给你 我不要 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 看样子 你是要干大事的人 那当然了 可以 有前途 以后可得拜托小琴姐好好带我啊 好 几人又聊了会 曾田和蓝香就走了 而张楚回到病房后 小琴赶紧跟她说了转病房的事 别折腾了 再遮住吧 太贵了 一天好几千呢 也不贵 这还不贵啊 咱们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住一个星期的 没事的 那医生说我要住几天 先观察几天 没问题就可以出院 几天 三天 小琴看到张楚一脸严肃的模样 只好作罢 这时张楚手机响了 我出去打个电话 打电话的还是张康 他一直追问张超在哪 张楚被他问得烦了 掐断电话后 把张康的电话拉黑了 那边打不通电话的张康瞬间炸了 这个混账东西 老爷子 消消气 便气坏了身子 要打电话白天再打吧 这么晚了人家肯定在睡觉 这才几点 真是岂有此理 居然还把我拉黑 张康这气着自己都笑了 小超太久没见他大哥 想和哥哥爷爷多待几天也是人之常情 这么多年没见 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小超去了那么久 再多的话也该说完了 再加上老爷子一直不待见我 这三人聚在一起在密谋什么 张康想到这里 他忽然喊了声 老温 一名中年男人走了上来 老爷 去 派几个人明天去闽城 把老爷子和那个逆子给我带回来 是 这边 杨健急匆匆赶来医院 他递给张楚一封文件 你让我你的协议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张楚将股份转让协议拿出来 大致浏览了一番 跟我去辉煌小区 路上他又拿出手机给叶七打了个电话 找几个人 在医院看着 那个肖刚的父母今天来领尸体了 张楚没说话 像是睡着了 那老两口那么大把年纪了 还得来给儿子收尸 杨健把车开进小区 张兄到了 张楚睁开眼 猝着没看了眼外面 到了 到了 你多久没睡觉了 就这么点路你都睡着了 两人来到老爷子家 开门的是张超 哥 你不在医院 怎么回来了 回来办事 张楚说着走到老爷子身边坐下 把手里的文件放到桌上 爷爷 您叫我弄的东西 这么快 不是您叫我紧快 老爷子拿起桌上的文件翻了翻 拿笔来 杨健拿出来一支钢笔递给老爷子 张超在旁边看的云里雾里 感觉他们在干什么大事 就好奇地凑了过来 你们在做什么 没人搭理他 老爷子签字盖章之后 将两份合同都给了张楚 小楚 这下 爷爷我可是什么都不管了呀 剩下的交给我 听到这话 老爷子乐呵呵地笑了 我就等你这句话 小楚啊 你可不要让咱们家的东西落到了旁人手里 不然 我饶不了你 张楚沉默了下 反手将文件递给杨健 他估计很快就会派人来接你了 我知道 现在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老爷子瞪了他一眼 你好意思说 但凡你争点气 也不会站在这里了 没一个省心的 你骂得莫名其妙 我还是不说话了 您早点休息 我先回医院了 去吧 第二天小秦醒来的时候 张楚没有在房间 站在身边的是增田 增田正在和王辉嘀嘀咕咕说什么 程程周一开学 你送他去学校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我要上班 说的我不上班一样 我还没找你还钱呢 王辉说着有点郁闷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自己只是催个债 怎么还把婚结了 而且怎么想都是他吃亏了 你去找阿姨要啊 要到了顺便帮我还了吧 谢谢你哦 你这个女人 真的是 增田看到小秦醒来 没和王辉继续聊 小秦你醒了 张楚呢 我也不知道 早上他给我打电话让我来 但是我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这里 可能忙去了吧 今天不是放假吗 能有啥忙的 这男人一天天审出鬼没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小秦来吃饭 日是从家里带来的鸡汤 日是王辉做的 你尝尝 表哥这么厉害 被人调教过的 当然厉害了 和卉卉交往一年多 她洗衣服做饭 啥没干过 现在可是个合格的家庭主妇 小秦不好接话 只能默默地喝着汤 而王辉做了会觉得没意思就走了 怎么组长 你和表哥怎么样了 就那样吧 他没和我住一起 他自己还住在那个出租屋里 啊 为啥啊 他说房租交了不住浪费 这不过是他的借口 他就是不想和我住在一块 觉得我们是假结婚 住在一块不合适 不过喊他干点什么 他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会去做 可能你们还不太熟 等熟悉点就好了 表哥人挺好的 我知道 他这人就是嘴硬心软 希望不是对别的女人也这样 应该不会的 这点他还是有分寸的 你怎么知道 你看之前卉卉都那样对他了 他还一心想着负责 现在呢 和你结了婚 他自己在外面住 如果换了别人 肯定会想方设法占你便宜啊 小秦这话说的有道理 并且成功把增田说服了 下午的时候 王辉把晨晨也带来医院了 小家伙对王辉敌意有点大 他挣脱王辉的水 并且还踹了他一脚 一个小崽子 怎么可以拎将仇报 晨晨现在已经不怕王辉了 而且还总是和王辉对着干 你带他来这里干什么 那我要带他去哪里 总不能带他回我妈那里吧 对了 我妈这两天在找人看房子呢 她打算把房子卖了 那卖出去了吗 还没有 来了几个 都觉得五十万太贵了 最多出四十万 多了人家就不要了 姚兰现在也在为这件事犯愁 她送走一个看房子的 刚准备进屋 忽然看见有位中年人 带着一群人往走廊走来 姚兰感觉这些人不是好人 她赶紧躲到屋里 偷偷把门打开一条缝偷看 你在干什么 你小声点 对面张老头加来了一群人 好大的排场 估计是得罪什么人了 一会儿你可千万别出去 要是他们来我们家 你就假装没在 和张楚他们两口子扯上关系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老太爷 我奉老爷之命 前来接您回京 姚兰听到这称呼愣了下 老太爷 请问在家吗 姚兰见他语气那么恭敬 壮着胆子 把门打开走了出去 哎呦 你们来找老亲家啊 老温转身朝姚兰看去 两位是 我和这个张老头是亲家 我的外侄女 是张老头的孙媳妇 你们找他干什么 老温一副打量货物的眼神 让姚兰很不爽 你们在这敲一天的门都没用 他一大早就出去散步去了 那请问他去了哪里散步 楼下小驱呗 他还能去哪里 你们是什么人啊 说话咋还这么别扭 老温没有和他多做解释 便带着人下楼去找人了 姚兰看着那群人走路 就跟机器人复制的出气一致 心里更加好奇了 老王 你说他们是谁啊 我怎么知道 你少管闲事就对了 你懂什么 你刚才没听见吗 他们喊张老头老太爷 还说要接他回京 难道这张老头 还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 那和我们也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 小秦不是你外甥女吗 姚兰越说心情越澎湃 他立马撇下王庆 飞快地朝楼下跑去 老爷子正在张超说话 张超知道他就要回京城了 因此有些不舍 公司的是你哥会帮你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我还想和大哥多待一段时间 大哥什么时候回去 我也什么时候回去 老爷子也不勉强 他还想说几句嘱咐的话 就看到那边一群人走过来 那你可就得走了 张超察觉到老爷子的视线 回头一看 看到老温 他脸色一变 爷爷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到京城后给我打电话 说完 张超撒鸭子就跑 而老温也看到了他 叫了两个人去追张超 太老爷 一群人齐刷刷对着老爷子鞠躬 躲在后面的摇篮 看到了大受震撼 行了 张康呢 老爷在京城 但是他叫我给两位少爷带句话 尤其是二少爷 什么话 他说 如果等他亲自来的话 就没那么轻松了 老爷子听完 抓着拐杖往地上一掷 混账东西 老子还没死呢 什么时候轮得到他来指手画脚 人是我叫来的 也是我要他留下的 你们有什么意见 不敢 老爷只是担心二少爷 并非想对您指手画脚 担心 他心里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 他是不是以为 这些年我没在京城就拿他没办法了 老温不想和他继续扯这个话题 太老爷 我们是来请您回京的 需要帮您收拾行李吗 看你们这架势 如果我不回去 你们是不是准备把我绑回去 小的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 老爷说了 若是太老爷不肯回去 便让我们住在此处 邓太老爷什么时候愿意回去了 我们跟着您一同回去 那咱们就耗着 看是耗到他亲自来 还是你们把老子尸体抬回去 老爷子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姚兰虽然听不到他们说话 但是他把这些人对张老头的态度看在眼里 好家伙 这不会是演戏吧 不对啊 谁痴称了没饰演这种戏玩 看来 这张老头真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啊 姚兰正想得入神 王庆走了过来 你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什么 你跑出来干什么 吓我一跳 你老去关心别人家的事干什么 老王 我跟你说 这老头不简单 有多不简单 你看张楚他母亲 一家人都在法国 还有他那个弟弟带来的那个姑娘 那么大哥律师随随便便就请来了 还有 你看那个演虎少爷 之前为啥那么帮小灰 这不就解释通了吗 张老头和张楚都是厉害的人物 小秦这丫头是麻雀变凤凰了 你都把人得罪完了 他们厉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老王啊 我现在很后悔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后悔有啥用 我要是知道他们这么牛 肯定好好巴结他们 打好关系啊 姚兰说着 突然眼睛一亮 赶紧拿出手机 找到张楚的电话打过去 喂 姚兰现在听到他这道冷漠的声音 不仅没有觉得他态度有问题 反而认为更符合他大佬的身份 那个小楚啊 之前你不是要买这个房子吗 你想通了 想通了 我卖给你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不就是个房子吗 你随便给个万把块的意思下 我们就把房子卖给你 你是不是 见到什么人了 姚兰心里一跳 这家伙怎么知道的 没有啊 我今天想了下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 说的气话 现在气消了 还是觉得咱们自己人 应该像着自己人 姚兰语气中的殷勤和讨好 张楚一个字都不信 房子还是按照之前说好的 给你二十万 但是 如果你知道了什么 最好不要说出去 知道知道 你们这些人啊 就是喜欢低调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出去 他这话说完 就听见手机里传来张楚的吃笑 姚兰这才意识到说漏嘴了 这么轻而易举就被他炸出来了 他也不好意思再装下去了 哎呀 我是看到了 刚才来了一大群人 给你爷爷又是鞠躬 又是太老爷的 所以 所以你后悔了 哎呀 你这孩子 你老是说话这么直来直去的 那换了谁不生气啊 周一我叫人来办理过户手续 另外 我刚才说的话 记住了 记住了记住了 我嘴严实的汉 肯定不往外说 王辉我都不告诉他 不只是王辉 姚兰愣了下 又很快反应过来 哦 我懂了 小秦我也不说 电视里都这样演 你要考察他的品行是吧 那我就有的说了 小秦这孩子打小就懂事 姚兰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结果放下手机一看 张楚早把电话挂了 他现在也不生气了 觉得这就是大佬该有的脾气 小秦在医院住得好好的 傍晚姚兰拎了一袋东西来看他 吓得小秦差点从床上掉下去 小秦你好歹了没有啊 舅妈给你带了吃的 这里面都是纯正的土鸡蛋 到时候你出院了 你拿回去让张楚给你煮着吃 小秦看着他脸上殷勤的笑容 头皮直发麻 舅 舅妈 你有什么事吗 你这孩子 你住院了 我这个当舅妈的能不来看你 小秦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总觉得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而姚兰自顾自的 从袋子里面拿出一碗红糖鸡蛋 之前舅妈对你态度确实有点不好 舅妈给你道歉 说着就把碗塞到小秦手里 来你尝尝 多吃点 小秦看了眼碗里的红糖鸡蛋 有点犹豫 舅妈 我吃了这个鸡蛋 你会不会收我钱 你这话说的 你看舅妈是那样的人吗 小秦看了他一眼 太像那样的人 你快吃 不然等会儿凉了 小秦被他的热情吓到了 小心翼翼地喝了口汤 目前他只能喝汤 鸡蛋咽不下去 而姚兰看着他喝 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 看着小秦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实在受不了 舅妈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没事啊 舅妈就是过来看看你 你怎么老觉得 舅妈是有事才来找你 老王 你说 我们是不是就是来看小秦的 是 今天就是特意来看你的 小秦你别紧张 小秦怀着狐一的心情 把红糖水喝完了 哎呦 还是小楚有出息啊 这病房也住得这么好 你可得跟小楚好好过日子 他可是个好男人 你得牢牢抓住了 千万别让其他小魔女靠近他 姚兰说完这话 刚好张楚回来了 哎呦 小楚来了 你看我就说嘛 小楚多好的男人 小秦住院 他天天在这里守着 像他这么好的男人已经不多了 好了 别打扰小秦休息 我们先走吧 姚兰这才跟着王庆走了 舅妈今天太反常了 他怎么了 可能是他良心发现了 我才不信 他肯定又想要什么东西了 他是不是又找你买房子了 我之前听吊哥说 他那房子卖不出去 肯定是想高价卖给我们 那倒没有 我和他说好了 二十万卖给我们 他怎么二十万肯卖给我们 因为之前打官司 他要给王霞三十万 现在出二十万买他的房子 三十万就不用给了 王霞也是同意的 那可是三十万 他居然会同意 那这房子 这房子还是我们的 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 他在哪个病房 在楼上六一八 哦 那医生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没说具体出院时间 等一下问问 过了会 医生来给小秦检查 他便问了出院的事 已经开始结疤了 不过还是再住几天比较好 毕竟这个地方伤口有点危险 会不会留疤 肯定会有点 不过时间长了 也会慢慢消失的 这个不用担心 那具体我还要住几天啊 再住一个星期 应该就差不多完全结家了 医生 能不能麻烦你 给我转个普通病房 换什么 就几天而已 别折腾了 张楚氏医生先出去 我能赚钱 你不要担心这些 我知道你能赚钱 但是一天四五千 完全没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 住哪里不是住 何必浪费呢 花在你身上的 都不算冤枉钱 如果可以 我更希望你不要住在这里 一分钱都不用花 普通病房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 太吵了影响你休息 再说了 如果我连这点钱都设不得花 那你嫁给我干什么 小秦被他说的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反驳 可是 你不是还要买房子 买房子你不用操心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要不房子不要买了 这钱不如拿去 把你车带还了 对了 你那个车这么久了 是不是该拿回来了 嗯 明天我去看看 你现在好好养伤 其他的别操心 张楚话音刚落 张超慌乱地跑了进来 张超 你怎么了 我来你们这里躲一下 小秦狐疑地看着他 是有人在追你吗 是啊 有人在追我 张楚脸色忽然变了下来 你把人带到医院来了 张超乱了下 又看了眼床上的小秦 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暂时应该找不到这里 张楚抓住他的手臂 拽着张超走了出去 哥 你干嘛 你是不是找死 对不起哥 我只不过是想来躲一下 是我考虑步骤 我这就走 张超说完就要离开 但走廊那边两个保镖已经走了过来 他只能转身往另一边跑去 两名保镖快步来到张楚面前 并没有去追张超 而是停了下来 大少 闭嘴 可老爷 听不懂 滚 两人纠结了片刻 立马抬脚朝张超追了过去 张楚一回到病房 就看到小秦下了病床 你怎么下床了 我看你们这么久没进来 还以为你们出什么事了 所以想去看看 别担心 没什么事 张超是不是惹伤什么人了 嗯 别管他 你怎么能不管 他是你弟弟啊 他是我弟弟 但也是成年人 自己的是自己解决 你这大哥当的 明知道张超惹上麻烦了 还这么淡定 小秦自然不知道 张楚现在哪有心思担心张超 张康突然派人来横插一脚 他连自己都管不过来了 这团火已经快包不住了 小秦知道只是早晚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 小秦趁着张楚在沙发上睡觉 去了王霞的病房 小秦 你怎么样啊 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 很快就能出院了 你呢 医生怎么说 我没伤到要害 伤得也不重 王霞说着 又愧疚的看了眼小秦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别提了 都过去了 嗯 现在萧刚不在了 我不用每天在担惊受怕 我也可以放心了 他父母呢 不会来找你吧 不管他们了 当初就是因为他们求我 我一时心软 让小颜跟着我受了那么多苦 现在萧刚没了 我和那家人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小秦看到他眼中的坚定 也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房子的事 三十万你不要 那三十万我从来没想过要 给我 我也拿着不安心 要不是小楚要买房子 我也不会坚持要大扫的钱 小秦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 年轻的时候 我确实犯了错 自私地觉得 人要为了自己而活 是我对不起你 我也明白 无论做什么 都弥补不了这么多年对你的亏欠 但我还是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不管你原不原谅我 至少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小秦默默地听着 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回应他 小秦 对不起 过去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 你好好休息吧 我不打扰你们了 对了 小颜要开学了吧 是的 你不用管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小秦沉默了下 没说什么 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走廊的时候 忽然遇到迎面走来的李燕 小秦 好久不见 小秦是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但现在的李燕和之前印象里的李燕有些不同 脸上看不到之前的肖章和目中无人 是挺久不见了 你来这里是 我来看我爸 小秦这才想起 他爸好像瘫痪了 哦 那叔叔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嗯 现在能说话了 不过还是下不了床 以前的事 我还没和你道个歉呢 对不起 你不用和我道歉 你做的那些事 对我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我觉得你更应该和我表哥道个歉 我知道 但是道歉也改变不了事情 他也不会原谅我 原不原谅是他的事 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 我已经为这件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那做大山毁了我的一生 这辈子我都不会结婚 我用这一生来赎罪 就是对他最大的道歉了 你不打算结婚了 我想起大山里那段经历 想起自己是怎么被他们羞辱 想起他们是如何践踏我的尊严 我就觉得反胃和恶心 这些事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并且这些噩梦 会伴随我一生 让我这一生不得安宁 每次睡着了 这些画面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比起惠惠那些过去 我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时候 我好像可以理解惠惠 为什么会选择结束自己 无数次我从噩梦里醒来 我都好想结束自己 可我又不能 我还有我的爸妈 我爸已经这样 无法再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了 小秦看到他确实很痛苦 多少有几分于心不忍 想开扁 都会过去的 你不会懂的 已经过不去了 李燕本该有更幸福和光明的未来 而现在 就像从云端跌落泥泥 改变了他所有的人生轨迹 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 我现在走在外面都怕被人认出来 也不敢找任何人诉说 以前那些朋友全都在看我笑话 背地里都在嘲笑我 没想到 最后还是你听我说这些 李燕原以为小秦听完这些会嘲讽奚落他 但出乎意料的是 小秦不禁没有看他笑话 还安慰他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做 如果你说出来能好受点 你随时可以找我聊天 李燕不由多看了他两眼 你还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或许我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喜欢你了 小秦愣了愣 你说的他是直 没什么 反正经历过这件事 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有些人表面安慰你 心里却在偷偷嘲笑你 哪像你 什么都写到脸上 两人正说着 小秦看到张楚走了过来 李燕也注意到他来了 我先走了 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废话 说完 他仓皇地走了 你们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 你不是在睡觉吗 你伤还没好 别到处乱跑 走吧 回去吃饭 两人回病房吃好饭后 我要去趟公司 你在床上好好躺着 别再乱跑了 我中午回来给你带饭 你去吧 我不乱跑 等张楚走后 小秦拿出手机开始玩游戏 退了游戏后 他就到了病房外面透透气 一到外面就看见不远处有个男人盯着他 而在小秦看他的时候 他立马看向别处 他吓得赶紧跑回了病房 他越想越害怕 拿起手机给张楚发消息 张楚 外面走廊有个奇怪的男人在盯着我 你不是说不会乱跑吗 我没有乱跑 就是想出去透下气 外面 叶七接到张楚的电话 谁让你在门口站着 不是你让我看着吗 我让你看着 没让你在门口站着 滚下去 叶七挂了电话 默默地退到楼梯口爽着 这时姚兰来到了门口 这怎么还反锁了 舅妈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看你了 你看看你在这里住院 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我这个当舅妈的再不来看看你 那你一个人都孤单啊 舅妈 你刚刚来的时候 走廊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 没有啊 什么奇怪的人 刚才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又高又大 还一脸的凶像 哦你说那个人啊 我刚刚在楼梯口看到了 哎呀你不用担心 可能是谁的家属 不是啊 他刚刚就站在我病房门口 而且隔壁那几间病房都没有人的 怎么会是家属 摇篮听了也有些诧异 但又想到之前看到的那群人 哎呀别一神一鬼的了 舅妈 你这两天太殷勤了 你来找我真的没事吗 今天还真有点事 我们那房子不是卖给你们了吗 然后呢 舅妈就想和你商量下 反正房子现在你们又没住 就让舅妈再住一段时间呗 摇篮说着 又急忙表明自己的心意 主要是这点钱也不够买房子 外面租房子也要花钱 如果我们住在这里 房租给你们也是一样 为什么去便宜别人是不是 小秦错愕地盯着摇篮 难道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那你打算给多少房租 不会是给一百块钱住一年的那种 摇篮笑呵呵地看着小秦 脸上充满了慈爱 看着小秦毛骨悚然 那这个肯定是该多少就要给多少 或者你要是心疼舅妈少要点 那舅妈也是高兴的 这个我做不了主 我得和张楚商量一下 毕竟这房子是她买的 要的要的 你俩商量下 要是不行的话 舅妈搬出去也可以 小秦古怪地看着她 说实话 这样的舅妈她有点适应不了 舅妈 我突然有点困了 那行 你好好休息 早点把身体养好了 赶紧生个孩子 小秦愣了下 什么 这女人啊 就你这个年纪生孩子是最合适的 年纪小了对身体不好 这年纪大了又不好恢复 到时候肚子上涨那个认身门 削都削不去 像个别了的气球似的 那可就难看了 小秦听得云里雾里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舅妈 你可不要觉得舅妈是吓唬你的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因为生完孩子变成了 离婚啊 感情破裂的比比皆是 舅妈是过来人 舅妈说的话你得听 啊 这么严重 小秦被她的话给吓到了 好了好了 你困了就赶紧去休息吧 舅妈不打扰你了 姚兰说完就离开了病房 接近十二点左右 张楚带着午饭回来了 小秦就把姚兰要租房子的事和张楚说了 那个房子你已经买了吗 买了 下午去过户 哦 你动作还挺快的 那舅妈说租房子的事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自己看吧 她是你舅妈 你若不想把房子给她住 我去跟她说 所以你没什么意见吗 我没有意见 本来这房子买来也是等拆迁的 不住的话空在那里也是空着 当然 如果你对她有怨气 宁愿空着也不给她住 我自然也没有意见 你说的也有道理 空着也是空着 不过避免她以后再出什么幺蛾子 咱们得和她签个合同 好 我去办 小秦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这个人是不怕得罪人的主 吃过午饭后 下午张楚没有出去 一直在病房办公 晚点的时候 王辉带着澄澄来看她 看到这两人谁都不服谁的模样 小秦觉得 还莫名地有父子像 表哥 你怎么来了呀 岑田还没有下班 我设路就过来看看你 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挺好的 我感觉都能出院了 那我还是觉得 在医院多住两天比较好 有医生再也能放心些 两人正聊着 张楚的手机响了 她拿出手机看了下 又收了回去 王辉刚要说话 她手机又响了 她又挂断了 王辉忍不住了 张楚 你咋不接电话 推销电话 你真是个大忙人了 我上班都是天天给别人打电话 人家看到我的电话都烦 都跟她一样给我挂了 表哥 你工作还没辞吗 辞了 还有几天就一个月了 不过在辞之前 还有件事要办 什么事 把层田欠的款还了 这样我就能拿百分之十的提成了 你不是说她欠了两百三十万吗 加上利息的话 肯定不止这些 舅妈能给她那么多彩礼吗 我妈给她一百五十万 不过之前她自己还了三十万 所以加上这一百五十万 她就还了一百八十万 但是还不够 剩下的五十万 小秦听着她的念叨 看她的眼神越发微妙 她突然不知道 这王辉是在算自己的提成 还是在替曾田算欠下的债 打算和曾田一起还债 那你辞职后你准备做什么呀 不知道 我要计数没计数 要学历没学历 去工地搬装算了 让你不好好上学 现在知道后悔了 哎呀 我妈拿着是说我 你也来说 你是不是被我妈同化了 开玩笑的 算了 我看你也没啥事了 那我也不打扰你了 你休息吧 我走了 嗯 你带着澄澄慢点啊 知道了 王辉看了眼身边的澄澄 你走不走 我要妈妈 她还没下班呢 长这么大哥就知道一天天要妈妈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都是班里的老大了 王辉拉着澄澄离开了病房 她前脚刚走 张楚的电话又响了 这次她依旧挂了 却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小秦盯着她的背影 心想她一边要忙工作 一边还要照顾她 心里挺过意不去 张楚来到走廊外 才接下那边重新打来的电话 想打通你的电话 比唐僧取经都还困难 换了几个号你才接我电话 张楚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很简单 让你弟弟还有你爷爷都给我回来 现在倒好 这爷孙二人试铁了心和我作对 是不是你在搞鬼 我没那么闲 你自己带不回去人 是你自己的问题 别赖在我头上 小楚啊 你是我儿子 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和我直说 我这个当爹的还能不给你 张楚眉头越粗越深 没有接她的话 但是老爷子年纪大了 这人年纪一大就难免糊涂 被人一忽悠 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他糊涂了 但是你不能糊涂 知道吗 我倒是觉得 老爷子年纪虽然带了 但人却比任何人要清醒得多 他知道回京会有人算计他 所以才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 反倒是有些人计划落空 心生怨念 打着冠冕堂皇的借口 做着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好好好 真是我的好儿子 我听你这意思 是准备向你老子宣战吗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你这个父亲架子摆得这么大 我如何敢与你宣战 老爷子的股份是给了我 但是我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 当然 前提是 你不要来打扰我 否则 说不准哪天我就忽然感兴趣了 好大的口气 不愧是我儿子 当初我就不该让沈妮把你带走 还有别的事吗 张楚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还认不认我这个爹 张楚没说话 很好 那我就是木一带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说出这些话 有多少真本事在身上 说完 张康就挂了电话 张楚在走廊站了一会 才回到病房 小秦见他回来 刚想和他打个招呼 见他一脸严肃 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 小秦能清晰地看到 他眼底护之欲出的暴躁 说 也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他的脸色越发的阴沉 这种事都要来问我 要不要我帮你做了 张楚顾忌到有小秦在 有些话他还没说 只是随便敷衍了几句 就挂了电话 张楚 你是不是公司有事 你要是忙的话就去忙吧 不用管我 我现在都没问题了 张楚抬头看了他一眼 神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没事 和工作没什么关系 真的吗 你可千万别为了我耽误了工作 你难道不是应该说 别为了工作连你都不管了吗 我现在又没什么事了 你当然要去做自己的事啊 小秦觉得就凭他义无反顾的来救自己 哪怕他不出现在医院 小秦也不会觉得他忽视了自己 因为他能感受到 张楚心里有自己 出院前 小秦去了趟王霞的病房 医生说王霞随时都可以出院 但王霞现在没工作 没钱交房租 只能暂时在医院 小秦听到这话 忽然想起了舅妈的房子 要不你去辉煌小区住吧 就是之前舅妈那个房子 现在张楚已经买下来了 然后我再转点钱给你 我去不太好吧 大扫他 不要怕 那房子现在也不是他的 到时候大不了给他少点房租 你和小炎住进去 他也没有理由说什么 可是我没钱给你房租 小秦错了错没 那你先欠着吧 以后有钱了再给 那好吧 不过你要和舅妈先说一声 他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不过去了 嗯 那你什么时候出院 看你舅妈的态度 他要是不介意 我现在就可以出院 小秦想了想 拿出手机给姚兰打去了电话 小秦咋了 不你今天出院是不是 要不要舅妈去接你 不用了 我是想和你商量点事情 别说什么商量不商量的 多商和气 什么事你直接说就行了 舅妈能办到的肯定办 就是你之前说租房子的事 我看了下 咱们小区 你住的那个户型 网上是两千五一个月 没有问题 两千五就两千五 然后 还有两个人要搬进去住 你给一千就行了 是谁要搬进来 说完他瞬间反应过来 是你母亲是吧 那没问题啊 让他直接搬过来就是了 都是一家人 干什么这么见外 小秦彻底愣了 那个尖酸刻薄的舅妈去哪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什么时候搬 我来帮他一起搬东西 小秦愣在原地 舅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变得这么好说话 跟他说好了 你出院了就搬进去吧 好 谢谢你小秦 小秦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走了出去 你们聊什么呢 聊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对了 嫂子恭喜你出院啊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走上车吧 我送你俩回去 是回老小区啊 还是回新区 回新区 到家后快到中午了 许天后这脸皮要留下来吃饭 他当然要吃张储做的饭了 哇 老厨你这厨艺真是日益健长啊 这都能拿出去开店了 以后要是你失业了 去开个饭店也能养家了 他可不能失业 我失业了他都不能失业 嫂子 你这么看好他啊 今年大环境不好 很多公司都在裁员 说不定老厨哪天就被裁掉了 不可能 他可是老板身边的大红人 怎么可能会被裁掉呢 可以啊 现在都变成老板身边的大红人了 说不定以后就成总经理了 闭嘴 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下午没什么事做 小秦在家办公 公司有个游戏宣传策划 是整个部门参与制作 曾天看到他在群里说话 便给他私发了消息 你这么快就上班了 对啊 我在家没事干 明天我就能回公司上班了 不用这么急 多休息几天 在家办公也可以 不一定非要来公司 说着曾田又推来一张名片 你家下这个人 他是DK负责游戏策划的经理 他会拉你进群 小秦赶紧点击添加好友 那个项目有进展了吗 据说是有突破了 这个合作是咱们杨总 厚着脸皮球来的 所以你多和他们交流一下 小秦这下才明白 以DK的实力 完全可以独立完成 怎么会带华盛一块碗 还派人去学习 小秦正想着 那个人已经通过好友了 他把小秦拉进了个小组群 又给他撕发了一个文件 还交代了 这是保密文件 请勿外泄 小秦点开文件 认真地看起来 这时张楚进来了 小秦 我出去一趟 你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能行的 你去吧 我在看你们公司 发来的资料呢 估计到晚上才能看完 张楚神色一变 他走到小秦身后看了眼 果然是那个项目的资料 我出去需要带电脑 我那个电脑坏了 把你的借我用一下行吗 行 那我明天再看 电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没有 你随便用 张楚来到停车场 坐在车里 重新打开电脑 将资料拉到最后一页 上面有他的签名Sedron 小秦上次去法国 知道他英文名叫什么 如果看到这个签名 再傻的人也能猜到了 他要点击删除的时候 又犹豫了 神色变幻莫测 一道手机铃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收回手 拿出手机看了眼 是老爷子打来的 小楚 小秦出院了吗 嗯 现在在家里 没什么大事了吧 嗯 那我就放心了 明天我就要走了 晚上我去看看他 你真打算走 不走能怎么办 难不成真让他们住这里啊 那个老温 竟然把隔壁的房子买下了 现在就住在隔壁 其实您要不要回去 已经都不重要了 怎么不重要 那小子已经放出话 要接我回去照顾我 现在知道股份到了你手里 他就算不想让我回去 也得把我接回去 不然他面子往哪搁 不过小楚啊 你还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时间拖得越久 对小秦的伤害可就越大 别说老头我没提醒你 你好好掂量掂量 张楚瞥了眼那个笔记本 沉默良久 现在说了他也未必能接受 哎 这都是你自找的 当初不让我说 现在你想说都没机会了吧 张楚没有反驳 只是神色有点烦躁 现在只能等他痊愈了再说 随便你 我可是什么都管不着了 你早点回家 晚上我去你那里 嗯 张楚再次打开电脑 点击文件 选择删除 接着又给蒋桓打了电话 叫他重新发一份 没有签名的资料 这才开车前往公司 刚才和老爷子通话 他没有说谎 他是准备等小秦痊愈之后再坦白 老爷子来的时候 张楚还没有回来 爷爷 您怎么来了 小秦扶着他到沙发坐下 小楚他人呢 哦他忙去了 可能晚点才会回来 忙忙忙 一天就知道忙 把你一个人丢在屋里 这个臭小子 爷爷 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不需要天天守着呀 又不是坐月子 小秦说到这暗自懊恼了下 虽然在老爷子面前说这个 果然 老爷子听到就惊神了 坐月子 他还敢这么乱跑 爷爷我用这拐杖打断他的腿 不过啊 小秦 你是不是有这个打算了 没 还没呢 哎 算了 爷爷不劝你了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把伤养好 这次爷爷来看你 是有件事跟你说 什么事呀 爷爷明天准备走了 所以今天来看看你 别担心爷爷 你跟张楚要好好的 以后可不要闹矛盾啊 小秦听到这个消息 当场正在原地 这么突然啊 本来想早点跟你说 这不是看你住院吗 所以想着等你好了再来跟你说 小秦眼眶忽然有些发酸 爷爷 他和老爷子当了二十年的邻居 几乎每天都能看见 他突然就要走了 小秦心里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 小秦别难过 爷爷就是回趟老家 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看你 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弄得爷爷都不敢走了 我就是舍不得爷爷你 爷爷回去多久啊 暂时还不知道 当回去了 确定了 我就告诉你 要不然我和张楚陪您去吧 这下轮到老爷子愣住了 他看着小秦 几番欲言又止 正好看见张楚拎着菜回来 他急忙转移目标 那你跟他商量 他要是同意 爷爷我肯定没意见 小秦转头看着张楚 怎么了 要不我们陪爷爷回老家怎么样 爷爷年纪大了 一个人回去路上肯定不方便 张楚视线落在老爷子脸上 老爷子假装没看到他 我先去做饭 张楚丢下这句话 便去了厨房 看吧 你好好和他商量 不过爷爷自己回去没事 现在交通发达 坐飞机也就两个小时的事 小秦没有说话 他是担心老爷子腿脚不方便 路上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他想不通张楚 为什么一点都不关心老爷子 甚至吃饭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说 吃完饭 张楚便送了老爷子回去 姚兰在门口看见两人过来 连忙打招呼 哎呀 庆家爷 你们回来了啊 这是准备收拾东西走了 是啊 住了这么多年了 也该走了 那小楚呢 小楚也要走啊 他走干什么 庆家 这些年可多谢你们家照应了 哎呦 瞧你这话说的 咱们都是邻里邻家的 现在又是亲戚 互相照应不是应该的吗 老爷子甘笑了两声 对于姚兰的厚脸皮 他也找不到话来接 太老爷 东西已经收拾完毕 请问何时动身 你给我把床都掀了 你说我什么时候走 不走让我睡走廊 隔壁房子有城 你若觉得今天太晚 可以明日一早再动身 你们京城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一听就是文化人 可惜没人搭理他 老爷子气得抓着拐杖又下楼了 老温吩咐众人开始搬东西 张楚在一旁看着 啊 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 突然要走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张楚看了他一眼 姚兰立马堆了个笑脸 执女婿 那个傻 有个事拜托你一下呗 什么事 这不是过晚年了吗 本来我和老王准备出去上班的 可我们年纪也大了 在外面奔布啊也辛苦 你看 你们公司 缺不缺扫地的清洁工啊 或者是保安 让我们去干点活 清洁工 是的 是的 我们都这个岁数了 又没什么文化 除了干胆苦力活 也做不了别的 你可以直接去应聘 不用和我说 哎呦 我早上去过了 人家门都不让我进 还问我要那个什么保洁证书 我哪有那玩意啊 这不是没办法才来找你吗 小楚 你就看在小秦的面子上 通融通融嘛 我干活也不差的 看在他的面子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全都忘了吗 你认为你在他那里 还有几分面子 那不是都过去了吗 我也跟你们道过歉了啊 再说了 小秦也没多余的亲戚 以后我肯定跟他打好关系 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女儿 你也不想 小秦他身边连个娘家人都没有吧 张楚沉吟良久 才开口 让你去也可以 但你能保障 认真做事 服从安排 不打着我的名号 在公司浑水摸鱼 那肯定的 我答应过你的 不会跟任何人说你的身份 你放心 只要我去上班 我全当不认识你 我就只是想找个稳定的工作 安安心心地待在闽城 等小辉这孩子生了娃 在家里待待孙子 也没有别的什么志向了 姚兰说的情真意切 不由让张楚多看了两眼 好 我同意你去 但若是发现你有任何的投机取巧的心思 就立马走人 姚兰高兴坏了 好好好 完全没有问题 她可是打听过的 在张楚那公司当清洁工 一个月七千多的工资 本来王庆要去当门卫 但年纪大了 只能跟姚兰一样当清洁工 小楚 那我们啥时候可以去上班 随你 那我明天就去了 爷爷 老爷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你和小秦要好好的 爷爷在京都等你们 张楚回家已经是凌晨六点 他来到卧室 看着熟睡的小秦 你会原谅我吗 过了一会 小秦迷迷糊糊地醒了 他看了眼身边的床 没人 赶紧坐起来 扭头看去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呀 你不会刚回来吧 嗯 那你不会没睡觉吧 没有 你干什么去了 刚送走爷爷 爷爷已经回去了吗 嗯 小秦有些失落 他还想去送送呢 没想到半夜就走了 还会再见的 别难过 我去给你做早餐 你赶紧睡会儿吧 我去坐 你还要开车上班呢 别疲劳驾驶 你伤还没好 躺着吧 我去坐 几分钟就坐好了 张楚说完就走了出去 张楚 小秦下床一把抓住了他 你别折腾了 快去睡觉吧 你不能老这么熬夜啊 我不困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这些天我都看你愁眉不展的 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吗 张楚沉默了片刻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事 不用担心 我没事 你快回卧室躺着 我答应你 做了早餐就睡觉 好吗 看到他态度坚定 小秦也不好继续坚持 那好吧 吃完早餐你一定要睡觉啊 嗯 吃过早餐 小秦站在卧室 盯着他睡觉 要不 你先出去 我看着你睡 等你睡着了我再出去 你看着我睡不着 怎么可能睡不着 你都一晚上没睡了 那至少让我换件衣服吧 那好吧 我先出去了 你别看手机 睡觉啊 小秦来到客厅坐在沙发 看了两个小时的文件 他想去卧室看张楚有没有睡觉 路过书房听到了张楚的声音 晚点吧 上午有点事 你说的这个创意不错 策划不行 达不到数据要求 要么砍预算 要么取消合作 你自己看着办 告诉他们 两个方案 砍掉后半部分重新做 无条件配合修改意见 游戏出来后我们独带 利润分成 第二个方案 收购 小秦听着这些话挣了挣 这是一个助理能说出的话吗 他不知道张楚在他们公司有多大权利 但至少在华盛 杨总的助理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权利 可以随便决定收购与合作 而张楚也看到了书房门的缝隙 他目光变了变 蒋花还在那边说着什么 他一个字都没回 张总 等我去公司再说 而小秦也急忙地回到客厅 拿起笔记本 一颗星七上八下的 看着电脑上的文字 却一个字都记不住 半个小时后 张楚已经走到了他面前 小秦强装镇定 你这么快就醒了 我没睡 小秦看着他 心情十分复杂 那你不再去睡会吗 公司有事 我得过去一趟 你们公司这么忙 感觉什么事都要你做的样子 你们老板都不用做事吗 张楚微微一正 他 张楚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他还可以编很多理由 但看着小秦忐忑的眼神 那些理由都卡在嗓子里 说不出一个字 好了 既然你公司需要你 那你就去吧 不过不要开车 打个车去吧 正好可以在车上睡一会儿 好 那我走了 去吧 我自己在家可以的 张楚迟疑地看了他两眼 最终还是走了 小秦注视着他离开的背影 鼻尖莫名有些犯酸 电脑上的文件 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这时许天给他打电话 他才回过神来 魏许天 嫂子你好些了没 我没打扰你吧 没有 什么事 就是下个星期 我们要去海市打决赛 张超那小子到底在哪呀 你帮我问问他 这家伙一直躲着不见人 问他在哪也不说 也没说要不要去 你最好帮我确定下 别在这个结果眼上 给我掉链子 哦 咋了嫂子 听你声音感觉不太高兴了 和老楚吵架了 没有 不过许天 话说你见过张楚的老板吗 许天听到这话 心里瞬间锦铃大作 见过吧 那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 长什么样的话 我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肯定没你家张楚好看 算了 我挂了 等等嫂子 发生啥事了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跟他是一伙的 和你说了有什么用 这话可不对呀 我和老楚虽然是好朋友 但我可是个刚正不阿的人 他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或者犯了错 那我肯定是站在宫里的一方 小秦对于许天的话 一个都不信 许天 我问你 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富婆 是你老婆吧 什么叫长得很漂亮的富婆 就是上次 我们差点撞车 坐在你车里的那位 许天额头渗出了冷汗 玩犊子了 刚才就不该多嘴 那个 是不是我老婆 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 你嘴里都没实话 是你老婆就是你老婆 不是就不是 你还和我打太极 不跟你说了 小秦也不知道哪来的无名火 不等许天开口 他就掐断了电话 许天下出一身冷汗 赶紧给张楚打去了电话 老楚 情况不对呀 你和小秦咋了 怎么了 于是许天把刚才小秦的话 复述给他听 越说越头皮发麻 这小秦要是跟张楚离婚 老楚不会怪到我头上来吧 他听到我打电话了 啊 你打电话说啥了 也就是说 他现在只是怀疑 还并不确定吧 我还以为他知道了 那你随便编个理由 搪塞过去就好了吗 我不想编啊 啊 那你准备坦白了 我不知道 那行吧 你自己看着办 不过我上次提的建议 你可以好好考虑下 你俩要个孩子 他就跑不掉了 这是最保险的办法了 张楚直接挂了电话 嘿 这家伙 平时那么雷厉风行的一个人 也会有优柔寡断的时候 这也说明老楚很在乎小秦 否则也不会这么纠结 谁要生孩子 刘倩的声音吓了许天一跳 你啥时出现的 你在说什么坦白的时候 后面你都听到了 听到了 你是在给张楚出主意吗 没有啊 我才不掺和他们的事呢 我刚才都听见了 我瞎说的 小秦在家里也待不住 想去老爷子家 到了才想起老爷子已经走了 要走的时候碰到了王霞 小秦 你什么在这 我随便走走 你搬过来了 说 也没多少东西 我和小颜两个人就搬完了 只有你们在家吗 舍 你就骂他们去上班了 估计要很晚才回来 别在这里站着 进去坐吧 两人坐在客厅里太过安静 王霞想找些话题聊 你和苏昌有联系吗 没有 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并不辛苦 这话应该对你自己说 我这是自找的 愿不得任何人 只是我没想到 连苏昌也这么狠心 对你一点都不闻不问 他现在儿女双全 家庭幸福美满 只怕早就忘了有我这个人了 一会儿你在这吃饭吧 大嫂他们晚上八点才下班呢 他们在做什么 这么晚才下班 你不知道吗 他们去小楚公司当清洁工 他们公司是这个点下班的 不过有加班费 这点挺好的 如果不是八点要下班 以你舅妈那个性子 估计恨不得上通宵 小秦脸色变了变 又想起上午听到张楚的电话 心里又堵得慌 那你做会 我去买菜 我和你一起去 小秦现在不想一个人待着 待着就会胡思乱想 他觉得张楚隐瞒了他 却又不解释 买完菜 王霞在厨房忙碌着 小秦坐在沙发上 接近六点的时候 张楚给他发了消息 问他在哪 在舅妈家 王霞做好饭后 来到客厅叫小秦吃饭 你和舅妈他们 是自己做自己的饭吗 不是 都是一起吃的 我们商量每个月双方出一千块 用来买菜做饭 和浇水电费 不过他们现在上班去了 没办法一块吃饭 我给他们留了饭菜 晚上他们回来自己热 舅妈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明理了 小秦说着就听到了敲门声 王霞打开门一看 是张楚站在外边 小楚 快进来 刚准备吃饭 吃完饭张楚拉着小秦 一路沉默来到楼下 你的车提回来了 嗯 我记得 你之前开的 应该是一三零零 怎么变成S三零零了 张楚愣了下 他自己都不记得 那辆是S还是E了 他在公司随便开了辆三百 没想到他记得这么清楚 你记错了吧 是吗 可能吧 车上 张楚看着他 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看我干什么 我感觉你在生气 那是你的错觉 我没有生气 真的 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跑来这里 我在家无聊 就习惯性的想来看爷爷 来了之后才想起他已经走了 是这样吗 是 回去后两人之间也没说什么话 你今晚加班吗 不加 那就早点睡吧 你都一晚上没睡觉了 好 说完之后 两人又变得干大起来 有种回到两人刚领证那种 又客气又局促的局面 两人休息的时候 小秦背对着他 这让张楚心跳漏了一拍 你睡不着吗 我睡得着啊 小秦 嗯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上午听到我打电话 再生我的气 不是 你别多想了 快点睡吧 你这么长时间不睡 你不困吗 小秦还以为他会说点什么 结果等了半天 他没有一丁点动静 转身一看 他睡着了 第二天小秦坚持要去上班 张楚只能同意 一到公司 蓝香就和他打招呼 小秦姐好几天没看到你了 好想你啊 嗯 早上好 你的伤没事了吗 没事了 你之前叫我做的市场调研已经做好了 我现在发给你可以吗 可以啊 小秦点开他发来的文件 看了几行就开始走神 DK群里也在发消息 他点开看了看 是研发部的测试数据 小秦浏览着他们的聊天记录 点开那份测试报告 看到了一个签名 小秦看着那串英文名 脸色发白 手指不断地颤抖 怕认错 他在网上搜索了英语的发音 听到电脑上传来的声音 犹如当头棒喝 砸得他头重脚轻 脑子里一片空白 小秦姐 你没事吧 小秦姐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小秦姐 小秦回过神来 茫然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我看你脸色很难看 要不要请假回去休息啊 小秦想扯出一个笑 但他失败了 没 没事 说着就站起身 我去烫洗手间 在洗手间里 小秦脑海里闪过和张楚在一起发生的一切 那些画面就像电影回放一样 不断地闪过脑海 想到许天 严虎 张超等这些人的脸 感觉发生的种种 都在嘲笑他 笑他像个傻子 被所有人骗得团团转 其实昨天他已经隐约猜到了 只是不敢去想 他还在自欺欺人 觉得只要张楚不说 他就假装不知道 不存在 而现在那张签名的文件 逼得他不得不去接受真相 就在他六身无主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小秦沉默片刻 平复了一下心情 接起电话 你好 你好 我是张楚父亲张康 小秦一愣 什么 其实我并不想和你打这个电话 但是我想了想 要是再不给你打个电话 恐怕我这个儿子 就彻底不认我这个爹了 什么意思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跟你结婚 留在闽城 三番五次和我作对 他不就是怕我知道你的存在 对你出手吗 小秦捏着电话 心情十分的复杂 我这个儿子 从小就叛逆 偏偏气得我头疼 但不管怎么说 他始终是我儿子 那您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很简单 你是个聪明人 你可以回去好好想想 我这个人 还是主张和气生财 毕竟年纪也大了 不想大动干戈 更不想和儿子关系闹得更僵 所以 你明白吗 小秦没说话 他自然能听出张康话里的威胁之意 如果不按照他的话作 他就会出手 不明白没关系 你回去慢慢想 说完 张康便挂了电话 老问 查过了吗 股份已经全部转移到小楚名下了吗 是 手续都已经办理完了 我就这么失败 儿子不认我就罢了 就连老爷子 也不信任我 太老爷兴许只是想一事同人罢了 若是他不信任您 也不会早早地将公司交到老爷您的手里 他要是信任我 就不会瞒着我转移股份 这边小秦在洗手间站了很久 不知他想到什么 拿出手机 输入张康二字 小秦看到了张康 张氏集团董事长 小秦 曾组长 小秦 你今天很不对劲 如果身体不舒服 就回去休息 不用勉强来上班 小秦看着曾田 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不是身体不舒服 那是为什么 等下了班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 当然可以 不过我没有车送你 不用 我和你坐公交 行 那下班叫上王辉 我请你吃饭 好了 先回去上班吧 等到快下班时间 张楚给他发了消息 问他什么时候下班 小秦没有回复他 过了会儿 张楚又发了条消息 我一会儿就到你公司 小秦看到这条消息 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慌乱 你不用来 我一会儿要和曾组长聚餐 张楚车子靠在路边 看着他回复的消息 目光若有所思 下班时曾田走了过来 走啊下班了 我叫了车已经在公司门口了 好 斜对面的停车场 张楚就坐在车里 他清楚地看到小秦和曾田上了车 又目送那辆车离开 他指尖抹扎着方向盘 神色不明 看来 小秦在躲他 小秦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小秦沉默了好长时间 才鼓起勇气开口 曾组长 你知道张楚他是谁吗 不知道 不过 看你这副样子 我倒是能猜到几分 小秦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猜到了 这有什么难猜的 虽然他已经很克制了 但有意无意展现出来的 掩饰不了他有钱人的身份 况且 我之前听过 DK的老板姓张 这么说吧 早在当初 他在饭店门口打盐虎的时候 我就有所怀疑了 盐虎的性子我了解 他是个牙字必报 仗势欺人 而且欺软怕硬的一个二十足 张楚让他丢了那么大的脸 你和张楚都相安无事 还和他成了朋友 这点 我是不信的 这么说 你关照我是因为他 曾田沉默了下 没有反驳 小秦幼小的心灵再次受到了重击 这一天下来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他有些六神无主 小秦 对不起 虽然一开始我确实带有目的与你交好 但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况且 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 不是吗 如果要是没有张楚 你还会和我做朋友吗 当然会了 我觉得你人不错 跟我合得来 我们在一起共事 时间久了 一样也会成为朋友 听到他这么说 小秦心里才稍微好受了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有什么意义 我也没想从你或者从张楚身上得到什么 我只是怕将来走投无路的时候 迫不得已的时候 希望能有一条退路 不过现在不需要了 所以我也不需要骗你什么 我相信你 曾组长 好了 说正是吧 你现在知道他的身份了 什么感想 小秦刚恢复的心情 又沉了下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感想 明明不久前 他还冒着危险来救他 转眼又知道他骗了自己这么久 还有他的那些朋友 亲人 全都骗着他 就连张爷爷都没告诉他 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他 虽然他骗了你这么久 但是 我能感觉到 他很在乎你 你刚知道真相 无法接受也是人之常情 慢慢来吧 好好冷静一下 我不想回去了 那就去我那里 王辉估计把饭都做好了 啊 你们住一起了吗 没有啊 下午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 要请你吃饭 所以让他先接了程程 然后回去做饭 哦 很快 专车到了增田所在的小区 一进屋 程程就跑了过来 妈妈 你王辉叔叔呢 在厨房 正说着 王辉走了出来 你们回来的可真准事啊 你们去洗手 我还有一个菜 小秦看着王辉忙碌的身影 不仅有些好笑 别说 表哥看起来还有模有样的 曾组长 你怎么不让他住在这里啊 你以为我没说吗 可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 他天天念叨着 等我还了钱 就和我离婚 增田说着 自己都有些好笑 那你可不能把钱还给他了 就算有钱了也别告诉他 再说吧 还早呢 也是 说不定没等你还钱 就已经把他拿下了 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 曾组长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我表现得很明显 刚刚你一进门 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还不够明显啊 洗手去 吃饭 小秦不得不感叹 这表哥真是走运了 会让增田喜欢上他 可惜这表哥有点不开窍 不懂增田的心思 表妹 张楚呢 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哦 他 他晚上有事 来不了 那你不早说 我做了这么多 算了 等会儿你回去给他打包吧 刚说到这 张楚电话就打过来了 小秦看了眼 犹豫着要不要接 表妹 你咋不接啊 小秦看着跳动的手机屏幕 犹豫半傻 他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你们在干什么 吃饭吧 小秦回过神 下意识把手机关了静音 低着头吃饭 他这顿饭吃得心不在焉 增田和王辉都看在眼里 表妹 你跟张楚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 没有吵架 增田瞪了王辉一眼 赶紧吃吧 少说话 吃完饭后 表妹 我要走了 你跟我一块走不 小秦有些犹豫 他看了眼增田 你不会 还要住在这里吧 住在这里怎么了 你不愿意住在这里 还不让人家住了 王辉一时间被他堵得无话可说 算了 那我走了 王辉下楼后 就遇到了张楚 张楚 你怎么站这里不上去啊 不了 你在这里多久了 我们刚刚在上面吃饭 就是你给表妹打电话的时候 你说你 在这里站着也不上去 表妹也不接你电话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 我吃过了 那行吧 我先走了 你在这等吧 等一下 干啥 你在哪 我送你回去 王辉诡异地看着他 这男人是不是脑子发烧了 居然会主动送自己 但想了想 不做白不做 好 走吧 你自己指路 我不知道地方 行 你先开出去 要转弯的时候 我再跟你说 王辉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 便试探性地开口 你是不是有事找我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 就普通的家常菜啊 可惜了 你没来 没尝到我的厨艺 然后呢 然后 小秦说了什么 啥也没说 我还想问你呢 你俩咋了 没事 王辉试图问出点什么 但他不管说什么 张楚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你平时跟表妹在一块 也是这样吗 张楚还是不说话 王辉彻底放弃了 直到王辉下车前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 真的什么都没说 我俩性别都不一样 他能和我说什么 要说也是何曾田说啊 张楚想了想 也是 下去 我去 你这个变脸变的 曾组长 要不我还是不住这里了吧 为什么 你不是说好了 要在这里睡一晚吗 而且这么晚了 你回去也不安全 你要是实在不想住这里 就给张楚打个电话 让他来接你 不然我可不敢让你走 这时都离手机消息声音 把他吓得一机灵 他拿出手机看了眼 还是张楚发来的消息 只有几个字 我在你楼下 忘了和你说 我今晚住在曾组长家 你先回去吧 我等你 我说了我要住曾组长家 我知道 我等你 明天送你去上班 曾组长 我下去一趟 是不是张楚在楼下 嗯 我怕我不下去 他不走 哦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你还准备瞒我多久 对不起 你是不是担心 我贪图你的财产 怕我知道你的身份 从你身上索取利益 还是 不是 那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你瞒着我 爷爷也瞒着我 许天也陪着你演戏 就连阿姨他们也没对我透露过一丝一毫 这个游戏 好玩吗 张楚一时间哑口无言 我承认 最开始我确实对你有所误解 所以不想告诉你 答案 张楚说了一半 后面的话戛然而止 那后来呢 现在呢 后来就不敢说了 你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你明明有无数次机会告诉我 可你都选择了继续隐瞒 到了现在 都还要我自己发现 如果我一辈子不发现 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一辈子 张楚没说话 他有过这种想法 不过现在小秦知道了 他突然有了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如果我之前就告诉了你 你会怎么样 这话把小秦问住了 你会不会和我离婚 小秦低着头沉默了 两人的差距 是他几辈子都追不上 加上今天张康的电话 答案是肯定的 你看 你让我怎么告诉你 张楚 我知道 你是因为爷爷的压力 所以才随便找了个人结婚 不是我 也会是别人 对你来说 包括我自己 都觉得我不是什么特别的人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你对我有些新鲜感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还是都好好冷静下 想清楚再说 小秦说完就要走 却被张楚拉住了 你跟我回去 你干什么 我们回去再说 好吗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妻子 你觉得 我们之间这样 能走多远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才相信我 你先放开我 那你跟我回去吗 回哪里 回家 那是家吗 那不是你用来演戏的房子吗 张楚也不跟他废话了 他拉开车门 把小秦塞了进去 他刚想爬起来 又被张楚摁了回去 对我来说 有你的地方 就是家 小秦一愣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 张楚已经把门关上了 他快步坐上驾驶室 把门锁了 小秦反应过来要开门的时候 已经打不开了 张楚 你 别说话 你不是要冷静吗 那就在车上好好冷静 张楚的态度多了几分强硬 身上的气势 让小秦也不敢说话了 路上小秦拿出手机 给曾田发了消息 让他不用等 很快车子就到了小区 冷静好了吗 我想好了 我们离婚吧 不可能 走 回家 张楚拉着小秦回家后 你还想说什么 当小秦知道他的身份后 他能感受到自己只是个挣扎在众多庸庸碌碌的普通人中的一个 而张楚却是被人仰望的存在 而他能想到的 也不过是等到激情退去 被扫地出门的下场 既然是注定的结局 为什么不及时止损 小秦 只要不离婚 条件你随便提 我骗你是不对 或者说你我应该怎么做 我都答应你 好吗 那我们先暂时分开吧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冷静一下 多久 一个月吧 小秦本来想 以他的身份和性子 一个月不见面 足以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行 太久了 你自己说的随便提 我说了你又反悔 你这样还能继续谈下去吗 听到这话 张楚紧绷的脸色又稍微松动了几分 一个月太久了 三天行不行 张楚 你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吗 小秦说完转身朝卧室走去 并把门反锁了 而张楚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 在客厅转了半天 最后出去了 第二天小秦一起床就看到 张楚已经做好早餐了 吃饭吧 我不吃了 去公司 那就路上吃 我送你 不用了 说完小秦飞快地走了 张楚拿着饭盒跟着一块下去 小秦准备在车上和他再好好地聊一下 刚要开口 张楚把饭盒放在他怀里 要凉了 你先吃吧 张楚 你能不能别这样 我们 你先吃了再说 你先听我说 我觉得 张楚再次打断他说话 我昨晚刚学的蟹黄包 你不是喜欢吃吗 我做了一晚上 小秦愣了下 低头看了眼饭盒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学做包子去了 去哪里学的 你经常买的那家 那家店只有上午开门 晚上很早就关门睡觉了 你是怎么学的 张楚没说话 原来昨晚 有个男人提着一箱子的钱 去包子铺敲门要学做包子 老板以为他是神经病 他把箱子打开 把箱子里的现金倒出来 洒了一地的钱 最后 老板恭恭敬敬地把人请进去 交那男人做了一晚上的包子 到了 下午你别来接我了 我说的话 你也好好想想吧 我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或许你可以很好地融入我的世界 但你的世界 我进不去 离我太遥远了 张楚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只是因为这件事吗 难道 你最开始隐瞒身份和我在一起 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从一开始 你也不是抱着和我共同走下去的心儿结婚 你一直在权衡利弊 在试探 在考验我 直到你所谓的 不敢说了 所以 就算和你结婚的不是我 是另外的女生 和你同处一个屋檐下 你也会是这样 也会对她产生好感 我从来都不是那个不可替代的人 相反 谁都可以替代这个角色 小秦说完打开车门走了 张楚盯着他的背影 他那些负面的情绪 才彻底暴露出来 整个人阴沉得可怕 来到DK时 蒋欢就感到不对劲了 他赶紧给许天打了个电话 许少爷 冒昧地问一下 我们张总最近是不是感情不合 咦 你咋知道 因为现在公司里人心惶惶 他一大早来就跟吃了炸药似的 这还用猜吗 看来是纸包不住火 暴露了 这样吗 那可就难搞了 不要慌 我先确认一下 许天挂了电话 迅速给小秦打电话去求证 然而小秦看到许天的电话 比张楚骗他还要生气 他直接挂了 我去 这么严重吗 在许天切而不舍地坚持下 第六次终于接通了电话 你干什么 我在上班呢 嫂子对不起 打扰到你上班了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事 就是 你和老楚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 怎么可能 嫂子你就跟我直说吧 你俩是不是 闹离婚三个字 他不好意思说出口 你俩关系还真是好啊 到现在还是他 你自己去问他吧 我先去开会了 许天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整个人陷入了猛逼状态 看样子是真的知道了 许天呢喃着 抬头就看到刘倩 你要上哪去 我去公司 老婆 这次去海市比赛 你就跟我一起去呗 没有你的加油 我少了很多动力啊 我又不懂你的游戏 我去干什么 你不用懂啊 去给我加油就行了 老婆 我考虑一下吧 真的 那你好好考虑 还有三天 我等你好消息 那你告诉我 张楚河内的小琴 是不是已经摊牌了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也在问呢 我看小琴语气不太好 估计是摊牌了 这不连我都一块跟着受气 那现在他们什么情况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掺和他们的事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先走了 许天也没有继续挽留他 他在屋里来回夺步 心里琢磨着这事咋弄 要不然 让这两人一块去海市 小琴这边刚开完会 等其他人走后 曾组长 怎么了 那个和DK合作的项目 我能不能退出啊 为什么要退出 反正我去学的那半个月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便一个人都能顶替的 你不用退出 这个项目让你去参与 和张楚没有任何关系 之前我就说了 这个部门里 没有我看得顺眼的人 所以才派你去的 估计张楚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有压力 可是 我知道你怕别人说你是走后门 越是这样 你越要好好做 做出成绩来堵上别人的嘴 如果你现在退出 才是坐实了你走后门的事实 明白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之前年会的时候 我抽到一等奖是啥回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或许杨总比较清楚 好了别想了 上班去吧 下班后 小琴习惯性的来到马路对面 那个张楚专门停车的地方 这会是空的 他现在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和张楚分开 他连家都没有了 拿什么匹配他的身份 他走到一个公园 一直坐到天黑 忽然王辉给他打了电话 表哥 有什么事吗 那啥 岑田跟我说 你今天不太高兴 你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把定位发给我 我来找你吧 我带你吃好吃的 小琴想到自己没地方可去 就把地址发给王辉 半小时后 王辉来到了公园 表妹 你不回家坐在这干啥 哦 我在这里散步呢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你这一看就是失恋了 还散步 走吧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你怎么看出来我失恋了 你把失恋两个字都写脸上了 这谁看不出来啊 走 吃好吃的去 来来快吃 饿死我了 表哥 你辞职到期了吗 还有三天我就解放了 这工作真不是人干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 我想去卖早餐 开店吗 我哪有钱开店 我说的是摆摊 去工业去卖 很好卖 这个不错 比那个什么催债靠谱多了 我计划 早上去卖早餐 晚上就去卖烤串 白天还能去送外卖 辛苦是辛苦了点 但如果勤快的话 一个月挣个几万块也不成问题 你不是不打算结婚了 那你这么辛苦赚钱干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得多赚钱 不然以后老了怎么办 这倒也是 小秦也琢磨着自己以后该怎么办 决定和张楚离婚之后 他竟然开始迷茫了 之前对未来的憧憬 全都在昨天 被彻底打乱了 成为了一团乱麻 你晚上 还回去不 小秦沉默地摇了摇头 那你住哪 我不知道 王辉有些头大 他是来当睡客的 但是 也不知道说点啥好 要不 你去我那 你那有多的地方住吗 有啊 一室一厅呢 你睡房间 我睡沙发 那算了 我不去了 你这是干嘛呀 以前在我妈家里 我不是也经常睡沙发吗 那我睡沙发吧 不然 我就不去了 都行都行 先去了再说 楼下张楚看着王辉 带着小秦进去 直到这套房灯熄灭 他才收回了视线 走吧 叶琪安静地把车开出去 张楚没有回去 而是去了许天经常去的 那家私人会所 张楚一进门 众人便齐刷刷看向他 毕竟像张楚这样的人 这辈子都难得看他失恋一回 看着我干什么 许天走到他身边坐下 这不是听说你失 你心情不好 来陪你喝酒吗 别来烦我 老楚 我跟你说 我有个办法 张楚瞥了他一眼 再赶出搜主意 把你头拧下来 许天听他冷嗖嗖的话 不禁打了个哆嗦 怎么会是搜主意呢 要是搜主意你可以不采纳啊 对吧 张楚神色不明地盯着他 许天凑到他耳边 嘀嘀咕咕说了半天 第二天上班 小秦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盯着电脑发呆 接近中午的时候 曾田走了过来 小秦 曾组长 找我什么事啊 刚才我去开了个会 杨总要去海市出差 叫我带个人去 你要不要去散散心 杨总出差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太清楚 可能有他自己的安排吧 你去吗 就我们两个吗 不知道 可能还有别人 反正我肯定是跑不掉的 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找别人 张楚昨天早上和他分开之后 就没有找过他 小秦觉得以他的身份 也不会被拒绝了几次后 还厚着脸皮再凑上来 他也是有自己的尊严和骄傲的 好 我去 那要去多久啊 应该就几天吧 你有空回去收拾一下 明天我们就出发 明天 这么着急 认识杨总的吩咐 我也没办法 好吧 下班后 他回去收拾东西 屋里静萧萧的 卧室跟他昨天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证明张楚也没有回来过 他简单收拾了一下 很早就睡着了 半夜的时候 张楚看着床上熟睡的人 他伸出手 在他脸上一寸一寸游移着 小秦好像做了个梦 梦见张楚回来了 在梦里他们还和原来一样 他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卧室里空空如也 张楚并没有像梦里那样回来过 他从床上爬起来 增田正好给他打电话 喊他直接去公司的停车场集合 车里的气氛很是诡异 杨总在旁边忙活 时不时地接电话 拿着手机回复什么 杨总突然看了他一眼 小秦是吧 是的严总 你别紧张 就是普通的出差 不会把你卖了 杨总说笑了 我只是不知道出差是做什么 怕耽误了严总的正事 就是有个合作 需要去面谈 顺便参观一下对方的公司 什么合作 于是杨总滔滔不绝地 跟他讲了合作的事 和做生意的门道 这做生意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忽悠 谁忽悠的厉害 谁就能赚钱 让小秦惊讶的是 这杨总的发言 完全不拿他当外人看 而小秦不知道的是 杨总还真没拿他当外人 要不是小秦 他根本拿不到这个合作 也轮不到他来捡这个便宜 杨总巴拉巴拉地说了一路 终于上飞机了 两个小时后 飞机到达海市 小秦拖着行李找到自己房间 刚要开门 忽然身后有人喊了他一声 嫂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小秦回头一看 居然是许天和刘倩 出于礼貌 他还是回答了 我来出差 你们是 你忘了 我们来参加比赛啊 真是太巧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 还是住同一家酒店 小秦心里有些微妙 总感觉有什么不对 哦 那你们要比赛多久 半个月吧 有空来现场看比赛啊 再说吧 我是来出差的 我先进去了 小秦说完 拉着行李走了进去 并且关上了门 许天扎舌 这态度是肉眼可见的梳理起来啊 这是连带着把他都给记恨上了 老婆 这可咋整 刘倩也算看明白了 张楚是不是也来了 他还没来 应该要明天才到 这样有用吗 那谁知道 那万一有用呢 是吧 这要是小秦知道 这是你们的套路 估计不仅没有用 反而会适得其反 小秦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他一进房间 就拿出杨总给他的资料翻看起来 正看着 手机一响 张楚给他发来的消息 听说你去海市了 小秦本不想回他 他把手机放下去 又重新拿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许天说的 小秦关了手机 不想和他聊了 晚上的时候 曾田约他出去吃饭 顺便逛逛海市 路上有点堵车 曾田正拿着手机聊天 曾组长 你在工作吗 跟王辉聊天 他跟晨晨吵架呢 啊 为啥吵架 因为晨晨想吃冰激凌 王辉不给他买 是我不让吃的 他现在换牙呢 那怎么办 这不是在想办法解决吗 曾田聊着聊着 突然接了个视频 是晨晨打来的 妈妈 那个家伙欺负我 什么那个家伙 他是你王辉叔叔 才不是 我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 以前你总说别人都有爸爸 有爸爸去接 就你没有 现在他天天去接你 你难道不高兴吗 晨晨憋着嘴 半天没说出话来 学校里那些小孩 经常说他没有爸爸 抢他东西 不带他玩 常常被孤立 在王辉来接他之后 虽然嘴上说着不喜欢 可在学校里 比以前腰板都挺直了许多 但想到这个人 和自己抢妈妈 他又不喜欢了 曾田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所以哄了他一会儿 晨晨就乖乖地 把电话挂了 挂断之前 还能听到电话那边王辉的抱怨 真是欠你们的 借了钱 还要给你带孩子 我上辈子是不是做了什么滔天大罪 我老板都没你会压榨 曾田听到这话 他笑了一声 旋即挂了视频 晨晨很少看到曾田这样笑 现在他是发自内心的笑 晨晨很不理解 曾田和王辉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之前也没有过多的交流 这曾田到底看上他啥了呀 曾组长 你到底怎么看上我表哥的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上学那会比较调皮 但是人特别仗义 自己有五块钱 都会和那些兄弟们分着花 像个小混混 但又和小混混不太一样 他比较善良 有次放学 我看到他还带着自己的兄弟 帮一个减费品的大爷推车呢 曾田听得很认真 看得出他对王辉以前的事比较感兴趣 后面交了女朋友 在惠惠的管教下 倒是收敛了不少 没有往外借钱了 只不过钱都花在惠惠身上 除去学历与金钱这方面 你觉得他怎么样 挺好的 那就行了 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 像他这样的男人 只是因为没有钱 有钱了就会变坏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从他愿意借给我那么多钱 我就知道 我没有看错人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 有手好闲的人 所以我相信 他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那你喜欢他吗 也不算多喜欢吧 只是欣赏他 不过时间久了 肯定会喜欢上的 遇到好男人 不管喜不喜欢 都得赶紧抓住不是吗 好男人可都是不流通的 小秦这下算是明白了 曾田并不是真的喜欢王辉 而是看上他这个人了 其实吧 不管感情再好 结婚时间久了 也就那样 可能吧 小秦又想到了张楚 这个他遥不可及的人 时间久了 感情淡了 他都能预料到自己的结局 至少现在离婚 他们之间还能有段美好的回忆 曾田大概是察觉到他的想法 当然有些人也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多想 我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你说的对 如果我要是你 肯定不会这么草率 他那么厉害 不得在离婚之前 替自己争取足够的利益 小秦愣了愣 不管是金钱 还是前途 这些他都可以轻松做到 离不离婚的放一边 总不能亏待自己吧 这人呢 还是自私的人好点 自私的人永远活得风生水起 恋爱脑的人都在山上挖野菜 后者这类人 迟早都会后悔 小秦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 他承认被曾田的话说得动摇了 等到你缺钱的时候 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所谓的尊严 一文不值 我说的话你听听就好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你应该也不会有这天 听了曾田这样说 小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两人下车后 就进了商场 结果又碰到了徐天和刘倩 嫂子 怎么了 你们逛街嘛 一起啊 小秦不太想和他在一起 他看了眼身边的曾田 寻求他的意思 就一起吧 大家也都是熟人了 我还没来这里逛过呢 刘倩的话小秦没法拒绝 好吧 嫂子 老楚这事我确实有错 这样吧 今晚你想买什么尽管买 我来买单 就当是给你赔礼道歉了 不用 我们就是随便逛逛 没想买东西 没事你们先逛着 看到喜欢的再买就好了 我去打个电话 许天说完就走了 你们好 见过好几次了 还没正式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刘倩 是许天的妻子 我叫曾田 小秦 你们是刚来吗 来了有一会儿了 不过这地方真大 逛了这么久都还没逛完 我才刚来 那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就随便逛一下吧 他们逛了差不多一小时 刘倩便提议去咖啡厅做做 刘小姐平时是不是不怎么出来玩 是的 因为工作比较忙 所以很少出来玩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 美容院 你们应该知道吧 知道 没想到刘小姐居然是做这个的 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因为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正想着辞了职 去哪家美容院学习学习呢 原来如此 如果你真的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我这里上班 新学习学习 后续我扩展店铺的话 可以安排你去当店长 那就先谢谢刘小姐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你们也回去早点休息 第二天两人跟着杨总来到齐盛公司 不过来接待并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而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杨总 让你们久等了 实在不好意思 姜总 可算是见着你了 杨总在一旁口若悬河 展示了他的忽悠大法 听得小秦很想睡觉 这两位是我们策划部的同事 姜总有什么要求 可以直接跟他们提 或者有细节方面需要沟通的 你们家各好友 随时都可以沟通 姜总视线从小秦和曾田的脸上扫过 但是在小秦脸上多停留了几秒钟 眼中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贵公司真是人才济济啊 那这个项目 目前就是这二位小姐负责了是吧 是的 别看他们年轻 肯定能做好这个项目 我相信严总 再回酒店的车上 杨总 合同谈成了吗 谈成了 就等他们回去你合同 这个项目我就交给你们了 好好交接知道吗 我知道了 保证不辜负杨总的期望 后面没什么事了 给你俩放三天假 在这里好好玩玩 谢谢杨总 半路上 杨总就下车了 下午要出去玩吗 不玩了 我现在困死了 只想回去睡觉 回到酒店 小秦直接就睡了 而在他睡着不久 一辆车便在酒店门口停下 老楚 我是给你单独开间房 还是 你确定靠谱 我可没说百分百成功啊 但这好歹是个机会 你就想办法带他出去玩 有什么说开的不就好了 帮我开一间 他隔壁的 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 给 早就给你开好了 张楚随手接过房卡 抬脚走了进去 小秦这一觉睡到晚上八点多 他拿起手机看了眼 有人给他发了好几条消息 他点开一看 是江总 江总要跟他聊这个项目的具体细节 而且是一个小时前发的 不好意思江总 我刚才睡着了 没看到您的信息 消息发出去后 江总很快就回复 没关系 那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的 那你来这个地方 我们好好聊聊 记得把资料也带上 好的 曾组长已经去了吗 我已经跟他说了 可能这会在路上吧 小秦看到这消息 也放下心来 他收拾了下 带上笔记本和资料走出酒店 把了车去江总指定的地方 等到了之后 他才知道这是个会所 之前他做行政的时候 帮阳总定了几次 所以知道他们这些人喜欢在这种地方谈工作 但小秦是比较抗拒的 秦小姐来了 快请坐 江总 曾组长还没到吗 不知道 可能路上堵车吧 没关系 咱们先聊着 回头你和他复述也行 小秦犹豫着在他斜对面坐下 江总 您对这个程序有什么要求 您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记下来 到时候我写进策划案里 你组长不是还没到吗 咱们再等他十分钟 来 我们先喝一杯 不好意思江总 我不太会喝酒 这是鸡尾酒 没有什么度数 醉不了人 秦小姐来和我聊项目 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小秦再拒绝就有点不识好歹了 好吧 我敬江总一杯 江总瞬间转怒微笑 祝我们合作愉快 小秦端着酒尝了一下 的确是甜的鸡尾酒 我说的对吧 这酒是甜的 可以当饮料喝 喝不醉人的 那我们先聊正事吧 急什么 你组长不是还没来吗 可您刚才不是说 他都在路上了 要是不等他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小秦想想也是 要不唱歌吧 我给你点 你唱什么 我唱得不好听 江总您唱吧 怎么会呢 你声音这么好听 唱歌肯定也好听吧 江总过奖了 我唱得真不好听 你这个丫头 喝酒也不喝 唱歌也不唱 以前是不是没有出去应酬过 小秦听出了江总话里的威胁之意 自己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让江总有些不高兴了 那个江总 我再敬您一杯吧 实在是抱歉 我让您扫兴了 江总瞥了他两眼 倒也拿起酒杯 喝了一口 这酒喝着确实没什么感觉 江总又跟他喝了几杯 小秦喝到第六杯时 他有些撑了 江总 我给曾组长打个电话吧 问问他到哪里了 不用了 我们先聊吧 开样子他是来不成了 小秦醋了醋没 感觉江总有点生气 他赶紧拿起笔记本 那江总 您开始吧 下午给你的资料看了吗 看了 行吧 咱们这个产品呢 我主要想的就是 简洁明了 方便 还有呢 还有就是要独特 让人印象深刻 哦还有 要操作方便 小秦打字记录 打着打着 江总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行小姐 你有在听吗 江总 我感觉我好像有点醉了 他说话也没什么力气 但仍然强称着 仅存的理智盒上笔记本 那个要不明天再聊吧 我 小秦从沙发站起来 结果双腿发软 又无力地倒了下去 江总赶紧坐过来 伸手扶住他 你没事吧 小秦艰难地睁着眼 脑子里浑浑噩噩 已经无法思考了 江总迫不及待地伸出手 包张门庞的一声巨响 江总吓了一跳 猛地回头 就看见面前站在两个男人 你们是谁 谁让你们进来的 张楚阴沉着脸 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我告诉你 这是我 江总话还没说完 一拳砸在了他的鼻子上 接着拳头一拳又一拳 抬着他脸上落下来 许天在旁边 看着嘴角直抽抽 看着都疼 没一会儿 江总已经叫不出来了 老楚行了 这里不比敏城 把人打嘎了不好交代 张楚停下动作 回头看向许天 我知道你生气 但是没必要 有一百种办法 让他生不如嘎 何必呢 听了许天的话 张楚理智才稍微找了回来 但是下一秒 他忽然抓起桌上的酒瓶 反手扎在江总的脑门上 江总抽出了一下 整个人没了动静 老楚 张楚神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他无视了许天 走过去将小秦抱了起来 转身走出了包厢 许天看了眼江总 那两人现在正闹矛盾 你这家伙还敢打小秦的主意 那不是正好给张楚当出气筒吗 说着就拿出手机报了紧 没一会儿会所的经理来了 哎呦喂 你们这是干了什么 淡定点 我已经叫救护车了 来来我们来聊聊 大哥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这还怎么聊 你们这家会所是谁开的 这我能告诉你吗 阴恒认识吗 经理愣了下 看他的眼神变得警惕起来 你和他什么关系 我是他朋友 许天看他这反应就知道他认识 他直接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过去 酒店里 杨总缩着脖子 小心翼翼地站在张楚面前 张总 我真不知道那个江华会这样 你说这人一把年纪了 哎 是我的错 早知道我就不带小秦去公司见他了 滚下去 好嘞 那你好好休息 小秦这一觉睡得头痛欲裂 他回想起昨晚的事 心头一惊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醒了 旁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小秦下意识转头看去 你 你怎么会在这 我要是不在这 你知道昨晚会发生什么 昨晚我 张楚意味不明地注视着他 我衣服呢 脏了 我给你换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 你是来找我的 你希望看见我吗 小秦沉默了 他低下头没有说话 他之所以来这里 就是因为不想见到张楚 但不可否认 刚才看到他 他是高兴的 你还是坚持要离婚吗 我很感激你昨晚救了我 但这不能抵消我们之间的差距 张楚没说话 忽然朝外面走去 酒店大堂 许天和另外一个男人正在说话 老楚 这是阴眼 之前和你提过 张少 久仰久仰 张楚点头示意 那个江华昨晚被送到了ICU 命是保住了 醒不醒得来就不清楚了 醒不来更好解决了 所以 他应该是不会醒了 许天的言外之意 就是能醒来 也不会让他醒 江华老婆是个全职主妇 在家里没啥地位 夫妻俩感情也不怎么好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对于江华在外面丑事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昨晚跟他聊了下 说赔给他两百万 他当场就不打算追究了 张少 晚上请你支顿便饭如何 我今天没有时间 下次有空我请你 而小情不知道衣服被张楚丢哪去了 只能待在房间 中午的时候 他实在受不了 拿出手机给张楚打了个电话 喂 我的衣服 你给我放哪里了 丢了 好好的衣服 你给我丢了干什么 脏了 你丢了 我怎么出去 小情说完这话 张楚出现在他面前 你想去哪 那我总不能就这样 一直待在酒店吧 你不会把我的房卡也扔了吧 不知道 你放哪里了 裤兜里啊 你没拿出来 没有 这怎么办 我身份正在房间里 怎么去不卡啊 我会想办法 你先安心在这里待着 要不 你出去帮我买一套 我给你钱 先吃饭吧 吃完饭 小情又让张楚去帮自己买衣服 你就去帮我买一套吧 求你了 我以什么身份去给你买 朋友 也行啊 朋友 谁要和你做朋友 小情愣了一下 抬头看向张楚 如果是朋友 你穿成这样在我面前 早就被我扔出去了 小情懒然地低下头 默默走到一旁 他拿着手机 给增田发消息 想让增田给自己送一套衣服过来 增田倒是没拒绝 问了他在哪个房间 他一转头就对上了张楚的视线 这是哪个房间 张楚没说话 显然是不打算告诉他 你是不是故意的 他忽然有些生气 朝门口走去 想看看门牌号 刚走几步就被张楚拉回来 你干什么 张楚低头看着他 深邃的眼中多了几分危险的气息 你就这么想和我离婚 小情心里也变得复杂起来 张楚 我们 别说什么身份差距 给我一个合理的 我能接受的理由 小情说不出话来 张楚优秀地让人望尘莫及 仅仅这一个理由 就足够让小情自卑到抬不起头了 说不出来 小情紧抿着唇 他确实说不出来 别闹了 我骗你 我给你道歉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婚 别不理我 好吗 张楚微微俯身 凑近小情 你不是也说过 不能因为将来不确定的因素 而错过眼下的东西吗 这不一样 我当初说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现在 张楚眉头猝了起来 他将小情的脸掰了过来 逼着他与自己对视 你放开我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 张楚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回去好好想想 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你从哪里得出的结论 什么 谁告诉你不合适 还是你未不先知 提前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 这不是已经很明显 别说了 全是不爱听的 放开我 张楚凑到他脸上 低声说道 别闹了好吗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 你别闹了 赶紧放开我 我闹吗 小情还没来及说话 张楚忽然掐住他的下额 不由分说对了下来 等他反应过来时 张楚已经攻城掠地了 他用尽力气 把张楚推开 随后扬起手 朝着他脸上落下 一记响亮的耳光响起 张楚看到他眼底的泪光 也意识到自己有点过了 我去给你买衣服 说完就走了出去 张楚下楼后 在门口遇到张超和许天 从外面进来 许天刚想和他打招呼 忽然注意到他脸上的巴掌印 他猜到了 但是不敢问 哥 你脸啥了 张楚凉凉地扫了他一眼 被谁打了 许天一个镜给他使眼色 可惜张超没看到 真是岂有词理 大哥谁打的 我去找他算账 张超每说一个字 张楚脸就黑一分 张楚缓步走到张超面前 用力推了他一把 他整个人不受控制地窜了出去 他灰溜溜地爬起来 想找张楚要个说法 结果人早就不见了 没事吧 没事 他什么意思 我好心关心他 他居然推我 我都给你暗示了 叫你别说了 你不听 你这不是自找的吗 为什么不能说 你用脑子想想 谁敢打他 张超想了半天 似乎想到什么 他眉头猝了起来 而且这俩人现在正闹矛盾呢 你说你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懂了 看来大哥还是心疼我 没有下狠手 行了 他俩这事 咱俩也别掺和了 免得惹火上身 行 那我听你的 对了还有几天比赛开始 两天 你先回去好好准备吧 别再掉链子了 小秦在房间里 盯着自己的手 看了好久 他居然打了张楚 但他又觉得自己没有错 谁让他来硬的 他不去想了 拿起手机 问增田江总的事 江总被其胜的老板开除了 江总被开除了 小秦马上就想到了张楚 可见他的实力远 比自己想象的要厉害 正想着 张楚把衣服给他买回来了 小秦接过袋子 进了洗手间 换好衣服就出来了 我衣服你丢哪里了 我的身份证还在里面 我不知道 丢给清洁工了 哪个清洁工 不知道 那我怎么回去 你可以跟我一起 开车回去 谁要跟你一起 小秦气的转身就走了 晚上增田来找他 明天就要回去了 你不把东西收拾下吗 明天就回去啊 可是我没有身份证啊 什么 那你身份证呢 我身份证 被某人给丢了 增田突然明白 杨总为何突然通知他回敏城了 哦 这样啊 那你怎么办 曾组长 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我该怎么办 我不会就成了黑狐 一直在海市吧 不至于 你可以远程办理身份证 一个月就到了 啊 一个月 你找张楚啊 他总会有办法的 我不找他 那明天我们可就先走了 小秦无奈地点了下头 第二天有人按门铃 小秦无精打采去开门 看见是张楚 下意识要关门 张楚机身就进了门 昨天那是我和你道歉 别生气了 小秦不去看他 也不说话 我带你出去吃饭吧 小秦还是不说话 你生气归生气 总不能连饭都不吃了 吃完饭再慢慢生气行吗 你能不能出去 出去吃饭吗 不吃 饿死 明知他说的是气话 张楚还很认真地回答他 那不行 小秦无语了 直接跑了出去 师父快走 美女 去哪儿 随便吧 吵架了 没有 我开了十几年的出租车 像你们这样吵架的情侣 见了不知道有多少 也挺好玩的哈 好的时候你浓我浓 朝起家来恨不得把对方祖坟都给挖了 小秦没有说话 他倒是没有这个想法 只是单纯地不想和张楚说话而已 姑娘 到了 心情不好就逛逛商场吧 逛完心情就好了 小秦转头一看 居然是大前天和曾田来逛过的商场 他走进商场没多久 就看到张楚从那边走来 他心里一惊 直接进了面前一家服装店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不用了 我自己看看 好的 他躲在架子的衣服后面 这样张楚应该就看不到自己了 你是 要拿下来给您看看吗 小秦连忙放拍衣服 不用了 不好意思啊 他正准备离开 忽然身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买了 小秦浑身一震 僵硬地回头看去 张楚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身后 好的先生 你 你买它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吗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喜欢了 你不喜欢在这里站这么久 小秦气得脑袋有点晕 他扶着身边的架子 张楚看到他的动作 这一排全都包起来 小秦末地看向张楚 你疯了 不是你暗示我买的吗 小秦赶紧收回手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小秦扔下这句话 走出了店库 先生 那这些衣服还买吗 自己刷 等会我派人来取 小秦走了没几步 他忽然停下 一转身 果然看到张楚跟在自己身后 你到底要干什么 陪你逛街 你还想买什么 随便看看吧 你很有钱是不是 张楚没说话 我要什么你都给我买 是不是 你先说说看 只要我买得起 小秦没好气地说 那你把这个商场买下来吧 今天不行 我要先找人估价 再制定收购计划 你着急吗 你 小秦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还真怕他买了 别生气了 我现在就找人估价 最快一个月就能给你买下来 小秦愣了下 他竟然真的拿出手机 再打电话了 小秦连忙摁住他的手 你干嘛 不是你说要买的 我说的气话你听不出来吗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不生气 你离我远点我就不生气了 多远 越远越好 张楚深深地注视着小秦 沉吟许久 你真的这么讨厌我 小秦一愣 他看见张楚眼中受伤的神色 那句肯定的话半天吐不出来 我饿了 张楚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 你想吃什么 随便 走吧 张楚说着拉着他的手 他意外地没有挣脱 小秦一路上都在沉默 他对张楚的死缠烂打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他这些举动 让小秦那种如大山一样 难以跨越的差距 好像变得近了 小秦 干什么 别胡思乱想了 你现在担心那些事 不觉得多余吗 张楚停下脚步 认真的看着他 就算我不是DK的老板 只是个普通的小职员 真有分道扬镳的那天 和身份也没有多少关系 如果两个人走到尽头 只能说明缘分尽了 和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该分开照样会分开 相反也是一样的 小秦愣住 他的话就像当头棒喝 砸在他脑袋上 好像他说的也有道理 难道真的是我钻牛角尖了 好了 别想了 吃完饭想去哪里玩 不去了 我想回酒店 好 吃完饭后 他们就回了酒店 你进来干什么 我以为你不生气了 谁说我不生气了 你骗了我大半年 哪能这么轻易原谅你 那我还要做什么 才能让你消气 你先出去 让我想想 你又要想多久 不知道 你先出去 张楚还是配合他走了出去 小秦坐在屋里 心里说不上生气 其实就是堵得慌 不仅仅是张楚 还有张康之前打的那通电话 他无聊地点开朋友圈 忽然看到苏丽发了个动态 配图是海市的机场 他居然也来了 这边许天来和张超讨论比赛的事情 许天看他脸色不好 你什么了 那个他来了 谁啊 是不是女朋友来了 也不算是女朋友 就是 网恋是吧 张超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看不出来啊 你这家伙不吭不响地居然谈起了网恋 一两句跟你说不清楚 主要是他现在来了 我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网恋那也是恋爱 人家都来了你不去接合事吗 走 我跟你一块去 你俩谈多久了 忘了 有好几年了 我去你娘 网恋能谈好几年 见过几次 没见过 许天刷的瞪大了眼睛 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来接他 没有 你是不是傻啊 你赶紧打个电话 要是不在机场 岂不是白跑一趟 张超听了赶紧拿出手机 给他打了电话 宝宝你到了吗 你在机场吗 在呀 你一直没有回复我 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呢 你到停车场来 我马上到了 你来了 好的我马上过去 爱你我宝宝 张超听到这声宝宝头皮发麻 苏力在看到张超的一瞬间 眼睛瞬间瞪大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居然这么帅 好吧 苏力一脸惊喜 你还是叫我名字吧 我朋友还在呢 那叫什么呀 叫超超 叫名字就行 那好吧 你订酒店了没有 没有 我还没想好住哪里呢 上车吧 我给你订 好吧 哦对了 这是我闺蜜叫夏南 张超这才看到了他还带了个人 上车后 你俩住一个房间还适分开住 一个房间 我们自己订就好了 没事 你把你身份证发给我吧 苏力沉默了下 还是把两人的身份证发给了他 弟妹下午好 我是张超的朋友也是队友 我叫许天 你好 我叫苏力 你叫我小苏或者小力都行 小苏可不行 我嫂子我记得也姓苏 许天说到这里她忽然愣了下 不对呀 你姓苏 那你和苏琴什么关系 苏琴 是谁呀 你不认识吗 就是我嫂子 也有可能是你嫂子 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 我还不知道嫂子姓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本来我也不知道 上次出国办护照我才看到 苏力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苏琴这名字她是有点耳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 但是想不起来 好吧 你嫂子叫苏琴吗 刚才许天不是说了 你们不是一起聊过天吗 她没和你说吗 还跟我说她叫王琴 听到这话 张超也愣了下 她和许天对视了一眼 如果是真的 那小琴很有可能 就是不想和她扯上关系 小琴她爸不是在婚了 都姓苏 难道还真是小琴 同父异母的妹妹 想到这 张超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而许天却乐了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她为什么要骗我呢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难道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或者说 她是觉得和自己一个姓慧气 那个冒昧的问一下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叫苏胜 许天记下这个名字 回头问问小琴去 到了酒店后 你先好好休息吧 我还得去和许天商量比赛的事 苏莉一把拉住她 你再多待会吧 我们才刚刚见面呢 好吧 怎么感觉见到我 你不太开心呢 时不时看到我的长相 让你失望了 没有 我又不在意这些 真的吗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啊 我只是在想 你和我嫂子一个姓氏 怎么会这么巧合 这有什么呀 世上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 同个姓氏又不是稀奇的事 可能吧 我还没吃饭呢 等我洗完澡出来 你带我去吃饭好不好 张超犹豫了下 想到他这么大老远来 便点头硬了下来 等我啊 很快的 张超等他进了浴室 拿出手机给小琴打去了电话 喂 张超 嫂子 你现在在哪里 在酒店 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苏莉来海市了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他跟你一个姓 然后呢 他跟我说 你告诉他你姓王 所以我想问问 你是不是认识他 哪种认识 你应该知道他的身份吧 所以才隐瞒自己的姓氏 嫂子 你俩不会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吧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不然你为啥要隐瞒自己的姓名啊 我就随便说了个假名 我也没想到你俩会见面 还能聊起我 这么说 你们不是姐妹了 不算吧 小琴早就和苏家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很少说自己姓苏 什么叫不算 也就是说 你们是有点关系的对吧 她是我二叔的女儿 仅此而已 那就好 我还以为 那如果真是你想的那样呢 你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刚才一直烦着呢 有什么可烦的 就算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也是你们在谈恋爱 跟我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烦呢 怎么说呢 算了不说这个 那晚上要不要一块吃饭 你们自己去就好了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那好吧 挂了电话后 张超不知道去哪里吃饭 就打电话喊许天一起 许天闲着无事 干脆就答应了 顺便带上刘倩一块去 咦 怎么不见老楚呢 不知道她在忙什么 打电话没人接 这家伙 估计跟小琴在一起吧 我给她打电话看看 她拿出手机给张超打电话 果然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于是许天又给小琴打电话 嫂子 老楚和你在一块吗 没有 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俩在一块呢 不过嫂子出来一块吃饭去吧 你们去吧 我不去了 别这样啊 你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不无聊吗 你快来 咱们这么多人 一起吃饭多热闹 我们在楼下大厅等你 许天根本不给小琴拒绝的机会 说完就挂了电话 小琴来到楼下就看到了他们几个 嫂子好呀 我们终于见面了 你好 好了走吧 许天开着车拉着刘倩和小琴 去了一家比较大的餐厅 她停好车 让两人先下去 然后给张楚打了个电话 还是没打通 于是她就给张楚发消息 告诉她小琴和自己吃饭 让她赶紧过来 没想到张楚电话立马就打了过来 老楚 你这一天天的忙啥呢 打电话不接 发消息倒是看到了呀 你为什么会和她一起吃饭 就吃个饭哪有为什么 所以你来不来 你赶紧把地址发给我 好 你赶紧过来 餐厅门口 刘倩和小琴加了个好友 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找我就行 小琴有点受宠若惊 刘倩给她的形象很高了 让人遥不可及的存在 她没想到两人有天也会站在这里 像朋友一样聊天 站在那里 小琴都能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精卫分明的两个世界 而苏丽就没有这种感觉 她知道张超身份不简单 而且她的朋友身份也不简单 能随随便便接到豪车来开 苏丽不仅没有感觉到自卑 反而还在想如何融入他们 让自己也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员 还在自占着干什么 进去啊 找什么姐 等老楚呢 你居然联系上他了 怎么联系上的 山人自有妙计 她说的老楚 是你大哥吗 嗯 苏丽忽然有些好奇起来 不知道他这大哥长什么样 是不是跟他一样帅 半个小时后 张超才走了过来 苏丽看到张超 本以为张超已经是够帅了 没想到张超一出现 对比瞬间就出来了 无论是样貌上 还是气质上 都差了好大一截 他身上有着张超没有的那股 上位者的气质 张超看到这么多人也愣了下 他以为 就只有许天在 你可算来了 我们等你老半天了 有点堵车 进去吧 包厢里全靠许天活跃气氛 张超不怎么搭理他 心思都在小秦身上 弟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居然这么闲 还能来看我们比赛 我在家外企做出呢 看不出来啊 弟妹居然这么年轻有为 没有了 我只是打下手的 旁边张超一个 进给小秦加菜 你怎么不吃 已经饱了 你都没动 怎么饱了 看着就饱了 两人说话声音不大 但还是能听清楚 苏莉不由多看了张超两眼 这个男人并没有表面 看起来那么高了 嫂子 我看你越看越眼熟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没有吧 我可能就是大众脸 所以你觉得眼熟 嫂子真坚虚 你要是大众脸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美女了 哪有这么夸张 真的呀 我肯定见过你 小秦不想聊这件事 更不想和苏莉扯上什么关系 她低下头 闷头吃饭 苏莉也有几分甘大 但对方毕竟以后 是要成为她大嫂的人 心里再不爽 也要忍着 吃过饭之后 许天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弟妹 我听张超说 你俩是游戏里认识的 而且你玩得很厉害 要不咱们打一把 苏莉脸色有些僵硬 要不等我回去再打吧 行 那就回去再打 走吧 时间不早了 张楚送小秦回酒店后 你好好休息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你要跟我一起回去 那我还能怎么回去 张楚眼神有些微妙 等两天吧 至少看完许天比赛再说 当然这只是她的借口 她对许天的比赛 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怕回去了 小秦又不理她 她比赛要一个月啊 她不一定能进决赛 你先休息 有需要到隔壁找我 张楚走后 她拿出手机 给曾田发消息 曾组长 你有没有帮我跟杨总说 我身份证丢了 我已经和杨总说了 她让你安心待着 住酒店的前公司 给你报销 杨总这么好说话 肯定是张楚搞的鬼 第二天 张楚带着小秦去看比赛 许天他们正好是今天比赛 只不过是在下午第二场 来 趁着比赛还没开始 咱们先玩一把 叫上弟妹 昨晚弟妹的技术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但苏丽却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 我昨晚手机忘了充电 现在没电了 不好意思啊 手机怎么还能没电呢 许天说着 拿出了另一部手机 来 你玩我的 苏丽表情微微僵硬了一下 但还是接过了许天的手机 那好吧 他们进入游戏没玩多久 张超感觉到苏丽的操作变差了 完全不像能打到一百多星的人 正当他起义心的时候 苏丽的操作又稍微好点了 他抬头往苏丽那边看了眼 发现夏南正在跟他交头接耳说着什么 但是声音太小 听不到 不过挨着他们的刘倩却听到了 是夏南在指挥苏丽 许天也看出了苏丽打得有问题 看完那场比赛后 一行人走出科技馆 张超拉着小琴上车 已经开着车走了 许天瞥了眼后面的三个人 看样子是有话要说 老婆 我带你去逛街 这附近有家小吃街 好多吃的 保证你喜欢 好啊 张超 你们自便哈 我要和老婆去过二人世界了 晚点酒店里见 好 等两人走后 苏丽这才上前 老婆对不起 是我没状态 又是别人的手机 打得不好 扫了大家的心 没事 游戏而已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没生气 是我们没有认真打 走回去 我们两个人打 不带他们了 苏丽愣了下 我手机没电了 回去充电 时间还早 不着急 苏丽已经听出她话里的试探了 回去和她面对面吧 就是想验证她 好啊 不过回去之前 我们先去吃饭吧 做了这么久 有点落了 行 你想吃什么 想吃火锅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走吧 这头 小琴和张楚坐在车上 你不适合打游戏 以后别打了 嗯 是我没把你保护好吗 你说呢 你挂得比我还多 我是给你报仇挂的 不过 不过什么 张楚为了和小琴找点话题 不得不让自己八卦起来 他们之前说那位苏丽玩得很厉害 我怎么没看出来 这不该是一个玩家该有的操作 小琴听到这 也觉得奇怪起来 怎么会这样呢 回头你问问张超就知道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只是个游戏而已 大家一起玩不就是图个开心 打得好不好不重要 再说了你挂了那么多次 不也没人说你菜 我那是为了给你报仇 我那是为了给你报仇 你报仇把自己搭进去 你有没有大局官啊 有你就行了 要什么大局官 油腻 话说回来 你好像对苏丽有意见 你是不是不想让他当你弟妹 这是张超自己的事 和我无关 对了 我问你 之前我的优秀员工奖 还有那辆车 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不是 我不信 你想想那么多箱子 我能控制你抽奖 能控制你抽到一等奖吗 小琴想了想也是 行吧 姑且相信你 如果你以后再骗我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嗯 好 张楚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 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路边 猛地看向小琴 这么说 你已经原谅我了 考虑考虑吧 多谢老婆大人 少来了 开车吧 好 张楚脸色终于舒展了 你爸给我打过电话 张楚眉头一蹴 他不用问 也知道张康会和小琴说什么 你不要管他 小琴看着他 神色有几分复杂 他是你爸 我 张楚再次把车停在路边 认真地注视着小琴 小琴 他不是我爸 小琴愣了愣 他们离婚这么多年 我从未和他一起生活过 也没有任何父子之情 所以 你不必考虑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更不用因此为难 你可以无视他的话 张楚的目光十分真诚 其实就算没有你 我和他迟早也会对上 你也不必担心会成为我的负担 因为我们在一起已成事实 他如果想利用你牵制我 你若离开我 他一样可以这么做 这样一来 我反而更加无法保护好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琴心中跳了跳 他明白张楚的意思 而他的话 也驱散了小琴心中的 一直挥之不去的阴霾 我知道了 张楚也舒了口气 那你 还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了 你别再骗我 张楚目光闪了闪 他裤兜里还揣着小琴的身份证 此刻忽然觉得有千金重 我答应你 小琴也笑了一下 好了回去吧 嗯 我说的是回敏城 晚上就走 不是 我说回去 也没说晚上就走啊 明天吧 明天早上走 明天早点走 我去把东西都拿过来 你也收拾一下 起床直接就出发 小琴点了点头 赶紧去把自己东西收拾好 他也没多少东西 随便收拾了下 等到张楚拎着行李过来的时候 小琴忽然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 你晚上睡我这里啊 张楚神色暗淡下来 眼中流露出一抹受伤 你不喜欢 我回去睡也行 明天一早我来叫你 小琴看他这样 心里也有点不忍 那要不 就在这吧 你东西都已经拿过来了 会不会打扰到你 不会啊 我又不上班 你能打扰我什么 张楚还是那副可怜的模样 好吧 我睡沙发 你睡床 张楚这样一说 小琴反而不好意思同意了 显得他很刻薄似的 也 也不用吧 没有多的被子 没事 最多感冒而已 又不会怎么样 小琴终于听出不对劲了 他一把抓起枕头朝张楚丢过去 你眼过头了 张楚接住他丢过来的枕头 一秒恢复了原样 他走到小琴身边 一把抱住他 我错了别生气 你起开 张楚反而将他抱得更紧了 好了别生气了 我都好久没抱着你 天天失眠 小琴推开他 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骗子 我心里才有鬼了 要么睡沙发 要么回去睡 好吧 张楚老实地拿着枕头 随手丢到沙发上 往沙发一坐 准备睡觉了 张楚 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 就是太困了 小琴看了他一眼 感觉这次他没有说谎 看起来是真的累了 要不你去床上睡吧 不用 我在这里就行 好了 你去床上睡吧 好像我嫌弃你一样 你确定 那我可真去了 你去吧 我们算不算和好了 总感觉 我要说原谅你了 自己像个傻子 对不起 我很多次都想和你说实话 但是又怕你生气 本来想等你伤好了就告诉你 谁知道你自己发现了 算了 你快去休息吧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而另一头 苏丽跟张超吃完火锅回来 苏丽喝多了 这打游戏的计划 自然也就泡汤了 你照顾一下他 好的 张超说完 转身就要走 苏丽一把抓住他的衣服 宝宝 别走 我 我先出去了 夏南说完 灰溜溜地跑出门外 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走了 不要走 我这么远跑来见你 你陪陪我吧 等你清醒了 明天我再陪你 不要 苏丽一把抱住张超的腰 仰头看着他 宝宝 你喜欢我吗 张超一时间也回答不上来 含糊其词地说 喜欢吧 苏丽壮着胆子朝张超对了上去 张超书弟瞪大眼睛 一把将他推开 苏丽亮呛了两步 你 对不起 我觉得还是有些太早了 为什么 我们不是认识很久了吗 虽然我们认识很久 但这也才头一次见面 彼此都还不了解 还是先了解一下再说吧 你还是要了解什么 我的家庭 工作 我该说的都和你说了 可是我觉得 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 你喝多了 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 好好休息吧 张超说完 转身要走 苏丽又一把抓住他 别走 你不是说喜欢我吗 留下来好吗 你别这样 我这么爱你 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 如果你不喜欢我 那为什么要和我谈这么久 我只是觉得 网络上和现实不一样 我只是希望能多点时间了解对方 我怕你将来后悔 我也怕 那等你打完比赛 去我那里好吗 到时候再说吧 你不去我那里 我们怎么了解 其实张超也说不准对苏丽是什么感觉 有时候他都不想和他聊 你先好好休息 现在说这些都太早了 等你清醒了再说吧 说完 张超直接走了出去 一走出去就碰到了夏南 他不知想到什么 我有点事想问你 方便吗 夏南想了想 知道他要问苏丽的事 便点了点头 两人来到楼下大厅 你想问什么 你和苏丽关系很好嘛 诶 我们是闺蜜 你们平时也住一起嘛 对 我们不管去哪里都是一起的 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嘛 是啊 同一个公司 但不在同一个部门 他游戏号也是你玩的 是 不是不是 我不会玩游戏 可是下午我看你指挥他打游戏 指挥得很好啊 夏南脸色一遍 我 我就是瞎指挥 我玩游戏很菜的 你玩得这么菜 去指挥一个国服 并且他还听你的 我 你不会想说 你们关系好 所以他愿意听你的 夏南已经找不到说辞了 张先生 莉莉真的很喜欢你 不管他游戏玩得怎么样 你们也谈了这么久了 你 你可不能因为游戏玩得不好 就嫌弃他 我自然不会嫌弃他游戏玩得好与坏 但是我讨厌别人欺骗我 莉莉肯定不会骗你的 如果我明天当着他的面 喊他一起玩游戏 你猜他会不会暴露 夏南脸色变了下 所以 如果你不想我去找他 你就跟我说实话 他的号 到底是不是你在玩 夏南听到这话 心中天人交战 你要实不说 我就和他面对面打一把 到时候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你说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也不想看到他难看吧 别 你别 是我玩的 张超没有惊讶 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之前他拜你当师傅 他说你声音很好听 肯定是帅哥 原来最初苏莉只是被他的声音吸引 想找个人一块玩游戏 后面发现他很厉害 就要拜张超为师 可是苏莉太懒 技术也不行 怎么学都学不会 有一次正好他心烦不想打了 就把手机丢给夏南帮他玩 那次张超夸了他 随手送了一千多的礼物 之后他如法炮制 让夏南帮他打游戏 每次表现好了 张超就送他东西 等加了好友之后 他和张超聊天 从张超的直言片语中拼凑出他富裕的生活 苏莉生出了和他奔献的想法 就一直让夏南玩他的好 一玩就是这些年 到现在 苏莉已经离不开夏南了 不管到哪里都会带上他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全都会送给夏南 时不时送他礼物 夏南也真把他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张先生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你别去找莉莉的麻烦 张超觉得这几年 像的大渊种一样被算计了 这三年送的礼物没有二十万也有三十万 他竟然这样骗自己 你们真是好样的 一唱一鹤 八窝刷的团探传 一个负责玩游戏 一个负责聊天 你们俩合伙骗我 他分了你多少钱 没有 他没有分我钱 张先生 你要是生气就冲我发火吧 你别去找他 你到市庭维护他 你放心我不会去找他 也不会拆穿他 但是麻烦你回去告诉你的好闺蜜 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他 说完 他站起身就要走 张先生 你刚刚不是答应过我吗 不会和他闹翻我才告诉你的 我只说不会找他 至于闹翻 是你们欺骗我在先 那么你告诉我 这三年 我到底是在跟他网恋 还是在和你网恋 或者 是和你们两个网恋 当然是他了 够了 我不想再听了 如果你不想事情闹得太难看 就回去劝劝他 早点离开这里 苏力第二天起来 想给他发消息道歉 结果一个刺目的感叹号 这一刻 他心里慌了 他登陆游戏 也立马收到了系统消息 他和自己解除了恋人关系 苏力急得眼泪直打转 他只能给小秦发消息 小秦洗漱完出来 就看到苏力发来的消息 怎么了 哦 苏力给我发消息 说找不到张超了 他们好像吵架了 他还算当机立断 什么意思 你不用管 他们自己的事 他自己处理 不是要回敏城吗 走吧 两人走出酒店 刚坐上车 苏力又一个语音通话打了过来 小秦想了想 还是按了接听 嫂子 张超把我所有的都删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他 为什么呀 好吧 我帮你问问 谢谢嫂子 不用 接着小秦给张超打了个电话 嫂子 什么事啊 你在哪呢 我在队友的房间里 刚刚苏力给我打电话 说你把他删了 你俩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你一说我火气又上来了 我真是个大冤种 啥 啥意思 于是张超把事情大致地和小秦说了遍 小秦听得不可思议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难怪张楚昨天和他说苏力人品有问题 原来是这样 对啊 还从来没有人这样骗过我 越想我越觉得自己蠢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都会说自己回家了 家里信号不好 打不了游戏 我居然还信了 好了 你别生气了 这是确实挺纳什么 和某个人一样 旁边无辜躺枪的张楚悠怨地看了他一眼 但是你这样把人拉黑也不对 不管怎么样 你也该当面跟他说清楚 不然他什么都不知道 到处找你 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对你也不好 你说的也对 昨晚我在气头上 没有想那么多 你跟他好好聊聊吧 这种冷暴力解决是不行的 好 我会和他说的 好吧 那我的任务完成了 挂了 你好好开车 老看我干什么 你们聊天 能不能别带上我 我什么时候带上你了 一看你就是对号入座 这正应了那句话 什么话 做贼心虚 不是说好过去了吗 是过去了呀 我又没提 果然 女人这种生物 最喜欢翻九章 小秦瞪了他一眼 转头看着外面风景 这样开车回去 要开多久 不休息的话 一天一夜吧 路上休息的话 就两天一夜 明天下午就能到 这么久啊 我头又开始晕了 等会我去给你买两张晕车贴 小秦有些诧异 你还知道晕车贴这东西啊 我在你眼里 到底是有多没有常识 你不应该是那种 食指不沾阳春水 不知人间疾苦的 富家大少爷吗 当初连烟和糖都分不清楚 不知道这种东西 不是很正常 张楚没和他反驳 你要不要玩 玩什么 玩着回去 总不能白出来一趟 我还得回去上班呢 我帮你请了一个月 一个月 你给我请那么久干什么 你身份证不是丢了吗 算了 原谅你了 下次不要自作主张 给我请假了 好的 这里离江南谷镇挺近 去那边玩吧 都行 不过你开的是别人的车 开回去了怎么还回来 不用还 给他钱买下来就好了 自从身份摊开之后 他说起这些好言好语来 眼睛都不眨一下 另一头酒店里 张超也把苏丽 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约他见面 苏丽心中欢喜 以为是小情帮他说好话了 高高兴兴来到酒店大厅 宝宝 你 行了 别这么叫我 苏丽善善地坐到他旁边 紧张地看着他 宝 张超 昨晚我喝多了 真的对不起 可能做我些诸葛的事 我是真的喝多了 那不是我的本意 你不用说这些 我昨晚回去也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并不合适 所以非常抱歉 让你白跑这么远 你来回的机票盒在这里花销 我全部报销 还有 如果耽误了你的工作 你损失的工资 我也可以补偿给你 听着这些绝情的话 苏丽眼睛瞪大 心里慌得不行 你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 我不是说了吗 经过我的考虑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呀 我们不是才见面吗 还没好好了解 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不好意思 是因为昨晚的事情吗 我可以和你道歉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真的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冒犯到你 张超有些不耐烦啊 我说了不是因为昨晚的事情 那是因为什么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顾及到你的面子 所以没有挑明 所以我希望你能失去一点 不要比我把事情说出来 闹得大家都难看 苏丽愣了半天 也找不到话来给自己开拓 既然已经说清楚了 那就这样吧 以后不要联系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反正我已经全都知道了 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张超 那你有喜欢过我吗 这重要吗 重要啊 你如果喜欢我 那你就应该喜欢我的全部 就算我做错了事 你至少要给我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不是这样无情地 和我说分手 该说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总之 就这样吧 不行 我不想失去你 我都已经习惯你了 我不敢想象失去你以后的日子 我该怎么办 苏丽 咱们是网恋 你至于吗 至于 我就是喜欢你 我爱你 你不要和我分手好不好 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们分手了 不要再缠着我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难道 谁玩的游戏有这么重要吗 你说呢 当然这也不是谁玩的问题 问题是你骗我你知道吗 我现在一想到 你每次赢了游戏之后 让我夸你 奖励你 你在我心里是个什么形象你知道吗 所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张超说完 转头就走了 苏丽纵使再不甘心 他也只能强忍着 他想起了夏南昨晚没回来 他拿出手机给夏南打电话 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神 什么事 别装了 他都告诉我了 什么 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把你当好朋友 你居然出卖我 我没有 对不起丽丽 是他说 我要是不告诉他 他就去找你 我没想到我告诉他之后 他还会去找你 够了 你别在这里假惺惺 你是看不得我好事吧 所以你故意破坏我的好事 我没有 你相信我 夏南话还没说完 丽丽直接挂了电话 也学着张超 把夏南所有的全部拉黑了 他捏着手机 想了无数的办法 最后 小琴的脸在他脑海里定格 随后 他拨通了自己父亲的电话 丽丽怎么了 这个点你不是在上班吗 你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阿爸 你知道苏琴吗 苏琴 有点耳熟 你问他干什么 我遇到个叫苏琴的人 觉得很眼熟 我以前肯定在哪里见过 所以想问问你 既然你也听过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亲戚 我想起了 她是你色叔第一任媳妇的女儿 以前也来过咱们家拜年 她那个舅妈 是真不要脸 咱们家跟她有什么关系 她还经常带着那个苏琴来拜年 也得亏摇篮给她印象深刻 否则她还真想不起来苏琴这个人 丽丽 你要是见到她了 可要离她远点 他们那家人脸皮可厚得很 别被他们缠上了 苏丽此刻心里翻江倒海 苏胜的话 让她也想起了苏丽这个人 就是那个在角落里坐着的 默不吭声的女孩 那项自卑 看起来毫不起眼 那时候所有人都笑话她 现在居然过得比她还要好 自己还要去求着她 苏丽心里的渡火在疯狂蔓延 我知道了 挂了 苏丽挂了电话 心里总算是安心点了 虽然她嫉妒小琴 可好歹 自己现在和她还有点亲戚关系 只要能找到小琴 就能找到张超 到时候有的是时间把她追回来 就是苏琴和苏昌断绝这么多年 想让他们重新接触 有点困难 小琴并不知道她的想法 她在车上睡了一觉 再睁眼就已经到江南了 想在这里玩几天吗 不知道啊 不是你在做攻略吗 好吧 那就把有名的地方都逛一逛再走 我先订酒店 张楚看小琴闷闷不乐的样子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刚刚做了个梦 梦到我那个便宜爸来找我 吓死我了 幸好是个梦 你这个梦倒是奇特 小琴也觉得奇怪 莫名其妙的就梦到那个人了 两人吃过饭 去逛了附近的古镇 两人逛了整整一下午 天黑了才回酒店 累不累 早点睡觉吧 小琴点点头 她确实累了 那你先洗还是我先洗 一起也行 小琴叔弟拿上自己的睡衣 快步跑进洗手间 关门反锁 张楚盯着浴室门 若有所思地笑了一声 没一会儿 张超电话打了过来 什么事 你们已经走了吗 那不然呢 你们和好了 张楚有了几分不耐烦 你打电话干什么 你说呢 你跑来这里晃一圈 爸他一查就查到我了 现在你跑了 把我丢在这里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 哥 你不能这样啊 我不想被抓回去 实在不行 我也只能跑了 比赛我不打了 你自己何许添交代吧 我说了 你看着办 别问我 张楚说完就挂了电话 他看了眼浴室 小琴已经洗好出来了 你快去洗吧 我洗好了 张楚拿了睡衣去浴室 以最快的速度洗完出来 小琴坐在床上看手机 他察觉到什么 忽然抬头朝张楚看去 不解的问 你站那里干什么 我在想睡哪里 小琴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别装了 上来吧 他早就把张楚摸透了 这男人看起来一本正经 心里闷骚得很 张楚熟练的爬上去 第二天 他们把昨天没逛完的都逛了 小琴注意到张楚有些心不在焉 总是在看什么 张楚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那边好像逛过了 去对面吧 我看你心不在焉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 我只是在想还有什么地方没去 小琴狐疑地看着他 总觉得他没说实话 你可是答应过我 不会再骗我的 张楚犹豫片刻 他才低声开口 有人跟着我们 小琴愣了一下 猛地回头看去 可什么也没看到 谁啊 我不知道 会不会是你爸派来的人 也不对啊 他想知道我们在哪里 随便一查就知道 干嘛还要派人跟着我们 张楚看向某个地方 大概是警告吧 什么警告 算了 继续逛吧 他们差不多又逛了一天 终于把这片景区逛完了 第二天就退了酒店 去了别的地方 两人玩得是高兴了 可苦了许天这边 张超连夜出逃 他找了一天找不到人 一打电话才知道他跑路了 这小子说走就走 一点也不仗义 真是气死我了 要是让我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我非跑过去把他揍一顿不可 那干脆你也别打比赛了 我们回家吧 那怎么行 我人都来了 我可是冲着冠军去的 冠军有定制头像和定制皮肤 我一定要拿到 那你就再找个人补上吧 这个节骨眼我上哪找去 而且之前我们训练了那么久的配合 就算换个人也很难打出配合呀 之前你不是说 张超那个女朋友打得很好吗 他天天看你们打 应该能替补上吧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可是他职业冲突了 虽然打得很好 可是要拿冠军也难啊 你先问问看吧 或许人家会其他的职业呢 许天想想也对 于是就给张超打了电话 你别给我打了 我现在都下火车了 回去也来不及了 你这个叛徒你还好意思说 你快把你女朋友的电话给我 你走了我要找他替补 他已经不是我女朋友了 我把他删了 而且那个号也不是他玩的 是他那个闺蜜 我把他的电话发给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许天给苏丽打了电话过去 刚想问夏南的电话 结果苏丽却说他不知道 许天只能亲自上门去找 他还没找到苏丽的房间 就在走廊上遇到了夏南 夏南你这是要去哪里 夏南眼眶还红着 他看了眼许天 我准备回家了 这么晚走啊 我已经买好了票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啊 张超那小子跑了 现在我们缺个人 想问问你能不能顶上 我恐怕不太行 我玩得不好 行了 你别装了 张超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不管拿了第几名 奖金全都归你怎么样 夏南错愕 他不敢相信许天的话 比赛难道不是冲着奖金来的 我 别你啊 我的 你要是能顶上来 就算没拿到名次 我单独补你二十万成不成 这话再次让夏南震惊了 二十万 对于一个刚毕业没两年的人来说 这可是一笔巨款 可是我打什么位置啊 你会什么位置 除了辅助之外 我还会法师 之前带恋 帮人拿过几个国服 许天眼睛一亮 你还当带恋啊 可以啊 就你了 走吧 许天说完抓过夏南的行李箱 就进了电梯 夏南急忙追上去 许先生 可是我的机票 什么机票不机票的 一会儿我把机票钱转给你 感觉你们好像都很有钱 那为什么还要来参加比赛呢 人嘛 总要有点兴趣爱好不是 再有钱也是人 难道有钱就能飞升成仙了 不用吃喝拉撒完了 许天瞥见他红肿的眼眶 忍不住问了句 跟你朋友吵架了 没有 没吵架 许天自然不信他的话 但是没有继续追问 而张超此刻已经来到了 小晴和张楚所在的地方 他给小晴打电话时 他们刚吃完饭 从餐厅出来 小晴接起电话 瞄了眼张楚的脸色 明显能感觉到他不高兴了 喂 嫂子你们在哪里 快给我发个定位 你也来了 是啊 那我给你发个定位 你打车过来吧 好 谢谢嫂子 三个人一起玩 更热闹点 等他来了让他当司机吧 你高兴就好 张超来得很快 还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 嫂子 大哥你们吃过饭了吗 我们都吃完了 一会你点个外卖吧 行吧 你来开车 好 张超你跑了 许天他们怎么办 他们早下难了 不用担心 一个游戏而已 可是我看许天很在意这个比赛呢 不管他 好吧 那你和苏莉怎么样了 听到苏莉的名字 张超脸瞬间垮下来了 已经说清楚了 分了 你俩谈了那么久 你就这么分了 别冲动意气用事啊 是谈了那么久 但不过是网恋 除了在手机上聊聊天 对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也不算对不起他 那你对他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也不知道 可能真没有吧 现在分了我反而更轻松 嫂子我这么说 你不会觉得我很渣吧 没有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有自己的判断 我就是随便问问 小秦只是觉得车里太安静了 所以想八卦一下 并没有兴趣掺和他们之间的事 而这边的苏莉还在手机上搜索信息 把张超和张楚都搜了个遍 可惜没搜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又输入许天的名字 杨氏集团的公子 敏承首富的儿子 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又想起张超和许天 感觉他们关系很好 所以 这个张超到底是什么身份 苏莉的脑子在飞速运转 之前张超和他说过 他是京都人 他再次点开搜索栏 输入京都章 立马弹出一连串提示 他看到了一张活动照片 上面有张超的身影 苏莉瞬间惊呆了 自己到底勾到个什么不得了的金龟絮 而且还没谈过恋爱 明明就快拿下他了 却又错过了这颇天富贵 他这怎么能担心 苏莉深吸一口气 退出网页 给苏盛打电话过去 莉莉 这么晚还不睡觉 打电话干什么呢 爸 我要和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我说了你要相信我啊 你说吧 能有什么事 苏盛自己也开了家小公司 一年能挣一两百万 又不是没见过世面 你知道京都的那个张氏财团吗 知道 怎么了 我之前谈了个男朋友 就是张氏的二少爷 莉莉 你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是真的 我没骗你 莉莉 不是爸不相信你 而是你知道张氏财团意味着什么吗 他家二少爷 你俩怎么谈的 网恋吗 是啊 你这孩子 真是疯魔了 网恋这东西你也信 你给他花了多少钱 我没有骗你 而且我没给他花钱 他倒是给我花了有几十万了吧 你仔细说 怎么回事 于是苏丽便将来龙去脉 跟苏盛说了 又说了两人是为什么分开的 而苏盛听完之后沉默了 他在家族里算是最有成就的 家里几个兄弟都对他客客气气 现在苏昌那女儿嫁入了豪门 让他去找苏昌攀关系 他有点拉不下这个脸 万一自己女儿没和张超和好 让苏昌腰板子挺起来 那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爸 你还在想什么呢 我问你 你和那个二少爷感情好吗 当然好了 不好能谈三年 他现在只是在气头上 等气消了一定会跟我和好的 既然这样 那你就等他气消了再联系他就好了 去找你四叔干什么呢 爸 你不明白 像他这样的身份 肯定不会缺女生追求 等他气消了 被别女人的钻了空子怎么办 你让我想想 别急 你还想什么 直接去找四叔不就行了 苏丽想的很简单 只要苏昌知道了 肯定会想方设法去认小琴 到时候自己跟小琴这层姐妹关系打通 就可以见到张超 小琴并不知道苏丽在谋划什么 他们今天要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 所以很早就被张楚喊起来吃早餐 一走出门口就看到张超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 张超 你怎么在这里 昨晚听你们说今天要早起 所以等你们啊 走吧 下去吃早餐 张楚看到他脸色就不爽 他越过张超 快步往电梯走 嫂子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没有啊 人多才热闹 我和他在一块话都说不上几句 我哥看起来不高兴 不过无所谓 只要嫂子允许我跟着 他就不会把我赶走 张超现在明白了 讨好小琴 比费力讨好张楚有用多了 他们吃完早餐 张超开车出发下个地方 之前张超不在的时候 张楚话还算多的 现在他又恢复了那副高冷模样 上车后就闭上眼睡觉 小琴也无聊得很 没一会儿也昏昏欲睡 到了江城才发现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在张楚怀里睡着了 而且 他流口水了 他脸颊一红 赶紧从旁边抽了两张纸巾 手忙脚乱地擦拭着 张楚握住他的手腕 顺带拿走了他手里的纸巾 好了不用擦 下车吧 坐在前边的张超 在后视镜里看得清楚 他不由惊讶地张大了嘴 他记得 自己大哥是有洁癖的 还亲手接过了小琴 手里沾了口水的纸巾 看到这一幕 张超更加坚定了 要讨好小琴的决心 吃饭的时候 张超拿出手机 去看了许天他们的比赛 他们赢了吗 还没打呢 他们在打训练赛 我从好友观战的 打得怎么样 配合得不错 那我就放心了 你是说下男 嗯 这才适合 我一块玩的时候的实力 他这么厉害 之前苏力的号 就是他在玩 这一时完全不一样 他能跟得上队友的节奏 小琴下意识地看向张超 他全神贯注地看游戏 眉宇间流露出 他自己都没发现的赞赏之意 吃完饭后 他们就去了酒店 到酒店后 张超拿出了笔记本 开始办公 小琴无聊也玩着手机 突然张超给他打来了电话 嫂子我完了 快让我哥想想办法 他们追过来了 什么追过来了 我爸派来的人 他们现在就在门外 我刚刚开门吓死我了 听到这话 小琴这才明白 上次张超慌里慌张地跑来医院 原来是他爸派人来抓他回去 他们把你怎么了 暂时没有 他们在门外 现在我也出不去了 我出去肯定会被带走 那你就跟他们回去吧 不行啊 我跑了这么久 回去肯定会遭殃的 遭什么殃 难道你爸会杀了你 那倒不至于 但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嫂子 你赶紧帮帮我吧 求你了 怎么帮 找我哥 让他想办法 我真的不想回去 那我试试吧 谢谢你嫂子 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可不敢保证能说服他啊 你先试试吧 我知道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小秦挂了电话 走到张楚旁边 张楚 张楚头也不抬 什么事 刚才张超给我打电话 你听到了吧 听到了 他现在被堵在屋里出不去了 想让你帮帮他 张楚抬头看向小秦 人是我叫来的 啊 你为什么呀 他继续跟着我们 只会连累我们 回去的好 你很讨厌他吗 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你玩你的游戏去 别瞎操心了 小秦还想说点什么 看他一副拒绝交流的模样 小秦只好给张超发消息 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张超很久没给他回消息 他想出去看看 张楚 我饿了 咱们出去吃晚饭吧 等一下 张楚又忙了一会儿 才走到小秦身边 走吧 他们走出房间 走廊上已经没有人了 他是被带走了吗 不知道 说着 他们向电梯走去 两人刚进电梯 那边张超也悄悄地打开了房间门 他伸出脑袋 往外看了看 发现走廊上没有人 就拉着行李箱走了出来 他快步往电梯跑去 然而在转角处 忽然冲出来两个人 将他抓住了 我去 得罪了少爷 回去吧 你先放开我 男人也不担心他逃跑 便将他放开了 你们是刚找到这里 还是一直跟踪我 男人没有说话 显然是一直跟着他的 之前有张楚在 他们不敢轻易动手 但是现在张楚亲自发话 那就没什么顾虑了 少爷 我们走吧 下面车等着您 张超拿出手机给小秦发消息 嫂子 我走了 在京都等你们 小秦看到这条消息时 吓一跳 什么叫在京都等你们 怎么了 张超说他走了 还说在京都等我们 你不会也要回去吧 看情况吧 小秦看着他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接受了张楚的身份 但一想到京都那种陌生的地方 他就一万个不愿意去 张楚似乎看出他的想法 先吃饭吧 别想那么多 因为心里装着事 小秦也没有心情继续玩下去了 张楚也看出他的心情不在这里 便决定早日回敏城 回到敏城已经是五天后了 终于回来了 累死我了 那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一趟公司 张楚说完就走了出去 小秦坐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的睡了个觉 一道手机铃声才将他惊醒 他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苏丽打来的 喂嫂子 啊不对 现在不能叫你嫂子了 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看你回敏城了 所以打电话问问 张超和你在一块吗 没有 他现在已经不在敏城了 这样啊 嗯 还有什么事吗 哦 我也准备回来呢 等我回来找你玩啊 好 等你回来再说吧 我要是有空的话约你 好呀 我晚上的机票 明天就到家了 两人又寒暄了两句 小秦便挂了电话 苏盛在经过几天的生思熟虑后 拨通了苏昌的电话 二哥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四弟 我打电话是来恭喜你啊 你这个家伙 女儿有出息了还瞒着我们 怕我们攀关系啊 二哥 你这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要裁员 我正烦着呢 月月还在上学 她能有什么出息 我看你是上班太闲了 专门打电话来取笑我吧 我说的不是月月 是你另外一个女儿 你不会忘了自己还有个女儿吧 哪个女 太久没有联络 苏昌想了半天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个女儿 你说的是苏秦 是啊 四弟你连自己女儿都不认识了 他怎么了 他加入了豪门 我特意来给四弟道喜 怎么四弟好像不知道 我连苏秦的电话都没有 上那只道去 你可别和我开玩笑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哪有这么闲来和你开玩笑 恰巧莉莉谈了个男朋友 居然和小晴的老公是亲兄弟 你说这是什么缘分 苏昌震惊了 同时又怀疑苏胜是来和自己炫耀的 二哥 我知道莉莉有个很有钱的对象 但小晴只怕是没有那个福分 不过我还是得恭喜一生二哥 等莉莉带男朋友回来的时候 告诉我一声 四弟呀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在骗你 怎么会呢 算了 你要是不信我也不多说了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喝酒 苏胜点到为止 深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 苏昌心里犯嘀咕 满脑子都是她的话 她要是说的是真的 自己又不好意思直接找上门 却又觉得不甘心 小晴这边买完菜 等公交车的时候碰到了王霞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接小颜放学 放学 对 之前一直没找到机会和你们说谢谢 本来想请你们吃饭的 可是我听说你和小楚都去出差了 小晴听得云里雾里 谢我们干什么 就是之前小楚帮小颜联系了学校 要不然小颜现在也上不了学 你是说她给小颜找的学校 是啊 你不知道吗 不过话说回来 小楚是在哪里找的关系 居然能让小颜上这座重点学校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小颜要开学的前两天 小晴沉默了 那不就是她知道张楚身份的时候吗 她居然还去帮小颜找了学校 小晴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她没和我说 我不知道 既然你们回来了 那今天就让我请你们吃饭吧 小楚呢 她什么时候回来 不用了 我已经买好了菜 等下次有空吧 那行 等你有空了 我再请你们吃饭 两人正说着 王霞的电话响了 她想也没想就接了电话 喂 你好 王霞 是我 你是哪位 我是苏昌 这么久没联络了 你过得还好吗 听到她的名字 王霞脸色变了下 你哪来我的电话 我找你哥要的电话 她手机号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换过 那你打这个电话是要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问问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小晴有和你生活在一起吗 你就是为了问这个 是啊 那我还要问什么 我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 咱们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更何况还有个女儿 也不用搞得老死不相往来 是吧 我过得很好 不说了 车要来了 王霞不想和她聊了 直接挂了电话 一抬头就看到小晴一样的眼神 刚才是苏昌给我打电话 她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我不知道 就突然问我过得好不好 算了 以后你别理她 我先走了 小晴回到家里 还是忍不住想起苏昌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前几天才见过苏丽 刚回来苏昌就打来电话 如果真的是因为苏丽 苏昌才打这个电话来 小晴对这个便宜吧就更厌恶了 她拿起手机给张楚打了电话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买了菜准备做饭了 我现在就回来 小晴挂了电话 就去了厨房做饭 刚进厨房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 嫂子 你们回敏城了吗 是的 你呢 回到京都了吗 早就回来了 不过我才拿到手机 给你们报个平安 省得你们担心 你没事就好 这几天联系不上你 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 我没事 放心吧 嗯 记得帮我给爷爷问好 发完这条消息 小晴有些惆怅 似乎有很久没和张爷爷联系过了 张爷爷回去后也没有联系她 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我已经看过她了 爷爷挺好的 还跟我问起你们呢 你要是有时间可以给她打电话 好 张超这边刚放下手机 张康就进来了 你怎么不敲门 怎么 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发现 我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在你这里 我还有秘密吗 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你不是都知道了 还问我干什么 好啊 出去几个月 这脾气变得和你那个大哥 真是一模一样 你也不打算认我这个罢了事吗 我可没这样说 不过话说回来 你也不缺我这一个儿子吧 你这么着急把我带回来干什么 混账东西 谁教你这么和我说话的 没有人教我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一直没机会说出来而已 是吗 现在敢说出来了 看来是有人给你撑腰了 张超我告诉你 你最好不要和你大哥学 他自己能开公司 能赚钱 你有什么 你离开了张家啥都不是 我是你亲爹 你和我作对没有任何好处 难不成你还想让张楚来养你 你不觉得丢人吗 你凭什么觉得我离开张家就活不下去了 我有手有脚 不需要你来养 我自己能养活自己 你真以为我稀罕你的施舍 你这个逆子 居然敢这么和你爹说话 老子杨你这么大 供你吃穿 供你上学 你说是施舍 张超也毫不示弱地怒视着他 瞪什么瞪 你还想打你爹不成 你若是真这么有骨气 有本事就把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钱 都还回来 再来和我叫板 你现在就像一只白眼狼 张超被他骂得没有脾气了 他说的对 他吃的穿的全都是张康的钱 哪怕是给苏丽买礼物的钱 也都不是他自己赚来的 之前在张市旗下一个分公司当总经理 他不会管理 那个公司在他手里一年就黄了 之后整天无所事事 这也就导致此刻他没有底气和张康叫板 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他那个后妈 从小他就给张超灌输 不用那么辛苦 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他和张康顶着 就算他什么都不用做 张家也能保他一辈子衣食无忧 渐渐的张超就不开始好好学习了 在学校里混混度日 毕业后跟一群二十组花天酒地 其实张超很早就醒悟过来了 只不过将近二十年养成的习惯 已经很难再改过来了 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很能说吗 张超别过脸没有说话 他确实不知道说什么了 现在告诉我 你去海市见那个女人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你知道了 你是我儿子 你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那女人我查过了 是小琴的堂妹 这家人还真是有本事 养出来的女儿一个比一个有手段 我和她已经分了 你放心 不用在这里劝说了 为什么分了 分了就是分了 哪有为什么 你给我好好说话 张超张了张嘴 把心里的那股气憋回去 到底还是将事情原委告诉了张康 张超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你居然给我搞网恋 网恋怎么了 哪条法律规定不能网恋的 京城这么多大家闺秀 在不记大街上随便找个 愿意嫁给你的人数不胜数 你跑去网恋 你是准备把我的脸丢到火星去吗 不是都分了吗 我是怎么都想不通 你居然会去网恋 谈都已经谈了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难道你今天晚上要在这里说一晚上这件事吗 算了 既然你们已经断了 以后不要再干出这种荒唐事来 还有你去闽城那么久 跟我说说张楚和那个小钱的事 你自己都已经查过了 怎么老是来问我 我是查过了 再怎么查也只能查到他的身份 那你还要问什么 我想知道 你哥对他什么态度 他到底是在和我赌气 还是真的喜欢上那个女人了 他不是那种会拿这种事赌气的人 而且他们感情很好 爸 我奉劝你一句 如果你真的想和大哥修复父子关系 就最好不要插手他们的事 看来那个女人确实有手段 连你都向着他说话 所以不管我怎么说 你都觉得扫子嫁给大哥是另有所图备 那不然呢 难不成 你哥这么多年在国外 就养成了这样不入流的眼光 你别这么说他 你还帮他说话 算了 我不想和你聊这些 我要睡觉了 小秦并不知道那边发生的一切 他已经把晚餐做好 张楚也回来了 你回来得刚刚好 我刚把饭做好了 张楚主动去帮忙拿碗筷 小秦上下打量他 这是知道他身份后 他第一次出现在厨房 小秦总觉得很梦幻 不太真实 像假人一样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感觉你不像真的 张楚愣了下 眼中的不解更加浓郁 什么叫不像真的 我难道是个假人 张楚一手把他拉过来 要不你检查下 别闹了 吃饭去吧 菜都要凉了 突然不想吃饭了 想做点别的 你别 先去吃饭 饭后张楚照常收拾碗筷 自觉地去厨房洗碗 小秦飞快地追进去 抢了过来 我来吧 张楚拿着抹布要走出去 小秦又夺走了 他手里的抹布 我来就好了 你去忙你的吧 小秦 你 这种小事我来就好了 你平时不是都很忙吗 你去忙你的 我反正闲着没事做 张楚神色复杂地注视着他 你不用这样 什么这样 张楚一时语色 他不知道怎么说 有种 说不出的不对等的距离感 好了你快出去吧 站在这里太碍事了 第二天小秦一起床 张楚已经把早餐做好了 他都把闹钟订到六点了 他居然还能比自己起得早 你站在那干什么 没睡醒吗 吃早餐了 小秦回过神 他走到张楚旁边坐下 张楚 以后你不用起这么早 早餐我来做就好 怎么了 我不能做吗 那倒不是 就是这些小事 我能做的 你是做大事的人 不用在这些小事上浪费时间 什么叫大事 什么叫小事 小秦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你工作的事就是大事 按照你的意思 吃饭睡觉是小事吗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 那我不吃了 这种小事 几天不吃应该没关系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 可小秦能感觉出 他有赌气的意味 我说的是做饭 不是吃饭 你纠结这个做什么 做饭是小事 那不做饭怎么吃饭 小秦不想和他争论了 好了赶紧吃饭吧 你大早上的哪根筋不对劲了 张楚听到他后半句 神色稍微舒展了几分 两人吃过饭 张楚不再把车停到公司对面 而是直接开到他公司楼下 那我先下去了 对了 下午你不用特意来接我 我自己可以坐车回去的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还是说 你并没有原谅我 没有啊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接 我是怕耽误你工作啊 以前你怎么不说 我 算了 上班去吧 小秦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下车 小秦 曾组长 回来了 嗯 昨天回来的 回来就好 你们和好了 你怎么知道 你要是没和好 就不会是这副模样了 那几天你天天苦瓜脸 小秦有些不好意思 想通了就好 你看 其实撇去身份这层关系 也没什么 对吧 是啊 对了 晚上下班去你表哥那里吃饭啊 表哥那里 他不是在摆摊卖烧烤吗 前几天就开业了 他没和你说吗 没有 我还以为他说着玩的 没想到他真的去了 是啊 等下班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还搞得有模有样的 曾田脸上带着几分赞赏的微笑 看得出来 他挺支持王辉的 小秦也很欣慰 小秦姐 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 你工作怎么样 挺顺利的 你上次交给我的工作 我已经做好交给层组长 我以为你要一个月才能回来 所以把你手头上的工作都分出去了 那现在我应该是除了对接DK 就应该没有别的事做了吧 有的话我会安排给你的 你放心 小秦现在担心 因为张楚这层关系 不管是曾田也好 杨总也好 都不给他安排工作 让他在公司混着 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 临近中午 小秦手机响了 小秦 杨总请你来办公室一趟 秦小姐 快请坐 这段时间出差辛苦你了 杨总 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上次出差 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这件事是我的疏忽 我应当和你道个歉 杨总言重了 这件事怪我自己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能加入我们公司 我已经很高兴了 这次是我们照顾不重 有什么需要补偿的你就直说 公司一定会满足你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我也没有受什么损失 补偿还是要有的 这件事你就不用再操心 我自会安排 不过以后还得靠你在张总面前 多多美言几句 小秦嘴角微微一抽 原来道歉是假 找张楚盘关系才是真 如果有机会 我会向他提起华盛的项目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那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工作了 不过你还是要注意身体 刚从海市回来 好好休息调整下状态 工作的事迹不得 下午小秦看得大家都在忙 他却坐在这里划水 就差没把关系户三个字 写在脸上 他忍不住给增田发消息 没有别的工作安排给我吗 没有 工作都分出去了 你再等等吧 随便什么都行 别让我在这里闲着了 你先等等 杨总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果然快下班的时候 杨总发信息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 是之前攀联策划案的问题 严总要他去跟DK的商务交涉 让那些下架的项目重新上架 小秦收到这个任务 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辞职 这公司他已经待不下去了 几乎可以预料到 之后他所有的工作 只怕全都是去和DK交涉 曾组长 我先下班了 不是要去找王辉吗 走这么快干什么 现在他出滩了吗 现在没有 不过等我们到了 应该就差不多了 一块去吧 曾田走在他身边 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 怎么了 看起来有心事 杨总让我去找DK的商务 让之前下架的项目重新上架 不愧是资本家 不放过任何可利用的关系 曾组长 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 你也想辞职 嗯 你辞职的话 杨总可能不会放人 不过你要是真决定好了 就只能自动离职 杨总也不敢说你什么 就是有点不太道义 再说吧 两人一出公司门口 就看到了张楚 这会儿正是下班高峰期 他往那一站 整个招风影碟 路过的女同事都得多看两眼 下班了 小秦看到周围注视的目光 嗯 先别站在这里说了 说着和曾田一起上了车 张楚也不介意 他上了车 将车开了出去 你干嘛开这辆车来 忘记换了 明天我就换 小秦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秦 你还要去找王辉吗 去呀 他又看向张楚 张楚 我们要去找表哥 你是不是还有事要忙啊 要不然你把我们放在地铁 他话还没说完 张楚便打断了他 我没事 真的吗 嗯 已经忙完了 他们下车后 跟着曾田走了一回 就在众多地摊中间看到了王辉的烧烤摊 这会儿他忙得不可开交 晨晨也跟着他在一块 小家伙在帮忙端盘子 曾组长 你就这么让我表哥带晨晨啊 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晨晨多开心 他在这里既带了孩子 也锻炼了晨晨 走吧 曾田率先走了过去 王辉 你来了 你 表妹也来了 哎呀我有点忙不过来 你们自己做吧 去啥自己拿 我不招呼你们了 我来帮你吧 行 那还是和之前一样 赚的钱咱俩对半分 小晨看到曾田脸上一闪而湿的乌语 妈妈 我们已经赚到那么多钱了 成成真棒 要继续加油哦 嗯嗯 小晨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虽然表哥还不开窍 可这样的画面 是真的很温馨 他下意识地看了眼 端坐在凳子上的张楚 像一尊大佛似的 没有多少情绪 张楚 你要吃什么 我随便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对于从外不吃这些东西的张楚来说 能说出这句话绝对是真爱了 那我来烤 让你尝尝我亲手烤的烧烤 说完 他起身去选了一些烤饭 来到王辉身边 这边空出来的地方 我能自己烤吗 想烤就烤吧 随便 谢谢表哥 张楚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烤 在人来人往中 他和这里的人格格不入 过了一会 小秦把烤好的烧烤端了过来 还拿了两瓶啤酒和一瓶饮料 第一次烤 不太会 不过味道应该还是不错的 就是稍微有点糊 你尝尝 张楚接过他手里的烤串 咬了一口 怎么样 不错 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王辉的烤烤摊人越来越多 桌子也不够用了 没想到卖烤串生意这么好 今天周五 原来如此 小秦喝了一瓶酒 看着澄澄那小模样 有几分恍惚与怜爱 张楚看他眼睛直勾勾盯着澄澄看 神色也变得微妙起来 人太多了 我们先走吧 给客人让位置 好 小秦刚准备起来收拾桌子 就看见烟虎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亲爱的 你就带我来吃这个呀 你不喜欢吃 太不干净 不过和你吃 吃什么我都喜欢 烟虎走到其中一桌客人面前 走开 走什么 我们还没吃完呢 小崽子 再说一遍 给我让开 听到没 那边王辉和增田也注意到了 王辉丢下手里的东西 赶紧跑了过去 颜少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找个桌子行步 颜虎瞥了他一眼 小爷我就要坐这里 让他们给我走开 这坐哪不一样 颜少 你可饶了我吧 我这才摆没两天呢 老子就是开他的不顺眼 娶你的 颜虎说着就要去掀桌子 颜少 我们准备走了 你去坐我们那吧 颜虎听到小秦的声音 愣了下 他回头看了眼小秦 又看到张楚坐在那 他身上的气焰瞬间消失了一半 嫂子 你早说你们在这里啊 我还和这小崽子抢什么位置 那就过去吧 成 我肯定的和楚哥喝一杯 这颜虎跑这种地方来凑什么热闹 看着也不像是来照顾表哥生意的 更像是来找茶的 颜虎笑呵呵地来到张楚这边 拿起一瓶酒递给张楚 楚哥 真有缘分啊 在这种鸡脚咆嗒都能碰上 来走一个 张楚没接 就这么盯着他 颜虎也不觉得尴尬 他笑嘻嘻地把酒放在桌上 这烤的啥玩意都糊了 这能吃吗 这是我烤的 第一次没经验 不好意思 颜虎愣了下 拿起一串烤串 嫂子烤的 我尝尝看 说完 他咬了一口 还行 能吃 你慢慢吃 我们走了 别啊 我刚来你就走了 好歹喝一个啊 开车不喝酒 你既然是来吃烧烤 就好好吃 别捣乱 说完这话 张楚便拉着小琴走了 颜虎盯着两人的背影 暗自磨了磨牙 张楚的话威胁之意在明显不过 他自然也不敢再捣乱了 因为增田的事 要不是有张楚 他早就找王辉几百次麻烦了 亲爱的 那两个人是谁呀 没你事 稍打听 这时晨晨忽然走过来 数着桌上的烤串 仰起小脸看着颜虎 叔叔 是你给钱吗 颜虎看了看桌上剩下的串 我去 嫌小琴吃剩的 这么难吃 还要付钱 他差点忍不住就要先捉了 车上 小琴看了眼开车的张楚 谢谢你啊 谢我干什么 要不是你 颜虎肯定要找我表哥麻烦 不用 应该的 小琴转头看向窗外 想起几次惹上颜虎 都化险为夷 现在才明白 颜虎怕张楚 连颜虎都怕他 他们之间的差距又该有多大 倘若有天分开 之前惹上的那些人 小琴不敢想下去 第二天小琴一到公司 之前的熟人就开始问他 昨天公司门口 开马沙拉蒂来接你的 是你老公吗 和今天开宝马的是同一个人吗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这么有钱还长得这么帅 小琴没说话 直接走到自己的位置 夏禅又凑上来了 你老公和你坦白身份了吗 居然这么高调 小琴愣了下 你也早就知道了 当然了 他可是阿杰的老板 我知道不是很正常吗 夏禅见小琴脸色有些难看 你也别怪我啊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我是不敢说 你知道的 我知道 都已经过去了 两人正聊着 蓝香也走了过来 你们在聊什么呀 聊他老公啊 你不是见过吗 之前在医院见过 刚刚我来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在议论 咱们部门有个女同事老公帅的惊为天人 还很有钱 那应该是说小琴姐吧 就是她 看看咱们小琴命多好 找了个高富帅 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嗯 很多人都很羡慕 小琴听到他们的讨论 想离职的心更坚定了 你们都没事做吗 他们这才做回去干活 小琴也松了口气 刚坐下杨总又给他发消息 让他去联系DK的人 小琴打字让他发对方商务的电话 可杨总却让他直接去找张楚 看到他理所当然的话 小琴心中有些怨气 他更希望工作的事和私人交情分开 不然这样下去 迟早会影响到他和张楚之间的正常相处 因为华盛还不值得他去消耗和张楚之间的感情 小琴想到这里 还是决定和杨总说清楚 他噼里啪啦地敲了一大串字打过去 杨总没有回复 快下班的时候 才发消息叫他去办公室 杨总 您找我 是为了项目上架的事吗 不是 我找你来 就是跟你聊聊天 放松点 别这么紧张 聊什么 你刚才说的呢 我也仔细想了下 既然你来到我们公司 这就是缘分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尊重员工的意见 这有时候啊 工作和私生活却是不该扯上关系 但有时候呢 还是得分情况 这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还是交朋友也好 分得太清楚了 可就没人跟你玩了 还有你那些亲戚朋友 在你身上无力可图的时候 亲戚都不认识你 是不是这个理 小琴安静地听着 听他巴巴巴洗脑般地说了一大堆 无非就是要说服他 好好利用张储这个关系 杨总 好像要下班了 说的有点多了 咱们就是正常聊天 一时间没收住 既然你觉得要公事公办 那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去办了 不管你怎么做 总之给我办好就行 这没问题吧 我尽量 小琴啊 你是公司的员工 就要替公司做事 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 也是你的义务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 所以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只看结果 知道了吗 杨总这话的意思也很明显了 随便你怎么做 只要完成就行 我知道了杨总 我会努力完成工作 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回头记得将DK商务的电话发给我 杨总找你说了什么 还能有什么 别烦了 吃饭去吧 只要你表明态度 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他多半是在试探你 两人吃完饭回来 杨总果然把DK商业部的电话发给他了 于是小琴打了个电话过去 喂哪位 陈经理你好 我是华盛的 又是你们 我说了多少遍了 要审核要审核 知道我们一天要审核多少项目吗 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 哪有这么快的 小琴终于知道杨总为什么会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做 那方便问下 大概需要审核多久呢 下假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 早知道会下假还搞出这种事情 给我们增加这么多工作量 还好意思打电话催 别再给我打了 什么时候上假等通知 小琴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没有太大的意外 只能想别的办法才行 下班回家吃过饭之后 张楚没有去书房 跟小琴一块在沙发上坐着 你不去书房加班了 在家不工作 小琴看到张楚专注的神色 心中微微一动 下意识开口问 张楚 你 话到嘴边 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什么 你喜欢我什么 漂亮 可是漂亮的人那么多 跟你在一起不用想那么多 你什么都写在脸上 你这是在夸我吗 不算吗 那这样的人也有很多 嗯 是很多 但我只要一个就够了 虽然她的回答还算合格 可小琴还是开心不起来 那我要是毁容了 你还会喜欢吗 如果是我没喜欢你之前毁容了 肯定不会喜欢 现在倒是无所谓 你就不能去掉前面半句吗 会喜欢 那你要是看腻了呢 我又不是没见过漂亮的 会有看腻这一说吗 小琴想想也是 要不是张爷爷强行将两人凑在一块 她现在对于张楚来说 可能也是那些众多女人中的一个而已 她看都不带看一眼的 如此一想 还是她捡了的大便宜 心里也舒畅了点 两人聊了会 张楚就去洗澡了 没一会 姚兰打来了电话 喂酒妈 小琴啊 你在忙吗 听到这热情的声音 小琴没心跳了跳 怎么了 也没什么啊 不是听说你回来了 打电话问问你 啥时候来一起吃饭啊 不等小琴开口 姚兰又自作主张地说 要不就下周吧 清明节 到时候咱们一块给你外婆他们扫墓去 小琴刚想拒绝 听到去给外婆扫墓 她倒嘴的话又咽了回去 好那我下周放假过来 好好好 拨对了还有件事 我偷偷跟你讲 什么事 就是你那个爹 是不是她知道了啥 成天打电话给小霞 小霞给她拉黑了 又打到我这里来 哎呦都这么多年了 她居然还记得你们母女俩 不会真的是良心发现了吧 小琴拧起了眉头 她跟你说了什么 也没说啥 就是问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嫁人了没有 还问你老公叫什么 哪里人呢 然后呢 你说了 我肯定没说啊 我就把名字告诉她了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说就好 下次她打电话不用理她 行嘞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肯定不理她了 不过小琴 你知道张楚的身份不 小琴眼皮一跳 忽然有些哭笑不得 听你这口气 你好像已经知道了 啊 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用帮她隐瞒 小琴没想到 连舅妈都知道了 所以说 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莫名的 心中的怒气又浮了上来 你知道了 天哪太好了 既然知道了 那你可得好好把握住 千万别让其他小魔女 把她勾跑了 她如果要跑 不用勾也会跑 担心这些干什么 话不能这么说 男人就像风筝 你要是不牵着线 迟早飞都了 就抹是过来人 听我的总没错 哦 知道了 小琴并不想跟她聊这些 敷衍了两句 便挂断了电话 小琴进卧室时 张楚正在打电话 她没有去打扰 直接躺在床上睡觉 在半睡半醒的时候 耳边传来张楚的声音 睡了吗 小琴睁开眼 沉默了下 本来已经睡了 把你吵醒了 还好 还好什么意思 小琴忽然转过身瞪着她 刚才舅妈给我打电话 连她都知道你身份了 为什么你唯独瞒着我 张楚微微一正 她知道是因为京城派人 来接老爷子 她自己发现了 并不是我告诉她的 那有区别吗 你还是瞒着我 感觉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我不知道 我错了 别生气 她紧紧地抱住小琴 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小琴沉默着没有说话 别生气 明早我给你做血黄包 这种气氛下 小琴也没法真的生气 睡觉了 虽然她没回应 但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下 小琴调的是五点半闹钟 可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还是张楚把她喊醒的 你把我闹钟关了 嗯 你闹钟醒了三遍 你都没醒 我帮你关了 这都怪你 要不是你昨晚 我也不会睡得这么沉 快起床洗漱 我给你做了血黄包 小琴揉了下酸疼的腰 拖着疲惫的身子 去洗手间洗漱 好吃吗 好吃 你也太厉害了吧 做得和那家店一模一样 那你多吃点 你是不是很早就起来了 跟你闹钟一起醒的 不好意思啊 我调的闹钟反倒把你吵醒了 快吃吧 上班要迟到了 她飞快地吃完早餐 随便换了套衣服便出门了 到公司后 和她打招呼的人明显多了 有的人透露了张楚的身份 一下子很多人都知道了 于是有些女同事表面对小琴友善 背地里极度地咬碎了牙齿 小琴并不在意这些 她在想着怎么解决项目上架的问题 打电话行不通 她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去趟DK公司 和曾田打过招呼后 她就打车去了DK 前台给那位陈经理打完电话之后 她为难地看了眼小琴 抱歉小姐 陈经理现在没空 你可以下次预约她再来 哦没事 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明白 项目迟迟不上架的原因 小姐姐 那商业部其他人呢 我能不能见一下 抱歉 你这样随便找人 我是不能帮你联系的 好吧 谢谢 小琴说完便走了出去 走到公司门口碰到了蒋桓 你怎么在这里 你好蒋总 你是来找张 出的 她还不确定 小琴知不知道张楚的身份 不敢贸然喊张总 我不是来找她的 那你是 我想找你们商业部的人 但是又不认识 正准备回去呢 你要找谁 我帮你问 不用了 蒋总要是方便的话 可以给我电话就好了 陈经理的我已经有了 我想要其他人的 这个简单 你稍等 蒋桓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小孙 把商业部的人事资料发给我 对 全部发给我 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加个好友 我转发给你 小琴赶忙拿出手机 太谢谢蒋总了 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你找商业不是有什么事吗 哦 是华盛游戏项目的事 下架了这么久都还没上线 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原来是这件事 你直接找我不就行了 那是什么原因 他们下架的游戏 有些已经上线了 剩下的之前在渠道上跑过 数据并不怎么样 而且走海外渠道程序比较麻烦 我想 商业部大概是不会给你们再上了 小琴听了她的话 这才明白过来 这样啊 那我知道了 后续是不会再上了吧 大概率是不会上了 你们杨总让你来处理这件事 看来是很想上线啊 毕竟是公司做出来的 放弃了也可惜 我看未必 项目数据怎么样她心里有数 她要的怕不是项目上线 而是想要推广 小琴也听懂了 原来这才是杨总的最终目的 只要她能说服DK上线 后续再让她去要推广 慢慢地变本加厉 那我知道了 蒋总 这件事还请不要告诉张楚 这么说来 你已经知道了 嗯 知道了 好吧 我会保密的 谢谢 那我就先走了 我已经申请了好友 记得通过一下 好 小琴一回到华盛 又被行政部的政主管叫了过去 政主管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是好事了 恭喜你啊小琴 你看看 签个字吧 政主管说着将一张文件递到她面前 小琴接过来看了眼 是调薪单 她的工资涨到了两万 还是底薪 这什么意思 好端端地给我涨工资 这工资都比你还高 上面写的不是很清楚吗 你工作能力出众 公司决定给你涨工资 你不高兴吗 小琴将调薪单放了回去 如果真的是我能力出众 被公司看重涨工资 我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这个工资 真的是因为我能力出众才涨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别人都巴布的涨工资呢 你倒好 愁眉苦脸的 郑主管 我要辞职 郑主管促着眉 有些不高兴 为什么要辞职 你是对这份工资不满意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 我可能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这份高兴 还是留给真正有能力的人吧 郑主管神色复杂地看着她 你不接受我也不强迫你 但是你要辞职的话 得去找你们部门的领导 好 我知道了 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先出去了 我还要辞职